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女配角 她的名字叫裴允哥 是秦家被抱错的真千金 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性格内向自卑 渴望亲情 17岁时 她回到秦家 以为自己拥有了三个哥哥 可哥哥们对她态度冷漠 只把养女秦友娇当做亲妹妹 裴允哥亲眼看到 哥哥们是怎么把秦友娇捧在手心上的 但秦友娇才是很角色 天天诱导哥哥们 裴允哥精神不正常 为了把裴允哥赶出秦家 自己摔下楼 却让哥哥们看到 是裴允哥发疯把她推下去 最后把裴允哥送进精神病院 当我看到这里时 我气得关上了书 并说道 什么破书 贾千金竟然能上位 这几个哥哥也是非不分 能被这种伎俩不弄 要是我是这个女配 才不会让贾千金耀武扬威 就在这时 书被打开 散发出光芒 当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随即 不等我熟悉环境 旁边的院长就发现了我 院长应笑着道 哟 小贱人竟然醒了 能力不错 我以为你短时间醒不过来 我心里想着 我居然穿禁书里来了 裴允哥你辛苦了 这家黑医院和这个院长 我帮你收拾 并问道 我的腿 是你弄伤的 院长应沉的冷笑 还把自己当情家大小姐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刚想抽我一把 没想到 我像是没有痛感一样 自己缓缓地站了起来 应沉的说道 那你得赔一条了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并问道 想好用哪条换了吗 院长恼羞成怒地说 你吓唬我 小贱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并懂得向我扑来 这时 一直没动的我 在院长扑来的那一刻 迅速闪开 院长直接前扑 摔了个狗啃的衣 我撇了他一眼道 废物 随后 我捡起地上的敌手 慢慢向院长走去 院长满脸惊恐 边问道 我要干什么 边哆嗦地拿起手机 我单膝微曲 与他平时说道 院长想试试 是人来得快 还是我的刀更快 院长浑身发染地说道 裴允哥 杀人是犯法的 我懒洋洋地轻笑 可是我有精神病啊 院长温身一僵 求饶道 裴小姐 我知道错了 求你放过我 我勾唇一笑 我想好了 就第三条捅吧 只听了他一声惨叫 我就转身离开 而院长一手痛苦地捂着装部 另一只手打通了一个电话说 娇娇 裴允哥要跑了 你一定要替爸爸报仇 医院内 保安四处搜寻我的位置 避开检查 我捂着伤口 看着外面一片阴雨绵绵 笑着道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那就玩玩看了 莫然 不知道 哪里传来嗷呜声 原来是二狗 这个小淘气鬼 这是原生的狗 后来养了情有娇 被活活打死了 叔弟 远处传来一声喜出望外的惊呼声 杜爷 找到了 狗在这里 我疑惑道 杜爷 小说里那个俗套设定的霸道总裁 突然 一个保安过来说道 先生 这是我们医院发病的病人 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把人带走了 我拽了拽他的医主说 先生 能帮忙报个警吗 这家医院猥琐未成年病人 心里想 要是他能解决 倒是能省不少麻烦 他没有回应 保安慌乱道 先生 他就是个精神病 别听他乱说 你们还不快去把人给带走 我钻紧匕首 等着保安走近 他挥了挥手 助理拦住了保安 他蹲下来 我说 先生 这家医院不正规 他摸摸我的头说 叫什么先生 来 叫声哥哥听 我伸出手 并问道 哥哥 你能带我走吗 上级说道 我问霍时度能不能带我走 但是 手里的匕首却钻得紧紧了 他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忽然抽走了我手里的匕首 并说道 危险 我说得紧盯着半吨在前的男人 说 嗯 霍时度慢条斯理地说道 曾旭 报警 保安慌道 先生 你信一个疯子的话 他站起身道 曾旭 把狗带回去 曾助理点头 想要捡起牵引声 却不想 阿拉斯突然朝他胸豪 吓了他一大跳 我叫 二狗 过来 并轻笑道 哥哥别抢狗了 抢人不好吗 莫名的 气氛都凝重了 男人丢掉匕首后 慢条斯理道 曾旭 这块地际的推平 曾助理连忙应声 医院其他人则 后背发凉 完了 这次真的踢到铁板子了 突然 一只手拽住了我的手 紧接着 不等我反应 一个天旋地转 就撞进了一个温热的胸膛 我脸色一变 下意识 搂上男人的脖颈 只听到霍时度低词的嗓音 勾着调侃和暧昧 怕什么 哥哥的腰很好 我收起笑容问道 你干什么 霍时度一脸云淡风轻 示意我接过伞后 就准备把人就这么抱走了 然而 就在霍时度刚走到门口时 莫的就听到了 有人大发雷停道 人呢 我妹要是不见了 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座穿吧 听见声音 我扭头就看见 晴浪俊脸凶狠的模样 晴浪看着我喉咙发干 说道 哥儿 没等他说完 我就看到了 和晴浪一起来的情友交 我道 这是不该来的斗来了 我当着晴浪的面 轻腻地贴在霍时度的耳边道 哥哥不是要带我回家吗 晴浪一脸猛逼 心想 这情况不对啊 这时候 哥儿应该直接跑到我的身边 求抱抱了 这突然出现的野男人是谁 抱着哥儿不说 还被哥儿甜甜地叫着哥哥 这怎么跟上一世不一样 难道是我重生 后来得太早了 我都没有这么抱过哥儿呢 我们走后 紧接着 晴浪俊拉着晴浪走 三哥 算了 他就是想 引起你们的注意 不过 闹得这么大 也是真的没有分寸 三哥你刚回国 有必要这么争宠吗 看着晴浪俊 不屑一顾地骄纵神情 晴浪谷节眠地发白 上一世 我们晴家把晴浪这个妹妹 当作掌上明珠 对哥儿气如鼻鼓 后来因为得罪了人 闹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可被我们当成亲妹妹的晴浪交 居然带着我们买给她的珠宝 卷款逃走 而哥最后那样地照顾我们 晴浪深吸了一口气道 你怎么来了 晴浪交道 三哥 这家医院的院长 好歹是我亲爸 我听说 裴允哥弄伤我爸爸 晴浪不耐烦地说 那你去照顾他呀 顿时 晴浪交脸色一见 他刚叫道 三哥 可是人已经没了影 车内 我刚上车就发现 旁边有一个穿着马甲的小萌雾 霍石渡漫不经心地边擦拭着手背 边说 你见他最后一面吧 小萌雾带着哭腔问道 为什么呀 阿拉斯你肿了 曾助理道 小少爷 阿拉斯是这位小姐的宠物 听言 小萌雾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道 姐姐 我把哥哥给你 不要带阿拉斯走好不好 霍石渡散漫地瞥了眼 他道 你再说一句试试 而后 小萌雾看着我 养着小脑袋道 姐姐 那我也跟你走吧 这时 只听见男人弹摸道 曾序 停车 把他抱回老宅 小萌雾难以置信 哥哥你过河拆桥 男人慢悠悠地说 博文客每周再加两劫 我揉了揉阿拉斯的头道 你再陪陪小朋友 过几天接你 小萌雾走后 过十度不紧不慢道 真想跟我走 我道 哥哥要是忙的话 可以把我放在路上 男人低声道 小姑娘离家出走 我总是要负责的 文言 我心跳莫名落了一拍 这样的男人 居然都不是男主 那为什么那个 叫成子怀的 能当男主 难道是因为他够变态 我露出名言的笑容 哥哥谈恋爱一定很快吧 男人懒散地道 其他男人也许很快 但哥哥只有训莫 我无语极了 总统套房 我被他放在了沙发上 他拿了一件衣服给我 我说道 你可以先出去一下吗 过十度凑近我道 怎么现在觉得 我是坏人了 上集说道 来到了酒店的总统套房后 我让霍十度 出去一下 我要换衣服 他说 现在觉得我是坏人了 小朋友 我要是坏人 你就不是坐在沙发上 而是坐在我腿上了 霍十度 瞥见我衣服湿零零的 问我要不要去洗澡 我说道 要去太脏了 然后向洗手间走去 洗好后 我便擦拭着头发 便问男人 你要去洗吗 霍十度 看着我低声应道 嗯 待会会有女性工作人员 过来给你送衣服 别放别人进来 我看了她一眼说道 好的谢谢 霍十度 兴趣不一会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我一回头 就看到个女性工作人员 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了个 穿着细高跟 打扮好看的包囤裙女人 工作人员眼神躲闪道 小姐这是您的衣服 把衣服递留以后 就走了出去 紧接着门一关 我就听到 女人语气不善道 你是谁 我抬眼看了一眼她 门了一声 然而 这神情落在女人眼里 却还透着 某种事后的慵懒 女人怒火中烧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懒懒地说着 不知道 我应该认识你吗 女人咬了咬牙后 伪善地平静道 小妹妹 你知道 你自己现在多大了吗 那是姐姐的男朋友 这和别人男朋友 开房的行为 不等她说完 我掀起眼皮看着她道 所以呢 她继续说 男人喜欢什么类型 你知道吗 女人和女孩 还是有区别的 我把衣服 放在了桌子上后 自顾自地 解开浴袍 轻笑道 现在的小哥哥好会啊 他看着我 脸色青红交错 你们做了什么 我边穿衣服边道 男人女人会做什么 你还不走 是打算留下来 看我们那个 女人怒气冲冲地 摔门而去 几分钟后 或是渡走了出来 闻到了 一股呛人的香水味 他问道 有人进来过 我边处理伤口 边不急不缓地勾纯道 已经走了 不过 哥哥回去 可能要好好解释了 他说 就没指望 你干好事 霍石渡见我伤口包扎的奇怪 干脆走到我面前替我包扎 他边包扎边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到裴允哥 文言 男人勾纯道 我叫霍石渡 电话号码会留给你 早点休息一夜好年 起床时 我看到茶几上 压着一张纸 自己仓境有力 下面还压了几百块钱 我拿着只想到 我现在不止欠人情 还欠人钱 离开酒店后 我虽然不喜欢 但还是打车去了一趟秦家 此时 秦家别墅里 秦浪坐在沙发上 不耐烦地抽着烟 神情懊恼 昨天 他居然顾着和秦永娇说话 让哥和别人走了 不过 上一世 是医院有个大人物的女儿死了 这家医院才被曝光的 在这之前 哥多次给我发消息 我都没有管 为什么我当初就是不相信 哥 这一世我绝不会放弃你 此时 我从门口走了进来 正好看到秦永娇 抱着手臂和秦浪道 哥哥我情房太晒了 你说好让陪允哥 挪卧室跟我换的 还算不算数了 顿时 秦浪俊领一将 随即没等他开口 我就走过来道 可以我准备住校 话落 秦永娇注意到我的长相后 却眼睛一荡 不可能 他怎么突然这么好看了 秦浪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哥你回来了 住校能习惯吗 听言 秦永娇都愣住了 生气道 三哥 陪允哥哪能那么娇气 我说道 你们慢慢商量 我就不奉陪落 我走后 秦浪刚想上楼 胳膊却被拉住 秦永娇不安地问 三哥你干什么去 秦浪甩开秦永娇的手抱 帮哥整理东西去 秦永娇看他转身就走 就发挥了一贯的胡搅难缠 问道 是陪允哥重要还是我重要 要是以前 秦浪会立即哄他 可现在 秦浪却像听到了 什么荒唐的话 不明意味地吃笑 她是我亲妹妹 这句话 犹如千金顶 直接砸得她 陡然发猛 不可思议 上集说道 秦浪对秦永娇说 我是她亲妹妹 秦永娇想到 她不可能故意这样 这指定是和陪允哥有关 秦永娇拦住秦浪说 三哥我去帮她吧 女孩子房间不好乱进 秦浪想到 我对她的态度后 停下了脚步 见状秦永娇咬着唇 很快上了楼 一定是这个陪允哥 使得绊子 二楼 我推开阴暗的房间 里面灰尘几重 我看见周围的驱邪幅 眼底都透着讽刺 怪不得圆主会崩溃 每天被当作中邪的人对待 谁也受不住啊 开灯后 我将校服找了出来 秦永娇靠在门上 双手抱臂 挑眉冷笑 陪允哥 你是真的计吃不计打 我没见过你这么没脸没皮的人 你以为你住在秦家 就能改变哥哥们对你的态度 还痴心妄想呢 我悠悠地反问 那你怕什么 被点破心思的秦永娇咬了咬牙 走到我面前玩味道 别在这里胡说 我能让哥哥们送你去疯人院一次 就能有第二次 在哥哥们的心中 你连我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就算我故意害你 秦永娇话还没说完 忽然就被我打断 差点忘了 将我送进精神病院这笔账 你说 我该怎么跟你算呢 秦永娇心里发慌 下意识后退说道 你敢动我一下 三哥和我妈妈会直接把你扔出秦家 我听秦永娇这么说 突然狠狠地推了他一下 疼得他五官直皱 并说道 这听上去还挺诱人 紧接着 不等他反应 我又提着他的衣领 向房门外走去 秦永娇俏脸一白 急喊 裴允哥你放开我 你是不是疯了 三哥救我 裴允哥他疯了 秦永娇狼狈的尖叫 把仆人和情浪都吸引了过来 叫黄妈的仆人指着我大骂道 裴允哥你做什么 还不放开大小姐 你个白眼狼 我则想到 自从来到这里后 我经常能梦到原主 从记事以来到几年后 惨死街头 我一个毫无干系 甚至没有同情性的人 都能感觉到 原主生活的压抑和追星之痛 这些人 怕真是不吐骨头的恶狼 秦永娇推着我拽着他的胳膊 并让我放开他 我掐着他的脖子 把他整个人 从二楼楼梯上扔了下去 秦浪跑了过来 问我有没有事 但是秦永娇打断了 我未回的话 说道 三哥我好痛啊 黄妈抱着秦永娇说 少爷 都是他 并喊道 还不快把这个贱丫头给我抓住 之后 只见他站起来扬起手说 性感这么对大小姐 看我不撕烂你这张狐狸脸 我抓着他的手腕道 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这场合什么时候 轮得到你在这撒眼 秦浪刚要说话 就被秦永娇打断 他说三哥 我好疼 秦浪边想 得赶紧把秦永娇送上楼 要不然还不知道 怎么栽脏根呢 边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将人送上楼 找医生过来看看 秦永娇美滋滋的想 三哥最在乎的人 还是我 他又拽着秦浪的裤子说 三哥 我的手会不会不能用了 过几天 我还有钢琴比赛 秦浪挥了挥手棒 还不赶紧把人带上去 女佣扶着秦永娇向楼上走去 他想哥哥一定是要 留下来惩罚他 正当秦永娇往楼梯上走时 皇妈夸张地说 少爷 裴允哥 这个贱丫头实在 是太胆毒了 他一定是故意推大小姐的 而且 这个疯子 刚刚还要把老活子的手弄断 我喝了一声说 想断手还不简单 我握住他的手腕问 我要不要成全你 皇妈则喊道 少爷救命 这个贱丫头是个疯子 秦浪惊讶道 疯子 皇妈 你喊个什么 都是这么对待歌的吗 秦浪接着说 你只是一个庸人 也敢一口一个疯子的叫我妹妹 我疑惑极了 他今天抽什么疯 我松开皇妈 神情淡漠地看向他 你也不用装了 随即我饶有兴致地缓缓道 毕竟人是我推的 上集说道 我对着秦浪说人 确实是我推的 其他人都震惊地看着我 裴允哥今天怎么跟风了一样 处处踩三少爷雷区 而秦浪却僵住了 毕竟秦家只有老爷子对他好 看不上秦永娇 老爷子却因为大病去世了 秦浪眼睛发酸 眼下却不想解释 只希望裴允哥能不走 紧接着说 你是因为他们 所以不想留下来吗 如果真是这样 我可以把他们都赶走 我随意地说道 这里有我值得留下的吗 话录 秦浪下意识拦在我的面前 很快又变了个理由 哥儿 学校宿舍一两天申请不下来 你再等等好吗 我平眉 这倒是真的 但是我的确一点也不想留在秦家 秦浪见我没有说话 紧接着可怜兮兮地说 而且过段时间 就是爷爷大寿 不如等爷爷过完寿宴再走好不好 其他人看到秦浪这个模样 都难以置信 三少这是在哄裴允哥吗 以前都没见 三少这么哄过大小姐啊 一旁差点被折断手的皇妈 更是惊呆了 他急着说 三少刚才这封 裴允哥差点把大小姐弄死 你怎么能 不等他说完 秦浪眼底续着寒光道 闭嘴 管家 给皇妈开三个月的工资 让他离开秦家 管家应道 好的 少爷 而此刻 皇妈也瞪大了眼睛 声音又急又尖锐 三少 我这是帮大小姐呀 您不是也最心疼大小姐的吗 他一个外来的 秦浪打断他的话 俊脸一沉 谁是外来的 哥是我的亲妹妹 秦家真正的大小姐 秦家还不需要给主人脸色的庸人 转头 秦浪看着我笑呵呵道 哥 二楼太吵 三楼三哥旁边还有个空房 住三哥旁边好不好 我低着头吻了一声 心想 我刚接手这个身体 的确没能力现在走 也只能 能把宿舍申请好 再远离了 秦浪跟着我上了楼 可等他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后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哥他就住这种地方 一直以为 哥和秦友交在秦家的用度是一样的 却没想到 他们对哥的态度 会让哥遭到这个待遇 我倒没什么东西 多搬两趟就行 秦浪上前 一声不吭地 替我搬走行李 见状 我皱了皱眉 感觉到秦浪不太对劲 二楼卧室 秦友交上玩药 心情不太好到 让皇妈过来吧 庸人神情胆怯 大小姐 皇妈被三少给赶走了 文言 秦友交声音拔高了一个度 你说什么 庸人低声道 因为皇妈当着三少的面 说二小姐是疯子 秦友交听到这话 低头沉思 三哥为什么会突然 在意陪允哥 甚至为了陪允哥 辞退了皇妈 这不是明摆着打他的脸吗 庸人给他递了一杯水道 大小姐 说不定三少爷是因为老爷 所以才对二小姐好的 老爷今年救病恶化 三少爷不能再和之前那样 为了您再和老爷吵架了 这话让秦友交的脸色好转 秦友交不甘道 老爷子从来是个只看血缘的 对他多好都没用 想到 我看上去是个光鲜亮丽的秦家大小姐 被三个哥哥宠着 可实际上 老爷子从来不让我去参加那些亲友会 庸人凑到他身边攻身道 所以 大小姐 您更要在老爷的寿宴上咽压群芳 活得好感 二小姐几斤几两 您也是知道的 听到这话 秦友交勾起嘴角 是啊 随便找他点麻烦 他都应付不来 裴允哥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废物 三楼卧室 搬完后 我看了一眼 秦郎道谢谢 秦郎说 哥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边向床上走去边说 不用 现在还不饿 晚一点再说吧 秦郎挠挠挠带道 好吧 你先休息 出了房门 庸人问道 要给少爷和大小姐准备晚餐吗 秦郎想了一下 随口到以后 订晚饭都按照二小姐的口味来 庸人却说 二小姐好像没什么喜欢的 秦郎一听 黑沉着脸冷笑 是没有哥喜欢吃的 还是你根本没把他当秦家的小姐 以后若是让我发现 谁对哥儿不上心 就给我滚出秦家 上集说道 秦郎吩咐庸人 以后吃饭按照我的口味来做 庸人们都来敲门羡美的问东问西 我一个不耐烦 直接把人锁在了门外 是夜 敲门声再次响起 我一看敲门的是秦郎 打开门 秦郎倾咳了声说 哥 我来接你出去吃夜宵 这样就算不知道哥儿的口味 也能让他随便挑 我说道 走吧 走到楼梯处 不知道秦郎娇是什么时候来的 只听他用撒娇的语气说着 三哥 你这是准备带我们一起去吃夜宵吗 秦郎脸色发沉 没等他回话 我想到 跟他们一起 估计会被秦郎娇烦死 说你们先去 地址发给我就好 并嘲讽着 你这恢复能力是真的好 这么快就不疼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 秦郎娇在后面气哄哄地说 三哥 你看他阴阳怪气的 紧接着 秦郎娇上前挽住秦郎的胳膊 秦郎直接正开了秦郎娇的手 边往前走边问 你爸他怎样了 秦郎娇眼里划过一抹嫌弃 却故作心疼地说 裴允哥废了我爸那方面 好歹 那也是我爸呀 秦郎吃笑 那又怎样 该走的程序 我不会让他少一个的 秦郎娇脸色发白 三哥这个意思 是想让我爸坐牢啊 另一边 当我坐车来到餐厅的时候 突然 一个老太太从我身后 拽住我的胳膊道 姑娘 可曾分配啊 要不要看看我孙子的照片 我就想要一个 你这样的孙媳妇 我心想 现在的老太太 都这么开放吗 并说道 老太太 我有男朋友的 紧接着 我撇见门口的一个小身影后 开口说我还有儿子呢 老太太显然不信 我说老太太 你先等一下 接着向小家伙走了过去 小家伙叫 姐姐 我问他 小家伙 你哥哥呢 小家伙撇了一眼不远处后 又疯狂地摇头道 我没有哥哥 我笑着弯下腰 又哄到 来 把你借给姐姐一会 我抱着小家伙 走到老太太面前 笑一一说 这是我儿子 小家伙抱着我 甜甜地叫了一声妈咪 老太太却拔高声音 边打量小家伙 边说 你这么年轻 就有儿子了 我不信 看上去不像你啊 我勾纯道 和他爸爸想 听到这 老太太还是怀疑 还要拽着 我去隔壁 给我看看他的孙子 僵持不久 旁边的小家伙 乃声乃气道 妈咪 我们就回家 心里想 霍石度又干什么了 让小家伙这么想离开他 也不知道是谁 把小家伙带出来的 把小家伙自己 放在这也放心 这时 只见老太太 呆愣地看着不远处 突然开口说 这小家伙是你的孩子的话 那他就是孩子爸爸了 像 这也太像了 文言 我立即回头 就看到那个 眉眼清冷金贵的男人 正迈步朝我走来 刚要解释说他不是 就听到老太太夸赞 你老公长得真好看 霍石度走到我们身后 摸着小家伙说 你怎么乱跑 小家伙低着头不敢说话 老太太热情地招呼 年轻人 快坐下 坐你媳妇旁边啊 霍石度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然后有兴致地问 媳妇 我说着误会了 紧接着却看到霍石度 从容不迫地坐在了我身边 并说 你怎么带着儿子跑到这边了 媳妇 我尴尬地想 现在的人 都这么乐于助人吗 上集说到 霍石度坐在我的身边 我感慨 现在的人都乐于助人 老太太接着夸奖 这孩子的爸 还真是没得挑 还是年轻人 知道怎么把握机会 我回到 客气了 老太太接着说 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刚刚小朋友就喊着 要跟妈咪回家 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吧 小家伙一听 后脑勺发凉 完了 哥哥要开始收拾他了 老太太离开后 气氛沉默了一瞬间 霍石度慵懒地开口 都挺厉害呀 小家伙抱住我的腰 瑟瑟发抖道 姐姐 我还是和你回家吧 霍石度说 曾旭 把小少爷带回去 我补了一句 小家伙是我抱来的 助理上前 把小家伙抱走了 霍石度打量了我一下 笑得撩人道 刚刚是偷偷 占哥哥的便宜吗 对哥哥一见钟情了 看着他的模样 我的心跳都漏了底拍 我说 不是 刚才给你添麻烦了 心里想的 我这才刚来两天不到 怎么走到哪 都能遇见这个男人 话音刚落 桌子上的手机 铃声就响了起来 我瞥见 是晴朗打来的 就拿起手机 对霍石度说 哥哥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下次请你吃饭 说完 我起身急不离开 随后 霍石度也回到了车里 小家伙神情胆怯 又忽然像想到什么 兴高采烈地问 哥哥 那个姐姐长得不好看吗 霍石度看了他一眼说 好不好看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小家伙眨着黑亮的大眼睛道 要是哥哥能把姐姐带回家 我就能永远见到姐姐了 哥哥不是还缺个女朋友吗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姐姐啊 心里偷偷想 也喜欢姐姐家的狗 男人说 算了吧 家里有一个不安分的 就很头疼了 此时餐厅内 我走到了桌子旁 秦友娇嘲讽告 这都几点了 不想来就不要来 没必要晾着我们 我坐在椅子上 懒懒对晴朗说 不好意思 有点事情耽误了 晴朗给我加了一筷子 才说到 哥 之前你不是想读恒德高中吗 我已经让人安排了 过两天 你就可以去报道了 秦友娇失态的大吼 三哥 他怎么能跟我在一个学校呢 心想 这万一被人发现 裴允哥是秦家真正的大小姐 该怎么办 我岂不是要在学校被人嘲笑 晴朗沉着脸说 哥为什么不能跟你在一个学校 我的事不仅不慢道 都行 随便你 现实世界里 我父母无意 十四岁的时候 我就跟着科学家的母亲 读完了大学少年班 直到后来母亲离世 才作为继承人 回到了父亲的公司 对高中的概念很模糊 在这里体验下 学校生活倒也不错 晴友娇与气轻烈道 你确定能跟上进度吗 我头一次 听到有人这么问我 贴了一眼 晴友娇说 尽量吧 晴友娇讥讽地说 你不知道 横德有淘汰制度的吗 你去读一个月 也没什么意思 心中说道 他哪里还不知道 裴允哥的水平 连原来高中的进度都跟不上 怎么可能跟得上 横德的进度 晴朗打断晴友娇 看着我说 没关系 三哥联系过校长了 咱们家上次捐了栋实验楼 无论怎样都不会让你退学的 晴朗想到 在上一世 也是后来才知道 哥在原来的高中被人勒死 遭遇到了校园暴力 以至于有了严重的交流障碍 现在我重生了 就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秦友娇自我安慰 三哥这样 只是因为老爷子 所以才对晴允哥好的点 秦友娇站起身对着秦望做 三哥 我去一下卫生间 到了卫生间后 给秦母打了个电话 秦母说 娇娇 遇到什么事了 还是想妈妈 秦友娇压抑着哭腔问 妈 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要我 如果有一天你不要我 我会给裴允哥藏位置 秦母安慰道 说什么傻话呢 你是名度其实的秦家大小姐 谁敢让你懂 放心 妈妈不会让人强斗属于你的一切 掉下电话 秦友娇嘴角上扬 得意的想 原本 只要裴允哥老是听话一遍 我还能和他和平相处 谁让他偏偏要跟我争了 裴允哥 秦家大小姐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 此时 亨德高中内 消息已经传遍了 七班要来一个转学生 据说 还和校花秦友娇家有关系 八成是狗皮膏药一样的穷亲戚 众所周知 七班是名副其实的后门班 七班也议论纷纷 有女生抱怨道 咱们搬来 转学生该不会是真的吧 那岂不是和我坐在一起 毕竟 除了他旁边的空位 另一个空位一直没人敢坐 一男生道 说不定是帅哥呢 女生吃笑道 拉倒吧 消息都传遍了 是一个女生 男生道 你说 转学生长什么样 另一个女生说 想下来的 能平头正脸 就不错了 此刻 老是办公室门口 我刚推开办公室的门 却不想在这碰上了原男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原来是原主的未婚夫 为了弃秦友娇 故意在众人面前 对原主好 但单独相处的时候 又让原主不要痴心妄想 甚至为了秦友娇 对原主动手 程子怀 看见我惊讶道 裴允哥 只是片刻 他皱眉想到 昨天 秦友娇说 裴允哥闹脾气 要他哥哥给他转学的事 多半还是因为 我们两个的婚约 就嘲讽道 你没必要追到这来吧 谁知 面前的少女 瞥了一眼她后 直接忽视她 走到七班班主任的面前问 您是文老师吗 文老师看着面前的女生 不可思议的说 你是转学生 我懒洋洋的硬着 嗯 班主任八卦道 你和程子怀认识吗 怎么认识的 我带着玩味的吃笑道 嗯 精神病院认识的 文老师无语的想 他知道 这学生还真是 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铃声响起后 有人幸灾乐祸 来了来了 转校生看起来 说她长得不好 成绩还差 典型的受欺负 都不敢说话 直到班主任进来后 他转过头 笑呵呵的说 这是我们的新同学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站在讲台上悠悠道 我叫裴允哥 同学们想 不是说长得一言难尽 放在人群中 都不想多看一眼那种吗 这模样放在情友娇身边 都能把笑花称得 索然无味了 我接着问道 老师 我做哪 班主任 说你自己选一个吧 还在心里安慰自己 这么可可爱爱的女孩子 一定不会给我惹麻烦吧 我扫视一下班级的空位 只有两个 在女生身边 桌子上堆满了东西 我就直接走到了 另一个位置上 上课时 老师让我把同桌叫醒 我勾纯道 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同学们则想 还行 还挺上道 知道陆远斯不能惹 我坐下后 等同学们上课时 戴好隐形蓝牙耳机 打开平板电脑 用课外书做遮挡 检查起递交的资料 检查后 把平板电脑放回了抽屉 下课后 同桌动了洞 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后 没捎一条道 一个和你无关的人 陆远斯皱眉说 你坐这里干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道 还有别的位置吗 陆远斯沉默一瞬 又说道 你是秦友娇的亲戚 听言 我忽然想了起来 貌似男二就是七般的 虽然不记得名字 但备胎精神 让人感慨 恋爱陪追 分手陪聊 就连秦友娇结婚生子 和橙子怀闹情绪跑出国 他都在身边 正想着 陆远斯嘲讽道 你是第一个 敢坐在我身边的人 你可以和别人换座位 我说 不用了 陆远斯突然勾起唇角说 新同学 提醒一下 有交的人员很好 我假笑着说 谢谢 中午 我收到了邮件回复 起身拿着平板电脑 来到了天台 因为出道意识 我不得不先找个工作 因为园主的背景年龄 几乎是没有任何 合适的工作 就只能在国外 找了份老本行 上集说道 我用平板在国外 找了份老本行的工作 手机响了起来 是马库斯 他说 您的资料我们看过了 您考虑来我们国家发展吗 我们可以让你移民改国籍 我说道 马库斯先生 我邮件里说得很清楚 我不移民 只做兼职 马库斯接着道 好吧 我们先签署临时合同 按照您的要求 先支付您三个月的佣金 您要是改变心意 我们国家随时欢迎 您这样的人才加入 这时 陆远斯来到我的身边问道 陪允哥 你在跟谁打电话呀 我转头微笑着说 兼职老板 陆远斯疑惑的想 不是在秦家借助吗 你秦家的财力 怎么会让他做兼职 想归想 说出口的话 却变成了 不要耽误学习 我边回没什么好学的 边想 这人很闲吗 拿起电话 边走边到 就按照现在锁你的合同签就可以 分成你们计算技术研究所定就好 陆远斯想 移民 研究所 这秦家的远房亲戚看起来有点意思 教室内 我走后 七班的几个女生 就围在了一起 他们讨论着 长发女生说 这么嚣张 陆远斯都不看在眼里 扎着丸子头的女生道 人家长得好看呗 心尽笑花呀 短发女生酸溜溜说 庸俗 情有交好歹才一双全 是年级内的前三 他又算什么 除了这张脸 还有什么地方 比得了情有交 丸子头女生接着说 怎么没有 那长腿细腰 充分证明了 什么叫做绝对领域和精准狙击 林吉威听到这 大吼道 滚蛋 说什么呢 林吉威喜欢陆远斯 也知道陆远斯喜欢情有交 但情有交和高三的成子 怀出双路对的 所以林吉威一点都不担心 可现在 一个转校生都敢和他抢人了 林吉威冷笑 是时候告诉他 什么叫做安分守己了 长发女生笑呵呵说 林姐这是要霸道护肤啊 林吉威嘴角一扬 俱傲道 少胡说了 我和有交关系好 有交不屑做这个坏人 但我不可能让那小贱人 爬到他头上去 直到快要自习 我才回到了教室 还没有回到位置上 就看见自己的座位上 被泼满了黑色颜料 林吉威走到我身后说 新来的 我觉得我得教你点规矩啊 我回头看着林吉威问道 你做的 林吉威说 你觉得呢 裴允哥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太把自己当个东西了 心想 我堂堂副总千金 会怕你一个无赖亲戚不成 话音刚落 陆远斯走了过来道 谁干的 教室内的人猛得一惊 就连林吉威都瞳孔一缩 怎么回事 陆远斯什么时候管过这种事了 没等他承认 教导主任的训斥声传入了众人耳朵里 你们班怎么回事 还不都坐在座位上 不知道开始上课了吗 教导主任走到我的面前 语气不悦道 你就是转学生 进了横德 就不要把之前的风气都带进来 不然 你到哪里都没用 还不回座位上去 我不怒反笑道 老师 请您先坐坐 话落 教导主任才看到我的桌子上 被弄得乱七八糟 一看就知道 是被人恶搞了 教导主任咳嗽了一下说 是谁欺负新同学 跟林极威关系好的女生笑着说 老师 估计是不小心吧 教导主任看了一眼 林极威忽然知道这件事 可能是谁做的了 想到自己的侄子 还在林极威父亲手下工作 不能惹恼了他 就说道 这件事会查出来 让人道歉的 我却悠悠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我走到了另一边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脚就把林极威的桌子踢翻了 我漫不经心道 不好意思啊同学 今天火气旺 同学们都惊呆了 教导主任的脸色都绿了 他这是故意用实际行动 反抗我让人道歉的解决方法吗 这时候 其他同学才发现 他们对新同学一无所知 原本以为 是个受人欺负的大美人 可没想到 新同学路子比路哥嘟影 教导主任气得两眼发黑 用手指着裴允哥怒吼 好啊你 当着我的面当众闹事 我低头乖乖说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你别凶我呀 教导主任满腔怒火道 装饰吧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给你家长 让你家长看看 不过你遇到校园霸凌准 回到教室的裴允哥 看到自己的座位上 被拖满黑色人了 就连课本都完全毁了 这时班里复黑女林极威 站在裴允哥身后 抱着双臂得意地说道 新来的 我觉得我得教你点规矩 话说这个林极威 在原小说里喜欢陆思远 而陆思远又喜欢秦友娇 表面上和秦友娇 是归命的关系 暗地里她可是最复黑的心机 心想着秦友娇有成子皇 陆远思只能是她的 忽然裴允哥反问她 你做的 高傲的林极威心想她堂堂付责千金 会怕你一个无赖亲戚不成 林极威和裴允哥对视上 莫名有点毛骨损然的感觉 随后喝笑了一事 承认是自己所为又如何 话刚落 陆远思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眼前的一幕随口出 谁干的 一旁的心机表林极威顿时愣着 怎么回事 陆远思什么时候寡妇这种事 当她犹豫时 外面响起了一道声音 你们般怎么回事 还不都坐在座位上 不知道开始上课了吗 愚蠢的老师 不分青红皂白的上前 就被裴允哥没好气的说话 你就是转校生 一个普通大学的岔生还敢来横格 进了横格 就不要把坏风气带进来 不然你到哪个都没了 还不坐下 然而裴允哥不怒 反而笑嘻嘻的指着沾满墨水桌子 让老师先坐 老师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看到被弄得一塌糊涂的桌子 这是被人恶搞了 是谁这么欺负新同学 随着林极威可可两声 老师也明白了 肯定是他干的 想到自己的侄子 还在林极威父亲的手下攻击 可不能真的较真 裴允哥也看出了老师 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那只有自己出手了 说着便走向林极威的位置 只听喷的一声 桌子倒地 霸气的裴允哥 长腿一抬 直接把脚踩在桌子上 更直言 不好意思啊同学 我跟你道歉 今天火气忘了起 林极威和同学们的脸色顿时变 老师的脸色刷得一下变绿 心想这个转校生太嚣张了吧 随后便是叫家长 一通电话打到秦浪那口 表示裴允哥在学校乐意针对同学 当众踢翻同学的桌子 还顶撞师长 然而秦浪还不了解自己的亲妹妹 笑了笑直接怒罪老师 你少对我胡说八告 你怎么不说他杀人放我 随后还严厉地嘱咐老师 如果自己的亲妹妹在学校出什么事 你们一个都别想逃脱责任 说着便挂断电话 继续直播 没想到看直播的粉丝都炸了 屏幕上弹幕不断演出 都以为秦浪是维护她妹妹 都直呼是妹空 没过多久 秦浪妹空就上了热搜 秦友娇旁边肯定少不了舔狗之人 说着就有人来讨好秦友娇 友娇 你哥哥好宠女啊 秦友娇一头雾水 怎么会突然问这 当秦友娇看到手机上的热搜时 他不自觉地嘴脸上了 却故意说道 最近跟他闹脾气 别给我聊他 自以为是的秦友娇 他以为三哥在维护她呢 殊不知再次重生的三哥 早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 晚上在秦家大厅 秦友娇正开心地和秦太太谈着情 见裴允哥回来 还不忘大声说话以示炫耀 这时的秦友娇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缠着秦爸爸炫耀着自己的成绩 要他给自己开家长会 得到的回答自然是曲 之后又得意地看向裴允哥 他对这些自然是不在意的 秦浪见状赶紧跟上细心地 问他在学校的情况 这时候秦妈妈喊秦浪吃饭 没想到得到的是他的一句怒吼 人还没到齐吃什么饭 而秦妈妈被吓得一惊 没想到秦浪为了裴允哥这么反抗他 秦友娇也在心里暗暗生气 这时裴允哥走到餐桌旁顺势作家 面对秦爸爸的关怀只是搪塞过去 这时又提起了陆家寿宴的事 秦妈妈自然是为了秦友娇那个宝贝女而争取 表示橙子怀也会去想搞好两家的关系 看不下去的秦浪 想接着此次机会公布裴允哥的身份 见秦妈妈反对的样子 裴允哥直接表示自己对宴会不感兴趣 说着就放下筷子想赶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秦家裴允哥刚转身准备离开 秦爸爸就站起来在后面喊着 裴允哥也没指望你和娇娇一样聪明懂事 但你可不可以听点人话 裴允哥此时攥着拳头大步离去 秦友娇正得意地望着他离开的背影仿佛一个胜利者 秦爸爸这时还不忘了一个骂后感 孩子不放在自己身边养到底不像自己人 宠妹妹的晴朗一听这话啪的一声将筷子摔在桌子上 随后起身去追自己的妹妹裴允哥 其妈妈也跟着疑惑 这两个儿子最近怎么都这么奇怪 此时的霍石渡正坐在酒吧的包房里 只见他优雅地掏出打火机为自己点了一根烟 酒店老板正点头哈腰地询问霍石渡的需求 渡爷真的不用给你找个伺候的人吗 原来霍石渡此时出来是为了躲家里的老太太 再过半个小时回去 他要是不回去我就只能住酒店了 说着暗灭了手里的烟 听着包房里的人说外面有一个可证的妞 心里总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这时秦玉发来信息 想叫霍石渡帮忙找一下妹妹 并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裴允哥 酒吧内被男人搭上门外 喧闹的酒吧内 一个神情冷漠的男人拥挽了别人一根烟 突然一个手下谗媚的 杜爷您真不要地伺候他 刚说完霍石渡就语调淡良地告诫他们 管好自己 这时霍石渡的手机响起 是秦玉发来的消息 秦玉是裴允哥的二哥 也是霍石渡的好友 因为他身在国外 刚听秦郎说自己的亲妹妹进了酒吧 心急如焚 便委托霍石渡帮忙查查监控 看到消息后 霍石渡真没想到一个小丫头竟如此大胆赶进嘴巴 随后便竟直往外走去 把台上裴允哥一手戳着塞 眉眼慵懒明夜 自然避免不了引起巴黎男人的注意 与此同时 陆远思和朋友也一起来玩 一抬头就看到裴允哥 心想这个裴允哥比自己还能玩 说着便转身离开了 就在这时 陆远思和朋友是个恋家 直接直呼让他们滚蛋 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竟让裴允哥给他们给盆烟 裴允哥不焦不灶的说点烟可以了 你看 这烟像不像你们坟头的枪 一时间 两个男人气急半坏的说裴允哥不知好歹 裴允哥缓缓站起身来 霸气的回了一句 习惯了 不知好歹很多年了 下一秒就见一个男人要对裴允哥动手 现在的裴允哥正想练练手 既然不知死活 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他 上去就抓住男人的衣服 随后就是一个漂亮的脚端 男人口渡鲜血直接飞了出去 裴允哥整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轻笑一声 吓得凌家少爷连连后退 更是骂手下都是一群废物 就在这时 出现了几个不知名的宝妖 告诉灵上 杜爷让他回去 裴允哥一听是霍石度 刚想穿衣逃离现场 表示自己给杜爷个面子 并让这些废物戴下去 不料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衣衣 心想完了 还是被抓了个现象 霍石度轻轻放下裴允哥 真是你啊 裴允哥装傻冲愣的微微一笑 忽然霍石度惩罚性的轻敲了下他的额头 谁同意你来这了 小姑娘 顿时 几个跟着灵绍的小姑 都不禁浑身发怒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是不爷的人 裴允哥在酒吧被人搭讪 就在想要逃离的时刻 不曾想又一次撞见他的救命恩人霍石度 尴尬的裴允哥看着眼前的霍石度 下意识反驳到我19岁 霍石度立马质问他 我安慰他别害怕 一会跟他走 并表示自己要先处理点事情 这时 霍石度目光轻慢地扫射过灵志轩等人 酒醒的灵志轩咽了口碰 软着腿堆在地上 抱着杜爷的腿 咕咕的自己有眼不见 要知道是杜爷的人肯定不想碰 乃至杜爷不紧不慢地 抬起手在他脑袋上 弹起了烟灰 男人任由杜爷把他的脑袋 当作烟灰当时 嘴里漫不经心地说道 想碰他 灵志轩几乎吓破了他 凄惨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最后霍石度为了不让裴允哥害怕自己 就饶了这些下雨 另一包厢内 裴允哥看到霍石度从不也出走 刚想从口袋里拿出钱 还给霍石度 不料下一秒霍石度就抓住 裴允哥的胳膊说 小姑娘 给你个建议 还没得等裴允哥问明白 就被霍石度拉着胳膊往外走 裴允哥上车之后 揉了揉太阳雪 实在不想再见那烦人的一家人 只能祈求霍石度暂时收留他 表示自己可以支付房租 突然霍石度似笑非笑地调盘 你当我家是酒店吗 裴允哥连忙摇头解释不是不是 看着疲惫不堪的裴允哥 霍石度暖心地问道 你多久没睡了 裴允哥表示他自己不进 只知道自己经常失眠 长期这样下去估计活不到四五十岁 还没等裴允哥避允 就听到霍石度低音枪响起 过来 云语 裴允哥顿时大脑短力 心想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喊他 霍石度拍了拍大的 腿给你枕 过来睡后 裴允哥娇羞地说这样不好吧 不过他还是没有拒绝 直接趴在霍石度的腿上睡着了 他看着熟睡的允哥 一时也想做空 为什么会把他带回家 初见时 只觉得这是只可怜兮兮的小奶猫 装观又爱挠人 可现在有人敢欺负这只小猫了 心里竟然有了莫名的保护物 这小姑娘长得过分好看 秦家如果管不住 迟早会被人带坏 他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脸蛋 没过多久 裴允哥就睡眼惺忪地醒了 他揉着眼睛 过了会才反应过来 嘴里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哥哥一个人睡吗 过十度没想到这小姑娘能这么直击 他目光深奕 直勾勾地看着女儿的说 云云 你是成年人了 对哥哥把持住 这两个家伙不愧是同桌 一个比一个也 老师早课上就大声怒吼陆远思 校服也不穿 书也不淡 陆远思也没在意 而望着门外想着那谁今天怎么还没来 老师更是火冒三丈 这学校还有比你更嚣张的人吗 话刚落 却听到门口的声音响起 报告 只看到陪允哥站在门外 老师犀利地说 转校生 你书包呢 我忘带了 老师被气得差点合屁 行 一个比一个也 我看你们七班是名副其实的后门八 这下可忍入了下面的同学 纷纷表示各自的不满 老师面无表情地问 你们以为 要不是你们的爹妈的资源用物 你们能读得上本科 顿时 几人欲言又止 只能闭嘴 接着老师就让两个迟到的家伙 去找其他同学的书一集 陪允哥是新来的大家都不理他 自然没人愿意会借书给他 老师 我听着就好了 话刚说完 就有一个男同学主动过来要和他一起 陪允哥自然是很高兴 便把桌子磨了磨 我叫楚之行 男生介绍自己 陪允哥也不例外 很有礼貌地说道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你好我叫陪允哥 与此同时 原本准备看陪允哥笑话的林极威 眼色难看起来 阴狠地扫尸过楚之行 他冷笑地说道 这个死胖子 居然都敢插手他的事 昨晚他就已经在班里 警告了班里人 不要对陪允哥好 没想到 还有人不知死活地插上一脚 下课后 陆远思就过来告诉陪允哥 不要和楚之行走太紧 这个人有问题 他经常看到他在厕所偷偷注射料理 陪允哥没烧青铢 露出一丝笑意 却没人知道他想什么 陆远思见状 刚想继续开口 却止住了 他松了吗 管陪允哥做什么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会听他 随便 陆远思刚说完 都管闲事是不是 脑海里第一反应 就是楚之行 因为自己的欺负 果然在一个角落里 林吉威带着几个 不学无数的家伙 在欺负楚之行 只见楚之行在地上苦苦哀情 放 放过我 身边的几个男生 正使劲踹着楚之行 嘴里还讥讽地笑道 给爹跪下来承认错误 就饶了你怎么样 小胖子脸色异常的白 像是承受着什么痛苦 皱眉流着冷汗 一群败类不忘嘲讽着 你看着肥猪 走得浑身肉都在动 像猴一样的男生 拿出手机 对准楚之行就要拍视频 来 看这边肥猪 而楚之行浑身都在发动 眼底时不时浮现出 难以压下的暴力和阴影 他脑子里一直回转的一个声音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这一切都会好 他应该送这群畜生下毕衣 忽然 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们在做什么呢 楚之行眼底 蠢蠢欲动的邪气和风 都瞬间消失了 看见是裴允哥来了 灵极为冷笑着说 你还敢来 上次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吗 一旁的男生看到裴允哥 瞬间对他的外表吸引 的确好看 连情有交都没法抖 裴允哥大步走到楚之行的身边 看了眼浑身糟糕的看 裴允哥云淡风轻的问 谁弄的 如果遇到同学被欺负你 会出手相救吗 裴允哥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楚之行 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笑话 忽然一个男生正要给楚之行 拍不雅视频 并示意裴允哥不要多管前世 壳下一颗一只细白的手 却搜得一下抽走男生的手机 男生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裴允哥随意扫了眼男生录的视频 裴允哥眼底的戾气一点点自身 觉得现在的小孩这么会玩 男生刚想伸手去抢 谁料裴允哥直接手一疯 手机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这下可惹怒了男生 地旁的灵极威更是火上焦热 给男生提议 不如给裴允哥拍个更刺激点的视频 位在地上的楚之行顿时慌张起来 他一个男生被拍这些 都感到羞虑 更何况一个女孩子 忽然他一把拽住男生的肚 让裴允哥赶紧走 而男生一听 满脸暴力地说 死肥猪还敢管我的事 找死 说着就抡起拳头朝楚之行打去 楚之行下意识紧闭双脸 等待着疼痛来袭的时候 却迟迟没有动静 他微微眯开眼睛 却看到裴允哥一手拽住男生的后衣里 这一幕让楚之行大为吃惊 裴允哥大声说道 人家好歹借过我输 你还想当着我的面板啊 随后便是暗头杀 嘴里还不忘说道 垃圾 就是欠收拾 还没两三下 男生直接就被裴允哥配欧 一旁的灵极微声音颤抖地对裴允哥说 你就不怕被赶出横德 裴允哥慢悠悠地撇过去 没什么好气地说 别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 就在这时楚之行脸色发白 呼吸困难 一副发病的状态 裴允哥转身走到楚之行身边 灵极微几个见证 撒腿就跑 裴允哥询问着楚之行需要药物室吗 还是注射剂 我还是送你去医务室吧 楚之行咬牙凝人 眼底却充满了血丝 声音压抑地发颤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 不然 裴允哥悠悠地声音响起 你不想我踹你几脚 让你清醒一下吧 有病就治 听懂了 谁没三病两个 楚之行没想到裴允哥竟然不恐惧和嫌弃 把他当怪物 要知道以前发病的时候 连他的妈妈都害怕他 看着眼前的裴允哥 楚之行低声疑难 你脾气真好 他哪里知道 裴允哥为了他 竟然耽误了一场自己兼职的事情 不过幸好的是楚之行被送来的及时 并没有大碍 另一边教室内 都在议论笑话男生被打的事情 一个女生兴奋地透到秦友娇面前说道 友娇 那个转校生不是你家的穷亲戚吗 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秦友娇假笑地说道 我和他不熟呀 说吧 便要去洗手间 斗廊进口 秦友交给秦母打了个电话 并有心机地向秦母报告 裴允哥在学校的事情 而秦友娇阴暗地笑了下 他当然不是为了裴允哥好 而是让秦母看到 裴允哥和他之间的差距 根本比不上他半分 你见过这么狠心的个母亲吗 亲生女儿在学校出事了 竟然为了面读当众否认是母女关系 裴允哥殴打的那个男生 钱成俊也是有背景 他的老爸早已在校长室 等待学校的苦力方案 裴允哥来到校长室 校长没好气地质问裴允哥 钱成俊是你弄伤的 校长也很难闷 秦家怎么会有这么一个 惹是生非的穷亲戚 裴允哥供认不错 钱成俊的爹询问 裴允哥父母是干什么的 裴允哥爽快地回了去 我是孤儿院长大的 乃至钱成俊的老爹 竟然给出裴允哥两个选 要么退去 要么给他的儿子下回道歉 裴允哥毫不畏惧地说道 大叔 你是在威胁我吗 话还没说完 秦母就赶到了现场 校长没想到秦夫人 会为了一个穷亲戚亲自的 下一刻 怒气冲冲的秦母 就扯住裴允哥的手 裴允哥 你是不是压根不想学书 就想做个废物 当初就不该把你接回来 闹出现在这些事情真丢人 裴允哥冷冷地看着秦母 使劲地震开秦母的手 秦夫人 自终 一旁的钱成俊的爹 看到秦母也是意料之外 心想这个学生 不是在博尔院长大的吗 随口便问道 这个学生是您的 秦母深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好自己优雅贵宿的形象 微微一笑地说 钱总 这是我 前段时间接回家的一个女孩 心想可不能在这公开她的身份 不能让她给秦家添麻烦 一定要把她给赶出去 哪知秦母还让裴允哥 承担该承担的法律后 只是绝不能留在横底 不能让她影响焦焦 这时门忽然被踢开了 秦浪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直接反驳 你有什么证据 秦浪说着上前拉起 裴允哥的手就往外走 秦母顿时被秦浪的 举动气的发光 脸色变得更阴沉 秦浪呢 而这时 裴允哥正开秦浪的手 更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人 确实是她的 秦浪内心十分低落 心想着哥就算承担后果 也不想和我有什么牵引 难道哥再也不肯原谅我呢 秦浪向前安慰裴允哥 你别怕 三哥会护着你 秦母一个凶狠的眼神望着秦浪 并警告自秦浪 她只有一个妹妹 秦友娇 裴允哥笑了笑说道 这事 确实是需要有人退学 钱承俊的老爹 以为自己胜券在无 正当他得意的时候 门口就突然涌进了 四五个致富人员 秦先生 你还记得去年 你儿子就在锁里立过案吗 上次没找到证据 但这次 令公子校园霸凌的视频 在学校论坛里传开 总共有65个视频 都在热搜上挂着 您路上可以自己看看 钱承俊的老爹立马慌了 洪志 是不是搞错了 我儿子去年的事已经结案了 结案 那个孩子至今躺在医院 你赔点钱 就能放回他的人生了 钱承俊的老爹脑子 都乱嗡嗡的 目光恰好扫射到裴雨哥 没想到自己会 待在这个小丫头篷子上 他眼睛瞪得赤灰 恶狠狠地握紧拳头 就朝裴雨哥打去 下一秒 就被飞衣男人一头拉开 飞衣男人没想到 一个学生能有这么大的点事 直接黑了拳网 钱总部风才怪呢 门口又突然想起了一个声音 是楚之行 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裴同学是为了帮我拍打人的 我没骗人 我证明给你们看 说着便解开自己的意义 露出满是伤痕的身体 这个男人上一秒 还在叫嚣让裴雨哥 给他儿子下回道歉 下一秒就被黑衣男人带进局 只因他的儿子 长期霸凌同学视频 被放在网上 定上了热搜 这下证据确凿 他也无话可说 走出办公室 裴雨哥就申请 添加了货十度为好人 目的只是为了还他的钱 就在这时 情母怒气冲冲地 朝裴雨哥又是一根训斥 一句话不说就等 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我都不信情 你让我回哪 裴雨哥说完便转身离去 这下可把情母气得不轻 另一边 过十度手机铃声响起 拿起手机一看 哥哥的小夜音请求添加好脸 顿时 过十度帅气的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口是心非得说着 小孩无法无天了 校园内 同学们都在讨论 网上论坛的事情是谁所为是 楚之行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只见裴雨哥不断在手机上输着命 内容正是热搜上的帖子 没过多久 就发现帖子被删除了 殊不知裴雨哥可是这方面的刀手 楚之行默默地跟在裴雨哥身后 刚要开口送裴雨哥回家 突然裴雨哥一个侧身 迅速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看向不远处的霍十度 楚之行一口雾水 裴同学 你是在躲那个人吗 嗯 我哥哥 其实 是我没想好怎么面对他 你不知道 我是胸控 而年幼无知的楚之行一听 直接实话 霍十度一眼就发现了裴雨哥 小样的 还想躲着我 裴雨哥也只好缓缓走向霍十度 当楚之行看清霍十度的脸床时 他不敢相信世界竟有如此绝美的人 一脸崇拜地和霍十度打声招呼 随后便离开了 就在两人准备打情骂俏之时 裴雨哥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他的父亲打开的 事宜他抓紧时间回老宅 他的爷爷想见见他 谁知情过还不忘让裴雨哥在爷爷面前 替秦友娇说说好话 让秦友娇能回到老宅居住 裴雨哥听到此话 嘴角不禁上扬 没想到秦家父母竟如此的偏心 竟然还有脸让我给秦友娇说好话 不过您看我像是沈无德东吗 然后转头对货十度甜甜地说道 哥哥 可以送我回趟秦家吗 不过母亲总是偏心到了极致 对亲生女儿射入奋土 而对养女却是百三乎乎 今天是秦家老爷子的生日 秦友打算利用这次机会 说服老爷子让养女秦友娇 住到老宅里 并为养女秦友娇 爷爷也是澎开的 只是他在乎血缘关系 才会看中陪雨哥 随后便把自己提前准备的贵重礼物 一给秦友娇让他一会送给爷爷 还说爷爷看到他的笑心 不会那么铁实心肠的 而对亲生女儿却是不管一顾 秦母恋爱都捕捉过秦友娇的脑袋 还是娇娇跟我们秦家长眼 那个陪雨哥就是个废物 只会让他们丢脸 无论如何 也要保住娇娇 秦友娇大为感动 直接激动地抱住秦母 却掩饰不了眼底的得意不服气 陪雨哥是秦家亲生女儿又怎样 秦家这一切最终还是他的 突然 人啪的一声响 只见秦老爷子走进了家门 迫不及待地在寻找自己的亲孙女 我家哥呢 秦母一脸假笑地说 大概是还没有到 他话方一转 意味不明 娇娇和他是一个学校 做娇娇很早就回来在这里等您了 不知他在忙什么 听到这话 秦老爷子就黑了下来 这是挡住爷爷的面 说哥没消息 不行 乖不在场 我要帮他丢回去 当要开口 就听到老爷子对着秦母大声怒吼 你连自己的女儿带忙什么都不知道 还好意思说 万一路上遇到麻烦怎么办 秦老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真的不用他帮一点呢 爷爷还是和以前一样 偏心到极致 紧接着秦父向前解释 爸 那孩子也不要我们管的 随后秦父堆起满脸笑容 告诉秦老爷子 娇娇如何如何的优秀 为了秦家的缘练 并试以秦老爷子 能让娇娇回到秦家老宅居住 秦老爷子还不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 他们这样偏心 到时候哥怎么办 他一把甩开琴步的婆婆 不想听他瞎啪啪 心里只有宝贝孙女 立马让秦老给雨子打电话 此时 门口忽然想起了用用蓝蓝的掌音 来晚了 道歉 这个母亲太恶毒了 竟然在秦老爷子的生日会上 故意抵抗自己的亲生女 为了能让自己的养女 得到秦老爷子的认可 可惜秦老爷并不买他们的账 当裴雨子走进家门后 秦老爷子就急切地关心亲孙女 哥 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 才这么往回呢 爷爷我没事 我只是下午自习刻不小心睡着了 所以来晚了 突然秦母就过来 指责裴雨子不学无数性的效果 这可惹怒了秦老爷子 老爷子一把拉过裴雨子的手 表示以后他的财产 都留给裴雨哥逍遥一辈子 还有那三个哥 如果欺负裴雨哥 就把他们的脖腿打断 秦浪一个邪师看向裴雨哥 表示只要哥愿意 我的就是哥的 这可惹坏了一旁的秦友娇 心想这个死老头子 他根本就不是偏心 他一颗心尊明是在裴雨哥身后跑 忽然秦友娇神情暗淡 妈 我是不是不该来这的 秦家夫妇顿时心被刺痛了下 又立即挽住秦友娇的神 耐力地讨好秦老爷 秦友娇刚想将手中的礼物和递过去 却听到秦老爷子淡淡地说道 哥这么晚他回来 一定饿了 我们先吃饭 哪知秦母亲而不舍 务必让秦老爷子收下这份礼物 秦老爷仍是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 我心了 心机的秦母把目光投向裴雨哥 哥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这孙明就是故意让他当众出丑难堪吗 他哪里有钱买这贵重的礼物 裴雨哥吞吞吐吐吐说不出话了 就在这时霍石度再次出现 听说今日秦老先生身体稍安 出院回家了 我特地来拜祭 秦老爷子久远 我叫霍石度 秦浪一眼就认出 他就是之前拐走哥的那个 他并没有说出来 怕给裴雨哥惹出什么事端 忽然 秦母笑着问 不知霍先生有没有婚配 这可气坏了秦老先生 霍家继承人还用得着他来操心婚配吗 在得知霍石度还是单身时 秦母哪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于是便推销起自己的养女秦友娇 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到老爷子带有警告意味的视线 接着声音戛然而止 他心里自然不舒服 这样条件优越的男人 总不能让娇娇错过 霍石度随口叫了一声娇娇 秦友娇听到男人喊自己的名字 立马修红了脸 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加速跳的 忽然 霍石度转向裴雨哥温柔的说道 云云 你的小朋友 不过 哥哥还是比较喜欢云云 秦友娇脸色立马变得阴云沉 裴雨哥怎么会认识国家的人 裴雨哥看着霍石度微笑说道 偶然认识 老爷子也有些难以置信 可可两声缓解尴尬 一定是哥麻烦霍先生 霍先生温柔地看向裴雨哥 谈不上麻烦 云云 见到哥哥都不叫人了 裴雨哥笑着喊了声哥哥 而秦友娇却忍不住开口 霍先生 我叫秦友娇 您可以叫我娇娇 霍石度眼皮也不撩一下 极为敷衍的门一声 表示知道了 这天差地别的待遇 直接让秦友娇的脸色红了又白 更是被齿咬紧的存 为什么这个男人 面对陪雨哥的时候 那么轻易 对他 却截然相反 这个男人名叫霍石度 年轻有为 风度偏偏 秦母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拉着养女秦友娇的手 向前就是一番疯狂的介绍 秦老爷子实在看不下去 背着脸喝知道 够了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行妇见状立马前来救场 让大家入座先吃饭 在这个家里 只有秦老爷子和元主最好 可惜很早就因为炉内肿油去世了 元主才会被那些人欺负成那样 这一次既然是自己代替元主的 自然要弥补这个遗憾 陪雨哥打开手机一看 是之前联系了医学界出名的专家回信信 翻桌上 秦母还是故意针对陪雨哥 追问他给爷爷准备了什么礼物 故意让他难堪 这哪里是亲生母亲水人 处处为难自己的女人 陪雨哥淡定的盛着汤 缓缓说道 我没买 行友交在一旁添油加醋 表现出一副人处无害的样子说道 爷爷刚回来 你怎么什么都不买 行浪气愤的大声说道 哥儿哪有你那么多钱买礼物 他的生活费才多少 老爷子听后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排 什么 哥儿没有生活费 你们怎么做父母呢 秦母下得立马站起身来 支支吾吾的解释 是管家私吞了 秦父更是把此事撇得一干二净 说自己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老爷子被这俩闯过 差点气到英俊 陪雨哥急忙安抚爷爷别生气 虽然自己没有钱 但是也有礼物送给爷爷爷 随后拿出一条围巾 爷爷接过围巾 忍不住激动地问 哥儿 这是你知道 嗯 不知道爷爷喜不喜欢 喜欢 爷爷太喜欢了 这是个亲手做的 你什么都好 老爷子当宝贝地捧在手心里 眼睛逼成了一条缝 这下可把秦友娇气的半死 没想到爷爷真是蠢女哥 自己两百万的礼物 还比不上他不到两百块的一条围巾 过十度没想到秦家父父 竟如此对待自己的新闺女 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陪雨哥 过十度心想 怎么能让你们欺负我的云女 云云的礼物是有点小孩气 可心是真的 既然秦夫人觉得不合适 那我替云云祖哥合适 于是拿出一份合同书 忽然陪雨哥的手机响起 他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就朝洗手间走去 秦老爷子看着眼前的合同陷入了沉思 要知道 以秦氏集团的资质 是根本不可能和国士集团这样 跟比于集团合作的 这份协议的营与紧上秦氏几年的总产 如果真拿了这协议 不就是卖孙女吗 秦老爷子直接拒绝了霍石度 并表示这份礼物太重了 旁边的秦母看着眼前的霍石度 心想以她的身份 总不可能是喜欢陪云哥那个废物 霍石度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是怪不得云云 来得仓苦 我也忘了替云云准备礼物 让他陪我家带过 秦浪一点惊讶 什么意思 难道哥儿现在住在他那 秦老爷更不敢相信 自己的亲孙女 现在连自己家也回不了 霍石度坦然承认 之前 不想秦老先生因为这个事 和云云不愉快 所以没提过 霍石度的目光扫了眼秦家夫妇 意味不明的事意 云云要是住的高兴 也不会在晚上一个人跑出去 秦老爷子平年 顿时心疼死陪云哥了 他脸色黑沉地扫射过秦家夫妇 突然觉得住在霍石度 还挺好 看着眼前的霍石度 家世 样貌都确实是无可操体 将来 如果他不在 总要有人来护着哥 随后便把协议推回 让霍石度拿回去 霍石度坦然自若地说道 秦老先生就当作是云云送的 我也想替云云向秦老先生要个诚意 这是我见过最霸气的宠妻狂魔 他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 所以他的女孩可以从这里排到了访责 可他却只重于一个女孩 而女孩在父母眼里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第一次来到女孩家里 就以女孩的名义送给爷爷一份大礼作为生日礼物 这份合同足以抵得上秦家多年的收益 但爷爷却拒绝了这份大礼 因为他收了这份合同书 就相当于卖掉了自己的青森力 然而霍十度只是想替陪云哥向老爷子要个承诺 就是秦家的四个继承人之一 这个要求无一让秦家夫妇不满 夫妻二人急忙占了起来 爸 绝不能把娇娇从第四继承人踢出去 他虽不是亲生 但也是秦家公开过关系的小费 秦友娇更是断解了拳头 心想着 为什么霍十度这么维护陪云哥 现在自己还要被踢出秦家继承人的名单 那自己这么多年在秦家算什么 这时秦友娇可怜兮兮的问货事 难道是允哥跟你说什么了吗 你也觉得是我抢了允哥的一起 难道不是吗 他同意让你拿了 在洗手间的陪允哥联系上 一位技术高超的脑壳专家 给他爷爷做手术 当回到客厅室就感觉气氛不对 大家都沉默不语 这是什么场地 刚刚他是说什么了吗 霍十度淡定的靠近陪允哥小声地说道 你爷爷让我带你回家 我还跟你爷爷要了点带早费 陪允哥忍不住多怕的眼霍十度 心想霍十度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勾人呢 突然 秦友交这朵白莲花 笑着对爷爷说 继承人的事情您再考虑一下 我给您预约了方格生医生 我想他一定能治好人的病 这不是明显的在和老爷子谈条件吗 这可让秦家夫妇高兴坏了 还是自己的宝贝女儿想的周到 这时陪允哥也希望爷爷也能把病例赞给他一份 没想到就遭到秦妇的激励 当骂陪允哥和秦友交争捆时 秦老爷子主不管家把他的病例拿回来 因为他心里明白哥是个有孝心的孩子 陪允哥也向爷爷保证只要有1%的成功率 即使鬼灵关走率高 也要把爷爷给拽回来 如果有一个身价千亿的霸道总裁 把你从父母身边买走 照顾你一辈子 你愿意吗 为秦老爷过完生日 或十度就带着陪允哥准备回家 只见秦友交哭哭啼啼的从屋内跑了去 秦母在后面哭哭哀求他 别离开妈妈 不料下一年 秦友交就被一个小狮子扮得开门 戏经上身的他气不成声 妈 我不是秦家的人 我就是个外人 我还不如死了算 秦家夫妇根本不在乎 还没走远的亲闺蜜的感受 一把抱着秦友交 说着无比崇异的话 虽然陪允哥知道父母分心 并不带点 可他还是渴望父母爱 此刻他听到妈妈这么说 内心还是非常难受的 就在这时 或十度直接把帽子戴在他的头上 关切地问道 看什么呢 你哥哥好看了 陪允哥不由得用手 拽了一下或十度的父母 或十度一把把陪允哥拦入怀宫 没什么好看的 允允 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咱们回家 陪允哥立马羞红了脸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会勾引你 而躺在秦母怀里的秦友交 想利用父母的宠爱来弃陪允哥 他知道陪允哥最在乎父母对他的态度 可这一次让他失望了 陪允哥完全不在乎 反而还和或十度调起了情 逐渐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 回到货家的陪允哥在一次被噩梦惊醒 他经常梦见原主被秦家人欺负的场景 睡不着的陪允哥敲响了或十度的房门 当能被打开那一叉那间 陪允哥被霍十度的好身材吸引 哥哥睡得还好吗 霍十度看着可怜兮兮的陪允哥 上来就是一个逼宫 睡不着就来找哥哥耍流氓了 回过神的陪允哥想立马回自己的房间 跟哥哥换房间试试 听着霍十度温柔的嗓音 陪允哥就像一只乖巧的小白兔一样摇摇 霍十度还不忘调坦一番 穿成这样就来敲门 也以为哥哥不欺负 就这样两个互换了房间 来到霍十度的卧室 陪允哥不禁敢开启 这男人聊起来也太上头了 躺在床上的陪允哥 闻着霍十度流下来的气息 慢慢地闭上眼睛 就像霍十度躺在他的身边一样 这种感觉让人极为安心 你见过如此自恋之人吗 这个男人见到陪允哥就是一顿饥讽 说他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居然跟踪他 而陪允哥也是对这个自恋狂无以至极 这天 陪允哥来到图书馆挑选书籍 好巧不巧地遇到 陈子怀这个垃圾在陈子怀探栏 像陪允哥这种女生不可能会来这里 陪允哥刚想转身离开 却不料被陈子怀拦住 立马就展露出一副高傲姿大的嘴脸 陪允哥你这是欲擒故纵 制造偶遇啊 你知道我对计算机感兴趣 不予投我所好吧 你手上的书我都看不懂了 你能看得懂 陪允哥看着眼前这个自恋狂 不禁想笑 想到原先国外研究院 让他带的徒弟就是这个陈子怀 没想到他就这种水瓶 还想让我带 随后表示自己根本对他不感兴趣 陈子怀听后几眼 警告陪允哥自己喜欢的人是情有交不是他 陪允哥懒得听他瞎逼逼 直接一句垃圾洗头垃圾 在外面的歌 自己那是喜欢的不得了 看着陪允哥离开的背影 陈子怀还沉寂在自恋中无法自拔 随后还不忘挖苦陪允哥 你这种耍心机的手段 任何一个男人都看不上你 手段 你也配 瞬间被陪允哥对得哑口无言 他半信半疑地跟在陪允哥身后 想看个究竟 当初图书馆的名 他就看到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高铁 细致非凡的男人抚摸着陪允哥的头 这就是陪允哥说的男人 这也太帅了 这颜值无人能比他 他张大嘴巴愣在人处 不可能 陪允哥上哪认识这样的男人 这时坐在车上的陪允哥向霍十度撒娇起 哥哥 我家的小路都被撞迷了 什么时候负责一下 陪允哥只是想撩一下霍十度 没想到下一秒霍十度就贴近他 轻轻抚摸他的小脸 那就得问问他了 为什么一见哥哥就乱撞了 陪允哥的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没想到自己反对霍十度撩了 另一边 电竞训练基地 秦浪听说自己和妹妹上了热搜 开心得不得了 以为是和哥 可下一秒才知道是和秦友交 瞬间脸就软了下来 原来是秦友交发的新歌 不但蹭自己的热度 还故意爱恨自己 秦浪越想越生气 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哥的 于是在手机上截了一张聊天图 发了过去 呵呵 爱特我等我回应是吧 这就送给你们最满意的回应 这个女人不愧是个细金白莲花 外表看起来美好交入 事实上是个诚服很深的心经 这下秦友交送秦浪的流量 免费给自己的新歌做了播宣传 这操作可把秦浪气得够呛 没想到秦浪直接回了一张结诶 顺时狠狠地打脸秦友交 这也让秦友交的粉丝炸开了锅 不一会 秦母就打电话过来质问你 你难道是疯了吗 被人知道裴允哥是你妹妹 只会给秦家丢脸 你有秦友交这个妹妹是你 秦浪脸色阴沉 妈您是不是不知道谁是您的亲女 秦友交好您翻心 可这原本是属于哥的 她现在这样难道你没责任 然而秦母仍是不依不饶地嚷嚷道 你以为是我想抱错孩子吗 娇娇被我当女儿宠了那么多人 现在告诉我一个素未磨面的女孩 是我的女人 我能接受吗 裴允哥怎么能比得上娇娇 我不能为了裴允哥伤了娇娇的心 这些话秦浪听了都觉得刺耳 更何况是裴允哥 秦浪对这个妈妈也是失望透透 您不爱她 我爱她 您就好好疼爱你的秦友交吧 我会把哥当公主来传作 秦母这波操作可激怒了秦浪 秦浪果断挂断电话 思索了需求 她不想因为这件事让秦友交小人得志 更不想让哥受到牵连 随后便删除了聊天解读 并且取关了秦友交 表得吃瓜的粉丝们纷纷炸开了波 秦家就算有别的女人 也比不上我们家娇娇 秦浪看到这些留言 不禁想笑 叫你爹随后直接将对方拉飞 秦友交彻底坐不住 要不说女人极度险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秦家 秦浪公开认你又怎么了 你永远也上不了台面 随后便选了一张裴允哥最丑的照片发到网上 公开了裴允哥的真实身份和过往丑 因为他知道网络暴力是可以直接杀死你的 他要让裴允哥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反学没几天的裴允哥 竟然被老师选为新的物理科代表 这时或时度突然发来信息 要给裴允哥找个家教 要好好给裴允哥补习体 刚到班里的裴允哥 就有一个女生前来挑衅他 原来物理科代表之前一直是由他担任 这次选中裴允哥 他当然不满 他心里想着这个裴允哥可是从全是最差的学校找 怎么可能和他比 说着便向裴允哥请教物理问题 与其说是请教 不如说是想给裴允哥一点名字看看吧 女生内心更是对裴允哥一脸的瞧不起 呵呵你会吗 裴允哥也看出女生的真正目标 他自信满满的看着女生说道 可以啊 现在问吗 来啊 女生瞬间浑身凉凉 这个裴允哥是什么的眼神 像是把人看穿了 这时灵极威也走过来 也不忘讽刺着裴允哥 我们跟他可不是一路人 他一个考试作品 靠着有交加来我们班的人 以后进了社会 连我们的圈子都爬不上 随后拿出手机说道 你看网上 已经有人在搭他了 人人都会知道他是个什么货子 到时候看他怎么在 第二天清晨 裴允哥还没醒 就听到了门口的动作 像是有女人的声音 随后 他眉头紧张 还没反应过来 门就忽然被打开了 杜爷 我给您把早餐端来了 小姐的补席 您说要安排到什么时候 女人的声音进了卧室 还带来了一股浓烈的香水 直接掩盖了这卧室原有的气息 顿时 裴允哥睡意全无 裴允哥一下坐了起来说 给我补席 女人僵硬地端着早餐 站在原地回答道 对的小姐 心里却想不通 这不是杜爷的房间吗 我以为来这里 是给杜爷妹妹当家教的 可是妹妹 怎么会睡在杜爷的床上 裴允哥直接让女人 在楼下等她 而女人则是不甘心地 多看了眼裴允哥 她好歹也是个名牌大学第一 样貌加是样样不差 居然还要给一个 被包养的高中生不可 裴允哥似笑非笑地说道 听不懂我说什么 顿时 女人莫名打了个轻颤 迅速地离开了卧室 没过多久 裴允哥梳起来 换了身衣服就下楼了 她抬了抬眼 看到女人坐在沙发上 穿着剑冰领的紧身裙 前托后翘了 这哪里是来当家教的 恐怕是另有目的的 女人也听到了楼梯上的动作 立即笑道 小姐 真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睡呢 裴允哥笑着说 没关系 我也没想到 早是会这么热情 女人皮笑肉不笑 心里却忍不住反算 等自己找机会见到杜爷 她就会明白成熟女人的好 到时候怎么还会对这种 不懂事的小丫头感情去 裴允哥直接递给女人一本书 告诉她可以开始了 一番开店席册 都是大面的错题 喊慕忍睹 她眼底划过了一抹粉丝 脸长得倒是不错 但确确实实的是个草包 随后女人假笑着 语气还带着亲密 小姐 你这样的基础 想要学好很难 希望你能尽量配合我的教训 知识点线超时便怎么样 说完随便翻开了本书 丢给裴允哥 裴允哥见词 嘴角轻轻上扬 不慌不忙地反问等 老师 我想可能你误会了什么 我学不学得看你的本事 女人立即绷不住脸份 你不学 我怎么教 裴允哥不紧不慢地问你 老师的日心怎么样 顿时 女人将住了 只能阴郁地盯着裴允哥 她的日心 可是市场的十几倍 因此 就算不是因为杜爷 这份工作仍旧很溜人 裴允哥毫不客气地警告你 最好乖乖听话 女人被裴允哥的话题的差点合体 心想如果不是能接近杜爷 自己会在这里给她不信 随后自信满满地 给杜爷的助理打电话 狠狠地告了裴允哥一话 没想到过十度听完 二话不说 直接告诉杜爷 换一个家教吧 助理听后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过十度 这事要是发生在小少爷身上 估计小少爷都得挨打 可换成裴允哥 倒是把人家家教给撤了 同没见过这么一个家教 天还没亮 就跑到杜爷的房间送早餐 更离谱的是 还没交就开始撞到家长 说裴允哥学习态度不端正 也不尊敬老师 他以为这样杜爷 就可以对这个裴允哥失去兴趣 他就可以直接上位 可惜如意算盘打得不怎么样 过十度而是叫助理 直接换一个家教 助理善解人意的提议 换一个帅一点男家教 过十度听后脸色一暗 文件重重拍在桌子上说吧 你倒会投其所好 助理头皮顿时发麻 一下清醒了过来 过十度淡淡地扫了眼他 压迫感知逼人心 过十度声音低垂地分布助理 自己要回去一趟看看黑小姐 另一边 家教正在心不在焉的讲解 习题已经错了好几个 还浑然不知 忽然间 女人扫过门外的声音 双眼一亮 立即转过头看向裴允哥 装出一副很认真的那样 而裴允哥却在 自顾自地在拨弄着手机 霍十度直接问了一句 讲题听不懂 女人看着霍十度连忙解释 是裴小姐态度不端正 女人心想看 总归孩子叛逆 家长一定会站在老师这边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度爷疼爱小娇气都来不及 怎么舍得别人给他甩脸 就是情家父母都不行 霍十度直接吩咐助力 给女人反映心结了 以后不用来了 这个消息如同行天霹靂 不死心的女人 还在极力为自己脚印 霍十度拿起女人 刚刚交的皮肤 没想到霍十度 慵懒战意的门眼 厚着刮懒 啪的一声 书本被摔在桌子上 这就是你的答案 还没来得及反映自己 怎么复活 霍十度就让裴允哥先上楼 一会找他再谈谈 裴允哥顿时感到事情一样 总觉得 一会自己也要遭殃 这时气氛更加沉默冷了 霍十度点燃了一根烟 此时女人忍不住柔声说道 杜爷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教小点 然而 霍十度眼底不带波澜的 扫了一眼他 淡淡地问道 你觉得 你像是老师吗 请客间 女人脸上没了血色 浑身僵硬 只见霍十度一根香烟 被掐灭在烟灰缸里 一脸厌恶地看着女人 说出了一个字 而楼上的裴允哥 正在奋笔集书 看到霍十度进来 轻轻地叫了声 哥哥 霍十度看了他一眼 就坐在他的对面 突然凑近裴允哥笑着说 小孩 来说给我听听 你喜欢什么样的家教 但裴允哥也确确实实地感觉到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更像是送命题 裴允哥还略微矜持地笑着说 我喜欢像哥哥这样的 这个女孩原本只是随意调调 喜欢哥哥这样的家教 没想到男人竟然当真了 四十分钟后 裴允哥跟着霍十度来到霍市底堂 裴允哥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一边探书一边转动着手里 裴允哥嘴角扯了扯 又忍不住抬头看了眼办公的霍十度 这时他刚好在开一个临时视频左右 电脑屏幕中的高层门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们主材的压迫 气氛凝结地沉闷 忽然霍十度听到不远处的声音 转头就看到裴允哥在节目 看着他明艳的眉眼 又如此的呆萌可爱 霍十度不由的感慨 到底还是个小姑娘 霍允哥抬头的岔那边 就看到霍十度在寅室的自己 霍十度目光直勾勾的 笑声低雅 让人耳根发眼 云云的摄射 也老丁着哥哥看了 顷刻间 裴允哥头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耳朵有点黑 他很快就蹂下来 开始血皮冷静着 而高层门 虽然看不见旁边的裴允哥 却瞧见自家总裁低笑轻乱的名 都差点控制不住的心跳加速 霍总今天居然笑了 这也太俗了吧 血袍都被掏空了 一个眼睛狼 还想看着究竟 霍总是把人带到办公室了 不然 霍十度转过头 语调蓝想冷淡的说话 继续 这是正在认真做作业的 裴允哥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楚之行打来的 他看了眼霍十度还在登记 于是就走到了门口 接通电话 裴允哥就问起事情 怎么了 裴 裴同学 上网了吗 楚之行看到网上的那些言论 脸色难看至极 网上都在传 你是秦家的私生女 裴允哥陷入沉思中 爷爷才逼着秦家 附付公开任务 网上就开始出现 我的不良消息 不过秦友娇也不会是其他人了 裴允哥道谢楚之行后 就挂断了电话 裴允哥吃笑了一声 倒是有点本事啊 回到办公室的裴允哥 就向霍十度借了电脑 当他登陆社交软件 看见网手上的词条 没想到这个秦友娇 竟然曝光了他的家事被子 然后被扒了学校情况 还故意拿张丑造 和秦友娇的精修图做对比 引来大批的网友感叹 同样是秦家的女人 这差距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戾气最动的 还是秦友娇的粉丝 以及大批正义感报层的网友 他们把感觉付了良好的评论 纷纷发到网上 来维护秦友娇 看到这些评论 裴允哥唇角的幅度勾起 没多久 裴允哥慢悠悠地敲着键盘 给爆料人发消息 另一端 正因自己刚弄到手几十万 而高兴得意的某报社记者 看到消息后 忍不住讥笑 然后回复裴允哥 我就不难 裴允哥看不惯这种 垃圾嚣张跋扈的态度 裴允哥不禁倾笑起 只剑手在键盘上开始喀哒 喀哒地挥动 天堂有路你不走 那就不要怪我送你下边 另一端的维索男 开心地想要去云房取钱 忽然电脑自己操作了情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我怎么操作不了啊 维索男直冒冷汗 等等 这是 还没说完 屏幕上就弹出一句话 下一个号 好好做人啊 紧接着喀哒一声 账号就被确认注销了 迅谋已久的情友交终于要到裴允哥了 他不惜花费几十万 让无良记者来折黑裴允哥 来捍卫自己的地位 即使得到家人的认可 也要让裴允哥上不了台面 哪知裴允哥轻轻挥动手指 没几下就控制住某记者的电脑 价值千万的账号自动注销 与此同时 全网黑裴允哥的账号全军覆没 眼睛男气的直脑头发 为了迎头小力 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四五名 价值几百万的账号给付 HT赋予公司的副总 也为此是头疼不已 不过一个豪门私生里的热搜 本来只是拿来给明星压销 怎么会闹到这个地位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名字 能同时黑掉全网 技术总监说 只有国内头部计算机研究所的那些 副总瞬间惊掉眼镜 那都是世界级的学术大网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与此同时 Adan计算所内 所长钟胜林正在叫醒水下 因为他怀疑这件事 是眼前这个年轻的成员带 随手抡起造把就要打 可属下还是没有成人 还说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长一听 顿时呆住 没想到国内还有这种级别的人才 咱们所里太久没新鲜血液 扔下造把 就要去搜罗新成员 可怜的小德哥挨了一顿暴打 委屈的不行 这是什么人间疾恐 人在家中坐 拨从天上来 在他眼里别人就是高端人才 好过分的招老猴子 另一边 过十度办公室外走廊上 裴允哥正在给世界最高级的计算所做所长马库斯打电话 马库斯听清了起因经过后 也是逐渐火冒三丈 自己所里的金哥大宝贝成员 居然被拳网飞 要知道 在他们国家 像裴允哥这样的人才 是被重点培养保护的 这样的不良消息 都会有上头的人监管 不允许这些被保护对象受到任何伤害 然后一通电话直接打到娱乐老总 怒气冲冲的要求对方处理裴允哥的事情 公司有太多技术需要仰仗计算 老总吓得一身冷汗 发毒是会妥善处理 这件事总算到一段落 然而学校里却还在议论分析 裴允哥的小民地 甚至和秦柳娇的好闺女林极威大吵起 裴允哥看到后 却责怪她是不是太想念了 何必和这些校园里的畜生一般见识 林极威对裴允哥的话气得不轻 这时陆远思手插口袋 布装潇洒的走过 林极威幸灾乐祸地以为陆远思喜欢秦柳娇 肯定会找裴允哥的麻烦 但是这个陆远思竟然来一句 抄作业要抄水瓶差不多的比较合适 也不知道她是天真还是自恋 裴允哥啪的一声 直接把作业丢了过去 林极威看到两人关系如此融洽 顿时大声说道 脸思她是秦家的私生女 抢了有交的东西 你不知道吗 陆远思冷着脸直接对林极威说 关我什么事 裴允哥没想到这个陆远思 虽然脾气差了几 可比那些天天说闲话的人顺眼多了 我的妈呀 这个女人太不要脸了吧 自己在 这个女人太不要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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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同学拿起手机 高兴的说 秦玉今天回国了 听前线的姐妹说 她告诉自己有个妹妹 她还给她妹带了个玩具群 我酸了 秦玉娇得意的笑了笑 心想一定是二哥给我的理由 还不忘在同学面前各回家 好了 你要是真的很喜欢她的话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弄到签名照 这可把一旁的同学高兴坏了 正当秦玉娇转头插了街 发现秦玉就站在校门口 她高兴的朝秦玉跑过去 二哥 难怪不回我消息 原来是想直接来接我 给我一个惊喜 秦玉看到是秦玉娇 这我没说到 怎么是你 秦玉娇却以为秦玉在揍她王 便伸手想要拿秦玉手里的小学 秦玉连忙拿开礼物 冷冷地告诉秦玉娇 这不是给你 顺时 秦玉娇笑意将逐 这段时间积攒的委屈和愤怒 更是涌上了心头 难不成你还想给陪允哥 秦玉一脸嫌弃地说道 秦玉娇 你的亲生父母 两年前就找到了 总是留在秦家 是不是不太好吧 秦玉娇也没想到 眼前的二哥 怎么会为了 陪允哥这样说的 这时秦浪也正好赶了过来 直接没好气地指责秦玉 你怎么跑得来了 心里在咒骂着秦玉 这么有心机 一回来就跑来学校 肯定是背着他偷偷捧歌 听到秦玉娇喊自己 秦浪是瞬间炸毛了 秦玉是不是有病 赶回来是为了接秦玉娇 秦玉娇不敢想 三哥不会也是来接陪允哥的吧 那自己这些年经营的一切 都要被陪允哥抢往了 正当他想进一步 靠近秦玉和秦浪时 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地 感觉到秦玉和秦浪 都不想和他接近后 秦有娇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堪了 这时只见陪允哥 缓缓地朝他们走 秦玉看到陪允哥 立马跑过去 直接给陪允哥 来个亲热的拥抱 哥 二哥好想你 陪允哥也被秦玉 这波操作惊吓到 他冷冷地说道 可以松手了吗 秦玉听后 立马松开了陪允哥 又把纸袋藏在身后 哥 你猜二哥给你买了什么 陪允哥冷冷地看着秦玉 不知道说什么好 秦玉兴高采烈地 从身后拿出小熊 要送给陪允哥 陪允哥很有礼貌地说道 谢谢 不过我不喜欢这种玩具 还是送别人吧 秦玉一口拒绝 俊美如斯的眉眼满 是认真地告诉陪允哥 不行 这是专门给哥的 他微微俯身 和陪允哥平视 撩人的气音低混 哥 熊熊很可爱的 你带他走好不好 这可把一旁的秦浪酸得不行 这个狗东西居然这么会哭 多拍了几部偶像就了不起了 陪允哥眼皮一动 感觉到周围的强烈视线后 更是想和这只蠢熊画清界限 我去吃饭了 陪允哥自有若无地打断秦玉的方 而秦玉一听 心情反倒是更好了 秦玉又有意无意地瞥了眼秦浪说道 不过 就预定了两个位置 此时秦浪无语了 有人能比秦玉更不是人吗 一旁的秦游娇捏着拳 眼底压着怒火 极度地快要失去理智 咬牙切齿地问道 二哥 你要和陪允哥一起去吗 谁知秦玉悠悠地说道 不是很正常吗 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 总要宠一个点 而这话 直接让秦游娇的脸色发白 周围人更是听得愣的 一口雾水 秦浪听到大家的议论更是感到不爽 这些人懂什么 此时秦游娇为了言议 故意大声说道 二哥 那这次你们先去吃饭 我刚好不太舒服 秦游娇一听 浑身僵硬 不禁握紧的拳头 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胖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他们之前对陪允哥都是不冷不热 可现在为什么满心满眼都是他 这个宠妹妹的现场 多时让人羡慕 不过这次也狠狠地打脸了秦游娇 坐上车的陪允哥低头玩着手机 没多久 秦游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扫了眼屏幕上的背景 突然来了兴致 这位肚子 可是头一次给他打电话的 真稀罕啊 秦游戴好了蓝牙耳机 接通了电话 真没想到 你也有打我电话的时候 我正准备去过市集团旗下的餐厅 和我妹妹一起吃饭 你要是有空 话还没说完 对方直接回答 可以 秦游顿时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还没说完 他就答应你 难道他听不出来自己只是客气 我第一次和哥出去吃饭 像是希望别人来打扰我吗 挂断电话的秦游怎么也想不定 或时度这次怎么这么干净 明明之前我怎么邀请他都不理不准 随后温柔地询问陪允哥 哥 再多个人一起吃饭 你介意吗 陪允哥果断答应 表示自己都可以 秦游听后疯了一口气 突然又想到 哥不是住在杜爷纳的吗 这两个人肯定认识 当两人走进包厢 却发现霍石度早已坐在里面 还在惊讶这家伙是不是来的太快乐的秦游 却突然被陪允哥的一句哥的讨论 秦游还在一脸猛逼 只见霍石度随手解开两颗领口扭口 坦然又散漫地硬了一声 陪允哥看了眼秦游 又看向霍石度 像是突然明白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这两个人早就认识 所以那时候 霍石度才会带他回去 只见陪允哥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 原来是这样啊 吓得秦游想问出口的话 叠了回去 陪允哥语气和平常一样 却莫名让秦游更加心慌 完了 哥绝对生气了 而这时 陪允哥也没多说什么 看着一桌子都是自己喜欢的菜 秦游在旁边 不曾地给陪允哥加菜 没几分钟 陪允哥的碗里就被装满了 就连霍石度都看不下去 不禁调侃起了秦游 要不要考虑在自己餐厅做监制 不等秦游 陪允哥忽然起身 说自己要去趟洗手间 看到陪允哥离开的被子 秦游忧忧忡忡 可怜兮兮的问住 哥生气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想知道吗 那就吃完这饭早点 秦游顿时感觉眼前这个家伙不像好人了 这怎么有种自己的妹妹变成他家伙 狡猾的渡爷三言两语就让秦游离开 可怜之后心里还感激着渡人 为了兄弟放低姿态虹 等陪允哥回来后 发现秦游不见了 疑忽地问到他人了 过十度没有回答 反而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看着陪允哥没有动 直接就开脑起来 我手里都是人 还要我抱啊 一句话直接让陪允哥春心荡漾起 这男人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勾人了 大气女主穿进小哥了 竟用一根领带教训笑法如何作用 就在刚刚 陪允哥的小跟班储之行被笑把欺负 还被嘲笑 死胖了 你长成这样 哪个女生能收你的皮筋呢 说着便一把抢过储之行手里的皮筋 哪知陪允哥一把抢过皮筋 问小胖是不是动得住 小胖闻了一声 陪允哥说了声谢谢 便将皮筋盖在手上 一旁的黄毛感觉自己竟然被无视 恼羞成怒地要让陪允哥陪他往里 说完就伸出闲珠声 陪允哥不慌不忙地问小胖 能保护我吗 因为以前小胖答应过陪允哥 以后遇到事情会保护他 其实陪允哥是在教小胖学的小胖 小胖也是怒火灯烧 愤怒地就朝黄毛打去 黄毛恶狠狠地看着小胖 楚之行 你找死 心想着过去收拾他警察都是那副窝囊样的 今天他疯了 但下一刻 他寒凉的声音在黄毛耳边响起 谁碰他 都得死 下一秒 陪允哥立马制止了小胖 小楚 对这种人不值得 只见陪允哥鼓下身 捏住黄毛的脸 以前是不是老欺负我们小丑 黄毛被吓得说不出话了 忽然 一旁想起了教导主任怒气里面的声音 陪允哥 你在干什么 陪允哥 你还敢再笑打架 这次校长总算能找陪允哥的麻烦 心想这个陪允哥都赶上路有次了 一天没让他安身过 这次还被底级计算所的人撞起 行友交连忙凑了过来 钟老 不好意思让您撞上这种事 我先带您去办公室吧 钟圣灵看着陪允哥 他就是陪允哥吧 谁知校长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责骂陪允哥 还坦然让陪允哥退去 楚之行急忙解释 不是陪允哥的过 是黄毛先动手打人的 陪同学是为了帮我 校长不想让计算所的人看笑 示意让陪允哥和楚之行先行离开 钟圣灵不禁问道 你就是陪允哥 陪允哥没有接话 只是把衣服上的名牌撑了撑 钟圣灵看着陪允哥 心想着还真找对人了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这么甘板 而这时 陈子怀看到这一面 忍不住语气带死 陪允哥 你不是也喜欢计算机吗 看过马库斯的书吗 总不会不认得钟圣灵辣 本身就心情不太好的陪允哥 见到有人撞枪跑上 也没客气 他懒懒地吃笑了声 陈同学谁都认识 是娇妓花出身吗 顿时 细分陷入诡异的陈面 陈子怀更是脸色青红胶索 恨不得当场拧断陪允哥的脖 地旁的年轻人倾和了两声 没想到这陪小姐的性命 这么独特 不过 这还真和那位帮陈允哥 弄公头淘宝大 一曲红红的笑 这时钟圣灵忽然笑了笑嘴向前 邀请陈允哥加入他们的计分 这话让在场的人惊呆了 校长不确定地又问了我 钟老 您打算把这个名额给陈允哥 钟圣灵笑明明说道 无妨 我和陈同学有用 因为他今天来本身就是为了陈允哥 想知道帮陈允哥的人到底是谁 至于这个教程组合 的确还行 但也入不了他的名 还是在等紧人吧 可陈允哥却拒绝了钟圣灵 他坦然说自己成绩倒数 周末还要补贺 自己很忙的 一旁的年轻人也不禁看向陈允哥 挺吃惊的 周末补贺 还成绩倒数 这什么水平 随后便是一钟老赶快换的人选择 而钟圣灵懒的理他 随手掏出一张明天 递给陈允哥 让他以后有兴趣 再联系他 刚进教室 陈允哥就听到一个男生嘴里 阴阳败气的嘲讽他 哟 这不是琴家的千丁小姐吗 更是嘲讽小胖狗蛋人士 这家伙恐怕是脑袋不好使 等着挨揍吧 只见陈允哥停下了脚 不仅不慢扯下领带 直接甩在男生的脸上 他明念的眉烧意 挟药不絮 似有若无的力气 说说看 你是想住嘴 还是住院 这个小姐姐单手扯开领带 甩在男生脸上的愿 别到我嘴软了 一旁的琴友交听到 大家都在议论陈允哥 他不禁咬紧牙齿 即便陈允哥不学无术 惹是生非 都还有人这么喜欢他 一个住在孤儿院 样样不如我的土包子 凭什么成为琴家的大小姐 最后从身上摸出一个 写着手机号码和纸 心中暗暗发誓 我绝不会让陈允哥翻身的 另一边 陈允哥怎么也想不到 有人不将孤儿院的女人 听到学校 难道琴友交又要等人妖子 学校门口 一个神情焦急的老太太 苦苦哀求保安 能让自己见见孙女 老太太忽然被保安用力推翻 整个人都重心不稳了 没等他跌摔在地 陈允哥就图住了他 陈允哥冷冷地质问保安 横德学院 家长不能入校 老人转头看向陈允哥 又惊又喜 哥 你受伤了 有没有事 陈允哥听后目光 这才从保安身上摸开 看向老太太 这是以前的园主 带的那种孤儿院认识 林院长把园主从小养大 像滕青孙女一样 老人回复神后 陈允哥抬头看了看老太太 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能有老太太的联系方式 整个学校除了情有交 都找不出第二个人 想到这 陈允哥唇角欲弯 扫到不远处有人在偷快 没想到这蠢不犯事 有时候也挺和他心意 他不动声色地倒出了院子 奶奶 我们去吃干嘛 餐厅内 陈允哥接到货十度的电话 他告诉货十度今天不回去 要陪奶奶吃顿饭 哪知货十度告诉陈允哥 自己马上就走 陈允哥一脸猛圈 他也不像是个清闲的人 还能这样三天两头地 陪他见爷爷奶奶 忽然一道语气高傲的声音 突然响起 陈允哥 拿着秦家的钱 带你奶奶来这么高级的餐厅 你就不怕被秦夫人知道 你还和这老太太一起 和你断绝关心 这可把一旁的老太太吓得不轻 连忙说自己这就离开 不要告诉秦夫人 陈允哥这才想起这个女人是谁 陈子怀的唐姐陈雪雲 到处撒脱被秦友雕当相识 陈允哥直接回了狱 关你屁事 女人被陈允哥对的瞬间要爆炸 他不甘示弱地说道 陈允哥你怕不是知道 自己在秦家待不久 特地过来找金主 老太太一听 立马警告你 小姐 你就是在造谣 是可以让你进警察局的 女人满是讽刺和嘲笑地说道 呦 老太太您认识几个人 居然还知道送我去拍住 陈允哥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让女人给老奶奶道歉 女人更是不屑一步地说道 道歉 陈允哥 你是不是进了抗风人院 脑子都坏了 老太太连忙拉住陈允哥的手 不想陈允哥因为她起争执 你觉得 今天不到钱 你能走得出去吗 一时间 内视上陈允哥的晨雪 莫名地后背发凉 不由地往后退了退 陈允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就在这时 承子怀来了 女人连忙挽住她的胳膊就高噪 但那逼逼叨叨 承子怀还真以为自己是谁 竟然教训起陈允哥 陈允哥看着眼前这两个傻名 更难以想象 这种智商 都能是原著的男子 他和金主约会 会带上他家的老太太 不过 陈允哥也只是吃笑一声 承子怀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教我 请客间 承子怀脸色一飞 直接赔帮陈允哥放金主上风带领 陈允哥不慌不忙的 正要准备开店 就在这时 就有人关热的掌心 亲吻在他的脑袋上 头顶响起了一道轻慢的声音 哥哥不在 你就在这给人欺负了 女朋友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霸道总裁回队的方式 居然是当面打狗 霍十度轻轻拖起陈允哥的脸带 温柔地捏着说道 不会仗势气人 跟我高装会不会 这男人言语间 不经意地动容 简直比某妖更猛 让人难以招架 陈允哥也暧昧地说道 我哪知道你会收拾他们 还是我呢 霍十度笑着说 先收拾他们 回去再收拾你 这听上去 还听给他面子 敢欺负我家云云 不知道我是谁吗 橙子怀生气又尴尬 气得脸都绿了 地旁的女人 被眼前的荧幕酸道 愈发极度地自告 陈允哥喜欢的人是橙子 橙雪原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的男人 会看上陈允哥 陈允哥慢悠悠地反问道 橙雪原 你非要大听广众的 恶心我一下吗 一时间 橙子怀的脸色更差 忽然陈允哥故意 凑近霍十度 两手搭在男人近腰上 他眉眼一看 明艳风情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橙同学 我不太想让我家 金主各个物 橙子怀看到 陈允哥一副小妖精 人人的名 气得差点两眼一飞 这陈允哥 现在怎么跟变了个人事 突然霍十度率先发话 要他们造气 橙子怀想继续周旋 想要和解 以免造成双方不必要的难堪 然而 霍十度表示 他是来给陈允哥撑腰的 不是来主持公道 橙子怀脸色 青红交错地 看着霍十度说口 如果我不同意呢 就在这时 霍十度的助理走了过来 告诉霍十度 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前段时间 还联系过我们霍十 想要得到合作机会的 陈家公主 霍十度不想和不知 天高地厚的小鬼积体 觉得体别愤 橙子怀一听是霍十 瞬间痛哄俱说 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霍十 怎么会是霍十 陈允哥一听 立刻就拉住了 陈允哥的手 眼眶微红 有点害怕 陈允哥看着眼前的霍十度 心想着霍十不是 陈家能够得罪 他只好咬紧牙关 让陈允哥到情 陈允哥自然不情愿 但还是被迫说出那三个语 陈允哥并没有罢休 你说什么 听不清楚陈小姐 陈允哥 对不起 你道歉的对象 是不是弄错了 只见陈允哥伸手 抬起他的下 默然 陈血缘对视上 陈允哥里面的人 感觉到后背发凉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我给你奶奶道歉 现在奶奶不带 但这声道歉 我得替他老人家听着 可要有下子 你猜猜你会有什么下场 陈血缘被陈允哥 吓得连忙说对不起 对不起 解决此事后 陈允哥晚得过十度的胳膊问你 杜爷 你是因为情运 所以才对我好的吗 杜爷再次靠近陈允哥说道 情家小孩 也不是都愿意带回家的 我对你好 像是因为别人吗 这个母亲太狠 因为女儿见了孤儿院的奶奶 就要对她大打出声 学校内 陈允哥刚进教室 处置行就跑过来小声地问我 陈同学 你看到学校论坛了吗 陈允哥淡淡地说道 没有 难道又有事和我有关吗 说着拿出手机一看 只见手机论坛上写 八一八七班新来的转学生 豪门吸血虫石垂了 处置行论陈允哥 要不要找人打论坛上了 陈允哥不慌不忙地说道 删什么 我还挺想和那个人算账 红桌陈允哥走过来 关切地问候了 不生气吗 陈允哥抬起头说道 陈允哥 你知不知道发帖的人是谁 陈允斯一愣 你怀疑是情 话还没说完 就止住了 会不会猜错了 陈允斯抿了嘴 有些难以相信 陈允哥看了陈允 淡淡地说道 陈允斯 我的事我会解决 我没有讨厌你的弟子 但你也不要插手 我想做的事 就在这时 班主任进来 把陈允哥叫到教室外 他尴尬地说 秦夫人来了 他在办公室等你 他是名女卿吗 陈允哥悠悠地回答 不认识 但他离我远离 说完就要回教室 却没想到 一道又细又锐的声音 突然响起 陈允哥 你是打算大庭广播 丢秦家的脸是吗 只见秦母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地看着陈允哥 紧接着 不等其他人陪 众人就看到 那巴掌落在 楚之行的脸上 秦母一看自己打得过了人 脸色更难看似 你是谁 谁让你挡在他前面呢 楚之行的脸顿时红肿起来 不过 他松了一口气 这巴掌还好 没打在陈允哥的脸上 陈允哥没想到 楚之行会为自己 挡着一巴掌 他忍不住抬眼看着他 顾一复又倾笑了一声 就看到他迈步 走到秦友焦的面前 凉起手 果断干脆地给了秦友焦一巴掌 那清脆的响声 比刚刚秦母那一巴掌 更让人头皮发麻 而秦友焦被打得顿时懵命 逐渐 他情绪崩溃 声音尖锐 陈允哥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陈允哥语气玩味又冰了 母债女长 他又懒洋洋地看向秦女 秦夫人 既然我不能对你动手 但你打了我朋友 那这巴掌还给你 也很公平 你见过这么奇葩的母亲吗 对养女那是百般呵护 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是极度的厌恶 甚至要断绝母女关系 只见秦母气急败坏地说道 我当初就该亲手掐死你 地旁的老师立马前来阻止 并让大家去办公室好好谈谈 办公室内 秦母更是盛气凌云地说道 我说过 只要你见那个老太太 我们就断绝关系 这次你别想赖着不走 我会告诉所有人 我的女儿只有秦友焦一 话刚落 门口响起一道声音 只有谁 只见秦玉推门而入 秦母看见是秦玉 那是两眼放光 还以为她是为了秦友焦 专门来学校的 连忙上前去迎接 打指秦玉直接掠过她 直奔裴允哥 哥 谁欺妇你了 二哥帮你收拾他们 裴允哥很疑惑地问你 你怎么来了 裴允哥心想 原作中秦玉对裴允哥 没有顾目好 秦哥是怎么了 秦玉更是霸气地告诉裴允哥 二哥不能让人有机会欺妒你 秦友焦看着眼前的情形 极力地压制住她的情形 并告诉秦玉 二哥 妈没有欺负裴允哥 秦母气得两眼一飞 秦浪发疯就算了 现在秦玉也不正常 秦玉 你好好看看雕雕脸上的伤 这是裴允哥打的 然而 令秦母没想到的是秦玉竟然说道 秦夫人 那你理想的赔偿经验 是多少呢 说完拉着裴允哥的手 看也没有受伤 秦母被秦玉的主动气得差点得片 秦玉 你不打算认我这个妈了吗 只见秦玉冷冷地说道 你要是对哥儿动手 我不保证会做出什么事 再说 我不是早就和家里断绝关心了 忽然 秦母拿出手机 让秦玉看看陪允哥都干了什么好事 秦玉看了一眼 直接推开手机 更是直言以后哥儿的事不用怕费心 至于帖子的事情 他会追查道理 不会放过任何伤害哥儿的人 请客间 秦玉一个犀利的眼神 看向秦友焦 秦友焦的脸色瞬间都赶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秦玉 这种小事 为什么二哥想追查道理 难道二哥怀疑我吗 二哥 可能只是同学开玩笑 有点看不惯陪允哥儿 哥儿肯定也不会介意 秦友焦脸上堆满了笑容 牵强地说着 只是不想让秦玉再追查下去 看不惯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能 看不惯哥儿 秦友焦听到秦玉态度坚定说 顿时慌了 他只好拉住秦母的手 要求秦母让秦玉别吵 秦母也是一愣 娇娇这个反应是怎么回事 秦母看着自己的宝贝女 秦友焦 满心的心疼 更直言让秦玉不要再闹下去 然而在秦玉的原理 陪允哥才是他唯一的秦玉 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她们 这个女孩太可能了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现在亲生母亲 还要和她断绝有没有关系 就在秦玉霸气为父陪允哥之时 门外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 你们学校贴吧都不管管了 我妹被说成了什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 只见秦浪从门外走 看到秦玉把陪允哥搂到牌 瞬间簇一大罚 秦玉 你来干什么 我才是哥的监护人 秦玉看了看秦了 慢条思理的说道 你一个大学还没毕业 有什么资格当哥的家长 两个哥哥之间的火药 为御家浓郁了起 一个只见过哥三四年 难道就比我有资格 此时 门口围满了吃瓜群众 他们难以置信 不免议论纷纷 是谁说陪允哥不受罪 电竞圈刚从男神和娱乐圈 三七影帝为他当众开夫 这是什么人生赢家 而秦友娇站在秦玉身边 发现外面的人 看着陪允哥的神色线 眼底的怨恨也更能力 不禁握紧拳头 心想着陪允哥为什么要回 如果没有陪允哥 他还是所有人眼中万千蠢 爱于一身的秦家亲戚 秦玉也脸色极差 握着秦友娇的手安 并大声怒斥 他们兄弟俩人给秦家丢进了眼 哪知秦玉和秦浪兄弟俩 为了陪允哥一个同队 我早就和秦家断绝关系 你可以不把我当秦家人 正好离秦友娇这个祸害人 突然 班主任插话转一话 说校园贴吧的事 一定会配合秦玉好好查清楚 并让秦玉留下联系方式 还没等秦玉上庭 秦浪就立刻把秦玉紫开 同时也拿出了手机 更快地扫了老师的二维码 秦玉顿时无语 这个兔子 迟早得挨斗 秦友娇看到他们竟然如此为主陪允哥 心里却涌现出强烈的不断 秦武怎么都想不通 像陪允哥这样性格不停 不学无术 还敢把秦友娇推向了人 就这么值得秦玉和秦浪偏爱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扭头对陪允哥说道 陪允哥我会公开宣布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有交交一个女 陪允哥答应得更直接干脆 好 秦主任不后悔那就最好 秦母头也不回地说道 放心 不可能 说完便搂着秦友娇离开 不然陪允哥转过头 看向秦玉和秦浪 并问他们什么时候 秦浪跟着紧张起来 又忍不住安慰陪允哥 但是我不只想和他断绝关系 你们两个也 陪允哥瞬间感觉到 远主内心的情绪 原来秦家得罪人后破产 秦夫人并重 大哥断死 二哥毁人 三哥的手也出了问题 不能再继续抗战 秦家破产后 陪允哥一个人打三份功 支撑着他们 日子又苦又累 倒对他来说 却是最温情的时光 最后落得一身轮挤 为了不错为他们 说狠话断绝关系 下辈子我不想再跟你们做兄妹 想到这 陪允哥却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虽然自己对他们没有好感 但这是陪允哥放弃生命 也想要守处的 秦玉察觉到了陪允哥的意味 连忙地扶住了他 陪允哥逐渐回过神后 他似乎感觉到了 远主的情绪还残留在他的体内 算了 以后少见面就行了 说着便转身离开了 二路朝天 各走一边 这次陪允哥和秦母 彻底断绝了母母关系 车厢内 秦母看向秦友娇 并质问他关于贴吧的事情 因为秦母上午就觉得 秦友娇对贴吧的事 非常在乎 秦友娇果然是个心机 更是满嘴跑火车地说道 那个贴子是我朋友发的 他可能就是想替我出气 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秦母听到这话 立马心软了 怜爱地拍了拍秦友娇的肩膀 安抚道 这件事 妈妈会想想办法 那以后 也别让你朋友和陪允哥有任何亲证 秦友娇下意识地感觉到秦母的心情 焦急地问道 妈 你心疼他了 他到底是我亲生的 也算我对不起他 不过 妈妈心 还是焦焦最重要 随后便在网上公布了一条断绝迷女关系的声明 最近 谢谢大家关心 今天我也有件事需要公布 从今以后我 红月盈 与陪允哥断绝迷女关系 这声明一发出来 众人就炸了 秦友娇看到这个消息 立马转发秦友的那条动态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心动 毕竟以后也是要养妹妹的人 秦浪看到后期夫妇的那对秦友 需要你养 少做梦了 然后就是兄弟二人的附队模式 哥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 刚从人家黑名单放出来有什么好炫耀的 狗东西 你不也是死气白赖魔的哥答应你吗 而此刻 围观了秦家哥哥大行真宠的场面后 粉丝和路人都炸了 评论区各式各样 另一边 秦母看到网上后面因为秦宇和秦浪引起的风波后 气得把底基本狠狠扑上 她脸色铁青疏地站起 秦宇他们想干什么 是非要和我做对吗 秦柱看到秦母这个模样 脸色难看的说道 你怎么一声不吭 就和哥断绝关系 爸要是知道了 被断绝关系 可能就是你和我了 秦母情绪激动地说 我生的 就一定要我认吗 秦妇一听 疲倦地摁了摁眉心 银儿 你可以偏爱娇娇 但是你不觉得你太偏见了吗 哥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亲生女 她在孤儿院做了17年 其实我们应该补偿她的 没想到这个秦妇还算有点良心 说爸便要给裴允哥打电话去 出门前还不忘提醒秦母好好想想 哥真的让你这么恨她吗 秦母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 他们一个个的都要和自己对着 去关心裴允哥 门外 秦妇拨通了裴允哥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裴允哥的声音 秦先生 有事吗 哥 我是你的父亲 网上的是 秦先生 你也不想给我这么一个女人来 您就当作我从来没来过秦家 咱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也挺好的 秦妇一听 还突然察觉 裴允哥是真的不叫我秦家 哥 是你妈妈错 我让她给你道歉好不好 以后我也给你打零花钱 一个月二十万个不够 裴允哥红尘一气 稳稳地说道 秦先生 您的关心 整整迟到了两年 女孩第一次在男朋友家过一 却被男朋友的弟弟强行拖回房间 原来过时度为了帮裴允哥担心 决定带她回自己的老宅 下车后的裴允哥 走进货家老宅 还感觉到 百年望族的底蕴是有多么深厚 秦家也算是云城声明确起豪门 但比起货家 的确还差了不少 门口迎来的晚家 看到裴允哥后 满脸笑成了菊花 这个女孩 长得可真漂亮 此时 一个风云犹存的老贵 穿着高贵大发 举止优雅地正在喝茶 当听到大孙子的声音时 她竟然嫌弃起来 呦 还知道回来 之前不是告诉过你 没有媳妇就不要回家吗 可下一秒 老太太眼睛一亮 她跳了起来 我的乖乖 怎么回事 哪来的这么漂亮的女孩 裴允哥不卑不亢地给老人行 奶奶好 我是 她突然顿住 想起自己现在的身份很尴尬 没爹没妈又没家 还在杜爷家寄 于是她说是杜爷朋友的妹妹 现在住在杜爷家 但或时度听后却不高兴 原来只是一个朋友的妹妹 她凑近裴允哥的耳边 小声搜到 不用理会老太太说什么 我是带你来放着心情 裴允哥一愣 难道她知道我和秦夫人断绝关系 不然 小萌娃欢喜地跑过来 高兴地抓起裴允哥的手 姐姐怎么来了 是来看默默的吗 裴允哥笑着拥抱着小萌娃 亲吻着她的脸颊 来看默默的 随后便拉着裴允哥的手 就要去找阿拉斯王 看着一大一小的辈子 老太太着急地 让大孙子老实交代 这是什么情况 或时度看着老太太 嘴里说道 你不是喜欢小姑娘吗 带着回家你哄 老太太忧心忡忡 大孙子也太不是人了 这么小的孩子都能下得了手 虽然咱家却媳妇 但你也不能抱怨 或时度听到这话 连忙解释 我没欺负她 这两天她心情不太好 我在想法子哄她呢 并告诉老太太 千万不要提她家里的事情 老太太顿时懵了 此时在她的脑海里 已经补出了一场苦情形 心中不免起了怜爱之心 好可怜的小姑娘 以后一定要对她好 楼上 阿拉斯正在拆家 小萌娃抬起亮晶晶的眼睛 看着裴允哥 姐姐 你是不是住在哥哥吗 我会偷偷去跟奶奶说 让你住我这儿 为什么呀 裴允哥轻轻抚摸着 小萌娃的脸论子 跟大魔王哥哥住在一起 姐姐会被欺负 我喜欢姐姐 以后我可以娶姐姐当媳妇吗 可姐姐更喜欢哥哥俩 小萌娃看起来不可思议 可是哥哥很坏的 萌娃的话惹得裴允哥笑了 下意识地把她脸搭翻 可是姐姐对又坏又帅的哥哥 没有抵抗力 忽然 她眼角的余光看到自爷推门而立 裴允哥愣着 她想她没听到自己刚刚说的话吧 这是小萌娃满脸期待的问题 哥哥 我今天能跟姐姐一起睡吗 不行 过时度想也没想到就拒绝 开玩笑 小媳妇自己还没睡 怎么能让别人睡 小萌娃可怜兮兮地质问哥哥为什么 哥哥又不陪姐姐睡 还不让我陪着姐姐睡 小家伙一以惊人 裴允哥听了立马论子 随后又听到过时度反问小萌娃 你怎么知道哥哥不陪姐姐睡 什么人哪 敢在祖宗头上动脑 原来裴允哥的爷爷被秦浪的 黑粉网道攻击 攻进了医院的安全系 先调换秦老爷子的药 又挑衅地飞掉了医院的光好 大摇大摆的攻势众人 甚至还广而告知地称 只要他在 秦浪以后就别想好后 另一边 秦浪也在自责 都怪自己自己害了人 现在他恨不得杀了那个畜生 秦浪在一旁安慰着秦浪 怪你什么 我的黑粉 比你多多了 别在这矫情 老爷子一定会急人偏向你 说完打开手机一看 却一脸的差异 怎么回事 网络上黑秦家的帖子全没了 我之前花钱黑粉都不肯撤销 现在你们全删了 这些话却被秦友交通道 他告诉大家该不会是那个 追求自己的HC公司的副总 儿子帮忙伤 秦浪忍不住握住秦友交的时候 还是我们宝贝交交有本事 这个时候也只有你们刚的上来 辛苦你了 秦友交嘴上说这些都是应该的 可心里却很容易 就算裴允哥回到秦家又走了 我才是那个最有用的女 裴允哥只能是被抛弃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秦友交脸上浮出笑容 我的朋友刚好来了 爸妈你们想见 就亲自谢他了 男人被心仪的女孩拉着 心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突然就看到秦浪微笑着朝他打招 林同学 这次真的很谢谢 帮了我们秦家一个大忙 林峰一听顿时懵了 等一下 秦阿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哪里帮您了 秦友交笑着打断他的话 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做的 如果不是你 我爷爷的那些品 怎么会被删掉 林峰听了顿时吓得后退了一点 这怎么可能是我能左右的 你们秦家不是有个特别厉害的大佬了 我爸都得听他 秦友交文言顿时懵了 大佬 到底是什么人 医院裴允哥来看望鲁 还没走进病房 就看到两个阴纯不散的家 陪允哥不想理他们 却听到秦友交出他怒口 陪允哥 你和妈断绝关系 现在来干什么 陪允哥全程无视他 自顾自推门而入 可把秦友交气得不轻 接着他提出心里的疑 子怀 你说为什么我和爸妈他们 都被黑粉乐意针对 陪允哥却一点是没有 难道他是那位大佬 成个怀一脸的游戏 他这种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期待 黑粉再次发起黑客攻击 完全没有把陪允哥的警告放在里头 这次黑粉居然不知道自己一言一行 都被陪允哥全程录制了什么 当听到陪允哥说话的声音时 他慌了 连忙质问道 你是谁 陪允哥冷冷的说道 问那么多做什么 很快你就会吃上国家饭 还会结识很多人 飞粉听后哈哈大笑起 真是痴心妄想 你能耐我何 他怀疑对方肯定是晴朗的脑男子 本事不大 只会在网上找存在感的见寒侠 还叫嚣着要继续搞老爷子和秦家 然而他不知道裴允哥很快就会让他后悔目的 裴允哥安顿好爷爷和度爷报告一下就转身离开 秦母很是惊讶 白瞎了 老爷子这么抗他 殊不知 一直在背后默默帮着他们的大佬 更是他口中这个不孝的 这实际计算所所长在左手下来探望 秦母以为这都是陈子怀的功劳 却不知道他们来完全是为了拉拢裴允哥 所长看着眼睛的情侣 怀疑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这么优秀的女儿竟然断绝关系 转身就要去查看医院的安全系统 然而看后他几乎怀疑人生 更是声称破解这个系统估计都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边上的男人都不禁赞台 这是什么神仙大老手 院长欲言幼稚 想着陈允哥跟秦家闹得很张 如果自己多短会不会被记者 钟圣灵笑着说道 你倒是弄了个不止几千万的记者 空手稳泡白狼 心想着我还什么都没挖到呢 钟圣灵已经猜到是陈允哥了 有些福气 的确是上天的恩赐 秦家有没有这个命 就看他们有没有脑子 另一边 飞粉走出网吧 嘴里还不听得骂骂咧咧 到底是谁在坏我好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然而此时陈允哥已经在等他多时 气势上就已经压了 飞粉一袋子 陈允哥看着飞粉 你还挺狂的呀 飞粉问道 你是谁 但很快 陈允哥就让他回忆了起来 我说过的 脑残粉不能让你少猜肉 我能 飞粉这才反应过来 和他对话的人是陈允哥 不等飞粉反 陈允哥就揪起他的衣服 然后就是胖做半小时 飞粉碰腿的跪地求饶 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气息 陈允哥活动了下手来 又吃笑了声 你该信心我家老爷子 没有真的出什么事 不然我绝不善罢干凶 片刻后 飞粉被捕的事情告一段落 陈允哥心情瞬间也好了起来 不由地坐在马路牙子上 聊起了一只流浪猫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得罪大老那是种什么体验 那当然是让他竖着近人 横着出去 解决网爆攻击的陈允哥 竟坐在马路牙子上 聊起了野猫 看着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猫 他想着一会度爷来接他 如果发现他打架了 肯定要教训他 于是他学起了小野猫 顿时气的炸毛 给了陈允哥一转 不知不觉 杜爷已经走进了他 看着陈允哥揉着放红的脸 时不时地打个哈欠 顿时气散了大半 然后不自觉地脱下衣服 盖在陈允哥的头上 不等陈允哥反过来 大道地将他抱起 还要娇地把头扭到一边不愿的 可还是提醒陈允哥 将衣服盖在腿上 陈允哥一脸蒙圈地握着衣服 看了看身上的血迹 他才不会认为这血是自己的 陈允哥也从未见过他这么生气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凑近杜爷极力解释那些血不是自己的 他没有受伤 杜爷却依旧沉默无言 转眼又忍不住给他一个脑发疯 叫他安分的 陈允哥就是不听 继续撒娇卖蒙所放红 或十度冷冷地闭眼脚的头去 可脸上的表情怜不了 他心动了 陈允哥趁热打底 直接贴上去说道 那哥哥别不理我了 一旁的肚里扣托观察后面的情形 却痛心急甩 这陈小姐也太会能回陈允哥来 他是妖精转世吗 这谁扛得住 完了 我家杜爷这次要谈了 晚上 陈允哥端着夜宵 敲了敲度爷的门 听到回应后陈允哥最闷而尽 杜爷显然没想到陈允哥会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陈允哥 忽然又听到陈允哥软软地说话 哥哥应该还没吃饭吧 我想和你一起吃 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会好好学习 杜爷终于开了惊口 真的 陈允哥开心地猛点 陈允哥表示已经很晚了 可不可以明天再做 而杜爷说出的话却又聊又暗夜 没关系 晚上哥哥陪你 陈允哥羞答答地说他已经成年了 其实可以做点成年人该做的事 然而下一晚 杜爷却直接关掉了灯 可把陈允哥吓坏了 小手乱摸 惊慌失措地紧紧抱住或十度才安稳下 祈求杜爷开灯 杜爷恼羞成怒地捏了捏陈允哥的脸 问他为什么去打架 陈允哥拿开杜爷的手 望着他认真的说道 因为他碰了我很重要的 就像父爷这样重要的人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孩 他再也气不起来了 一心只想贴贴 病主妇以后有什么事都要告诉我 不要自己顶着 陈允哥突然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哥哥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傻丫头 因为我的云民 要什么都该如愿以偿 马库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睡了一觉 自家的墙角就被人挖了 国际顶级计算机研究所长东盛林 在得知陈允哥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找 于是他亲自邀请陈允哥加入他们的团队 却被陈允哥拒绝 因为他各方面都不在他们的招聚条件里 而且自己还和马库斯签了约 然而钟圣灵实在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人 他恳请陈允哥做他们外聘人 可以随意进出他们的团 使用他们的任何设施 钟圣灵果然是个老独立 心想着既然挖不来 就先和他搞好关系 在钟圣灵一带请回下 陈允哥也爽快地答应 钟圣灵高兴地满脸笑成了花 最后他迫不及待地给马库斯打了一个电话 睡在梦乡里的马库斯 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轰炸起 他暴躁如雷 老东西 你疯了吗 知道现在几点吗 可当他听到钟圣灵的话中有话时 他不耐烦地让钟圣灵说清楚 大半夜的到底想做什么 钟圣灵倒表示以后都是一家人 陈允哥不需要和我们签和 我们所免费给他用 说完便挂断电话 这可气坏了马库斯 直接把手机摔了出去 没想到这最后 还是没有防住老狐狸 于是他连夜起来发了一封邀请函 心想的 这回看你个老狐狸能否活着故国下令 另一边 陈允哥的家长群里只有琴玉和琴浪 班主任需要一个家长前来讨论贴吧的事情 二哥秒回说自己有时间过去 三哥更是表示自己已经在路上 然而吓一马 手机钉的一声响起 琴浪打开手机一开 竟然被琴玉给一出群了 琴玉你是人吗 琴浪气得把手机都摔了 最后捡起手机发信息让琴玉把自己拉回 令他没想到的是 琴玉竟然直接把他拉黑了 来到学校的琴玉 身为影帝的他立马迷倒了一片显寻 更是羡慕陪允哥这是什么神仙命 有这样的哥哥准 而这一幕都被琴玉交看得一清二楚 顿时他感到扎心了 他感觉二哥和三哥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不接近 这次居然又是为了陪允哥而言 陪允哥我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女孩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这是我见过对自己最狠的女孩 为了争处 琴玉交再次上演一场假摔 琴玉为了陪允哥的事情 再次来到学校 这也引起了其他同学羡慕的一波 琴玉交看到眼睛的这一幕 心中不免故意翻轨 站在楼梯口 心想着陪允哥真是厉害 居然把自己逼到这一幕 然后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此刻一个女生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琴玉 琴玉交从楼梯上摔下来 而且很严重 没想到琴玉只是轻描淡写的别人 道歉 能让一下吗 有事就联系她的家长 我只是陪允哥的哥哥 这让所有人顿时目瞪口呆 难道琴玉交不是她的妹妹 陪允哥才是 这太子 让说话的女生发红的脸 都跟着惨在 忍不住说道 琴先生就算是和琴玉交同学吵架 也不应该这样 忽视琴玉交同学 此时琴玉交被一个同学扶着走过来 红着眼睛哭泣了 二哥 娇娇疼 心里却想着如果这次二哥带她去医院 那么自己就赢了 然后就朝琴玉扑了过去 没想到琴玉即是一个闪鬼 直接让琴玉交扑空跪的态度 琴玉此时也松了一口气 心想幸好没有被琴玉交碰上 不然自己就不干净了 琴玉交难以置信地看向琴玉 怎么会这样 二哥怎么会如此对待自己 可琴玉接下来的话语点也没给她留情 别乱喊 很让人误会我们的关系 我的妹妹是允哥 琴玉这句话顿时让她犹如坠入云角 她压制住怒 又装起可怜兮兮地没完问琴玉 是因为妈讨厌陪允哥 所以二哥觉得 我也是那样的吗 琴玉眉头紧索 没想到这个时候 她还不忘往陪允哥身上搓装水 想到上一世 琴玉交对自己的冷漠无情 而自己还把她当作小朋友 真是白瞎了这双眼 琴玉冷冷地说道 琴玉交 你当家里有人护着你 就万事大吉了 贴吧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 你自己最清楚 你以为在网上诋毁哥的事 你做的天余无垢吗 琴玉交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一是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体 二是公开自己诋毁允哥的证据 你自己选择吧 琴玉交立马抱住琴玉的鼻 哭泣着说 二哥 我不要 我不想选 我知道错了 琴玉立马抽回头 冷冷地看着她 琴玉交你可没有资格行我 离开时又警告她 如果不选 自己也有办法让她毁出琴家 此时琴玉交恶狠狠地踏实着泪水 顿时仇恨涌上了她的心态 裴允哥 这都是因为你 我绝不会让你好过 没过多久 就看到琴玉交打了一个声音 表面上是给裴允哥道歉 可非后去卖财 诋毁裴允哥和林院长 这也让她的大批粉丝出来维护她 生好裴允哥 琴玉冷笑道 她可真会博取同情 最后发了一张自己和林院长的合照 感谢林院长对自己妹妹17年的养育之恩 不久 云城大学也发了声明 感谢林院长的无私奉献 捐了所有专利粉 支持寻找被管外儿童公寓 并取关了琴玉交 网上彻底炸开了墨 林院长这么好人 居然还被琴玉交如此误 然而琴玉交也没想到自己得罪了大 本来打算毕业去云城大学研究所的琴玉交 这次彻底光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位大佬也太年轻了吧 今天钟胜林十分开心 因为他终于把裴允哥给绕了 安排手下好好打扫卫生 保证每一个角落都是干干净净的 一个职员极为不情愿说道 不是吧老年 今天也就来几个实习生 你用得着这么心事动动吗 而钟胜林则表示 今天来的可是马克斯家的新成员 并让大家都放尊重 要让新成员觉得 燕连研究所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男生被钟胜林的话刺激到了 老爷子 你不要为了诱管大佬 把我当工具人好吗 这是根正苗红的研究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快不快乐的 人家还是个小公女 你别乱来 到时候吓跑小公女 我一脚把你踢飞 钟胜林说罢便转身离去 钟胜林将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给裴允哥认识 裴允哥微笑着向锁里的人介绍自己 大家看着眼前的裴允哥 都难以置信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佬 这也太年轻了吧 这时诚子怀来到计算所报道 锁里人告诉他那边 是大佬人开会的会议室 神仙打架的地方 忽然诚子怀更大眼督 那是谁 裴允哥 他怎么会在这里 诚子怀想进去看个究竟 不料却被计算所的人连忙拉住 你疯了吗 想被赶出去 那地方飞锁里重要人员 是没资格进入的 那那个女生 还没说完就被锁里人打架 什么女生 那是今天来锁里的大佬 所有重要成员都去开会 诚子怀也觉得太慌目了 自己疯了吧 裴允哥那种没脑的味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工作结束的裴允哥回到家中 心不在焉的他时不时的看着时间 天色已晚 杜爷竟然还没回来 于是他拿起手机 拨通了杜爷的电话 机智的裴允哥 不想让霍石度赶回自己的电话 于是赶紧找借口 说自己的作业不会走 霍石度答应裴允哥 十点半一定回家 然而裴允哥最后还不忘提醒杜爷 路边的野花不要惨 杜爷瞬间收起了笑容 并让程序掉头回家 这男人十点也没回家 裴允哥直接把笔记本搁上 但没想到 这一抬头 正好撞见回到家的杜爷 杜爷回来的挺早的 不过时度瞬间撩了嘴 等回来看看家养的花 这可比外面的野花交起多年 不然裴允哥用手指指着杜爷的胸 扬起脑袋 红唇一勾 杜爷你的老房子找回 这是杜爷兴奋的捏起裴允哥的脸 招摇而又玩味的说道 那也是女方的 此刻裴允哥也浑身顿 这男人 怎么浑身上下都让人觉得又撩愉异 最迟来的父爱裴允哥能接受吗 秦妇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竟然破天荒的来到学校找裴允哥 裴允哥走到秦妇面前 秦妇关心的问道 哥 你最近还好吗 要不要帮回家里 教教他 我会让他少跟你见面 你们都是我的女的 希望你不要记得 秦先生 我很好 也不打算回那里 至于秦有交 他欠的债 总是要还的 以后别来找我 我很忙 说罢便要转身离开 秦妇连忙说道 哥 明天是陆老太太的诞程 你能去吗 裴允哥头也不回的水 最后一次 以后 秦家的任何事 都与我无关 话落 只留下秦妇一个人站在园地 裴允哥窗过人群 抬头就发现站在大树下肚围 一双清冷淡玉的眼眶 此时直勾勾地看着他 裴允哥朝他走过去 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在他猴杰处的轻质上 莫名地想伸手去摸一摸地冲动 手伸到半空 忽然又立即收了回去 哪想 此时 杜爷忽然伸手 心握住了他的手腕 一把把他揽入怀中 怎么不敢抱啊 以前抱的还少了 杜爷这轻柔的嗓音 瞬间让裴允哥沦向了 人家只是想摸摸这儿 杜爷 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 杜爷闻了一声 手就放在裴允哥的头上轻轻的安稳 裴允哥笑着说道 觉得我心情不好吗 这样的误会也不及 哪知杜爷又开始调谈起来 云语 矜持点 不要占哥哥便宜这偷偷地想 听说今天考试 怎么没告诉他 裴允哥突然感觉 这个男人怎么变得这么好 竟然看穿了自己的小心思 太没趣了 还是开溜大吉吧 陆爷站在人地不由地赶他 这小孩 是真的难管啊 这个心机表想要找他俩之城 简直是白日做梦 异想天开 陆老太太的受战之日 情有刁正在卖力的表现自己 因为他要引起一家 少主义寒然的主 一个可以合获十度抗衡的能力 那样他在圈子里的地位 就会水涨船高 而裴允哥 那位霍先生最多只是 对他感兴趣吧 他怎么可以攀得上货架 自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情有刁在卖力的弹着琴 有的不少熟悉 情有刁的千金的羡慕琴 情有刁的确是个天台上人 而这个男人 却对裴允哥产生了兴趣 裴允哥到底有什么能力 竟然能把握十度勾走 他来到裴允哥的身边 开始和裴允哥靠近乎 裴允哥愣了一下 当看到男人事与总时 想到他拉肚爷去饭局应酬 估计不是个好王爷 不想跟他废话 此时灵极微幸灾乐祸地 嘲笑裴允哥 那个谁现在都没出现 该不会是怕了 情有娇笑了笑 好端端的 提他做什么 他回情家没多久 什么不会也很正常 于寒然听出了情有娇话里有话 看着情有娇满蕾的优越感 刚对他提起了兴趣 顿时没了 于寒然向裴允哥提 不如你打个电话 让杜爷来撑个场 他当情什么都很弱 他也想看看 这小姑娘在杜爷心里 到底有多少分量 是吗 以后我会听听的 听到这话 于寒然过了一岁才明白的 这个小姑娘只喜欢吃毒食 不想让别人听到不识度弹琴 这小姑娘的占有意 也挺恐怖的 那群女人越来越不靠谱 骂裴允哥不会 竟然连老爷子都骂上 裴允哥目光烈了 不然起身朝着人群中走去 于寒然一脸差异 心想他不会去打架吧 情有娇看着裴允哥 故作惊讶地问他 允哥 你是想为大家演奏一曲吗 不过我记得你没学过 还是算了 忽然让爷爷丢脸就不太好 裴允哥走到钢琴前坐下 情有娇 做人流点异地 边上的女人 愤愤不停地走上来闹 裴允哥 娇娇好心劝你 你还威胁人 果然是没人好好教育 裴允哥姐妹一笑说道 我要是弹出来 你要怎么办 裴允哥 你就弹出我刚刚弹的曲子 三分之一好 我来带微微向你道歉 裴允哥得意地答应 琴声响起 女人很得意地嘲讽起 一开始就完全不对 刚看他那样子 我还真以为他有把握呢 看来还是余寒然总的心声 这曲子弹的和情有娇完全不同 但听起来确实不错 看来或时度是简道保护 片刻后 琴声落下 裴允哥问道 秦小姐 是不是该你履行承默了 裴允哥 大家都听到了 你觉得 我该履行什么承默 可笑 余寒然突然插上一句 说道 他没弹错 他用了曲谷的处旋律感觉 前面和收尾那一段 是导着主旋律弹的 临极威立马大声悟 不可能 那是娇娇做了曲 他裴允哥怎么能听一遍这歌 还改编了 余寒然仍坚持自己的见解 说裴允哥确实是 弹了那个曲目的三分之一 这时灵极威面目 争吟扭曲到变形 不可能 你说改了就改了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好 秦小姐自己做的曲子 难道听不出来吗 余寒然说出的这话 让秦有娇气的哑哑感 浑身多嘴 没想到自己打心底 瞧不上的草包 竟然会弹琴 而且还弹得这么好 他质问裴允哥 是不是故意骗他不会弹琴 我以为 秦小姐刚刚那么强烈的 想听我一句话 是知道我会啊 那么现在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娇娇也不是故意为难你 也裴允哥你觉得吗 秦有娇心想 你赢了又怎样 子凡还是站在我这边 裴允哥可不惯着她的臭忙碌 那么接下裴允哥会怎么做呢 上集我们说到 秦有娇还以为裴允哥 没有学过钢琴 想让她出宠 就让她弹钢琴 裴允哥坐在钢琴面前说 秦有娇 做人留点余地啊 看着裴允哥的身影 少女微微道 裴允哥 娇娇好心劝你 你还威胁人 果然是没人好好教育你 不想裴允哥没有理她 看着秦有娇问 我要是弹出来了 你要怎么样 秦有娇回答着 允哥 你就弹出我刚刚那首曲子的三分之一好了 弹出来我代替微微向你道歉 裴允哥说行 随后食指纷飞开始弹起了钢琴 绿耳的音乐传来 少女微微凑到秦有娇耳边响声说 一开始就完全不对啊 刚才看她那样子 我还真以为她有把握呢 于寒然也感觉 弹得和秦有娇的曲子完全不同 但是这曲子同样好听 还有点耳熟 心想这回度也是真的捡到宝了 弹曲结束 裴允哥扭头问秦有娇 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 秦有娇却觉得十分可笑 她讥笑地问着 裴允哥 大家都听见了 你觉得我该履行什么承诺 于寒然双手抱胸悠闲道 她没弹错 她用了曲谱的副旋律改编 前面和收尾那一段 是导着主旋律弹的 微微不敢置信地说不可能 指着裴允哥道 那是娇娇自己做的曲子 她裴允哥怎么可能听一遍就会了 还改了编曲 于寒然淡淡反驳 裴小姐完整地弹下来 不偏不倚 刚好重复了秦小姐 那个曲目的三分之一 微微咆哮 不可能 你说改就改了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的 于寒然端着酒杯 看着秦有娇笑咪咪的问 秦小姐自己的曲子难道没听出来 见此 旁边的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秦有娇 连别人改自己的曲子都听不出来 还有人说 只听了一遍就能演奏和改变 这也太绝了 不是说秦家那个新来的小姐不学无数吗 听见人们的议论声 秦有娇坐在椅子上咬牙切齿 她扭头看着裴允哥问 所以你以前是装作不会弹钢琴骗我 裴允哥轻笑一声 站起身说 我以为秦小姐刚刚那么强烈的想听我演奏 是知道我会啊 那么现在 不等裴允哥的话说完 橙子怀打断她道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娇娇也不是故意为难你的 也不必要让谁大庭广众的难堪啊 裴允哥 你觉得呢 秦有娇扭头看着橙子怀想 赢了又怎样 紫怀还是站在我这边 不想裴允哥说她还是闭嘴比较好 描了于寒然一眼又说 我和于总串通 就是为了听秦小姐一句道歉了 上集我们说到 裴允哥说自己和于总串通 就是为了听秦小姐一句道歉 于寒然无奈 把别人当工具人这么得心应手 跟杜爷一个鬼样子 想归想 却还是帮着裴允哥说话 他道 几位 说话做事还是要给自己留点余地 毕竟于家不是橙家能够抗衡的 秦有娇和橙子怀一惊 迫于压力 秦有娇低头道歉 对不起 今天是我和薇薇说话没了分寸 于总 允哥 我在这替他向你们道歉 一段时间后 于寒然和裴允哥相对而战 他们交谈着 于寒然说 我帮你一次 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呀 裴允哥拿着美食道 虽然知道于总的一贯习性 但还是希望于总要没什么正经事 最好也少带着朋友去玩 于寒然满脑袋问号 随后反应了过来 你是说我找杜爷的饭局 你误会我了 那是真的有要事 不然我哪有本事约杜爷出门 还想着 最后还不是被你一个电话就叫回去了 裴允哥回道 这样啊 那辛苦了 话落 转身离去 于寒然看着裴允哥的背影暗自评价 本以为是大灰狼和小白兔 现在看来 这是只小狐狸啊 杜爷栽了 另一边 秦母也来到了宴会上 有太太打着招呼说 秦夫人 你来了 随后 两个女人看着秦母的身影讨论 秦夫人刚在网上宣布和刚找回来的女儿断绝关系 今天母女三人都来了 今年圈子的八卦业务 怕是都被秦家包了吧 秦母走进大厅以后 一人打着招呼 秦夫人 你可算是来了呀 今天怎么只有家里的小姐到了 少爷们这么难请啊 另一太太说 这女儿也很厉害啊 咱们娇娇不就是从小就没人能追赶的上吗 刚才的太太道 另一个女儿也不差 刚才看她在后花园弹琴 这比娇娇还厉害啊 娇娇弹了一遍的曲子 她就能现场弹下来 这可真是太厉害了 真的是天才 好好培养 绝对比娇娇还能给你们家争脸 不想秦母居然嫌弃的说 那不是我女儿 我就娇娇一个女儿 女人猛逼 你说什么 秦母又重复了一遍 说自己和她断绝了关系 秦夫人还是少跟自己提她 心中还想 什么只听一遍就会谈 也不知道她使了什么手段 上集我们说到 秦母来到了宴会上 还说自己只有秦友交一个女儿 培允哥和她已经断绝关系了 刚才和秦母说话的两个太太讨论着 红裙子太太说 好歹是自己的亲女儿 哪有当着外人的面 给自己亲女儿泼脏水的 另一个太太小声道 那姑娘长得漂亮 谈得一手好情 秦夫人不认 也不知道是谁亏了 另一边 橙子怀推着秦友交走了过来 秦友交叫着妈 她问着 你怎么才到呀 秦母弯腰说 你腿上的伤还没好 还非要过来给陆老太太喝手 突然看见秦友交红红的眼睛 她问着 娇娇 你眼睛怎么红了 刚刚哭过了 是培允哥对不对 秦友交握着秦母的手 眼泛泪光道 妈 好了 之前我也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声音说 秦伯母这是怎么了 秦母抬头道 林诺 你怎么来了呀 秦玉真是不懂事 也不和你一起来 来人正是云家大小姐云诺 秦玉的荧幕CP加追求者 她说想来看看伯母和娇娇妹妹 转身看见秦友交坐在轮椅上 惊呼一声问 娇娇 你的腿 还有你二哥是怎么了 闹出网上那些事来 秦友交攥紧了腿上的毯子 没有回答 秦母双手抱胸愤愤道 有人回了秦家 家里就不得安宁了 秦友交开始了她的表演 一脸为云诺着想地说 云姐姐 你去娱乐圈发展到今天 全都是为了二哥 别因为我产生什么误会 说着露出了手上带着的手链 云诺看着秦友交手上的手链想到 那不是之前秦玉在二国拍卖会上买的吗 世上仅此一条 她对秦友交这么好 十几年的亲情变成现在这样 那个陪云哥很有手段啊 不如先帮帮这个秦友交 让他在秦玉面前多说说我的好话 就低头凑到秦友交面前笑呵呵道 娇娇 这件事云诺姐姐替你解决 你好好的玩就行 秦友交嘴脚一勾印着 谢谢云诺姐姐 宴会的另一边 云诺找到了陪云哥 她在身后叫着陪小姐 陪云哥扭头问她有事吗 看见陪云哥的样子 云诺想 上次自己见她 她还是死气沉沉的 现在倒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 云诺站在原地淡淡地说 我知道 你一直不喜欢秦友交 但无论如何 娇娇她都和她三个哥哥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这是你没办法比的 陪云哥从她身边路过 来到了餐桌面前 拿起一个食物 她说 我没办法比 你还找我谈话呀 看着陪云哥吃美食的身影 云诺只有一个念头 她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边陪云哥要拿桌子上的酒水 云诺见此上前一撞 陪云哥没有拿稳 酒水哗啦一下洒了出去 云诺拿着杯水 看着陪云哥 笑咪咪道 喝水不是也挺好的 陪云哥从云诺手里接过了水 转头就把水倒在了云诺的头顶上 云诺呀的惨叫出声 陪云哥只是拿着空杯子 看着她问云小姐 清醒了 清醒了以后就管好自己 然后从她身边走过 云诺反应过来以后 嘴里叫着陪云哥 右手高高的举起 仰手就要向陪云哥打去 却被一个手抓住 原来是秦玉来到宴会上 见到了此场景 抓住了云诺打向陪云哥的手 秦玉抓着云诺的手腕 她问云诺想做什么 宝们 下周一继续 眼前这个女人也太坏了吧 居然扬起手就要打人 幸好扬起的手被秦玉抓住了 阻止了云诺向自己妹妹 打去的守候 她来到了陪云哥的面前 焦急地问着 哥 没事吧 陪云哥回答说自己没事 云诺在后面愤怒地大吼 秦玉 你是瞎了吗 明明是我被欺负了 不想秦玉却扭头沉声道 以后离根远点 见秦玉向着陪云哥说话 云诺在身后委屈极了 她说我只是替你教教她 秦玉 我们认识多久 她呢 你难道就没发现 因为她 你已经跟家里人关系都不好了吗 秦玉双手抱胸反驳着 用得着你教 你说够了吗 说够了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云诺 我再说一遍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说完 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对电话那边道 安排下去 以后的档期 但凡有云小姐的 都避开不接 云诺一下就猛逼了 连连开始认错 她先是对秦玉说 秦玉 我错了 你别生气形不行 然后又对陪云哥道 云哥 是云姐姐错了 云姐姐给你道歉 你原谅我好吗 陪云哥语调漫不经心的说 不用了 云小姐管好自己就行 云诺又愤怒了起来 刚要说话 就被身后的一道声音打断 陆远思看着陪云哥的声音 惊讶的喊着 同桌 陆远思旁边的老太太疑惑 远思 你喊谁呢 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眼前这个老太太也太眼熟了吧 仔细一看 这不是原来拉着陪云哥 想要陪云哥做自己孙媳妇的人吗 陆远思 陆远思 难怪他在学校被当祖宗供着 当老太太看见陪云哥 二人相对无言 随后 老太太就说 你不是那个 不等他说完 陪云哥打断老太太自我介绍着 你好 我叫陪云哥 之前和陆老夫人见过面 听见两人的对话 陆远思也想到了奶奶以前和自己说的话 奶奶说自己今天碰瓷了一个很不错的女孩 改天还要介绍给自己认识 所以 他碰瓷的居然是陪云哥 看着那边倍感亲切的两人 陆远思无语 这老太太想孙媳妇想疯了吧 这边老太太带着陪云哥坐到了沙发上 秦母推着秦友娇走了过来 她说老夫人 今天是您的寿宴 娇娇她说什么也要来陪陪您 不想老太太直接无视了他们 只顾着和陪云哥聊天 她问着 哥啊 你是谁家的闺女 陪云哥向秦母看去 看见秦母厌恶的别开了视线 就对老太太说自己住在孤儿院 老太太了然 原来是父母双亡啊 陆远思在旁边轻轻的咳嗽了一下 听见老太太的话 秦母脸色阴沉的握紧了轮椅 秦友娇连忙安抚着 妈 你不要在意她说的 秦母缓过来以后又开始炫耀了起来 看着秦友娇手上的手链问着 娇娇 你这条手链 是不是之前你二哥去二国买给你的 旁边的宾客也说着 这条手链自己之前好像在拍卖会上见过 世界上只此一条 拍出了两千多万的价格呢 秦母无嘴笑着说 阿玉虽然不经常回家 当秦母夸奖秦玉 说她虽然不经常回家 但是对秦友交很好 舍得给妹妹花钱的时候 秦玉从她的旁边走过 来到了裴允哥的面前 她把手搭在沙发上问着 哥 参加宴会怎么什么都不戴 二哥之前给你买的 你一次都没戴过 这样 二哥会很难过的 说着从兜里掏出了项链 戴在了裴允哥的脖子上 戴上后夸赞着 我家哥 好看得很 随即 裴允哥听见旁边的人说 那个项链是不是那个波塞被女王 我就是学珠宝设计的还会看错 那就是十年前 最后一次拍卖到了一亿多的古董项链 她扭头问秦玉 这很贵 秦玉无所谓道 还好吧 秦友交作在轮椅上极度地问着 二哥是什么时候给允哥买的那条项链 秦玉回答道 在哥第一次回秦家的时候 心中还在庆幸 她感觉在哥第一次回到秦家 自己送了这条项链当见面 这也许是自己上一世唯一做得对的事情 旁边的老太太扯了扯旁边孙子的衣服 小声地问 哥和秦家什么关系 陆远思道 那位秦夫人是我同桌的亲妈 断绝关系了的那种 老太太一下揪着陆远思的耳朵道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陆远思摸着脑袋 无所谓急了 别人家的事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想着上次见到的小伙子 和自己的孙子一对比 老太太沮丧地垂头 完了 没指望了 心爱的孙媳妇没有了 另一边 秦玉找到了于寒然 说自己有些话想和他聊 两人坐在了一个沙发上 于寒然问秦玉什么事 秦玉一脸骄傲道 我知道我妹长得好看有优秀 你会动心很正常 但你还是克制一点吧 男人的情不自禁叫犯罪 说着把手放在于寒然的肩膀上拍了拍 于寒然拍掉自己肩膀上的手反驳着 你少胡说八道 秦玉二人开始了一问一答 我妹不好看 好看 你不喜欢这种颜值 喜欢 那你克制得住吗 克制的 说到一半于寒然反应过来 扭头看着秦玉说 你是故意找我的事的吧 你怎么会认为我对你加根感兴趣 秦玉说这个他就不必知道了 他想到之前曾旭特意来找自己 说是杜爷让他来提醒自己 多注意防范于寒然 他可能会想接近陪小姐 秦玉感动极了 没想到杜爷这么细心 真是好兄弟 论把自己的小白菜 种到狼窝里是种什么体验 因为霍石渡对自己的提醒 秦玉对着于寒然各种警告 让他把持住自己 于寒然问是不是霍石渡告诉他的 秦玉却说他是做贼心虚了 于寒然一脸愤怒道 你是不是傻 我像是拱你家小白菜的人吗 就在这时 裴允哥走了过来问着 你们在聊什么 二人一口同声地说没什么 看着裴允哥转身就要离去的身影 秦玉在身后问着 哥儿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种场合 二哥送你回去吧 裴允哥拒绝 说自己有司机过来接 秦玉想 哥儿还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嘴里还叮嘱着 那哥儿你回去早点休息 裴允哥也回应着 你也是 早点休息 秦玉顿时心花怒放 哥儿在关心我 自己要继续努力 于寒然在旁边想 真想知道 要是自己把小白菜种到了狼窝里 这家伙会是什么表情啊 第二天 学校内 林极威看着秦玉娇说 娇娇 你是什么大佬啊 又是年纪第二 不像那个裴允哥 倒数第28 能不能毕业都不知道 秦玉娇想到 上次看到他弹琴 我还以为他成绩也很好呢 放学铃声响起以后 裴允哥来到楚之行身边问 怎么突然对英语这么上心 楚之行道 我想申请二国医学所的下令营 但我语言能力不行 就连申请表都没法写 裴允哥伸出手说 给我看看 见此 楚之行道 允哥 我知道你认识二国研究所的人 但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裴允哥拿着笔 说这不算给你走后门 看着裴允哥拿起笔写了起来 楚之行想 这是在帮我翻译 翻译完 裴允哥就放下了笔 正好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马库斯打来的电话 裴允哥拿起电话 转身就向外走去 楚之行在身后惊呆了 这份书名里有大量的专业词汇 居然写得这么快 这种水平怎么可能考出这个成绩 自己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这边裴允哥打着电话 问马库斯有什么事 马库斯笑呵呵的说 允哥 咱们的项目专利有人想买许可权 德莱尼集团你知道吧 二国顶尖科技集团 想出高价买段专利 项目还没正式问世 就这么炙手可热 允哥 裴允哥坚定道 不卖 马库斯惊讶 我说小祖宗啊 你知道这个专利费 德莱尼出了多少吗 我们下周一见 感谢支持 发生了什么 裴允哥居然说自己是霍石度的女朋友 当马库斯打来电话 说有人想买项目专利的许可权的时候 裴允哥却说不卖 说可以等自己把项目做完 到时候费用翻倍 马库斯应好 说自己再和德莱尼沟通一下 裴允哥挂断电话以后 和霍石度发起了信息 霍石度告诉他自己去公司等他 裴允哥应好 来到霍石度公司 曾旭把裴允哥迎到了霍石度的办公室 他说道 裴小姐请进 陆爷还有个会议 你先在这里等他一下 裴允哥说自己知道了 见此 曾旭接着说 那我先出去了 裴允哥坐在沙发上 刚要拿出背包里的练习册 就看见了茶几上放着一个饮料 他想着 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 随后拿起饮料 美滋滋的喝了起来 喝完以后开始做起了练习题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女人问 曾助理在不在 裴允哥拿着笔随口回答说不在 看着裴允哥 女人一惊 怎么回事 自己明明打听道 这位霍总不尽女色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 办公室里怎么会有女人 就问道 你是谁 霍总的妹妹吗 裴允哥语调淡淡的道 要这么说 那也算吧 女人疑惑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是妹妹 心中想着 嘴里还接着道 小妹妹 你是霍总的妹妹 你大概不知道 霍总他不喜欢有女人待在他的办公室 裴允哥漫不经心的说 所以 你是不是该出去了 还有三分钟他们就回来了 还不走啊 不想女人根本不信 女人想着 他怎么可能知道杜爷什么时候回来 真要是三分钟后回来 他敢坐在这 就一步步向裴允哥走近 还说着 请小姐还是跟我出去吧 不然我要叫保安了 裴允哥和其练习策 站起身道 秘书小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不是你们家总裁的妹妹啊 我是他女朋友 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 她也太会撩了吧 趁着霍十度去开会 裴允哥和走进办公室的秘书说 自己是霍十度的女朋友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霍十度的声音 他问道 云云 你在做什么 裴允哥一听见霍十度的声音 迅速跑到了沙发上乖乖坐好 霍十度宠密一笑 想着 又在闹腾 却什么都没有说 转头看着秘书问 谁让你进来的 女秘书吓得浑身发抖 指着裴允哥磕磕巴巴的 我是过来找曾助理的 没想到看见这个小姐 逗留在您的办公室 就想让她换个地方 不等女秘书说完 霍十度直接给曾旭打了一个电话 让她过来 曾旭走了过来敲着门 敲门时还在想 这些女人怎么总是不安分 想着自己能得到杜爷的青睐 蠢得要死 进入办公室以后弯腰道 杜爷 是我没管好心人 霍十度语气没什么起伏的说 弄出去 秘书还想和曾旭解释 曾旭道 还不给我出去 随后二人离去 霍十度坐在沙发上问 哥哥的桃花站有点多 坦掉的话你心疼吗 裴允哥盯着霍十度看了一会后 突然伸出手道 你靠近点 我们商量点事 等霍十度靠近后 一下就握住了霍十度的双手 霍十度低沉着嗓子说 云宇 你耍什么流氓呢 裴允哥拿起霍十度的手 放到自己的脸边问 那你生气了吗 就在这时 裴允哥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站起身 接起了电话 霍十度坐在沙发上 看着刚才被裴允哥握住的手响 这小家伙 怎么越来越会点火了 眼前这个女人真的是个绿茶 挑拨离间完的得心应手 裴允哥在霍十度办公室时 接到了医院院长的电话 院长说 裴小姐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声 您的家属请了方格生医生 来给秦老爷子动手术 这件事你知道吗 定了明天手术 那位方医生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裴允哥打断院长的话道 院长 我想麻烦您一件事 不要让那位方医生动手术 明天我安排的医生会联系您 我家老爷子的命 不能出任何意外 随即院长通知了 秦母和秦友交二人 还让秦母不要激动 说裴小姐这么安排 自有她的道理 秦母开始往裴允哥的身上泼脏水 秦母说她能有什么道理 当初我公共立过遗嘱 如果她离世 家里的大部分好处 都是给她的 院长 你说她是为了什么 跟家里对着干 院长听言愤怒的说 秦夫人 话不该这么说 您虽然是裴小姐的生母 但裴小姐依旧有权利告你诽谤 这件事秦老爷子 已经签过书面文件 就算方医生到了 我也不能让她做手术 说完转身离开 秦母愤怒的说了一个你 秦友交在旁边安慰着 妈 你别急 院长那你不好施压 但方格生医生在他们那个圈 可不是好惹的 随后 方格生医生就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他推开门道 胡院长 秦老先生是我的病人 贵医院不让我诊治 是不把人命当回事 院长边倒茶边说 当然不是 只不过秦老爷子签了协议 该手术只有他的孙女 陪允哥同意才能进行 说着把茶杯推了过去 让他喝杯茶降降火 方格生道 我也不想跟你打太急 我听说过陪小姐的事 既然他有信心 请来的医生比我好 那总要让我知道是谁 院长为难地想 方格生这是打算咬死不放了 可陪小姐找来的医生 还没有联系自己 方格生还在问着 怎么院长不愿意 这个医生也太惨了吧 居然送上门来给人打脸 方格生医生找到了医院院长 说想知道陪允哥找来的医生是谁 正当院长一脸尴尬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院长接电话的时候 方格生喝了口茶响 这种手术自己都只有三四成把握 自己倒要看看 那个陪允哥能找来什么人 院长挂断电话以后 笑眯眯地说着 刚好陪小姐的主治医生要求视频通话 方医生一起 坐在大屏幕前 方格生疑惑 视频会议 这人搞什么名堂 视频会议接通以后 就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正在吃着泡面 院长二人无语 就听见那边传来一道声音 小助理说 您看得见我吗 院长无奈 要不您先吃完饭再聊 小助理猛逼 自己没有吃面了 男人一看怒吼 小兔崽子 你把镜头对准了谁吗 方格生嘲讽着 这就是陪小姐找的医疗团队 是不是随便花点钱 在国外找的野鸡团队啊 心里想 装模作样的 就是有点眼熟 男人倾科医生自我介绍着 您好 我是二国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史蒂文 请老先生的主治医生 方格生惊呆 陪允哥请来的居然是这种行业的天花板 这个女生也太惨了吧 居然被接连打脸 秦玉工作室 助手上前汇报说 玉哥 秦友娇小姐报名了咱们的工作室 秦小姐想进娱乐圈 按道理来说 的确是待在自己哥哥的这回比较自在 说到一半 注意到秦玉看过来的视线 助手一下就闭嘴了 秦玉双手抱胸吩咐道 第一轮就把这个人给我弄走 如果他出现在工作室 那我就把你给弄走 听懂没 我妹妹只有陪允哥 别记错了 另一边 医院内 秦友娇和秦母坐在椅子上 秦友娇摆弄着手机一脸失落 秦母问他怎么了 秦友娇说 我给二哥的工作室投了资料 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二哥他好像真的变了 文言 秦母阴沉着脸道 一个个的都反了天了 当初我就不该同意他们去找回陪允哥 转身握住秦友娇的手安慰着 娇娇 等方医生把你爷爷治好了 他会知道你的好的 就在这时 方格生走了过来 秦母急忙站起身说 方医生 您和院长沟通过了吗 真是麻烦您了 等这次手术做完 不等秦母说完 方格生轻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道 秦夫人还真够看得起我的 不要再来找我了 随后离开 秦母和秦友娇一惊 不懂方医生怎么会生气 僵硬地站在原地 我们下周一见 注意看眼前的这个白脸被打脸了 自己找来的医生让他不要再找自己了 当方医生走后 秦母站在原地 手握成拳咬牙切齿道 肯定是裴允哥跟方医生说了什么 心眼真坏 秦友娇在旁边说着 既然他这么想让自己认识的医生 给爷爷手术 那我们就等等看 还有谁比方医生更厉害 某一天 最新消息又和秦家有关了 原因是秦友娇在直播的时候 不小心透露了裴允哥赶走了方格生 另外找了名医给秦老先生手术 而且还有知情人爆料 秦老先生已经立遗嘱 大部分财产都就给了裴允哥 知情人就猜测 某千金是不是为了尽快得到遗产 这消息一出 就有不少网友开始骂裴允哥不孝顺 人们都义愤填膺 秦友娇所在的娱乐公司内 经纪人道 公司的营销号已经下场了 另外我也安排了人去跟踪裴允哥 到时候会拍到 他到底是请了谁来手术 只要踩着他 你千金小姐的人设就站稳了 听见这话 秦友娇脸色一僵 被人设二字戳到了痛楚 他抿唇道 什么人设 我就是真正的秦家千金 经纪人在旁边善笑一下没有说话 机场内 史蒂文脚步匆匆 还让少年不要玩手机 说不定允哥正等着的 突然一个人走近了他 史蒂文停下交集的脚步猛低 谁啊 干嘛 别挡路啊 就听见裴允哥说 史蒂文 终于见面了 史蒂文惊讶 你就是裴允哥 二人正说着话 后面传来了咔嚓咔嚓的拍照声 那人拍好以后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拍好了 电话那边 经纪人道 直接发网上去 就说裴允哥请了个外国佣衣 和人吃喝玩乐呢 没把人家秦老爷子的病放在心上 从没见过这样的母亲 对老公公说自己亲生女儿的坏话 医院病房内 秦母对秦老爷子说 爸 您还在这里病着 您看裴允哥在做什么 这到底不是自己家长大的孩子 不知根知底 您还是 不等秦母说完 秦老爷子打断他的话道 你还配当母亲吗 说自己女儿的坏话 都这么理直气壮 不知廉耻 秦母不服气地拿着手机道 可网上的消息也是别人拍到的 总不可能是故意害他 秦老爷子拍着病床怒合 谁拍的 我现在就让律师去告他 说完就咳嗽了起来 旁边的护士急忙回头看着秦老爷子 转头就看见了秦母手机里的照片 感觉这个人很眼熟 见状 秦母把照片举到护士面前问着 你认识 是谁 是不是什么骗子佣衣 看着照片 护士沉思 我想想 是谁来着 另一边 餐厅内 史蒂文正在美滋滋地吃着美食 旁边的少年拿着手机道 所长 裴小姐 我们好像被拖拍了 还有今天的热搜 史蒂文一下拿过少年手里的手机 看着照片气得头顶冒烟 这些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 我要起诉那帮键盘侠 裴允哥漫不经心地说 用不着生气啊 史蒂文 他们讨厌的是我 不是你 待会我删了就行 热搜而已吗 史蒂文却说那也不行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你 随后拿起手机和裴允哥拍了张照片 史蒂文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配文我和我的朋友 还告诉裴允哥交给自己就可以了 或十度霸气维护裴允哥 找了我家小孩的麻烦 哪来的第二次机会 医院内 护士拿着手机终于想了起来 照片上的人是二国医学所的所长 史蒂文 他把找到的照片给秦老爷子看 还说史蒂文先生很少接手术 今年手术都给接满了 裴小姐为了老先生 肯定花了不少心思 他对您可真好 听见护士的话 秦母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怎么可能 裴允哥怎么能请得动这样的人 方格生也发布了一个最新视频 说自己已经确认过 裴允哥请的主治医生 的确比自己有经验 希望大家放宽心 不要再随意攻击任何人 网友还在下面评论 让他被劫持了就眨眨眼 秦玉工作室也转发了史蒂文发的消息 钟胜林 云城大学生物学院长 前院长等人纷纷转发 网友都惊呆了 这是破词原了吗 有网友解释 林兰君是他奶奶 史蒂文和他是朋友 他一出事 出动了科研圈的半壁江山 或石渡办公室 曾旭道 裴小姐被恶一黑 是娱乐公司的手段 可能和秦家另一位小姐有关 不过目前这件事也已经解决了 曾旭看着霍石渡问 杜爷 需不需要我去露个面 下次 霍石渡敲着桌子的手一顿 漫不经心地说 找了我家小孩的麻烦 哪来的第二次机会 曾旭应好 知道杜爷这是不打算 让那家公司坐下去了 醉酒后的霍石渡也太可爱了吧 居然在调戏裴允哥 霍家 裴允哥走下楼梯 就看见霍石渡站在大厅里 裴允哥走到霍石渡面前问 哥哥你喝酒了 头发怎么湿了 霍石渡断斧身子凑到裴允哥面前 直勾勾地看着他 漫不经心地说 是云云啊 裴允哥被那么看着 心都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也不打算问了 拉着男人的衣袖 就想把人戴上楼 谁知 男人忽然一手扣住了他的手腕 一手将盘住裴允哥头发的钢笔摘了下来 那一刻 裴允哥的无法散落 恋艳的双眸注视着霍石渡 霍石渡嗓音愉悦道 叫声哥哥就还给你 裴允哥深呼吸了一下 看着他湿透的头发 语气温和地说 上楼去洗个澡 我帮你吹头发好不好 霍石渡抬起手 轻轻地敲了一下裴允哥的脑袋道 一天到晚 只想着占哥哥便宜呢 裴允哥感觉自己的耐心都要耗尽了 这人喝完酒怎么这么难搞 卧室内 裴允哥给霍石渡吹着头发 边吹边问 你喝完酒就喜欢欺负人 没听见回答 低头一看 就见霍石渡已经睡着了 突然外面传来了霍老夫人的声音 他叫着石渡 想到霍老夫人的急迫心情 裴允哥感觉这个时候 霍老夫人撞见自己从他卧室出去 怕是要让我们俩直接订婚 但是把霍石渡一个人放在这 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裴允哥转头看着霍石渡 再看看衣柜 只想到了一个办法 霍老太太上楼后 就看见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注意看眼前的二人躲在衣柜里 裴允哥还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 正当霍允哥给喝酒后的霍石渡 吹头发的时候 霍老太太来到了霍石渡的房间 霍允哥带着霍石渡躲到了衣柜里 霍老太太进来后还在疑惑 怎么会不在呢 应该回来没多久才对啊 霍允哥在衣柜里想 电视剧里躲衣柜那些人都是怎么想的 好宅好憋屈 而且醉酒后的霍石渡也不老实 上前抱着霍允哥 叫着云云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霍允哥刚说了一个女字 就被男人一把捞了起来 抱在他怀里 坐在了他的腿上 房间内 默默带着阿拉斯走了进来 小家伙别嘴道 奶奶 姐姐也不在房间 我好不容易过来 想带阿拉斯找姐姐玩的 旁边的阿拉斯东秀秀西秀秀 忽然跑到了衣柜面前 叼住了一根带子 极其欢乐地往外转 衣柜内 霍允哥没有办法 只能深吸一口气把衣服脱了 完全没察觉到 男人的目光逐渐变得深沉 默默看着阿拉斯拽着的带子 感觉有点像是之前 陪姐姐穿过的衣服上的带子 霍老夫人问着 阿拉斯在干嘛 默默看了眼衣柜 随后扯开阿拉斯嘴里的带子 带着阿拉斯向外走去 嘴里说着 奶奶没什么 阿拉斯我们回家了 一会有烤鸡吃 听见人都走了 裴允哥松了一口气 转头盯着霍十度说 你是故意的 霍十度靠着木板满散的闻了一声 裴允哥无话可说 随即就想站起来 可是脚下一个不稳 又重新跌进男人怀里 好像还戳到了男人的小腹 裴允哥抬头刚要解释 就见霍十度凑近裴允哥 有些玩世不恭地问着 刚刚是摸哥哥哪了 小蝉猫 宝们 咱们下周一再见 霍十度二人躲在衣柜里 裴允哥不小心碰到了 不该碰的地方 当霍十度问裴允哥 刚才摸他哪里的时候 裴允哥说了句手感不错 我回房了 你好好休息 随后匆忙关门离去 裴允哥站在卧室门口 缓解着自己急促的心跳 真的是招架不住啊 醉酒后的哥哥也太撩了 不过手感确实不错 第二天 霍十度下楼时 裴允哥已经在楼下了 看见霍十度下来了 他站起身尴尬地说着 我去医院了 看着裴允哥离去的身影 霍十度疑惑 怎么回事 好像是闹别扭了 医院内 手术正在进行中 不一会 手术结束了 史蒂文走了出来 对裴允哥道 手术进行得很成功 老爷子好好休息就没事了 裴允哥道谢 情妇上前说 哥 这一趟辛苦你了 裴允哥淡淡道 应该的 秦妇接着说 你和娇娇 不等他说完 史蒂文打断他的话 问裴允哥 是不是该吃饭了 裴允哥应声后 对秦妇道 秦先生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看着裴允哥离去的身影 秦母拉着秦妇道 不是让你跟他说 让他在网上出面 给娇娇说点好话吗 秦妇无奈服了 是哥受委屈 你让我说什么 秦母生气的说道 娇娇都被骂成什么样了 你现在还当不当 次次歌出事都和他有关 一次不是故意的 那两次三次呢 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 哐当一声东西落地的声音 这个白莲花也太会了吧 当秦友娇来到医院的时候 秦妇秦母正在因为他吵架 听见他们吵架的内容 秦友娇红着眼眶 委屈巴巴地看了一眼秦妇 随后哭泣着跑走了 秦妇心疼地叫着娇娇 秦母蹲下身子 捡起掉在地上的饭盒 嘴里还在对着秦妇念念叨叨 都是你 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站在裴允哥那边 你这么说娇娇 他肯定会很难过 随后来到了秦友娇坐着的地方 拉住他的手安慰着 娇娇 你爸把他说错了话 你别难过 你大哥就要回来了 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 等大哥回来 肯定会帮你的 秦友娇问 大哥要回来了 秦妇回答道 是啊 到时候你有什么委屈 都和陆言说 你大哥看上去冷淡 但你也知道 对你那是有求必应 秦友娇一下喜笑连开 他说我知道 所以我最喜欢大哥了 而且大哥才是真正掌管秦氏的人 只要大哥站在我这边 那我就还是秦家的真千金 秦玉工作室 秦玉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着备住 秦玉惊讶地想大哥 只听见秦露言问 阿玉最近家里怎么样 秦玉回答说 挺好的 秦浪把秦友娇弄出去住了 秦露言无所谓道 出去就出去吧 秦玉突然想起来什么 接着说 哥儿也出去住了 秦露言急忙问 什么 他去哪住 秦玉道 放心 是我认识的人 老爷子也见过 秦露言却说这件事等自己回去处理 还说秦家的姑娘住在外面怎么像话 挂断电话以后 秦玉看着电话想 大哥怎么会突然关心哥儿 他不是一向谁都不管啊 这个女人正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霍家内 坐在沙发上的霍十度 看着喝着饮料的裴允哥叫着 云宇 他抽着烟问 你为什么生气 是我欺负你吗 说着把烟按在了烟灰缸里 裴允哥说 是啊 喝酒回来晚了 还很会欺负人 霍十度来到裴允哥的面前道 霍允哥的下巴 嗓音低沉的问 我怎么欺负你了 听见霍十度一点也不记得了 霍允哥感觉自己有点不高兴 于是开始胡说八道 霍允哥道 我问你能不能聊起衬衫给我看看 你说只有进房间才给看 你该不会是自己做过的事都忘了吧 霍十度一听不敢置信的想 这是我说出来的话 凑近霍允哥问 那云云还想看吗 他的手放在衬衫上道 没关系 云云的喜好虽然特别 怪让人不好意思的 但哥哥尽量满足你 霍允哥扣住了霍十度的手 闭脸正惊说 哥哥 我是不是该写作业了 随后向卧室走去 霍十度看着霍允哥的背影响 这么沉不住气 怎么会让我撩上瘾 第二天 学校内 陆远思走在霍允哥旁边问着 同桌 你家长会谁来开啊 霍允哥随口回答 我哥哥吧 想到自己只是跟曾助理提了一句 也不知道会不会来 而且压分压得太狠了 家长会可能要挨训 要不还是找思成言过来呢 就在这时 秦父秦母走了过来 秦父道 哥 家长会谁来替你开 爸可以 三个哥哥都来给裴允哥开家长会 一直不见踪影的大哥居然也出现了 当秦父想要给裴允哥开家长会的时候 裴允哥拒绝着 谢谢秦先生 会有人来的 这边 秦父和秦母走远后 秦母看着秦父质问着 你今天答应来学校 就是为了给他开家长会 娇娇在你面前哭的样子你忘了吗 远处 看着二人的背影 秦友娇叫着爸妈 他走到二人面前 开心的说着 你们都来给我开家长会了 同学们议论着 秦夫人和秦先生都只给秦友娇开家长会 毕竟裴允哥考试倒数 不想去他班里丢脸也正常 听见同学们的话 秦友娇得意的勾起了嘴角 远处 还有同学说好像看见秦浪来了 另一边 秦浪穿的花枝招展的来到了裴允哥的面前说 哥 我来给你开家长会 裴允哥刚想说其实自己已经找好人了 就被秦玉打断 秦玉看着秦浪问 你来干什么 哥的家长会一头金发影响不好吧 二人怒目而逝 突然秦浪惊讶的说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远处 秦露颜和秦友娇缓缓走来 秦浪想 秦友娇这是找了大哥当靠山 这可有些麻烦了 走到教室门口 秦友娇指着班级说 我的班级在这边 有头就看见了秦露颜远去的身影 秦露颜来到裴允哥的面前道 抱歉 我来晚了 秦浪猛逼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修罗场面 裴允哥坐在中间 左边坐着霍石渡和秦浪 右边坐着秦露颜和秦浪 当秦露颜来到裴允哥的面前时 秦浪说 大哥是我先来家长会的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 陆远思小声嘀咕 同桌 你可以啊 秦友娇叫两个来 你这三缺一 裴允哥看着手机上 霍石渡发来的消息 叹了口气道 是四个 会议厅 四人一起给裴允哥开着家长会 秦露颜看着裴允哥 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可是哥却不一定和以前一样 对我这个大哥抱有期待了 裴允哥看着霍石渡也在想着 他不会生气了吧 用手拽了拽霍石渡的衣服解释着 说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会来 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霍石渡淡淡道 我第一次来学校哀训 不知道该说什么 会议结束后 同学们羡慕地说着 这都是裴允哥的哥哥吗 也太帅了 有同学之前就觉得 秦友娇让他爸妈给开家长会 就是想显摆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千金 但是你看人家裴允哥成绩在差 都有人抢着给他开家长会 不知道是不是秦友娇人品太差哦 秦友娇嫉妒嫉了 怎么会 怎么连大哥也偏向他 正当他嫉妒的时候 秦露言来到他的面前 说一起回老宅 秦友娇开心地问着 大哥真的吗 心中想 只要大哥让我回老宅 就算是老爷子 也一定会让步 秦露言道 走吧 我准备了礼物给你 今天这个场面着实震撼 四个哥哥抢着给裴允哥开家长会 这时秦家夫妇和裴允哥擦肩而过 秦夫示意要给裴允哥开家长会 不料却被裴允哥一口拒绝 地旁恶毒的母亲还恶狠狠地动得起 说着一些维护秦友娇的话 明显对裴允哥厌恶至极 这时 秦友娇缓缓缓地走了过来 看着爸妈能来给自己开家长会 心里无比高兴 这又引起边上的吃瓜群众议论起来 秦夫人和秦先生都只给秦友娇开家长会 毕竟裴允哥考试到处 不想去他班里丢脸也正常 顾一会就看见秦浪西装格里的出现在校园呢 哥 我来给你开家长会 裴允哥没想到他会来 嘴上刚想说自己已经找人来了 忽然就听到身后一个男的声音 你怎么在这 哥的家长会一头惊发影响化 秦玉看向秦浪并指着他 裴允哥看着眼前的两位哥 这哪像是兄弟 这明明更像是真宠国外红了眼的仇人 看到这一幕裴允哥也是眼皮靠的 你们 这时 不远处传来秦友娇的声音 大哥你怎么来了 请客间 秦浪和秦玉停止了内战 纷纷看向不远处 秦玉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们 心想着秦友娇真是有一套 连大哥都能请得动 秦陆岩不停不慢地走了过来 直接略过秦友娇的班级 这让秦友娇面容力将 大哥 我的班级在这边 乃至秦陆岩直接根本没有理会他 静直地走向裴允哥 道歉 我来晚了 怎么回事 秦浪和秦玉万万没想到 大哥也会来参加裴允哥的家长会 于是兄弟三人又开始了跟动 场面火发四声 红桌陆远思低声地对裴允哥说道 红桌 你可以啊 秦友娇叫两个来 你这是三缺一 裴允哥看到手机消息 霍石渡也要来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四个 陆远思第一次看到家长会能搞得这么大动静 会议室内 裴允哥被哥哥们加在中间 场面一度尴尬 不过看上去 裴允哥身边像是站了个天堂 裴允哥看向一旁的霍石渡 看他脸色不好 不会生气了吧 于是扯了扯他的衣裳 我不知道他们会来 你怎么不说话 然而杜爷则表示第一次来学校一次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久 总算结束了这场简短的班级会 班级的同学又开始议论起 然而另一边的秦友娇 看到这一面 确实咬牙切齿 怎么会 怎么连大哥也偏向他 这时 大哥秦露言走到秦友娇的面前说道 一起回老宅吧 秦友娇里暖来了精神 心想只要大哥让我回老宅 就算是老爷子 也一定会让我 秦露言一本正经的对秦友娇说道 走吧 我准备了礼物给你 谁能想到 刚回国的秦家大哥就给裴允哥出了一口气 直接手撕绿茶 秦家老宅内 秦家父母为秦露言接风洗尘 秦母假意关心几句 便迫不及待想知道大哥给贾千金准备了什么礼物 果然是个好妈妈 总是不留余地的为贾千金争取最好的 大哥全程冷漠 忽然对着秦友娇说道 礼物自然是有的 秦友娇神情激动 自从裴允哥回来 二哥三哥他们就再也没给他准备过脸 他期待地看着大哥 秦露言漫条思理的一句话 让秦友娇的脸色骤然发暖 帮你准备了不及转饭证明 秦母手里拿着的高叉掉落下 露言 你不说八道什么 娇娇是我女儿 妈 你的女儿可以有别人 但秦家的大小姐 只能是裴允哥 今晚一过 秦友娇小姐就要搬离秦家 不对应该是张小姐 秦友娇此刻心如死灰 赌心积虑经营了十几年的大小姐身份 瞬间崩塌 他苦苦哀求大哥不要打他出去 大哥无动于衷 秦父也看不下去 叫他不要太过疯 可大哥头也不回地说了 爸妈 我已经在国外给二位买了一座庄园 要是你们想去明天 我就让人送你们过去 大哥这是什么操作 逼宫 这可太绝了吧 不愧是家里最能继承大业的男人 秦母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秦露言 你想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您放心 这辈子做的事 学不厚 夜雨淋漓 秦露言看着秦友娇哭苦哀情 却没有一丝怜惜 这一世他不会再上他的岗 最后狠狠地甩抬秦友娇的手 并告诉他明天一早所有人都会住 秦家的大小姐只有陪允这一位 看到这一名 他再熟悉不过 在上一世 哥儿重病 我也是这样跪着求这个女人试水药 可最后他当着我的面折断了那张银行卡 秦露言抬起秦友娇的下 眼眸却满是冰冷 让人不寒而立 秦友娇 你应该庆幸 我没杀了你 秦友娇下的浑身颤抖 他从来没有见过大哥用这种眼神看自己 这样的大哥太可怕了 第二天 秦家又传出了爆炸性的消息 轰动所有人 秦友娇假千金的身份被告知天下 这消息一出 他的粉丝直接腰转过来 你以为秦友娇会因此感谢归正吗 青金女秦友娇怎么也没想到 满心期待的礼物竟是被逐出秦家 消息一出 学校都传得沸沸扬扬 都说秦友娇是白莲花 本以为秦友娇以后能安稳地作为 没想到又投靠了渣男成子 校园内陆远思听说了这个大话 好奇地问陪允哥 秦家人怕是有什么毛病 你才是青女啊 管秦友娇那个贾千金做什么 说完立马就察觉自己说错话 尴尬地说道 允哥 我 忘了你也是秦家人 没关系 不用把我当秦家的人 不然 前面就出现两个不顾之客 成子怀牵着秦友娇的声 怒气冲冲地朝着陪允哥就是大话 陪允哥 做人要有点自知之明 你除了投个好态 哪里比得上娇娇 没想到陆远思直接倒在陪允哥的前 成子怀 身为一个男人 你有事就开始找女生麻烦吗 成子怀一脸不屑说道 呦 找到了帮手了 行友娇是我的未婚妻 这件事很早就定下来 我也想知道 是谁想和陈家作对 话刚落晕 陪允哥忽然冷笑了一声 成子怀看着陪允哥瞬间炸毛 然后又开始挑衅陪允哥 陪允哥 你装模作样有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一直极度娇娇 学得娇娇抢了你的东西吗 你也不看看 自己配不配合娇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成子怀被陪允哥 来了一个过精摔 咚的一声 成子怀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根本不给他站起来的机会 就朝他的胸口红彩 成同学 我忍你很久了 当着我们面 这么好横啊 闻远点 不然下次 就是踩在你脑袋上 大老 真是大老 大庭广众之下 就收拾了成子怀 不得不说 陪允哥确实干得跳的 这个事情已经成为全网热疯 男人悄悄告诉成子怀 三号楼那个不得了的大老 就是所长从二国挖过来 得得 大老就是大老 哪像咱们 一个实习生的迷命 都真的死去活来 成子怀心里不免琢磨 之前拒绝我的那个老师 现在也在云场 难道就是三号楼那位大老 这时成子怀无意间 发现了陪允哥的小弟 简西 看到简西走向三号楼 他心里又打起了坏嘴 眼前这个苦心男太炸了 背着未婚妻 向别的女生要号码 陈子怀听说简西是大老的企定 便上前搭讪 你好 简西小姐 我也是这里的实习生 能留一个简西小姐的手机号码 成子怀笑得温柔 心里却打着其他主要 就算简西不认识那个人 也是正是学员的学生 借他的机会 我一定有机会和那个人见面 简西看着成子怀长的还挺好看的 于是掏出手机存起号码 然而这一切都被楼上的陪允哥 看得一清二楚 陪允哥没想到渣男 成子怀还打算勾搭自己的学生 立马一个电话打过去 简西接完电话 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然后稳稳地说道 我老师说了 无关紧要的人不要随便答案 说完扭头就等 其他实习生纷纷议论起 呼 来计算群部干部 还想搭讪大佬的局面 成子怀站在原地顿时黑了 他不自觉地咬了咬了他 心里嘀咕着 受一个新生却不收我 我一定不让他改变主意 第二天 物理老师站在讲台上 问这次物理竞赛谁去 然而却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片刻后 裴允哥在同学的注视下站了起来 众学生议论纷纷 他成绩倒数 去了要创历史新逼吧 他去那不是给我们搬丢脸吗 老师听了同学们的议论彻底面 拍了拍桌子说道 如果他不去 你们有谁愿意去吗 有不同意的自己站起来 不然 灵极威站了起来 你就给 然后看向裴允哥说 输了的人去操场跑试圈 边跑边喊我是储物 裴允哥 你敢吗 其他同学又开始提供了起来 裴允哥上次考试 还没有灵极威的灵活光 他哪有胆的答应 到时候丢脸丢到全校去 红桌陆远斯也不禁拉拉拉 裴允哥的娱想 允哥 反正你也不想去 不如 没想到裴允哥漫不经心就出 行啊 正当陆远斯一点担心 还想继续阻止他的时候 楚之行拉住了陆远斯 坚定地说道 他能赢你 这下有好戏看了 大姐裴允哥终于不再隐瞒实力 开始吊打自不量力的行李场 灵极威物理课上 挑衅陪允哥 谁输了就去操场跑试拳 边跑边喊 我是蠢猪 两人看着黑板上题目 灵极威拿起针子 奔笔急疏地写着 而陪允哥则站在原地一动就动 这副模样在别人眼里 显然就是被题目下的 陆远斯都快眉眼看着窒息的一幕 我就说他不会 一旁的楚之行却不以为人 陆哥 你不觉得裴也是有点不耐烦吗 不然 陪允哥拿起针子 在黑板上快速拔动起来 下面的同学都惊呆了 老师表示自己写完了 此时灵极威也写完了 老师让两人先下去 然而老师则站在黑板前沉默不明 大家都以为灵极威胜占颤 哪知下一脑 确见老师给了陪允哥满根 灵极威见此 立马站起身来 老师 这道题之前其他老师给我点击 他的步骤根本不对 话刚落 不少人又开始迫不及待的意味 赵老师这也太过分了吧 居然作弊陪允哥 老师被这群渣渣气的猛拍多了 一个个蠢的没救 不过陪允哥这步骤的确有点硬 陪允哥 你的步骤运用了研究生阶段的知识 严重超纲 陪允哥你哪学的 灵极威听后吓懵了 震惊的瞪大了眼珠 陪允哥则表示是自己家哥哥教的 然后转头看向灵极威 灵同学 你输了 打算认账吗 灵极威扑丧着脸 然后围着操场跑了起 并大声喊自己是傻 这个打脸也太爽了吧 当所有人看不起陪允哥的时候 他强势打脸大家 服气的要和他比较 当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以后 二人来到了黑板面前 灵极威粪笔集书着 陪允哥站在旁边没有动静 看着陪允哥没有动 下面的陆远思道 我就说他不会 旁边的楚之行小声说 陆哥 你不觉得陪也是有点不耐烦吗 不一会 黑板面前的陪允哥 也粪笔集书快速写了起来 同学们谁都不敢相信 陪允哥怎么可能比灵极威 写得还快 瞎写的吧 陪允哥写完以后 把粉笔往讲台上一方 拍了拍手问 老师 我写完了 可以下来了吗 旁边的灵极威也急忙说自己写完了 老师笑呵呵的让二人下来 随后开始看二人的解题步骤 同学们看见这道题超纲了 灵极威没有解除答案 但是要算步骤分会比陪允哥多 当老师在上面验算的时候 灵极威站起身子道 老师 这道题之前其他老师给我讲过 他的步骤根本不对 同学们八卦的说着 赵老师这也太过分了 居然帮陪允哥作弊 肯定是陪允哥威胁的赵老师 他可是陪家的大小姐了 赵老师愤怒的一拍讲台 问下面的学生说够没 随即说这步骤的确有问题 然后问陪允哥 你的步骤运用了研究生阶段的知识点 严重超纲 你是在哪里学的 灵极威猛逼 老师他在说什么 陪允哥用的居然是研究生的知识点 陪允哥淡淡道 哥哥交的 注意是货家内阁 转头问灵极威 你输了 打算认账吗 这边灵极威来到了操场跑步 边跑边说自己是蠢货 陆远思看着视频道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何必呢 陆远思胆子也太肥了 居然要把陪允哥捆起来修改游戏 学校内 陆远思拿着手机 看着灵极威跑步的视频 他突然说 陪允 游戏主神图上头条了 陪允哥问 主神图 怎么了 陆远思一脸的不敢置信 你居然不知道 陪允 不玩游戏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主神图是最火的电竞游戏 这几天出bug了 陪允哥淡淡的说 bug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找人修复就行了 陆远思无奈 哪有那么好控制 听内部人员说bug很严重 修一个又露一个 跟无底洞似的 要是主神图停了 也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手游能做到这样 就在这时 陪允哥的手机响了一下 德莱尼发来了一条消息 他说陪老师 主神图修复的事 咱们费用都好商量 您给个机会 陪允哥冷漠回复到不接 旁边的陆远思 丧气的趴在桌子上说 要是被我知道谁能解决 我捆也要把他捆过来修改 陪允哥瞥了一眼陆远思道 我先走了 去医院看我爷爷 趴在桌子上的陆远思 打了一个寒颤 怎么突然这么冷呢 医院内 秦老爷子对着面前的 晴浪气愤的说着 我当初就不同意 你非要跑去 做什么电竞选手 现在好了 你为了准备比赛 受了一大圈 游戏本身都出问题了 还比什么 哪里来的老巫婆 居然要给18岁的陪允哥 介绍29岁的男人 医院内 秦老爷子训斥着秦浪 旁边来看望秦老爷子的女人 秦夫人的妹妹眼嘴轻笑道 您别骂阿浪了 那边分公司是我家做合作方的 我了解 游戏会修好的 姐姐天天跟那个养女在一起 都不来医院照顾您 不过也能理解 自己生了个女儿什么都不行 姐姐要强 可能接受不了 对了 我丈夫有个弟弟今年29 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也没什么大毛病 要不让咱们允哥试试 听见女人的话 秦浪说 还是阿姨自己是吧 想要巩固自己的位置 雷夫人不如把自己的宝贝女儿 累牙给嫁过去 女人转头 看着秦浪愤怒的质问 秦浪 你胡说什么呢 就在这时 陪允哥走了过来 他叫着爷爷 女人看着陪允哥道 这就是允哥吧 长得真标致 陪允哥无视女人 静止来到了秦老爷子面前 他说给您带了点祭司粥 秦老爷子笑呵呵道 哥 你不用天天来医院看我 多了呀 女人不气馁的说着 允哥呀 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啊 其实阿姨的丈夫呢 有个弟弟 阿姨觉得很配你 陪允哥打断女人的话道 阿姨 用不着太着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时日不多 怕赶不上我的婚礼似的 女人愤怒的说了一个女字 转头对秦老爷子道 老爷子 您家这孩子 是不是该交易交了 想起什么接着说 前几天我给雅雅办好了转学手续 以后就跟允哥是同一个学校了 雅雅的成绩不错 还认识很多老师和朋友 到时候让允哥跟着学学 也不算什么坏事 陪爷也太惨了 居然又被拿出去挡枪 学校内 雷雅找到了橙子怀 因为自己的继父是主神徒的负责人 希望橙子怀可以帮忙修补一下吧 橙子怀连连摇头 说自己也没有这种技术 看着伤心哭泣的雷雅 略带心疼的说帮忙问问看 看看雷雅计算 所有没有人愿意帮忙 一听橙子怀的话 雷雅顿时喜笑言开 撒着娇说 那就麻烦你了 心里打着小算盘 当初跟橙家有婚约的是秦友娇 现在他倒了 要是能搭上橙子怀 转身母亲就打来了电话 说你爸公司又出事了 主神徒的黑热搜一直压不下来 秦家的是最近热度很高 我跟你爸提议 拿陪允哥和秦友娇的考试成绩做虎头 替我们挡热搜 他同意了 雅雅你帮你爸这个忙吧 雷雅说自己知道了 随即来到成绩榜 拍了张照片 正巧被楚之行看见 另一边 陪允哥刚洗完澡 正在擦头发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是楚之行打来的电话 他道 陪业你又上热搜了 今天我看到雷雅在年级大榜前拍了张照 你认识他吗 会不会是他干的 看着热搜 陪允哥想 敢拿我挡枪 胆子真大呀 随即就发布了新的一轮爆料 雷雅继父公司 下属会抱着 昨天小贾就打电话 说他号登不进去 过了十几分钟 那个号就被人操作 开始报我们的料 男人想这是有人故意和雷氏作对 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秦总 网上这件事不会是你干的吧 秦璐言淡淡道 雷总这是承认用我家小妹来挡枪了 雷副说 你做事不要太绝 这要是被总不知道了 他们能放过我吗 秦璐言道 姨副 刚刚你说的话我录下来了 这些会作为证据走法律程序 雷总既然做不好这个游戏 或许晚辈能带牢 宝们 我们下周一再见 陪业就是陪业 连一个亿都不看在眼里 雷雅继父给秦璐言打电话 让他不要太过分 说就算总部换了人 也不会选你们秦氏 秦璐言霸气道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另一边 德莱尼坐在椅子上一脸猛逼道 连愁惊都没弹 他就拒绝了我 怎么会这样 计算所的实习生提起说 老师他没有落井下石 已经是给面子了 德莱尼十分不解 为什么呀 自己哪里得罪他了 提起道 游戏分布那边 雷是昨天为了压热搜 拿老师挡枪了 德莱尼一听顿时大怒 雷是在搞什么鬼 这次不把他们换了 都对不起我熬夜掉的头发 正当德莱尼头痛的时候 提起脑袋里灵光一闪说 或许您可以试试秦氏 老师是秦家的大小姐 德莱尼顿时感觉头不痛 医院里 裴运哥给秦老爷子削着苹果 看着病床上 刚打完电话的秦老爷子问着 爷爷 你打了半天电话 怎么了吗 秦老爷子愁容满面的说 还不是为了你三哥 因为赛事延迟 整个人都又腿又腓 我想找人帮忙去修修那什么办 裴运哥削苹果的手一顿 安慰道 没准这两天 他们自己就解决了 秦老爷子急忙 接过裴运哥手里的苹果说 小祖宗别削了 伤到手怎么办 转眼就又叹了口气 你三哥为了比赛昼夜颠倒 我也看不过去 况且雷是拿你当挡箭牌 爷爷不想给他们 带罪立功的机会 旁边的裴运哥 看见手机上 德莱尼发来准备 和雷是解约的消息 让他把资料发过来 对秦老爷子说确实不该给 回到货家以后 一个多小时就把Bag修好了 还给他们加了一个模块 修好以后打了一个哈欠 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裴运哥对货时度也太热情了吧 居然主动搂住了他的腰 当帮德莱尼处理完到底后 裴运哥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睡梦中 梦到了上一时妈妈的离去 生日当天 他来到一处房间外 推开门走进去 就看见了上吊的妈妈 他僵硬地站在了原地 来参加生日宴会的人们议论了起来 孟英老师怎么会上吊 以后哥怎么办 今天还是哥的生日 会不会天才都是这样不正常的 现实中 裴运哥攥紧了自己的手 霍石度从外面回来 看着沙发上的裴运哥疑惑地想 怎么睡在这了 他来到裴运哥的面前 拿起了他钻紧的手 温柔地叫着云云 不想裴运哥居然一下就搂住了他的腰 向自己的方向带去 霍石度急忙撑在了沙发上 随即握着裴运哥的手道 云云 手放开 睡醒了再抱 哥哥带你去睡觉好不好 裴运哥迷糊地睁开眼睛 发现是霍石度 低声说 是你啊 紧接着把自己的脸贴在了霍石度的手上 又呼呼大睡了起来 霍石度看着眼前甜美的睡脸说着 云云 你是流氓啊 他抱起又睡着的裴运哥说 苗姨 帮我拿医药箱上来 第二天 裴运哥睡醒以后十分猛逼 自己这是睡在了哪里 他用手撑床坐了起来 却感觉右手很疼 把手拿到面前却发现包扎过了 就在这时 霍石度来到床边问 醒了 昨天是做噩梦了 裴运哥低声吻了一下说 我睡着的时候有做什么吗 霍石度的 也没做什么吧 随即凑到裴运哥面前调戏着又说 就是对哥哥还挺热情的 裴运哥歪歪DS 学校内 陆远斯正玩着主神徒的游戏 嘴里夸赞着 昨天官宣今天就修完了 还加了新的游戏挑战 这是什么神仙 不过这外聚可真是个牲畜 居然能做出这种设定来 后面裴运哥走了过来 啪的给陆远斯后脑勺打了一下 陆远斯疑惑的问 你打我干嘛 裴运哥却说 希望你说点人话 陆远斯问 同桌 你该不会是YG的粉丝吧 裴运哥回答不是 陆远斯愤愤不平道 那我妈他怎么了 好好的游戏被他做成这样 难道不应该 裴运哥扭头一看他 他一下就乖巧的闭嘴了 裴运哥拿过陆远斯的手机 说是他不会玩 陆远斯一听顿时一脸的不服气 我不会玩谁会 没有人会比我更会好吗 旁边的裴运哥已经玩起了游戏 不一会就结束了 拿着手机对陆远斯道 你看 用不了多久了 你要认真玩 只见手机上显示着 第一名YG 第二名就是陆远斯的账号 陆远斯当时就一脸的猛逼 我都玩了好几天了 那是不认真的问题吗 这时 楚之行走了过来 拍了一下裴远哥的肩膀 裴远 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你生日会怎么安排的 裴远哥漫不经心的说 在秦家老宅吃蛋糕吧 你想吃的话 到时候我发你地址 眼前这个母亲心都偏到天上去了 只给养女筹办生日会 对亲生女儿不闻不问 当楚之行说张有娇拒绝明远舞会 打算在云城庆盛的时候 裴远哥不解 这舞会有什么区别吗 玩游戏的陆远斯回答着 有啊 二国顶级明远舞会 难办不是年轻俊朗的皇室王子 就是顶级明门少爷 你们两个同一天生日会 他是打算用生日会压你一头呢 裴远哥垂眸冷笑着说 那看来 他还挺喜欢过生日 另一边 秦母对张有娇说 娇娇 这次生日会妈妈跟你程阿姨商量好了 在成家过 这次多亏了你礼舞会给你发了邀请函 让程夫人对你刮目相看 不然程夫人那边还不愿意帮你庆生 娇娇 你是怎么认识那些名门少爷的 张有娇眉飞色舞说 妈 上次不是很多前辈来听了我的钢琴音乐会吗 在国外也有很多人喜欢我的新曲目 秦母对着张有娇安慰着 虽然你爷爷不认你 但这次生日会有成家助理 你放心 不会比那个人的差 这次有重量级的人物会来你的生日会 李承阿姨还会包下云城最好的酒店 博金和婷 他绝对压不过你 但是秦母绝对想不到 他炫耀的最好的酒店是霍十度旗下的 曾旭对霍十度汇报说 裴小姐和张有娇一天生日 要不要把酒店留给裴小姐 霍十度嫌弃的说 用不着 一个不值钱的地方 他的生日宴 我来安排 好们 下次继续呦 眼前这个母亲也太绝了 热火朝天的邦养女举办生日宴会 只为了把亲生女儿的生日宴比下去 裴允哥下楼时 发现曾旭正等在楼梯口 他疑惑的想着 曾助理怎么会在这里 就听见曾旭说 裴小姐 度爷为您安排了生日宴 让我来接您过去 裴小姐 生日快乐 另一边薄金河亭内 里面金碧辉煌 宾客们议论纷纷 讨论着张有娇和裴允哥二人 说张有娇这次生日应该要花费上千万 裴允哥那边都没有动静 是不是找不到比薄金河亭更好的地方 张有娇坐在椅子上 琴母亲自帮她带着饰品夸赞着 我的娇娇什么时候都好看 不想张有娇茶言茶语道 是我不好 所以哥哥们才会不来我的生日会 琴母见自己的宝贝委屈垂泪 连忙安慰着 他们都是死心眼 圈子里的人都会来这里 谁是真正的名门千金 不是明摆着的吗 裴允哥他们估计就在老宅聚一聚 美名齐约认祖归宗罢了 听见琴母这样说 张有娇缓缓道 妈妈 我明白了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曾旭带着裴允哥来到了 霍十度的私人公馆 乌瑟尔公馆 走进去以后二人各怀心思 曾旭想着 上世纪知名建筑 每年保养费上益 老夫人准备给杜爷订婚用的地方 为了宠裴小姐就这么拿出来了 裴允哥环顾四周也在想 都是古董板上 这里适合设宴吗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居然还有母亲这么厌恶自己的亲生女儿 找人去亲生女儿的生日宴角局 来到生日宴后 裴允哥走了一会就看见了琴老爷子 琴老爷子笑呵呵的说 哥 你来了 他对着下面的宾客朗生介绍着 这是我唯一的孙女裴允哥 有宾客问 琴老先生 您的孙女不是琴友娇吗 是因为裴小姐回来了 所以容不下琴友娇小姐 不说琴友娇小姐有多优秀 让自己疼了快二十年的孙女离开 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吧 裴允哥霸气说道 这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吗 看不下去可以换地方 男人愤怒起来 琴露言闪身挡在裴允哥面前说 小妹无礼 作为大哥 我替她致歉 随即对旁边的秘书吩咐 让她去外面打个车 送这位宾客去国金河亭 男人愤怒不已的说着 让我走 大家听我说 成家给琴友娇小姐办的生日宴 可邀请了不少厉害的人物呢 听闻连明兰集团的创始人容先生都来了 有女宾客动了心思问 明兰集团 去年公司市值是国内第五吧 男宾客摇头晃脑道 裴小姐这脾气 大伙的兴致都败没了 不如我们去 突然一个男人从他们面前走过 男人身姿修长 薄唇紧敏 闭脸严肃 女宾客疑惑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 看着有点眼熟 有人回答 这不是纪家那位年纪轻轻的少校吗 哇塞 这是什么神仙场面 纪青居然来到了裴允哥的生日宴会 正当宾客因为他的到来惊讶的时候 不等大家回过神来 门口处又传来了一道男生 男人道 纪青你是不是没带生日礼物被赶出来了 幸好我带了 宾客们转头一看 发现是霍石渡和于寒然二人来了 此话正是于寒然说的 宾客们都惊呆了 国内前三的集团继任者 居然都来给裴允哥过生日 另外一边 国金和亭里 张有娇正在给宾客们表演钢琴 这边的宾客们还在庆幸 听说裴允哥那边的宾客都跑了 幸好咱们选对了 听见宾客们的议论声 情母洋洋得意 倒是没有想到 老爷子还有乌塞尔公馆这样的手柄 好在自己安排了人去搅局 突然他看见了明兰集团的荣总正向外走去 他来到荣总面前 闭脸疑惑的问着 荣总 你这是要去哪呀 荣总回答道 乌塞尔公馆 还对秘书吩咐着 快走 于总要是走了 这个合同我还能找谁说去 其他宾客十分疑惑 荣总怎么走了 有人回答着 听说于氏和济氏的人 都去了秦家那个亲女儿的生日夜 你说咱们要不要也走 站在原地的情母一脸阴沉 不可能 秦家不可能做到这样 一定是货家那位 注意看 裴允哥居然在偷偷的亲货十度 生日会结束后 裴允哥来到包间内 走下楼梯就看见了货十度 靠在沙发上 裴允哥疑惑 哥哥这是睡着了吗 只见货十度领口的扣子散开 露出精致的锁骨 裴允哥不由自主地 凑到货十度面前感叹 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 随即目光停在了男人的嘴唇上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生日 想要个生日礼物 缓缓靠近自己刚才注视着的嘴唇 亲了上去 亲完以后还在喃喃自语 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 突然 霍十度的手颤抖了一下 裴允哥大惊 醒了 又看了霍十度一眼 发现没醒 暗自庆幸 赶紧脚顶抹油的溜走了 并没有发现在他离开以后 霍十度睁开了双眼 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细细回味了一番 次日 AM计算所内 裴允哥接到了林副总的电话 那边说 林院长假的黑料 不知道是哪个人给抱上了头条 我这边给您压着 但浏览量实在是太大了 很难压下来 裴允哥眼神顿时阴沉了下来 他硬道 好的 我知道了 随即气愤离去 旁边的纪一青看着他的身影非常疑惑 这不是秦家那个真千金吗 他怎么会在这 而且看起来像是要赶死人全家 纪一青对面的终胜林道 一青啊 你的忙我能做到自然汇报 可所里的人大多偏学术 追踪破译不见得比你们军方的人厉害 YG给他一台电脑 我都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可军方的案子面对的歹徒 太危险了 纪一青焦急地说着 您肯看重他 但是这件案子对我们军区很重要 还是请您再帮我联系一下YG 有心的善良的陌生人 当然就会有不孝顺的孩子 裴允哥在电脑上找到了最新的消息 就看见上面说林院长以前是小三 还被捉奸过 查了一下消息来源 却发现是奶奶的儿子 林建南发出来的 查出来后把爆料给删除了 正想着 说曹操曹操到 裴允哥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正是林建南打来的电话 他阴阳怪气地说着 裴允哥 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还看得上林兰军那个老东西吗 文言 裴允哥冷冷道 你什么意思 林建南轻笑着说 你要是还想见他 就先给我打个一千万花花 怎么样 裴允哥压制着怒火道 我给你五千万 奶奶以后归我照样 人我今天就要 让他把地址发来以后 就挂断了电话 林建南旁边的混混道 南哥 五千万怎么够 要不咱们干票打呢 把裴允哥一起绑啊 让秦家拿赎金怎么样 另一边 季青和手下一起等在A的外面 打算守住带兔 突然他们看见 钟圣林送裴允哥出来 手下惊呼 这该不会是钟老 流落在外的小孙女吧 连你都没这个待遇 裴允哥说要人盯着他们 让钟老先回去以后 自己也离开了 季青让手下阿辉 跟上了裴允哥 裴允哥之身一人 来到了废弃工厂 走进工厂以后 顺手把门锁上了 转身看着身后的林建南 三人问 奶奶在哪里 林建南道 你跟我乖乖回去 就能看到那个老东西了 不然就别怪叔叔对不住你了 裴允哥脸色难看地问着 你们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 林建南不在意地挥了挥手说 师友怎么样 胆子挺大呀 不跑还把门给锁了 说完伸出闲猪手 就想去抓裴允哥 裴允哥直接抓住 他的手腕一扭 只听咔嚓一声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裴允哥阴森森道 这不是怕你们跑了吗 宝们 下次继续 裴爷就是裴爷 也太霸气了 收拾不孝子干脆利落 林院长的儿子 用林院长威胁裴允哥 裴允哥之身父会收拾林建南 裴允哥把林建南踩在脚下的 特意找了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还带了刀来 建南叔叔真是准备充分了 奶奶在哪 林建南一点都不服气 还在凶狠狠地说着 你这么对我 我妈要是知道 看着林建南还想告状 裴允哥拿出小刀威胁着 还想告状 那我是不是就不该留你了 说着把刀甩到了林建南面前 林建南顿时被吓得满头大汗 连声道 我妈在您夫人手里 是您夫人威胁我这么做的 这是他们忽悠我干的 你别生气 就在林建南瑟瑟发抖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记忆青的声音 他打开门走了进来说 裴小姐你好 看见门开了 除了林建南以外的二人匆忙跑走了 裴允哥侧目淡淡说 找过来 花了不少时间吧 林建南向着记忆青的方向跑去 让他救救自己 说这个女人疯了 你看看他手里的刀 不想记忆青居然避开了他 还对裴允哥说 裴小姐解决好您的事 咱们慢谈 旁边的阿辉道 记哥 这不合规矩 裴允哥他 不等他说完 记忆青打断他的话道 出了问题我负责 不一会 看着林建南颤颤微微离去的声音 阿辉感叹 年纪轻轻的 手段这么狠 没有什么事是非谁不可 这边 记忆青带着阿辉找到了裴允哥 裴允哥收拾完林建南以后走了出来问道 记先生 找我什么事 记忆青问 裴小姐 认识YG吗 旁边的阿辉一脸不敢置信的说 不可能 YG是什么人 他怎么可能 记忆青瞪了他一眼 他剩下的话一下就噎住了 不想裴允哥居然也说阿辉说的对 记先生如果有事 可以问中老要人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非 YG不可 YG也不会参与任何纷争 记忆青追在裴允哥后面说着 这一年半我们接了的案子 是有关跨国犯罪团伙吧 每回我们新派去的卧底 都会在三个月内失踪 第一个卧底是我最好的朋友 对方故意送来了他遇害时的录像 裴允哥反问着 你们很厉害 所以你找我谈这些又是什么意思 记忆青看了口气悠悠道 裴小姐不用防备我 谁都不想扯上这种事 我理解 我送裴小姐回去吧 裴允哥礼貌道谢 沉思了一下问 你们的卧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记忆摇摇头说 不知道 第一个刚打进内部 第三天就没了命 我们植入的监听芯片上也没有任何发现 另一个差不多有半个多月 第三个昨天刚刚进去 听见此话裴允哥道 如果你不想有第三个被害的卧底 让他立刻回来 是芯片的问题 再去验验吧 华洛坐上了车 记忆青让阿辉去安排重新事件 阿辉根本不信 还问记忆青他算什么东西 他的话怎么能信 记忆青听言说 阿辉 这个月都不需要你来跟着我了 心中感叹 真是净会添乱 记忆青这是不要命了吗 居然在霍石渡面前 说对裴允哥很感兴趣 吃素的度爷也太可爱了 霍宅内 霍石渡坐在沙发上 阿姨站在他的面前恭敬道 霍先生 小姐在门口 朋友送过来的 门口处 记忆青和裴允哥二人走了进来 记忆青说着 裴小姐进去吧 裴允哥到现后说自己先上楼了 楼下剩下记忆青和霍石渡 记忆青看着霍石渡问着 杜爷 允哥平时住你家吗 话落就感觉屋内气氛明显不对 旁边的霍石渡正在不错眼睛的盯着他看 霍石渡把玩着火机问记忆青 记忆青看自想 还从来没见过杜爷这个反应吗 于是他拱火道 这小姑娘一点也不像是传闻说的那样 反而总让人挪不开眼 裴小姐成年了 也没有男朋友 如果秦家和记家能够联姻 也不是坏事 霍石渡把玩着火机的手平住 略带严肃的道 你说什么 记忆青笑呵呵说 杜爷 你要不要看看你这副药宰了我的样子 有多吓人 允哥迟早是要嫁人的呀 杜爷你这么粗做什么 霍石渡点燃香烟淡淡道 在云城没人敢动我家的人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回到卧室以后 裴允哥坐在电脑面前的椅子上沉思着 林建南说宁夫人指使他绑架奶奶 人现在也在他手里 他为什么要冲着奶奶来呢 想着用电脑查了一下 查后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随即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道 张副总 有空帮个忙吗 我这有份资料 需要点曝光率 资料上全是宁氏集团的各种黑料和讨论 另一边 看见这个资料的人 把手里拿着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自己也跌坐在了地上 他难以置信极了 怎么会这样 明明该被所有人唾弃的是林兰君 他的孙女会送上门 跪在自己面前求自己才对 说曹操曹操道 突然 女人面前停了一个人 此人正是裴允哥 他来到女人面前介绍着 宁夫人你好 第一次见面 我叫裴允哥 我手里的优盘是给我们宁愿的澄清圣明 今天发到网上去 宁夫人接过优盘恨恨恨的说 那些都是你做的 你休想 裴允哥漫不经心地拿出一叠照片威胁着 宁夫人好好想想 是你发声明 还是我发这些宁少爷的照片 看着照片 宁夫人却说这是假的 你骗我 说着还想上手去抢 裴允哥松开照片道 是不是假的 发出去让所有人看 不就知道了 宁夫人拽着裴允哥的衣服求饶说 不要发出去 我愿意澄清 裴小姐 求你饶了我好不好 裴允哥凑近宁夫人 眼神阴沉地问着 我奶奶在哪 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裴允哥洗澡居然没有带换洗衣服 还是霍十度给拿过去的 室夜 霍十度走进卧室的时候 就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 他想到有人 应该是云云 云云大概是忘了 我们俩的卧室换回去了 我还是先出去比较好 想着就要转身离去 不想一转身就看见了洗完澡 围着浴巾出来 正在擦着头发的裴允哥 霍十度一呆 一下就害羞了起来 心脏砰砰直跳 反应过来以后急忙转过身去 让裴允哥回去穿衣服 裴允哥也是干了个大杆 他怎么会在这里 马不停蹄地回了浴室 霍十度见裴允哥回去了 顿时松了口气 不想居然听见裴允哥在身后叫着哥哥 他扭头问怎么了 裴允哥探出一个脑袋 说自己衣服忘拿了 还是内衣 拿到衣服以后 靠在门上长长地出了口气 霍十度也十分尴尬 不一会 裴允哥坐在床上 看见霍十度发来消息问 不下楼吃饭吗 我有个重要的事想和你说 裴允哥回复着 哥哥 有事明天再说吧 自己扶我懊恼着 刚才还不如换好衣服 用浴巾这一下直接回房 正想着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霍十度道 我刚好有点事 回一趟公司 云云抓紧时间下楼吃饭了 裴允哥气哄哄的响 人类发明的通讯工具不好用了吗 一定要上来一趟 不一会就看见了描一发来的语音 小姐真不好意思啊 忘了给您两尺寸做衣服 都不知道您穿小了 刚刚霍先生打来了电话 让我带人去给您两尺寸 您看明天下午可以吗 裴允哥视线一转 随即头顶冒烟 现在出去掐死那个狗男人 还来得及吗 宝们 下次继续哦 裴允哥干了什么 居然一夜没睡 来到学校以后 陆远思看着趴在桌子上的裴允哥问道 裴允 怎么了 干嘛一副被欺负的样子 裴允哥忧愿的说 一夜没睡 看着一点精神都没有的裴允哥 陆远思问他还记不记得今天是物理竞赛 裴允哥垂死挣扎着坐起身子说 在云大 一个小时之后 另一边 物理竞赛比赛的班级内 充满了彩虹屁的声音 一女生来到雷亚面前道 雷亚 这次物理比赛你肯定第一了吧 毕竟你连世界级的竞赛都拿了第二名 雷亚谦虚说 哪里 子怀也参加了比赛 我哪里有把握 而且有娇姐不是也很优秀吗 我很期待呢 张有娇却说好好考就行 名次谁都说不准 有人却道 反正第一和倒数第一 咱们恒德都有人预定了 话落就看见了走进来的裴允哥 同学都不敢相信裴允哥居然会来 怕他拿得历史最低分 突然有人叫着裴也 裴允哥扭头一看 发现是思成岩 思成岩甘大道 祖宗 一个学生竞赛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裴允哥说是班主任帮我报名来考试的 监考老师思成岩冒着冷汗道 行 那你好好考 反正来都来了 不想 裴允哥居然看着他一脸严肃的说 颜哥 负臭的东西 物理比赛结束以后 钟圣灵找到了裴允哥 面对面道 物理竞赛表现不错 今天找你过来是有一个大事找你商量 说着拿出一个芯片 推到了裴允哥的面前接着说 是这样的 毕竟他们在重新试检时 发现死者头部有微创伤 在里面发现了一块芯片 裴允哥看了看到 这个芯片确实有问题 很可能是对方反追踪用的 对面的钟圣灵看见旁边的快递 刚刚有个东西送了过来 是寄给你的 哥 要不先别碰他 裴允哥淡淡的说没事 随即拆开了快递 打开以后就见里面满是腐臭的味道 见此钟圣灵就要把东西拿走 让记忆清处理 裴允哥却让他等等 裴允哥看着盒子响 那些人知道了记忆清向AM求助 这是在向歪剧恐吓示威 逆反心里上来 嘴角一勾斜魅道 他送来的礼物 不要也太浪费了 钟老 让记忆清发一份他们的资料 我要全部 司成岩拿着资料 走到摆弄电脑的裴允哥面前说 钟老让我送来的资料 怎么样了 突然就见裴允哥 正在攻击对方的电脑 司成岩猛逼 这是结束了 裴允哥站起身漫步惊心道 还没 只是拿到了芯片的录音 咱们先去吃饭吧 系统等下会自动分析 他们的具体位置 会需要一点时间 司成岩惊呆了 自己这是在看什么科幻大片吗 分布恐吓了他 他现在要一锅端了人家国外的本部 脾气也太暴了吧 A就是裴野 物理竞赛满分考得第一名 在竞赛月卷办公室内 地中海老头拿着水杯洋洋得意的说 怎么样 我出题的水准好吧 别说是世界竞赛第二了 就算第一也休想拿满分 一女老师突然大声说着我去 老头嘴里的水扑的一下就喷了出去 她来到女老师面前道 是学生分数太低了 很正常的 我出卷这么多年 没有学生拿过满分 女老师颤抖着说 不是 这学生好像是满分 老头见此道 难道是那个雷亚 那恒德还真是捡到宝了 很快就到了物理竞赛的颁奖典礼现场 同学们在下面议论着 今年的物理竞赛颁奖也太着急了点了 可能因为有人考得太好了 主办的也心急 就连思成岩也找了个最佳的拍摄位置 坐在了下面 当他和研究院的人用手机聊天的时候 恒德学院的教导主任来到他面前问 我听说你们云大正在计划招特长生 思成岩闻言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你当我镜头了 他说道 这是我哪知道啊 不一会颁奖典礼开始了 张有娇考了69分 排在了第六名 当听见张有娇的排名以后 雷亚骄傲地想着 物理方面张有娇怎么和我比 这次我一定是第一 不想上面的工作人员接着念叨 雷亚76分 第三名 雷亚猛逼 我怎么可能才第三名 橙子怀是第一也就罢了 那还有谁 但是橙子怀也才是第二名 同学们都疑惑极了 这是哪位神仙啊 年度最强黑马呀 随即宣布裴允哥已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人们质疑起来 教导主任却抢过话筒 说凡是扰乱现场秩序的学生 都寄过处理 还让裴允哥上台领取证书 原来是教导主任和思成岩说 裴允哥人品不端 还要自行解决 引起思成岩的不满后 怕他生气才这么焦急地上台 塞 裴允哥居然在和霍十度一起射减 这也太暧昧了吧 颁奖典礼结束以后 裴允哥三人走了出来 就见霍十度靠在车的前面 淡淡地叫着云语 裴允哥无情地和陆远思二人挥了挥手 说有人接自己 就先行离去 陆远思看着获奖消息感慨着 所以三个人里只有我是个学渣 楚之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着 另一边车里 裴允哥记着安全带问着旁边的霍十度 你怎么来了 突然裴允哥的手机响了起来 二人同时看拒 发现是记忆轻打来的电话 霍十度不悦地挂断了电话 对着裴允哥说带他去一个地方 另一边拿着电话的记忆轻打是一脸猛逼 自己是哪里得罪裴小姐了吗 霍十度带着裴允哥则是来到了一个训练场 服务人员道 霍总 您常用的两把弓已经准备好了 看着霍十度熟悉的样子 裴允哥暗自想 这是经常来这里吗 突然 他想到了那时候摸到了霍十度的胸肌 确定了 的确像是一直在练 看着霍十度射箭的姿势泛着花痴 还挺帅的 不一会 霍十度就拿着弓来到了裴允哥的面前 让他来试试 裴允哥印好后 拿着弓说 自己没有练过五十米剑刀 霍十度来到裴允哥的身后 握着裴允哥的手 打算手把手地教他 二人周边满是粉红泡泡 气息也逐渐暧昧 宝们 下次继续哦 眼前的气氛逐渐暧昧 霍十度和裴允哥这是在干什么呀 杜爷居然在后面抱住了裴允哥 裴允哥满脸红晕 这还要怎么专心做事啊 刚想让霍十度放手 不想他转瞬间就松开了握着弓箭的手 弓箭射了出去 准确地射中了尸环 身后一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男人疑惑 杜爷这是带了个女伴过来吗 此女人细看正是或是以前的秘书 他一把抱住男人的胳膊 娇娇滴滴地说 副总和杜爷的关系那么好 不如去看看杜爷带来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心中愤愤不平地想着 有副总在 我看杜爷还会不会为了一个女伴出头 另一边 弓箭射出去以后 霍十度看着裴允哥问 哥哥在叫你打吧 一直看着哥哥怎么学啊 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裴允哥让他去接电话 自己去去手枪那边试试 或十度应好 说自己处理好就回来 正当裴允哥练习的时候 女人二人来到了他的身后岛 真没想到 这辈子还有机会碰到小姐您啊 裴允哥扭头疑惑地问 你哪位 女人因沉着脸说 小姐贵人多忘事啊 当初再获事 我可是受了您不少恩惠啊 裴爷让他不要客气 女人嘲讽道 真没想到 小姐年纪小 哄男人的本事倒是 不等他说完 只听砰的一声 弃手枪的子弹在他耳边飞过 他猛的闭嘴睁大了眼睛 裴爷拿着枪凉凉道 原来还能闭嘴啊 那麻烦小姐今天辛苦一点 把嘴好好闭着 见此 旁边的男人走上前问 你是杜爷的女伴吗 心中嘖嘖感叹 性格还真野 裴允哥边瞄准边道 这和先生有关 说着砰砰打出去两枪 注意到环数 女人想着就这点环数 随即说自己玩没有意思 比比看 想让裴允哥当场丢脸 就在这时 霍石渡回来了 问他要和谁比 男人上前道 一个女伴而已 陆爷用得着这么不高兴吗 霍石渡走到裴允哥旁边 摸着他的头发说 这哪能是女伴 这是家里的祖宗 培业就是培业 打脸见人从不心辞手软 裴允哥看着女人道 要比也不是不行 副总 愿意拿副试当彩头吗 霍石渡在旁边起哄说 云语 副总怕是还做不了这个主 但副总5%的股份 副总还是给得起的事吧 而且我拿霍石的5% 我和你赌 怎么样 副总看了眼身边的女人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确实很擅长设计 副试的5% 可不能和霍石的5%相比 要是赢了我就赚了 于是搂过女人的肩膀道 可以啊 没想到杜爷会这么胡来 霍石渡看着裴允哥温柔地说 哄我家云云高兴 女人拿着抢极度急了 杜爷那样的人 凭什么就对他那么好 裴允哥侧头看着霍石渡淡淡道 你的烂桃花多 也是有原因的 霍石渡凑近裴允哥调戏着说 可是哥哥不头疼烂桃花 只头疼家里养的白眼狼 另一边传来了爆把的声音 分别是一次七环 四次八环 三次九环 两次十环 总计八十六环 女人自信地放下了枪 紧接着轮到了裴允哥 第一次射中了四环 剩下的九次都是十环 裴允哥扭头自信道 我赢了 霍石渡整理了一下裴允哥的衣服 夸奖着不得了 裴允哥还不忘 让傅颜白二人不要忘了堵住 女人与小姐指着 裴允哥愤怒地说 你分明就是不义的 你明明就会 还要跟我比 还拽着傅颜白的衣袖道 副总 他练习的时候 明明一枪都沾不上高环树 傅颜白看了他一眼 扭头说 到时候我会让人你好协议 送到度爷手里 霍石渡看着他警告着 让他少打自己的人的主意 不然就算有傅老爷子 自己也不介意 提他教你怎么做人 霍石渡二人离开以后 傅颜白让女人 不要再跟着自己了 随即转身离去 连花张有娇也太惨了吧 用裴叶自己出的题为难他 霍石渡和裴允哥牵着手 走出了设计馆 裴允哥看着霍石渡问 你不是有事要和我说吗 霍石渡停下脚步的 事有个事 他看着裴允哥一脸认真的说 你喜欢云大吗 我想你留在云城 所以为我努力一下 好不好 第二天 云大内 云大领队领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他介绍着 这次组织物理竞赛的获奖者 来云大参观 可能会对未来的特殊招生有影响 你们都是恒德最顶尖的学生 进云大 其实也没多少难度的 扭头 就看见了心不在焉的裴允哥 另一边 雷亚双手抱胸看着橙子怀问 被裴允哥拿了第一 你不生气 旁边的张有娇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霜 生什么气 今天是云大和世界顶尖的 尼尼大学的数学竞赛 这种场合也敢来 让他露线还不简单 比赛教室内 云大老师说 咱们云大现在已经落后对面七道题了 咱们 带队老师无奈服务 橙子怀站起身问 老师 我可以解吗 云大领队疑惑的说 你是恒德来参观的 尼尼大学的学生领队大方道 各位要是会 都可以上去做 听言 云大领队让他上去试试 橙子怀走到讲台上 拿起粉笔刷刷的写了起来 尼尼大学的领队见此说 你们云大还落后六道题 那这两道 同学你还能继续上吗 橙子怀站在上面一脸猛逼 因为这道题他完全没有思绪 下面的张有交道 老师 紫怀这是竞赛第二 让第一试试怎么样 还问裴允哥 该不会是看不懂上面写着什么吧 裴允哥淡定的说解不出来 尼尼领队得意的想看样子 云大这下可要疏惨了 裴叶站起身问 错题 你想怎么解啊 说完来到了讲台上 重新写了起来 领队愤怒 不说什么 什么提错了 尼尼大学教授奥马尔拦住了他 要看看他怎么说 裴叶打好以后拍了拍手说 这道题不是你们自己出的吧 套用YG论文里的利品 还套错了 教授就是教授 就连墙角也是光明正大的窍 尼尼大学的教授奥马尔演算了一遍以后 发现裴允哥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 直接对裴允哥发出了邀请 说他以后如果也想从事科研方面的事业 不如考虑一下尼大 裴允哥一脸无语 云大领队怒火中烧 指着奥马尔道 你疯了 在云大的地盘上就这么挖人 奥马尔反驳说 这还不是你们的学生吧 云大领队扭头看着裴允哥问 同学 你自己说 你想去离大 还是想留在云城 裴允哥淡淡道 云城 但我想学的是计算机 橙子怀自恋的想 口口声声说不喜欢我 那他为什么要抱计算机 坐在橙子怀旁边的张有胶扭头 看着他问 紫怀 你也是会选计算机专业的吧 听到橙子怀音试 心中暗自捏紧了拳头 裴允哥 我是不会让你接近紫怀的 张有胶走出云大以后 就看见秦富正在等着他 他来到秦富面前 就听秦富说 今天你爷爷出院 晚上回老宅一起吃饭 正说着就见裴允哥从旁边走过 秦富看着张有胶问 娇娇 哥怎么会来云大 今天不是物理竞赛获奖者的参观活动吗 张有胶道 允哥他是第一名啊 您不知道吗 也是 允哥怎么会告诉你 大哥他们也不会说的 毕竟允哥考第一很难让人相信 这是鹿岩帮他走了后门 那个白莲花最擅长的就是挑拨是非 你看秦富就是被挑拨那个 这边 裴允哥来到了车上以后 看着旁边的霍石渡问 哥哥 爷爷出院 我要去老宅的 你怎么会来 霍石渡一下就回忆起来 秦宇打电话时说的话 说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我妹妹 今天接老爷子回来 我们也准备把哥接回来 回忆结束后 看着裴允哥笑眯眯道 请老爷子出院 我去探望 应该的 心中则是怕裴允哥去了回不来 秦璐妍看着秦宇道 阿玉 你就放心让哥住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 秦宇自信的说 你放心 从高中起 我就没见过度也喜欢谁 秦浪看着站在秦老爷子旁边的霍石渡道 我怎么觉得 这位霍家的祖宗 在跟我们家老爷子打好关系呢 突然秦璐妍看见了张有娇 他淡淡的说 张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阿拉 送张小姐出去吧 秦母愤怒大吼 娇娇凭什么走 秦璐妍漫不惊心道 把妈也一起送出去吧 秦妇在旁边严肃地说 慕妍 你对你妈就是这个态度 哥 我有个事想跟你私下聊聊 秦老爷子生气地叫着秦妇的名字 裴允哥劝解着说 爷爷别动气 随即看着秦妇道 秦先生 有话可以在这说 秦妇问 哥你物理竞赛第一的成绩是真的吗 必听此话 秦老爷子顿时破口大骂 混账东西 你这是该问自己亲生女儿的话吗 秦璐妍看着秦妇质问着 爸你很了解哥吗 秦妇一下就噎住了 他接着说 不了解 你凭什么认为哥作弊了 说此话时还看着张有娇 秦浪爷道 那个人有没有告诉你 哥在云大和离大的交流赛上当众解题 拿到了两所顶尖名校的offer 所以到底是谁别有巨星 再挑拨是非 爷爷打脸白莲花也太爽了吧 张有娇对着秦妇挑拨离间被揭穿 他拿着杯水来到裴允哥的面前 略带歉意地说 允哥 是我的错 当时我随口一提的 没给爸解释清楚 你千万别怪吧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不好 只见裴允哥漫不经心地拿起了水 哗啦一下倒在了张有娇的头上 爸气道 张小姐 你看我像是大度的人吗 霍十度来到裴允哥身边说 云云 别吓到秦爷爷 裴允哥点头应试 旁边的秦母焦急地给张有娇擦着脸上的水 秦老爷子则是想 哥这么听他的话 也许霍家这位 是能够悉心照顾好哥儿的人 于是道 十度 你跟我来一下 楼下剩下了秦家三兄弟和裴允哥四人 秦露言沉思 爷爷单独找度爷是什么意思 就听旁边的秦浪说 哥我给你买了很多礼物 于是也拿出挂在脖子上的钥匙道 大哥上周去出差也带了礼物给你 这是保险箱的钥匙 秦玉也走上前 把手搭在裴允哥的肩膀上 笑呵呵地说 哥儿 来跟二哥拍个合照 二哥还缺个平保 说着咔嚓咔嚓照了几张照片 秦浪也拿着手机上前争宠 说自己有好几道数学题不会 你要不要交易交三哥 兄弟三人互相伤害着 秦露言说阿浪看起来很闲 也是时候回公司历练一下了 秦玉也说大哥国外的业务都忙完了吗 要不要再去出个差 秦浪也道 二哥工作那么忙 就不必特地找时间往哥儿身边凑了 楼梯处 霍石度扶着秦老爷子走了下来 他说道 秦爷爷 那我就先带云云回去了 改日再来拜访 秦老爷子笑咪咪地应好 还让他们路上小心一点 秦玉疑惑地问着 今天哥儿不留在老宅住吗 秦老爷子道 住什么呀 你妹不要上学的吗 裴允哥看着霍石度说 走吧哥哥 霍石度在前面得意地扬起了嘴角 秦家三兄弟在身后怒火中烧 秦老爷子看着兄妹几人的互动 看着他们这么关心哥儿 只感觉心满意足 只是看起来比起几个哥哥 哥儿还是更喜欢霍家这个小辈啊 霍石度也太会了吧 哄生气的裴允哥 居然直接把他公主抱抱了起来 霍石度和裴允哥离开秦家老宅以后 霍石度想到秦老爷子对自己说 让哥儿回老宅住两个星期 等自己受验过后 再接他回去 就和裴允哥说 云宇 过几天你回秦家老宅住吧 裴允哥一下就震住了 心中十分不解 他为什么想让我回去呢 晚上 霍石度家里 看着前面霍允哥的身影 霍石度想 还是生气了 于是用手动了一下衬衫的领孔 叫着云宇 说自己有点累了 问他能不能扶着自己回去 霍允哥在男子的诱惑下 深吸了口气说扶不动 霍石度嘴角一勾到 这样啊 那云云应该是累了 说着拉过裴允哥的手 一把把裴允哥抱了起来 还是个公主抱 裴允哥顿时满脸红晕 慌忙道 霍石度 放我下来 霍石度抱着裴允哥坐在了沙发上 语调温柔的说 跟我多待会都不行了呀 裴允哥坚定的回答不行 霍石度用手捧起裴允哥的脸 凑近他道 只是陪秦老爷子过个生日 之后我就接你回来 裴允哥站起身子 淡淡说自重 只给霍石度留下了个背影 随即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接到了曾助理的电话 说大哥二哥和三哥 送的礼物快递到了货室 东西贵重 度爷今天又不在公司 让他来验收 走进去以后 就听见几个女人 正在围着一个女人宫围着 他们说默晴 真羡慕你 长得漂亮 家里又有钱 被你同意替来的佳佳 现在还只能去前台 做最边缘的人 前台处 佳佳看着裴允哥道 小姐 您说您是来找曾助理取快递的 曾助理不在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陪您等一会吧 听见取快递 默晴来到二人面前说 取快递 当货是是快递存放点了 王家这种来历不明的人 你也带进来 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想来公司偷东西啊 你最好现在把人带出去 不然我让你这个月 就回家帮你妈卖女 陪爷轻喝一声大气道 哪来的犬肺声啊 还挺吓人的 这个坏女人 嫉妒陪爷的美貌 想要把陪爷 撵出货十度的公司 不想裴允哥无视了她 根本没有理她 和前台王家 切齿的想 我会让王家和那个人 一起滚出公司 于是找来了 行政部的前主管 打着小报告说 前主管 这次无论说什么 您都得惩罚王家 前主管刚要应声 就被身后的人撞了一下 回头看去 只见两个男人 抬着一个保险箱 撞到他的男人笑呵呵道 兄弟 没事吧 对不住了呀 随即把保险箱 抬到了陪爷哥的面前 陪爷哥礼貌道谢 还看见了手机上 晴浪发来的消息 说保险箱是自己的生日 他拿着钥匙 是些小饰品挨着 没想到打开以后 箱子里的珍珠和钻石 争钱恐吼地跑了出来 陪爷哥无语 这是他口中的小饰品 前台王家惊讶地说着 陪小姐 你的珍珠和钻石 陪爷淡定道 塞回去吧 另一个箱子里 都是限量版包包 其他见到的人 都在议论纷纷 有人说 红宝石项链 像三年前 5.2亿成交的 那条造物神之眼 还有人说 那个白色的包像 全球限量两个的 二国王妃同款 就连箱子也是 价值几百万的 大牌限量高顶 莫青见此嘲笑着说 有正常人会拿 这个妆快递 现在的高仿还真厉害 跟真的一模一样 前主管也严肃道 你们知不知道 生产高仿奢侈品 是违法的 我现在就报警 看你还怎么狂 说着拿出了手机 就要打电话 曾旭不知道 在哪里冒了出来说 你想报警抓谁呢 要把杜爷的重要客人 送进局子 这种事我还真是 第一次听说 前主管大惊 曾助理 他怎么会来这里 这可真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听见曾旭说 裴允哥是 祸十度的重要客人 前主管白手慌乱道 都是误会 还指着莫青说 自己是被骗了 是他害自己 说着还给了莫青一巴掌 你还敢污蔑裴小姐 天天说别人满身于欣慰 你爸也就是个 百碳卖米粉的 莫青捂着自己 被打的联想 要毁了我 好啊 那就一起下地狱吧 于是道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当初不是你潜规则我 曾旭淡淡的说 前主管 看来这个主管的位置 让你做得很高兴啊 今天你和和莫青 就收拾东西走人吧 随即对裴允哥道歉 说裴小姐 今天真是抱歉了 裴允哥说没事 看了一眼旁边的王家 说他接待得很好 曾旭文言笑咪咪道 王家也算是老人了 表现得一直不错 以后顶替主管的位置 然后对裴允哥又说 裴小姐 我送您回老宅 另一边 霍家 霍十度回到了家里 阿姨说道 霍先生 您回来了呀 刚好 这饭菜是热腾腾的 霍十度挣了正领带问 云云呢 阿姨说 您忘了呀 裴小姐今天回老宅了呀 霍十度摸着领带的手一顿 漫不经心地说自己知道了 阿姨问他晚餐 他却回答等会再吃 阿姨在身后头疼地想 裴小姐来之后 还以为霍先生终于开始爱惜身体 按时吃饭了 可现在一看 这哪里是改了 只是愿意每天陪裴小姐一起吃饭而已 裴允哥和霍十度 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都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 霍十度在霍家没有胃口吃饭 这边裴允哥在秦家老宅 和秦老爷子一起吃饭也没有胃口 就连秦老爷子都问 哥 是家里的饭菜不合你胃口 怎么看你吃的有点少啊 裴允哥淡淡倒没有 转瞬去又拿着筷子发起了呆 秦老爷子暗自吐槽 是想见的人不在呀 晚饭过后 秦玉带着裴允哥走到楼上说 哥 来看看二哥三哥特地为你准备的房间 裴允哥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随即一下呆愣在原地 秦露颜走进房间问 怎么了哥 你站着做什么 是不是很喜欢 裴允哥叹了口气无奈倒 有其他房间吗 秦露颜大惊 就连秦玉也眼泪汪汪的说 怎么了 哥不喜欢 裴允哥看着他们的样子想 估计说不喜欢恐怕更麻烦 于是就说没事了 看着堆满娃娃和礼盒的桌子想 还是换一间普通客房吧 于是等二人走后 随便推开一间客房走了进去 走开房间以后 就见秦老爷子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走进来的裴允哥 他说今天周六 你要不要去看你三哥的比赛 你三哥说拿个奖杯给你呢 听见比赛 裴允哥想到了上一世 秦浪手部受伤之后 再也没能站上赛场 于是应好 AA霸气维护哥哥秦浪 比赛场上 有人看着观众席上的裴允哥 和秦老爷子议论纷纷 夸赞裴允哥长得好看 秦浪纹身看去就看见了裴允哥二人 旁边的肖直道 那女的身上穿的都是没牌子的 旁边年纪大的那个 一件外套几百万 现在的女人 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秦浪东的一下 踢在了肖直的椅子上 捏了捏拳头说 我看你是找死了 观众们议论起来 秦浪和肖直是不是打起来了 听说秦浪今天要用剔补 现在又打架闹是耍大牌 旁边的裴允哥一脸担心 秦浪不上场 难道是手出问题了吗 于是站起身对秦老爷子说 爷爷我出去一下 又拿着手机打着电话问 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张卡说 裴小姐 这是总部吩咐为您准备的身份卡 以后集团旗下的任何地方 您都可以凭这卡任意进出 中场休息快结束了 需要我送您回座位吗 裴允哥摆了白手淡淡的 不用了 谢谢 肖直正靠在墙边打着电话 他说吧 秦家这次联合几家企业的合作项目 咱们介入进去 到时候同时牵扯几家企业 就能让秦家彻底败落 突然他看见了从旁边走过的裴允哥 他想秦浪刚刚 就是在我提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动手的吧 他这么在乎他 要是他被我碰了呢 于是上前拦着裴允哥道 小姐很厉害啊 这么多年秦浪身边都没个女人 你是怎么勾搭上他的 你也不必只盯着秦浪 我在圈里的粉丝不比秦浪少了 他背后有秦家 我背后也有肖家 看着面前的男人 裴允哥想 就是他 上一世当着秦浪的面为难原主 后来还把秦浪打得浑身是伤 在秦浪退役后取代他在电竞圈的位置 于是问 你叫肖直是吧 肖直一呆反问 你认识我 裴叶爸祈祷 是啊 我是秦浪的妹妹裴允哥 说着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比赛结束回到秦家后 裴允哥看着揉着手腕的秦浪响 即使重来一次 秦浪的手伤还是没有偏离原来的发展啊 旁边传来了秦老爷子的声音 说你这可算是来了 裴允哥疑惑的看了过去 就看见了霍石渡的声音 他来到秦老爷子的面前说着打扰了 不石渡也太会了吧 来到秦家老宅哄裴允哥回家 看见秦老爷子后 裴允哥和他说自己先回房间了 心里还在想着 他让我回来住 怎么又跟到老宅来了 秦老爷子看着霍石渡道 石渡啊 你这几天住在爷爷这 有什么喜欢吃的菜 可要跟爷爷说 霍石渡淡淡道 那就麻烦您了 房间内 裴允哥躺在床上看着手机 左手边还放着一个小熊娃娃 手机上 德赖尼发来信息说 厂管负责人跟我说了今天后台的事 他会好好善后的 突然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裴允哥猛地坐了起来 就见霍石渡推开门走了进来 裴允哥一呆 这是给他准备的房间吗 难怪看着像没人住还这么干净 于是甘大地说 你先出去一下 这床我重新给你理好 霍石渡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他扭头看着裴允哥道 不用 今天过来 你都没跟我说过话 现在刚好 就我们两个 不如聊聊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裴允哥抱着娃娃往后挪了挪 边挪边说自己很好 霍石渡却卖惨道 我不好 你不在我睡不着 裴允哥拿手摸在霍石渡的脸上问 你昨晚通宵了 心中想着手感真好 听见霍石渡英试 他担心地说 那你不能照顾好自己吗 霍石渡看着裴允哥与气温柔道 都听你的 裴允哥害羞地说 为什么都听我的 霍石渡突然凑到裴允哥的耳边的难道 因为我想哄你回家呀 云云 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裴允哥逃跑式的脱门而出 嘴里说着早点休息 我先回去了 随即砰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出去以后靠着房门想 我心虚什么 龙子华也太自恋了 居然还想让歪居后悔 裴允哥出了房间以后 就收到了提起发来的消息 他说为国这个叫红虫真的跟你有仇吗 写了篇随笔内涵你被资本操控 不过没关系 我和杰斯明已经替老师骂过了 钟老和史蒂文也站对了 裴允哥看着信息想 红虫真 这人谁呀 另一边 红虫计算机中心 红虫真看着手机一脸咬牙切齿的 这个钟圣灵 在网上居然就这么直接说我 随即扭头对旁边的橙子怀问 AM计算所那边已经沟通过了吗 橙子怀道 已经说开了 以后就不会再去AM计算所了 红虫真说 那就好 随即试探地问着 你觉得AM计算所怎么样 橙子怀回答说 除了钟老 斯教授好像也还不错 红虫真一副胜却在握的样子道 AM所早就半死不活了 如今也不过就是靠钟圣灵死撑着 钟圣灵这辈子也就交出一个司成炎 红虫超过他们指日可待 你好好学 我的这个位置未来也是你的 听言 橙子怀想 外句我会让你后悔没有说我的 AM计算所内 钟圣灵怒火冲天 这红虫真还真不要脸 咱们AM计算所的比赛 红虫真居然让橙子怀来参加了 对面的司成炎道 橙子怀之前是我们这的实习生 不过现在可是红虫真的清传学生 为什么要他来我们这参加比赛 他却这点奖金 而且急急忙忙搞个比赛做什么呀 我从昨天就开始统计参赛人数 钟圣灵说 西金斯集团知道吗 二国四大家族之一 靠科研起家 二国计算所老牌成员都是出自西金斯 这次来要找家族继承人 司成炎惊讶 千里迢迢来云城找继承人 钟圣灵叹了透气无奈道 谁知道南希那老家伙抽了什么风 裴允哥居然把南希当成碰瓷的了 这可真是个天大的误会 裴允哥走在路上的时候 看见了记忆轻发来的消息 他说新片的事想当面谢谢他 走着走着 听见马路上传来了 啪哒啪哒敲击键盘的声音 有头就看见了南希正靠在路边打字 裴允哥拿出钱向南希地去说 我就这么多了 还有点事先走了 南希在后面质问道 你就这么走了 闻言 裴允哥想这是碰瓷 又回到南希面前说 老先生 我就是个学生 大家互相体谅一下 南希道 你给我钱 我不能白要 不如我教你玩电脑 裴允哥看了他一会后 站起身转身就走 嘴里说着谢谢你 我急着回家写作业 南希在原地愤怒地敲着键盘嘀咕着 小小年纪就没眼力尽 知不知道二国多少人都想当我的学生 不想面前突然伸来一只手 手上拿着一个蛋糕 抬头看去正是裴允哥拿着个蛋糕问他吃不吃 南希接过蛋糕说 你这个小孩还挺不错的 裴允哥淡淡道 也不是 只要是觉得你有点意思 您这台笔记本可不便宜啊 原地只剩下南希的身影 他的脑海里不停回荡着裴允哥说的话 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他道 不回二国 碰到个有意思的人 情妇居然要幡然醒悟了 这也太难得了吧 橙子怀来到了秦家 秦母和张有娇二人陪着他 秦母道 紫怀最近在准备计算机比赛吧 你这么优秀一定没问题的 就在这时情妇推开门走了进来 张有娇说 爸你回来了 情妇应声后道 你们聊 我先回房了 闻言张有娇一脸焦急的说 爸你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说 允哥考第一的事 所以生我的气 秦妇刚要说自己没有 就被橙子怀打断 橙子怀道 叔叔 有娇也只是不希望你被骗 您不能因为偏爱裴允哥 这么树里有娇 秦妇却道 哥不像是个会说谎的人 秦母摔了一下水杯愤怒的说 秦妍你够了 裴允哥什么德性你不清楚 他能真的有竞赛第一的本事 张有娇上前劝解道 妈好了 又对秦妇说 爸我还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您好好照顾身体 其他娇娇什么都不在乎 华洛和橙子怀牵手走了出去 出门后 橙子怀还在说 娇娇你就是太软弱了 才会受这种委屈 张有娇察言查语道 好了紫怀 你不是还要准备计算所的比赛吗 别为我的事操心了 橙子怀坏笑着说 这个比赛只有我参加怎么行 他不是说自己喜欢计算机吗 那这次刚好给他一个机会 AM计算所 探见裴允哥的报名资料 少年一脸迷茫地问 钟老 你看这个参赛者 钟圣灵挥了挥手说 这是都归你管了 不用问我 你觉得好就留下 少年想 这祖宗想干嘛 却还是通过了报名 这边 裴允哥和季一青在餐厅里 收到了一条消息 说自己报名成功 于三天后在AM参加比赛 裴允哥想 这年头什么诈骗短信都敢发了 季一青说 谢谢你帮我联系YG 卧底没事 只不过那些人逃回了总部 裴允哥道 他们回总部就好办了 你们却联系二国计算技术研究所 他们会辅助解决团伙总部定位的事 细一轻问 裴小姐 你该不会是外局吧 裴允哥的手顿时停住了 男程子怀竟偷偷给裴允哥报名 参加计算机比赛 原来他想当众打脸裴允哥 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打破 我们裴也可不给他这个机会 回到计算所的允哥发现门无法打开 正当他疑惑时 后面传来保安的声音 比赛的是吧 那边刷脸就行 允哥解释自己不是来比赛的 刷脸没用 保安忍不住推着允哥催水 快快快 考试都过了十几分钟了 只听低的一声 门打开了 允哥一脸猛逼 进去就看到司成岩 按耐不住的询问司成岩 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能刷卡 司成岩解释今天有比赛 临时换了原本的身份系 委屈一下锁里人了 今天都用这个禁锁 司成岩还不忘打去道 忘记给你 不过你不是参加比赛了吗 你说你 几百万都不放了 是人吗 允哥更是一头雾水 我什么时候参加比赛了 突然想到了那条诈骗表情 难道那不是诈骗信息 司成岩一听 脸上的笑意顿势将决 他没想到 有人耍手段都搞到陪允哥的面前 难道不是你自己报的名 允哥下意识地点了点 表示不是自己报的名 眼底又划过玉女案子 给他报名的这个人 很显然是想看他出头 于是问到自己认识的人 还有谁来参加比赛的 司成岩脱口而出 你们学校的那个程子怀也来参赞 很显然 司成岩是想火上交远 看个热闹 允哥坚定自己的猜测 一定是成不怀背后搞动 不过挺让人高兴的 报名费都没交 还能拿个几百万 司成岩也很是意外 没想到红虫真的侵传弟子 居然能闯到这个地 好场内 红虫真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 话里带着粉丝 你们AM一个人都没来 是没人可用了吧 这次我们青虫是在闭的 忽然 一道慵懒的嗓音响起 正是允哥 钟圣灵浑身僵住 又缓缓挪向陪允哥 这祖宗怎么来了 允哥拿出贪赛表 展示给钟圣灵看 我报名了 下一秒就看见钟圣灵 飞着允哥往外走 一会被男心的老家伙看见 要把哥带走当继承人 我怎么办 忽然 红虫真语气带着嘲讽说道 等一下 钟老 这是你孙女 小姑娘想参赛 就让他长长见识了 看看钟老的天赋 有没有传承下去 钟圣灵角色带允 我气直冒 我孙女天赋好到 你十八代子孙智商家 一起都破不上 突然赛场谈来一道声音 老师 红明义他考试作弊 他黑掉了其他选手的电脑 此刻 程自怀却是一脸得意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陪允哥真是不怕死 还真的敢来参加比赛 来了来了 陪业又来打脸了 渣男自以为是给陪业报名比赛 想要看陪业丢脸 却没想到又被陪业啪啪打脸 惊虫红明义在比赛时 黑了选手的电脑 红虫真不觉错了 还觉得是其他人既不如人 陪业文言当然要好好地教他们做人 于是陪允哥找了台电脑坐下 踢里啪啦一番操作 让旁边被黑的选手都注意了 有些奇怪的议论纷纷 他的电脑不是被黑了吗 怎么还能操作 前面的橙子怀听言 忍不住吃了一声 他没想到陪允哥居然真的敢来 陪允哥慢条思理地抽出纸巾 踏实了一下电脑屏幕上的灰 红虫真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绩效出声 我说中圣灵啊 你孙女是不是放弃得太快了一点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 话音还未落 就听到一声惊喜的喊声 解开吧 我电脑可以用了 还有我 闻言红虫真脸色一点 怎么可能 突然出现砸键盘的声音 橙子怀看着自己被黑的电脑 一张近脸顿时五颜六色 青虫的电脑都被黑了 陪允哥怎么可能会这些 橙子怀怒火中烧 探着陪允哥指着道 你连我的电脑都锁了 还清除了我的成绩 陪允哥采取谋淡淡的 扫尸过程怎么来 说出口的话 能将人气的吐息 你的电脑 不是罪该锁吗 红教授说了 既不如人是书 这样也是书 动什么火气 红虫真愤怒指着陪允哥 大声喊道 这个学生作弊 他作弊 钟老能让人欺负他的宝贝疙瘩 立马拿红虫真之前 说过的话去理他 正如你刚才所说 这样并不违反规则 红虫真被气得脸色铁青 钟圣灵看到这场面 转身就准备走人 红虫真看着钟老离开的背影 心里愤怒不已的喊道 比赛还没结束 你去哪里 钟老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没什么悬念的东西 看着都没劲 长廊上 钟圣灵住手在后 神清气爽的朝着办公室走去 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钟钟 钟圣灵看到来人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南希看到钟圣灵 却十分激动的对他说 我看到那个学生了 钟老没有理会激动南希 只是应了一声就走了 南希以为钟老没听清楚 一把抓住钟老的手 一脸激动的跟钟老分享 我看中的继承人 就在里面 他叫陪 南希话还没说完 就被钟老无情地甩开 我告诉你 我挖了两个月的人 你想都不要想 南希听言立刻炸了 钟圣灵 你我 那是我看上的继承人 你怎么会挖了两个月 你挖的不是挖 南希斥责到一半 感觉到了不对劲 南希捂住自己的小心脏难以相信 我一直还不到二十岁 钟老想到陪允哥不由的头疼不已 伸手揉了揉眉心想着 马库斯 史蒂文现在又多了南希 这是准备凑一桌麻将吗 已完赛的陪允哥来到钟老的办公室 一推开门就看到钟老跟一个老者在吃火锅 走进来的陪允哥有点无语了 南希转过头 看向陪允哥 你还认识我吗 小姑娘 陪允哥满脸飞线看着老者 老先生 你来得太早了 我的奖金还没发呢 南希顿时脸色难看 我不是来得钱的 钟圣灵声吸了口气 哥 他是二国西金斯家族的家主南希 这次来云城是想选继承人的 魂言南希一脸期待的看着陪允哥 陪允哥不动声色的脸眉 老先生 我不可能移民的 陪允哥看了眼时间 就要离开 我先走了 钟老 南希老先生 下次聊 听到陪允哥拒绝了南希 钟圣灵脸上的得意难以掩盖 别在意 就算哥不是你的继承人 也会是我的继承人 以后也有机会见面的 却没想到南希突然语出惊人 谁说 只能是陪允哥移民的 钟圣灵突然腾生出不太好的预感 等等 你想干嘛 西金斯在二国盘根错节 不会同意你 钟老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南希笑嘻嘻地打断 我为什么要别人同意 山不来救我 我便来救山 西金斯的总部要换个地方了 万事俱备 就只欠陪允哥了 咱们陪允太牛逼了 南希为了让陪允做他的继承人 居然想要将西金斯总部搬到云城来 南希说做就做 既然想要将总部搬过来 那他还要去说服一个人 只要有他的管理能力给铺路 那YG就能坐稳继承人的位置 想到这里南希连忙拿出手机 想要给商宴打电话 而他想要联系的商宴 此时正在医院跟秦老爷子聊天 再探到南希电话 想都没想就挂掉了 秦老爷子一脸笑眯眯地鼓励着商宴 我住院的时候你是病人 我都出院了你还在这 年轻人要向前看啊 你以前是不是在什么计算机集团工作呀 我孙女这方面也很厉害 有机会你们可以聊聊 被老爷子念叨的陪允哥 此时不由地打了餐踢 揉了揉鼻子 想着是不是又有人想要算计自己 就在此时陪允哥的电话响发 是马库斯打来的电话 电话刚接通 就听到马库斯急吼吼的声音 允哥 允哥的公司出事了 陪允哥在了解情况后就来秦氏 秦氏电梯里 秦树礼貌地说道 小姐 秦总还在处理一些事 让我带你去他的办公室休息 我现在要见他 秦树文言不自觉拧眉 小姐 允许了 会给秦总添麻烦 小姐脾气 陪允哥并不理会他的怨念 赞赞说道 你不带我过去 那我只能让他下来了 说完就拿出手机 准备给秦露言打电话 艺术无奈地只能答应 陪允哥进门扫了眼周围 随意地找了座位坐下 我能做这玩会吗 秦露言根本就不在意 陪允哥的这个举动 滴润的声音透着温和 可以 技术部的人员不由的女媒 这什么都不会的娇气小姐 留在他们这边 算怎么回事 这时技术人员突然紧张地喊道 秦总 我们公司的网站也被攻击了 已经完全瘫痪了 秦露言脸色有些难看询问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吗 技术人员无奈地表示 前两天的时候 这个黑客就在攻击我们的安全系统 今天已经开始转移资金了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人做的 很可能是黑客组织 我们没办法对付这么多人的攻击 技术人员突然脸色铁青地喊道 这 我们的电脑怎么不能动 众人听言心里都愈发紧张害怕 难道这次集团真的要完了是吗 忽然旁边的裴允哥慢条斯理的说 你们吃过饭了吗 不如去吃个饭吧 坐在这也无济于事 旁边的人看着正在打游戏的裴允哥 不由冷笑道 都这个时候 秦小姐打着游戏还有心情讽刺我们 此人话音刚落就被秦露言训斥 够了 还想继续在公司待着 就恪守本分 你们先下楼吃个饭吧 等众人都离开后 秦露言忍不住对裴允哥说道 哥 秦氏的情况你不用担心 无论秦氏怎么样 大哥都会保证你这辈子无忧无虑 话音刚落秦露言的手机就响了 秦露言接起电话就朝外走去 而这是裴允哥已经关掉了游戏界面 飞客组织里一群人兴致高涨在操作着电脑 想着秦氏集团要是被他们搞垮了 他们可就扬名立万了 飞客偷偷汉斯神情兴奋 只要这份秦氏的机密文件被他发出去 整个秦氏就会受到最严重的商业影响 忽然汉斯的电脑居然不能用 汉斯脸色大便发出一声惊呼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人能锁了我的电脑 难道是秦氏那边请了什么厉害的黑客吗 汉斯满脸阴沉 就不信自己处理不了这事 秦氏哪里认识什么黑客 一番操作后汉斯不由的冷冷一笑 呵呵 还以为是什么大神呢 还不是被自己轻而易举的搞定 还没等他得意完 就听到一道陌生的声音慢悠悠的传了过来 汉斯先生 你好 我是秦氏雇佣的黑客佣 第一次接单 要是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 还请见谅 来了来了 居然又有人想挑衅陪业 竟然赶来非秦氏集团 这是当陪业不存在吗 于是陪业决定要好好教他们做人 在给黑客组织打过招呼后 陪业在众人还没回审 就将他们的电脑给公公了 汉斯陷入了极致的愤怒 咬牙切齿的 我特别定制的电脑就这么崩了 文件全都没了 嗯 为了秦氏的文件保密 居然把他们电脑全部清洗了一点 还真是不给人留一点玉璧 丝毫不考虑他们还有其他的重要信息 都保存在电脑里 陪允哥勾了下唇角 语气带着不容置疑 是啊 所以少在我这找不开心 各位不想结束黑客生涯 就趁早滚 秦陆岩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准备离开的陪允哥 哥 要走吗 我送你 陪允哥淡淡的拒绝 旁边一起回来的技术人员 看到要离开的陪允哥不由吃笑一声 总算是走了 等他坐下抬眼看了眼电脑 不由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这么多半 怎么可能咱们刚走开半小时 就没了 资金回来了 安全系统被重新设计过 这怎么可能 太令人震撼了 秦陆岩不由看着电脑屏幕里面领眉 心里留下了一个疑忆 刚刚只有哥在这里 难道是 云城大学大教室 陪业正在参加云城大学数学特别培训班 讲台上一个难讲师正在介绍 各位由于成绩优异 被选中参加这次数学特别培训班 过程中如果有表现特别突出了 就会被云大给予特别招路 而此时的陪允哥却收到斗教授的几条消息 陪同学 发给你的题目看完了吗 已经半个月了 数学是需要钻研精神的 来我们戏吧 保证不会浪费你的才华 陪允哥看着上次斗教授给他的这些题目 这些题目的确和以前所见过的不一样 现在还只能解除一道 第二道还差一点点 下一刻陪允哥拿笔起就准备继续解 这时就听到讲台上讲师指着一张人像说道 这位大家应该都认出来了吧 是世界顶级的数学家想停顿先生 这一千年来 只有他解除了八大世界数学难题其中之一 还创立了目前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法里斯克奖 这几道题就是俗称的千八题了 其余七题还没人能解出来 而此时写完最后一部刚准备松口气的陪允哥 抬头余光一撇突然顿住了 他抬眼看了看幻灯片上的题目 又看了看斗教授给他题目 在经过反复对照过后 陪也知道自己被坑了 狠狠地捏紧指章 指尖微微地泛白 眸光也按了下来 陪允哥拿出手机 就看到斗教授给他发的消息 体解的怎么样 而此时的斗教授正听着同事的抱怨 老洞 你真的给人家小姑娘找了那七道题去做呀 小心人家知道后恨死你 斗教授边喝茶边略带生意说道 我觉得那小姑娘心性不错 就是缺少磨练 而且也未必他以后就解不出来呀 就在此时陪允哥回复了 看到这条消息 斗教授开始莫名心虚 教室里陪允哥正准备放学回去 就收到一个消息 你好 请问是YG吗 我是二国计算机所长乔思 很高兴以后能和你一起共事 陪允哥在听到消息不由顿了一下 随即拿出手机给马库斯打过去 电话接通对面传来马库斯略显疲惫的声音 哥 怎么了 二国计算所什么时候有心所长的 马库斯小心翼翼的说 这半个月前的事吧 是因为我吗 马库斯揉了揉太阳穴 说你学术造假 我利用你恶性竞争 这帮人也不看看 你的成果是造假能造出来的吗 不过这样也好 你跟所里的合同也要到期了 不必受他们的制约 看你被捧得太高就眼红 真是 马库斯话还没说完 陪允哥忽然喊声 马库斯 马库斯有点被惊到了 怎么了 多大点事啊 就当放个假 我会让你回来的 陪允哥慵懒的语气 听上去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 挂断电话的陪允哥 顺便将那个所谓的新所长也给拉黑了 乔思在发了几条消息 给陪允哥都石沉大海后 忍不住拿出手机打了过去 再听到对面传来的冰冷的女生提示音 瞬间反应过来 什么都不是了 YG敢这样对我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一日当中老火及果疗赶来找陪允哥时 居然看到他正在花园浇花 哥 你怎么还在这里浇花呀 没想到陪允哥居然拿着水壶递给钟老说道 钟老 来给花椒浇水冷静一下 接着笑眯眯的对钟来说道 再等等 事情已经要解决了 要解决了 钟圣灵都怀疑陪允哥这是在说梦话 然而下午网上就报了 YG提名法理资客数学奖 下面还出现一条公告YG解除千八题 这让大家难以置信 不知道这是哪来的神仙 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来了来了 陪业又要开始收拾渣渣了 马库斯因为陪业的原因被二国计算机所开除 陪业反手啪啪打脸 让他们将人恭恭敬敬请回去 简直不要太帅了 在继YG被提名法理资客数学奖候选人后 网上又爆出YG解除千八题 然而 让大家更难以预测的是 KZ布萨卡计算机奖的官网也有动作 YG被提名为第一位布萨卡计算机奖候选人 这消息一出更是差点把头桃榜弄摊 网上众人议论纷纷 而此刻的乔斯整个人都呆着 布萨卡和法理资客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怎么可能 乔斯双手抱着头一脸碰了 他知道自己要完了 筹备了三年 就是为了能代替马库斯坐上所长的位置 可结果了 这个新所长自己坐了才一个月 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上面的人肯定会将他拉下来 而就在此时马库斯的电话铃声响起 马库斯一脸颓废的接通电话 干什么 就听对面传来一个十分温和的声音 马库斯 是这样的 上次跟你说停职的事情 从今天起取消 从今以后二国计算机所所长还是你 没反应过来的马库斯淡淡的呕了一声 猛然间又反应过来 不可置信的喊道 你说什么 我复职了 而同样被惊呆还有钟老和南希 两人目光呆滞 盈盈有些不敢相信 斯承岩深吸一口气 拿着手机告诉他们他刚刚得到的消息 昨天红虫真知道YG解除千八题时 直接被气晕过去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头皮发麻 暗暗叹口气 有些人与生俱来的天赋 的确是过分恐怖 而旁边南希拿筷子的手都有些头 现在搞数学的那帮人 也要来跟自己抢继承人 可商业那边还没答应怎么办 自己要赶紧想办法才行 不然继承人就飞了 而此时被众人议论纷纷的陪爷 正拿着鲜花来到医院 帮老爷子看望他的病人 陪允哥一推开门 就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 我叫陪允哥 你并有孙女 轮椅上的男人醋了醋美 你来干什么 陪允哥放下手里的花 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爷爷让我来客套一下 商业看着陪允哥 找个较远的位置上 以为陪允哥离得这么远 是在讨厌自己 不愿意和我接近 是因为我的腿吗 而就在此时南希的短信 又发过来 商业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我的继承人 也是为了你啊 你当初也是大家眼里的天之骄子 现在就要这么放弃自己吗 商业看完目光暗暗 喃喃自语道 已经跌入泥潭的天之骄子 又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的 再说商业早就不存在了 却没想到这是陪允哥开口了 现在的商业也是商业 活着就要面临选择 又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最差的 天之骄子又何惧穷途陌路 闻言商业内心有些震惊 就在此时南希的消息再次发来 你再考虑一下 我们歌真的很强 长得又好看 能让南希这么推崇 这个歌应该是有点本事 商业不由的喊出声 对面正在吃水果的陪允哥不由一顿 你在喊我吗 商业像是没有听到 滋滋的在回这等线 看人家没说话 陪允哥以为自己听错了 感觉自己客套也客套完了 陪允哥就起身准备离开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商业此时的心情似乎不错 笑眯眯的对着陪允哥说再见 他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这个女孩就是南希看重的继承人 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会这么痛快的答应 不过如果是他自己答应又何妨 来了来了 吃醋陪业上线了 再听到杜爷去参加晚宴 又肯定要带女伴 淡定的陪业再也坐不住 立马让从助理掉头去晚宴 来到晚宴上 陪允哥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商业晚宴带个女伴 也不奇怪 自己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呢 没一会儿陪允哥就找了杜爷 也看到了他身边那个身材高桃的女孩 杜爷似乎也没有在乎女人的靠近 远远看去可以看到两人相谈甚欢 这个认知让陪允哥有点不想上前了 而就在这时杜爷抬头 突然就看到不远处的陪允哥 陪允哥抬头在看轻女人时 顿时整个人如遭雷击 于寒然 这女人居然是于寒然男干女装 此时于寒然的脸色格外的差 用扇子挡住她的脸 一双画了眼影的美眸 寒情怒瞪似的 陪允哥瞬间被劈得外焦里嫩 现在的爸总都这么会玩吗 而此时的于寒然也发现了陪允哥 瞬间就想要抱粗口 或曹 或石度你是人吗 我不过是输了你一局 你居然连你家小姑娘都带来看我笑话 不是你在主办方那边山松点火 非要我带女伴吗 我们家云云上一天学太累 我可舍不得让她晚上再陪自己来应酬 度爷看出自己家小姑娘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是因为女伴的事情吗 度爷不由地勾起了唇角 半腹下身让小姑娘靠在自己肩膀上 语气里带着戏血 云云这是来查党吗 是因为女伴不高兴了 而男人距离近而暧昧 呼吸更是静在咫尺 陪允哥也从男人的呼吸间闻到了酒味 男人可不准备就这样放过她 牵起陪允哥的手 掌音勾人而又招摇 那云云可要将哥哥看好了 可别让别人占我便宜了 而此时的陪爷被撩得小心脏扑通扑通 犹如小路乱撞 诶 这男人怎么一喝酒就不好好做人了 这天晚上陪允哥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小女孩大声指责 秦玉 你这个变态 居然对小孩都能下手 更是有一个黑粉带来的硫酸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往秦玉身上拖 而就在这时自己二话不说就冲上去挡在秦玉面前 但秦玉更眼疾手快 直接把人护到了身后 那硫酸就全部拖在秦玉的背后 可现场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女孩的哭泣声 求求你们 谁来帮帮我 而周围的人却是冷眼旁观 甚至带着讽刺的看着受伤了的秦玉 却无意人上前帮忙 注意了陪爷要给二哥秦玉撑腰了 想要改变秦玉上辈子的悲惨命运 睡梦中陪允哥梦到秦玉被人诬陷违宪女人 更是有疯狂的粉丝对着秦玉破流酸 陪允哥从噩梦中惊醒 他能感觉到梦的真实 还有园主的声音不停在脑海里盘旋 这大概是因为园主的执念太深 想要让陪允哥去帮助秦玉改变命运吗 而就在此时秦玉的消息刚好发了过来 哥儿 你最近还好吗 我这边有个真元秀综艺 可以邀请家属一起参加 你有空吗 什么时候综艺 我晚上不录 其他都行 一日他们来到旅行录制现场 为了活跃气氛导演要求 便让他们兄妹先拍个录制前的小视频 让他们兄妹两互相给对方说句话 秦玉莫眸看向陪允哥唇角一弯 这次旅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 哪想到陪允哥沉默片刻 就只动出个心 而弹幕上的粉丝 在看着这一对高颜值的兄妹 已经开始议论纷纷 而就在这时一个女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走过来 导演连忙开口 丽拉 你喜欢哪一对带你 你就去拉他们的手好不好 丽拉的妈妈在探到秦玉 就想带着丽拉选秦玉 秦玉这么活 只有和秦玉吵CP 他们来参加这个节目才有价值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 陪允哥一把挽住秦玉的手艺 二哥照顾我一个人已经够麻烦了 此时丽拉妈妈心里怒火中烧 有点厌恶这个事多的秦玉妹妹 你居然想要跟小孩子争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旁走来的秦友娇给打断了 不如丽拉来我这把 秦友娇拉着丽拉嘴角 渐渐地勾起了一秒幅度 陪允哥 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节目过后 我是人美心善 你只能是带着一身 黑历史挨骂的本 节目正式开始 每队初始资金是一百元 其他旅行经费 就需要靠队员自己赚取 兄妹两人来到一个商场 秦玉去带队助场挣钱 让陪允哥在下面等着他 直播里粉丝看到三组里 只有陪允哥没有出力 纷纷替秦玉感到不值 认为陪允哥就是个雷震 自己现在坐在这里吃东西 等秦玉助场玩 心安理得的分钱吗 弹幕里已经一片陪允哥黑粉了 而就在这时 节目组又发布了支线任务 用节目组提供的账号 在主神图中 PK职业选手 早获胜即可获得淘汰他人 和强制兑换他人造剧的机会 而陪允哥在听到这消息 脸上一副郁郁月事 此时一个房间内 萧直一脸不满的抱怨着 这节目组叫我们在这 这些嘉宾怎么放水 也不能打得过职业选手了 接下来陪允哥也匹配上了对手 居然正是萧直 萧直眼底带着音域 冷冷一笑 嘿嘿 陪小姐 你还没跟秦朗去打过亲友赛吧 倒是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然而陪允哥却倾笑了声 懒懒地整理了下麦克风 是啊 机会难得 陪允哥的态度又得到 网上的一通漫漫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不怕死的人了 萧直可是国内第二的选手 妹妹拽可以但要有实力啊 很快原本还在撕陪允哥的人惊呆了 陪允哥的手足频率太吓人了 此时刚挣完钱走出来的云诺 就看到坐在路边的陪允哥 再看向陪允哥的眼中带着一丝厌恶 允哥 你在这里做什么 陪允哥手指夹着修罗牌 唇角微微勾起 挣钱啊 云诺不明所以语气明显带着嘲讽 挣了多少钱了呀 却没想到陪允哥懒懒地说道 那得看你挣了多少钱啊 说完又拿起那张修罗卡介绍道 修罗卡可以任意淘汰一名选手 你是想出钱还是想出局 又美又撒的陪业来了 嚣张无比地拿着修罗卡询问云诺 你是想出钱还是想出局 云诺不想被踢出局 只能无奈地将刚刚挣来的钱都给陪允哥 网友也被陪允哥的一顿骚操作给震惊了 更是有电竞圈技术博主发出陪允哥 刚刚跟肖直打游戏的手术 比擎案还要快 难怪陪允哥能在六七分钟就秒掉肖直 更是在四十分钟荧光剧组准备的所有道具塔 而头条里陪允哥接二连三的操作 直接冲到了榜首 弹幕也有不少人在刷人间吧 陪允哥 剧组里的情友焦探着这一切有点沉不住气 变色猙獰咬牙切齿发誓 等自己有机会 一定要将它踩在脚底下 一日突然就听到剧组的分支 要换新的地图 大家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张地图 祝大家旅途愉快 这次节目居然将这些人搞进战区 情友焦和云诺探到这一切不由的眼底一片音质 而此时直播已经开始 网上网友幸灾乐祸地讨论着 节目组这么急着换地图 肯定是因为陪允哥太犯了 而且来战区明显就是临时安排的计划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训练他们的教官 居然就是之前跟在记忆清身边的阿辉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教官 这段时间各位会有我负责 立正 先占三十分钟的军资 此时的阿辉也发现陪允哥 不由的眼里划过一抹寒光 之前就是因为他 队长才让自己停止两个月 没想到这次居然在这里被自己碰到 他一定要给他的教训 阿辉正在出神时突然就听到陪允哥的喊声 叫官 报告 这小孩不能继续录节目了 就见陪允哥指着旁边的丽拉说道 却没想到陪允哥话音刚落 情友焦就迫不及待地找查 丽拉 你不喜欢丽拉也不需要将他赶出去吧 阿辉转头看着导演旁边的丽拉妈妈 心不由的暗暗嘀咕孩子的妈妈都说没事 就他在这里多管闲事 这陪允哥可真是个刺头啊 想到这里阿辉就有点生气 瞬间老丈心丈一起算 训练态度不认真 啊 阿辉的话还没说完 丽拉就捂着肚子跪了下去 而此时网上看着这一切的网友 纷纷在那边骂着情友焦 情友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脸色惊恐不已 旁边的陪允哥淡淡看着众人 一会我可以领的啊 但这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是有条件被人命 小丽拉听到陪允哥的话忍不住抬头看向他 姐姐 你很讨厌我吗 陪允哥走到丽拉面前蹲下 又伸手抱了抱丽拉回答道 你看不出来吗 他已经感觉到了 上一世情欲的那件事 丽拉妈妈应该才是罪魁祸首 路上丽拉妈妈怒火中烧的拉着丽拉回去 而小丽拉突然发现自己裙子的口袋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个糖 小丽拉愣了一下 大概知道这糖是怎么来的了 而此时的训练场上阿辉又来陪允哥面前找茬了 刚刚说待会领法是你了 陪允哥漂亮的同谋半抬起来 似乎并不是很怕领法 是的 阿辉想了想开口了 我也不是不讲人情的 这样吧 就划你跑十圈吧 要么射击十枪内成绩比我好 这时就这么过去了 但如果失败了 打跑二十圈 却没想到陪允哥想都不想就选了射击 来了来了 许久不见的陪允师打脸又来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想了很久了呀 训练场上阿辉故意找茬 想要处罚陪允哥 就提出只要他射击十枪内成绩能比他好 就不处罚他 要是失败 就要划跑二十圈 陪允哥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两人来到了设计室 两人准备好后 阿辉自信满满地看着陪允哥 陪小姐 多有得罪了 说完就对着对面的把子一阵碰碰碰 连续打了十枪 心里还不由得窃喜 这二十圈他跑定了 很快成绩出来了 九十三 成绩挺不错 阿辉一脸骄傲地对着陪允哥说道 陪小姐 虽然其他方面我还挺配合你们 但这次我希望也是女人生中的一次成长 而陪允哥听言 只是勾唇笑了声 上堂后 他目光悠扬看向了远处的把心 对准后 很快就听到了一阵阵枪声响起 砰砰砰 一旁边的阿辉惊讶不已 这射击速度居然比自己还要快 不过瞬间就见陪允哥放下手枪 阿辉心里有点慌了 这么快 应该是乱打了吧 阿辉自我安慰道 可等成绩出来后 阿辉整个人如遭雷击 一百 居然是一百 是这个世界玄幻了 所以这陪允哥不止会打架 还会搞枪 就在此时突然一个男人出现 对着陪允哥客气地说道 陪小姐 有个人找你 请你跟我过来一下 画面一转 原来之前找他的居然是战区首长龙王 陪允哥看着对面的老人无奈地说道 我没打算到军校 龙王文言十分不满 不 你想 你再好好想想你想不想 拿着茶杯 坐在空调下的陪允哥眼皮跳了条 我有其他很重要的事 能有贡献祖国重要吗 来看看 这些学校喜不喜欢 说完十分理直气壮地 拿着一叠学校让陪允哥去 见自己再三也说不通 陪允哥只能找外人 这样吧 我给一个人打个电话 你要是能把他说通 我就答应你报军校 龙王以为他要找家长 瞬间就答应 他在半个多小时后 就听空的一声 龙王办公室的门就被踹开 钟老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冲进办公室 龙王还是第一次看到钟圣灵这个样子 钟圣灵 干嘛 钟圣灵冷笑恨不能破口大骂 这是我的接班人 你还好意思问我干嘛 旁边的陪允哥也被这样的钟老吓坏了 冷老闻言不由地呵呵呵笑了声 双手还凶十分看不起人的姿态 在我地盘上 你以为你带十几个人就能来抢我的接班人吗 钟老火冒三丈地对着冷老恐吓道 你今天要是不把人给我放了 你这辈子也都别想AM计算机所给你研发任何东西 为了继承人冷老也是拼乱 毫不相让地说道 他就是有吃着晚饭的本事 你让他跟你能有什么出息 陪允哥动了动眉心连忙说道 冷老 谢谢你的好心 但我的确不能接受你的好 闻言冷老不干了 为什么呀 陪允哥成识道 因为我吃不了这个谱 冷老闻言瞬间无语了 钟老不想跟冷老再私逼下去 决定要跟冷老摊牌 反正劳冷也是都要知道了 来了来了 陪爷太牛逼了吧 居然让军政大佬和科研大佬为了抢人差点不停 最后无奈的钟老决定要摊牌了 反正这件事情早晚劳冷也是要知道 钟老面色严肃地看着冷老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这段时间 上面的人叫你调动战区里的精英去保护YG 钟老将陪允哥拉到身前慎重地说道 他就是YG 最后冷老虽然不服气却也没办法 谁让能有这种天赋的科研者 实在是难得一见 还要打电话帮陪允哥遮掩身份 要是他的身份暴露肯定是要隐瞒事故 电话里就听冷老吩咐道 网上关于他第一天的画面都全部删掉 词条也屏蔽掉 今天是最后一天 节目组按照的宴会环节检查好 注意不要让他在节目里出现 刚挂完电话冷老就发现了个熟悉的声音 居然是霍石渡 冷老有点意外 石渡 你怎么在这儿 霍石渡对冷老微微喊声 冷老 我来接人 冷老瞬间好奇不已 这战区里谁会有这种待遇 冷的像是想起了什么 石渡 你这是 有女朋友了吗 那要不要先进去 霍石渡看了看时间就应了一声 随后就跟着冷老走了进去 谁知刚走到大厅 陪允哥就听到旁边的房间传来熟悉的名字 陪允哥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杜爷走了进去 就看见一个模样挺帅气秀气的男生 走到陪允哥的面前拦住他 男生有点紧张 并没有看到不远处正有人看着他们 支支吾吾的对着陪允哥说道 陪 陪允哥 我喜欢你 陪允哥闻言不动声色的脸谋 很抱歉 还不等他继续开口说什么 后面就想起了一道熟悉的嗓音 云云 这是你的朋友吗 陪允哥一转身 就看到朝着自己走来的男人 莫名的陪允哥就有种心虚的感觉 男生却像是下定了决心 试探的问 这位先生是 杜爷听到男生的问话冷冷的瞥了一眼 将身边的陪允哥一把抱住 漫不经心的低音枪 带着明目张胆的勾人 隐隐是因为上次我找女干的事情 跟我闹脾气了吗 男生反应过来 脸色有点白 连忙跑了出去 边出去还边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 房间里只有两人后 陪允哥看了他一眼好奇的问道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杜爷看着他笑眯眯的说道 来接你啊 陪允哥懒洋洋的笑了声 这样啊 陪允哥瞬间给杜爷来了个壁冬 陪允哥抬头看着清卷金贵的男人 不由的心里就痒痒了 石渡哥哥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造我的窑呢 来了来了 杜爷开始撒糖了 刻意赶来战区接陪允哥的杜爷 居然正好看到一场表白好戏 这让杜爷怎么瘦的了呀 分分钟就将小男生给赶走 却没想到瞬间就被陪允来了壁冬 杜爷看着面前娇俏的人 薄纯微多猴杰性感地滚动了一下 一出一声嘀笑 接着男人拉着他的手 一个天旋地转 陪允哥就被人压在了墙角 陪允哥还没喊出口 杜爷就亲了上去 温热的触觉 激得陪允哥整个人都颤了一下 思绪顿时空白 仿佛触电了斑 回神的陪业推开杜爷落荒而逃 跑出来的陪允哥心里疼生起的异样情绪 摸了摸刚刚被亲的唇弹 刚刚或时度是亲了他吗 可是我好像并不讨厌他的亲近 陪允哥收拾好情绪走回去 路上却碰到了综艺节目的工作人员 陪爷你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陪允哥不想继续这话题转移话题问呢 怎么了 接下来有你的现场活动 工作人员拿了一份节目单地给他 上面写着真心话大冒险 表演人陪允哥 此时台上的主持人正在喊着 下面有请陪允哥上台 陪允哥走上舞台 就听到主持人拿着三张卡片 对着陪允哥说道 这里是为允哥准备的提卡 看着陪允哥走上舞台 情友焦刚好走了回来 他坐在云诺身边 你去哪了 情友焦问道 云诺笑出了声 目光滑过前面的陪允哥 有些意味深长 不是要结束了吗 既然来了就应该再做一点什么 此时的后台一片混乱 曾旭看着面前的节目也是一脸惊讶 不对啊 事先没有说过有这个环节啊 连忙上前对着杜爷汇报 这主持人和提卡都有问题 此时台上的主持人就听到导演怒吼的声音 从耳机里传了出来 流程里没有陪允哥上台的环节 你究竟在搞什么 此时自作主张的主持人已经吓得瑟瑟发走了 陪允哥看着眼前的一切还有什么不明白 应该是有人刻意在针对自己 就在陪允哥接过话筒准备说话时 就看到杜爷缓缓地走了上来 主持人看着面前的男人试探地开着口罩 你是粉丝吗 就见杜爷走上前抱着陪允哥 唇角勾了下 低沉的嗓音响起 我追身边这位小姐 主持人文言笑眯眯地说道 陪允哥的粉丝是吧 那有请这位观众朋友抽取一张提卡 向我们陪允哥提问吧 杜爷伸手从主持人手中抽了一张提卡 或十度低头看着里面的内容后 眼底蓄着一层幽深的函 果然有问题 节目组根本不会准备这种问题 杜爷拿着提卡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陪允哥 罗红的唇角翘起 有个问题 提问我们陪小姐 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喜欢我吗 话音一落 场上几乎所有的追星女孩 都忍不住激动地尖叫出声 此时情有交叹着台上的 获时度极度的快风了 获家这位为了一个陪允哥 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吗 害人中害己 云诺在综艺节目上陷害陪允 瞬间就被杜爷查到 杜爷分分钟就教你做人 一日 各大媒体就争相报道了近些年 女星云诺倚靠家事 学历造假 高中校园霸凌等事迹 云诺看到这些新闻 心头慌乱 立刻就反映过来 这会是谁的手 连忙就打电话给父亲求救 公司的公关根本按不下热度 那些媒体也不肯删 爸你救救我 云诺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电话那边传来中年男人声音 云诺 公司出了事 你弟弟被警察带走了 云诺突然被查 我还在想办法 你也别乱惹事了 说完云诺的父亲就挂断了电话 他的一声手机就掉落在地上 云诺仿佛浑身血液都一下子冰冷了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而云诺几乎不敢想象 那个人为了陪云哥 做事这么绝吗 连云家都不肯放过 云诺咬了咬牙 给腾旭打了个电话 很显然腾旭早就猜到他会打电话过 云小姐 您是有什么事吗 腾旭笑着问 我家的事 是杜爷做的吗 云诺的声音都在发颤 腾旭没有回答 反而笑道 裴小姐的事 是您做的吗 就是为了陪云哥 你们做到了这个地步 这事是陪云哥告诉杜爷 是我做的 云诺的声音带了点癫狂 眼眶发红 裴小姐不用说杜爷也会差 所有对裴小姐动心思的人都逃过了 毕竟 裴小姐 是杜爷心肩上的人 回去的路上 裴允哥被过时度告知 临时有事去二国出差 过几天才能回来 坐在车上的裴允哥突然询问腾旭 你去过二国吗 腾旭闻言突然愣了一下 但透过后视镜 看着裴允哥的眉眼 又仿佛明白了什么 意味深长的笑道 去过 一般杜爷出差都会带上我 二国的女人要比咱们一国的热情的多 所以裴小姐有空可以多跟杜爷打几个电话 回到卧室的裴允哥不知不觉的拿起手机 不由的想到曾序的话 不含蓄吗 片刻后裴允哥拨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 裴允哥心里不由的怀疑起来 接的电话要这么久吗 大概过了两分钟电话才接通 云云 怎么了 男人又低又词的嗓音 透过电流 聊拨着人的耳膜 哥哥很忙吗 裴允哥略显不高兴的声音响起 不太忙 那现在可以跟我视频吗 对方似乎又静默了片刻 等我两分钟可以吗 听到这话裴允哥愣住 瞬间就有点生气了 那现在也行得是不是 杜爷在那边立马就感觉他家小孩闹便宜 连忙哄到云云说的是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很快裴允哥就挂了电话 给霍时度发了视频邀请 那头霍时度很快就接通了视频 接通后 空气中的气氛僵持了很久 裴允哥看到男人短发湿漉漉的 还赤裸着上身 下身只为了一条毛巾 皆是性感的八块腹肌 隐隐显出的人鱼线 简直太要命了 所以刚刚霍时度说等两分钟 是想去穿个衣服吗 女孩的耳根子渐渐攀上了一层淡淡的红 弱弱的问道 你先去穿个衣服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 来了来了 霸道总裁太会撩人了 就连裴叶这么清朗的人都被撩得不要不要了 裴叶在听说霍时度去二国出差 更是听说二国的女人热情温放 立马就受不了 连忙去跟霍时度视频 却没想到杜爷刚刚洗完澡 还没穿衣服 于是裴叶就看到面前的香艳景色 揭示性感的八块腹肌 隐隐显出的人鱼线 看着的裴叶瞬间脸红心跳 连忙转移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来 杜爷转身边去衣柜拿衣服边说道 大约一周 想我了 此时镜头那边裴允哥探你 男人慵懒却干净的气质 以及精壮的静腰 看着人心痒难安 他不能闭下镜头吗 男人勾着薄唇 慈性的嗓音响起 我也想你了 这一瞬间裴允哥脸更红了 心脏更是在无节制的疯狂跳动 我先挂了 看着男人那无限可击的背影 裴允哥脑子乱轰轰 这杀伤力简直太大了 或十度看着落荒而逃的裴允哥 不由的唇角勾起一抹笑脸 一日 在正在写报告的裴允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报告书上写了大半篇的或十度 裴允哥瞬间惊呆了 这狗男人是给自己下骨了 就在此时南希走了进来 允哥 你的第二个项目怎么样了 裴允哥一脸尴尬 有我以前不太了解的领域 要查查资料 手上去偷摸摸地在删掉电脑上的内容 就在此时南希拿出一本册子递给裴允哥 这些可能对你的项目有帮助 裴允哥接过笔记一页一页的看见 南希看到裴允哥的翻书速度 快得吓人 你都是这样看书的 裴允哥又翻了页 不嫌不但地应答 突然他抬眼看向南希 您对这方面很有研究吗 南希十分稳重地点了点头 还可以吧 其实我就是希望我的集团 在科技方面有人传承 而且这些都不会妨碍你做科研 有人会替你管理好公司的 沉默不久裴允哥弯了下唇 我考虑一下可以吗 哥你再考虑一下 怎么 回神的南希几乎是整个人一下子僵硬着 随即又开始亢奋激动 他就是手的云开见越明了 好好 你好好想 咱们一定要好好考虑 慎重考虑哈 南希十分高兴地凑过去 哥 资料里有不懂的地方吗 我渴 南希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裴允哥打扮了 没有 简简单单两个字让南希瞬间安静 我为了哥觉得我是个有能力做他老师 翻了两三个星期的书去解决他的项目 他一下就全懂了 为了不这么快下岗 我要继续做科研 想到这里南希满脸干净地走了 这神经兮兮兮的样子将来找裴允哥的思成岩给吓了坏 思成岩看着正在工作的裴允哥问道 允哥 这次项目的消息已经放出去 专利费 你是在怎么想 翻个背 裴允哥不假思索 思成岩瞬间惊呆了 翻背 我卖给德莱尼的第一个专利 让德莱尼集团市值爆炸 即便裴允哥要添价专利费 也是值得放手一搏的 想到这里思成岩点了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国外应该会挺多家来买使用权 至于国内可能就或是和 或是 裴允哥突然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思成岩连忙点头 或是的科研部 早早就表明想买专利使用权 而且以或是的资产 是最能承受的起根你的出价的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咱们还有德莱尼 裴允哥笑了一声 勾魂的童谋懒洋洋的 等一下 或是想要的 我都可以给 来了来了 咱们家裴也吃醋了 杜爷抓住实际表白了吗 或是集团 裴允哥刚过来 就看到办公室里 杜爷面前站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裴允哥好看得童谋咪了咪 只是已在门口 炮整以侠地探着里面两人的谈了 两人谈完杜爷余光一早 看到了门口不太高兴的小姑娘 你不进来愣在那里做什么 裴允哥闻炎静直朝杜爷走了过来 直接坐在了杜爷身旁的沙发扶手上 炎笑艳艳地透近杜爷 有几分故意挠人心仰的意义 这不就过来了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 旁边的美女十分拾去地笑道 霍先生 您继续忙 等会议再见 美女离开前还善意地关上门 杜爷似笑非笑地看着裴允哥 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 此刻裴允哥也感觉到 莫名的危险气氛 你生气了 闻炎杜爷没有出声 裴允哥却把她的态度 当作是默认了 所以她是喜欢这种长相的女人 下一刻裴允哥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外走去 知道了 以后 允哥话还没说完 忽然就被扣住了手腕 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末地拦住腰肢 整个人直接落进了男人的怀里 裴允哥 你知道你这么做 是什么意思吗 杜爷低沉嗓音默然响起在他的耳边 女孩耳根子都窗红了 不自觉地紧张 头一次陪业之无半天说不出话 男人将允哥放在办公桌上 身子压了下去 视线直勾勾地盯着小姑娘看见 回答我 允允 你是在勾引我吗 十分钟后 曾旭走了进来汇报 就瞥见在总裁办公桌边的人是陪允哥 此时他一手撑着下巴 一手拿着笔箱是在写题 杜爷 AM计算机所的司教授到了 陪允哥长节动了下 司教授今天来吗 陪允哥的问题 让曾旭愣了下 哦是的 陪小姐认识 心里却在暗暗心惊 杜爷这也太宠陪小姐了 自己坐在沙发办公 却将办公桌让给陪小姐 霍氏度站起来朝着曾旭走了过去 曾旭将手里的资料递给杜爷 杜爷 司教授在会议室等你谈YG的新项目 这里是相关资料 旁边的陪允哥不由的惊叹 自己的第二项目还在研发期 这些人动作就这么快了吗 想到这里陪允哥一脸笑意地看就霍氏度 杜爷 我可以去听你们开会吗 片刻后杜爷带着陪允哥来到了会议室 道歉久等了 随着陪允哥走了进来 此时坐在会议室内的司成员也发现了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上次陪允哥说过的话 或是想要的 我都可以给 好家伙 原来早就跟霍氏的人有关系了 而此时旁边一个副总也看到了陪允哥 语气很不好地对着霍氏度说道 有会客在 这不合适吧 AM计算所可是学术圈有声望的研究所 霍总 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点资教授 陪业升级了吗 直接升级为杜爷的家属 这话也太粗了吧 陪业开心地直接想要将20亿项目送给脱饰 婚姻是李副总想要将陪允哥来扶持 陪业死死地盯着旁边的司成员 也介意我在这里 司成员立刻牵强地扯出一门笑容 这小姑娘指不定以后就是我们所 我总会介意 心里不由地暗暗不强 这项目都是她 我哪里敢介意好 众人文言议论纷纷 AM所的招人潮件事业内出了名的科科 怎么会看上这个浮水冰空的小姑娘 这女孩跟咱们杜爷是什么关系 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拿了严谨主才的剧 就在此时杜爷低沉慵懒的声音 飘入纵闻的耳心 抱歉各位 这次带来的家属 过时不漫不经意地扫了眼睛 又忽然勾气饱嘴 下次我会怎样安排好我的家属 陪允哥听到旁边男人的话 不由得更大的眼神 家属 自己总做成了他的家属 此时的司成年轻情十分复杂 原来允哥是和传闻中或是最年轻的 有这样的关系 不愧是YG 很快体验正式开始谈慨 过时度这边的职员开始提问 有关DF技术项目 资教授是怎么讲 资成年回神后立刻道 我们做科研的 其实也不太懂这种商业上的事 不过YG的上一个项目是五名期限 十亿五千万买卖 当然是二国货币 资成年偷偷瞄了眼旁边的大路 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嗯 其实这次我们也比较有诚意 半个倍可以吗 这时候所有人没说话 过时度看着资料里的内容开 这些要求都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DF技术使用人的期限 我希望贵手能考虑哪段十年 闻言资成年忍不住 瞥着眼旁边的裴允哥 裴允哥感觉到自己被人披震 这才从电影里清醒过来 这时资成年假装考虑地说道 嗨嗨 摆断DF技术十年了 想让戴着耳机的裴允哥听见 裴允哥才摘下耳机 言笑艳艳地看向货时度 说说 这个价格十年是不是有点多 此时的思成年恨不能上去 语助裴允哥的嘴 这是什么恋爱脑的情人啊 允哥似乎看懂了思成年的暗示 不以为然地撇了他一点 这是我的专利子 我说了算 刚刚说话的副总生怕思成年 因为裴允哥的话而动力 连忙起身对着思成年道歉 副教授 您别和小姑娘一般记得 说完又对着裴允哥怒口 裴小姐 公司上面的事情 你还是听着就好 YG的专利子 卖多少都是应该 裴允哥散漫的目光 导师傅副主 旁边的杜爷见小姑娘一只身 还以为是他不高兴 一个微热而干燥的手心 忽然抓上了他的手 极为自然的安护 像是在恨他高兴 裴允哥长而卷脚的睫毛 很很明显 抬头看着面前 焦金俊女的名 旁边的思成年 将这一幕看着人 默默地对着众人说道 价格吗 我们还可以再谈 来了来了 杜爷又来给云云撑腰了 瞬间将秦母的脸打肿了 或是会议结束后 杜爷冷冷地对着曾副说道 孙副总在总部的工作 完成得很好 安排他去巨市的分公司吧 听到霍时度的话 曾副心里清楚得很 孙副总因为刚刚 对裴小姐的态度 被杜爷给安排流放了 曾副心里清楚 看着裴允哥的背影点投影到 走廊里思成年一脸 愤铁不成刚说道 人家或是还没觉得贵 你倒是直接心疼上了 思成年看着裴允哥的表情 不由得叹了口气 算了 不说这个 不过你这次要好好安抚一下 德莱宁那边了 一日 德莱宁一脸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着裴允哥 裴老师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我们之前的友谊 难道比不上祸事吗 裴允哥眼皮子跳了跳 有些头疼的腹了腹额头 之前的项目使用期限 可以给你延长五年 裴允哥话音一落 德莱宁就疯狂心颤了 真的吗 裴允哥不想再待下去 连忙转身离开 真的 快去登记吧 我先走了 然而就在裴允哥 在机场里的便利店 买了悲观宗主 下一刻就听到有人喊他 转头一看居然是勤妇 裴允哥机不可查地手蹲了下后 哥 刚刚那个男人是谁 勤妇立刻追问 刚刚那个男人 或许连勤家都不敢招认了 裴允哥怎么能和这种人有关系呢 勤哥根本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自顾自地吃着手中肉丸 转身就往外走 就在此时勤母走了过来 挽着勤妇的手 一脸喜悦地看着勤妇说道 秦妍 娇娇都快登记了 你在这跟谁聊天啊 娇娇还在那边等着我们呢 这次她为了去参加英邪的演出 得去培训三个月 到时候想见你都见不到了 秦母一提到秦友娇 眉眼间都是骄傲 如今我们娇娇成了英邪的正式成员 完全就是我们秦家的荣誉 必有所指的扫尸过裴允哥 你以为这些 都是别人能给你争取的来的 秦妇生怕裴允哥听到会生气 抽出秦母挽着的手 孩子怎是怎么样都好 而秦母却觉得讽刺 什么样都好 她因为推娇娇 进过精神病院也好吗 这话秦妇听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吗 够了 那都是误会 裴允哥看着这对夫妇不停地炒冷饭 也不由地吃笑了声 是不是我推得很重要吗 秦先生和秦太太 如果实在纠结这个说法 不如让秦友娇现在过来 我给你们现场补个证据 秦母脸色顿时一变 黑的能逼墨 裴允哥你以为有货家人撑腰 我就收拾不了你了吗 却没想到就在此时 不远处想起男人低旦轻慢的嗓音 辞性又很好听 怎么了 秦夫人又想收拾谁 就看到了穿着白色西装的杜爷 缓缓地走过来 很自然地拿起了裴允哥手中的竹签 弄了串关东主持了起来 裴允哥愣着了想 你怎么在这里 杜爷看着小姑娘自然而然地交代行程 突然有事要去二国 这时候秦夫忍不住出声 或先生 或时度转过头 原本眼底的笑意散得一干二净 差点忘了秦先生也在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刚刚贵夫人的措辞 是在针对我家姑娘 绿茶婊里查气说裴允哥坏话 杜爷霸气宠气打脸绿茶婊 秦母在机场遇到裴允哥上前找茬 没想到杜爷感到为他撑腰 秦夫人既然知道有货家给云云撑腰 那就最好安分手紧 秦母的脸色一变 真的后悔当初让裴允哥和这个男人走近 秦母下意识就不甘心到 郭先生你这样的身份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话还没说完 秦夫就立刻拉住了秦母 脸色不太好看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就在此时不远处的秦友娇走了过来 爸妈你们在跟谁说话呢 秦母看到秦友娇立马脸色变得和蔼 走过去轻易地拉着她的手 此时的秦友娇也看到裴允哥和郭时度 连郎茶里茶气地跟裴允哥打招 这么巧 允哥也在这里 二国的音乐家阿尔内老师 已经正式收我当学生了 有机会 我也可以带允哥去见见老师 秦友娇转头看着 过时度的眼神带了点失眠 我相信 郭先生应该也希望 允哥能够成为优秀的人吧 郭先生 其实我 秦友娇话还没说完 就见裴允哥凑到男人的身前 踮起脚尖两手捂住了他的耳朵 故意不让霍时度听 秦友娇探着裴允哥 直接捂住了男人的耳朵 不让男人听他说话 顿时心里就怒火中烧 允哥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小气了 我只是跟霍先生说一句话 你没必要这么做吧 你这样做有没有在乎过霍先生的感受 秦友娇刚说完 就见赌爷将裴允哥的手拉了下来 看着这一幕 秦友娇不由的心理暗示 果然杜爷不可能会喜欢像裴允哥这样 嚣张跋扈的女人 却没想到杜爷拉着裴允哥手冷冷贴了他一眼 秦小姐不必多管闲事 要是再有下次 云云不方便做的事情我不介意代劳 秦友娇一听 浑身僵住 他咬了咬唇 看着男人金贵自若的背影 眼底划过了一抹不甘心 裴允哥他什么都比不上自己 听什么就能被杜爷那样的人喜欢 等我再次回国 我要裴允哥只配啊 是我 一日裴允哥就来到了战区 原来是前一天中老联系了朋友 让裴允哥来战区玩 而且还是不能拒绝的过来玩 裴允哥也确实做到了来玩 就见他拿着相机就在战区内到处拍照 此时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小哥扫了他一眼 不由的就开始暗自嘀咕 这姑娘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主 也不知道上面的人怎么会把他送到这来 就在此时从里面走出两个军人 这位就是冷老让送来的人吗 高队 这是裴小姐 高队扫了眼裴允哥 看着女孩穿着的金闪闪的那家小裙子 脚上还踩着双皮质的黑色高帮皮靴 高队深吸一口气 裴小姐 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 居然穿成这样就来了 裴允哥闻眼满脸欠你 高队 很抱歉 我不太懂这些 人家都说不懂高队还能怎么办 只能无奈地转身 跟我来吧 我会让人给你准备衣服 从现在开始 你要按照这里的规矩来 而此时走在路上的裴允哥越想越不明白 钟老把自己弄来站去到底是为什么 想到这 裴允哥不耐地扫尸过其他地方 但下一刻 正好余光看到了监视器 调皮地朝着监控器吐了吐舌头 而此刻控制是钟老和冷老 纷纷脸色大变 都不明白他是怎么发现的 而旁边穿着白大褂 眉眼俊朗的医生勾了下唇 眼底划过了一抹兴趣 他就是我的病人 裴叶竟然病了 究竟是什么病能让钟老费尽心思 更是不惜将人弄到战区 原来裴叶在AM计算机所做过心理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裴允哥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而他本人又很抗拒常规的心理咨询 所以我才将人送来这里 方便你的观察和治疗 随医生一边观察着裴允哥的行为 一边做记录 这么多年来 冷老从来没把我接出去过 看样子这个姑娘来头不小了 随医生看了会儿视频里的女孩 又不禁有些疑惑不解 这样一个女孩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呢 而就在此时钟老从监控中 看到裴允哥被战区的别带走 钟老瞬间就紧张的不行 你的人这是要带哥去哪 冷老看着这么紧张 钟老瞬间有些无语吧 是我们这里的实战训练 与此同时训练场 高队左手拿着红色灰派 右手拿着蓝色灰派 双数一列 单数一列 我要你们分成两队 在辖区进行实战训练 我会给你们两面旗帜 以护棋为任务 谁的棋能护到最后 这场演习就是谁赢 瞬间所有人分成两队 就只剩下裴允哥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中间 高队看向裴允哥 裴允哥 你现在是红队的人了 吩咐完这些高队看着众人 所有人上飞机开始演习 众人到达目的地 就有队员不服气了 丝毫不顾及在场的裴允哥 就气呼呼地说道 搞什么呀 我们红队本来就比蓝队少的人 现在还要保护一个雷坠 裴允哥漫不经历地扫了眼 那年轻男生 心里清楚 那个雷坠 说的就是他了 此时小队长开口训试道 够了 行 那就算我们在保护人质好吧 希望这位娇生惯养的人质 能少给我添麻烦 而此时被嘲讽的裴允哥 抬头看了眼 一名酒多的壮汉白熊 白熊 能借我一下电脑吗 白熊还以为是裴允哥想打游戏 有点休解 还没想好怎么说 忽然就听到前面的警卫声 大家注意 小心附近围区 裴允哥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了白熊道 得罪了裴小姐 裴允哥一脸迷惑不解 突然被人还住了腿弯 轻轻一提 下一刻他坐在了白熊结实的肩膀上 白熊憨厚的脸上浮现出认真 裴小姐 鞋子湿了会很难受的 裴允哥看了眼前面必须过去道路 便扭地对着白熊道谢 红灵之中 裴允哥坐在白熊的臂膀上 慢悠悠地打开了电脑 而此时队长看到白熊 居然真的把电脑给裴允哥 都不由得愤愤不平 这电脑里全是机密文件 白熊居然就这样给他随便玩 但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鞋壳一声说道 好了 旁边是雷区 大家注意西南方向小心有埋子 这次在被突袭 我们可就真要全军覆没了 却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 裴允哥轻悦的嗓音响起 蓝队可能在雷区南面埋子 雷区里面是星雷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藏雷位置 藏雷率低于45% 裴允哥看着屏幕里的地势 不急不徐地问 还有南边绕后有一块低窝地带 你们谁能绕后进去啊 白熊疑惑不解 裴小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裴允哥低头扫了眼他 右脸部红星不跳地悠悠道 我看见那边生长的植物 分析的 裴太太太牛逼了 居然当着战区领导地面黑了他们的系统 更是直接让战区人员听他调派 监控室里冷老看着裴允哥电脑屏幕里 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地形图 惊讶不已地询问 允哥怎么会有我们内部的地形图 这不可能是实战演练的队员电脑里会有的呀 钟老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估计是黑了你们的系统啊 冷老闻眼脸色瞬间不好啊 有技术了不起啊 而就在此时冷老的手机铃声响起 出什么事了 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极其的声音 冷老 有一国不法人员介入 上次抓到的间谍跑了 押送间谍的那一车人也都死伤财重 现在间谍就在我们区里 而此时实战演习这边 队员根本不相信裴允哥的话 纷纷指责他能认识多少种植物 万一是他看错了 那我们这次岂不是又要输了 就应该直接进去 我们趁着蓝队不注意 一举歼灭他们 裴允哥淡淡地吃笑了声 蠢祸 队员的火气瞬间被点燃 你说什么 裴允哥不嫌不淡倒 西南区的那片低层 和雷区相隔较成五分钟不当 从我们步行到这 蓝队可以计算出我们的位置 或者同志那么有牺牲自我的勇气 就一个人去探个路 话落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小队长陈思片刻说道 按裴小姐说的做 红队听我指挥 所有人注意雷区南面 准备前进 队员满脸不服气 队长 他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懂什么呀 话还没说完 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一声枪声 白熊连忙护着裴允哥 队长 这声音好像不太像咱们眼面用的枪啊 裴允哥默了默 是真枪 有些不明白这里是战区的训练区域 怎么会有人用真枪 看来有点不对劲啊 而此时的监控室内中老在知道事情后 差点就炸了 整个人情绪激动 怒不可遏 性冷的 你快找人去救人啊 允哥还在那里吗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怎么活 我是为了允哥的身心健康 之所以把人带到战区里 也是觉得这里比较安全 可现在呢 一个人先是把他弄去搞什么实战训练 现在又遇到武装奋力 本老此时也是担心不已 这裴允哥要是在他的地盘出事 这后果他不敢想象 钟老 你冷静一点 红蓝队的通讯频段是专用的 我已经安排技术人员想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允哥他不会有事的 却没想到就在此时 陪允哥的声音从监控里传了进来 很抱歉 打断一下各位 冷老和钟老瞬间惊呆了 连忙转头看着监控中的陪允哥 而此时频道内所有的队员都听到陪允哥的声音 我是红队队员陪允哥 目前红蓝两队的频段已经接通 接下来希望大家听我安排 又美又萨的陪爷又要出手了 在战区内掌控全局 不可一世的武装分子 也被他耍得团团转 丛林的草丛里 武装分子正隐秘在这里 武装成员你没 怎么没有动静啊 另一个成员不以为然地说道 孟 你是国之手可热的学者 对方哪里去找能跟你对上的技术人员 你会不会太高顾他们了 孟良深吸一口气操控着手中的电脑 我再看看 既然给他逃出来的机会 他就再也不想被关起来了 他要离开这 一定要离开这里 想到这里孟良开始调取这区域的地图 而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开始调取地图时 陪允哥的电脑就发出来了警报 注意 对方正在调取地形图 看着对方正在调取地形图 陪允哥脸色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后扫了眼地形就开始进行更改 等做完这一切 陪允哥眼底是细细碎碎的冷光 唇角轻轻一勾 雷区难免18人注意 往回走到隐地区 掩承射击准备 智雷准备 在陪允哥下达这个命令后 监控室内看着画面的冷老担心不已 那可是18条人命啊 隐哥他 却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钟老给打浪了 你与其担心这个 不如去查一查战区里的地形数据 看看须不需要重录 冷老闻言不由的大惊 你的意思是 钟老接下来的话证实了冷老心底的想法 你看不见隐哥刚刚改了资料 他给了对方一张假地图 吸引对方去了假的最佳突袭点 再安排人等着一窝端了他们 果不其然 孟良拿着陪隐哥给他们的地图正在赶路 根据地形图他们很可能在北面 大家绕过雷区往南面等 会经过一片碎石灵 而不久武装分子就发现了不对劲 连忙联系孟良 孟 不是说这边是碎石灵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灌木丛 下一刻就看到一个手雷抛到了他的身前 就听轰的一声 听到这话 孟良脑子都乱轰轰的 耳机里不停地传来武装分子的声音 地图是假的 这里有埋伏快想办法 孟良和刘志种完全不敢相信 这明明是从战区的系统得来的地图 怎么会是假的呢 想到这里孟良又拿出了电脑 但无论他怎么过意 都是连接失败 就在他想要放弃时 突然电脑传出逼的一声 孟良惊喜不已终于连上 不等他反应 就听到一道轻越好听的嗓音响起 孟先生 你好 窃取我国重要信息 杀害军援 孟先生 想好自己的遗言了吗 孟良文言整个如遭雷击 他居然完全控制了通讯系统 孟良眼底划过了一抹鬼光 连忙拿下耳机 还好还好 我还有后招 看着正在传输的资料 弄凉眉头一松 只要他将这份资料发出去 却没想到高兴不过三秒 就看到电脑上显示传送失败 而此时监控室内 钟老看到裴允哥将资料传过来 连忙上前接收 等看清了里面的资料后 脸色都变了点 他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这该死的真是应该拉去枪毙 这可是我国和宫城 地下实验室的信息地址 还好被允哥截下来了 这东西要是传出去了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家伙实在胆大包天 居然敢在裴叶面前 黑战区的系统 没想到裴叶直接给了他张甲闭服 瞬间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更是将他的所有信号都给截断 孟良在发现这一切后 勃然大怒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此时的孟良已经彻底蹲不住 这样的事情他还从来没遇到过 这时逃回来的武装分子 也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回事 对方为什么好像能够 掌握我们的全部行动 掌握行动 这话让孟良陷入了沉思 瞬间猛地反应过来 引引后背发凉 我知道了 你们快 快把设备丢掉 那个人很有可能定位到了你们的位置 闻言众人赶紧将身上的设备丢在地上 一脚将其踩得稀巴烂 已经被逼急的武装分子 此时脸上浮现凶狠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黑漆崭新的长枪 耍得我们团团转世吧 老子让你下地狱去 而此时裴允哥的电脑上的目标也随着 武装分子将设备砸掉而消失不见 白熊看着屏幕上突然消失的目标心里大惊 裴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发现了 裴允哥看着电脑冷冷说道 这么长时间也该发现了 白熊我们走吧 而此时从林里兰队和红队正在跟武装分子混听 一名队员正躲在树干后面暗自敌步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啊 突然一把手枪抵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队员不自觉的心里一凉 想要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感觉自己今天要凉凉了 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就听到砰的一声 居然没有痛觉 他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 就看到不远处的裴允哥 手指还扣在扳机上 此时女孩某底深处压制的邪火 正在不停地窜动 而此时孟良几人正准备坐着快艇逃跑 孟良此时神色凶狠 那个可恶的女人 居然把我逼到这个份上 我一定要杀了她 猛然间孟良看到身后的子弹 大声喊道 小心子弹 却见那子弹直接打在快艇的油箱上 油箱瞬间被打出一个洞 裴允哥看到有汽油泄露后 朝着身边的人伸出手 身边的人不明所以 一脸不好意思地将自己的手 放在裴允哥手下 裴允哥瞬间猛递 无奈地朝着旁边的人说道 有燃烧弹吗 队员这才知道 刚刚裴允哥朝他伸手 是想要燃烧弹 瞬间甘炸地开口 哦有了 裴允哥接过燃烧弹 对准正在漏油的那块地址 修长的指尖摁动扳机 一声巨响轰 一时间火光冲天 裴允哥收起人 烧弹动了洞霉 去抓人吧 别让人逃了 裴爷的心理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究竟又在担心什么呢 监控室内 崔医生一直在观察 裴允哥的表现 手里更是不停地在记录着 斯文温润地眉眼透着几分认真 钟老看到这个情况 不由地上前询问 崔医生是发现了什么吗 崔医生自顾自地低头记录着 没什么 等到钟老离开 崔医生才忍不住 拿出一张裴允哥的照片 脑海里浮现出 刚刚裴允哥没眼浮现出的情绪 是从未呈现过的冷冰 和某种被激发而出的情绪 只不过被他很好的控制住 不久后 他没有将照片重新加在病历里 而是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 很快裴允哥就回来了 钟老连忙拉着裴允哥上下打的 更是让他转个身 让他看看身后有没有受伤 裴允哥老实地转了个圈 钟老我真的没事 就在钟老懊恼又心疼 想要向裴允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时 一道滴润的嗓音响起 裴小姐 很荣幸 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 裴允哥动了下没转过头 扫尸过一个穿着白大褂 模样俊朗温润的男人 你是 男人勾了下薄唇 我叫崔恒川 是一名医生 希望裴小姐明天下午能找我一趟 裴允哥眼哨一动漫条丝里头 我不喜欢和不太熟的人 话还没说完就见男人将一份资料递给自己 裴允哥随意地翻了一眼 就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这是我的病例 钟老也惦记着裴允哥的病 也希望崔恒川能够在裴允哥身上下功夫看病 连忙在旁边劝调 哎呀 允哥 人家崔医生就是跟你聊聊天 允哥只能无奈地点头答应 明天见 一日 裴允哥刚从崔恒川的办公室出来 就见他漂亮的眼睛就泛起了淡淡的血丝 想到之前崔恒川的谈话 裴允哥的呼吸都有些混乱 崔恒川就像是能够看透人心肝地询问 裴小姐 我看得出你在控制自己 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又在担心什么 裴允哥想到前世的母亲 眼中红光一闪 担心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被人所接受 而就在此时一个又低又质的嗓音响起 云云 听到熟悉的声音裴允哥惊喜地抬头 居然是杜爷 裴允哥开心地询问 你怎么来了 杜爷俯了虎裴允哥披散的头发 炮整以侠的勾唇道 来接你回家呀 裴允哥看了眼身边的男人神情有些认真 杜爷 你有想过谈恋爱吗 裴允哥很渣地继续说道 不结婚的那种 来了来了 渣女裴允哥上线了 裴允哥耍流氓地想要跟杜爷谈恋爱 却是不结婚的那种 杜爷文言揭没了挺久 楼底连光线都隐没了 不打算 我们上了年纪的男人 都比较保守 喜欢奔着结婚去的恋爱 或是杜瓣掀起眼皮撇了他意 看起来 云云是打算不负责任了吗 突然杜爷上前一把抱住小姑娘 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开头 那看样子 我也不太能结婚了 遗状别墅内 猛然间传来一个老人的咆哮声 你说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了 但对方不想结婚 屋内老人脸色黑沉地继续咆哮着 你也不结婚 那女孩给你下了迷魂药了吗 电话这边杜爷淡薄金贵的眉眼 没流露出任何意外 反而是语调轻慢 他抵触的话我总不能逼婚 你也不要再物色什么未婚妻 男人看了眼万表 我接下来还有个会议 不说了 别想着去找他的麻烦 否则我想大家都会不高兴 老先生愤怒的站起来 你在威胁我吗 你以为我会怕 话还没说完那边就传来嘟嘟 杜爷不想跟他废话 已经将电话挂了 老先生愤怒无比啪的一下 就将手机给拔了 老先生清楚 石杜一直不喜欢费尔南斯家 不然也不会国籍和姓氏 都是随着他母亲的 就在此时管家走了过来试探问道 老先生 那现在怎么办 刚刚老先生和霍先生的交谈 他听得一清二楚 老先生突然眼前一亮 对了 我要去找那个女孩聊聊 霍宅 霍允哥正在看着中老发来的信息 让他下午两点去 云大会议厅参加学术会议 就在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霍允哥拿起电话接听 你好 霍允哥 电话里出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语气带着浓浓的不悦 我是霍氏度的爷爷 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 霍允哥虽然没怎么去过霍家老宅 但还是知道 霍老爷子早就去世的事 怎么会有人打这种骗子电话到我这 霍允哥想到这里散漫的笑了笑 爷爷好 你是要给我打生活费吗 文言老先生浑身一僵 生 生活费 霍允哥来的兴致继续开始忽悠着老人 是啊 看来您还不知道 我养在霍家挺久了 都是他比我生活费 老先生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 识度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看中的女孩居然识被他包养了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还得了 就听电话那边霍爷悠悠的说道 您要识不想出什么事 我觉得您还是采取一点行动比较好 老先生猛的一惊 你勒索我要封口费 你难道就不想着怎么能得到我的任何吗 霍爷是护晚上瘾了 唇角一勾继续开头 我们年轻人只对挣快钱感兴趣 你考虑清楚啊 爷爷 说完霍允哥就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霍允哥就收到对方的短信 给我银行卡号 霍允哥笑了声 号枕以侠的靠在椅上 慢悠悠的把卡号发了过去 霍允哥放下手机 有些吃惊 现在的骗子都这么较劲了 但想到片刻就听到手机滴滴滴的响得不停 霍爷有些不耐烦的拿起手机 就见刚刚那个陌生号码发了好几条短信 你一年的生活费多少 我先替我孙子预知这么多 一年够了吧 就下面好几条转账短信 转账的金额更是能吓死人 瞬间霍爷有种玩脱了的感觉 完了完了 霍爷玩脱了 居然敲诈到霍允哥爷爷头上了 大言不残的告诉他自己被杜爷包养 让老先生给点封口费 给完钱的老先生还是很不安 忍不住询问旁边的管家 你说这个数能替时度留住这姑娘吗 这个数会不会太少吧 不符合我们费尔南斯家族的身价 管家拿着手机不由的满脸飞线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而且替自家最喜欢的孙子出生活费 收买一个女孩 这很符合身份吗 老先生略带沉思的点了点头 不打算结婚就放在身边也可以 如果这姑娘要的是钱 内凭我们二国四大家族的实力 他们的感情岂不是十分坚固 老先生觉得他这个办法是在太棒了 还没等管家开口 突然他手里的手机 滴滴的响了起来 手机里多了很多短信 老先生 很抱歉 刚刚跟您开玩笑的 刚刚转给裴允哥的钱 又都被转了回来 这速度比他们刚刚转过去的还快 两人看到信息不由的心里一惊 他居然把钱给退回来 老先生脸色一变 他是不是真的嫌少了 快接着打 此时的管家心里疑惑不解 他是怎么知道他们银行信息的 几分钟后 管家拿着手机脸色负责的跟老先生道 老先生 银行那边咱们的账号被禁止给那位小姐贵款了 这边不明所以的裴也把钱源路访还后 觉得此时多有蹊跷 拿出手机就给杜爷打了一个过去 杜爷好听磁性的声音响起 云云 怎么了 裴允哥有些心虚的询问 杜爷 你还有另爷爷吗 杜爷文言淡色的同谋逐渐明暗 或家 其实是我母亲的家 我是跟我母亲姓的 你是哪知道这件事的 裴允哥愣了一下 大概猜测出些原因 也没有隐瞒缓缓的开口了 刚刚有个老先生打电话给我了 说了什么 听到男人的问话 裴允哥有点小尴尬 我让他给了点钱花 此时的裴也郁闷不已 谁知道那人真是你爷爷 杜爷文言嗓音低沉含笑 小骗子 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于寒然的声音 杜爷 去喝酒啊 这话立马让电话那边的裴允哥听到 裴爷立马就急了 你在哪里 杜爷文言不由得勾了勾唇 对旁边的于寒然挥了挥手 阻止他后面要说的话 随后压低声音一笑 又整合了情绪开口 于总开了酒局 我不去不行 旁边的于寒然就听到 过十度面不改色胡说八道 明明刚刚杜爷拒绝很干脆啊 裴允哥不由得皱眉 心里越来越觉得于寒然不是人了 那我来接你 听到满意的答案后 男人脸着懒散淡落的桃花眼 笑起的眼尾愈发勾人 面上还挺客气 麻烦云云了 挂了电话杜爷看着于寒然笑 咪咪咪开口 走吧 陪你喝酒去 但此刻于寒然只觉得这个锅他悲定 而杜爷家那小姑娘 怕不是要弄死他 下一刻于寒然猛的想起一件事 连忙告诉杜爷 杜爷 今天的酒局有一个人要来 什么人 杜爷漫不经心的问道 于寒然小心翼翼说道 温家大小姐 温酒员 此话一出杜爷行走的脚步不由的顿子 杜爷面上阴沉的瞥了他一眼 那你们俩就好好聊聊 你不是刚好喜欢他 于寒然眼皮跳了跳 你也知道他喜欢的是谁 他每次跟我搭话都是冲着旁边有你啊 杜爷冷冷看着他 跟我没关系 然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清喊 寒然 于寒然一转头 就看到温酒员穿着银白色的裙子 温酒员对于寒然笑了下 目光就来到了杜爷的身上 成熟又俊美的男人 身姿其长如玉 温酒员笑眯眯的对着杜爷喊道 或走 或十度扫了眼他 又看了眼于寒然 转身就抬步朝里走了进去 温酒员挽了挽精心护理的长发 月代失望地说道 他还是老样子 对谁都不肯多看一眼 于寒然略微僵硬 酒员 十度可能也有很特别的存在了 想到杜爷跟那小姑娘的相处 不得不承认那个小姑娘是特别 温酒员笑了笑 眼底眼去一丝一按 那我也想看看 有多特别了 裴也大气呼呼了 再知道于寒然带杜爷去喝酒 直接杀上门将人给灌得烂醉如鸣 裴允哥在听说杜爷要参加酒局 不放心地立马打车过来 确认了包厢没错 裴允哥推开包厢的门走了进去 并没有看到霍室座 只看到于寒然和一个 穿着银白色的裙子的女人坐在一起 于寒然看着裴允哥有些意外 更是忍不住结巴 裴 裴也 这么早来了呀 裴允哥漂亮的凤萌 散漫地瞥了眼于寒然 他人呢 此时温酒员也注意到了裴允哥 看清了裴允哥的眉眼后 更是愣着了下 好漂亮的女孩子 裴允哥思索片刻 又看了眼于寒然 你拉着我家哥哥喝酒了 旁边的温酒员浑身一浆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孩 我家哥哥这是什么意思 过家哪有什么妹妹 过时渡的身份他很清楚 根本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弟子 而此时的于寒然只能硬着头皮 背下了这个锅 或 或许吧 听完他的回答就见裴允哥走到一旁 十分娴熟地开了瓶酒 随后又拿了两个杯子 就见裴允哥眼烧一弯 清澈的同模凑着不逊 那我先给于总喝点 没多久度爷回来包厢 就看到包厢里的于寒然 烂醉如泥地倒在旁边沙发上 杜爷眉头惊醋有些不明醋 怎么回事 于寒然酒量一直很好 怎么会醉成这样 杜爷将视线扫向一边 就看到裴允哥此时安定地坐在旁边 杜爷连忙迈步上前 低下眸目光渐深 半腹下身凑近了他 清秀了下女孩的脖梗 云云 你喝酒了 裴允哥看上去的状态很好 目光清晰完全不像是喝醉的模样 刚从图书馆回来的 是于总哥哥喝了酒 此时温酒员也紧盯着霍石渡和裴允哥 不自觉咬了咬唇 于寒然说的特别的人就是他吗 而就在此时醉醺醺的于寒然打了个酒 又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还能喝 于寒然一正词眼指着裴允哥 裴允 我们一口闷 说完于寒然就跌跌撞撞地要去拿酒 却没想到碰着一声就倒在地上 场面瞬间有些诡异 裴允哥没看霍石渡 十分从容地转身往外走 我去洗手间 洗手间内 在洗手的裴允哥有些傲懒 怎么都没想到于寒然居然又醒了 突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喊声 裴小姐 裴允哥转头看着对方一眼 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温酒员双手还胸有些不屑地开口 你就不好奇 我和他们什么关系 裴允哥又扫了眼温酒员 你想说 温酒员没想到对面女孩这么年轻 却十分能沉得住气 温酒员笑道 我叫温酒员 寒然的笑友 也是霍总的笑友 闻言裴允哥面上没有任何异样的情绪 这时候温酒员才发现 他对这个女孩根本不了解 只是这么一会自己就处于下风了 裴小姐不说话 裴允哥笑了声 懒洋洋的眉眼眉念勾人 原来温小姐这么喜欢我家哥哥呀 被人直接戳穿心思的温酒员 有些僵住了身体 裴允哥也不指望他会回答自己 转身就朝外走去 此时的裴允哥神色散乱 垂着眸心里却没有来的淡淡的闷 十八岁的他是什么样 自己都没见过 撒糖了 撒糖了 杜爷再次喝醉 想要教云云接吻了 更是撒娇耍赖要教云云怎么驯服自己 从洗手间回来的云哥就发现 自己的杯子被人冻过了 里面已经空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从身后抱住 嗓音低眼而又缠绵地勾人 云云 云哥瞬间就闻到了男人身上的酒味 所以自己杯子的酒是杜爷喝了 云哥瞬间有些头疼了 那可是福特家 喝完酒的杜爷实在太刁人了 裴云哥整个人都绷不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发现 这个男人并不是永远无法触及 温酒员不得不承认 云寒然说得不错 或是杜身边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汽车上 此时杜爷正拉着云哥的手不放 而云哥这时已经把手机录像模式打开 男人这次再乱来 自己就录给他明天清醒过来看看 这时候杜爷散漫地拿出手机开始玩了 云哥不由地送了口气 幸好这男人还算安分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收到这个男人的信息 云云 哥哥想教你接吻 好不好啊 云哥看完不由脸上的温度迅速升高 他下意识抬眼 看到男人愉悦地连喉结上那颗玉德要命的轻质 都跟着轻颤着笑 性感的无可救药 陪云哥降下了脸上的温度 这才看了眼旁边酒醉慵懒的男人 微微一笑 再次打开了录像模式 将镜头反转 直接挽着男人的手 看着镜头 镜头内 女还没眼明艳桀 旁边清俊金贵的男人 姿态轻慢又懒散 来 杜爷 你有什么想说的 扣住了他的膝腰 一手握住他握着手机的手 他薄红的唇角翘起 又轻轻地含了一下他雪白的耳垂 痒痒的热气喷洒在他敏意感的皮肤上 轻咬思摸着 玉德让人理智攻陷 男人雌性的嗓音格外蛊惑 招摇又暧昧 别怕呀 我来教你 怎么驯服我 话落陪云哥心口仿佛 为什么撞了一下 心跳快得不行 手机也跟着砸落在地上 而此时手机正好将这一幕拍下 一月下午零大 允哥正满脸羞红地看着这张照片 想要删除录像 却有些举气不定 这拍的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欣赏完照片的允哥将手机收起来 钟老让自己来参加学术会议 正准备要找会议听在哪里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陪允哥 允哥转头就听到 橙子怀冷嘲热谎的声音响起 你来这里做什么 当初不知道靠什么手段 获得了一点成绩 就真当赢大师什么人都能来的 陪允哥漫不经意地扫了眼橙子怀 手下败将 管得还挺多的 说完转身就走 根本懒得跟他废话 橙子怀被气得俊朗的面容止不住地扭曲 就在此时身后一个男生突然出现 嘿 你没接到通知吗 会议厅今天有重要会议 学生尽量不要来这里走动 橙子怀文言不由地心里一惊 陪允哥刚刚去的方向好像就是会议厅 就听身后男生满脸崇拜地继续说道 这次的会议能入场的都是学术圈各领域巅峰上的大佬 工程院院长张莫平 咱们的前任校长白明章 和工程领域刚拿世界大奖的于广教授 全都来了 此时此刻会议室所有人都盯着陪允哥 下一秒就有人开始介绍 这位真的是歪之本人 如假包换 也不是外人 允哥是蓝军的孙女 紧接着就听众老八卦的开头 老白你追了蓝军这么久 会不了解他家孙女 此话一出白明章瞬间就不好意思 允哥文言也有些吃惊 不由的悠悠的看着他 为了缓解尴尬白明章立马转移话题 开始说正事 今天除了让YG认识一下在座各位 还有一件事 今年的法理资客数学奖 邀请你去二国参加颁奖一事 允哥文言明白的肯定是因为签谱 洒糖了 洒糖了 杜爷再次喝醉 想要教云云接吻了 更是撒娇耍赖要教云云怎么驯服自己 从洗手间回来的允哥就发现 自己的杯子被人冻过了 里面已经空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从身后抱走 嗓音啼眼又缠绵地勾人 允允 允哥瞬间就闻到了男人身上的酒味 所以自己杯子的酒是杜爷喝了 允哥瞬间有些头疼了 那可是福特加 喝完酒的杜爷实在太撂人了 陪允哥整个人都绷不住了 连忙拉着杜爷朝外走去 看着两人相处画面温九云 早就浑身都在发颤了 脸色难堪 这是他第一次发现 这个男人并不是永远无法触及 温九云不得不承认 于寒然说得不错 或是杜身边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汽车上 此时杜爷正拉着允哥的手不放 而允哥这时已经把手机录像模式打开 男人这次在乱来 自己就录给他明天清醒过来看看 这时候杜爷散漫地拿出手机开始玩了 允哥不由地送了口气 幸好这男人还算安分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收到这个男人的信息 允允 哥哥想教你接吻 好不好啊 允哥看完不由脸上的温度迅速升高 他下意识抬眼 看到男人愉悦地连喉结上那颗 欲得要命的轻质 都跟着轻颤着笑 性感的无可救药 裴允哥降下了脸上的温度 这才看了眼旁边酒醉慵懒的男人 微微一笑 再次打开了录像模式 将镜头反转 直接挽着男人的手 看着镜头 镜头内 女还没眼明艳桀骜 旁边清俊金贵的男人 姿态轻慢又懒散 来 杜爷 你有什么想说的 裴允哥打定了主意 要让霍时度认识一个崭新的自己 别错过机会好好想 云云 忽然男人就轻轻扣住了他的细腰 一手握住他握着手机的手 他薄红的唇角翘起 又轻轻地含了一下他雪白的耳垂 痒痒的热气喷洒在他敏意感的皮肤上 轻咬撕膜着 玉德让人理智奔陷 男人雌性的嗓音格外蛊惑 招摇又暧昧 别怕呀 我来教你 怎么驯服我 话落陪允哥心口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 心跳快得不行 手机也跟着砸落在地上 而此时手机正好将这一幕拍下 一日下午云大 允哥正满脸羞红地看着这张照片 想要删除录像 却有些举气不定 这拍的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欣赏完照片的允哥将手机收起来 钟老让自己来参加学术会议 正准备要找会议听在哪里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陪允哥 允哥转头就听到橙子怀冷嘲热讽的声音响起 你来这里做什么 当初不知道靠什么手段获得了一点成绩 就真当于大事什么人都能来的 陪允哥漫不经意地扫了眼橙子怀 手下败将 管得还挺多的 说完转身就走根本懒得跟他废话 橙子怀被气得俊朗的面容止不住地扭曲 就在此时身后一个男生突然出现 嘿 你没接到通知吗 会议厅今天有重要会议 学生尽量不要来这里走动 橙子怀文言不由的心里一惊 陪允哥刚刚去的方向好像就是会议厅 就听身后男生满脸崇拜地继续说道 这次的会议能入场的都是学术圈各领域巅峰上的大佬 工程院院长张莫平 咱们的前任校长白明章 和工程领域刚拿世界大奖的余广教授 全都来了 此时此刻会议是所有人都盯着陪允哥 下一秒就有人开始介绍 这位真的是YG本人 如假包换 也不是外人 允哥是蓝军的孙女 紧接着就听众老八卦的开头 老白你追了蓝军这么久 会不了解他家孙女 此话一出白明章瞬间就不好意思 允哥文言也有些吃惊 不由的悠悠的看着他 为了缓解尴尬白明章立马转移话题 开始说正事 今天除了让YG认识一下在座各位 还有一件事 今年的法理资客数学奖 邀请你去二国参加颁奖仪式 允哥文言明白的肯定是因为千八题 培业又出新招了 想要做红娘了 居然想要给林奶奶找个老伴 允哥应中老之约来云大参加会议 原来会议内容是邀请允哥去二国 参加法理资客数学奖的颁奖仪式 前是第一次拿这种奖的时候 还是孟英陪着他去的 那时候他还有点高兴 但后来奖拿多了 反倒不觉得有多高兴了 允哥看着众人 打断了所有人激动的心情 不去 我没空 白明章文言一惊 连忙开口规劝 允哥 你放心 上面已经让人跟法奖那边签过保密协议了 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你就去一次 也算是旅个游行不行 这次他们的任务 就是说服裴允哥去参加颁奖仪式 裴允哥眉头皱了皱 我对二国不感兴趣 允哥心里不由的暗暗嘀咕 听上次的声音 或是渡的爷爷就是二国人吧 白明章猛然间想到什么 一脸笑意的看着允哥说道 允哥 你奶奶之前拿生物奖的时候 有个搞数学的老东西在颁奖台上羞辱过他 今年的法里兹克奖他也会去 还有他儿子 旁边的中老文言不由的疑惑不解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怎么还提啊 而且当初他不是已经在台上给了那家伙一拳吗 怎么还提这事 这也太记仇吧 就在众人都疑惑不已时 陪允哥眼烧一台不紧不慢的开口 好吧 颁奖仪式什么时候 好家伙这是准备去打场子啊 会议结束走廊上 钟老一脸严肃的询问 允哥 你接下来有安排吗 南希想让你见见西金斯集团的人 允哥音声答应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允哥的手机响起 允哥拿出手机打开一看 原来是刚刚会议上被他们拉进了他们的群 此时白明章正在群里爱特林奶奶 蓝君儿 咱们闺女也进来了 而其他人都十分无语 允哥不由得好奇地询问钟老 白爷爷和我奶奶是什么情况 钟老闻言轻轻叹了口气 蓝君和我们都认识四十多年了 你奶奶是老白的初恋 可他根本就想不到处处和自己针锋相对的学霸朋友 居然喜欢自己 允哥回想在会上大家在说起奶奶时 白明章的神情 暗暗想着奶奶现在自己一个人 给他找个老爸好像也不错了 想完这些允哥就去见西金斯的人 推开办公室的门 里面坐着的人却十分熟悉 商燕一抬眼就看到了走进来的裴允哥 他唇角轻轻一弯 裴小姐 裴允哥回过神后有些吃惊 商燕 话落钟老却震惊吗 你们俩认识 商燕笑了笑看着裴允哥问 还需要自我介绍吗 裴允哥勾了下唇 跟着轻笑了声 商总客气 很期待接下来的合作 商燕将公司的资料交给裴允哥 并向他大致介绍了集团的情况 让他对西金斯集团有了个初步印象 随后看着允哥询问 之后需要你来一趟二国 什么时候有空 允哥沉思片刻告诉商燕下周去 商燕闻言立马想到了 是法里兹克数学奖 允哥点头音声 是的 另外顺便过去处理点事 裴允哥饶有兴趣看着商燕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合作的人是我 或者说歪之是我 商燕并不掩饰他确实事先知道 允哥勾唇一笑伸出手 那合作愉快 商燕眉眼温润雅致笑着伸手握住允哥的手 合作愉快 俩人对视一笑 有些默契 不谋而合 裴野心可真大 在看到情敌被抓 居然还想方设法地去救人 也不怕人家没事跟他抢杜爷 跟商燕谈完允哥就自己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允哥不由得有些发愁 要怎么跟杜爷说 自己要去二国的事情 猛然间抬头就看到一个熟人 温九元 就见温九元此时正跟两个男人拉拉扯扯 随后温九元不敌两人被他们拉着 朝着一间会所走了进去 允哥抬头盼着招牌有些不明所以 NH 是什么意思 就听旁边两个路过的男人在讨论 Nite Hunter 夜猎者 是云城最大的主题俱乐部 旁边另一个男人疑惑不解 什么主题 男人问出立马就有人为他解过 什么主题 嘿嘿嘿 当然是那种刺激的 后面的话虽没说出口 但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了解大概情况 允哥缓缓地走进去 刚刚把温九元拉进去的男店员 目光有些赤裸地打量着裴允哥 小姐 你也是来玩的吗 裴允哥漫不经心地问道 刚刚白色衣服那个 他进去做什么 男店员笑眯眯摇了摇头 道歉小姐 顾客的信息是保密的 男店员说完就拿出了一个半脸面具 递给允哥 不过小姐可以进去找他 他戴的可是蓝色手镯 允哥文言有些吃惊 蓝色的可是服从者 裴允哥已经可以确定 温九元是被骗进来的 想完这些允哥就伸手 拿了个红色的荧光手镯 这让男店员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裴允哥一双好看的同眸抬起 眼底似笑非笑 却满是涉人的冷清 男店员一瞬间头皮发麻 您请进 而此时已经进去的允哥 正在暗暗吐槽 这破地方居然连手机都收掉了 那个温九元居然被骗进这种地方 这么蠢的人是怎么和霍石渡 他们同上一所大学的 忽然一道雌性好听的嗓音响起 小姐是来找人的 或许我可以帮你 陪允哥红唇一弯 下一刻直接掉头离开了 男人看着允哥冷冷说道 要是晚了的话 在这个地方很可能会出事的 男人走上前温和的语气 才能离开 这是游戏规则 这个惩罚 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别的 允哥看着周围的众人 纷纷避开这个男人 心里已经暗暗有了猜想 允哥唇角一勾看着他 老板 把人给我 才有完的兴致 男人文言身躯微微的僵硬 没想到竟被他直接猜到 不由的吩咐手下人 你们去把73号小姐找回来 男人转头看向允哥淡笑 那小姐的赌注是什么 来了来了 陪爷又开始搞事情了 为了救情敌开始的炫星技能 这次陪爷是否又能打脸众人 大家好好期待哦 在老板询问陪爷有什么赌注时 陪爷大气地拿出一张 黑色烫金的银行卡地给老板 老板赢了 这张卡归你 旁边的酒保在看到卡后 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 这不是来行今年发行 全球只有300张的黑金卡吗 这位小姐拿来的黑金卡 男人同样很久才回过神 小姐大方 可我对小姐的钱不感兴趣 允哥文言不由的眼中寒光一闪 不要钱 这不就是要人 允哥看到对面的男人冷冷一笑 这家店能在这开得起来 是老板的本事 能不能让这家店关门 那就是我的本事了 就在此时不太清醒的温酒员被带了过来 裴允哥动了动眉梢 漂亮的同眸带着淡淡的不耐 并没有接过温酒员 而是将他扔在沙发上 任其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男人看到不由的轻声一笑 小姐不止对我很心啊 对朋友也很没有耐心 裴允哥扯了个毯子 丢在女人的脸上 同时也掩住了他曼妙的身险 女气却淡然道 他不是我的朋友 裴允哥明艳的眉眼散漫 慢调思理的玩味道 所以我愿意赌呢 也只有这张卡 男人听言笑了一声 将指 就看一个女孩缓缓地走了过来 从刚刚听到男人和允哥说话开始 他就注意到了他 将指语气冷淡 打量过裴允哥后 嘴角快速地略去一抹清潮 我叫将指 今天陪小姐比赛 小姐擅长什么我都可以 允哥看着旁边的赛车不由的心仰难难 对着将指问道 赛车怎么样 俩人定好比试项目 片刻后允哥就换好衣服来到赛车场 而此时的男人却还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允哥 语气淡然地告诉他 将指玩车的年头可不少 一张爱行的黑金卡来赌一个女人 小姐有些吃亏了 允哥慢悠悠地戴好手套 脸上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吃亏 这个赌我不会输 来了来了 裴叶开启新技能打脸了 场面实在太爽了 裴叶为了救情敌与NH老板对赌 比试赛车要是裴叶赢了就能带走温九元 要是裴叶输了就输掉他的黑金卡 比赛场上将指一脸骄傲地看着裴允哥 小姐习惯山地赛场吗 这条赛道是按照最危险的赛道之一 一比一打到了 不熟悉的人轻则重伤重则丧命 小姐玩玩就好 将指话音刚落耳机里就传来了老板的声音 这次比赛不需要你赢 我不希望他会有什么危险 听到这个命令心里一惊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 这么多年老板还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 将指看裴允哥的目光 也跟着冷漠了起来 一个空有外表的花瓶大小姐 自己凭什么要输给他 下一刻将指就调整好情绪笑眯眯地看着裴允哥 赛车过程 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 也希望小姐见谅 裴允哥只是悠悠地扫了眼他 客气 赛车到前 两辆车子已经准备就绪 比赛的台判红旗一下 赛车比赛就真正开始了 将指的那辆黄色赛车急迟而去 这次他打算要违背那个人的意愿了 他要让老板知道裴允哥哪里都比不上自己 而此时裴允哥的车动都没动 台上的店员看着裴允哥一动不动 都满脸的疑惑不解 他在搞什么 该不会是压根就不会吧 就见裴叶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蓝牙耳机 戴在耳朵上 这更让台上的店员不解了 蓝牙耳机 可是他的手机离场地至少有击百米 这也能收到信号 哪家的蓝牙耳机 功能这么强大 一切准备就绪 裴叶唇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随后脚底油门一踩 车子瞬间朝着赛道飞射而去 此时 江指见白色的车影都消失了 眼底的讽刺愈发明显 嘴角的弧度勾了下 决定要速战速决 尽快结束比赛 突然江指就听到其他声音 下意识余光看绝 没想到是后面那辆白色赛车追了上来 眼见允哥白色赛车就要超过江指的车辆 允哥立马就发现江指的车辆好像减速 像是在故意等着他靠近 裴允哥好看的眼底闻味黯然 漫不经心地完全踩下了油门 直速而迟 看得江指握紧了方向盘 他咬白了唇 这种情况全速冲过去 他在玩命吗 看准方向位置 直接往旁边车子扫去 车尾地碰撞火星刺剑 让车身强烈受损 看台上的老板目光一冷 捏紧了拳 就在他准备下场救人时 白色车辆借助速度 更快地飘移转过了弯 这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但还好江指及时打方向盘 不至于出什么生命危险 裴爷牛逼 在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后 终于赢得了比赛 场地外裴爷不紧不慢询问道 我赢了 可以将人带走了吗 男人看了会儿他笑道 当然可以 裴小姐 裴允哥目光一暗 抬眼看向男人 他总觉得这个男人莫名的熟悉 但又好像没见过这双眼睛 男人的眸色是深褐色 他印象中认识的人里 好像没有这种眸色 男人也不让允哥 多想转头就分布手下 送这位小姐离开 送走裴允哥 江指也被人救出来了 江指捂着头 被人搀扶到男人面前 却没想到男人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冷声质问道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江指咬了咬唇想要解释 可男人根本不给他机会 不疾不徐地开口 滚回去受网 很显然男人是真的动起了 此时男人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一张白镜的俊脸 NH门口 此时店员正一脸恭敬 对裴允哥说道 小姐 你很厉害 可以带着你的卡和朋友离开了 裴允哥不慌不忙朝外走去 身后的温九元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救我 裴允哥毫不在意地说道 没有为什么 我和于寒然的关系没有那么差 算是他欠我一个人情 温九元此时脸色有些难看 你就不怕我是个威胁吗 裴允哥眼烧一翘 云淡风轻地瞥了眼他 温小姐 我要的没人抢得走 而温九元却莫名心头失落 他好像明白了 他在霍氏度心里的特别了 霍家 刚洗完澡的裴允哥正在伤脑筋 要怎么跟杜爷说自己要去二国 刚走到楼梯口就看到杜爷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 坐在沙发上 和高层开着视频会议 男人清俊金贵的眉眼从容 一双直显冷清的桃花眼 危险深邃 伴着莫名射人的攻击性 他薄红的唇一勾 把资料丢在了桌上 这就是你们两周时间交给我的东西吗 正在开会的高层呢 一句话都没敢说 突然男人感觉到对面站着个人 他半掀起深谋 没想到看到的是裴允哥 杜爷打量着面前这个穿着白衬衫 一双纤细的长腿白的晃人的女孩 衬衫之下的春色 仿佛随时可现 他眸色渐暗 穿成这样就出来 不怕视频拍到吗 明天再交给我一份提案 散会 过时杜说完就挂断了会议视频 云云小祸害又开始祸害人了 更是被祸老夫人抓包 准备要开启逼婚的节奏 杜爷结束会议倾咳一声 不敢去看裴允哥 让他上楼去将头发吹干 提醒了一句杜爷就假装继续工作 可办会办案的谋底 却是在思索着其他东西 无法集中注意力 裴允哥动了动眉梢 这人清醒的时候 真是完全另一个态度 裴允哥坐在地毯上 一手拖着塞 漂亮的同眸言笑艳艳地看着男人 哥哥 其实我 允哥话还没说完就被杜爷打断 杜爷捏了捏允允的小脸蛋告诉他 今天哥哥事情比较多 你要想出去玩 过几天带你出去玩 却没想到下一刻杜爷的手腕 就被小姑娘握住 杜爷目光一声 看着小姑娘握着他的手腕 随即还没反应过来 女孩身上好闻淡淡的香气就凑近了 模样明艳的女孩 直接坐在了男人运贴笔直的西装裤上 她纤细白皙的小臂 轻轻勾着男人的脖梗 或是杜不动声色的整合情绪 想把人给拉下来 隐隐下来 却没想到下一秒小姑娘老得更紧了 面对面地坐在她的腿上 半跪在沙发 欺压在她的身上 活脱脱像是妖精转世 就再度也打算开口说些什么 太余光又瞥见了别处 男人目光一变 突然又直接地把怀里的人抱了起来 朝着楼上走去 这突如其来的起身 让裴允哥下意识抱住了或十度的脖梗 整个人几乎是贴在了她的身上 不远处看去 女孩夹在男人的惊腰上 整个人搂着她的脖梗 这个抱姿实在欲得让人脸烫 正当裴允哥想要说话 突然就和门口拿着石盒 一脸震惊的霍老夫人对世上 怎么每次都能碰上这种场面 就在允哥考虑要不要跟老夫人打个招呼时 抱着她的男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腾出了只手 有些无奈地把她脑袋轻了下来 裴允哥脑袋埋在男人的肩膀上 什么都没看见 却能感觉到男人的身体好像有些鬼胖 就着这个姿势 或是杜把人抱上了楼 而站在客厅的老夫人 几乎是感觉自己差点昏过去 她看到了什么 此时她还会相信石盒的鬼话 他们不会发生什么吗 这还能没发生什么 上楼后 裴允哥被放在墙转角处 杜爷抬起食指轻轻戳了一下她的脑袋 拔战马 小祸害 允哥心头莫名乱了一拍 杜爷说完就转身下楼 墙边又慢吞吞地探出了个脑袋 裴允哥在墙后 对老夫人交了招手 也没有尴尬的样子 此时老夫人才发现场上最尴尬的是自己 或是杜神色曼谷惊星坐在沙发上 也没有任何尴尬 老夫人 您这个时候来着 是有什么事 老夫人瞬间听出这是怪她来的不是时候 有些生气老夫人冲口而出说道 还能有什么 跟你们说结婚的事啊 杜爷文言心里一惊 抬眼看向老夫人 此时裴爷也是满脸羞红的躲在拐角 当起鸵鸟来 完了完了 杜爷要联姻了吗 联姻对象还不是裴姻 老夫人在看到那么刺激的场面 冲口而出自己是为了杜爷婚事来的 这话将场上三人都给惊造了 老夫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自己真神治不清了 连忙解释道 你爷爷的合作伙伴家里结婚的事 或石度眸光微深 我不想见他 老夫人文言还想说什么 但最终只是暗暗叹了口气的走了 二国费尔兰斯家 此时费尔兰斯正跟安赫在聊天 安赫一脸愁容的询问 石度这次不回来吗 西金斯家那边商业回来了 据说打算和德莱尼合作 德莱尼自从搭上了那个火热的可颜新贵 更是发展的突飞猛进 趁着这次见面的机会 你我两家联姻 才是最好的选 费尔兰斯沉思片刻说道 莲姻这个是可惜 但石度这 另有安排 你们不如挑别人 说完这话费尔兰斯不由的暗暗思量 看来是要找个机会见见那个女孩了 货宅 裴允哥刚到家就听到情郁那略带兴奋的声音 允哥 你回来了 裴允哥看了眼情郁两久才到 二哥 情郁一点不介意裴允哥喊得勉强 在听到裴允哥这声二哥后 忍不住心欢怒放 此时的裴允哥也看到了客厅坐着的钟圣灵和霍石度 下意识喊道 钟老 霍石度谋底的意味不明 他轻慢又懒散地扫了眼桌上的这些出博资料 明天就要出发 而这资料不是一两天能准备好 很显然他一直在瞒着自己 杜爷看着面前的小姑娘暗暗沉思 可旁边的情郁却是兴奋极了 允哥 我们在讨论钟老安排你去二国云郊留生的事 裴允哥愣住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钟圣灵就是在给他请假 想到这 裴允哥不自觉转头 看向旁边没说话的男人 答应吗 此时的裴允哥心里甘心不已 不知道杜爷会不会生气自己埋着他要出国 秦玉有些懵逼看看裴允哥又看看杜爷 有些不明白杜爷为什么会不答应 接着就开心地告诉他 刚好 我这半个月在尼里拍摄MV 二哥陪你去好不好 而裴允哥却没有理会他只是看着杜爷 霍石度慢条思理地扣好了领口公传 又性感的领口 钟老的提议我认为很好 所以 秦玉见状都开始怀疑 杜爷是不是洗脑他家哥了 怎么哥这么听他了 一日一早 秦玉正在跟经纪人打电话交代行程 对 我跟我妹一起去 他要去做交流声 我要陪他 而收拾好行李的裴允哥却脸色很不好 因为从昨天开始杜爷就没跟自己说话 他肯定是在生气了 这样想着就看到杜爷穿着正装下来 裴允哥才拖着自己的行李箱上前 哥哥 今天去送我吗 霍石度轻乱地扫了眼面前眼睛黑亮的小孩 哪里不知道他的情 这小孩是怕他生气 霍石度几不可查地勾了下去 最后只是淡淡地硬了一声 没有觉察到男人心态的裴允哥 心里不由地暗自敌不争冷战 而一直看着裴允哥的情侣 十分沉默 忍不住走到霍石度面前试探他 杜爷你有没有觉得 我加根不对劲 霍石度顿了下 漫不经心地去了眼他 怎么了 秦玉有些忧伤地说道 他怎么这么黏你 都不黏我 杜爷闻言谋底的光剑案 你想他怎么黏你 完了完了 杜爷生气了 裴也要出国居然没告诉杜爷 本忠老上门了杜爷才知道 这可将杜爷气得够呛 却还是无奈地将人送到机场 却没想到刚上车 裴允哥就开始撩人 杜爷刚上车就将车门给锁了 避免情欲也跟着他们走 打扰他们俩的二人世界 裴允哥也不期待 立马上前笑眯眯地挽住杜爷的胳膊 哥哥 我后背上的拉链 好像没拉上啊 过十度挑了挑眉 就觉这小姑娘又要开始了 果然 下一刻裴允哥勾唇盪 这样穿出去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走光一点点 说完裴允哥就自然而然地将脑袋 套在了男人的肩膀上 哥哥 我一个人在国外 会怕的 女孩的发丝蹭得他性感的吼解滚踪 令杜爷的目光飞得欲发容易 过十度也是忍了忍 修长分明的手才摸上了他后背的拉链 不去多看他后背刺眼的血 手却往上轻轻一拉 见过十度不说话 裴允哥故意在他耳边轻声撕气 想看看男人的反应 果然男人的动作跟着一顿 还没给男人反应 裴允哥就退开了他的怀里 挺正经的撩了撩自己的长发 开车吧 裴允哥想着前面几次 这男人久最后故意逗他 这次扳回一局心情还挺好风的歌 云云 裴允哥一转头 男人就刚好半腹下身 他低牙散漫的笑声 随着热气喷洒在他的脸上 瞬间让他不自觉一个轻颤 他俊美的眉眼有点漫不经心的怀 轻飘又暧昧的勾人 磨得人脸颊发烫 注意安全 说完慢悠悠的手一抬 就替裴允哥把安全盖进好了 裴允哥莫名心跳快了一拍 暗暗感叹不过他 很快他们就到了二股 虽然秦玉是临时决定来二股 但还是有粉丝知道了他的行程 纷纷堵在机场等他 秦玉无奈只能让允哥跟着钟老他们先走 反应迟钝的秦玉突然就觉察到 恒德的资源那么好 和诸国坐段时间交换声 居然是钟老这种级别带队 车内 车 思诚严脸色一变 前面有十几辆车把路多补上 钟老心里紧张不已 这阵脚难道冲着歪之来的吗 可是你的行程已经是严格保命了 快 把根藏起来 裴允刚到二国就出事了 被人围追堵截 难道是身份暴露了吗 就在钟老想要将裴允哥藏起来时 一个年轻男人来到车前 礼貌的询问 裴允哥裴小姐在吗 裴允哥没烧一台 饶有信味 找裴允哥 不是歪君 裴允哥看着外面十几辆气派的黑色轿车 大概知道是哪家的人来找他了 这浓烈的豪门气息 转头对着旁边咬牙切齿的钟老说道 没关系 我知道是谁了 裴允哥交代完就跟来车走了 车上就听老人问道 你就是石度养的那个坏丫头 第一次和他说话 就被骗了几个亿 费尔南斯对这个家 真的太印象深刻了 却没想到裴允哥懒洋洋的沟唇否认到 老先生拿来的消息 老人神色高冷嘴角一成 你怎么知道不是石度跟我说了 裴允哥眉梢抬了抬 果然是杜爷的爷爷 我能回去了吗 裴允哥不想跟他多聊 毕竟他是知道自家哥哥 连他的面都不愿意剪 怎么可能主动提这件事 老人一听顿时生气起来 你这人怎么一脸不尊懒挨用 裴允哥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唇角一勾悠悠说道 你见过哪个坏丫头尊懒挨用 我们干这行的 喜欢骗完钱就跑 这话堵得老人哑口无言 一脸震惊地看着裴允哥 你敢 贝尔南斯语色 却没想到下一秒 裴允哥一脸乖巧问他 爷爷 我饿了 能去你那蹭饭吗 贝尔南斯被他这番操作给整理了 下意识开口 可以 得到同意裴允哥拿出手机 给钟老打个电话报的一件 等这么裴允哥跟钟老摩摩唧唧说完 贝尔南斯才反应过来 自己为什么要对这个坏丫头这么好 此时安赫家族永迟边 女人一身紫色有衣 身材曼妙地躺在沙滩椅上打电话 贝尔南斯亲自出门 接了那个为国女孩到白色盎装园 女孩一脸不以为然 不过是运气好 偶尔被厚实度看上罢 只有一张漂亮脸在拿得出手 贝尔南斯很快就会明白 和安赫家联姻才是最好的选 就在此时管家带着秦友娇走进来 女人像是也注意到了秦友娇 她眉梢轻轻一跳 将墨镜摘了下来 露出一张精致的脸 友娇 很高兴见到你 我看过你在英席的表演 你有天分 有才华 我很欣赏你 只要抓紧时间学习 很快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秦友娇文言有些激动的说道 我希望能够参加英邪的正式演奏 秦友娇看着女人心里有些不甘 好不容易才能见到这位安赫小弟 自己一定要抓住机会 参加演奏鬼 女人笑了一声眉眼透的娇妹 友娇 你的目标是不是太低了 就看见女人拿起了红酒杯 轻轻摇晃 语气淡漠又堵定说 你留在这一年 我会让你得到你想要 心里却暗自判断 那个时候搏击英喜的人脉 会让安赫加战的更勇 秦友娇眼神坚定 我留下 秦友娇眼底浮现出潮口 等我再次回忆 陪允哥只配养是我 此时的一旁安赫小姐眼底寒光乍见 过时不过 你会明白 谁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人 陪爷刚到二国就开启见家长模式 更是让费尔南斯家主亲自伺候他吃饭 白丝昂装员 陪允哥用银叉叉着一块牛排 一边扫击眼中圣灵给他安排的行程 一边乱调私里的眼神 却没想到下一秒手机就被抢走了 费尔南斯很不高兴地将手机放在允哥拿不到的地方 吃饭完什么手机 随即又拿过陪允哥面前的磁盘 拿过旁边的刀叉仔细的切 边界还边在那边吐槽 这样吃饭像什么样的 却没想到此时陪允哥的手机上商宴发来信息 告诉陪允哥自己先去庄园准备 让他随时可以过去 而此时商宴的车上 助理正在旁边疯狂地吐槽 这位继承人不打算尽快去集团看看吗 集团那些老人早就不安分 都等着看老先生找了个什么样的继承人 而随着助理的话 商宴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助理吓得冷汗直流不敢地继续说 连忙转移话题 商总我们快到了 商宴看着面前的庄园眼里有淡淡忧伤 南希离开之后 这座庄园也空得够久了 对面的白丝昂庄园的管家 刚好看到白克顿庄园居然有人 管家一过不解这对面的邻居 居然回来了 于是转身来到费尔南斯身旁喊道 老先生 费尔南斯没有理会他 而是将把切好的牛排放陪宇哥面前 还故作凶巴巴地说道 饭都不会好好吃 做完这些费尔南斯才转头看着管家询问 有什么事吗 管家有些震惊 八辈子没伺候过人的老爷子 居然在认认真真的给陪宇哥切牛排 内心吐槽完的管家开始说正事 我们的邻居似乎回来了 费尔南斯愣了下 是对面白克顿庄园 当年南希就住在那里 可如今南希早就不见人影了 这个庄园现在会是谁的 管家联邦将打听到的消息说说 不清楚 不过似乎是对国人 白克顿和我们是迷离最大的两座贵族庄园 能住进那里的人 身份绝不次于四大家族 却没想到管家话音刚落 陪宇哥这点就传来一阵清客 费尔南斯文言一惊 也步不上其他联邦拿起旁边的茶壶给他到手 跌着了 喝点水 还嫌不够又对着管家吩咐道 你去帮他准备点果汁 管家文言转身去安排 内心确实内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杜爷养的人 这是老先生的私生女爸 很快管家又上前提醒了 老先生 给小姐准备的房间 也已经安排好了 陪宇哥文言出声句句 不用了 我有住处 谢谢管家先生 费尔南斯皱眉看向陪宇哥 你要住外面 陪宇哥脸不红心不跳倒 嗯 这次过来是当交流生的 住学生公寓 费尔南斯莫的莫佑陈宁 我刚好去黎大也有点事 我送送你吧 陪宇哥眼哨一动 只能先硬起 陪宇要开启打脸模式了 陪宇谎称自己要去 尼里大学做交流生 却没想到费尔南斯 却主动说要送他 宇哥无奈只能答应 车内费尔南斯脸色不太好 你是在哪里上课 这话瞬间就将宇哥给问住 他刚刚就随口说的而起 刚巧车外一个学生 拿着计算机书籍 从旁边走过 允哥立马不假思索说道 计算机系 这话瞬间让费尔南斯有些震惊 计算机系 这可是尼里大学的王牌专业 虽然他觉得允哥这个年纪 应该好好读书 却也没想过让陪允哥 被计算机系虐得不成人形 费尔南斯还想要再说点什么 允哥却没有给他机会 立马转身下车 爷爷 那我先去上课了 陪允哥刚走出不远 另外一辆车也来到了尼大门堡 车上安赫小姐兴奋地 看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居然是陪允哥 琴友娇脸色瞬间变得猙獰 不可能 他怎么会在这里 陪允哥并不知道 琴友娇也来迷离 为了应付费尔南斯 允哥随便找个尖叫士 准备听一节课再走 却没想到上面这个教授 才讲了20分钟的课 就安排学生做题 这让陪允哥有些疑惑不紧 还没疑惑多久 就听到上面教授的声音 你前面来坐一下 没想到还有一国人敢选我的课 听说你们国家的科研水平 还停留在我们这的20年前水平 布雷斯教授这话一出 大多数学生看热闹的眼神更浓郁 几位国同学 却是脸色特别难看的在旁边吐槽 布雷斯教授一直不喜欢一国人 要不是没选到其他老师 我也不会来报他的课 听说以前有学生举报他 但校方只是让他做个检讨草草待遇 学生却被卡了毕业 这些话都被陪允哥一字不落地听到 而此时讲牌上的女生 却是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 布雷斯教授立马冷声质问 这都做不出来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课 你们这样也跟不上我们学校的教学水平 布雷斯教授越说越离谱 说出口的话也越来越难听 有些人实在不行 就滚回他们的国家少在外面丢脸 别让人以为你们国家没人有科研细胞 台上被羞辱的女生脸色难看 想要反驳没想到却被另一个声音打断 离大的教授就是这种水平吗 布雷斯教授文言脸色一飞 你又是谁 看着陪允哥冷笑斥责 你要是这个课堂不相干的人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离开 忽然就看陪允哥缓缓地站了起来 明艳又不逊地眉眼是意气风发 谋底却没什么温度 你想上来解题 布雷斯教授语气满是讽刺和亲密 就见陪允哥漫不惊心的一笑 来都来了 不砸个场子怎么行啊 陪业要砸场子了 一大教授歧视国留学生 在课堂上极尽地羞辱国留学生 这一幕正好被陪业看到 陪业会怪着你 瞬间就啪啪打脸 陪允哥缓缓地走上讲台 拿起粉笔刷刷在黑板认真地写着答案 陪允哥顺手又拿起了讲台上的遥控 满悠悠地讲解布雷斯教授讲课过程中 所有的细微瑕疵 还有 针对刚刚教授所说静态单负值按赛 点看课上的差不多了 陪允哥停了下来 先讲这些吧 此时的布雷斯都听得头皮发麻 陪允哥刚刚说的内容 延伸的方向又深又广 有些内容他听了都十分吃力 跟不上他的思维 面前的女孩明明年纪很险 但知识面却居然比他还要封 陪允哥顽似地把手里的粉底掰成了一截底 目光暗得很层脚弯着 布雷斯教授 人不能光有科研细胞 还得长点脑子 陪允哥这样的实力 可以说得上是恐怖 早就远超于同龄人 布雷斯教授指着陪允哥 脸色黑沉气得直哆嗦 滚 你给我滚出去 陪允哥闻眼眼里寒光闪过 就慢悠悠地走出了教室 而此时黎尼大学校长办公室 斯承岩一再跟校长保证 我一直一定会来的 随即脸色难看地跑到走廊上 给陪允哥打电话 陪业你到底去哪了 走廊上 陪允哥接了斯承岩的电话 斯承岩在听到陪允哥的声音 差点没当场呼噬 陪业你人跑哪里去了 在尼里大学听了堂课 陪允哥说完 斯承岩就沉默了两句 随后斯承岩试探道 你没搭人家厂子吧 斯承岩问完陪允哥那边没做声 斯承岩多少心里有数 那你还在尼里大学 陪允哥应了一声 斯承岩立刻道 允哥 狄大已经给你准备了交流生的身份牌 你来校长办公室拿一下 他不假思索 好 此时校长室内 校长一脸激动地开始整理衣袖和领袋 要见到YG本人吧 对了 斯教授YG多大呀 三十几 真是年少有为啊 刚满十九 斯承岩话音刚落 就看见陪允哥追门走进了 校长一抬眼就看到一个长相过分漂亮的女孩走进了 校长瞬间被雷到外交里面 年轻有为 这也太年轻了吧 这要是报出来 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 随即斯承岩将一些文件递给陪允哥 陪允哥拆开一看 里面有些文件 还有身份卡 陪允哥接过东西道谢 校长回过神后立刻道 我校长特批名成为我们学校的教授 陪允哥眼里没什么情绪 眼少微微一弯礼貌而淡漫 可我对贵校并没有那么满 很抱歉 贵校的教学风气 很不称贵校国际第一高校的名义 斯承岩也很少听到陪允哥这么直白的拒绝 他眼底划过一门思绪 陪业牛逼了 在尼里大学砸了人家的场子 还让人家校长为了他将教授给开除 校长办公室陪业一脸直白的拒绝了校长的招来 斯承岩也很少听到陪允哥这么直白的拒绝 他眼底划过一门思绪 随即看着校长询问道 下午有哪几位教授带上计算机器的课 这话刚说完校长不知想起了什么 瞬间脸色都变了 计算机器上课 今天下午 布雷斯教授有课 斯承岩看向他 刚刚YG好像去了计算机器上课 似乎没那么高兴 校长的脸色瞬间不太好了 果然又是布雷斯那个家伙 在耽误市 这次好不容易把YG弄到学校 他该不会还当着YG的门 斯维国的学生骂 校长深吸一口气冷静道 这是我会处理的 斯承岩没稍意松印升温和道 那就麻烦您了 后续有机会 喊他到办公室来一趟 布雷斯教授再次被喊去校长办公室 还以为又是那几个一博学生举到他 心里不由地讽刺一笑 呵呵 他们到现在还不懂了 学校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却没想到这次他猜错了 布雷斯教授一脸不以为然地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 校长 你有事找我 下一刻一个茶杯直接摔在他的脚边 布雷斯教授脸色大变 他还是第一次见校长发这么大碰 校长气得叔弟起身 你下午再上什么课 布雷斯教授笑容一僵 计算机系的课呀 怎么了吗 我只是和那几个孩子开玩笑 校长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校长文言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开玩笑是吧 开玩笑 你就找能让你开玩笑的力 滚出我们迷离大学 校长这话一出 布雷斯教授的脸色直接变了 此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下午 学校就出了一封通告 辞退布雷斯教授的通知书 原有写得清清楚楚 也是有意打压类似布雷斯教授的一类人 这让全校的失声的震惊啊 没想到布雷斯教授会被开吐 一日 教室里教授看着手中的名单 纳闷的皱眉 我们学校什么时候来了的交流声 这名单是今早上放在他桌上的 裴允哥 教授对着教室大厅喊了一声 结果却没有人答应 就在教授脸色不太好的又喊了一声 裴允哥 门口突然悠悠扬扬地响起了一道声音 道 抱歉教授 我迟到了 众人一转眼 就看到了个模样漂亮明艳的女孩 眼底是懒扬扬的桀骜不驯 让人几乎恍神 教授感觉裴允哥的语气倒是挺成本的 在因为这张脸的加持 教授的脸色缓和了心 去坐下吧 裴允哥找了位置坐坐 旁边的女孩却是一脸惊讶 这不是昨天帮他们教训布雷斯教授的女孩吗 没想到她就是这次的交流生 见过这样的人吗 人家不要补权却要拼命地送 不要都不行啊 教室里教授让大家自己组成客体小组 今天之内将名单交给他 说完这些就下课直接走了 此时学生们都在私下分队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和班级的优秀升级队 生怕遇到差劲的队友 但最后还是会有被挑战的学生 莉莉亚走到宋瑶的面前 一副施舍的表情看着她 宋瑶 你要不要来我这队 虽然你休学了两三个月 但我相信你的实力 却没想到宋瑶想都没想着拒绝 说完还起身朝着裴允哥走去 就坐在了裴允哥的面前笑道 你好 我是宋瑶 我能跟你组个队吗 宋瑶一点也不藏着 她想要勾搭裴允哥的情 一脸兴奋看着裴允哥 昨天 是你吗 裴允哥弯了下唇 你好 我是裴允哥 莉莉亚没想到宋瑶 居然会同新来的交流生组 那个交流生当然什么都不同 以宋瑶的实力为什么要跟她比 众人也没想到宋瑶会选择跟交流生组 都在议论纷纷 尤其是莉莉亚那一子 他们对第一可是势在地点 旁边一个女生说道 德莱尼选人严苛 就算是我们离大的学生也很难尽 莉莉亚眼底划过一抹暗毛 以为靠一个送摇就能翻身 德莱尼的项目组自己可是禁定的 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德莱尼正给裴允哥发信息 忙吗 裴允 一起发过来的 还有德莱尼集团的补分怎样协议 看到信息裴允哥不由的眼皮跳了跳 会议室 此时德莱尼正在开会 公司的高层此时已经非常不淡定 现在整个二国学术圈都想拉拢YG 偏偏是西金斯先得了手 YG一旦加入西金斯的阵营 他们集团的发展就需要重新讨论 就在所有人陷入冷银的气氛 德莱尼的手机响了 德莱尼一看到备注 立刻抬手示意终止会议 刚接通就听到对面 裴允哥语气不耐说道 不是说了 我不需要你们集团的部分吗 一个西金斯集团的事就够多了 德莱尼感觉到裴允哥有点哭气 立马讨好的笑道 裴允 你听我解释啊 费机朝着外面走去 小声的解释道 我都听说了 你在帮西金斯做产品吧 我们不还是老朋友吗 西金斯能有我对你上心 说到这德莱尼都酸溜溜的 西金斯荒废了那么久 现在那帮高层就知道内斗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挖蛋的 裴允哥文言不由的有些头疼 他算是明白了 德莱尼这是在跟西金斯较劲 我帮西金斯 是因为西金斯是我的 德莱尼听到这话也是浑身一脚 猛个清醒过来 你是西金斯集团说的那个 未来继承人 德莱尼被惊到 没想到裴允哥居然是西金斯的未来继承人 西金斯的高层却还在外面造谣 说新来的继承人是南西的私生女 还是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这他妈谁敢把YG当废物 德莱尼已经能预料到 那群搞事的高层会对裴允哥收拾成什么样 德莱尼下定决心 允哥 这协议你就签吧 我也希望德莱尼集团和西金斯集团 能一直保持有好的过 裴允哥薄薄的眼皮动了动 其实他也清楚德莱尼帮了他很多 只能无奈的开口说道 给我的补分太多了 改少点 发一顿到我邮箱 德莱尼瞬间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激动的说不出话 这 好好 我马上让人去你协议 西金斯集团商宴办公室 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扔在商宴面前 麦威遇上飘的眼烧 透着怒气的看着商宴 为什么不肯改这个项目 我是西金斯科研的主导 我要改这个项目 商宴语气淡漠自然 他的项目 只有他说的算 麦威遇敏了敏红存 毛底是否刺 听说是个黄毛丫头 你帮他做这些 不愧是有其他的理由吧 男人穿着考着的西装 冷冷的贴了他一眼 他是西金斯选的人 麦威遇不以为意 南西选的人 你就要 说完对着商宴失笑一声 可那又怎样 能坐上这个位置的是谁 还不一定呢 而此时裴允哥跟德莱尼 打完电话回到教室 就想要询问一下 自己需要做什么 却没想到小组的其他成员 对着他摆了摆什么 你刚才不带我们几个分过宫啊 宋摇现在被教授叫走了 你刚来交换课业不熟悉 自己看书就好 裴允哥文言乖乖地 找了个位置坐 百无聊赖地翻着书 突然感觉到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随后他打开一看 是霍时度发的消息 要跟哥哥打个电话吗 见状裴允哥眼烧弯弯 懒洋洋地又回复了他 快上课了 哥哥 三分钟行不行 云城那边看着手机的男人 愣了片刻 没想到小姑娘 猝不及防就开车 裴允哥没多久 就收到了男人发来的消息 好好上课 裴允哥抬了抬眉梢 懒洋洋地拖着腮 这男人可真是冷淡 只有喝醉的时候是例外 想到上次杜爷喝醉的场景 裴允哥不由得有些脸红心跳加速 飞机回神将手机放入口袋 凌晨 曾旭走进来对着杜爷会报道 杜爷已经定好机票了 或是肚只是看着手机淡淡地韵了一声 杜爷这是要追袭不去了吗 德莱尼被惊到 没想到裴允哥居然是西金斯的未来继承人 西金斯的高层却还在外面告谣 说新来的继承人是南希的私生女 还是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这他妈谁敢把YG当废物 德莱尼已经能预料到 那群搞事的高层会对裴允哥收拾成什么样 德莱尼下定决心 允哥 这鞋影着签吧 我也希望德莱尼集团和西金斯集团 能一直保持有好的做 裴允哥薄薄的眼皮动了动 其实他也清楚德莱尼帮了他很多 只能无奈地开口说道 给我的补分太多了 改少点 发一顿到我邮箱 德莱尼瞬间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激动的说不出话 这 好好 我马上让人去你协议 西金斯集团商业办公室 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扔在商业面前 麦威遇上飘的眼烧 透着怒气的看着商业 为什么不肯改这个项目 我是西金斯科研的主导 我要改这个项目 商业语气淡漠自然 他的项目 只有他说的算 麦威遇敏了敏红层 头底是讽刺 听说是个黄毛丫头 你帮他做这些 不愧是有其他的理由吧 男人穿着考究的西装 冷冷的贴了他一眼 他是西金斯选的人 麦威遇不以为意 南西选的人 你就要 说完对着商业吃笑一声 可那又怎样 能坐上这个位置的是谁 还不一定呢 而此时裴允哥跟德莱尼 打完电话回到教室 就想要询问一下 自己需要做什么 却没想到小组的其他成员 对着他摆了摆手 你刚才不带我们几个分过宫了 宋摇现在被教授叫走啊 你刚来交换课业不熟悉 自己看书就好 裴允哥文言乖乖地 找了个位置坐 百无聊赖地翻着书 忽然感觉到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随后他打开一看 是霍时度发的消息 要跟哥哥打个电话吗 见状裴允哥眼烧弯弯 懒洋洋地又回复了他 快上课了 哥哥 三分钟行不行 云城那边看着手机的男人愣了片刻 没想到小姑娘猝不及防就开车 裴允哥没多久 就收到了男人发来的消息 好好上课 裴允哥抬了抬眉梢 懒洋洋地拖着塞 这男人可真是冷淡 只有喝醉的时候是例外 想到上次杜爷喝醉的场景 裴允哥不由得有些脸红心跳加速 飞机回神将手机放入口袋 凌晨 曾旭走进来对着杜爷回道 杜爷已经定好机票了 或是杜只是看着手机淡淡地应了一声 杜爷这是要追习不去了吗 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裴允一出手就惊艳了全赌 裴允哥刚来尼大做交流声 客题小组的成员以为他什么都不会 居然什么都不让他不会 无聊的裴允哥只能默默地在一边翻书 终于熬到中午决定一起去吃午饭 在询问裴允哥后却被拒绝 于是众人纷纷离开教室 边走还边吐槽 哎这次时间太紧了 好难 晚上宋谣还要回来讲报告 众人走后 允哥抬头却发现组员做客题的电脑 居然没带走 经不住好奇 允哥拿过电脑看看他们都写了什么 看完他们写的客题 允哥满脸飞泻 这客题写的太扎了吧 实在看不下去的裴允 拿过电脑梯里啪啦一阵输出 等到下午宋谣从教授那边回来 组员边进教室 边跟他交代上午他们的完成情况 报告还没写完 你先看一下 组员说完就拿着电脑看了过去 再看到电脑上的内容后 瞬间目瞪口呆 整个人震惊的愣在那里 客题居然完成了 走过来翻了一遍报告 觉得眼熟 却又非常陌生 几乎只保留了他们的原况架 这就是重写了一篇报告书 宋谣越看越震惊 这里涉及的专业内容横跨多个领域 从天下来全是精准的专业内容 就是宋谣都有些看不明白 宋谣转头下意识问 谁是最后一个走了 组员迟疑了片刻说道 裴允哥 话落所有人都沉默了 宋谣开口想要说什么 就被一旁的组员打断 可这不可能啊 他刚来交换 一上午都没有参与报告 这份报告书他们都看不懂 一个高三学生怎么可能写出来 而且他们才离开半个多小时 这报告的质量 起码也要写一个月吧 宋谣文言有些疑惑 不明白裴允哥明明什么都会为什么不说 三天过去 莉莉亚组也做完了报告 不由的松懈了起来 聊天的时候 莉莉亚忽然问 宋谣那一组准备的怎么样啊 最近好像都没见到他们 谁知道他们在找什么鬼 这两天都见不到他们人 反正一会就要小组展示 另一个女生忍不住幸灾乐祸 我要是宋谣我都得气哭 队里两个倒数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交换声 很快教授就拿着成绩来到教室 大家安静 现在公布这次小组报告的内容成绩 说完这些教授就开始报成绩 桑迪组38分 曾尼组41分 叶莲娜组36分 莉莉亚组55分 莉莉亚组的分数出来瞬间惊呆的全场 同学们纷纷议论 这也太强了吧 差五分满分 全场最高了 莉莉亚嘴角带着笑语 还似有若无的扫视过宋谣 暗暗吵谎 拒绝我 去找那个交换声鼓队 宋谣带着几个拖油瓶 还能干什么大事 这次我赢定了 却没想到打脸来得太快了 下一秒就听到教授爆出 宋谣组60分 话音落下教室里一片寂静 此时的莉莉亚已经笑不出来 脸被打得啪啪响 莉莉亚想不通 宋谣一个人带四个拖油瓶 怎么可能水平还猛地提高 莉莉亚内心满事不甘心全做紧物 咬牙切齿地想不出来 不行 这次的报告她必须要赢 两部分分值相加 就是小组的最终折分 请大家好好准备下午的演组 而此时的宋谣被有些犯难了 裴云哥写的这份报告里 对色男主的专业知识太多 这么点时间自己根本背不下来演讲内容 不知道下午云哥会不会来 来了来了 度爷追媳妇都追到二国了 更是刚到机场就开始撒糖 一月秦玉跑到裴云哥的住所来找她 云哥听着她叙叙叨叨半天 与带着点不耐地说道 我学校那边还有事 可以走了吗 秦玉都有点怕自家妹妹的 支支吾吾说道 云哥 还有一件事 是这样的 我原本想自己去揭示度 但这天快下雨了 反对没办法停下来 不过云哥你要是忙 那还是 裴云哥一听度爷过来 瞬间语气好了很多 度爷来了 秦玉听出了中间的差异瞬间不好 对 应该还有四十分钟就 秦玉话还没说完 裴云哥转头朝外走去 我去接人 迷离机场 裴云哥一路上火急火燎 终于暗事赶上 云哥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人 刚到时光顾着赶路 现在到机场 还感觉到了脖子上的冷意 整个人动得瑟瑟发抖 下一刻一条暖和的男士围巾 缠绕在云哥的脖子上 云云 就听到男人的嗓音低沉 却顺动了裴云哥心口的某根弦 云哥一抬眼就看到穿着黑色风衣 身姿其长的金贵男人 就在云哥看着度爷看出神识 不远处就有人冒冒失失地冲过来 或十度眼疾手快 一把就搂着小姑娘的腰 裴云哥像是个人行玩偶 被人拎着戈边上 避开冲过来的人 那人诚恳道歉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赶路 撞着你女朋友了 度爷看了眼裴云哥 女朋友 裴云哥瞬间耳根发烫 往围巾里缩了缩 度爷却抬起他的头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他 半腹下深沉沉瓷的嗓音 带着轻浮却又温柔地低档在耳边 我的小女朋友是不是瘦了一点 男人直勾勾的眼神 显得更要命 丙哥瞬间念红耳赤地缩了缩脖子 酒店外 曾旭正等着度爷 就看见莉莉亚急急忙忙赶来询问 或是度他人吗 曾旭看到来人不游的心里暗暗叫苦 不知道这位大小姐从哪里知道度爷要来这里的消息 他立刻拦住莉莉亚 小姐 度爷不在这里 您请回吧 莉莉亚抿了抿唇 又冷冷地看着曾旭 你让开 就在这时度爷的车子到了 车子后门缓缓打开 莉莉亚抬眼一看 就看见俊美金贵的男人 莉莉亚雀跃跃不已地想要上前打招呼 却没想到下一秒莉莉亚笑容彻底僵住 来了来了 裴爷的情敌出现了 让我们看看裴爷是怎么吊打情敌 莉莉亚为了见度爷直接追到酒店 刚到酒店门口没多久度爷的车就到了 还不等他雀跃开头 他就轻眼目睹 那个从来淡漠又距人于千里之外的男人半幅透镜 小心地把少女搂在了怀里 像是在抱什么迷符珍贵的宝贝 莉莉亚笑容彻底僵住了 目光落在他怀里那个人身上 裴云哥懒洋洋地靠在男人的胸膛 一双漂亮的同眸 睡眼惺忪的 每回靠在他的身上 他都能睡得很好 度爷看着云哥红红的眼睛就知道 他来这么久肯定都没睡好 男人压低声音一笑在他耳边问 到房间在睡会儿 莉莉亚脸色已经难看至极 而随后裴云哥也贴见了莉莉亚 他弹了弹眉梢 两人对视几秒后 裴云哥忽然笑了一声 他懒洋洋地依在男人的胸膛 白皙纤细地双臂抬起 勾上了他的脖壳 又轻轻仰头 暧昧又挠人心仰地 轻蹭了下男人完美的下河线 直白地宣誓主权 车上那么久我都腰疼了 男人的目光暗了暗下 八蹭了蹭你一个发点 急什么 回房间我在帮你揉揉 莉莉亚实在看不下去 眼底阴沉不干 咬牙切齿地对着度爷吼道 或是不 我们两家联姻不好吗 为什么你要选 这么一个轻浮的女人 她哪里 莉莉亚话还未说完 男人的嗓音却打断了她 淡色的同谋没了温度 往常斯文轻慢的嗓音有些凉 安赫小姐 你真以为安赫家族能够得了你吗 莉莉亚浑身一僵 过时度的意思很显然 再说下去 她不会给安赫家族面子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莉莉亚已经被气得浑身发脏 一旁看了整场的 灯绪不由的暗暗苦吵 不明白这个莉莉亚 为什么这个是否走势 何必呢 陪小姐在杜爷身边 杜爷眼里哪还有别人 总统靠房 外面的雨也逐渐停了 从顶层能眺望到窗外城市的风景 陪允哥看了会 心里就不由的有点抱怨分序 怎么就只开了一间房 允哥转头就看见 正在脱漆装外套的男人 瞬间有些震惊 来真的 陪允哥看了会她 又亲密了下好看的同谋 忽然弯处 不撩吗 谁怕谁啊 随即看着男人背影说道 那你要轻易 不然会留下痕迹 男人的目光不动 深色的会暗下来 说完陪允哥真的就脱掉了外套 里面是一件睡觉穿着的吊带裙 脱下外套后 女孩无发血肤 绞红色的绸缎 睡裙衬称得肌肤冷白如玉 允哥有闲不够 还把无发撩开 露出后背 他纤细的手指 抹扎着裙后的拉链 哥哥 需要拉开吗 女孩嵌引背对 半回过头 一手轻撩不无发 另一纤细白细的手 还想拉下拉链 旁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培业一出手就惊艳了全组员 裴允哥刚来迷大做交流声 客题小组的成员 以为他什么都不会 居然什么都不让他跑 无聊的裴允哥 只能默默地在一边翻书 终于熬到中午决定 一起去吃午饭 在询问裴允哥后 却被拒绝 于是众人纷纷离开教室 边走还边吐槽 哎这次时间太紧了 好难 晚上宋瑶还要回来讲报告 众人走后 允哥抬头 却发现组员做客题的电脑 居然没带走 经不住好奇 允哥拿过电脑 看看他们都写了什么 看完他们写的客题 允哥满脸飞现 这客题写得太扎了吧 实在看不下去的 裴允拿过电脑 劈里啪啦一阵输出 等到下午 宋瑶从教授那边回来 组员边进教室 边跟他交代 上午他们的完成情况 报道还没写完 你先看一下 组员说完 就拿着电脑看了过去 在看到电脑上的内容后 瞬间目瞪口呆 整个人震惊的愣在那里 课题居然完成了 后过来翻了一篇报告 觉得眼熟 却又非常陌生 几乎只保留了他们的原况下 这就是重写了一篇报告书 宋瑶越看越震惊 这里涉及的专业内容 横跨多个领域 从天下来 全是精准的专业内容 就是宋瑶都有些看不明白 宋瑶转头下意识问 谁是最后一个走了 组员迟疑了片刻说道 裴允哥 话落所有人都沉默了 宋瑶开口想要说什么 就被一旁的组员打断 可这不可能啊 他刚来交换 一上午都没有参与报告 这份报告书他们都看不懂 一个高三学生怎么可能写出来 而且他们才离开半个多小时 这报告的质量 起码也要写一个月吧 宋瑶文言有些疑惑 不明白裴允哥明明什么都会为什么不说 三天过去 莉莉亚组也做完了报告 不由的松懈了起来 聊天的时候 莉莉亚忽然问 宋瑶那一组准备的怎么样啊 最近好像都没见到他们 谁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这两天都见不到他们人 反正一会就要小组展示 另一个女生忍不住幸灾乐祸 我要是宋瑶我都得气哭 对里两个倒数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交换声 这都是什么垃圾阴间队友 听到这些话莉莉亚唇角一勾 很快教授就拿着成绩来到教室 大家安静 现在公布这次小组报告的内容成绩 说完这些教授就开始报成绩 桑迪组38分 森尼组41分 叶莲娜组36分 莉莉亚组55分 莉莉亚组的分数出来 瞬间惊呆的全场 同学们纷纷议论 这也太强了吧 差5分满分 全场最高了 莉莉亚嘴角带着笑意 还似有若无的扫射过宋瑶 暗暗嘲讽 拒绝我 去找那个交换声鼓队 宋瑶带着几个脱油瓶 还能干什么大事 这次我赢定了 却没想到打脸来的太快了 下一秒就听到教授爆出 宋瑶组60分 话音落下教室里一片寂静 此时的莉莉亚已经笑不出来了 脸被打得啪啪响 莉莉亚想不通 宋瑶一个人带四个脱油瓶 怎么可能水平还猛的提高 莉莉亚内心暖是不甘心拳头紧握 咬牙切齿的想 不行 这次的报告她必须要赢 成绩报完 教授解释了一遍这次课题的计划规则 这次的小组报告内容暖分60分 演讲暖分40分 两部分分值相加 就是小组的最终得分 请大家好好准备下午的演讲 而此时的颂谣被有些犯难了 裴云哥写的这份报告里 对色男总的专业知识太多了 这么点时间自己根本背不下来演讲内容 不知道下午云哥会不会 来了来了 度爷追媳妇都追到二国了 更是刚到机场就开始撒汤 一月晴玉跑到裴云哥的住所来找她 云哥听着她叙叙叨叨半天 与带着点不耐的说道 我学校那边还有事 可以走了吗 晴玉都有点怕自家妹妹 本本想自己去接识度爷 但这天快下雨了 反对没办法停下来 不过云哥你要是忙 那还是 裴云哥一听度爷过来 瞬间语气好了很多 度爷来了 晴玉听出了中间的差异瞬间不好 对 应该还有四十分钟就 晴玉话还没说完 裴云哥转头朝外走去 我去接人 迷离机场 裴云哥一路上火急火燎 终于暗时赶放 云哥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人 刚到时光顾着赶路 现在到机场 还感觉到了脖子上的冷意 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下一刻一条暖和的男士围巾 缠绕在云哥的脖子上 云云 就听到男人的嗓音低沉 却顺动了裴云哥心口的某根鞋 云哥一抬眼就看到穿着飞色风衣 身姿其长的金贵男人 就在云哥看着度爷看出神识 不远处就有人冒冒失失地冲过来 过十度眼疾手快 一把就搂着小姑娘的腰 裴云哥像是个人行玩偶 被人拎着戈边上 避开冲过来的人 那人诚恳道歉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赶路 撞着你女朋友啊 度爷看了眼裴云哥 女朋友 裴云哥瞬间耳根发烫 往围巾里缩了缩 度爷却抬起他的头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他 半腹下深沉沉沉沉的嗓音 带着轻浮却又温柔的低档在耳边 我的小女朋友是不是瘦了一点痛 男人直勾勾的眼神 显得更要命 云哥瞬间念红耳赤地缩了缩脖子 酒店外 曾旭正等着度爷 就看见莉莉亚急急忙忙赶来询问 或是度他人吗 曾旭看到来人度由的心里暗暗叫苦 不知道这位大小姐从哪里知道度爷要来这里的消息 他立刻拦住莉莉亚 小姐 度爷不在这里 您请回吧 莉莉亚抿了抿唇 又冷冷地看着曾旭 你让开 就在这时度爷的车子到了 车子后门缓缓打开 莉莉亚抬眼一看 就看见俊美金贵的男人 莉莉亚雀跃跃不已地想要上前打招呼 却没想到下一秒莉莉亚笑容彻底僵住 来了来了 裴爷的情敌出现了 让我们看看裴爷是怎么吊打情敌 莉莉亚为了见度爷直接追到酒店 刚到酒店门口没多久度爷的车就到 还不等他雀跃开头 他就亲眼目睹 那个从来淡漠又距人于千里之外的男人半不靠近 小心地把少女搂在了怀里 像是在抱什么迷不珍贵的宝贝 莉莉亚笑容彻底僵住了 目光落在他怀里那个人身上 裴允哥懒洋洋地靠在男人的胸膛 一双漂亮的同眸 睡眼惺忪的 每回靠在他的身上 他都能睡得很好 度爷看着允哥红红的眼睛就知道 他来这么久肯定都没睡好 男人压低声音一笑在他耳边问 到房间在睡会儿 莉莉亚脸色已经难看至极 而随后裴允哥也瞥见了莉莉亚 他抬了抬眉梢 两人对视几秒后 裴允哥忽然笑了一声 他懒洋洋地依在男人的胸膛 白皙纤细地双臂抬起 勾上了他的脖梗 又轻轻仰头 暧昧又挠人心仰地 轻蹭了下男人完美的下河线 直白地宣誓主权 车上那么久我都腰疼了 男人的目光暗了暗下 八蹭了蹭女哥发点 急什么 回房间我在帮你揉揉 莉莉亚实在看不下去 眼底阴沉不干 咬牙切齿地对着肚也吼了 过时度 我们两家联姻不好吗 为什么你要选这么一个轻浮的女人 她哪里 莉莉亚话还未说完男人的嗓音 却打断了她 淡色的铜膜没了温度 往常斯文轻慢的嗓音有些凉 滚 安赫小姐 你真以为安赫家族能复得了你吗 莉莉亚浑身一僵 过时度的意思很显然 再说下去 她不会给安赫家族面子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莉莉亚已经被气得浑身发脏 一旁看了整场的 增序度游的暗暗路逃 不明白这个莉莉亚 为什么这个是否早逝 何必呢 裴小姐在杜爷身边 杜爷眼里哪还有别人 总统靠房 外面的雨也逐渐停了 红顶层能眺望到窗外城市的风景 裴云哥看了会儿 心里就不由得有点抱怨分序 怎么就只开了一间房 云哥转头就看见 正在脱袭装外套的男人 瞬间有些震惊 来真的 裴云哥看了会儿 又亲密了下好看的同盟 忽然弯除 忽雕吗 谁怕谁啊 随即看着男人背影说道 那你要亲力 不然会留下痕迹 男人的目光不动声色的会暗下来 说完裴云哥真的就脱掉了外套 里面是一件睡觉穿着的吊带裙 脱下外套后 女孩无发血敷 绣红色的绸缎 睡裙衬衬的肌肤冷白如玉 云哥有闲不够还把无发撩开 露出后背 他纤细的手指抹扎着裙后的拉链 哥哥 需要拉开吗 女孩欠引背对 半回过头一手轻撩过无发 另一纤细白皙的手还想拉下拉链 来了来了 裴爷又开始撩人了 杜爷已经被撩得要去洗容水澡了 酒店房间暧昧的声音传了出来 哥哥 用力一点 随即就看到杜爷那金贵的双手 正在给云哥揉腰 手上的触感柔软 让杜爷猴结发起 这么舒服吗 就看到云哥下巴整个双臂 趴在沙发明夜的眉眼懒痒痒的 显然是舒服极了 再听到杜爷的问话 小姑娘抬头看了 哥哥 可以再重一点 闻言男人的同眸却不自觉深了 眼底黑得便不分明 飞机不由地朝着云哥腹下身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姑娘 可是再重一点 万一你哭了怎么办 陪云哥下意识一手 抵在他结实的胸膛 可却能感到男人薄薄的衬衫下 炙热的体温 跳动的心脏 却没想到下一刻 男人就翻过他白嫩干净的掌心 薄唇轻轻轻吻上了他的掌心 墨地掌心的温热触绝 伴随着酥酥麻麻的感觉 直穿上了后脖口 耳根烫得不行 一个简单的掌心轻吻 都被他做得面红耳饰 简直欲得让人腿软 就在云哥要沉沦进去刺耳的铃声响起 云哥瞬间清醒过来 立刻抽回了自己的手 下了沙发 拿起电话边接边落风而逃 电话那头商业的声音响起 云哥 你设计研发的电脑 实验机型完成了 现在给你送到黎大 云哥连忙音声 好的 知道了 我这就来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看着小姑娘要炸毛的门了 不由的暗暗发愁 撩完人就跑 自己怕是该去洗冷水走了 离大门口 炳哥赶到离大门口 商业将新研发的电脑递给宁哥 随即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刚才 炳哥一听商业提到刚刚的事情 不由的就心跳加快脸红发烫 心里暗暗吐槽自己 怎么一面对货十度就会临阵脱脱脱 但在看到对面商业那疑惑的目光 瞬间有些想逃跑 我还有事先走了 炳哥抱着电脑来到教室门口 心里不由的暗暗嘀咕 自己是不是来晚了 演讲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却没想到这时教室里 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自己东西管不好 这怪谁 教室里跟允哥同组的组员 正一脸愤怒地看着莉莉娅 我们组存着演讲PPT的U盘 上午留在教室 现在不见了 中间就只有你们组员 你敢说和你们没有关系 莉莉娅看着那个组员 嗜笑不语 则则 那个报告真要是你们做的 报告奖呗 有什么难 莉莉娅身后宋谣立声道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盗窃行为 我们能盗你的 莉莉娅胸有成竹 一点都不怕 反正走廊的监控之前就坏了 哪里还有什么证据 嚣张无比地对着宋谣说道 你去告啊 有什么证据吗 突然间一道清冷的嗓音 不及不徐地响起 没人主动承认了 莉莉娅抬头看着不由的疑问 随即对着允哥对了回去 问我们什么事啊 自己东西丢了 还甩锅呢 允哥走到莉莉娅面前 漂亮的眼烧一窍 唇角勾起了一抹门问 却力气逢生 挺好啊 现在嘴壁的那么严 也希望查到你的时候 少给我废话 大型射死现场 YG需要捐实验室上学 大佬都是这么会玩的吗 教室里莉莉娅在听到 允哥那嚣张的话语 不由得怒火中烧 你以为你是谁 不讲证据 就故意针对我们 我还要去举报你们组的报告 来路不明呢 莉莉娅眼底划过暗色又勾着唇 到时候不只是你 包括你的赌员成绩都要作费 裴允哥眼烧一条眉眼门的 那如果我找到证据呢 随即眼中寒光一闪过 你们全赌费的学 莉莉娅抬头盼着面前的女孩 却被她眼底的冷意给威慑住 下意识头皮发麻 五分钟后就开始演讲 教授进来让大家都做好 第一组准备演讲 裴允哥漂亮的同谋 又按着右舔下红尘 怪我吧 宋瑶文言有些吃惊 却也不想拉裴允哥一起丢人 还是选择了自己走上去 对着下面坐着的教授 歉意地说道 我们组的PPT出了点问题 此次德莱尼也过来了 在听到宋瑶说 PPT出现问题叹气不住的摇头 德莱尼需要的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这样的态度怎么了 却没想到下一秒 陪允哥懒洋洋地 把电脑放在了讲台 连上了投影仪 很快场上的人 就听到了机械质感的嗓音 是笔记本发出来的声音 演说讲解模式开启 正在生成演示文稿 德莱尼在看到这熟悉的身影 震惊的一口水滑了出来 有些不明白 这个祖宫怎么会在这 等反应过来后 德莱尼感觉到 大佬那悠悠扫来的事情 瞬间觉得后脑勺凉嗖嗖 而此刻校长办公室 气氛有些僵持不下 校长忍不住道 你到底来我这做什么 管家眼观鼻鼻 关心淡定地对着校长说道 波列校长听说 黎大打算新建一座实验室 费尔南斯愿意全力支持 只是希望黎大的交流生 能适当得到一点奖励 波列校长忽然顿住 陷入了一阵沉默 捐楼上学 难道这次交流生里 有费尔南斯家的小辈 校长正在沉思 就听到费尔南斯 不怒自威地说道 离大队交换生 也是太过讨算了 我家丫头才高三 就被栽到你们大三计算机器 你们考不考虑学生的压力 波列校长笑了起来 悠哉悠哉地拿起茶杯喝了起来 哪有什么高三去大三的交流生啊 猛然间波列校长 察觉到了不对劲 那不是歪质吗 瞬间嘴里的一口 茶莽地喷了出来 心里一个荒谬的念头产生 你要给谁捐楼上学 他真的很不敢相信 科研新贵能和这种 蛮不讲理的 遭老头家扯上关系 波列校长倔强地再问了一点 他 他是你什么人 费尔南斯部座深沉的 亲和医生说道 我孙媳妇 波列校长将住了身 整个人震惊不语 到底为什么 这家伙这么有钱 还能把YG这样的科研偏谈 弄回家 波列校长不想和费尔南斯 多说什么 甚至觉得费尔南斯病得不轻 你为什么会觉得 哇 那位 需要你捐楼上大雪 心里不由的暗自敌 看起来YG没有让费尔南斯老先生 知道他的身份 费尔南斯还以为是卧列校长 看不起陪宇哥 立刻语气炫耀道 捐个楼怎么了 我们家坏丫头学习茶 普通点要紧吗 来了来了 陪业开启打脸模式了 赶来挑衅陪业就等着 被啪啪啪打脸了 教室里由于他们组的PPT不见 无奈之下 只能陪业亲自上场 底下的德莱尼 再看到尔哥震惊不已 讲台尔哥开始了这次演讲 随着他到某些重要内容 深厚的投影界面 就自动飞入了重点视野 下方还偶尔跟着暗力分析 这简直是全自动的幻灯片了 主员都被尔哥的杂牌电脑惊呆了 只有知道真相的德莱尼不开心 看着陪业放在讲台上的电脑 不由的心理直战分 这就是YG和西金斯合作的那个电脑吧 不由的心里有些哭唧唧 很快允哥的演讲到达尾声 允哥顿了一下声 这让下面的教授以为结束 连忙对着允哥夸奖了 很好 却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允哥懒娘娘的继续开口吧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教授在听到允哥的内容 不由的翻看了手中的资料 瞬间满脸疑惑不已 不对啊 他们组的内容刚才应该结束了 看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允哥 旁边的德莱尼也不由的好奇不已 这组终想干嘛 然后下一秒就有人解释了他的疑惑 那就是莉莉亚的组员 原来现在允哥讲演的内容 居然是他们的演讲 莉莉亚的组员受不了了 书弟站起来 脸色难看至极的大声痛斥 裴允哥你怎么能这样 莉莉亚也不想忍耐脸色 异常难看的指着允哥说道 你在剽窃我们组的报告书 这是偷窃 而此时莉莉亚的组员 也发现了他们的电脑 突然就动不了 裴允哥抬了抬眉梢 懒洋洋的玩味 偷窃 随即眼中寒光一闪而过 那么偷到别人组PPT是什么 这个时候教授脸色难看及了 对着允哥大声呵斥道 裴允哥 这种场合你 却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旁的德莱尼给打了 德莱尼笑盈盈的拉住 要劝架的教授一点不怕事大 哎呀 学生有误会就当场说开吗 这道别人PPT的事 做的可太缺德了呀 这种人 我们德莱尼集团可不敢要 莉莉亚瞬间慌了 愤恨的握紧拳头决定死不承认 不能让裴允哥挡着自己的路 随即语气尖锐的道 你们组的PPT丢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怀疑我们就拿出证据 此时的莉莉亚根本不担心事情败落 因为走廊上的监控根本查不到 下一秒莉莉亚冷冷笑信誓旦旦的说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就向我们组道歉 你们组的成绩也取消打了 裴允哥轻轻舔了下小虎牙 又懒洋洋的吃香 莉莉亚小姐 说话之前好好想想自己算什么东西 说完这些允哥就不再理会他 只是低着头对着电脑一通操作 底下的莉莉亚被他这态度气得差点不显三声 随即电脑发出机械声音响起 数据修复中 陪允哥眼烧一条 漫不经意地看向莉莉亚那紧张的面孔 寡凉漆黑的同谋饶有兴致 看看都是那些不知死活的人 话音一落 后面的投影背景 就出现了两张面孔封面视频 一个是莉莉亚 另一个是她的祖人温迪 很快大家就听到温迪的声音 真的要这样做吗 随即就见视频内莉莉亚转头 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由于极度 一点点扭曲的面容 凭什么那帮废物能拿第一 他们的优盘放在这 可不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吗 短视频很快放完 众人看着莉莉亚眼神都变了 随即不由的议论纷纷 真没想到有人毁了别人的东西 还仗着不可能有证证 这么理直气壮地要消掉陪允哥比的成绩 顿时莉莉亚声音尖锐 毫无形象的好 关掉 给我关掉 而此时允哥暂停了视频 画面正巧停在莉莉亚拿走优牌 逆蕾国一连 要说陪业不是故意的我都不相信 陪允哥眼烧一条 没眼完位 有证据了 还有你们全主要退学吗 不过就在下一刻 门口就跑进来了一人气喘吁吁的 莉莉亚 还有 陪允哥 都请跟我去一趟副校办 离大副校长这么牛逼 居然想要将陪业赶出离大 更是准备联系恒德高中 要将他开除 教室里 宋谣在听到副校长找允哥不由的担心不已 允哥 之前那被辞退的布雷斯教授和副校长关系很好 他这才当初差回来找你 可能是因为我们才盯上你的 宋谣的话还没说完允哥就已经走到他面前 微柔地摸了摸宋谣的小脑袋安慰地说道 没事 说完允哥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副校长办公室 男人带着两人来到副校长面前 副校长 陪允哥和莉莉亚来了 而被带来的莉莉亚站在副校长面前有些不知所措 对着允哥的方向瞥了一眼 却没想到允哥毫不在乎地在身后的沙发上缓缓坐下 副校长见后 也是脸色不好 将允哥晾在一旁对着莉莉亚问道 莉莉亚同学 今天的事情经过你讲讲看 德莱尼的人才选拔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大庭广众之下扰乱秩序的情人 学校是绝不会姑息的 莉莉亚文言不由的欣喜不已 副校长的意思是他想借机处理陪允哥 有副校长的撑腰莉莉亚也不慌 坐在沙发上面就开始胡说八道 陪同学的组员弄丢了项目资料 他就在演讲时剽窃了我们组的报告 走廊上 教授看着德莱尼脸色难堪立马对着他表示道 德莱尼先生 你相信我 学校内部会处理好这两位同学的 不需要你去 德莱尼文言脸色更难看了 两位同学 你们打算处理陪允哥 教授愣住德莱尼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陪允哥怎么了 教授和德莱尼转头看去居然是校长 就见校长一脸紧张地询问了 而此时莉莉亚还在副校长那边继续胡说八道 陪允哥他还当着德莱尼的面 不知用什么方法处理了视频 把事情赖到我的身上 情况就是这样 副校长为年脸色黑沉 完全没正眼看陪允哥 随即看着允哥冷冷说道 陪同学 你明白自己给学校和同学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离大 凌晨的恒德学院 我会让助手给他们写一封建议开除的邮件 副校长话音刚落手机铃声响起 是校长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校长武器极差 约翰校长 难为你一回来 尼里就来处理学生的事 不过变客校长就带着德莱尼来到副校长的办公室 校长一进来没有给副校长留任何面 直接看着副校长说道 约翰 从今天开始你停职担任校内的一切职务 校长此时不由的有些庆幸 要不是费尔南斯老先生今天来过 自己想来问问关系的意思 他就要被开除了 这人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求来的 这一个两个都要自己做对 校长眼角瞥了一眼旁边的莉莉亚 莉莉亚同学 设施情节严重按照自主退学俯虑 莉莉亚在看到校长在马寒 怒意的眼神吓得哭了一下 从沙发上站起 复理完这些人校长才屁颠屁颠的来到尹哥面前 亲切的打招呼 裴同学 你好 这几天在校内的体验还算好吧 裴允哥扫是向他 懒洋洋的笑 挺好 贵校还准备给我的高中发了一份劝退书 要不是我靠捐楼进了学校 都觉得挺吓人的 校长笑容一僵 如果不是故技场上有名 他一定要打抱约翰的头 他为了让钟圣林和马富斯松口 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心思 立马一脸笑意的看着允哥解释道 裴同学不用担心这些 我们不会发这种邮件 裴允哥没有理会众人转身朝外走去 此时的校长却是分外一步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两个都要给YG捐楼陆讯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裴允哥无时无刻不在打脸中 允哥刚从副校长办公室出来 德莱尼就追了出来 裴允哥 那以后咱们还要不要再离大收人啊 允哥边看手机边淡淡的说道 随你 手机里斯成言提醒允哥 不要忘记明晚的法里斯科颁奖你 还将邀请函和颁奖地址也一并发给他 次日尼里大教堂 西京四集团作为曾经的第一科技集团 也被邀请参加 所以此时商宴带着范哲青一起到了会场 范哲青这是满脸不屑地说道 商宴 你以为你带我来这 我就能跟你一起支持那个黄黄鸭头了 集团内都是这么儿戏的事吗 范哲青则是好奇地打量周围 在看到YG位置不由的有些向往 两到千八题 今年必是YG拿奖 那可是被誉为海内外的超级天才 这才是他的偶像 商宴文言不由地意味深长道 我再拉你一把 省得你站错队 说完商宴就给允哥发消息 告诉他活动快开始了 他什么时候到 发完消息又对着旁边的范哲青说道 明天早上去公司的时候 好好表现 今天一过他就有空来公司了 范哲青皱眉语气里透着点嫌弃 今天一过他就有空来公司 这个场合 你非要扫兴 范哲青对这个没出现过的继承人印象很差 抬头正在四处张望询问商宴 YG来了吗 你说第一排的大佬哪个是他 而此时允哥也回复了商宴的消息 嗯 再入场了 而大家期待无敌的YG此时正被拦在门口 理由是会场里不能携带食物和水 而此时的陪爷手里正拿着个冰淇淋正慢慢的吃 在听到保安的话后并不是将冰淇淋扔掉 而是告诉保安他吃完再进去 一旁的保安也被尹哥的糟糕做给惊呆了 心里不由的暗暗迪布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大佬的学生 跟着老师来这种场合还有心思在这吃冰淇淋 而就在此时安赫小姐和一个男人缓缓走过来 边走那男人还边在那边说道 西金斯和德莱尼都是因为有了YG才能压我们一口 这次听说他回来我们要抓住机会 男人话音刚落安赫小姐就看到尹哥 不由的皱了皱眉透着浓浓的不悦和冷意 他怎么会在这 红型的男人疑惑不紧 谁 安赫眼中寒光闪过 或十度身边的人 随即不由的冷冷一笑 法里滋客是这种闹着玩的场合吗 看到安赫满脸怒火 男人眼睹滑布一门暗闭 缓缓朝着尹哥走去 今天参加典礼的都是知名学者和各界要员 能让闲杂人等随便活动吗 男人随即看向一旁的保安立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要让我参加这个典礼 保安闻言不由的心里叫不 这人怎么得罪了安赫家 自己太难了 连忙上前对着男人安慰道 安赫先生 请不要生气 随后走到尹哥面前指高气昂的问 这位小姐 你有邀请函吗 如果没有 恐怕 尹哥将剩下的冰淇淋都塞进口中 然后才缓缓的拱口袋中 掏出邀请函递给保安 保安目光一丁落在了信明书写处 面色瞬间一变 保安回神后立刻恭敬道 请净 小姐 安赫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本以为允哥会被人赶出去 却没想在他们这样施压下保安还放他进去 更是对允哥恭敬有加 这让安赫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 允哥拿回自己邀请函 笑眠意地贴了安赫一眼 我还以为你们要赶我出去教我做人了呢 陪爷持续打脸开几 从不是我YG缺奖项 而是你们的奖项还缺了一个YG 陪爷永远是你陪爷 狠口安赫对着安保施压 不想让允哥进入会场 却不知允哥才是今天典礼的主角 安赫脸色争鸣无底地询问安保 允哥究竟是什么人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允哥竟然就是所有人想要拉拢的YG 会场内允哥进入后 来到钟老身边坐下 钟老看到他不由地狠狠地松了口气 允哥你怎么抬来 我都想一会替你上台了 陪允哥散漫地靠在位置上 懒洋洋地回复道 没什么 颁奖典礼快开始了 就听到台上颁奖嘉宾缓缓说道 那就有请 我们本届法里斯克数学奖的获得者 YG上台领解 随即又随意地笑道 大家掌声有请了 帝国学者难得上一次台 话音一落气氛陷入了一片悄无声息的际气 马库斯文言怒火中烧猛地起身冷冷警告道 这是学术圈不是政治立场的舞台 这样发言不合适吧 而此时懒洋洋坐在下面的培影 一手倚着脑袋 漂亮的同谋续着玩味和威胁 对世上他完全没有要上台的意思 颁奖嘉宾又一字一句地笑道 则 开个玩笑而已 YG小姐总不能不领发 忽然间第一排的人站了起来 颁奖嘉宾似乎觉得还不够又继续说道 这可是法里斯克奖 没人会不需要这样一个大奖放身 名垂轻视 下一秒不等众人反应台上的领奖嘉宾飞一脚快飞 就见YG把这一米八几的男嘉宾踹下台 那人人艳羡的法里斯克奖杯被扔在地上无人里混 影歌眉梢一条是洋洋洒洒的呼吸 眼底却蓄着射人的气势 让人莫名害怕 既然你都不介意自己管不住的 那也别介意我管不住的 颁奕哥看着地上的奖杯 又慢悠悠地拿起来 他倾笑地生为掩饰少年的意气风发又漫不经心道 不过 也有必要声明一下 从不是我缺什么奖项 而是你们的奖项还缺了一个YG 这话张扬又不逊 天天振奋人心 让人一阵热血沸腾 颁奕哥舔了下红唇气息悠长地笑了声 一手撑在颁奖台桌上 将奖杯稍重地放在桌上 感谢大家一直对我博科研发展的高度关注 那么从今天开始关注了YG 因为在未来40或60年内 能超过了YG的就只有明年的YG 这段发言 可以说得尚是放肆 但没人敢在台下叫嚣 所有人安静无声 颁奕哥勾了下唇脚 又松开了手中的奖杯 很荣幸成为法里兹克奖的获得者 但受之有愧 说完允哥就朝外走去 来了来了 颁也又被网报了 这次更是被抓到警局了 YG聚领法里兹克奖的事情迅速登上了热搜 网上一片喊话都是让YG出面道歉 更是觉得YG态度嚣张 行为恶劣至极 网上评论各式各样 范哲青看到网上内容十分愤怒 这群刁民 我女神是他们能瞎评判吗 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胡扯 旁边的商言贴了眼他悠悠说道 整理一下 等会儿他就来了 范哲青闻言有些头疼不耐烦地说道 那个继承人士吧 我没兴趣 谁爱见谁见 猛然间想到什么有些愣住 怎么是下午了 范哲青闻笑道 大小姐牛啊 又放鸽子 商言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水道 他在警察局做录路 警局里 尹哥刚到警局就看到 昨天被打的嘉宾里面 此时坐在轮椅上 对着尹哥冷冷道 YG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吗 裴允哥才没看着旁边的警员 懒洋洋地笑道 七十万的医药费也不是很贵啊 警官先生让我再补两脚 凑个一百万左右 警员瞬间被他这骚操作整无语了 好家伙 有够嚣张的 男罗一脸恐惧 连忙让人将自己推得离陪允哥远一 警员将允哥带到一个刻着身高的墙边 准备给允哥记案子 站好 给你拍照 而陪允哥一听 排了排眉梢 在对方倒数三二一的时候 允哥迟一片刻 缓缓比了个剪刀手 负责拍照的年轻警员第一次碰上这种骚操作 整个人有点懵 正有点手足无措的时候 他就被一旁的女警员一跑飞 女警员认真地交陪允哥手势比心 一脸银鼠笑地说道 哎对 就是这样 小姐来 咱们换个动作 女警员此时开心不已 恨不得上去捏一捏陪允哥的脸 但又不敢动手 天晓的YG居然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还长了张男女风吃的神年脸 旁边的男警官还想上前堵指 就在此时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男警员拿出手机接了起来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就听男警员认真地答应道 嗯 好 我明白了 此时已经拍完照片的允哥有些疑惑不紧 迷离的橘子有点不太对劲 还未等他想明白 就听到一旁的男警员说道 小姐 你可以走了 旁边的男罗在文言允哥可以走 就不干了 对着男警官愤怒地说道 怎么回事 他把我打成这样就 男罗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面前的男警官打断了 就见那男警官突然拿出手铐 对着男罗冷冷地说道 很道歉男罗先生 有人带着证据 向我们检举您涉嫌欺诈和粉丝 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的案子沉思 刚刚好像是那个警员接了通电话 是有人检举他 还是有人保自己 等陪允哥几人离开后 刚刚拍照的男警员拉住了女警员 你也胆子太大了 怎么随便拍案件照片 女警官不在意的总总监 局长都说了 只是做个样子交差 不会记录在案的 说完就将刚刚拍的照片发了出去 更是把剩下的照片全部都给删掉了 来了来了 咱们帅气捉金的杜爷出现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 原来在警局保允哥的竟然是咱们杜爷 或是集团 杜爷看着走进来的曾旭问道 他出来了吗 曾旭一脸认真的说道 出来了 先生 至于那个人会坐十年牢 杜爷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就摆了白手让他出去 不久电脑就传来听了一声 杜爷打开映入眼帘 就是允哥在警局拍的那张照片 或是杜妈撒着电脑里的照片 唇角勾起一抹完是不公的弧度 与气带着浓浓的宠蜜说道 哪来的小惯犯 胆子这么大 西金斯集团 众人再次坐在会议厅里 等着爸亲病的继承人 已经等着不耐烦的众人 纷纷抱怨起来 真不知道南希是不是疯了 居然选一个能去警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声音打断 抱歉 来晚了 坐在一旁的范哲清猛然间 就觉得这个声音十分耳熟 随即抬头朝着门口看去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映入眼前 来人正是裴允哥 允哥缓缓走进办公室 清悦的嗓音散案 刚从警局回来 范哲清看清了裴允哥的脸后 猛个一下站了起来 惊喜的就要喊出来 还未等他喊出 商宴不嫌不淡的声音响起 范哲清 保密协议 说完就对他比了近身的动静 范哲清瞬间清醒过来 他是牵过保密协议的人 可这也交不灭范哲清激动的心情 看着允哥一脸崇拜的说道 不晚不晚 人出来了就好 允哥看着面前的男人 心里一阵恶寒 疑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随即自然而然的坐在主位上 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陪允哥 允哥说完众人忽然陷入了一阵沉默 就这样 没了 旁边的商宴也被允哥的骚操作为整容主 这可真是够简单的 陪允哥手中的比快速旋转着 与其弹幕又危险 公司的项目负责团队 我还要提醒一下各位 我并不喜欢有人擅自主张 改我的项目 此时坐在范哲清旁边的一位高层心理不以为然 贴了一眼允哥心里暗暗想着 青少一直不满这位继承人插手技术 看来 却没想到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范哲清在听到允哥的话后没有生气 反而一脸兴奋的看着允哥说道 你要亲自操刀 天啊 我怎么这么信念 高层眼见范哲清一反常态站到允哥那边 只能自己看着他说道 裴小姐 真正的产品上市和您想象中的上市 怕是不一样 您能对亏损负责吗 裴允哥思绪片刻懒洋洋说道 既然我接手了 就不会出现亏损 而且你们之前的项目不是一直在亏损 这话犹如一把钢刀直刺入众人的心口 瞬间被刺的血肉模糊啊 来了来了 又美又撒的裴也来了 在面前西金寺的高层石也毫不惧怕 更是在掌控全局后 还不忘给他们心口 你们以前的项目不是一直在亏损吗 裴允哥不急不徐的扫了眼中人继续说道 从今年起 放手达不到十二位数的项目 项目负责人要负全责 想继续生产垃圾也可以 只要不怕年底我把你们当成垃圾清理出去 这话说完所有人都忍不住皱眉 心声抵触 突然一个年长的高层笑 语气带着几分瞧不起 裴小姐 您这才刚入公司 就想清除公司的人吗 裴允哥不缓不慢的 如果公司真有那么多人才 也不会是当下的局面 这话也让在场年长的高层们愈发看裴允哥不输 老高层冷笑说道 那如果裴小姐自己达不到这个创手呢 裴允哥拍了拍手下的一把手 慢悠悠的勾唇 那这个位置让给谁都肯 结束开会后 走廊上 一个棕红头发的男人 走向刚刚说话的老高层面前说道 德莱尼那个新项目 也不过创收13位数 新来这位说这种话果然是个头包 老高层目光一暗 语气透着恨意 可是商宴在背后帮他 棕红头发的男人不由的冷冷一笑 不如我们来谈个合作吧 会议室内 裴允哥将一份文件递给商宴 项目策划书 你看看 商宴接过文件认真地看了起来 旁边的范哲卿不由的凑了过来 再看清楚文件的内容后 瞬间眼睛发光 这是之前二国计算机所说的那个双形 而此时被挤到一旁的商宴 看着范哲卿满脸惊喜 范哲卿还没激动完 就跟裴允哥对市场大佬的眼神 有点让人怕怕的 随即就想到颁奖台上 在大佬派人的场面 幸好就在此时商宴开口替他解误了 这是范哲卿 之前在法里兹克领奖现场见过女子 一直很崇拜 范哲卿文言满眼心性眼 看着允哥疯狂的点头 随后想到上午的事情 范哲卿有些拘谨询问 YG 你上午是 裴允哥看了眼他 随意的说道 叫名字吧 昨天打了人 今天去留个案子 文言此时范哲卿忍不住回答 明明就是他责欠 打他都是亲的 可现在已经传到网上了 你打算怎么办 网上还有很多人 要求你给他道歉吗 裴允哥倾笑了深懒洋洋的 那也要等他坐完牢再说 而等范哲卿再次上网的时候 才知道裴允哥这话什么意思 网上的头条都被南罗占据 西域科研天才南罗一次被捕 南罗欺诈走私被抓 还有一段法里兹克现场视频 瞬间网上又炸了 允哥踹人的样子简直又又狂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然棒 裴允实在是太美太洒 在法里兹克领奖台上的视频 被人发上网后 从不是我YG缺什么奖项 而是你们的奖项还缺一个YG 这一段发言隔着屏幕都能感觉然棒 简直又又狂 银鞋办公室 秦友焦也在看着网上的视频 猛然间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还没等他细想就传来一声开门声 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秦小姐 久等了 秦友焦在看到男人后立马收起手机 起身面再讨好地看着他 阿尔内老师 你是银鞋最年轻的一级成员 愿意指导我 我就很感谢了 阿尔内缓缓地坐下脸上 买是自信地说道 你很有才华 安赫小姐也很看重你 我会让你一年内通过地级 秦友焦闻严不游的喜出望外 鹰鞋考试严格很多成员多年都不能升级 阿尔内居然能这么肯定告诉自己 一年内保证让自己通过地级 还未等秦友焦回神 就听到阿尔内继续说道 过了地级 你就可以参加二国一年一次的国际鹰鞋演奏会 那个音乐会能参加的只有每个国家的鼎集上流圈 秦友焦闻严不游的欣喜故隐 只要这次自己带着鹰鞋的荣耀回去 陪允哥就永远只配仰望自己 看着自己越站越高 想到这些秦友焦更加兴奋连忙向他道谢 谢谢阿尔法老师 而被他惦记着的允哥不游的重重打了喷嚏 一旁的秦玉看到立马上前关心的询问 允哥你怎么了 早凉了 要不要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我先送你回去 秦玉的话刚说完门口经纪人带着一个女人缓缓地走进来 允哥 制作人朱立明老师来了 允哥不想打扰秦玉工作 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下 我没事 秦玉也知道今天还有事情 随即看着旁边的女人喊道 朱老师 直接那女人眼神阴郁地朝着一边 秦先生 我们来商量一下你的编曲吧 他要不是觉得秦玉确实有才华 就秦玉这态度他根本不想和他合作 经纪人看着秦玉突然反应了过来 对了 郁敦你的耳朵没事吧 要不不戴耳麦 就直接外放 经纪人这话刚说完 不行 就听不远处的女人大声吼道 秦玉将住片刻就拿起耳麦说道 戴耳麦吧 可他耳麦还没戴上旁边 响起了一道嗓音 秦玉 众人错愣下意识看向旁边的陪允哥 陪允哥玩着手机漫条斯里 爷爷让我看着你 你出了什么事我不好解释 秦玉文言不由的高兴不已 允哥 你是在关心二哥吗 陪允哥瞬间被自己二哥的脑回路整网了 而旁边的朱立敏见着一个什么本事 都没有的附家乡 居然敢对他专业上的是直手话 也不由的冷笑 秦玉先生 我尊重你 但你也要清楚我们俩的合作 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和机遇 你确定要让人对我指手画脚吗 朱立敏的语气带着几分盛气凌远的傲慢 你平景期很久了吧 无非是还有以前的电影作品和这张脸撑着 而我的编曲已经拿过几次大奖 朱立敏的话还未说完 就听到一声淡淡的轻吃声 陪允哥拿起了助理拿来的卡布奇梦 慢悠悠的说 缺什么 就看到别人有什么呀 下一刻朱立敏脸色难看的拍桌而起 正巧此时小助理端着咖啡过来给朱立敏 朱立敏抬手煎在咖啡直接倒在她的身上 朱立敏不由的尖叫了声 看着旁边的小助理怒吼了 你是不是不意的 一杯水都拿不稳 小助理被吓到了却也只能不停的道歉 朱老师 对不起 助理的话还没说完旁边的情欲开口呢 谁让你给朱敏是倒水的 我给你开工资 是让你给别人工作的 二哥霸气护媚毒蛇怒对 陪暗戳戳的给自己家二哥写歌 兄弟两人好友爱啊 助理敏自以为自己拿过几个小假 就在允哥面前转上天了 更是在被允哥怒对后对着一旁的小助理包 二哥情欲将一切看在眼里 指桑骂怀将助理敏差点气力 助理敏推着脸直接拿起了自己的手提包冷笑道 秦颖帝真是好厉害 又是护自己的妹妹 又是护自己的员工 那就看你能不能护住你下个专辑的口碑和销量 助理敏走之前又否则说道 我倒要参看 秦颖帝还能找哪个音乐人来合作 还能破这次的危机 说完助理敏就消失在大家的视线 秦颖的经纪人却有些犯难了 这支歌前期宣传很重 助理敏是现在行业内炙手可热的音乐人 现在他走了我们怎么办 听说玉哥你妹妹在音信 不能找他帮忙吗 跨落所有人都反映了过来 是啊 那个少女钢琴家琴有交 然而下一刻秦颖的嗓音响起 透着几分凉 我只有一个妹妹 再想办法吧 说完秦颖转身就朝外走去 陪允哥文言转头 看着电脑上秦颖的编曲慢悠悠地扫尸了几眼 而此时刚走出去的秦颖就接到一个电话 而电话另一头的人是秦友娇 秦友娇笑了笑 声音又细又柔 二哥 我可以做得不比助理敏差 你可以跟我合作的 说完秦友娇眼底也流露出骄傲 但面上秦友娇还是道 我只是想帮帮你 我觉得允哥也肯定不会介意 二哥 秦友娇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秦颖立声打断 听着 我不希望我下次接电话 再听到你的声音 秦家和你没关系 我更和你没什么关系 说完秦颖也不给秦友娇开口的机会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就在此时秦颖收到一封邮件 秦颖一脸不解打开邮件 不明白这是什么 点开居然是一首歌曲 春日宴竟然是英血的歌曲 秦颖随即立马点开歌曲 瞬间好听的音乐声立马在耳边响起 等秦颖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才开始寻找自己妹妹 而此时的允哥正被挂在办公中当着布警网 允哥看着旁边挂得很开心 自己扭着绳子荡来荡去的黄可询论 我们要挂多久 黄可听言立刻停了下来 啊应该是一整天吧 可是好好玩啊 允哥 你荡荡看 导演那边突然说缺了两个群眼 多亏的你愿意来帮忙 陪允哥礼貌地回答 没关系 陪允哥下意识抬眼 却没料到居然看见了不远处的男人 俊美金贵的男人 姿态拥懒而又轻慢 一双淡色的同眸静 翘起的眼尾勾人 是霍识度 陪允哥第一个反应是朝后转去 不想被这男人看着自己挂在这 醋了醋了 陪业居然吃醋了 杜爷居然不怕死跟其他女人拉拉扯扯 还被陪业抓奸看到 大到生气可是很恐怖 允哥跟着秦玉来到片场 当巧导演那边少了两个群眼 就将允哥给拉过去当布警网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杜爷居然出现 允哥发现下意识就是躲起来 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挂在这 却没想到下一刻就听到黄可八卦的说道 那是秦玉吗 小哥哥长得也太帅了 秦玉 允哥闻言立马转头看去 看见了霍识度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 拉拉扯扯 相谈甚欢 随即就听旁边的女人开心的说道 很有CP感啊 旁边金白色头发的小姐姐 好像在拉着那位先生撒娇 黄可说道就发现玉哥这妹妹的眼神好可怕 陪允哥收回了视线不紧不慢道 看着还真火大呀 霍识度 你没了 感觉到陪允哥的语气不太对劲的黄可 莫名不敢跟他说话了 霍识度猛的一抬眼就瞥见某人 此时就在不远处荡荡悠悠的坐着人形背景吧 脑袋垂下好像心情很不好 霍识度避开了女人的玩手撒娇 语气懒散 有话就快说 我还在忙 女人一头金色偏白的头发 温柔又知性 此刻气愤的看着霍识度 识度 你也太不可爱了 比小时候还过分 根本就没有默默可爱 霍识度转身走人慢悠悠道 那我找个时间 把他丢给你 女人瞬间被气得吐息 追上去就将脑袋套在霍识度的肩膀上骂到 男人真是薄情寡义 霍识度不给任何情面地把女人的脑袋推开 低沉寡目的嗓音听上去淡淡的 却凑着几分警告 克里斯 贝尔南斯 你要不怕我找他过来抓你 你可以继续这么多 克里斯难以置信地看着霍识度怒吼道 你连小姑都威胁 我找你来谈遗产你就这么对我 霍识度贴了眼她 那点遗产 自己留着吧 霍识度说完就朝着允哥走去 允哥似乎也感觉到了男人走过来 不由得有些紧张 男人站在允哥身后不远处 看着小姑娘像只闹了脾气的猫 不由得无声勾笑 就在陪允哥想着要等霍识度出去后 立马罢工这个群众演员的时候 男人猛地走了过来 陪允哥慢慢抬起后 正好撞进男人似笑非笑的屏幕 男人看了会他 又嘀嘀地笑了声 他散漫地伸手 把人勾到了自己的面前来 认真尽得的小女鬼 好玩吗 完了完了 霍语吃醋了后果很严重 可看杜爷这大直男似乎一点不明白 允哥看到杜爷居然和别的女人拉拉扯扯 很是亲密瞬间就错了 在看到杜爷朝着他走来时 立马就想将自己躺起来 却没想到下一秒脑袋上就被轻轻弹了一下 这么好玩了 还要躲我 霍允哥一想到刚刚霍识度和女人亲密的场面 就脸上没什么表情的震开他 霍识度抬了抬眉梢 还是第一次瞧见小姑娘不高兴 两人沉默两酒 允哥看男人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抬起漂亮的同盟 盯了过霍识度 就忽然蹦出了一串词 三心二意 朝勤暮处 剑一丝签 张发惹草 霍识度大概也没想到 有一天这些词能贴在自己的身上 忽然把人拉了过来 悬空的裴允哥毫无招架之力 十分被动地看着他 杜爷他低笑声有些招人 带了点气笑的意味 什么意思啊 诬陷我 裴允哥看着这张脸 总觉得气消了一半 连忙伸手推开霍识度 却没想到男人并没像想象的那样拉住自己 裴允哥一推开他 忘记自己还在悬空状态 下一刻身体就朝着身后荡开 随即当回直接进男人的怀 红唇轻轻地印上了他俊朗的侧里 再又如羽毛般反而轻轻地塌开 勾得人心痒痒的 霍识度眸底不动声色的见识 允哥看着对方谋底会莫如生的模样 你刚刚怎么不抱我 允哥强装镇定声音有点冷酷 但也略有僵硬 霍识度很轻地笑了声 随即又低又词的嗓音在允哥的耳边响起 抱着你 事让云云好轻我意 允哥文言也不想跟他继续说下去 防缓放下身上的吊声 将自己从半空中放下 等到允哥双脚踩在地上 还狠狠地送了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男人不由地脸颊微薄 心里狠狠地吐槽地骂了狗男人 然而让霍识度没料到的是 一拍完小姑娘就直接自己坐车走 留着霍识度和秦玉站在原地 秦玉亲密了一下漆黑的同楼拍狗问道 哥今天不跟你回去了 霍识度漫不经心的脸额 秦玉文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为什么自己有种小情侣吵架的济事 不可能不可能 秦玉立刻否定了自己的念头 霍识度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 此时的度爷根根没理会旁边的秦玉 而是满心于过今天小姑娘 怎么不高兴这么长时间 宝宝们你们知道 今天云云为什么不高兴这么长时间吗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又撒又美的陪爷遇到了情感问题 该怎么办呢 吃素的云哥没有理会度爷和秦玉 正准备独自坐车回白客顿庄园 就收到宋谣发来的信息 想要约云哥晚上一起吃饭 云哥看到信息本是不想去 不知为何突然沉思片刻 回始神差的就回了个好 更是让司机改造去尼丽大学 随即不过片刻云哥就来到两人相约的餐厅 两人刚坐下宋谣就一脸感激的对着尼哥道谢 布维斯教授 还有项目的事 都要谢谢你 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要是没有尼哥 不可能就这样解决 他们说不定都会被尼丽大学开除 却没想到他说了半天 尼哥居然坐在一边在发呆 宋谣看着这样的尼哥疑惑的喊道 尼哥 尼哥 你还好吗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尼哥沉默片刻时只在桌面上敲了敲 语气意味深长的说道 是有点事 不太好拿定主意 宋谣眨巴了下眼睛继续询问 到底什么事 你会拿不定主意 感情方面吗 却没想到被他一猜就中 尼哥轻轻应了一声 宋谣有些好奇 你喜欢的人吗 裴允哥文言脸颊居然出现微虎 应该是 应该 对这个回答 宋谣有点费劲 于是换了种问法 那你有没有想到他 后面的话宋谣有点不好意思问出口 但谁知裴允哥突然笑了一声 灵艳漂亮的眉眼 有点不逊和故意的成分慢调思理 是想做点什么的 一瞬间单纯少女被允哥的直接警告 他真的担心裴允哥喜欢一个男人 就真往床单上滚了 宋谣沉思片刻问道 那就是喜欢了 允哥 你在纠结什么呀 喜欢就在一起啊 裴允哥叹了叹他神情无比认真 喜欢就要在一起 那在一起之后呢 结婚了 宋谣不加思索 宋谣这话一出允哥就脸谋 结婚这话立马让他想起自己前世母亲自杀的场景 瞬间就让允哥有些抵触和畏惧 宋谣看着这样的允哥迟疑的问道 允哥你是不是想多谈几个 这话一出允哥连连摇头 不是的 除了过时度 换作是谁 都不叫得常所愿 而他只是抵触不可知的未来 宋谣想了想突然不自觉握着允哥的手笑道 允哥 这是我也给不了你答案 但再等等 你会知道答案的 宋谣看得出 裴允哥今天无法做出决定的状态 可他也相信 裴允哥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老爸们你们他与允会做什么决定呢 阴邪办公室 阿尔内正在滔滔不绝地向会长推荐秦友娇 新成员中 秦友娇是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成员 未来一定 后面话还没说完就被会长给打算 等一下 阿尔内猛然一乱 就看到会长一脸激动将笔记本递给阿尔内 你听听这个 原来正是允哥给秦玉写的那首曲 此时已经在网上报了 网友们在听后议论纷纷 秦玉究竟是哪里挖来了这么尊大神 居然能写出这么强的曲 来了来了 裴爷新马甲出现了 裴爷的新马甲究竟有多厉害 看他帮哥哥秦玉写的曲子就知道 一首曲子迅速让秦玉的新歌爆 让网友纷纷探紧 就连秦玉工作室的经纪人都忍不住询问 玉哥 你是从哪找的大神 怎么都没跟我说 会不会是秦友交代殷邪 经纪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秦玉脸色不佳地打断 跟殷邪没关系 昨天殷邪的人还想通过我联系 随后他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身影 看着手机平榜上的隐哥 心里不由的暗自抵护 会和允哥有关吗 那位作曲人叫做殷 而能接触到之前的编曲搞的人并不多 秦玉打开和陪允哥的对话框 输入起文字 哥 输入到一半 秦玉如墨地眉眼看不出情绪 又删除了所有输入 只是给陪允哥发了个表情包 问陪允哥最近的情况 而他发消息的允哥此时正在咖啡厅 跟殷邪的会长见面 允哥不急不徐地问 不知道杜老找我 是为了什么事 杜老端起咖啡边喝边说 我是找运 随即杜肖愣了一会儿 猛然间反应过来 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明明就是运 允哥似乎已经习惯这些人杂杂呼呼 很是淡定地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杜老看着面前的允哥有些紧张问道 我想问问 裴小姐您有没有兴致朝音乐方向发展下去 他真是没想到 这当红边取人运 居然会年纪这么小 杜老看着允哥一脸稀许说道 裴小姐的天赋很好 我也不厚衣服脸皮 说要当裴小姐的老师 但如果裴小姐愿意 我愿意替裴小姐付录 裴允哥看着有些疑惑 可这样对杜老明来说 又有什么好处 这可是国内外热捧的顶级音乐家 杜老深深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苦笑道 的确是有求于裴小姐 我作为国际音乐家协会会长 是有执念的 总希望音邪能有为国人 可惜我六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疑了名 名不正言不顺的 允哥文言淡淡说道 我没有这种音乐 但如果杜老先生觉得 我适合加入音级 那么可以 一日一早 国际音乐家协会 就在网上发了个公示 欢迎立国音乐家 应女C级成员身份 加入国际音乐家协会 这消息一出 全网都热了 一时间网上议论纷纷 而此时有人在探到这个消息 忍不住直接砸了手里的手机 这个人就是阿尔内 此时的他面色争鸣 被气得浑身发动 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杜霄竟然不声不响 就让那个 名不见经传的音乐级加入 看这个架势 因为很可能是 他主意的下一任会长兴许 这原本该是我的位置 而坐在一旁的安赫 却是淡定很多 阿尔内做事不用太急躁 我会帮你解决掉音 文言阿尔内 有些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眼底满是音质 语气很是不满地说道 杜霄那么喜欢他 怎么可能会放弃他 安赫文言不由地 眼中含光一声 唇角不由地勾起 一抹诡异的笑容 那就让他不得不放弃 只有这样自己 才能得到想要 计算机界第一人YG 虽然有人这么不知死 跑去黑他的电脑 只是有多想不开 傍晚 允哥正在客厅内 编写音写考核需要的曲 刚写完正准备 将乐谱发给读销 忽然看到一条电脑提示 有人试图攻进他的系 陪允哥瞥了眼 食指继续着手中的事情 直到邮件发出 他瞥见那人总算快攻进来了 陪允哥吃笑了声 耳后不紧不慢地保存了文稿 准备给这个试图 攻进他电脑的人来点见面 而此时在某间办公室内 原本自信满满的男人 此时愤怒地握紧拳头砸在桌上 该死 地旁的沙发上 艾琳娜一脸不解的询问 怎么了汉斯 男人暴躁如雷 差点当场砸电脑 我被发现了 汉斯的神情难堪 犹如受到重大的躯遇 艾琳娜也跟着脸色一点 震惊不语 什么 汉斯是国内顶尖黑客 只是攻击一个音乐人的电脑顶会 艾琳娜的脸色无比争鸣 难不成应的身边也有电脑高手 还没等 艾琳娜多想 就见此时汉斯的电脑彻底黑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艾琳娜此时脸色铁青 她是第一次被人间接地摆人一道 那电脑就跟坏了似的 无论汉斯怎么操作都没用 此时的汉斯差点崩溃地想骂人 原来之前那个人一直把他当狗爽 而此时允哥正在检查 汉斯的电脑有什么玩意 瞬间就发现这电脑里秘密文件还不少了 不过片刻允哥就将文件给破点开了 让允哥惊讶不已的是 这人为什么会去查获市的资料 不过好在涉及的内容不是很深 允哥目光暗了暗思绪不久 他又发现了一个最高防护的文件 好奇不已他点开文件夹 下一刻 电脑屏幕出现了一个播放画面 跃入双目的是两具白花花的身体 随机恩恩爱的声音响起 允哥瞬间被电脑的内容搞懵了 忽然下一刻一指手伸了过来 一把拿下他在耳朵上的耳机 一向聪明睿智地撇允哥 此刻后脑勺一凉 玄机动作芳芒地关掉电脑 脑海里觉得自己要亡了 他肯定看到了 男人瞬间走进 将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了桌上 看着允哥淡淡地询问道 允允 刚刚在看什么呢 允哥满脸尴尬一脸悲心地回答 看 看电影 男人不慌不忙地伸手摸了摸允哥的电脑问道 看什么电影 允哥悄咪咪地将雨子划开一起 学习类电影 话音刚落允哥的小脸蛋就被男人一把抓住 十分自然地将一块水果喂给了允哥 或是杜未完水果不慌不忙地将允哥的影子拉回来 说出来的话却让允哥头一次深刻理解没脸见人的含义 学习类电影 都不穿衣服啊 陪爷看小天天被抓包打扮 求解 在线集等 再度也很漂亮地询问允哥 学习类电影 都不穿衣服啊 允哥尴尬地想用脚趾在地板抠出个洞 默默地将自己的旋转衣往旁边转 有些知识 穿衣服不太容易学 却没想到下一刻 男人线条优雅的手臂握住了陪允哥坐着的旋转 直接把人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允哥不得不和男人近距离对视 过时杜语气轻飘又招摇 行 那跟哥哥说 学到了什么知识 过时杜的目光泛暗的样子 陪允哥也不能说自己是碰巧非了别人的电脑 偶然看到了 舔了舔下唇不要脸的说道 你也都看到了吗 过时杜也是没想到 他会看到这小孩偷看这种东西 语气淡淡的听不出情绪说道 看到了 尹哥突然层生出了求知欲 觉得怎么样 过时杜文言好看淡色的同眸凝深 一人的语调莫名威胁 想知道啊 过时杜伸手摸了摸尹哥饱满的嘴唇开头 这种知识 对身体不好 尹哥文言瞬间无语了 这狗男人是不是又在说风话 可他没有证据 杜霄并不知道尹哥这边的事情 在看到尹哥的曲谱后 很快就给尹哥回复了邮件 很好 好好练 争取直接拿到B级资格 末尾还有国际音乐家协会的定位 一日 在在尼里的市中心 一座古堡式的白色建筑 这是阴邪的地址 尹哥当走进去就听到工作人员询问 这位小姐 你的证件了 他抬了抬没烧迟一片刻 还需要证件 工作人员眼也不抬继续开头 你的学号给我报一下 尹哥看着工作人员淡淡的说道 我没学号 工作人员瞬间明白了 又是一个准备蒙棍过关的 历年来总有不死心的学生 趁着今天阴邪的老师们在 想混进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工作人员十分熟练的指了指旁边说道 行 那你就等有学号再来 累了就去那边坐着 陪云哥看了眼他 转过头发现那一排有十几个人 等他坐过去的时候 旁边的男生顺嘴问 你也是没市场阴邪 打算待会儿闯进去考核的 不是 云哥边说边给杜骄打电话 却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都没人接 他没稍不耐的动了动 直接从包里拿出了笔记本电脑 键盘声啪响不停 旁边的男生十分佩服的说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打游戏 顶哥没有说什么继续手上的动作 而不远处一个正准备去考试的女生听到声音 忍不住皱眉扫了眼他们 带着几分绩效开头 这些人连入门资格都没有就说明没有天赋 还要赖在这里 为什么不让他们走 工作人员看着女生解释道 依奈小姐 这是上面的规定 您请进 依奈嘴搅勾了勾机桶的弧度 转身离开 陪爷开启操操作 不是说我没有学号吗 陪爷立马给你弄一个出来 本口的工作人员瞬间被他给整蒙了 一脸无语的看着颖哥说道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了没有学号 陪颖哥打断他慢悠悠的说 我有 学号六个六 你试试就知道有没有了 颖哥一脸确定的看着工作人员 大有一副你不帮我查我就不懂的价值 工作人员嘴角一抽这小姑娘当我是傻子 却也无奈的在电脑里输入六个六查询 结果真跳出来了一个学生信息 工作人员震惊不已 这是什么情况 居然真的有 随即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女生 又看看档案里面的照片 确实一模一样 工作人员反应过来后 拿了一块牌子给他让他进去 而此时几位大佬在接到会长的电话 连忙跑到下面来 边走边在那边吐槽 会长说 今天那个运回来 说让我们都来看看 中间站着的男人边走边运过问 真的假的呀 会长人都还没到 我刚看系统里也还没有运的名字 一直没作声的一名老师沉默片刻不满的开头 直接升C级成员已经破绝了 阴邪还从来没有直接考到B级的线路 在二楼考试的学生 在看到鼎层老师下来 都满脸震惊不已 什么情况 鼎层的大佬们都过来 这是为什么呀 我考核了这么多年 都没见他们下来呀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排场 有人震惊问 要知道像他们这些初级学者 平时看都看不到这些阴邪的神级人物 今天这些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 依赖突然开口 会不会是那个力活人 我们阴邪最年轻的成员秦友娇 众人突然想起来了这么一个人 而就在此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消息 秦友娇 恭喜学号417005 成功晋级 成为D级学员 连等级役 瞬间外面的学员都惊呆了 秦友娇这才来阴邪多久 居然考核D级 我连一级都考了很多次 我听说秦学姐家境还非常好 世卫国的名门千金呢 现在住在安赫家的福威玫瑰庄园 几个人忍不住羡慕的议论 秦友娇对这种的声音 也早就习惯了 眉眼透着几个傲气和赞默 只是唇角仍是压不住的勾气 在阴邪这段时间 没有那个人的存在 他已经找回了当初被众星同月的感觉 秦友娇刚准备离开就被旁边的人喊住 秦小姐 你好 我叫伊奈 我的父亲是本周的周长 他上次看过你练钢琴的模样很欣赏你 伊奈的意图很明显 秦友娇转身看着他笑道 不用喊我秦小姐 感谢你离周长对我的肯定 伊奈小姐考核结束后愿意跟我去喝杯咖啡吗 而此时就在不远处 允哥不慌不忙地走进来 工作人员看着允哥询问道 你的目标级别是 允哥摘下了帽子 露出了精致明艳的面容 语气有些狂妄的开口 陪允哥 学号6666666 预测考核一集 陪爷打脸模式开启了 看不起陪爷就等着被啪啪打脸吧 考核叫室内 几个老师正在聊天 就听到其中一个老师感叹 我觉得秦友娇很不错 人年轻还努力谦虚 阿尔内看着考核表突然赤笑一声 可某些人比起来 的确是谦虚 今天有人要直接考核一集了 文言旁边的女老师惊呆了 一集 可是我们阴邪不是不允许直接报考一集吗 阿尔内看着手中的资料淡淡的 学员都很有自己的本事 只不过这样的人 不应该留在阴邪 旁边的女老师文言不再出声 心里却不由得暗暗苦头 阿尔内自己是台奥物 最讨厌没真本事全靠走后门的人 这个学生怕是不好过 不过阴邪有谁会安排学生考的集吗 就在此时一个女孩推门走了进来 众人的目光不由地都落到她的身上 女老师看着开口道 做个自我介绍吧 尹哥摘下帽子 露出了精致明艳的面容 然而还不等尹哥开头 阿尔内就打断了她的话 既然这位学员这么有自信 先表演一段也不急 这些介绍考核表里也有 尹哥抬了抬眉梢 漫不经意地扫尸过阿尔内 也不介意先考核于是淡淡开头 可以 随即尹哥就来到了钢琴前坐了下来 就在他准备要开始演奏时 就听到阿尔内说道 如果你没有通过 那么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我会让你离开英系 尹哥半仙起眼 漂亮的眼烧一弯 眼底却没什么温度 是吗 那我考核通过 你的位置是不是就留给我了 这话几乎是让人头皮发麻 都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这么狂妄 居然敢跟阿尔内叫板 阿尔内眉心就了下 把资料丢在了桌上 与气淡漠开口道 那要看你的本事了 兵哥文言不由地勾了下唇 动了动手指应声 随后好看的指尖就按动了两下琴键 接着 一段节奏大胆而又极富个人色彩的钢琴声 变响了起来 随着兵哥演奏声不断传出 好和教室的老师都惊呆了 这样的曲谱难度 是他的原创曲目吗 整首曲谱的难度很大 需要高难度的技巧去演奏 并且带入情绪 这些是他这个年龄能够具备的演奏能力吗 即使是让他们来演奏这首曲目 也要磨合至少一周以上 其中一个老师越听脸色变得越难看 这个创作风格 似乎在哪里听过 很快兵哥就演奏完了 几个听完他一整段演奏的人 梁亦从尾锥直上后脑勺 一种鸡皮疙瘩要冒上全身的代表 这是谁弄来的神仙 刚才的女老师下意识就询问 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 陪允哥不假思索道 白克顿玫瑰 女老师傻眼了 为什么是玫瑰 陪允哥沉默片刻 因为我家只有玫瑰 众人忽然陷入一片寂静 女老师忍不住试探道 女家是白克顿庄园 陪允哥不慎在意地应了一声 女老师瞬间觉得那么的不真实 白克顿庄园的主人 居然是个一国的小姑娘 而阿尔内这次恐怕踢到铁板了 而此时的阿尔内的脸色也是很难看 郁茶妹妹被打脸了 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却没想到最后脸都被打肿了 讨河教士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声 你适不适用 陪允哥云淡风轻地硬了一声 而其他人一听浑身僵硬 允居然这么年轻 难怪敢直接考核一集 没想到这人居然适用 阿尔内文言脸色铁精地怒吼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进来考核 允哥瞥了他一眼开头说道 进来的时候 也挺想说明情况 众人瞬间就明白了 被阿尔内直接给拦住了 一顿下马威了 阿尔内文言脸色瞬间就僵硬了 允哥重新盖好帽子 语气不嫌不淡地询问 那我的考核通过了吗 而此时等待去 秦友娇正跟依奈坐在一起聊天 依奈看着秦友娇满脸好好的说道 友娇 今天顶层那几位老师特地过来 一定是为了你 秦友娇眼底划过了一模优色 没想到顶层的那些大人物 会看中他的天空 哪有 大家都很厉害 秦友娇面上一脸谦虚地说道 下一秒秦友娇余光一早 似乎在郭道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猛的瞳孔一缩 陪允哥 秦友娇猛地起身就想追上去 旁边的依奈看着秦友娇这么鬼怪 不游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询问 有娇 有娇 秦友娇转头看着他突然询问道 依奈 你在鹰鞋见过那个人吗 依奈抬头看着不远处的 允哥不游地喊出声 以往好像在门口进不来的那群人里见过他 他怎么混进来了 怎么 你认识 秦友娇文言不游地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陪允哥果然还是那个尚不得抬面 顿时心情很好地对着依奈说道 没 看错了 可还不等秦友娇笑完突然公告声就响了起来 这让所有人督下意识看向大屏幕 接着晋级的清晰字眼出现在屏幕上 恭喜学号666666学员 成功晋级 成为一级成员 远等级 五等级 秦友娇目光一冷忍不住捏紧拳头 而此时走廊上允哥正在跟杜骁发消息 我考核完了 杜骁有些激动地询问 过了B级吗 允哥看到消息不慌不忙地回复不是 就在裴允哥准备告诉杜骁他过了一几时 突然间就听到旁边传来喀喀 喀喀的声音 随即就看着一个女生从窗户外面爬了进来 两个人四目对视 气氛干扎了起来 女生更是面容僵硬 没想到爬上来就被人逮住 路见不平拔脚相助 裴叶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人 考核教室 依奈正在演奏自己的作品 虽然技巧和情绪这块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但在创作方面老师还是觉得很可取 却没想到下一秒门口就传来一阵小提琴声 考核的老师不由地疑惑不紧 这是哪个成员居然跑到考核现场来练习 而此时正在演奏的依奈在听到这段熟悉的情侣后 不由的脸色一变 考核的老师这时也听出了不对劲 没有让依奈继续 而是淡淡地开口 依奈小姐 你可以出去了 依奈气得浑身发走 走出考核教室就看到当刚从窗户爬进来的女生 拿着小提琴在大厅自不自地拉着 莫小琴 这是在干什么 谁整你进来的 莫小琴冷笑了声 你不是喜欢偷搞吗 老娘让你偷 演奏水瓶还不如我 我看你拿什么考核 依奈闻言瞬间脸色大变 猛的就想冲上去 疯子 你这个贱民人 却没想到下一秒不知哪里伸出一只脚 直接把人给半岛在地 那沉沉的肉壮声 激得人头皮发麻 依奈趴在地上转身探拳 居然是允哥不由的脸色大变 是你 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依奈此时被气的脸色争鸣 对着不远处的保安大声喊道 保安 这两个人不是阴邪的人 是混进来闹事的 秦友焦目光一冷 忍不住捏紧拳头 裴允哥还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混进阴邪还要强出头 却没想到下一秒一个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这是在做什么 秦友焦转头看去居然是杜霄会长 他怎么会来这里 那保安看到是会长怕被骂连忙上前解释的 杜会长 我们这就把这两个混进来的人带走 杜霄文言不由地愣了片刻 混 这位是万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隐哥打断 我是裴隐哥 杜霄愣了下反应过来后 明白裴隐哥这是什么意思 也是 身份当众曝光很容易被人听上 隐哥看着众人眼中寒光一闪 确实是有人混进阴邪 拿了别人曲谱的垃圾 也能通过阴邪的考核 一耐文言立马就炸了 一脸猙獰看着莫小琴怒吼道 你说谁是垃圾 莫小琴也不怕他跟他当道的 谁挑戒曲谱谁就是 杜霄此时也大概明白了事情 看着允哥解释道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随后就听陪允哥不疾不徐地 弯传道还是查清楚的 毕竟这位小姐徒手爬二楼 别挺费劲的 会长办公室 杜霄看着对面的女老师 认真地询问道 挑戒曲谱 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女老师此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刚刚有人在考核教室外面演奏 和依奈一样的曲 但技术却明显比她好的太多 原来是这样 女老师看着会长有些为难的开口 会长 依奈小姐她毕竟是周长的女 应该不会 却没想到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杜霄打断 这件事明天我要一个处理结果 随即想起什么脸色很不好的开口说道 对了 用今天的考核 女老师一听会长提起 因不由的心理一惊 难道是她跟会长告状了 却没想到会长下一句话 让她有些听不懂了 硬是为什么没有通过考核 随后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 我回去让她再准备 女老师文言立马急了 会 会长 谁说她没通过 她是一级啊 杜霄文言不由的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 而此时依奈听了 秦友娇的挑拨不由的怒火风烧 越级考试 她肯定也是从杜霄那走了后门的 取报了 她有什么资格 秦友娇胸膛也聚起怒火 眼神稍着急愤 但又很快恢复如常 依奈 要是这样这件事就很难处理 毕竟杜霄老师是会长 这件事在阴血很容易被压下去 依奈立刻握住秦友娇的手扬求道 欲查妹妹轨迹多端 再看到允哥出现阴血 又急度地想出阴招陷害她 随即对着旁边的依奈 像是在为她考虑说道 依奈 这件事可能只有你的父亲能解决 我听说 肃老也做不了警惠会长 秦友娇似乎无意识地提醒依奈 这话瞬间让依奈少了几分期待 眼底划过一抹 好 我一定会让她滚出阴血 秦友娇文言勾了下手 随后想到之前的事情又担心不已 陪允哥居然来了阴血 还得到杜肖的亲爱 是她完全没想到 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心里有些怨恨的想 埃里妹知不知道这件事吗 而此时C17所内 男人接到电话男脸里获得到询问 看似忽然被人爆出的黑料 还有安克家那些灰色产品的消息 是哪里流出来的 查到了吗 电话那头的人谈可回答 还没有 男人让那边的人继续查就挂掉了电话 此时正是C17的副局长选人 C17是设立在本周的情报机构 有六个分部 其中一个分部就在一国 不参与任何国家纠纷 主要负责是收集情报 分析 处理 维护周内的秩序 应对一切恐怖主义和活动 这次在知道汉斯的事情后 就一直在查 汉斯可是世界最顶尖的faker之一 能够攻破他 让安克脱藤的人 不是什么样的吗 一日 白客盾庄园 允哥拿了把剪刀来到院子里准备剪灰龟 旁边看到的孙管家差点当场婚过去 小 小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 陪允哥叹了眼啊 齐玉拍宣传片需要一百朵玫瑰花 孙管家闻言已经浑身僵硬 心口跟着剪刀的清脆咔嚓声而发炭 仿佛剪的不是玫瑰 而是他的心脏 您 不能让他去买点其他玫瑰吗 孙管家做的最后的挣扎 这可是全世界最好的茱莉叶玫瑰 你就要三百万了 允哥抬的抬眉其余肯定 我们家的玫瑰不外面的好看 孙管家直接上去握住陪允哥的顶道 目光紧绝 像是在保护自己的含 小姐 刀架自己脖子上示威 最后允哥还是抱着一大树花鱼 孙管家看着允哥手里的花心碰壁 拍摄场地 导演盯着着朱丽叶玫瑰 总觉得有点熟悉的感觉好奇的询问 允哥 这玫瑰怪好看得多少钱啊 允哥看着手里的玫瑰想一下 不知道 应该挺贵的 毕竟孙管家看着那少了的一小花花 差点心脏病发两眼一飞 差点急需酥笑就出来 导演爽朗一笑 觉得小姑娘还真有意思 几十朵玫瑰能跪到哪里去了 这样吧 算我们公费 不用了 尹哥当拒绝 就被导演打断 哎 你这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像是连一百朵玫瑰都买不起人啊 随后导演就吩咐吓误将尹哥带来的玫瑰 去把花瓣摘得扑在地上 陪尹哥眼皮动了动 也干脆随他去了 陪爷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杜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傻眼 电场不远处走来了一个熟悉的男人 身后的曾助理小心翼翼的提醒 杜爷 陪小姐在哪 杜爷看着不远处的小姑娘站在一声 曾助理知道上次陪小姐就没跟杜爷一起 两人肯定是闹便宜 或是杜爷第一次面临小姑娘闹脾气的情况 防防地朝着小姑娘走去 陪尹哥用余光瞧瞧地打扮他男人 心里不由的暗暗思量他想说什么 他迅速回神抬眼对世上或时度眼烧一弯 杜爷 你来这有事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接着忙 说完就转身离开 看着这一幕的曾助理心之肉套 这还是第一次听陪小姐用这样的语气跟杜爷说话 显然是气得不起 就在藤助理以为 或是杜爷会动物的时候 却见男人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狠轻的低笑声 这次藤助理浑身一顿 杜爷被陪小姐这样吓唸 居然还笑得出来 而另一边助理在听到导演要出钱购买一些玫瑰 不由的精的话都说不出来 导 导演 发钱 导演看着小子这么磨磨唧唧中人 发钱 快给人家女哥打过去 别磨磨唧唧的 助理手里拿着手机一脸非线派的导演 咱们的经费可能不太够 导演一听力马不大 你瞎说什么屁 抬头就看到助理手机里面的内容 导演瞬间感觉头皮都已经不是自己头皮了 手里的剧本也掉下去 突然间导演想起来了一件事 他刚刚去让厂屋 把朱丽叶玫瑰摘半 导演斗然清醒 立刻拿起桌上的喇叭 不过一切的往里面敞地冲 都给我他妈住手 放开那些玫瑰 别他妈摘半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魂过手 此时为了福利 正躲在休息室 允哥在休息室里等了几分钟 想着杜爷此时应该离开了吧 这才悄无声息地推门朝外看去 在看到门外只有工作人员时 允哥才加快脚步朝外走去 街道上允哥边走边 想着杜爷今天来骗场做什么 难道是有事情找情欲 猛然一个念头浮现在脑海里 难道又是来见那个女人了 想到了那天那女人靠在她肩膀上的事 她和别的女人 也能这么谈笑声风 瞬间允哥的心情不好 一时间忍不住低骂了声 狗男人 张话惹吵 话音刚落就听到身后残难男人的声音 于于这是在骂我吗 诸文声音允哥心里惊 随即脸上表情微顿 若无其事地转头想要离开 此时男人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懒散的指尖加烟 心烂的已在车窗边 他眼神轻飘 笑起的眼尾更多人 大小姐 是不是该跟我回家了呀 咱们允哥可还在生气 怎么会这么就妥协跟她 很快就转身离开 或是杜健壮也很快打开车门 直接追了上去 隔边的公园广场 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能看见 一个西装革履的俊美男人 迈着大路 跟着前面的裴允哥 云云 高跟鞋很累 男人跟在后面低红笑道 他没见过裴允哥穿高跟鞋 只听过克利斯 费尔曼斯说 女人穿好鞋是这辈子 最受罪的事情之一 裴允哥的确没怎么穿过 所以脚后跟动模糊了 再听到后面的男人这么一说 裴允哥挺潇洒的把鞋子给甩 就试图在广场上 在外人眼里一个长相 明练桀骜傲的女孩 头也不够地往前跑 却沐民让人觉得傲娇又炸毛 身后斯文金贵的男人 跟着捕身捡起了双刀跟鞋 在身后笑着惊 云语 地上梁 这画面简直太熟了 而在看到或是那天 跟女人亲一个画面女哥赢 男人跟那个女人 也是这样含笑 裴允哥目光一暗 第一次有种心口被针扎的 吃醋吃错了对象 怎么道歉比较不丢人 裴允哥在线急等 允哥吃醋生气不理不言 更是任性地将脚上的高跟鞋 给直接蹬了 视角在公园里走 杜爷眼见小姑娘怎么都哄好 下一秒直接上前蓝腰 将允哥给打横到起 允哥贴着他温热的体温 只闻到男人身上淡淡好闻的冷淡气息 随后男人将允哥轻轻放弹 单膝微虚仰视着他 折腾我没什么 但别折腾自己 随即将允哥的鞋子给他扛回去 允哥低眼就能看到 这个斯文精贵的男人 正当西半会在他面前 突然就生出一种 这个男人不论他比较好 都会纵容他的错觉 在想什么 男人又低又慈的声音 打算他的思绪 允哥下意识就海眼 目光落在男人性感的猴蹄上 那颗欲得不禁的轻质 为使神开的就真伸出手 想去摸男人猴蹄上的轻质 可等真摸上后 去莫名的耳朵发掌 他这是在做什么 忽然低头亲了一下他的手 占了便宜就要负责 秦宇那边已经没事了 我让曾旭订机票吧 我们回云城 隐哥看了眼他有些惊讶 你也回去 男人半掀起眼眸 红萝的情绪明明烈明 一寸不必地看着他 你以为我为什么来女人 他仿佛目光被烫了一下 很快挪开眼 也不适合那女人 话说到一半 声音就假而耳之 但或是都听到这说到一半的 再加上这两天小姑娘的闹闹 很快就反应过来是为了什么 男人眼神确实勾勾的冰着他 云云 你再不行了 以后还是会见到他 他下意识抬眼看看 某底的暗色稍动即逝 不动声色的轻掩了拳 允哥一直知道自己应感 自我也许在感情这件事上 自己骨子里就是另一个梦名 感情方面或许也是个疯 却没想到下一条男人 暧昧着声音响起 毕竟那是我心窝 陪允哥浑身一对 是他大意 瞬间允哥就在思索 失措的付责道歉比较不丢人 临城AM计算所 此时允哥正拿着简讨书 站在于广和中盛名 南西几人面前 挺没感情的开始念 我错了 我不应该出动 做出违法乱计行为 我应该约束最深行为 今后保持有爱 为人民服务 在需要我的时候 也愿意领导 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为祖国的特殓事业奉献医生 让祖国以我为荣 听允哥念完检讨与广 心可一声总结说道 诸国领奖在台上殴打颁奖嘉宾 这个还是需要教育一下 随即便脸兴奋的通知 既然你愿意成为志愿者 那么刚好就有一个 带队立功的机会 这件事就这样吧 明天司教授带你去实验室报道 允哥文言浑身一顿 目光凉嗖嗖的扫射过四成年 四成年这写的什么破点好 他是故意的吧 四成年憋笑 躲开陪允哥的视线 却忍不住有着自己的故意 猛然间四成年想起一件事 有一瓶给你的要寄到实验室 随即四成年拿出药品给允哥 允哥结果要有些疑惑 不游的从瓶子里拿出一粒汉的汉汉 知道是什么成分吗 四成年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不过听说是崔鹏川专门为你准备的分子 安全性相当高 晚上房间内 允哥看着手里的要不游的 就想起上次于崔鹏川见面的场 崔鹏川很了解自己 紧紧紧紧面 他就看出了自己一直在控制着自己 随即拿起要缓缓地放进嘴里 堂堂练记算是第一人外置 因为犯错居然被封肺去打发 云城第一研究院 陪允哥拿着自己的志愿证证 顺通无阻地来到了一间宽敞办公室 里面有个年纪不大的青年 允哥敲了敲门 青年贴了眼陪允哥 眼底滑过一抹经验询问 你是谁 随后目光很快落到了他的志愿证证 上面写着志愿者陪允哥横着血液 眼底滑过的一抹失望 打打的 青年不由地叹了口气 高三的志愿者能做什么 只能转头看着电脑上的任务说的 你去把这份资料复印下来就行 两个小时内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两个小时后 允哥才回到办公室 将丁陪生让他复印的资料放在桌上 语气淡漠地询问 丁教授 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家学习 说完允哥就想转头走 却没想到下一秒丁陪生喊诸允哥 你等一下 随后指着电脑上的名单询问 你认不认识这群人 允哥眼底滑过一抹案子 那名单上的人 陪允哥的确认识大半 都在几个群鸟里 就在陪允哥准备音声的时候 他听到丁陪生喝笑 我真是疯了 虽然问你认不认识 允哥很是无语 他真的很想告诉他里面 大部分自己都认识 丁陪生柔了柔眉心 自言自语 所以 我到底要怎么才能邀请到 这些重量级的科研家 陪允哥丁龙扫了眼那名单 还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你要请他们做什么 丁陪生里面 我在策划一个全球创新科技项目展览会 要是没有这些大事参加 其他人就更不愿意来参加 这次科技展览会 允哥不假思索的悠悠道 你可以先邀请一个核心重要人群 再找一些对这位感兴趣的人喊 以此类推 再用一些特殊甜头 让他们帮你去推广下去 丁陪生能邀请到不少 丁陪生闻言不由的皱眉 可我又不一定要请到 什么厉害的核心重要人群 允哥云淡风轻的女孩矿泉水 喝着矿泉水 就听到丁陪生突然双眼啪亮 有了 我可以邀请外界 突然听到旁边丁陪生的话 丁陪生刚喝进去的水猛的客人 丁陪生看到 丁陪生这个反应左右的羊羊 看看 连你对YG都这么激动 那别人也肯定很激动 陪丁陪哥也没想 这个坑会挖到自己头上 留下话转头立马毫立连地 我还是先去打达了 丁陪生看着 丁陪生消失的方向 怎么回的 这个学生不会近 一个高三学生他怎么会随起 雲大实验室的学生到来 几个人在一起分配工作 丁陪生轻描淡写 说着展览会的工作有问题 等说到关于你要科研家 接待工作交给谁时 徐安兰刚举手想要自见自己 就听到丁陪生宣布交给谁与哥 这让众人忍不住众媒 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嗨特这个志愿只是什么来的 不然教授怎么会把能够 接触到知名科研家 这种重要工作交给 我们安兰哪里不够优秀 还抵着上一个异工 那人还没说完 就被别人推得下手 就看到徐安兰脸色異常难看 手里的文件已经被捏得变弃 不是什么专业技术上的 给谁都一样 说完去安兰转身走 此时他心里也是一过不几 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谁也被发配去打打也是你的 刚到研究院就被违以重任 这瞬间就引起了其他人的顾问 办公室里众人都愁眉不等 因为丁陪生的项目数据居然出现了问题 半个小时的众人都毫无头绪 就连去安兰思索半天也没有头绪 他皱起了没暗暗思索 这好像是用到了马库斯的算法 突然间去安兰眼角余光 偏见路过的尹哥 不由的心中灵光意识 立马唇角一弯 眼底划过了淡淡的潮 陪同学你想一起看看吗 去安兰这话刚说完 旁边的同学立马愤愤不平 安兰你教他做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这些 却没想到下一秒尹哥就走到了电脑面前 坐下想要拉过键盘开始操作 那男同学立马伸手想要阻 陪尹哥 你不要乱动丁教授的数据 万一项目毁大 丁教授绝对饶不了你 兰哥盯着屏幕看了片刻 台湾悠悠的反论 这种数据都能弄错 他要怎么饶不了我 说完手就在键盘上将数据给打过来 而此时走廊上次成岩到了研究院找兰哥 透过玻璃看到兰哥正在电脑前抛作 旁边还为了很多人不由的好奇步 哎又干嘛呢 却没想到下一刻就看到丁奎生激动的海子四成岩 眼睛都在发亮 严哥 四成岩转头看 你找我有事 丁奎生有点紧张 严哥 你怎么在这 我的项目出了点问题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四成岩文言都怀疑 丁奎生的脑袋是不是找来了 丁奎生你傻了 陪兰哥在这 你让我改 丁奎生突然反应过来 你一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陪兰哥在这 四成岩喝笑了声 就自面的意思 连你送了个外挂 你还做不好展览会 上面人绝对思问 随即四成岩就看到兰哥从里面跑出来 连忙上前喊声陪 随后四成岩就跟着兰哥边说着什么边离开 身后丁奎生看着两人的背 不由的心里震惊不已 嘿 快挂 丁奎生脑子都抢人了 等缓过神来 丁奎生朝着办公室走去 刚走进去就听到林大学生纷纷朝他道传 教授 这个数据肯定改过 你看看还能不能改过去 还没等他们抱怨呢 丁奎生就打算了询问到底什么事情 随即就被同学拉到电脑屋子前过去 别让丁奎生看还在旁边 好 我也是活了 怎么还会有陪允哥这种人 不懂庄总 丁奎生此时也明白了 仔仔细细地看着屏幕里面的数据 瞬间浑身僵硬了 这数据是对的 这话一出场上的气氛越冷 丁奎生神色更加民重 陪允哥到底是什么人 这可是YG改进的幻散 国内没几个人会啊 来了来了 陪业又又又开启打脸模式了 不知死活的人居然嘲笑陪业请不来科研大佬 却不知陪业自己就是你高攀不起的大佬 丁奎生在经过思成延和数据修改事件后 看着允哥的眼神不由地都带着审视 甚至怀疑这是个天台学生 从那天开始每时每刻都在偷偷地打量 允哥叫花石躲在身后打量 允哥到水石躲在旁边盯着他 就想看看这个女孩究竟有什么特别 能让思成延对他这么尊敬 去安南看见丁奎生对陪允哥越来越上心 连邀请学术圈知名人士这样的机会 都交给了陪允哥 心里满是疑惑不明白丁教授 为什么对陪允哥这么关系 于是主动跑去找丁奎生自建 教授 二国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罗运生 可我父亲是高中同学 我可以试着去邀请他 丁奎生愣了下 好 这次活动还是希望能有更多国外领域的 科研家能来一趟 罗先生是有名的学者 前阵子还去了法里兹克奖的典礼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也不知道陪允哥那边什么情况 这几天都没见他邀请什么人 徐安南文言立马开心地笑着音声 随即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给罗运生打了个视频电话 几分钟后 视频电话接通了 徐安南笑容满面 刚喊了声罗叔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对方语气不太好的人 你有什么事 要给我打视频 徐安南表情一下就僵住了 没想到罗运生会这么没耐心 但下一秒 徐安南迅速反应了过来 罗叔叔 是这样的 我们云城过几天会举办一个科研展览会 会邀请不少人 你想不想来看看 我没空 罗运生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就在罗运生询问徐安南 没什么其他事情自己就关 却忽然眼尖看到了一方而过的人 他浑身一对 那个刚刚走出去的人是谁 他没有眼花吧 那个是YG吗 参加的人都有谁啊 罗运生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徐安南愣了下 随即感觉这是有转机立刻的 目前还不确定 但是一定会有不少重量级的学者参加 罗运生心里抓痒了 他才不想知道谁来参加展览会 他只想知道YG会不会来参加 正在罗运生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但下一刻又看见尹泽抱着水 晃晃悠悠的悠悠进了 立刻改口道 我会去的 徐安南听到这话 像是被好运杂中 瞬间激动起来 徐安南欣喜若狂 等挂断电话后 徐安南扫了眼陪允哥 嘴角勾了起来 允哥 你这边的学者接待工作怎样 有邀请到名单上的人吗 允哥看都没看 只是淡淡地回到不及 随后允哥拿出手机 拍下了这份名单 点开群聊相亲相爱一家人 玫瑰 询问群里的那群大佬 有谁认识名单上的人 很快群里就有了回复 思成言和钟老运过不解 询问什么意义 周末平回复里面 好像三个是他的学生 陪允哥直入主题告诉众人 后天有个展览会得凑点 周末平想都不想 就说那天自己带学生一起去 钟老也立马开启 不独地让思成言去捧场 于广一听允哥有展览会 立马也要去 白铭章看到名单上 有自己的名字 表示自己也要去逛逛 展览会当天 薛安南一早就在门口等待罗运生 很快罗运生就来到展览会 而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熟练的人 此时正在跟罗运生确定道 你真的看到他了 罗运生斩钉截铁地告诉他看到 薛安南看到来人立马笑脸相迎 罗叔叔 真的很久不见了 在看到罗运生身边人时 压抑不住的激动 马库斯先生 你也对这次展览感兴趣吗 马库斯地蓝色的眼睛 扫了眼曲安南 见周围没有想见的人 我先进去了 马库斯丢下一句话离开了 罗运生随即有些不耐烦压着脾气 跟薛安南商量 你要是没什么事 不如带其他人去转转 说完罗运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薛安南却是一脸僵硬地站在原地 直到听见同伴喊自己 他回过审 安南 刚刚的就是罗运生吗 我的天 安南你也太厉害了吧 能和这样的大佬认识 随后同伴又幸在乐祸地笑道 安南 我跟你说 裴允哥好像名单上一个人都没邀请他 一个人不知道跑哪里去躲起来 薛安南心里舒坦了些语气轻蔑 是吗 毕竟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他的确很难融入进来 裴同学不用去接自己邀请来的嘉宾吗 人没到 隐哥扫了眼他们 随即看着手机信息 许安南却妻而不舍地追问 没到 裴同学确定他们会来的事吗 却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 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 隐哥 众人一排眼 就看到好几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图 除了恋爱的钟圣灵 还有前云大校长白明章 工程院院长周默平 前国防部第一研究院院长于广等 科研大佬齐齐出现 场面震撼人心 丁奎生如梦初醒地站在台上 但当看到第一排的人 腿还是软的 不明白裴允哥到底是什么怪物 居然能拉了一排 顶级科研家称场面 台上丁奎生土豪玩面容 僵硬的介绍 感谢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会议旨在 而台下的屈安南的脸色 已经难看到了极致 旁边的同学看他这样忍不住宽慰吧 安南 钟老他们几个不轻易投选项目 裴允哥带的再多 也都是假把式 这话瞬间让屈安南的脸色也好不少 这话说的也对 没有实际投选的项目 裴允哥对这个展览会 还是没什么实际上的帮助 薛安南看着前面的S级项目 都没有动静 后面这些学生项目 这些大人物就更不可能看上 想到这曲 安南吁吁地扯了下唇 眼底都是冷意 随后高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 气质干净的男生 有点紧张地捏了捏拳 带着他的产品走到了台上 男生介绍的是一款助听器 这款助听器可以更便捷地 帮助一些失聪人士融入社会 项目推进后 可跟一些出租车公司签订合作 给龙人师傅提供工作机会 项目介绍结束 丁葵生接过话筒 让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人投选 场上的人其实都清楚 这样的项目实践很难 根本没几个人能带得起这个项目 拖选开始屏幕上出现了项目简介 下面是空白的投选 男生不由的有些泄气 这种有公益性质的项目 难度大 收益小 又是个学生项目 男生心里还没吐槽完 下一刻机械音随着 大屏幕的画面改变而响起 感谢本次项目 第一位投选 YG 声音一落屏幕画面上 浮现出一型清楚的字 项目投选人 已选一 YG 场上先是气息一致 一瞬间 所有人炸了 YG真的来炸那会了 也不知道是谁先问出了这个问题 场面陷入了失控 而此时后排的无人角落 丁葛慢条斯理的把身份磁卡 从虎手上的感应刷卡机上 拿了回来 随后直接离开了大厅 斯承岩看着屏幕上的YG 不由的倾笑了声 培业这傲娇劲啊 不得了 钱能当众打人 后能关心社会上的特殊项目 别人做这种项目是赔本赚腰 可YG同步缺名气 而此时走出的 允葛手机里收到一条短信 是C17副局长弦员发来的 想要邀请允葛加入C17 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委托允葛 更是怕允葛对C17不了解 所以他们组织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C17是本周设立的最大谍报机构 小到个人 大到国家 各方面情报都全面设立 更是许诺只要允葛答应 加入好处多多 本以为允葛这次又会拒绝 却没想到允葛很快就回了信息答应 更是询问之前说的委托费是多少 弦员收到信息惊呆了 大佬居然会缺钱吗 允葛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缺钱 边走边发短信的允葛突然撞上丁葛生 丁葛生作贼心虚捂了五心脏 吓死我了 允葛 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YG 允葛不明所以看着他 YG怎么了 丁葛生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还以为是YG知道 我用了他的名号坑风拐片 特地来找我麻烦了 丁葛生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刚刚你是在最后一排吧 前面的座位都是满沿 我几乎也都认识你 YG只会在后面 就在陪允葛眼烧一动的时候 丁葛生震惊地问 该不会YG是你 邀请来的吧 允葛瞬间被丁葛生的脑袋打扮 扫了眼他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丁葛生看着允葛这态度 瞬间觉得自己真陷 还责怪允葛不早点告诉自己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 他找自己麻烦了 棒打鸳鸯两分离 允允晕晕倒哥哥发飙 杜爷是否能搞定大救了 晚上货宅 允葛正在电脑前 处理着C17发给他的单子 房间不停地传来 允葛敲击键盘的声音 很快允葛就将单子处理完毕 并发送给C17悬员 允葛才抬起头 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脖子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休息的太晚了 允葛总感觉脑袋有些纷尘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就听到杜爷的声音传来 允允 是我 允葛听到声音连忙起身 朝着门口走去 但路走到一半 陪允葛眼底的意识突然模糊 在允葛开门的瞬间 人也朝着旁边倒去 或是杜此时也被这突如的状况折磨 却也是立马反应过来接住允葛 随后立即送允葛去医院 医院里 医生检查完忍住有些气急败坏 都高烧成这个样了 才送过来 再迟一遍 人都要烧傻了 病床上允葛迷离呼呼有些难受 忍不住用手抓脖梗 杜爷低眼余光就瞥见 陪允葛血白的脖梗上红了一片 立刻握住了他的手 允葛此时痛苦的眉头紧皱 忽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杜爷转头就看到穿着西装的俊美男人走开 他好看的桃花眼轻了 墨色的短发有些凌乱的松散在额前一鱼 很显然是赶过来的 秦璐颜看了眼允葛 眼底紊乱的情绪还逐渐安抚下来 随即秦璐颜抬眼看向霍氏度 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渐渐浓郁 霍总 我有话想跟你说 霍氏度看了眼陪允葛 才不紧不慢地散开领口的一颗扭扣 云赞风轻盘 好 走廊上 秦璐颜站在楼梯间淡淡地说 我也不想跟霍总要圈子 其实我早就想让哥儿回家了 霍氏度缓缓地点分音 轻而易举地淡然拒绝了秦璐颜的要求 没照顾好云云 是我的责任 但跟秦总回去 怕秦总也摸不透小姑娘的脾气 秦璐颜也不是这么好对手 语代嘲讽直接点破霍氏度的心 以霍总的性格 绝不会无故收留一个女孩 即便说是朋友的妹妹 这理由也很荒谬 我想知道霍总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霍总不打算还人吗 霍氏度指尖点叉了下烟身材漫调思理道 但如果我放的话说 我想向秦总要人 可以吗 秦璐颜被惊到了 他确实没想到 霍氏度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绿茶妹妹再次出招 裴也能否再次成功打脸 病房内医生看到两个男人朝外走去 不由的八卦的东张西望 身后允哥缓缓醒来 我只是高烧吗 医生听到声音一惊 不由的转头看向允哥 还有过敏 你还需要树叶再观察一下 今天的住着要家属裴吗 允哥闻言不由的一个 沉思片刻眼烧一弯坚定的回道 陪 医生瞧着陪允哥这眼烧弯弯的样子 就小声的嘀咕了句 但哥哥再好 都不如秦哥哥好 话音刚落允哥悠悠的抬眼 看向医生 医生也是第一次感觉到 被病床上的病人威胁的气 医生立马皮笑肉不笑 过敏源还没查出来 应该是你这几天吃了什么不常吃的 你注意一点饮食 医生说完转身离开 允哥眼烧动了动 记起来了自己这几天吃了什么 前段时间 崔峰川寄给他了一瓶精神药品 这几天允哥吃过一次 可能是对药品过敏了 想到这里允哥立马拿起手机拨打出去 一日恒德高中炸了 原因竟是有人来给陪允哥办休学 这马上要高考了 陪允哥居然在这个时候休学 这个消息让学校的同学议论纷纷 更有同学怀疑 他是不是被学校给劝退 学校没好意思公告 让陪允哥自己走 更有同学好奇 今天来办理休学居然不是他本人 而那个人他之前好像在云大剑 走廊上听到这个消息 林极威立刻给秦友娇打了个电话 秦友娇刚练完情 语气有些冷漠 喂 什么事 林极威眼底藏不住的激动 陪允哥今天来休学了 你知道吗 要我说 有可能就是太久没来被学校劝退 秦友娇惊讶很快笑了 还有这种事情 不过 威威 我在尼里见到过陪允哥了 林极威瞬间有些难以置信 尼里 他这段时间出国了 秦友娇壮若无意倒 是啊 我在阴邪碰到了他 是阴邪的B级成员 但录取名单并没有他的名 他还得罪了我们这的州长千金 昨天州长还找上门 质疑他是靠走后门才进阴邪 拿到高屏级的 林极威一听更激动了 他那个水平也能进阴邪 我看他根本就是看娇娇你有什么 他就也想要什么 恶心 学人精 秦友娇笑着眼底却都是狗子 所以这次他休学 很可能是因为阴邪的事 避风头吧 林极威神色阴质 避风头 想得美 到时候 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秦友娇冷笑道 别着急 他既然是休学 那升学考试应该会回来的 等大家都在把事情讲清楚才好 此时的秦友娇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回忆 看看裴运哥被万人闲的场面 裴爷晕倒震惊众人 思成员知道裴爷过敏住院下的半死 连滚带爬的立马赶到医院 将裴爷要的过敏药递给他后 一脸担忧地提醒道 你对那要过敏 还是先别吃得好 毕竟是众少 他万一有什么其他副作用 说完这些思成员仍旧不放心 小心翼翼地询问裴爷最近的精神状态 隐哥舔了下唇正打断回答 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开门声 隐哥文言连忙将手里的药给躺起来 进来的人是霍石度 思成员瞥见霍石度的眼神后 立刻时跟董事走人 等思成员离开后 霍石度走过来弹腹下身 伸手摸了摸裴隐哥的额头 隐哥没动态 脾气间是男人身上好闻冷淡的气息 霍石度目光暗暗 备热了 一跪我们回老宅 奶奶要过生日了 隐哥当着霍石度的面 缩了缩脖梗 哥哥 你手好凉 霍石度连忙拿开手 道歉 我下次注意 霍石度刚放下手就被隐哥一把抓住 眼睛的视线没有离开男人的身上 随后朝着身后的靠枕上靠的 目光懒洋洋的 偏偏眼睛清澈地勾人 哥哥 我的后面仰 桌上有药膏 隐哥抬手朝着脖梗出抓了抓 霍石度淡色的同眸扫了眼他 修长的手就拿起了药膏 裴允哥随口地问道 你跟秦露言之前出去说了什么 霍石度骨节均匀地手握着棉签 轻描淡写地道 说下次你在生病 他就拆了我的公司 允哥没当真又说 我还以为会不让我跟你住一起 石度掀起眼眸 沾了点药膏抹在他的脸上 允哥瞬间被他整蒙了 这狗男人是不是越来越不讲道理 霍石度给允哥擦完药膏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 伸手摸了摸允哥的脸颊 语气有些不安地说道 我不会让别人带你走的 这是陪允哥第一次意识的 这个看上去永远亲满随性的男人 原来会紧张会不安 霍宅客厅热热闹闹的 霍老夫人和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夫人 坐在一起聊天 还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大家小姐 刚坐下不久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询问 石度不来嘛 他也不小了 你要不要趁这次机会安排一次相亲面 却没想到霍老夫人只是笑眯眯地说 这件事 石度有自己的主张 这要换做平时 霍老夫人肯定是趁机答应 而现在霍老夫人这副态度 显然是已经有了个重义的人群 温家的老夫人抿了抿唇有些不悦 其他家老夫人也有些惋惜 而不远处夏璐清目光阴郁看得像温九元 温小姐喜欢度爷这么多年甘心吗 温九元有些吃惊 你知道 随即又反映过来这个人的身份 夏璐清大方地笑着 眼底却滑过一米极度 温小姐放心 夏家是站在温家的阵营里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不利的事 况且度爷和温小姐天生一对 却没想到温九元却瞟了眼下 露青淡淡地说 是吗 我怎么觉得 是我活该单相思 说完就没在搭理夏璐清 直不走下去 他不屑于耍心眼地去争夺男人 这是蠢货才引以为荣的事 情敌见面不应该分外眼红吗 可到了培夜这里却完全不一样 温九元在听说允哥生病了 担心不已 正想着要找个机会去看看允哥 就看到允哥缓缓地朝着走来 此时的允哥也看到温九元 温九元突然开口 语气透着点酸 听说你生病了 渡言还照顾了你很久 住在渡言呢 裴小姐不觉得麻烦吗 允哥瞥了眼温九元 忽然笑了眼烧出明艳动人 做某些事不麻烦就好 温九元意识还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后 整个人都僵住了 裴允哥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金石 温九元被气得恼羞成怒 脸色都有点红了 这个女孩简直在亲手毁坏 或是渡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允哥眼底划过一抹性慰 忽然还不走近她 可渡言就喜欢我这个 也挺喜欢跟我玩自己的 温九元脸色爆红 直接把手里的东西丢了过去 无可救药 裴允哥顺手一接 发现是一盒脆烧药 客厅里霍老夫人看到允哥 她喜欢急了允哥 看见允哥走进来连忙大声喊道 裴佩 过来 奶奶这里有糖 霍老夫人把一大盒糖 就塞在了裴允哥的手里 你看看 这是上次我在你里买的 木木也特别爱吃 裴允哥点头 谢谢奶奶 其他人顿时面面相许 尤其是眼前这女孩的模样 已经不能用出挑来形容了 立马就有人好奇地询问 这位是 霍老夫人挺高兴地给大家介绍 秦家的丫头 裴允哥 忽然旁边一个声音插话 听说 裴小姐好像休学了 众人转头 就看到夏璐清笑着走了过来 眉眼透着傲慢 升学考试之前休学 裴小姐已经留过急了 可不要再浪费一年啊 这话很显然是想让裴允哥下不来台 休学 我怎么不知道 霍老夫人皱眉 对夏璐清的话有些不悦 夏璐清手里握着香槟 声音不轻不重地传入众人的耳中 抱歉啊 我原本只是想了解一下宾客的资料 可能是我知道的太多了 允哥悠悠地扫了眼她 回过头看向霍老夫人 的确是休学了 霍老夫人驼疼 为什么呀 原本她都在准备找关系 要么把人送进云城大学 要么把人送进北川大学 裴允哥却不假思索地说 没什么好学的 其他人看着裴允哥的眼神也变了 霍家就看中了这么一个少夫人 可这也太废了 流急 休学 还态度狂妄 这样的人怎么能坐稳霍家少夫人的地位 而此时一个年纪不大的夫人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啊 实度这样的优秀晚辈 真的很需要一个合适的良配 谁不希望自己的后辈能更聪明啊 免得遗传了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基因 又蠢又笨 可没想到的是 这话直接让霍老夫人脸色飞了下来 她微微一笑 声音温雅却威慑 其实我也不担心其他的 就怕一些小辈也上梁不正下梁弯 竟学了长辈的刻薄和无知 这话直接把刚刚说话的夫人刺在脸色一阵红一阵青 心肌绿茶步步紧低 陪也能否成功打脸 夏露青为了打击允哥 不惜在霍老夫人的生日宴上 爆出允哥是刘吉生还在升学前休学 让允哥在宴会上受到众人嘲笑 霍老夫人会惯着这些人吗 立马毫不留情地对回去 这也让场上的众人看出来 霍老夫人的确忠于这个朋友 顶哥看了眼霍老夫人不自觉弯纯 只是休学 到时候高考明想我考什么学校 我就考什么学校 霍老夫人文言大为敢动 不管小丫头考不考得上 起码有捧她高兴的这顿心 而夏露青年底满是基本 那裴小姐一定能考上最好的学校 夏露青年见霍老夫人有些不高兴 立马转移话题说道 霍老夫人 很抱歉我没有针对裴小姐的意思 只是有点惊讶 随即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笑着说道 霍老夫人 我约了一个重要的人跟你见面 不久视频会议接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轻入小姐 你好 看清了旁边的人后 面语脸色温和了些 夏露青指着身后的人介绍起来 这位是霍老夫人 这位是温老夫人 介绍完几个有头有脸的夫人后校导 这次邀请你视频通话 是因为我这些夫人身后的集团 都很中于您的项目 叶总 你应该是清楚的 如果西金斯要在一国找个实力强劲的盟友 那么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适的 温老夫人眼底阴郁又随意笑道 夏小姐 年轻有为啊 如果霍家和温家联合 西金斯绝对会选我们 却没想到霍老夫人支持淡淡的 我年龄大了 管不了实度想做什么 她开心就好 夏露青以为念语对她特别 但却没想到念语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给她优待 这个项目我做不了解 事情都是由大小姐安排的 大小姐最反敢拿科技当售卖品 却不懂一点科研的商人 大小姐希望找的是同伴 而不是只知道砸钱的传播 旁边听完全程的大小姐允则很是无语 念语并不知道允则的内心活动 而是对着夏露青继续说道 这样吧 我这也刚好有一份专业资料 各位夫人真想要我们的项目 可以让各位的团队试试 肯不肯地下这块印度口 而挂断视频后 夏露青看着念语传来的资料 脸色很是难看 越看夏露青的拳头握得越紧 这种难度的题目 他们这些团队不可能完成 随即想到了什么 立马将这份资料发了出去 很快青虫计算中心那边 就收到这份文件 红虫真将文件给了程紫怀 程紫怀看着文件的内容 他满脸自在闭嘴 他知道这是西金斯的项目测试题 只要能完成这份测试 就能拿到西金斯的项目 恶毒渣男再次出现 没想到打脸的却是自己 过来那下陆青看到手机里的消息 不由的兴奋朝着那些老夫人走去 题目解出来了 写出题目的人我已经邀请他过来 应该很快回到 温老夫人文言欣喜若狐 真的 是谁做出来的 夏陆青笑道 青虫忠心的人 温老夫人激动不已 我听说去年青虫差点就超过 M级分析了 陆青你年级轻轻就有这种人脉 温老夫人不停夸赞 夏陆青勾了下唇状四无意开口 很巧合的是 他和裴小姐还是老熟人了 跟允哥是熟人 霍老夫人有些惊讶 转头对着允哥悄悄问道 你和谁很熟 允哥抬了抬眉梢 只是云淡风轻地瞥了眼夏陆青 没有吧 他认识青虫计算中心的人也多了去 他们的所长之一红琴珍 不就是被他气到住院的 霍老夫人见状 也没多说什么 而就在此时一个身影姗姗来迟 来人正是程子怀 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服装 模样俊郎打着招呼 夏小姐 我是青虫计算机中心的程子怀 目前也是云大的学生 程子怀当介绍完一转头就看到允哥 莫名胸膛聚起了一团怒火 对眼前的人又恨又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你怎么在这里 允哥只是淡淡地看向他 眉梢轻轻一挑 什么话都没说 他这话一出霍老夫人不干了 立马上前护独自 允哥怎么不应该在这 程子怀拧了敏唇 语气突然嘲讽 霍老夫人果然心善 难怪裴同学会有恃无恐的语言 只要有依障 他就可以放肆 在场的人也都听出了 程子怀和裴允哥之间是有恩恋的 能采允哥的机会下路心怎么会放的 立马一脸不怀好意的开口 你这是什么话呀 程同学 干嘛要当着霍老夫人的面说这些 眼底满满都是幸灾乐过 程子怀冷痴 这要问裴小姐 回秦家两年就能把情友交逼出国 可真是厉害 花落场上的人一片唏嘘 仿佛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八卦 所以那个假千金是被逼走了 众人不由的议论纷纷 这真千金别的本事没有 潘高之道是一绝 先是秦家现在又是霍家 众人极度地想要不停踩允哥 允哥不疾不徐地扫了眼他 忽然吃笑了声 随即对着不远处悠悠喊道 阿拉斯 瞬间一只大型阿拉斯家犬 朝着允哥奔来 程子怀下的下意识倒退了一步 阿拉斯围着陪允哥兴奋地叫 允哥勾了下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让他安静下一秒 阿拉斯真的没有带脚 只是歪了歪自己的脑袋坐在允哥身边 这个时候允哥抬起头皮了程子怀疑 程同学学会了吗 当有人说安静的时候 至少应该避允 程子怀文言脸色黑的右倾 陪允哥这是在拿一只狗分探 程子怀还没说出来 下路轻探到霍老夫人的不悦已经要发飙了 立马上前打断众人 细金斯回复了 程同学的测试只错了一点 测试成绩估计能有70多分 这次细金斯的项目一定没问题 程同学非常有才华 不知道程同学有没有想过 来集团的研究团队 这话是捧了程子怀 也是希望霍老夫人看在程子怀的身份上 不要过于互端 程子怀恢复神色 语气却硬了 扣着几根嘲讽 当然 不过青虫计算中心和温家交好 想必也没有别的选择 下路轻和温老夫人对视意 心里明白程子怀 这是选择支持温家了 垂死病中金做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渣男程子怀这次脸丢打 下路轻和程子怀合作 在霍老夫人生日宴上想要奚落雨歌 正在他们洋洋得意中 却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下一秒聂宇就发了个语音过来 下路轻迫不及待地点开后 想要在众人面前写白一下 夏小姐 我想你或许误会了 这只是一份简单的测试基础 马库斯的要求是全队 下路轻笑容逐渐僵硬 程子怀面上的镇定自作也瓦解 眼色瞬间难看 恳然间程子怀听到了一声不轻不重的吃笑 他迅速转头不由地咬牙切齿 陪允哥 允哥慢悠悠地玩味道 程同学 你不行 不是还有个老子吗 允哥嘴里说的老子 不就是红虫针 可只有程子怀心里明白 这次测试就是因为有老师参与 他有这七十多分 他们怎么可能做到群队 可就算知道也输人不输阵 程子怀抱怒冷声道 陪允哥 你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就替护士拿下这个项目 自己都不行 那么陪允哥这个废物就更不配 允哥撇了演场中众人 感觉对他们有点不公平 可他这样却有人认为他不敢 夏露卿直接将笔记本拿到允哥面前 陪小姐和子怀是横德的笑容 年龄也差不多 既然陪小姐敢休学 觉得没什么好学 那这个基础测试肯定没问题 或是如此看重陪小姐 肯定也才华过人 我们也期待着陪小姐的表现 夏露卿的话很是耐人寻味 允哥也知道话都这样说了 要是自己不答应就不太好了 于是很是自然的就接过 夏露卿手工的电脑 夏露卿看他接过电脑 连笔不现出讥讽 陪小姐 你是觉得你彼子怀 这样计算中心的专业人员强吗 看着陪允哥不停地敲着电脑 不由地扑地笑出声 允哥勾了下唇 眉眼张扬又放肆 我妈当然是强了 很快允哥就放下了电脑 夏露卿忍不住无嘴通笑 陪小姐这是解不出来 放弃了 这才十几分钟陪小姐要不要再试试 却没想到忽然夏露卿的手机震动 等夏露卿接通电话后 就听到了聂宇的声音 恭喜 测试过了 不知道是哪个集团的团队 做出了这份测试 瞬间夏露卿的脸色没了血色 白得吓人 不由地有些怀疑难道这些题提前泄露 不然陪允哥怎么可能这么快做出这些题 能跟他通个电话吗 夏露卿深吸一口气 指甲却已经陷入血肉之中 他走到陪允哥的面前 将手机递给陪允哥 允哥拿起手机就听到对面询问他的名字 陪允哥 他懒洋洋的 对方听到名字 似乎陷入冷明两句 聂宇心情瞬间达到了冰点 啼笑肉不笑 您做这个题干什么 是研究不够他完了吗 现在还玩他们 第一次聂总有想垂自家boss心情 陪允哥单手以着脑袋 眼睛弯弯地问 你看 咱们护士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聂宇很想骂人 光明正大的走后门 还能更厚颜无耻一些吗 不是说好了公平公正 他深吸一口气 直接挂断了电话 允哥听着电话那头的嘟嘟声有些无语 紧接着允哥的手机响了 他贴见那熟悉的电话号码 直接挂断了 可随后这电话号码的主人人就是疯狂反 允哥动了洞眉梢 探着过老夫人脸部红星不跳了 奶奶 他说这个项目就是我们的 说完就拿着手机回房间了 瞬间众人就觉得眼前的女孩身份 似乎没那么简单 来了来了 裴叶终于向霍士杜表白了 梦游的裴叶被霍士杜套路表白 将杜爷撩得不要不要了 回到房间的允哥终于接通 聂宇电话 明知是在走后门 违反规则了 聂宇铁面无私道 某人毫不在意懒洋洋笑道 是啊 为了哄我们家长被高兴 只能这样了 没事先挂了 合同记得寄给霍士 允哥嘱咐完就挂了电话 等挂断后 允哥低眼就瞥见 自己身上的红红点点 他知道自己又过敏了 裴允哥从抽屉里 拿出了奈何样 想到之前打电话 给崔恒川那边说 这个要在他身上的表现很特殊 吃多了或许副作用不只是过敏 但明天就是霍老夫人的寿宴 万一要是发病 他担心会给国家带来麻烦 思绪片刻拿了两颗放在掌心 就着水喝下去吧 深夜老宅的人都已经休息 卧时杜回到老宅 也没开灯 就徐步走到了二楼 但莫名的总感觉有人在偷偷看他 直到他来到卧室门口 却也没发现人影 获时杜也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不远处一小身影 正默默地跟着他 回到卧室的获时杜刚洗完 早连衣服都没穿 就听到门口传来的动静 男人漫不经心地目光一写 就看见门缝悄悄地打开 露出了个脑袋 女孩神情有些懵懂 手里还抱着个 平时不太受宠的玩具群 允哥一反寻常散漫的模样 清澈的同谋没什么情绪 只是仰着脑袋 直直地望着 赤衣裸着上身的男人 而此时的霍时杜也发现 允哥的神态跟平时有点不一样 霍时杜感觉到陪允哥的打着后 随手扯了一件短袖套上 来我房间偷东西吗 话音刚落允哥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霍时杜还以为他是想要回房间 还嘱咐他回去好好睡觉 却没想到下一刻允哥将门关上反走 随后转身直不朝他走来 忽然伸出手抱紧了他精壮的腰身 男人感觉到胸膛前 毛茸茸的脑袋在胡乱的清脏 喉结一紧 云云 面前这小姑娘的状态的确不对劲 状态像是梦游 但之前他也没见过小姑娘 还有这个情况 气氛沉默了很久 或是渡钩了下唇轻轻将他推开 梦游还跑过来占我便宜 看着面前和平时大不一样的模样 男人唇角的弧度愈发浓郁 云云喜欢小熊吗 女孩诚实地点了点头道 小熊 男人慢悠悠地伸出手 漫不经心地点着他的脑袋 但喜欢小熊 还是哥哥 忽然气氛不知不觉沉默了 云哥看了眼霍时度 有些迟疑 似乎很难抉择 这个反应落在男人眼里 也是始料未及的 有些气笑 没想到自己还比不过一只蠢熊 他惩罚性地轻捏他的脸 我还比不过这只熊了 云哥抓住男人手立刻道 喜欢你 小骗子 霍时度没稍一条走过去打开房门 回房乖乖睡觉 霍时度问完 云哥一把拉住男人的手不肯走 男人的目光一瞬间伸了下来 变得灰暗难辨 可偏偏教士者还挺正经地看着他 裴夜半夜梦游撩人 撩完人的裴夜却不负责地睡去 不明真相的杜爷 被突然睡去的云哥吓了一跳 有些惶恐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云云 随后仔细检查一番 才发现他居然睡着 无奈的杜爷只能将这小家伙抱回房间 霍时度看着睡在床上的女孩 修长分明地纸被俯着女孩的脸颊 某底是办会办案的情绪 很想知道这小孩究竟是有什么事情 是不想让人知道的 就在霍时度准备走人时 余光却瞥见床头柜上的药 一瓶没有正规包装的药品 男人某底会按下来 拿着奈何没有正规包装的药品 注意到了背后下方的logo 云城药物研究所 霍时度把药放了下来 走到阳台去打了个电话 霍时度联系的人正是钟圣林 钟圣林刚打算睡 却没想到会接到霍时度的电话 心里有些稀奇 霍先生 这是出什么事了 霍时度也不让弯子开门见山地问 他们给云哥配了什么药 钟圣林一听试之事就解释道 是心理研究所和云城药物研究所 共同研制的一个医治类的精神药品 说完才反应过来 不对啊 云哥对这个药过敏啊 他应该没再吃了才是 过敏 霍时度瞬间也记起来了 上次陪云哥高烧过敏住院的事 所以是因为吃了这药的原因 此时的钟圣林有些纳闷了 之前情况不稳定的时候 也没见这丫头一定要吃这药 怎么现在知道过敏了还一定要吃 这话刚说完霍时度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因为他知道了原因 这几天是老夫人的寿宴 霍先生 霍先生 钟圣林见对面久久没有动静喊了好几声 霍时度这才回过神 淡色的同眸瞥了眼锅里门后的云哥 并没有再跟钟圣林多说 只是让钟圣林将云哥各方面的身体测试数据都发他一份 随即就将电话给挂断 霍时度回到卧室 看着还在熟睡的云哥 惩罚性地捏了下小姑娘的脸 才消掉那又造又好笑的闷气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心疼啊 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 才能让一个女孩无论出色强大到什么毕端 都在心里深处有一层敏感又自卑的阴影 男人拿着药 刚打算关上卧室的门离开 突然又瞥见阿拉斯呆呆地坐在原地歪着脑袋看他 男人勾了下唇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阿拉斯一见瞬间激动了 懒散勾唇道 明天咬着这个 让姐姐陪你玩 一日允哥从睡梦中醒来 对于昨晚的事情完全不记得 起床时却发现他放在床头的药不见了 他动了洞没烧 发现房间的门也没有关好 心里不由的猜测会不会是杜爷来过他的房间 等下楼后允哥就看到正在用餐的霍时度 允哥下楼对着霍时度打了招呼 就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 霍时度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 允哥被他这态度整懵了 于是试探性开口询问他昨晚上有进自己房间 却没想到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淡淡地去了眼他 怎么了 允哥难难道 我好像丢了东西 什么东西 霍时度这话问完 允哥就瞬间安静了 这时他还没告诉过霍时度 随即淡淡表示也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允哥拿着更少有一下没一下的咬粥 只是心里仍是觉得 应该只有霍时度会进他的房间 就在允哥思绪纷纷的时候 突然腿侧就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蹭着 一低头看 是阿拉斯 嘴上咬着的东西十分眼熟 那是就是他的药瓶 阿拉斯嘴里咬着什么 霍时度脸部红星不跳地问 还不等他目光探去 陪允哥就迅速把阿拉斯嘴里的药瓶抢来 眼烧弯弯地笑 外面不太干净的东西 霍时度也没拆穿 只是清淡的挑眉 好的罪魁祸首出现了 允哥岂会这么容易放过 立马提议阿拉斯最近乱吃东西太胖了 这几天的零食简单 霍时度文言嘴角挂起似有若无的弧度 阿拉斯仿佛也能听懂可怜兮兮的嗷呜了两句 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是给这男人背锅的 这个女人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跑到霍家抢人 陪业是打死她还是打死她 老夫人的寿宴开始了 寿宴格外的热闹 允哥站在二楼的阳台 看着下面热闹的场景 突然就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 霍先生 允哥转头看了探急匆匆的人询问 管家 你在找度爷吗 管家愣了下声音藏不住的急切 对 有人要带走小少爷 管家将事情解释清楚 有什么事情他会处理 随即允哥往楼下走了 其实管家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好像是什么K州堂家的人 K州 允哥知道这个州的存在 里面有不少超国家组织 也不受任何国家的约束 管家知道K州的人不好忍 忍不住劝允哥还是快点联系度爷来处理吧 管家还没说完 就被他打断 今天是老夫人的寿宴 你能维护好寿宴秩序就行 管家也莫名的出这位被霍先生带来的女孩 虽然她总是笑咪咪的 却是浑然天成的摄人 有着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气场 楼下客厅里 年轻女性看着霍老夫人冷笑了声 语气透着轻蔑 霍老夫人 藏着这个孩子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再说默默和你也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难道你会不清楚吗 默默抱着霍老夫人的手臂 志气未脱的乃因却透着坚定 我不是费尔南斯的孩子 也不是唐家的孩子 默默可怜巴巴地看着霍老夫人 奶奶 我不跟他们走 霍老夫人也同样不肯让步 摸了摸摸摸的小脑袋安抚道 默默从一岁起 就留在我的身边 她就是霍家的亲孙 唐家当初既然能狠心抛弃 就不应该为了家族内套 还想把人接回去 女人看霍老夫人这样有些生气 忍不住威胁道 霍老夫人 您这是在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应该知道 我们唐家想要的人 你拦不住 霍老夫人吃笑 丝毫不为所动 年轻女人此时怒不可乐 一个霍家而已 当我们不敢动吗 其实唐家的确在忌惮 最后没想到却反噬了唐家的事 可偏偏去调查霍十度的底细 却一无所知 所以他们要尽快行动 不然等霍十度反应过来 事情就不好办了 就在女人想要动手时 忽然一道轻烈慵懒的嗓音响起 奶奶 楼下寿宴开始了 来了来了 裴爷要开始收拾渣渣了 客厅里火药味越来越浓 女人正准备出手时 一道轻烈慵懒的嗓音响起 奶奶 楼下寿宴开始了 霍老夫人没想到这个时候 裴允哥来了 而默默在看到允哥时 却是眼前一亮 霍老夫人看着允哥就立马开口 让他先带默默下楼 却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就被年轻女人打断 霍老夫人 这次过来是为了和你商量 而默默还是留在这比较好 说完十几个保镖就拦在了走道上 允哥目光悠悠地扫了眼他们 随即伸手将他们推开 奶奶 客人还是我来招待吧 您先下楼 霍老夫人皱眉 仍是担心裴允哥的安危 允哥用两个人的声音 在霍老夫人的耳边道 您去找杜爷来 霍老夫人见霍允哥态度坚定 也只好抿了抿唇 准备掀下楼给霍十度打完电话 却没想到霍允哥会干脆 把客厅的门关上了 房间门刚关上 默默就走上前牵着允哥的手 即便自己在怕 还是奶里奶气地哄着允哥 姐姐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允哥弯唇把默默抱坐在旁边 雨掉闲散却藏不住凉意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 光都冷下来了 没想到这一国 还有人敢挑衅他们唐家 放肆 你是谁 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允哥明艳的眉眼散漫 幽深的同眸似乎月窜的星红 他舔了下艳色的唇乱悠悠地问 怎么 是想动手了呀 唐倩趾高气昂 眼底透着冷意 直接就拿起了枪指着允哥 你可知道我们K州唐家 是什么样的存在 女人想要给允哥压力感 却没想到允哥完全不怕 忽然唇角一勾站起来 几步就走到了唐倩面前 K州有K州的规矩 来我们临城抢人 就不怕招惹到人 唐倩一脸不以为意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他第一次碰到这个年龄的女孩 一点不怕死 唐倩下意识用枪指着陪允哥 目光一冷 却没想到允哥吃笑了生在前一步 直接将枪口抵在自己的胸口 眉眼桀骜不驯玩味地开口 动了我 唐家都得给我陪葬 唐倩瞬间就被激怒咬牙切齿地给枪上膛 却不料下一秒身后的保镖就大喊起来 唐倩瞬间就怒了转头回去就想训斥 转头就看到手下一脸惊恐看着自己 唐倩目光正好瞥见身边的镜头 发现自己脑门上也有个红点 唐倩愣证了下浑身僵硬 是长距离射成的枪 已经瞄准了他们 周围十几个保镖也同样被瞄准了 瞬间众人都慌了 脸色都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了来了 黑夜的高光时刻到了 你敢对我拔枪 我直接长距离射成的枪瞄准你脑袋 瞬间就将唐倩下的瑟瑟发抖 随后就听到了窗外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卢中周的嗓音也透过电流传了进来 各位好 我是国一区猎鹰队队长 至于里面的小姐 该不会是想试试 是谁的枪更快吧 原来在很久之前 钟老就向国家申请了 猎鹰队的队长卢中周来保护允哥 像允哥这样的重要科研人员 他的安全很重要 未来将由卢中周带队负责案中保护允哥安全 像这样的情况出现 卢中周怎么可能不管 再听到外面动静唐倩彻底慌了 外面的这些可是这个国家的军人了 唐倩咬牙切齿 眼睛都发红的瞪着允哥 面容凝凝扭曲 就在此时有人破门而入 检查允哥是否受伤 再确定允哥没事抬送一口气 唐倩看着这些人对允哥这么尊重忍不住询问 你到底是谁 允哥目光慢悠悠的扫了眼 牵着默默的手带着人朝外走去 你有资格知道吗 卢中周带着人刚将里面的人控制起来 就听到有人在喊陪允哥 允允 男人的嗓音好听 也让卢中周觉得耳熟 赶头就看到霍时度提着蛋糕走进来 杜爷 允哥刚走到霍时度的面前 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他平时喜欢的蛋糕 霍时度把蛋糕递给了允哥 看样子 家里是来的客人 先带着客人去吃蛋糕 霍时度看着客厅里的唐家人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让允哥将人带走剩下的事情他来处理 允哥接过蛋糕也不给卢中周说话的机会 拉着人就朝外面走去 卢队长 走吧 我们去吃蛋糕 客厅里霍时度脸着眸看着刚刚发生的视频 而此时的唐倩疯狂的怒吼 霍时度 唐家不会放过你了 你敢动我们 唐家一定会给我们报仇了 就在此时曾旭通通赶来 对霍时度微微汗声 霍时度只是半掀起同谋 极淡的瞥了眼唐家人 让他给唐家打个电话吧 此时的唐倩完全不知道霍时度葫芦里卖的什么 居然主动让自己联系唐家 霍时度 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曾旭拿出了她的手机 给唐家人拨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唐倩想求救的话还没出口 就听到那边中年男人痛苦的声音 倩倩 你快回来 唐倩有种不祥的欲言 说出口的话都带着蔡英 爸 你怎么了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唐家要完了 唐家彻底完了 我不应该招惹她了 现在好了 唐家都要没了 你求求过时度 让她给我们一条活路 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曾旭拿回手机看着唐倩 唐小姐 情况让您了解完了 唐倩浑身都在发抖 很显然面前去的男人早就准备供唐家了 他咬牙切齿拿出最后的杀手紧 过时度 我是默默的小女 唐家才是默默的家 你这么做 默默会恨你了 男人半先起模看她 把她们交给卢队长吧 说完也不顾身后的喊叫声 迈开长腿朝外走去 霸道总裁开启聊妹模式 陪叶被撩得脸红心跳 过时度从客厅走出来 就看到面前小小的身影 男孩模样精致黑药石般的大眼睛 看着她 霍时度缓缓半蹲下来 摸了默默默的脑门询问 在这做什么呀 默默点起脚一把抱着 霍时度可怜兮兮说道 哥哥 你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我不想别人伤害你 唐家也不行 霍时度伸手把默默拉开 食指轻轻弹了下默默的脑门 那你少逃客 瞬间默默所有的不安都没了 楼下裴允哥把卢中周等人送走后 手里拿着蛋糕心里去坠坠不安 卢队长等人忽然出现 一些宾客都看见了 等会他要怎么跟他解释 正想着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慢悠悠地拿起小勺挖了一块 尝了点味道 霍时度不自觉地动了动眉 太甜了 颖哥瞬间有些猛逼着叉子 自己刚刚用的 这算不算间接接吻 下一秒就听到霍时度 悠悠的声音响起 张嘴 随即挖了一勺 陪颖哥手里的蛋糕 颖哥刚想开口说话 就突然被喂了勺蛋糕 颖哥却被霍时度的动作 弄得整个人顿主 看着霍时度的眼神变得微妙 试探性问道 你喝酒了 霍时度不自觉舔了下 发痒的牙尖耳晕拥了 喝酒怎么了 裴隐哥看着霍时度正没有 又想起刚刚霍时度 抢他蛋糕的情形 瞬间找到了理由真喝酒了 难怪过来没找他麻烦 也没问他任何事 霍时度看着女孩这样有些好笑 忍不住走进一步 炳哥不由自主地就往后退了一步 男人散漫地抬头和隐哥对事上 裴隐哥压根不想在这种场合 和霍时度单独处着 转身就想去给霍时度拿行酒汤 但下一刻隐哥突然被人抓住 隐哥还没来得及把人甩开 前面的人就卸了一半力气 压在他的身上 男人一手握着他的手腕 半腹下伸低词的嗓音让人心热 隐隐 我头疼 裴隐哥停了手里的动作 想着肯定又是于寒然让度也喝酒 不由的就有些暗恨 而此时在前厅的于寒然 瞬间感觉后背脸嗖嗖 暗自嘀咕是不是有人在背后骂自己 隐哥扶着霍时度准备绕过人多的脸 直接把人弄上二楼 温九元看见后下意识询问 度爷喝醉了 于寒然不疾不徐地诞声道 你想什么呢 谁敢管他酒啊 闻言温九元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久久不已 于寒然皮笑若不笑表示自己没有 话当说完就感觉到了远处 陪隐哥怒火冬烧的事情 于寒然瞬间被吓得一颤 这是什么眼神 自己又哪里惹了这嘴峰 等允哥收回视线离开后 温九元不由得好奇地询问 那他是 于寒然显然也是个有经验的 假醉 占小姑娘便宜啊 闻言温九元浑身一顿有些脸色难看 霸道总裁装醉吃豆腐 陪夜被撩得手足无措 允哥扶着霍时度回房 担心男人又像之前那样 觉得自己还是不能单独跟他待在一起 而此时的霍时度也疑惑不及 为什么允哥这么怕他喝醉 忽然下一秒允哥两手捏住他的脸 颇有些记仇的狠狠捏了捏 九品不佳 不觉得自己很危险了 耍完流氓就失忆 霍时度还是第一次被捏脸 看着这小姑娘胆大的行为 这时仗着他酒醒就不会急了 男人也不阻止小姑娘危险边缘的动作 只是掀起薄薄的眼皮意味不明地问 九品不佳 允哥下意识手一顿很快又收回了手 后知后觉他又抬起眼看着霍时度是探问 你真喝醉了 怎么总觉得今天男人的态度有点奇怪 但当陪允哥下意识对世上男人那双蓄着深深浅浅的眼皮 和上一次男人喝醉后看他的眼神一般无二 允哥慌乱地直起身子准备离开 我去让人给你埋醒酒样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被人扣住手腕 还不等反应允哥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 拉着往后一套撞上男人温热结实的胸膛 霍时度 允哥有些恼怒地大声喊道 但还不等他后面的话出口 男人就握着他的手打量着他手上的红脸 过敏 允哥闻言不由地顿了一下 转头看了眼霍时度 你昨晚有没有进我的房间 允哥昨晚是关了门的 但今早上门锁是开的 霍时度嘴角鸡不可查地勾了下唇 顺着他的意图道 没有 允哥瞬间有些疑惑不及 阿拉斯不可能自己开门 就听到男人略带雌性的声音 允允开的 允哥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什么意思 男人看着允哥眼中意味深长的开头 允允昨晚进了哥哥的房间 允哥瞬间脑子一片空白 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又记得上次次成年提醒过他 那药的副作用可能不止过敏 所以还有梦游 允允向度爷所吻 度爷会不会满足小姑娘的要求 两人有没有飞跃性的进展啊 允允从度爷那里了解到 崔恒川做的那瓶药的副作用不止过敏 居然还有梦游 而自己昨晚梦游闯进度爷房间了 下一刻一串非常模糊的片段 突然之灵过碎地涌入了他的脑海 是他上前抱着霍时度不可撒手的样子 允允浑身一将急切地询问 我进去做什么了 度爷没有回答 而是一把将允允拉着躺下 直勾勾地看了他片刻 就在允允被看得快要炸毛的时候 一把拉着他的手 将小姑娘抱入怀里开始胡说八道 竟然非要抱着我 还非说要跟我睡 霍时度还没说完 允哥就下意识伸手捂住了男人的脑 让他别再说 再说下去他就不想再见他这张脸了 度爷的这态度 也彻底打消了允哥最后的怀疑 看来自己那药还真不是他拿的 太样子还真是阿拉斯战的好事 猛然间允哥觉察出了不对 霍时度是不是在装罪的 不然他怎么什么都记得 度爷抬了抬眉看着面前小姑娘 有点炸毛了 然而下一秒霍时度牵过小姑娘的手 放在唇边亲了亲 允哥忽然感觉自己的手指 仿佛被羽毛扫过一样 不知不觉他低头才反应过来 刚刚这男人亲了他的手 允哥立刻缩回了手 耳根子玉发发烫脸上的表情变换无常 此时此刻允哥抑制不住的心跳扰乱了理智 显得愈发分明 后之后绝对某人不太有底气地 继续他的质问 亲我 天天男人突然前压 嗓音透着嗓暗的玩笑 要亲了 允哥叔弟起身瞬间就炸毛了 他扫了眼或十度转身朝外跑去 那架势怎么看都有点落荒而逃 男人又沉又慈的低笑声 撩过头了 又炸毛了 AM计算机所 杰斯明和T7最近都过得战战兢兢 只因为最近的允哥总是乌云盖子 两人生怕一个不对死于非命 看着屏幕里的思成延忍不住了 似教授 我们老师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 思成延隔着屏幕瞥了眼他们 怎么了 我替他带你们 所以你们觉得不对劲 你们就没想过 这是因为他到现在都难以接受 你们是他学生的现实 此时思成延内心满是不愤 为什么陪业的研究生要自己来带 会做课题了不起吗 思成延吐槽完就听两小只 吐槽允哥的不对劲 老师最近还都只用左手写过 哦对了 还经常走神 有时候茶杯都能拿不稳 他这话刚说完就听他的一声 隔壁办公室允哥手里的茶杯掉在桌上 听到动静的杰斯明狠狠地叹了口气 听到了吗 就是这样 思成延正准备说点什么 就看到钟圣铃铛开完会 带着个文件家朝着允哥急冲冲走去 国防部第一研究院整了个人才培养计划 要求AM计算机所也得出人参加 无奈的钟老将主意打到了允哥身上 却没想到钟老瞬间就踢到了铁板 钟老当提起允哥连想都没想就拒绝 不去 钟老无奈绞尽脑只想去说辞 这次实验上面要博防研究和物理 化学研究院 我们计算所都要出人 允哥看着钟老手里的人变疑惑 疫区实验人才培养计划吗 钟老一听有戏连连点头 疫区的实验 这是国家针对K州 这是已被战士的 K州 允哥瞬间就想到之前在货家 想要劫持默默的那些人 就自称是K州的 钟老立马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允哥 在无国界地区 有国际犯罪托够 需要代表 还有州内与K州的邦连之约 虽说是和平共处 但其实每年都有较量 他们的191号实验室 从事战以来 有几百年的历史规模 我考虑一下吧 允哥思索着霍氏杜娜还不好解释 钟老还以为允哥不答应 还在那里滔滔不绝 却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突然 话说了一半就愣在那了 允哥看着再次肯定地说道 我考虑一下吧 一日一去门口 几个女孩正在门口排队检查通行证 等几个女孩走后守门的人员 忍不住激动议论 你看这群姑娘也太好看了吧 长得水灵灵的 序里好久没来这么好看的女孩了 居然还都是搞科研的 另一个守卫不屑的对方 咱们文艺部的姑娘不也很好看 我就觉得咱们文艺部合唱团团长 那才叫一个漂亮哪有人比得上她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轻悦散漫的嗓音打断 你好 我是来参加实验特训的 两人一回头看清面前的女孩后 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这年头搞科研的女孩 怎么比当红明星长的嗨嘴 刚还信誓旦旦的守卫 立马屁颠屁颠上前 小姐 你是实验训练班的吧 请问你有通行证吗 炳哥找出了那张中老给他的卡 递给守卫 守卫眼底的经验还来不及散去 就被一抹惊讶取代 立马语气尊敬了很多 您请进 炳哥收起卡片向守卫道谢朝礼走去 而身后的守卫一脸不可自信 什么情况 实验训练班居然有一级通行证 刚刚国防部第一研究院 也都是B级通行证啊 逛个军区都能被人碰瓷 嘿你这运气也是没水了 地区路上一辆车子停在路中间 一个老者正拿着扳手在维修车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人正是一区总指挥徐老 徐老此时心里焦急万分 不明白好好的车子 怎么就突然抛锚了 他还忘记带电话了 也不知道特训班那边怎么样 就在此时允哥从旁边经过 眼见自己马上要迟到了 允哥装作没看见转头离开 却没想到下一刻就被人给喊住 哎小姑娘 小丫头 我这车坏了 来帮个忙 允哥瞥了眼老人转身 装作没听见绕开他走了 却没想到下一刻老人就追了上来 咱在允哥身前有些急眼吧 你这丫头这么没眼力尽 整个一区就没人敢这么武力爬 这丫头肯定是不知道自己身份 却没想到允哥拿了几张红钞给他 保持并不多胜的耐心 行行 您厉害 待会有人来了 让他帮您 第一次被人塞钱的取劳有些傻眼 小丫头 你不好奇我的真实身份 允哥倾笑了深目光 正好瞥见他外套的红袖章 吹噬班 徐老察觉陪允哥在看自己借来的外套 立刻想要解释自己不是吹噬班 却没想到下一秒允哥挽起袖子 朝着车子走去 其实我也可以试试看 允哥一反常态是想到 有了这位吹噬班的老先生 特训的伙食就没问题了 徐老看着允哥的动作不由得有些好奇 很熟练啊 你刚刚为什么不理我啊 因为不想帮你修 允哥特别诚实地回答 徐老被气得一口老血差点喷出 十几分钟后允哥起身 告诉徐老修好了让他去试车 徐老有些不幸 却没想到这就是个步行的车 居然真被他修好了 徐老有些惊喜地看着允哥 行爱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允哥勾了下船打开汽车门 陪允哥 老先生 送我去个地方 几分钟后车子来到了集合地 徐老忍不住对允哥讲解了一下 特训班的戏技 这里特训分一二班 你有机会还是要去一班的 知道吗 一班能进实验室的都是一班学生 不要进来混日子 当个充数的 能参加这个实验 以后好处多了去 却没想到允哥的关注点 完全不在这上 只是敷衍的点点头 随即一双星星掩刺地询问 徐老 特训班的伙食应该是您负责的吧 直到此时徐老才反应过来 这丫头帮自己修车 是以为自己是吹士班的 他这么辛苦就为了多混口饭吃 想到这些徐老的脸色瞬间铁青了 却还是憋着想骂人的心情 啼笑肉不笑表示当然归自己 不止是是吹士班 整个一区都归自己管 允哥文言高兴不已 那以后就麻烦你多帮助 看着允哥离去的背影 徐老被气得心脏病都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不求上进的年轻人 徐老正在沉思就听到有人喊他 徐老 你还亲自过来了呀 徐老抬头看着是个年轻的小伙 真是特训处的 徐老看着年轻人立马跟不倒 等会儿你们有个迟到 让他去一班报道 小姑娘二十来岁 你们可得好好教啊 徐老这话的意思 是让他们对陪允哥严格语 但落在特训处耳利一子 却变得愣 年轻人瞪大了眼睛 谁的牌面这么大 徐老亲自来给人走后门 最近特训处出现了一件歧视 一区刚正不阿的徐老 居然亲自给一个小姑娘走后门 这让特训处的人格外重视起来 于是马不停蹄去找一班和二班的老师 可在老师听完男人的话后 却十分为难 今年一二班的人差不多 除非一班有人愿意自己离开 不然一班根本没有位置 男人文言脸色也不好了 不就是同个位置的事吗 那可是徐老亲自吩咐的 说不定就是徐老的孙女吧 几人对视一眼徐老亲自走的后门 他们还是小心点 别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就在几人商量时 一个穿着长裙的女孩出现在门口 老师对不起 我是二班的 我迟到了我还能进去吗 男人一见立马笑道 同学 你去一班报道吧 女生文言惊讶不已 一班 可我的通行正是C级 不是说一班很难进的吗 一班老师根本不给女生说话的机会 推着女生就来到一班教室 没关系 一班还去同学 这话让女孩限了意外知情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真的能直接进一班了 随后老师指了位置让他去坐 而其他人感觉奇怪不如 这个女生不过二十三四岁 居然就能进一班了吗 而且迟到了老师还这么温柔 感觉今年的特训老师真是奇怪 以下的人议论纷纷 而就在此时 允哥从一班教室后面走了进来 一班老师看到后眉头紧张 同学 你干嘛呢 允哥抬了抬眉梢拿出自己的卡 道歉说道 道歉 我迟到了 却没想到这话就跟踩了什么开关四 另一班老师暴怒不已 迟到就是迟到 道歉有用吗 一班没你的位置 既然迟到了 这个情况你就要自己不得 去二班吧 允哥瞬间就把证件重新揣回口袋 懒洋洋的转身离开 其他人相视一眼神色各有 郭清明扫了严允哥眼中寒光闪过 一班的名额既然得到了 那就是自己的 而此时特训处的办公室内 白队正在安排 特训生的体能训练 这让老师惊呆了 这些毕竟只是 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了 这体能训练 还不得让这些 娇生惯养研究员脱同体 可不论老师怎么说都没用 这可是上面的要求 他们只要按照文件的要求 执行就行了 说完这些白队 还不忘提醒 一班二班都必须参加 地狱食堂里 尹哥正在排队打扮 身后一个女生 忍不住神色诡异的搭讪 你是连M计算机所的人 这一班老师 都敢把你赶来二班 尹哥不疾不徐地 应了一声 何顾英脸色发红 有些扭捏地问 那你有没有见过 四成年 尹哥顿了下 多看了眼他 见过 何顾英文言激动得不行 真的吗 四教授是我男神 去年学术大会 三十岁以下的成员 只有他一个 而且长得也好看 尹哥也没想到 四成年在圈内这么吃香 尹哥拿着盘子去打饭时 突然盘子上 就被放了在牛肉罐口 尹哥抬头 就见瞿老穿着直班 养着下巴神情高傲 旁边的何顾英 顾油的就有些好奇 陪尹哥 这位女认识 却没想到 瞿老很不要脸的就硬下 对 我是他爷爷 说完还把另一罐 给何顾英 让他好好照顾尹哥 捡了陪爷的便宜 却还要在背后 说陪爷坏话 更是讽刺陪爷 是个走后门的 操场上特训班的同学 正在参加体能训练 这些研究员 各个身胶肉贵的 哪里吃得消这些 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 随即就有人 忍不住开始抱怨了 这也太累了吧 清明我看老师 对你都那么客气 你该不会是 哪个大佬的孙女吧 要不你去跟队长说说 郭清明立马打断女孩的话 你们不要乱传 我不是靠关系的人 何况吃点苦也没什么 我只是想得到 实验室的名额 说完郭清明 就继续跑了起来 女生连忙追了上去 彩虹屁不停地吹着 清明 你可是天选之女 还这么低调啊 二班有个女生爷爷 在吹事班工作 都要走后门 不知道还以为 他爷爷管着整个疫区呢 说完女生 眼底满是不屑和讥笑 后院允哥看到 曲老在除草总来问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孙女吗 曲老瞥了眼他 那我能怎么说 说你会录我 所以我给你开小灶 怎么了 吹事班有个爷爷很丢人吗 曲老语气不太好 允哥眼看 曲老要发飙连忙上来帮忙 边帮忙还边解释道 没有 就是怕我家老爷子知道 我认别人当爷爷 他会不高兴 曲老莫名心里酸溜溜的 你经常陪你爷爷吗 突然曲老发现了不对劲 随后看了下手表两点多 瞬间脸就黑了 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特训吗 允哥抬眼看他两人对视 曲老跳脚想要骂人 允哥眼见情况不对 连忙转后逃跑 何顾英没看到 允哥来上课不由的有些好奇 而且不是说一二班都要集合吗 怎么没见一班的人呢 而就在此时 一班老师带着一班的同学走了进来 一班老师指着屏幕立马的屏幕说道 今天哪个班先完成任务 就先回去休息 而此时二班的同学也发现 一班都换了套干净衣服 只有他们还是失衣服紧贴着身上 二班同学立马不服了 老师为什么一班的人能去换衣服 文言 一班的同学讥笑 你们班学习水平差呗 没时间给你们换衣服 就是啊 你们班效率低 关我们班什么事 二班的人瞬间就炸了 都想要跟他们干架了 你们什么意思 一班老师眼见情况不对 联邦阻止 可说出来的话 却透着点居高零下的意思 你们现在可以去换衣服 但是这个题是一定要做完的 路见不平一声吼 陪业该出手时就出手 特训班老师偏心 只让训练完的一班去换衣服 二班同学不服气想要个说法 却被告知想去换衣服可以 但这些题是一定要做完才行 二班的同学沉默了 现在用做题的时间去换衣服 还不如趁早做完题 再回寝室 就算是这样一班的老师 也不想放过二班 觉得他们很不服安排 要是二班能将上面这些题都做出来 以后一班和二班的资源分配 他们就会一视同仁 这话让二班的人脸色难看了 一班立马嘲笑起来 这回都不说话了吗 自己水平差 还想要一视同仁呢 就是啊 他们班不是还捡了个我们班不要的人 何顾英看着屏幕上题目有些疑惑 这些题目的难度也太不合理了呀 随即朝着老师举手 一班老师看见有些惊讶 你要上来做题 何顾英看着一班老师疑惑地询问 不是 我想请一班的同学试试 上面的题目看看他们又能做对几道 他知道以上面这种难度 就算是一班也只能做出一半 这肯定是他们在故意刁难人 顿时一班老师也瞬间脸色铁青 阴沉地看着何顾英 突然郭金宁走出来看着老师说道 上面的题我能试试 老师 可以吗 一班老师反应过来后笑容满面 当然可以 随即对着下面的何顾英故意问道 一班有人试了 二班有谁愿意呢 二班所有人脸色难看 突然门口传来了一声敲门声 一道轻悦慵懒的嗓音响起 报告 我可以试试吗 一班老师立刻上前询问 你是哪个班的 为什么迟到 兵哥看都没看一班老师一眼 走到何顾英的身边坐下冷冷的 二班 跑完不去换衣服了 澡堂的谁怎么是冷的呀 一班老师文言不由的脸色难看无比 不按规定时间集合 一来就说要试试 你知道是要做什么吗 此时的一班老师无比庆幸当初没留兵哥在一班 就这样狂妄不羁的性格 简直无可救药 兵哥没有理会一班老师正准备上前答题 却被身后的何顾英一把拉住 兵哥 你冷静一点 那些题目是特训处故意为男人出的 你就算上去也不一定能答对 文言兵哥瞥了眼不远处的那些题 不就是这些吗 一班老师觉得兵哥不知天高地厚 兵哥转头看着他神色有些诡异 如果我能全部做对 二班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去 陪爷打脸中老户犊子 就算黑了你们驱里的系统也得给爷忍着 教室里兵哥询问一班老师是不是上面的提权做对了 二班就可以早点去休息了 一班老师对这些题目太自信 随口就兵诺只要兵哥能全部做对 他想干嘛就干嘛 一班老师觉得兵哥太不知天高地厚 这些题可是课训处专门用来制这些自以为有点天赋 能看不起规则的刺头的 能做对一半 已经是顶破天了 这还有人想全部做对想屁呢 而就在此时屏幕上出现了郭清明的答题过程 十题对了六题 一班老师笑容满面边鼓掌边说 非常好 这些题目能做对一半就已经很厉害了 答完题目的郭清明没有直接下去 而是走到兵哥面前笑着嘲讽道 同学 你不用勉强自己 通过训练能进入实验室的名额有限 老师资源倾斜一般 也是无可厚非的 兵哥吃笑了声 明艳的眉眼张扬不逊 他坐在电脑面前冷笑道 名额有限 那你陪跑还陪得挺认真啊 文言郭清明脸色瞬间铁青 想要爆发却还是生生忍住了 众人看着兵哥在键盘上不停地操作 有人就忍不住好奇 兵哥的输入速度怎么这么快 刚刚郭清明的解题速度可没这么快呀 一般的同学不由地开始讥讽起来 一看就是胡乱打呢 比不过就比不过呗 这输也输得太难看了 却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下一秒键盘声停了下来 众人下意识往陪允哥那儿看了一眼 就看见屏幕上显示 陪允哥的所有答案过程 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恭喜学员 答对本次全部选题 瞬间场上所有人僵住了 一般老师更是差点没站稳脸色 巨变声线都凑着看 怎么可能 其他人逐渐回神后 发现陪允哥又开始输入 直到有同学低头看一眼自己电脑 才发现电脑全都黑屏了 瞬间教室里的人都炸了 电脑全都不能用了 此时的一般老师才发觉 电脑不对劲跟允哥有关系 一脸惊悚的大声喊道 陪允哥 你在干什么 允哥看都没看一般老师 只见继续在键盘上跃动 不是说 只要我做对了 爱干嘛干嘛嘛 一般老师看着在玩电脑的允哥 就感到极度窒息 疯狂地对着他大喊 陪允哥 你给我住手 听到没有 住手 其他人也开始觉得 这个陪允哥简直恐怖 这到底是哪来的人形吧 允哥似乎没意识到自己的可怕 反而不慌不忙地让一般老师在等等 自己再调个澡堂热水就好了 等允哥将澡堂的热水调好 才缓缓起身 云淡风轻地瞥了眼一般老师 现在我们可以去休息了吗 说完吃笑了声后 就自顾自离开了 此时的一般老师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 坐在电脑看着屏幕 猜测允哥究竟是哪个研究所来的 看着那屏幕上的代码 一般老师恨得咬牙切齿 抬头看着允哥离去的背影 做了个决定 这个刺头不能留下 一日一大早 允哥就被请去行政楼喝茶了 钟圣灵和冷老都在 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应该是特训处的主任 被气得差点气笑升天 不按时集合 还黑了距离的系统 强行打乱集训时间 你要是这么不想参加特训就别赖 随即转头看着钟圣灵说道 你锁的人 你自己看着办 钟圣灵文言沉声附和 韩主任说的对 哥 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黑距离系统 丙哥抬头看了眼 他们准备实话实说 因为澡堂没有热水 文言钟老眼睛一瞪直问冷老 澡堂怎么能没有热水 冷老不由的眼皮一跳 原本是拉着钟圣灵来训陪允哥的 结果钟圣灵掉头训起他俩 黑烟牛逼黑了军区的系统 瞬间就炸了 要转枪头就朝冷老置问 澡堂怎么能没有热水 冷老眼皮一跳有些无语了 韩主任气得眼前一黑 觉得钟老怎么能这么无理取暖 那陪允哥又不是他孙女 他至于这么惯着呢 此时的钟老火气也上来了 自己当宝贝供着的人 居然在他这里受气 自己惯着怎么了 你们要是看不上 他现在就将人带走 以后你跪着求自己 自己都不见人了 钟老拽着允哥就准备走 冷老眼看事情已经发展到失控的边缘 连忙上前拦住钟老 他可是知道允哥身份了 要是真让他走了以后就麻烦 连忙安抚冷静下来 这件事他来处理 冷老此时都想骂娘了 这特训出是怎么回事 这些研究院的年轻人身胶肉棍 搞得这么严苛做什么 立刻吩咐以后恢复24小时供应热水 韩主任脸色铁青 皮笑肉不笑 还需要恢复 控制室那边早上就打来电话 说后台系统改不了 特训出的电力也恢复不了 钟老文言不由地默默地 给允哥竖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大老YG 地旁的冷老看得满头黑线很是无语 不过电力和系统那边 还是让允哥赶紧给恢复了 随即看着钟老轻咳一声让他收敛 先回去 剩下的他会处理好的 钟老转头没看冷老对着允哥不放心的交代 他们AM计算机所的人可不是受气的 有什么事情立马给他打电话 大不了咱们不干了回阻 允哥文言眼烧一弯乖巧的音声 这不短行为看得韩主任牙痒痒的 韩主任坐在沙发上 气得愤怒的不停拍着沙发 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可理喻的人 钟老走后 冷老装模装样的开始训斥允哥 你看你把韩主任气了 今天中午罚你不准去食堂吃饭 下午好好上课 听见了吗 走廊上郭清明心情有些惶恐 陪允哥被叫走就一直没回来 可他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各训处系统和电力瘫痪到现在都没恢复 如果他在自己还能拿到实验室名了吗 正在沉思间突然撞上人 郭清明还没来得及发火 就看到散落一地的纸张 对面男生慌忙将东西捡起来 郭清明看着男人有些不对劲 上前按住男生想要收回的手询问 这是什么东西 男生见状急忙拉住了郭清明 心意横压低声音说 是特训处的考试内容 郭清明文言浑身一顿脸色大变 你疯了 这是哪里 他不清楚吗 居然在这偷答案 男生此时也是紧张不已 但刚刚大楼停电监控是拍不到自己 男生一把握住了郭清明的手 祈求他不要举报自己 他可以把答案跟他分享 实验室有两个名额 到时候他们俩可以一起进实验室 郭清明一把甩开他的手 用不着 裴允哥说不定马上就要走了 只要他不在 两个名额自己怎么可能拿不到 男生看着郭清明的背影 咬了咬牙告诉了他 二班除了裴允哥 还有个何顾英 何顾英是国防部第一研究院的 而且他之前看到特训前的考核成绩 何顾英第一 他第二 这话瞬间就让郭清明变了脸色 你说什么 男生笑了笑将答案递给郭清明 再加上一个被叫走的裴允哥 你确定不需要我手上的这份答案 郭清明脸色阴沉的可怕 却还是伸手接过答案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冷老不愧是老江湖玩得很溜啊 为了平息韩主任的怒火 冷老处罚允哥中午不准吃饭 等韩主任走后却叫了一桌精致菜式 一看就知道这顿也不便宜 冷老看了眼裴允哥让他快点吃 更是让他以后中午不用去食堂都过来吃饭 随后又拿出一把钥匙递给允哥 让他以后不要去住宿舍了 蓄力给自己分配了套房子 自己一直没住 让他以后就去那里住了 冷老之所以这样安排 是之前中老给他发了允哥的心理诊断书 他是双向安心患者 病情特点分为抑郁发作 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 有焦虑 情绪不稳定性 严重失眠等症状 冷老下意识抬眼看向陪允哥 除了眼底严重了点的红血丝 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冷老此事无比担心 允哥真的适合参加特训吗 吃完中午饭 允哥回到实验室的时候 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 传来一般同学嘲讽声音 你们班的确什么歪瓜裂早都有 计算所的人 什么时候有资格参加 我们这种实验特训吗 昨天那么得意 说不定就要果蛋了 允哥缓缓朝着教室走进去 何故因看到允哥回来高兴不已 让他过来坐在自己旁边 陪允哥应了声朝着何故因走去 淡淡地瞥了眼隔壁桌的男生 何故因顺着他的视线 也看着对面的男生 想起刚刚男生的话 立马就对了回去 闹事也要看本事 难道昨天不是你们先挑事又没能呢 男生被当众难看正想做回去 就看到一般老师已经推开门 看见陪允哥还站在那边语气很差 陪允哥 你还站着做什么 刚刚那男生像是试准了陪允哥不敢闹事 对着允哥又开始讥笑起来 陪同学 好不容易留下来可要珍惜机会 毕竟你们计算所的人 一般可进不来特训出 允哥闻眼舔了下烟红的唇 忽然笑了声 可那漂亮眼烧却不藏力气 老师 借我会人吧 一般老师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看到陪允哥突然转身 朝着那男生位置走去 那人还没开口 突然就被陪允哥狠狠踹上了笑 痛得他额间的轻轻抱起 他几乎是双腿直不起来 打着斗跪在了陪允哥的面前 允哥此时明艳漂亮的同谋 续着并不强烈的力气 却几乎让人头皮发麻 刚开始就跪 这怎么行啊 随即抬手一把抓住那个人的衣领 一般老师也被这边布下的脸色一遍 看着陪允哥气急败坏地喊着 陪允哥 你干什么 还不快住手 而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怎么回事 一般老师听到声音脸上大醒 连忙凑上前控诉 白队 你快把这个学生拉开 他才刚因为闹事进过行政楼 现在又无缘无故打我们班学生 白熊没想到还有这么嚣张的学生 连忙上前让他赶紧住手 允哥听到转眼一撇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大坏头 白熊 朝廷有人好办事 这话果然不假 在允哥将那嘴碎的男人揍了一顿后 本以为允哥会被处罚的重点 没想到他居然和这里的大队长白熊认识 白熊在看着允哥也是双眼亮 激动都有些语无伦策 居 居然真是你啊裴小姐 你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又是做错事 被送来驱离的 这太好了 那个被打的男生看到这一幕大跌眼睛 这什么情况 裴允哥和白队认识 男生浑身僵住不敢细想 允哥看着白熊指了指一般老师澄清 自己是来参加特训的 白熊有点难以置信 你还需要特训 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等一下 昨晚控制系统的人 又是你 在得到允哥肯定的答案后 白熊很是无语 他早就该想到 除了这祖宗 谁敢有事没事黑区里的系统 突然身旁传来咳嗽声 一般老师提醒白熊先处理正事 此时白熊也记起先前的事情 指了指男生问允哥为什么打他呀 允哥抬眼冷冷瞥他一眼 有些人管不住自己的嘴 我就只能辛苦点教教他怎么说话 而白熊清楚允哥的脾气 肯定是对方先招惹 他才会出手的 白熊转头看向男生 语气一下变得冰冷 同学 你知道在队里招惹是非 是要被送出区里的吧 一般老师都懵了 明明是陪允哥他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白熊打断 裴小姐会不会主动惹事 这点我还是很清楚的 白熊这话显然是站定了陪允哥 瞬间班上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 一般老师看着白熊的背影 心里坎坷不安 这白队的嫌味比主任还要高 只是平时布莱特训处 才只占了队长的职位 这陪允哥是怎么回事 白熊让同学都去上课后 突然找出了一盒草莓饼干地给陪允哥 语气藏不住的小骄傲 这是我偷偷藏的 就知道你迟早有一天要回来 陪允哥眼皮跳了跳已经满头黑线了 不过也开心地收下 却没想到此后的训练中 白熊没事就来给允哥送点违规小零食 一般看着白熊每天定时来找陪允哥 就开始语气讥讽地议论着 白队对他多上心啊 上次他打人的事 也没人敢管 这不是关系不是什么 而此时的郭清明心里也担心不已 陪允哥这样子 恐怕已经是内定名额了吧 他看着考试派行版 居然又是何顾英第一 自己第二 郭清明脸色阴沉起身走出教室 实验室只有两个名额 何顾英的成绩一直在自己前面 如果是内定陪允哥的话 那自己就没有机会进实验室了 而就在此时上次给他分答案的男生 走到了郭清明的身边 陪允哥能走后门 你凭什么不能给自己争取一条公平的路 郭清明捏了捏拳过了两久才开口 东西你藏在什么地方 男生一听笑了起来 他就知道郭清明肯定会上钩 陪叶被诬陷作弊 就因为他考了满分 这是什么逻辑 考核结束何顾英有些紧张 允哥 最终考核成绩要出来了 你看那些提你的正确率怎么样 允哥咬着糖丸着手机 百分之百 何顾英有些无语 这位一周有三天都不上课 哪来的这么多自信 允哥和何顾英当到教室 就有同学过来拉着何顾英八卦起来 这次考核有人窃取试题 特训处正在调查呢 何顾英有些震惊 谁啊 胆子这么大 没等何顾英再说什么 一般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这次的考核排名 大家可以看看 一般老师把名单分发下去 更特意扫了眼陪允哥冷笑了声 何顾英抬头刚好看到一般老师的表情 顾油的心生疑惑 特训都结束了 一般老师怎么对允哥还是这么不安 随后拿来考核排名看了起来 再看到排名后 顾油的瞪大了眼睛 郭清明第一 何顾英第二 而且前世里面居然没看到允哥 何顾英就没有往下一个个看去 没想到裴允哥居然是最后一名 但裴允哥的倦面成绩一行却是满分 这情况不只是何顾英 连允哥也看得很清楚 顾油的脾气有些上来了 这种烂招数也开始往自己身上用了 还未等允哥说话 何顾英就站了起来质问 李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裴允哥倦面成绩满分还垫 李老师看着允哥冷冷一笑 还要问为什么 裴允哥自己不清楚吗 试卷被偷走这件事 特训处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想给那个人最后一次击分 没想到啊 裴允哥 你胆子可真大呀 把答案背得这么滚瓜烂水 用了不少功夫吧 听到这话郭清明害怕不已 他没想到特训处早就发现了 而倒数第二的那个男生 就是给他答案的人 他也被发现了 他没办法确定 总成会不会共处他 就算他们当初说好了不互相牵连 可他真的不会共处自己吗 李老师看着允哥 又看向倒数第二的男生继续开头 我公私分明 除了你裴允哥 还有我们班的董成 是嫌疑最大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董成 你好好说 这件事谁是主的吧 如果你解释清楚了 我可以请求上面从宽处里 此时的董成已经吓得脸色发白 身子也在发抖 随即咬了咬牙忽然指住裴允哥 老师 是他怂恿我的 郭清明彻底松了口气 嘴角也微微勾起 而就在此时外面 就匆匆跑来了个人 裴允哥 董成 郭清明 何顾英 你们四个跟我去办公室 李老师有些疑惑 为什么前面两名也要去 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可来人里都没理 他就转身离开 而郭清明听言也不免有些心慌 这件事看来一定要有人背飞锅 郭清明目光扫视过裴允哥 眼底划过一抹暗毛 以全押人想要让裴业背锅 却不知道裴业就是大老 只因裴业考了满分 就被一般老师怀疑作弊 更是被韩主任喊到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 李老师就情绪激动地告断 韩主任 现在事情昭然若揭 整个特训处只有裴允哥一个满分 我们这么多年出过什么满分吗 韩主任看向裴允哥声音冷漠的志愿 裴允哥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他没想过中盛林的人还会有这种热气 裴允哥不嫌不但地反问 有什么好解释的 一般李老师指着裴允哥火冒三丈 你这什么态度 裴允哥坐在沙发上吃笑的声 我要是想偷答案你们能发现吗 这话一出韩主任脸色一点 也记起来允哥上次非戏的事 以他的非课技术都能控制全去系 要偷答案还不是轻而易举 允哥舔了下唇又很轻地吃笑的声 既然有疑问 那不如我们四个就在模拟考一次 看看我还能不能有这个成绩 郭清明瞳孔微缩 下意识捏紧的拳 李老师被弃的面容有些扭曲 裴允哥 你到现在都给我嘴硬是吧 好 现在反正前四都在 你们都在模拟考一次 我看你还能不能有这个成绩 而此时的郭清明终于知道害怕 整个人如罪兵叫紧张不已 不 不能考 就在韩主任刚想开口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一道沉声 什么事 非要来多考一次 众人转头就看见云城物理研究所的所长莫燕金 韩主任站了起来神情意外 莫老怎么来了 莫燕金走过来轻切地拉住了郭清明的手解释 清明是我们所对有天赋的学生 也是比人的外孙女 这次过来是听说考核结果出了点状怒 李老师文言顿时就惊了 没想到郭清明居然是莫燕金的外孙女 随即立马倒了杯茶地给莫燕金 是出了点试 所以我们打算让他们重新考一次 看看到底是谁成绩出了问题 莫燕金文言立马开启不笃 清明从小就听话 我不觉得是他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清明凭什么要受累 这话让郭清明暗松了口气 莫老说完李老师这个马屁精连忙硬倒 莫老说的没错 那就让剩下来的三个人重考 郭清明知道自家外公来了有人撑腰 于是开始茶里茶气的撒娇道 外公这次进课训处 我都说了我不会靠你 莫燕金拍了拍他的手安慰道 但你是莫家的小辈 你要永远记住 有外公在 没人能勉强你 却没想到下一秒 允则将一叠资料扔在桌上 这个月六次考核 何顾英拿了四次第一 仅有的两次第二 也只比郭同学少一两分 可这次郭同学比何顾英高了三四十 还在题目难度增大的情况下 郭同学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郭清明顿时浑身僵硬 莫燕金眼睛一米语气带了点火腰温 你是谁 这是怀疑清明有问题 郭清明笑了笑 他撞弱无意地扫射过裴允哥 外公 裴同学这次拿了满分呢 莫燕金语气透着几根嘲讽的笑 满分 小姑娘你可知道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人 当初在特训班里都没有一个能拿满分 裴允哥懒洋洋地瞥了眼他 眉眼仍是散漫不逊 没有人拿满分吗 嗯挺震撼的 来了来了 裴叶开启打脸模式了 臭老头躺覆自家外孙女觉得他们这些老家 当初在特训班都没能有一个人拿满分 现在一个小丫头怎么可能得满分 肯定是作弊的 却没想到允哥鸟都不鸟他 你们没讨出来你们有理了 允哥这态度瞬间就让莫燕金脸色阴沉了下来 重重地将茶杯放在桌上 年纪轻轻 还挺巨傲的 把我莫燕金的外孙女扯进来 你们要给我一个交代 至少也要给我外孙女道个歉吧 各位觉得呢 众人心里有数 莫燕金这是想把人摁头认罪 当裴允哥给郭清凌道歉 韩主任就要开口反驳 一般老师就打断了他的话 郭清凌那可是取老塞进来的人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道嗓音带着冷笑 国道要看看 是谁操心到我们所里来了 话音一落众人觉得这声音耳熟 下意识转过头看去 没想到面前的人居然是钟圣林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莫燕金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 钟老 钟圣林目不斜视地走到裴允哥面前 允哥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钟老当问完莫燕金就忍不住叉子 是有人偷了考核试题 这次考核成绩出来 只有裴允哥一个是满分 而且有人指认裴允哥作弊 指认 谁指认的 钟老的语气一听就知道是找人算账了 董成硬着头皮举了举手 钟老 是我 钟老走到他面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你和哥很熟 董成被钟老的气势压得喘不过气 没有 那他为什么会跟你去偷答案 董成与赛支支吾吾的声音越来越小 一 因为是我拿了答案 被陪同学看见了 所以陪同学向我要 而让所有人更没想到的是 钟老居然转头骂起韩主任 韩撤明 就这破理由 你也敢污蔑我家允哥 随即也不听他解释拉起允哥的手就朝外走 允哥 我们走 告诉姓冷的 以后再要从我这接人 想都别想 却没想到一直没开口的允哥拉着钟老 重新考核吧 他目光慢悠悠地扫视过特训处的人 很轻地吃笑了声 希望重考结束区里给我一个交代 郭清明的脸色有些差 偏偏陪允哥还正好似笑非笑地看向他 郭同学应该也没什么特权能不重考了 此时的郭清明无比恐慌 很快重考开始了 韩主任看着钟老劝道 您应该很清楚 陪允哥到底有没有可能满分 钟老看都懒得看他 你怎么知道不能 很快韩主任被打脸了 二十分钟后 陪允哥就做完试题 提交了答案 陪允哥居然还是满分 这个结果让众人震惊不已 韩主任和一般老师不敢相信地检查了好几遍 钟老面无表情地扫视过所有人 结果出来了 都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等所有人考核结束后 何孤英的成绩是最稳的89分 郭清明的成绩只有71分 总成仍是垫底只有50分 到底是谁作弊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而最后的这个结果 也几乎打了所有人的脸 陪允哥还没说什么 突然手机就震动了下 他看了眼短信是度业发来的 一般李老师眼看事情和郭清明有关 脑海里快速浮现出一个主意 郭清明是取老安排的人 只要取老来肯定会帮他解决 于是拿出手机给取老发信息 拍马屁拍错了人怎么办 在线级等 而最惨的是真正的大佬 却是自己一直针对的人 还有活路吗 允哥在看到度爷信息后 就起身准备走人 后续的事情就交给钟老扶女 还从兜里拿出了宿舍的钥匙递给冷老 冷老 这钥匙先还您了 已经知道事情前因后果的冷老眼皮一跳 还是有些急痒啊 想要跟他解释允哥 却听也没听开门出去吧 冷老知道这次的事情要处理不好 他们都要完蛋 而此时的钟老也开始秋后算账了 刚刚是谁要我家允哥道歉来着 莫燕金脸色难堪 却还想为郭清明辩解 他真是没想到清明会做这种事情 但清明毕竟年纪小 这些人也没必要抓着这件事不放马 这话差点没将钟老气笑了 年纪小 能有他家允哥小吗 他刚刚要求允哥道歉时 可不是这个态度 莫燕金被这话对的脸色一黑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大门被人猛的推开 吵什么 李老师看到瞿老激动不已 瞿老来了 就算钟老想要找麻烦 也要顾忌瞿老的身份 于是连忙迎上去开始告状 刚刚给你发信息是关于郭同学的事情 瞿老疑惑不解 郭同学是谁啊 李老师笑容一将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郭清明啊 就是报名那天迟到 你亲自安排静一般的 瞿老满脸不难 我什么时候安排郭清明 我安排的不是裴允哥吗 许老的话让一般老是犹如雷击 许老安排的人 怎么成了裴允哥 那天除了郭清明 裴允哥也迟到了 大家都知道搞错对象了 钟老看向众人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但他们竟然差点让允哥背黑锅 那距离就必须要给交代 不然实验是合同谁爱签谁签 钟老此时态度十分强硬 许老愣得下一祸不解 裴允哥是你所里的人 被黑锅 谁 提起这是钟老就一度走了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郭清明 栽赃陷害 考核作弊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追究到底 许老目光炯炯 威慑地扫射过莫燕金 考核作弊 栽赃陷害 这件事我会让人发出公道 禁止该研究员在区里的一切工作 物理研究所就是这么培养研究员的 那就不要送人来实验室了 郭清明的脸色发白 躲在莫燕金身后拉住了莫燕金的手 莫燕金咬了咬牙 还想做垂死的挣扎 想让许老看在他的面子上 却没料到曲老态度依旧坚硬 莫燕金你也应该清楚 像是这样的国家考核里作弊和诬陷 是要承担责任的 莫燕金脸色一变 他没想自己都这样说了 曲老却半点不给他这个面临 脸色阴沉地带着郭清明离开 等人都离开后 韩主任忍不住开口 曲老就为了一个学员 这样会惹麻烦的 曲老差点被气死 把保密协议朝着他打去 你先看看你自己 差点惹了什么麻烦 韩主任刚想反驳 但探清协议上的大字后愣证住 保密协议 裴允哥是YG 韩主任浑身一僵 如同遭受晴天霹雳一般 而此时的裴允哥正朝着区大门口走去 刚到门口就突然想起了姑娘娇羞的嗓声 先生来这 是有什么事吗 允哥抬头就看到大门口停着一辆白色轿车 车旁站着一个清俊金贵男人 一个女孩正在跟他搭讪 允哥看到这景象 真想早点把人弄回家 省得招风引别 允哥继续朝前走去 一脚踏两船被发现 允允心虚想要逃跑 办公室内忠老拿着杜爷给他的药品有些疑惑 霍总 这药品是 杜爷给忠老递了张名片 这是他根据允哥的身体状况 重新研发的药品 让忠老可以先拿去做检测 后续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 忠老看到素白的名片上 只是简单地印了名字地址和联系方式 在探清名片上的名字后不由地愣证住 黑州的洛旭 医学水平及高弹一向是神医 几乎没什么人能找到他 这时候忠老才察觉到 这位霍先生比他想象的更不简单 居然能说动研究药品 忠老有些好奇霍先生 为什么不自己给允哥 这是个多好的表现机会 男人夹着烟的修长手指烧顿了片刻 他要走自己的路 我陪着护着就行了 他不想说的 我不会刻意问 左右心肩上只有这一个姑娘 怎么贯都不过分 而另一边曾助理陪着允哥去拿洗衣 却没想到半路上被人给拦下来了 只见一个面容挺清秀的男生脸色发红 手里还抱了树花 他看着男生不满询问 你认识我 男生脖子都红了情绪激动又兴奋 裴同学很厉害 那天晚上 我就不能再忘记你了 这话怎么听都不太对劲 允哥还没开口 就看到了曾旭强烈谴责的眼神 仿佛在控诉他 允哥脸瞬间都黑了 随即明白男生说的应该是特训班的第一天 他黑了系统的事 拉着行李直接走人 抱歉 我要回家了 曾助理连忙上手去接允哥的行李箱 裴小姐 您还是让我拿吧 不然杜爷那儿我没法交差呀 允哥散漫地瞟了眼他 曾助理 你该不会等下回去给我家哥哥告状吧 你就当没看见 就不要告诉杜爷了 曾助理愣挣住了 用沉默回应了允哥的真实想法 允哥无语了还真打算告自己状啊 裴允哥眼烧一弯云淡风轻的威胁 曾助理 好好考虑一下 我还是挺记仇的 曾助理嘴角抽搐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裴小姐 我还是听您的 五分钟后再次见到杜爷 曾助理就毫无人性将允哥给卖了 杜爷 我刚刚在那边 就是听到了这样的话 看上去对霍时度十分忠诚 下一刻就看到 杜爷似笑非笑地看着允哥 正当允哥心虚想要跑路 突然不远处想起了一道激动的嗓音 霍哥哥 我们来这看叔叔 好巧哦 等会一起走吧 允哥下意识转头 看到扎着两个马尾垫 朝着他这边招手 让允哥挺意外的是 女孩身边跟着的温九园 霍时度瞥了眼走来的女孩后 随意地为允哥介绍 魏欢 她的表妹 魏欢没想到霍哥哥会主动 为这个女孩介绍 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我和温姐姐是邻居 霍哥哥以前还在我家住过 你又是谁啊 魏欢一直觉得 温九园和霍哥哥才是一对 在看到杜爷身边的允哥后 心态都烈了 却没想到温九园忽然和允哥打招呼 裴小姐你也在这 允哥没太在意地应了一声 魏欢拽住温九园的手 有些怒气不争 怎么还能和情敌好上呢 情敌见面不应该分外眼红吗 怎么还能和情敌好上呢 魏欢拽住温九园的手 有些怒气不争 却也疑惑温姐姐居然和她认识 温九园老师芭娇的点头 裴小姐人很好 或是杜去了眼他们 没什么插话的性质 只是提醒他们该回家了 随即众人来到车前 曾旭上前替几人开门 魏欢特地挤在杜爷前面上车 对着车外的温九园招呼 温姐姐快来啊 魏欢不停地用眼神暗示 温九园此时被魏欢弄得尴尬无比 正不知所措时 允哥一把拉住她的手 让她和自己一起上车 车内魏欢看着温九园不上道 干脆自己坐在了霍十度的身边 一上车魏欢就开始了回忆杀 霍哥哥 以前你在我家住的时候 温姐姐还会来跟你一起写作业呢 你记得那次我们去露营 魏欢故意聊着他们三人过去回忆 明显是想把裴允哥排除在外 温九园也感觉到 魏欢却是在针对陪允哥的 便没再聊下去了 不明白魏欢怎么会这样 魏欢皱了皱眉 看温九园没有理自己 有些疑惑温姐姐怎么不跟自己聊了 突然一直没说话的男人 漫不经心地开口了 魏欢 前面曾序旁边 还有个座 魏欢浑身一顿 怂怂的缩了缩脑袋 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惶惶往旁边挪开了一些 尽量给这位多一点的私人空间 他怎么忘了表哥有多吓人 而且从来都不会哄人的 允哥看到这一幕 不自觉勾了下唇 看得出来魏欢是挺怕祸适度的 随即懒洋洋给魏欢解围 小妹妹 跟姐姐换个座 这天挺冷的 魏欢脑子放空 不明白陪允哥这是什么意思 却是本能的疯狂点头 等他走到温九园的身边坐下 才暗暗送口气 还是温姐姐身边舒服啊 刚一抬头 就见允哥紧贴着男人坐 一脸乖巧地询问 哥哥 你冷不冷啊 魏欢呵呵一笑 演技拙烈 像这种主动贴上来的女人 他表哥肯定不留情面 真以为他表哥是一般人吗 魏欢用看热闹的眼神 时不时撇过过时度两人 果不其然只见男人 淡色的同眸撇过他 姿态懒洒而又金贵 却没打算理会陪允哥 陪允哥瞧得出 是因为刚当曾旭告状了 杜爷吃醋了哄不好的那种 云云很无奈化身小妖精 用自己冰冷的手 碰了下他的手背 女孩嗓音慵懒又勾人 哥哥 我好冷啊 男人只肩动了动 触碰到女孩冰冷的手后 果然伸手握住主动问 穿了几件 这一幕几乎是让魏欢脸上的 得意将助 他不敬女色的表格去哪里了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小妖精 而温九云却仿佛早有预料 眼睛都不抬一下 杜爷对裴小姐就是这么不一样 允哥见获实度主动跟他说话 便极为自然地伸手到男人的胸前 三四件吧 裴某人看男人没有推开自己 再接再厉脸不红心不跳地 搂上了男人紧实的静腰 哥哥身上好暖和呀 男人轻描淡写地瞥了眼他 目光饱寒警告意味 陪允哥 你也想去陪曾旭 话音刚落允哥瞬间化身乖乖你 这狗男人怎么这么不好 都怪曾旭 货宅 允哥跟在霍实度的身后 感觉到男人脚步越来越快 跟上去也有点失利 突然前面走着的霍实度 听到允哥喊了声 便立刻回过头 还以为是允哥崴脚了 可下一秒就见允哥 整个人朝着杜爷扑过来 下意识就张开手 便有人往他怀里扑了 允哥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腰 不肯放手 哥哥 别生气啊 我不认识那个人 男人唇脚鸡不可查地翘起 面上却只是漫不惊心道 他说晚上 允哥立马解释是大家上集体课的时候 男人忽然懒散地伸手 替小姑娘理了礼物发 我家小姑娘是越痒越好看了 的确容易被惦记上 允哥下意识愣证地看着他 却没想到男人下一秒 推开怀里的允哥开口 我还有个会议 你先回去换个衣服 如果想秦老先生了 我安排司机送你去秦家老宅 允哥却莫名察觉到 男人的心情不是很愉悦 不久杜爷听到了书房外的敲门声 哥哥 开完会我有礼物送你 男人抬了抬眉梢 而会议视频的其他人 并没有听到门外的声音 另一边允哥拿着一个盒子 站在杜爷房门口 这是三个小时前 允哥在小群里寻求帮助的结果 是陆远斯帮自己搞的礼物 是一个猫耳朵发布 允哥眸光微动 目光又落在猫耳发布上 唇角轻轻翘起来 杜爷吃醋陪爷买礼物哄人 趁着杜爷在书房开会 允哥带着礼物偷默默地来到杜爷卧室 他在卧室内四处张望 看看哪里藏下这些东西 而男人的卧室简单而空旷 只有那小面墙的衣橱能存放精细 允哥推开衣橱门的时候 发现衣橱分上中下三层 看来只能放在这里 允哥以为男人开会没这么快 他刚好可以将礼物摆好 却没想到此时书房杜爷早就不见钟影 电脑里一起开会的众人好奇不已 霍总怎么开着会就不见了 他们原定要说的事情好像还没说完 众人纷纷猜测霍总他该不会是金屋藏娇 有女朋友了吧 此刻霍时杜爷回到了卧室 本来他也给允哥带了礼物了 但因为下午发生的事就没将礼物送出去 杜爷走到桌前将礼物拿出来准备 等会给允哥 就在霍时杜拿着礼物盒时 衣橱里忽然传出小动 杜爷一惊停下动作 衣橱里的陪允哥眼皮一跳 顾明白杜爷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允哥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呼吸声都放得清了 下一刻杜爷朝着衣橱的方向迈步走来 随即门被打开 允哥下意识颤了颤睫毛 抬眼就和面前的男人对视上了 看清了里面女孩的模样后 男人的眼底一转极深 允哥看着男人一直在盯着自己 小声地询问男人喜欢礼物吗 男人骨节均匀地 手慢条丝里地拆着礼盒 将里面的猫耳朵发箍 带着允哥的头上 嗓音拥挽勾勾人说道 哥哥更喜欢小野猫 允哥眼见面前 男人已经哄好 就笑眯眯女气条款 哥哥 有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啊 允哥俯下身就开始摸男人的兜里 而男人并没有阻止小姑娘的放肆 而是将小姑娘俯好 防止她从上面摔下来 允哥刚仰起下巴想要起身 就被杜爷压了下去 随即男人就伸手捞住了 陪允哥的腰肢 双手把人抱了起来 小姑娘下意识勾住男人脖隔 随后将她放在床上好笑地问 陪允哥 说摸就摸不怕惹事啊 单独相处 一男一女 这小姑娘一点不怕惹事 就在允哥以为自己这次玩错了 就看到杜爷起身朝一边走去 还不等允哥反应 下一刻脚踝上梁一传来 让允哥下意识低头 就见男人将一条链子 带着允哥脚上 等计好后男人一抬眼 礼物 我找到了 允哥瞬间被撩得脸红心跳 怎么感觉这话听起来 自己才是那礼物 陪爷送礼杜爷撩妹 却没想到撩过头了 将陪爷给撩炸毛就想要逃跑 杜爷也明手快拉着小姑娘 将人抱在怀里低笑声透着火 怎么生气了 不是说给哥哥礼物吗 允哥转头想要告诉杜爷礼物都在衣柜 却从衣柜的镜面里看到男人唇角翘起 男人忽然半腹下身 轻咬上了他的猫儿 轻磨慢咬着的样子 让人脸红心跳不说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让允哥浑身一顿 更是被男人招聊又暧昧的低笑声 撩得耳根红得发烫 苏玛感激得浑身都软了 我们隐隐的小尾巴呢 允哥莫名心口狂跳 不敢对视男人的同谋 客厅里家庭医生正在给允哥探脚 苗姨看到允哥的脚大声惊呼 这是怎么搞的 允哥不由地想起之前被男人撩得七昏八速 临阵脱逃的时候 不小心撞上了桌子 可这话不能说呀 只能可怜兮兮地说自己不小心撞到 杜爷听到允哥的话无声勾笑 走到了陪允哥的身边坐下 昨晚云云给哥哥送的礼物 哥哥很喜欢 一时间陪允哥不知道或是杜说的礼物 到底是他放在衣橱里的那些 还是什么 看着允哥不太想理他的样子 杜爷拿出一个东西放在允哥的手心 昨晚是还有礼物 逛了给我们云云 允哥打开手心就看到是把钥匙 随即就听到杜爷道 这是雷电计算机所旁边的一个实验室钥匙 上次老钟跟我说 你对研究也挺感兴趣的 杜爷边说边伸手 轻捏了一把陪允哥的脸蛋 允哥眸光微动 抬眼看向霍时度 只是感兴趣就送自己实验室 霍时度这不是在烧钱吗 而就在此时家庭医生手上一用力 允哥瞬间疼得一哆嗦 家庭医生领抖时还不忘提醒允哥 年轻人也是要克制的 太刺激的体验不安全 听到这话允哥瞥了眼霍时度 目光就不太友善 心理研究所 允哥一进来 崔恒川就注意到陪允哥脚上的绷带 崔恒川倒了杯水滴给允哥关切的说道 受伤了 下次走路注意一点 允哥不假思索的应了一声 下意识接过崔恒川递来的水后 允哥发现了不对劲 自己跟崔恒川好像还没熟到 可以这样聊天吧 允哥眸光微暗 将杯子放在了桌边 其实允哥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个崔恒川 可现在自己好像对他开始不设防了 而且似乎对崔恒川有了一定的好感 他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扣敲着一把手 崔医生 从我第一次进这家研究所开始 我们做了五次催眠治疗 崔恒川文言眼底划过一抹鬼光笑道 没错 怎么了 允哥眼中闪过一抹寒光询问 那催眠治疗的时候 只有崔医生一个人吗 崔恒川却机不可查地勾了下唇 还有我的助手 以及钟老先生的高中同学黄医生 文言允哥起身淡淡说道 黄医生今天不在 那下次预约吧 今天我有事 说完允哥脚步不快地离开了 他走后 江指从后面走出来 看着陪允哥离开的身影心里闷运 主人 为什么您偏偏选他 阴谋诡计围绕在陪爷身边 允哥敏锐地发现不对劲 连忙起身从崔恒川的办公室离开 等他走后 江指从后面走出来疑惑地开口 主人 为什么您偏偏选他 崔恒川点了根烟弹笑道 因为我挺想要他的 江指下意识捏拳 之前在店里和陪允哥比赛车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崔恒川对陪允哥的不同 可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崔恒川并不在意缓缓吐出烟圈 没事 就算他想换人 也都会是我的人 就比如钟老先生的老同学黄医生 他就清清楚楚地看见 他是怎么催眠陪允哥 给陪允哥注射药剂的 但他的嘴很老实 知道站在谁一边 崔恒川缓缓翻开病例本 看着里面的数据开口 不过他太聪明了 短短四次注射 就对自己的情绪有所觉察 江指两眼发亮 是个主人 这太冒险了 更何况我那么看重他 你还是不要 江指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让他们这周就把七十艳药剂寄来 崔恒川都纯似乎胜券在握 我很期待看见 他是怎么爱上我的 而此时刚走出心理研究所的允哥 就给商燕打电话 允哥大概把自己的事跟商燕说了一遍 商燕觉得允哥是不是有点太敏感 就因为自己不反感崔恒川了 所以就觉得崔恒川很反常 允哥眉头动了动 不反常吗 而且不止这样 我对他之前给的药物过敏 我怀疑里面有致患类药剂成分 这话瞬间让商燕重视起来 如果这件事允哥猜测的没错 那后面怕是不好解决了 而且之前还听说 费州有个心理实验室 经常做一些精神控制人类的实验 似乎今年也有人正在研究某种精神药剂 允哥勾笑了声 眼底却没什么温度 活了这么多年 还真有人敢拿他做实验啊 商燕嗓音里压着笑语 行 我会安排一个你满意的医生去照顾你 允哥舔了下唇 眼底情绪不明 不要直接安插过来 让他走研究院的关系 我还不想打草惊蛇 此时允哥也觉得自己对崔恒川的感觉 的确过分异常 所以 崔恒川到底想干什么 允哥情绪失常暴躁无比 度爷出差连夜赶回来陪伴 AM计算机所 允哥有些不舒服地揉了揉眼睛 却没想到下一秒办公室门被推开 司成岩一脸羡慕地拿着项目进度表走进来 你这项目进展得太快了吧 脑子这么用 都不会费 走到允哥身边忍不住去摸一下允哥 这令人羡慕的脑袋 可下一刻就被这不真实的温度给吓到了 我去 好烫 允哥一脸烦躁推开他的手 没事就出去 司成岩看了会儿他知道劝说没用 就干脆当着陪允哥的面给钟老打电话 陪允哥 你这几天疯魔了 都烧成这样还做项目呢 很快电话就接通了司成岩不管不布的开口 喂 老爷子 你知道你家宝贝继承人现在高烧多少度 还在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手机就被允哥一把抢走 找我麻烦 此时的司成岩发现允哥的反调 陪耶现在这个状态太暴躁了 比自己第一次见还吓人 允哥眸光微闪把手机还给了他 淡淡地跟他道歉 司成岩拉着允哥就要带他去医院 允哥看了眼旁边的司成岩 询问新药还没配置好吗 司成岩一愣也发现允哥的情况不好 我好像有点需要了 允哥俯了福尔边的头发 司成岩默了默 随医生歧视也研制出 允哥闻言就打断了他的话 允哥 没有新药的话 能帮我弄点安眠药吗 成岩烦躁地揉了下自己后脑勺的头发 允哥所用的药品都是得上面检测 确定安全的才能用 但司成岩也是第一次看见 陪允哥眼烧熬红成这样 懒散的表情怎么都透着一丝蛋默 允哥本想说算了 却没想到司成岩就转身快步离开 晚上允哥看着手中的药品沉思了片刻 还是默默地将药品放下 随即来到杜爷房间门口 在门口犹豫徘徊片刻 才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允哥心中一阵失落 杜爷出差很久还没回来 允哥朝着房内缓缓走去在床边慢慢坐下 闻着房间内男人淡淡冷香 那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安心的胃口 随着四周男人的香味伴随 允哥缓缓地闭上眼睛睡去 而半夜允哥觉得额头有点凉 下意识伸手去拿 才发现是片降温天 他不自觉醋眉 下意识睁开眼 就看到熟悉的男人出现在他的眼前 往常散漫的桃花眼 现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隐隐现实和梦境傻傻分不清楚 看到杜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开撩 结果差点被吃掉才知道怕 允哥发烧半梦半醒间感觉额头有点凉 下意识伸手去摸 才发现是片降温天 允哥转头就看到自己日丝夜响的男人就在眼前 往常散漫的桃花眼 现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杜爷刚想伸手 整了一下允哥弄歪地降温天 却被允哥忽然握住了手 哥哥 男人有些意外地低头 不想对世上女孩直白地视线 杜爷勾了下唇 挺耐心地任由他握着 语气低沉又温柔 不舒服吗 男人伸出一只手 试了是允哥额头的温度到 出完汗 就不会不舒服了 可床上躺着的小姑娘 还直直地盯着他 眼神透着不太满意 紧接着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陪允哥就忽然伸出手 细白的手臂勾搂住男人的脖梗 杜爷被这忽如其来的搂抱 勾得惯性俯身 却又更快地手撑着床颜 嗓音低雅又带着疑惑 允允 杜爷后面的话还没出口 允哥忽然凑近 勾着男人的脖梗 亲了下他喉结上的亲质 男人也感觉到喉结上 忽然腹上的一层湿软的温热 他浑身一顿小腹 也突然升起无名的邪火 允哥没感觉到男人 眼底半遮半眼的灰暗 亮的眼烧懒洋扬的弯着 梦里都要我主动吗 哥哥 总算亲到了 杜爷却被这小姑娘气笑了 梦里 这是稍糊涂了 没想到胆子还是挺大 原本脑袋有点昏沉的陪允哥 看清了杜爷似笑非笑的危险眼神 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梦有点珍视 你还想干什么 而杜爷不等允哥回神 就开始脱大衣和西装外套 允哥看着男人一手扯下领带 默默地把被子往上拽 表示自己还想睡觉 此时的允哥怎么感觉 这个梦有点危险 却没想到下一秒允哥就被捞了起来 靠在后面的软垫上 海眼对视男人眸色是浓稠的黑 沉沉磁磁的嗓音 慵懒又轻慢地玩味问 梦里只清一下 是不是太吃亏了呀允允 眼前的男人眼神黑得浓郁 危险又透着某种射人攻击性 像是随时都能吞下他一样 允哥瞬间就有点怂 却也没有怀疑这不是梦 换作平常男人的一贯作风 他是不会这么露骨的 忽然允哥倒吸一口凉气 男人不轻不重地咬了下他的脖隔 酥酥麻麻地倒是不疼 可气息却暧昧到让人面颊发烫 一日允哥醒来感觉有点懵圈 抬着手准备揉眼睛 才发现手上有点疼 睁眼一看不由的心理一惊 居然是睁眼 就在此时房门被打开 杜爷带着上次看脚的医生 走了进来了 允哥看到杜爷不由的脑子里 就突然多出了一段记忆 他似乎做了一个非常不规矩的梦 允哥一回想到后来 男人反客为主的场面 瞬间小脸就爆红 想要找个地洞躲起来 可男人神色自然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允哥想要试探地询问昨晚的事情 就听到男人解释 昨晚他一直在高烧 所以杜爷请了医生来给他挂水 允哥有些不敢相信就这些 而就在此时医生上前扶着准备 给他再测一下体温 一旁看着的男人 薄红的唇勾了下 饶友兴致地问 还有什么 你梦到我了 允哥也不太敢相信 自己在梦里能那么没出息 被躲男人咬了一下脖梗 就浑身发软地求饶 杜爷实在是太不错人了 趁着允允发烧糊涂 吃人家小姑娘豆腐就算了 第二天还忽悠允允 把允允整的现实 和梦境傻傻分不清楚 醒来后还想要是探杜爷 却没想到反被杜爷套路 询问他梦到了什么 这个反问堵的允哥 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想到昨晚小脸瞬间就爆红 梦到了 而且还梦到很要命的 男人看着还在出神的小姑娘 刚刚他偷偷瞄见 允哥时不时地摸着自己 昨晚上被咬的那块点 看上去挺疑惑的 医生不由地看了眼 一旁斯文优雅的男人 没想到杜爷也有不做人的时候 感叹完的医生将体温计 扔回医疗箱就走了 却没想到这时杜爷忽然开口 允允 过两天我要去探黑粥 想不想跟哥哥一起去 此时允哥半信半疑 拿着镜子检查着脖子 没想到竟然一点点命迹都没有 允哥一想到昨晚的那个梦 就莫名的耳朵发热 他怎么会做这种梦 而在听到杜爷的话头 也没抬就答应 一日允哥刚到AM计算所 忠老就递了一瓶新药给允哥 这瓶刚检测完 目前来说 这新药跟你的是配度 应该是最高的 允哥结果要笑眯眯地 向忠老道谢 钟圣灵一边喝水 一边忍不住心里鼻鼓 这哪用谢他 要不是那位霍先生 谁能请的动作鞋子药 允哥边看着手里的药 边给忠老扔了炸弹 对了 这是被发现了 允哥漂亮地眼烧一弯懒洋洋解释 杜爷去佩州有事 我跟他一起 钟老闻言不由地暗暗地送了口气 如果是霍石渡的话 那去佩州就没什么危险了 两天后 霍石渡带着允哥乘坐私人飞机去的佩州 抵达佩州后 曾旭先带允哥回了霍石渡的私人庄园 佩州比较特别 区域管辖的差别也大 这块区域一般到晚上会人满为患 而且没有国内安全 行出去一定要带保镖 曾旭像老妈子一样不停地交代允哥 允哥懒洋洋地硬着 却没想到当走进客厅 就听到有人在议论自己 霍石渡这是被吓了什么迷魂样 一个女人值得他这么上心 还真带来庄园了 曾旭还没来得及阻拦 就见那男人冷笑了声继续开口 我倒要看看 他身边带着个什么天仙 话若男人转身 曾旭早就摸清了允哥的脾气 已经不敢看接下来的场面了 可洛鞋似乎不知继续做死 对着允哥上下打量了半天 语气不太友善地问 你就是霍石渡身边的女人 却没想到允哥瞥了他眼 就转身自顾自地离开 曾助理 我要睡午觉 送客吧 这意思很明显了 让曾旭把人弄出去 洛鞋的一张俊脸都快气变了 霍石渡身边的这个女人也太狂了吧 培也被人嫌弃了 觉得他配不上度爷 更是在允哥刚到K州就给了他的下马威 却没想到允哥里都懒得理会 直接将人给无视了 这态度瞬间就将洛鞋的一张俊脸器的铁精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曾旭还偏偏非常听他的话 看着他诚恳让他先回去 度爷去处理点事情了 大概要晚上才能回来 裴小姐的确有午觉的习惯 洛鞋表情都快崩了 转身朝着一旁的沙发坐下 啼笑若不笑地开口 他睡午觉 我在这做做都不行 却没想到曾旭确实一脸认真解释 裴小姐前两天病了 要静养 洛鞋有些好奇了 什么病 曾旭老实地告诉他发烧 这话瞬间让洛鞋无语了 洛鞋学医这么多年 也还是第一次知道 退烧也需要静养 洛鞋猜测允哥应该也是个大学生好奇询问 曾助理 他是学生的 就这么跑来K周没问题吗 没想到曾旭不太在意地笑道 裴小姐现在不用上学 洛鞋不由得更加好奇 看着才刚成年就已经毕业了 看不出来还是学霸呀 却没想到下一刻曾旭的话瞬间就让洛鞋炸了 不陪小姐办了休息 洛鞋难以相信 什么 洛鞋看向他示意他继续说 曾旭不明所以小声敌步 他还威胁我帮他写作业 洛鞋一听脸色都黑了 这种人 你还觉得和霍时度般配 曾旭论证 杜爷觉得般配 便自然就般配 洛鞋脸部表情都快裂了 拿出手机直接给杜爷打电话 杜爷 你认真的 你身边的那位 连休学作业都是让你助理写的 洛鞋就是想告诉霍时度 这个裴允哥恃宠而交 有多性格恶劣 可却没想到下一刻 霍时度却不计不许地反问 那曾旭写完了吗 没事就挂了 过两天他会在你的工作室 做个检查 我希望你能拿出最好的水平 别出岔子 洛鞋还来不及说 就被对方挂断电话 洛鞋黑着脸一声怒气走了 而此时房间内 允哥正跟钟老视频 允哥 既然你已经到了K州 要不要去参观一些学院 或者实验室啊 允哥扬了扬眉 表示自己只打算来玩几天 钟老看着允哥语气可怜兮兮 K大明天有个演讲会 是万绿计算机所的副所长做的 此时的钟老心理不由的范畴 想让自家允哥 多打开点人际关系 真是比登天还难 听到这个名字允哥一惊想到了 这个万绿计算机所 刚刚早这次国际计算机 赛赢了我们所 说到这里钟老不由的叹了口气 过一阵子还有个副赛机会 不过只允许35岁以下的成员参加 到时候你 钟老后面的话 还没说允哥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自觉地表示自己到时去看看 洛邪飞着脸回到实验室 就有个小胖子笑嘻嘻道 老大你回来了 有没有看论坛啊 洛邪脸色不好 没看 小胖子贼嘻嘻地凑上去 老大 论坛上说 这次国际计算赛的副赛 很可能在K中 小胖子疯狂暗示 AM计算机所35岁以下的成员 除了私成员那不就只有 你懂的 小胖子继续产笑道 你不是仰慕YG好久了吗 洛邪深吸一口气 刚刚的阴郁全都烟消云散 有什么比偶像的力量 更让人枯目逢春 YG要来K州了 洛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培也被人嘲讽了 暗指她是不求上镜 只会靠别人的废物 K州学院 曾旭满脸激动眼中放光 一路上叽叽喳喳 她没来过K州学院 但知道K州学院是一家顶尖学院 虽然不参加国际排名 但名气仍不低于尼里大学 兵哥咬着跟堂 一言不发地走在后面 戏场写满了不耐烦 在曾旭询问时才敷衍的音声 却没想到路上会有人忽然喊住她 裴小姐 这是去哪儿 兵哥转过身材 认出来是落血 兵哥瞥了眼 她完全没有要理她的节奏 曾旭无奈立马到 裴小姐去听计算机讲座 忽然一道女性的嗓音响起 那应该是我的讲座吧 女人名叫赖云青28岁 是K州最年轻的副教授 也是万绿计算所的副所长 曾旭也很意外 激动的都有点语无伦次 您就是赖教授 竟然这么年轻漂亮 真是厉害 赖云青阳的扬眉语气 有些耐人寻味 没什么 不过我像裴小姐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读完大学了 所以年龄小一些大了 洛邪则看着兵哥语气不太好开口 裴小姐既然对计算机感兴趣 不如在K州学院旁听 人这一辈子没办法都靠别人 自己上进点不是好事吗 兵哥明艳的眉眼却桀骜又张扬 我不上进 是给别人留点发挥空间 这话灯时让洛邪俊脸一沉 不明白裴允哥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赖云青却看了眼洛邪笑道 是吗 看来裴小姐也一定有过人之处 那为什么不展现给大家看看呢 文言允哥兴致挺高的看着赖云青 说出口的话却让人想吐血 只有发青气的动物 才会不停展现自己的优势 赖云青被这话气的脸色发青 允哥转头看向曾旭 似笑非笑的漂亮 同眸里分明续着几分良意 曾助理 我耐心是有限的 说完转身离开 曾旭立马脸色大便 看着洛邪和赖云青 抱歉他们先走了 随即立马追着允哥离去 看着这一幕洛邪也没想到 曾旭会怕陪允哥 他不明白货时度 怎么就看上这种女人了 想坐上允哥和曾旭 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再写报告 就在此时台上的赖云青突然道 这次看不少人都带了电脑 那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热热身好了 赖云青扫视过所有人目光 停在允哥身上 大家应该都对破译电脑很感兴趣吧 台下的学生们一听 激动的议论纷纷 赖教授 破译电脑很难吗 什么电脑您都可以破译吗 赖云青脸上自信无比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系统 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我来给大家做个示范 那个同学愿意借出电脑吗 最后一排女同学 众人转头一看 目光都落到了陪允哥的身上 允哥保存了报告 不紧不慢地抬眼看他 赖教授 确定选我这台吗 他脾气不太好 赖云青只当作陪允哥 故弄玄虚笑了假 同学放心 我肯定不会破坏你的电脑 只是给大家做个示范 如果坏了 我会三倍赔偿 你不介意吧 允哥若有所思地 看着桌上的电脑 最近一直在对AI的程序做改良 也不知道他现在成长到什么地步了 正好这次可以试试 允哥轻笑了声悠悠道 这倒也没什么介意的 挺本事入侵系统 我也阻止不了啊 陪耶家的电脑发飙了 居然敢说它是杂牌电脑 小剧高能碾压 你全家都是杂牌 赖云青找查 要用允哥电脑示范入侵 允哥同意让曾旭将电脑带上台 台上赖云青边接过电脑边讲解 同学们 电脑的系统配置不同 我们入侵的难度也会有所不同 但等赖云青看到了 陪允哥电脑上的HG标之后 他也皱了下眉 西金斯的 可他记得 西金斯最新产品 并没有这款电脑 即便是出售拍卖的顶级配置 也不是这个款式 赖云青眼底浮现出一抹嘲讽 就比如大企业的一线电脑顶级产品 可能需要七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入侵 而一般的杂牌 十几分钟就能解决 赖云青开始具体操作优雅地笑道 这位同学的电脑配置 大概十分钟内可以完成入侵 这话是在说 陪允哥电脑是杂牌了 赖云青说这话的时候 却没发现电脑开机位置的小红灯闪了两下 等赖云青入侵了几分钟 脸上自信满满的笑容僵住了 什么情况 刚刚明明他就可以成功了 怎么攻不进去 赖云青面上不动声色 但手上的速度却加快了不少 所有人都能看到 屏幕上疯狂出现的代码 十分钟过去了 赖云青还没有攻进这台杂牌电脑 忽然所有人听到了一声 清脆稚嫩的机械系统声 检测到不良入侵 请启动以下模式 与此同时不远处 允哥的手机上跳出了几个选择 A自动锁定 追踪模式 B反入侵模式 C自动报警模式 D自动处理模式 与哥随意点了对 却没想到小剧的机械声 继续传入耳中 以选定自动处理模式 与哥满脸无辜意识 不太理解小剧的叛逆 就在此时 所有人忽然看见 裴允哥的电脑屏幕一亮 飞速出现了一串又一串的代码 紧接着大屏幕上 赖云青的电脑屏幕不能动 一个大大的锁在上面 赖云青脸色一变 他的电脑被反锁定了 而坐在前排的洛鞋 此时震惊不已 杂牌电脑 居然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但入侵了一名计算机教授的电脑 落邪不由的转头 看向最后一排 心里有个猜测是他干的吗 而就在下一秒大屏幕上 出现了一行行的字 透露着小剧的强烈怨念 你才是杂牌电脑 你全家都是杂牌电脑 不久赖云青的电脑就开始冒烟 整个电脑直接瘫痪 赖云青脸色也铁青了 对于人工智能的反击 只能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 根本手足无措 裴家的电脑脾气不太好 在被人说成是杂牌电脑后 直接发飙锁定电脑 随即脸色发白的赖云青 就收到小剧的一系列霸凌警报 小剧清脆又稚嫩的机械音如约而至 你以为你很强吗 赖云青此时脸色惊恐无比 随后此起笔符的同款机械声响起 请问 你以为你很强吗 随后厂上所有人的笔记本电脑 接着就是众人兜里的手机 都在循环播放这句话 请问 你以为你很强吗 请问 你以为你很强吗 众人一脸惊恐下意识扔掉手中的手机 随哥看到这个场景梅梢跳了跳 及时站起来走到了讲台前 小剧 停止命令 随哥的声音一时别出 小剧立马就变得乖萌 收到 主人 主人摸摸的 其他人的电脑和手机都回归正常 仿佛刚刚就只是个梦 随哥转头看了眼来云青疯掉的电脑 梅梢一扬 不好意思啊 跟你说了他脾气不好 我三倍陪你 随即也不看众人准备朝外走去 曾助理 讲座差不多听完了 却发现半天没人回应 转头又喊了一声 曾旭一听下意识走到隐哥的电脑边 小心翼翼朝着电脑伸手 却不太感动 裴小姐 那他现在心情还好吗 隐哥看着这个傻逼很是无语 车上曾旭边将电脑递给隐哥边感叹 裴小姐 这电脑跟你真的像啊 都是这么不好惹啊 突然曾旭抱着的电脑 就响起了机械声 检测到不良入侵 目标已拦截 小巨突然的声音吓得曾旭魂不附体 隐哥拿过电脑刚打开 就看到小巨自动分析出的数据 已成功追踪IP地址数据 算为艾肯利宝 该入侵或为组织入侵 同信号组织入侵者 预测人数7人 曾旭闻言一经 艾肯利宝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不就是 曾旭正在发呆就听到隐哥吩咐 落邪呢 把落邪或赖云轻叫过来 隐哥在的这块区域 是一流研究型高效密集的地方 对这样的区域下手的背后组织 怕是目的不单纯 隐哥说完曾旭就匆匆跑走叫人了 而隐哥给钟圣灵打个电话 喂 隐哥 黑州怎么样 好不好玩 钟老接到电话笑盈盈地问 隐哥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开口 老爷子有人在黑州组织入侵艾肯利宝 黑州学院最近有没有什么重大研究 隐哥问完钟老的笑容就僵了 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的 隐哥眼中寒光闪过 我被他们一起盯上了 钟老也没想到这些人会盯上他 愣了愣眉心开口 黑州学院一个教授 在基因学方面有个重大突破 隐哥 你不会打算跟着插手这种事吧 钟老多少是有点担忧的 基因数据泄漏可是光乎全人类的威胁 老爷子 你真打算让我不管 隐哥饶有兴致地问 还没等钟老回答隐哥继续问道 老爷子 他们黑州学院有什么安全警报吗 钟老心里一惊 你进去黑州学院的安全系统吧 隐哥这入侵速度 他都忍不住头皮发麻 这也太快了 黑州学院的安全系统 怎么对隐哥像是豆腐块一样 随便切随便玩 钟老回神想到隐哥的问题深思片刻开口 是有的 但这次组织入侵的人 显然对K大喊了解不一定会触发警方 隐哥想了想唇角忽然一弯 他们不会 我会啊 钟老瞬间预感不太好 片刻间隐哥精准触发了警报系统 黑州学院被入侵 这群人不怕死的还盯上了隐哥 隐哥精准触发了黑州学院的警报系统 而在艾肯利堡的另一段 七个人还正在进行入侵 有人忍不住语气得意 老大 这黑州学院也没那么厉害啊 我们入侵了这么久也没人发现 文言那个老大嘴角扬起一抹糊度 却还是吩咐他们别大意 先把他们要的东西弄到手 等事情成了再好好地摆个庆功宴 另一个人语气讥讽眼里 透着几分势在必得 这能有什么问题 黑州学院的人 现在就是一群中看部中用的草包 其他人更是连草包都比不上 兄弟们速战速决就行 然而这话一落 几个人的电脑屏幕上忽然显示系统崩了 几个人的笑脸还来不及收 就满脸震惊 谁把黑州学院的系统黑掉了 可紧接着突如其来的警报声 让他们没心情继续思考了 七人组的老大叔弟起身 怒火中烧的吼叫 不是说了吗 他们有警报 让你们别触发 是谁动了警报 众人一惊警报一想 他们的成功率至少降低一半 可他们分明没有触发警报了 此时有人像是想到了什么 小声地对着那个老大说道 会不会是别人触动了警报 青年老大脸色异常 难看飞速操作键盘 只要还能拿到资料 可没多久青年老大就意识到了一件事 他的定位被人反追踪了 而且对方能压得他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他完全无法阻止对方的反入侵 再这样下去他们一定会暴露 快撤 青年老大咬牙切齿的声音 透着一丝不甘 与此同时允哥饶有兴致地坐在车里 正慢悠悠地查看着对方的电脑 车窗突然被人敲了下 允哥按下车窗就看到曾旭 裴小姐 费州学院好像出了什么严重的事 洛医生何来教授都被叫走了 允哥抬了抬煤烧 没事 我们回去 曾旭满心疑惑 刚刚裴小姐神情那么严肃 怎么现在又没事了 一日允哥坐在偌大的欧式窗下咬着面包 看外面的玫瑰圆 曾旭端着吃地站在旁边 跟他说着后面的行程 裴小姐 杜爷这两天的确有紧急的事 不过杜爷等你检查完身体会去接你 检查 允哥手里一顿转头看向曾旭 曾旭点头如啄米 对啊 杜爷早就打算带您去洛医生来看看了 洛医生在医学造诣方面 可厉害了 尤其是心理治疗方面 却没想到曾旭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允哥无情地拒绝了 表示自己没空 自己还要好好学习 曾旭心里的小人差点被气死 还学习明明作业都是自己帮他写的 想到这里曾旭当着允哥的面掏出手机 准备给杜爷打个电话 允哥叔弟起身散漫的目光悠悠扫视过曾旭 想要告状尹哥似笑非笑道 我去换衣服 感觉到人身威胁曾旭身上冷汗连连 那裴小姐辛苦了 洛医办公室内 两人正说着昨天飞客入侵的事情 赖云青昨天观察过被飞掉的网站 发现昨天飞掉系统的人 很有可能是故意引起警报系统的 触发警报之后 另一伙入侵系统的人就撤了 洛医也很好奇 这个背后帮忙的大佬会是谁 随即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人 有没有可能是YG 赖云青想到了什么笑 前辈在暗中帮我们 就说明他不想露面 不过南希老先生今天就要到K州来了 他应该会帮助我们的 两人正在聊天就听到外面传来的惊呼声 卧槽 好漂亮的女孩子 话音落下房门就被打开 洛医就看到裴允哥摘下了帽子朝内走来 纤细白皙的手指随意拨了下松散的乌发 漂亮的眉眼桀骜明念让人心神恍惚 洛医生 又见面了 黑夜为了不看病贿赂洛医 洛医是否会为吴斗米折腰 办公室内允哥和曾旭进去看到赖云青有些吃惊 没想到赖教授也在 而赖云青在看到允哥后脸上的笑容也僵住 洛医早就知道他们会来面无表情的让其他人出去 曾旭不太放心毕竟孤男寡女的 洛医本就不想替允哥检查此时语气更加不善 曾助理要替我检查 赖云青立马打原场笑道 曾助理 我们先出去吧 别担心了 曾旭无奈也只能跟着出去 等其他人离开后 洛医头也不抬地问 你有什么病史吗 允哥拖着下巴懒洋洋答道 有吧 我在精神病院住过段时间 洛医无语他怎么都没想到 霍石度居然身边带了这么一个人 深吸了口气询问 那或石度知道 允哥笑得不羁 是他把我从精神病院解出来的 斯拉洛医闻眼睛的手中的笔 在纸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线 洛医已经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 你平时在用什么药品吗 允哥此时已经不耐烦了 不紧不慢地道 洛医生 说说看 多少钱结束这个谈话 洛医文言不由地吃笑一声 我缺钱 允哥走到窗户旁边 拉开百页窗片的眼冷冷说道 你们的医疗器材 应该用了挺久的吧 二国医学研究所那边 最近生产了一批新的医疗器材 这让洛医愣证片刻 他说的是最近 二国医学研究所的医疗器材 那是YG帮忙研发的 但那批器材市面没有普及 暂时连他也没办法拿到那些器材 裴小姐 霍石度的渠道就这么好用 洛医的语气难藏讽刺 认定他是打算让霍石度帮忙 允哥眸光微动 只是去了眼啊 我不想让他知道 洛医生好好考虑 医疗器材只有两套 你要是想要就得听我的 而此时等在外面的曾序 正在不停地脑补 裴小姐那张脸那么有迷惑性 洛医生会不会越看越顺眼 正在此时身后的赖云侵略 在好奇询问 裴小姐和洛医生很熟吗 曾序文言表情有些怪异 不熟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让裴小姐来洛医生这里 要是检查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不知道怎么向杜爷交代 赖云青文言不由得狠狠地松了口气 看来洛医跟他没关系 大概不过是个有点家底 就不知天高地厚 而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打开 允哥和洛医缓缓缓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赖云青踩着高跟鞋走近 洛医 人已经到机场了 你跟我一起去接吧 听言洛医英声 接着他转头对允哥道 裴小姐的事 我会再想想的 最近K州学院出了点事 我要出去一趟 麻烦裴小姐在这等等了 允哥难得的勾纯问 需要帮忙吗 这时候他可不介意洛医现他人情 洛医还没回答到云青 直接挡在他面前笑道 裴小姐应该没什么能帮得上我们的 这次我们要去接一个重要的人 他并不喜欢无关紧要的人 允哥没捎一条没多说什么 南希知道允哥来K州发飙 怒火匆匆赶来逮人 当下飞机的南希头顶冒火 允哥这家伙不知道K州 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 居然还真来的K州 要不是昨天钟圣灵说 黑掉K州学院系统的人是允哥 他都不知道这小兔崽子来了K州 南希拿出手机暴躁如雷 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你不来见我试试 你不来见我 以后我进棺材都不要你管 而机场外赖云青看了眼 身边的洛医一脸甜蜜 洛医 谢谢你陪我来 而洛医却有些心不在焉的敷衍道 没什么 随即突然问道 我听说 南希老先生和AM计算所YG的关系不错 赖云青似乎没想到 洛医会问这些还是老实的回答 嗯 钟圣灵以前好像上过南希老先生的课 就在此时南希带着几个保镖从里面走出来 南希老先生 赖云青连忙走去开始寒暄 真是好久没见到您了 没想到您还会亲自来K州 南希火气未退 允哥到现在都没理他 他根本没心情理会他们 淡淡地扫了眼赖云青 语气冷淡让人觉得疏离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想邀请你去K州学院转转 赖云青笑着边说 边上前想接住南希的行李 您定好了住所吗 如果没有 不如 却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保镖拦住 我没空 我是来逮人的 南希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了 赖云青咬了咬唇坚持道 南希先生 您可是几乎媲美第一届布萨卡奖 得主海瑟林克的前辈 K州学院最近有很多研讨会 大家也很想见你一面 赖云青早就跟学院做出了担导 说肯定能把南希带去K州学院 如果做不到不是再打自己脸 赖云青再接再历继续游说 而且你要逮 少人 你刚到这里怕是一时半会也不方便 我们也许可以帮忙 这话瞬间让南希心动了 那丫头刚刚黑了K州学院 说不定去一趟会有收获 南希只是随意地笑了声 媲美海色林克 说不定有人能超越她呢 走吧 说完南希就朝前走了 而赖云青愣正片刻 不太明白南希的意思 而此时前面边走的南希 还边拿出手机再发语音 你不要装没看见 赶紧跟我回去 不准待在这里 洛邪和赖云青都愣着了 也顿时疑惑起来 什么人能让她亲自来找 还发这么大火 居然也有陪业惹不起的人 被骂了还要好好哄着 究竟是谁胆子这么费 洛邪实验室里 允哥终于肯接南希的电话了 师傅 刚刚我手机没电关机了 你有事啊 南希的面容都一瞬间差点气崩 你当我傻子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故意不搭理我 正路吼声穿透电话 让实验室的其他人 看允哥的神情心疼 这是哪个周八匹 对这种神烟小姐姐都这么学 允哥懒散的语气也悠悠的 哪敢啊 南希还是气头上威胁的 不敢吗 我现在就在K州学院 给你一个小时 必须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南希直接挂断电话 允哥看着手机很是无语 随即狠狠叹口气 起身准备离开 曾旭上前询问 黑小姐 出什么事了 允哥又将黑色帽子 压在头发上 去K州学院 接个人 K州学院南希的到来 引起了热议 都没想到 赖云青真的将人请来了 都有些惊讶 赖云青人脉的恐怖 连南希都给他面子 南希刚进K州校领导 就纷纷赶来 南希先生 很荣幸能和您见面 在您退隐之后 还能力领指导 真是我们K州学院的福气 南希看了眼 赖云青也没多说什么 这点抬刀 自己的小心思 他怎么会不知道 院长拉着赖云青 到旁边推了推他 赖云青笑容微顿 有些犹豫 他爸爸以前上过南希的课 自己也只是偶有机会见一面 联抢联系上已经很难 现在还要提要求 赖云青只好抱着 事实的心态同意 随即他走到南希面前 一副难言之意的神情 其实南希老先生 这次找您是有事求助 我们K州学院 被不法分子盯上了 上次还被人故意黑了系统 南希的声音 更冷了语气都透着粉刺 你不知道我不喜欢管闲事 丙哥是为了触发警报 才黑镜系统 K州学院连这点都查不出来 骗我来帮忙 还处处隐瞒庄样 南希对这个圈子失望透顶 南希语气冰冷 如果你们找我是这个目的 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赖云青立刻慌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不喜欢 插手圈里的事了 而就在此时 允哥已经来到K州学院 却没想到会正好碰到赖云青 赖云青在这个街骨眼上 碰到允哥 表情看上去更提笑肉不笑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裴小姐似乎很喜欢 往别人的圈里挤 可这个圈子不一样 想他进来也要看实力 交情不是乱攀的 怎么 你跟南希交情很不一般 南希听到熟悉的声音心里一息 允哥目光扫视到南希后 刚想开口 却没想到南希主动说话 哟 这哪来的学生 允哥无语老细精啊 姐姐傲慢无理弟弟猥琐人渣 这样的人被陪爷遇到 会有什么下场 K州学院允哥接到南希的电话来找他 却没想到找到后 南希却细精上身装作不认识 允哥看着面前 这个气呼呼的老细精 很是无语 装不认识装得还挺像啊 赖云青眼底浮现出一抹清潮 看着南希不怀好意的解释道 是来K州学院旁听的学生 之前上过我的课 我这就让他走 赖云青话还没说完 兜里的手机铃声就响起 他接通电话脸色很是难看 宋谣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上课吗 允哥在听到宋谣这个名字也有些惊讶 电话对面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赖云青的声音一冷 你在K州学院只是个助教 要记得自己的身份 你说换班就换班吗 好了 我这里还有使你好好上课 以后再说吧 赖家的重视 在K州学院也算得上前途无量的天才 可偏偏喜欢对女同学女老师动手动脚 这事儿已经被赖云青挡回去很多次了 赖云青不以为然觉得她只是逗逗送遥 可送遥却闹得没完没了的 却没想到赖云青刚挂完电话 就听到女孩乖巧的嗓音 谢谢赖教授让我旁听K州学院的课程 那您不介意我去听听您这位助教的课吧 赖云青将这脸可却不知道怎么拦住允哥 南希和允哥交换了个眼神 大家猜到允哥应该认识电话里的姑娘 于是壮若无意道 顶级高校应该都挺开放学校资源的吧 赖教授 赖云青无奈只能点头答应 于是允哥就欢欢喜喜的要去上课了 却没想到允哥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宋谣的咆哮声 赖云恒 现在是上课时间 允哥心里有些惊讶 赖云恒 看来这个人跟赖云青有什么关系 允哥刚走到教室门口就看到宋谣身后贴着章纸 纸上写着我是只母猪 允哥眼底一按走过去很快扯掉 这动作也惊到了宋谣忍不住有些惊恐的回头 谁 做什么 宋谣转头就看到面前模样明艳漂亮的女孩 立马高兴兴奋不已 允哥 允哥把纸揉成团满悠悠道 没事 我是来这里旁听的 没想到你也来这里当助教了 宋谣看到允哥既喜悦又兴奋 正想和允哥好好叙叙酒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口哨声 允哥转头看去就见一个穿着汗背心的青年 第二郎当喊着 这是新来的女同学 漂亮过头了呀 她这话一出不少的男生都在喊 宋谣敏了敏唇有些忧心忡忡 连忙将允哥推到座位上 让下面的人好好上课 却没想到那男生完全不理会宋谣 看着允哥不怀好意地继续开头 同学怎么不自我介绍一下呀 不好意思吗 那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允哥目光漫不经心地扫尸过他 没有来得给人带来压迫的 着急自我介绍 是怕以后别人找不到地儿给你上粉 请客间场上是一片死寂 男生也被允哥身上的气势给惊呆了 随即也知道这个心面孔不是个豪蕊 更是发现允哥手上那块腕表 都至少要八位数 典型的超级豪门出身了 男生也是个实实物的 不知道这人是什么背景 还是少惹为妙 宋谣等众人做好就开始继续上课 再说完一段要点后就询问 这不可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穿着汗背心的男生忽然吊了锅铛举手 表示有个题目没看懂 让宋谣下去帮他看一下 宋谣脸色微变却只能无奈走过去 赖云恒拿出了提听的宋谣讲解 而其他人却没看见 赖云恒穿着拖鞋的脚趾上 夹着面镜子 照准了宋谣的裙底 旁边另一个男生拿着手机想要趁机拍照 却没想到下一秒一只脚狠狠地踩在赖云恒的脚趾上 镜子碎成片地声响起 赖云恒惨力地痛嚎让人后背一寒 猥琐人渣男不干人事 想要猥亵小姑娘 刚好这一幕被允哥看到 干脆利落地一脚踩在赖云恒的脚趾上 镜子瞬间碎成片 赖云恒恒的脸上扭曲猙獰 凄厉的惨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允哥面上玩味的言笑艳艳 同学 脚还伸得挺长啊 赖云恒恒狠狠地朝着陪允哥嘶吼 你敢这么对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姐姐可是赖云青 允哥勾笑了声眉梢一条 竟是桀骜玩味 那又怎么样 我打狗从不看主人 院长办公室内 允哥和宋谣都被喊来 宋谣脸色发白想要跟院长解释 却没想到话还没说完院长就冲着他嘶吼一声 你闭嘴 之后我再处理你 随后又冲着允哥继续怒吼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敢在我们学校闹事 却没想到允哥云淡风轻笑着 同学腿身太长 不小心踩着了而已 院长被气得浑身发抖 赖云青是K州学院最看好的教授 赖云恒的天赋更是不输赖云青 而且赖家在K州的势力也是不容小觑 赖云恒怎么可以在K州学院出事 宋谣看院长的脸色知道这次不能善聊 满头是汉的想要向院长解释 校长 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都是因为 却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不要说了 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 院长这话刚说完就见允哥将手机推了过去 里面是他查到的一些资料 既然要处理 那助教受到性骚扰 院长想怎么处理 院长拿过手机点开一看 那是一个赖云恒的私群 里面的聊天记录不堪入目 我让人故意把宋谣的衣服弄湿了 里面的颜色都看到了 我昨天故意撞上他那手感 嘿嘿 一个小助教又站不稳脚蹲 我看他巴布的有机会讨好我了 院长脸色惨白 这些私人聊天记录 他是怎么弄到的 其实赖云恒什么德行他怎么会不知道 可赖云青一直护着他 再加上赖家的背景 现在他只能将面前两人给处理掉 允哥看着院长的神情就知道了 这个赖云恒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而且这些人都在故意包庇他 就在此时院长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赖云青黑着脸走了进来 看到允哥后不由的冷笑一声 裴小姐 居然还敢待在这里啊 真是敢做敢当啊 说完赖云青就带着南希走了进来 院长在看到南希都惊呆了 赖云青想干什么 怎么能让南希过来 赖云青看着院长那铁金的脸色就明白了 可南希一定要跟过来啊 他也没有办法呀 赖云青转头阴郁的目光死死的盯着允哥 讥讽的吃笑 我当初念在你是落邪的朋友 什么都不跟你计较 可这件事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交代 那最好把你的家长给喊来 我们赖家在K州也不是什么好招惹的对象 赖云青脸色得意不语 一个助教 一个旁听声 只要处理得当就算南希看到了 也是他们俩的问题 不会影响到K州学院和赖家 却没想到他话刚说完 旁边的南希突然开口 你们找我 尹哥遭遇校园欺凌 赖家有权有势想要反向诬陷尹哥 赖云青嚣张地让尹哥将他家长叫来 却没想到他话刚说完南希就开口了 谁找我 瞬间赖云青脸色疏地退掉血色 怎么回事 陪允哥的家长是南希 你 你什么意思 却没想到南希上前一把揽着允哥的肩膀宣布 赖教授不是想找陪小姐的家长吗 南希说完就转头看着允哥脸色阴沉 你什么意思 我假装不认识你 你就不知道哄一下我老头了 非要我主动来找你 允哥没稍动地动唇脚扯了下解释 我没这个意思 你不是不愿意吗 南希明白允哥知道他不愿意和佩周牵扯上任何关系 可这是两码事 老头子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徒弟 还能让人欺负不成 赖云青的脸色更加不好啊 徒弟 南希不是从来不收学生的吗 陪允哥凭什么能成为南希的学生 赖云青此时浑身发颤 身体已经凉到透了 院长抓着机会让赖云青欠自己一个人情 这事也和赖教授没什么关系 赖教授就是最近情绪不太好 他会冲撞了南希先生和 陪小姐 赖教授 你之前不是说有事要忙 你先走吧 文言赖云青感激地看着院长 离开前扫试过允哥的时候 眼底还透着一丝不甘 赖云青走后院长小心翼一开口 南希先生 我校已经决定开除赖云衡 也会给予宋姚小姐一些经济赔偿 却没想到南希倾壳一声一脸得意 院长你这还不认识我徒弟吧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前二国计算机所成员YG 院长文言震惊的脸色大变 接下来南希每说一句话 院长的脸色就更白一点 院长你怎么会不认识 昨天他还提醒过你们系统被入侵呢 此时院长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 什么 他们居然因为一个赖云衡得罪了YG 允哥倾笑可笑意却不达眼底 院长 你说K州学院这么多年的招牌 要不要砸在我的手上啊 事情处理得差不多允哥和宋姚就出来了 允哥让宋姚先去上课自己还有其他事情 宋姚此时还未从允哥是YG的事情中走出来 有些惊魂未定地向他求证 再次得到确定后宋姚更加不安 YG的身份应该一直都是保密的 他这样直接说出来 宋姚知道允哥是为了保他的后路 才会摆出YG的身份 允哥看着他满脸自责的样子 不由地上前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让他别担心自己会处理好的 允哥YG身份被曝出 贪心院长以此要挟南希 他会被怎么收拾啊 贝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此时办公室内的气氛有些凝重 南希脸上没什么表情 将一份保密协议递给院长 唐德纳院长 YG老师帮过我们学院 我怎么会害他 不过如果YG老师 能够成为我们学院的名誉教授 我会更精心地维护他的所有生命 院长早就打听过了 那些见过YG的人 都一定会签一份保密协议 但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签那份保密协议 南希目光一沉听懂了院长的意思 想要他保密 就要帮他拿到更多的利益 院长眼底一闪而过的贪婪 因为握着这个把柄有些有恃无恐 尤其是现在YG孤身一人在K中 更何况做他的名誉教授 对YG来说也没有坏处 南希先生 您考虑考虑吧 南希冷笑了声怒不可遏 唐德纳 你真当我离开了这个圈子 就不能拿你怎样了吗 YG是我的徒弟 你敢让他出事 我有的是办法拆了你的学院 说完南希就摔门而出 南希刚离开唐德纳 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很快电话就被接通 电话刚接通 唐德纳就急不可耐地 将消息告诉对方 另一边南希刚出门 就看到懒洋洋等着的尹哥 丙哥看着南希火气冲天的样子 心里就清楚 这次必然缺不了一顿讯 刚组织好语言 就看到南希手突然痒起来 丙哥心里莫名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他下意识低头 却没想到下一刻 南希点了点允哥的小脑袋 随即似有若无地叹息了声 走吧 回家了 南希很清楚陪允哥是怎么想的 丙哥没稍一动头 一次见南希这么温和 师父 不生气了 南希云淡风轻地哼笑 生而为人 就得活得像个人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姑娘转头就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允哥还没开口 就听到南希脾气暴躁的怒道 那老家伙敢拿你的身份 做妖胁敲竹杠 还想让你当他们的名秘教授 我当年捶爆整个圈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 南希走到学院门口 看了眼允哥 我有点事需要处理 明天来克利夫路73号找我 说完南希就急冲冲地离开了 允哥看着南希的背影 谋底隐会不明 拿出手机给商宴打了个电话 商总 我貌似惹了点麻烦 闻言商宴就有点头疼 你干嘛了 我在K州学院 院长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找个机会 让院长帮忙签个保密协议 允哥很随意地说着眼底 却没什么问题 商宴很无奈的音声 还想说些什么 允哥这边忽然眼前一亮 就看到霍时度的车缓缓开过来 随即不等商宴说话 就速度地将电话挂断 允哥正准备走上前 忽然看到男人的背影旁边 还站着个模样轻利的女孩 女孩神色乃然又害羞地看着男人 很快就点起脚尖 想亲吻男人的侧脸 允哥连忙脚步 极快地走到男人身边 一手轻扣住了女孩的脸颊 转头懒洋洋地轻笑了声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女孩 同学 你在轻谁的人呢 黑夜这次脸丢大发了 居然认错度爷闹出个大乌龙 K州学院门口允哥看到有人轻度爷 瞬间就怒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上前扣住女孩的脸颊 更是态度嚣张地 让她不要碰自己的人 对面的女孩一抬眼 在看到拦着她的漂亮少女 一时间都愣神了 却很快就愤怒地 对着对面的男人怒吼 她是谁 苏玉你混蛋 允哥瞬间有些呆了 这女孩在骂谁啊 此时的允哥忽然有种 不太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身边的男人轻笑声 哪来的小姑娘 还挺有正义感的 这压根不是或十度的声音 允哥一抬头就对视上了苏玉 允哥瞬间脸色大变 她认错人了 而就在此时不远处 允哥冲上去给了女孩 一个实在的拥抱 冒昧了 你继续 说完对着女孩眨了眨眼 还往女孩手中塞了几块糖 就脸部红星不跳地 快速离开现场 女孩拿着糖 有些背着操作整呡 怎么有被女孩子撩到 允哥做完这些 就大步朝着杜爷走去 走到杜爷面前 就将自己的小脑袋 往杜爷怀里钻 过时杜看着允哥 没什么表情地走来时 笑起的眼尾 就含着玩味不由的好笑 长本事了 连我也认错 钻员怀里的陪某人叹了口气 是还挺丢脸的 可抱着某人的手 却管不住地乱摸 感觉到怀里的人在乱来 男人很快拉住了他的手 想吧 待会儿去车上吧 而此时 苏玉带着刚刚的女孩 缓缓地走过来 原来是杜爷家的那位啊 久闻盛名了 苏玉挺感兴趣的目光 直直地看着允哥 过时杜轻描淡写地瞥了眼他 苏玉 你很闲 苏玉也不怕死 开始挑拨离间 杜爷 你家姑娘连你都认错了 看上去也没太在意你啊 允哥眼皮动了下 没想到这人居然拖自己下水 瞬间扯了下男人的西装袖口 业务熟练地哄人 哥哥 他要是没穿增高垫 我肯定不会认错 闻言苏玉笑容瞬间就僵了 苏玉也不算矮182的身高规规矩矩 但奈何或时杜这187的身高 多少让苏玉有点压力 所以苏玉偶尔也会加个增高垫 却没想到被允哥给发现了 在看到霍时杜目光悠悠地往他鞋上扫 苏玉瞬间就有点心塞了 杜爷过分了 过分的杜爷瞬间就被哄好了 无声的勾唇自然而然地牵着自家小姑娘的手 带人回车里去 车里霍时杜边开车边跟允哥解释着刚刚两人的身份 那女孩名叫苏芷欢 而苏玉是苏家的养子 一早就确定下来 她得娶苏芷 或是杜对这些事也不感兴趣 只大概知道是这么回事 允哥看得出来苏芷欢应该很喜欢苏玉 但苏玉的眼神里却没有一点苏芷欢的影子 郑出神就听到男人询问今天的检查结果 这话一出允哥玩手机的手一顿 随即脸色不太好地告诉他 今天洛医生有点忙 没来得及检查 此时的允哥心里有点慌 这个男人专门安排这次检查到底想干嘛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了 他眼烧一弯地看着他 哥哥带我来K周是为了这个检查 这话一出或十度猛然间把车停在了一边 淡色的同谋直勾勾地探着他 外表强大到无所不能地陪影 也有他不想面对的往事 在杜爷追问去洛医生那边的检查结果时 允哥本能就想要逃跑 而此时的杜爷也发现了这一点 淡色的同谋直勾勾地探着他 允允不喜欢 允哥有点受不了男人的眼神 下意识想打开车门 却没想到男人的反应更快已经把车门锁了 男人解开安全带懒散又轻慢地往后靠 解决好问题 再下车 或十度也觉察到 允哥抵触这次身体检查 但真让他下了车 他又怕允哥以后会躲着他 允哥谋底的情绪明明烈灭 但握着袖口的指尖却微微泛白 一时间内心错综复杂的躁郁情绪 转永成一直以来他极力压制的阴暗面 而这些是他一直极力压制的那一面 他不知道要是过十度知道会怎么想 允哥抬头看了眼男人 心里的冷灶一扫大半 只剩下不安和孤狱 我对你来说 不是你养的宠物吧 回到庄园 允哥一步一行地跟着杜爷 杜爷瞥了身后的小姑娘心里那个气啊 他有些不明白了这小姑娘是真的不懂 不然怎么会问出那种问题 想到这里杜爷发出一声轻笑声四朝四气 随即也不管身后的小姑娘碰个一声 就将书房门给关上 允哥也感觉到了或许度是真的生气了 而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允哥靠着墙边有些疑惑 你是 男人看着允哥开始自我介绍 他是杜爷的特助周越 平时都在黑州这边打理事务 杜爷瞬得眼前一亮 一脸祈求地看着他 周助理 我好像惹你们杜爷生气了 周越看允哥的眼神 就知道允哥这是让他帮忙 周越瞬间就发现不对劲了 杜爷怎么会舍得生裴小姐的气 裴小姐撒着交杜爷 连月亮都愿意给他摘下来 周越想到这里立马不敢掺和 转身赶紧就溜进杜爷办公室汇报去了 允哥被这周越的反应整得一脸飞线 书房内汇报完的周越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开口 裴小姐在门口等着呢 或是杜漫不经心地去了眼他 你想喊他进来 周越闻严立马就闭嘴了 心里却是好奇不已路上这一回到底发生了什么 居然把杜爷弃成这样 杜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看看咱们裴也要怎么哄人 书房内周越虽然好奇地要死 却也不敢再多嘴了 或是杜把资料丢给了周越 这件事情是关于配州学院的让他去处理下 这份协议让他们院长签了 周越下意识走近 拿起了书桌上的那份合同 打开一看是YG的保密协议 周越是少数清楚允哥真实身份的人 此时有些微微惊讶 杭德纳院长知道了 他上报了 过时度嗓音不嫌不淡 修长的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扣敲着桌面 不紧不慢地继续问 听说K州学院有个副院长是一国人 周越愣住片刻瞬间明白杜爷的意思 杭德纳院长也到了该放权的年龄了 此时周越不自觉后背发凉 杭德纳院长的胆子也太大 YG身份重要他报给上面的人 大大是想给自己争取点好处 可却没想到消息居然传到了杜爷这里 还不等周越回神就听到男人嗓音嗓淡地问 人在外面待那么久了 你不打算让他进来 周越脸上的笑容隐隐裂开了 是他的错 而此时允哥正跟思成岩打电话 思成岩有些疑惑 钟老应该没有把允哥的事情报复霍氏度 但允哥为什么不想告诉他呀 霍氏度对他还不够好吗 他可见过那位霍先生几次模样俊美金贵 典型的能迷的小姑娘要死要活的斯文败类型 几乎是把允哥宠得一塌糊涂 允哥顿了顿半悠悠的地笑说 自卑呀 不行 思成岩翻了个白眼 鬼特么信你自卑 允哥阴声后真挂了电话 他还要去想办法哄人呢 不一会儿允哥就看见周越手拿一份文件出来 嘿小姐 您进去吧 允哥推开书房的门走进去 低着头久久不说话 男人正在看书随意松垮散开的领口 慵懒又性感地让人脸红心跳 找我 男人低词的嗓音不急不徐地响起 允哥略带好奇地凑上前询问 哥哥 书有那么好看吗 或是杜瞥见小姑娘凑过来 还不等男人反映手中的书就被某人抢走 略带好奇地翻了翻有些失望的开口 这也没有好看了 随即漂亮的眼烧一弯凑到男人面前言笑艳艳 要不你多看看我呀 嘿也可能是哄人最不认真的那眼 凑到或是杜瞥面前还没开始撒娇哄人 兜里的手机就响了 允哥拿出来一看是思成岩的电话 他没稍动得下很快接了电话 电话刚接通就听到思成岩急吼吼的声音 允哥 你家三哥还好吧 允哥眼烧一动有些疑惑 秦浪 我们现在又没在一起 要是没有其他事他可是要挂了 他现在还急着哄人呢 却没想到思成岩下一句话让允哥顿住 秦浪居然在K州比赛 而且刚刚的比赛还输了 允哥眸光一按 按照之前的事情走向 秦浪并没有在K州比赛过 而第一次输比赛是因为手受伤 出了比赛还受伤了 只是现在不知道严不严重 允哥眼中韩光闪过舔了下红润的唇蛋 地址在哪 允哥挂断电话 很快思成岩就将地址发给他 而此时一直注意着他的男人先开口 准备出去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来哄我的 一时间允哥觉得自己没在做人 惹人生气了又丢下他自己出去 正在允哥不知所措时 脖子上突然多了一条毛茸茸围巾 上面有男人身上独有的冷冽气息 或是杜伸出手将围巾给他拉好 看着小姑娘精致的脸蛋开口 好了 可以出去了 允哥不自觉翘起唇角 哥哥 生气的也对我这么好啊 过时度看着面前眉眼弯弯的小姑娘 早就习惯某人的得寸进食 他很轻地吃笑了声 不是早就吃定我了吗 体育场 允哥刚在门口就被拦住 小姐 这次是预赛部开放观众席位 只有内部人员才 保安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戴着黑色帽子的女孩 把手里的黑卡往磁卡机一刷 门自动打开了 保安疑惑不解 是内部人员怎么好像以前没见过呀 他手里的那张卡 怎么好像跟工作正长得不太像 后台 允哥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的争吵声 你们都什么意思 秦神就是因为你们受伤的 你们什么态度 秦神 很抱歉 这次是我们的人事物让您受伤 但这次的比赛没办法延迟 您看要不要换人 主办方无奈地解释 就在另一个队员想要距离力争时 没想到却被秦浪打断了 秦浪一脸兴奋地看着来人 允哥 众人转眼就看见允哥站在不远处 淡淡地应了一声朝他们走来 队员难以置信地小声嘀咕 秦神没控失锤了 穿这么严实都能认出来 允哥上前打亮了眼秦浪包扎过的手 手还好吗 秦浪连着声音都温柔了几个度 没事 医生说养几天就行 允哥 你怎么会在黑州 允哥沉默片刻最后决定 让秦浪今天先跟自己回去 这怕是不行 秦神必须住在我们主办方安排的地方 不然 主办方还没说完 就对世上陪允哥慵懒漂亮的同谋 可此刻里面冷得不像话 这出什么事了 忽然一道清冷的嗓音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众人一转眼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女人走来 陪爷开启霸气护歌模式 在我这我就是规矩 大家要习惯哦 秦浪手受伤打比赛输了 允哥上门想要将他带走 没想到却被主办方给拦住了 就在两人在对峙时 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女人走进来 那人在看到女人后瞬间高兴了 江左 是秦神队这边出了点事 女人进来就准备解释这次的事情 却没想到女人猛的一惊 眼底的极度一闪即逝 陪允哥 随即将只笑咪咪的开口 陪小姐 我们又遇见了 工作人员没想到两人居然认识连忙上前陪笑 将只有些居高临下的看着女哥 陪小姐 虽然我们认识 但我作为主办方也要讲究公平 赛程不能改变 秦神也不能离开场地 否则我们恐怕需要取消全队的比赛资格了 那工作人员原本还以为这两人是老相识 可现在这么一看分明是积怨已久 尹哥 这个是 秦浪还没说完尹哥就打断他 我来解决 秦浪还想说什么 再看到尹哥那瞪过来的眼神 立马选择乖乖闭嘴 尹哥很轻地吃笑了声 漂亮的眸底利气横生 姿势随意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怎么你们是以为伤了我的家人 不需要担责吗 将只闻言瞬间脸色就沉了下来 陪小姐觉得 自己够身份跟我谈条件吗 主神图没了情神照样转 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调解 我也只好请你出去了 将只朝旁边站着的工作人员 使了个眼神 工作人员走到门口 就准备将尹哥赶出去 却没想到下一秒 一个穿着西装格履的男人 弃船船跑过来 原来是德莱尼集团 K州分部的负责人 柯林 工作人员看见柯林有些震惊 柯林先生 您怎么会来这 此时将只在看到柯林 都有些难以置信 这种级别的人物 平时即使是自己也见不到 这个时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可柯林却没关注任何人 而是直径朝着兹哥走过去 裴小姐 你就等了 兹哥看了眼腕表 饶有兴致的勾起唇角 柯林 这个体育场是德莱尼的吧 柯林连忙点头 随后笑眯眯的开口 您要是喜欢相信 德莱尼先生愿意送您的 他来之前 德莱尼千叮宁万主妇的 不惜一切代价 伺候好这位财神 要不是自己赶不来 他恨不能自己来 兹哥缓缓从椅子上起来 送到不必了 我只是想接这快递几天 柯林怎么会不答应 立马就应下没问题 确实有些好奇 裴小姐怎么突然 对体育场感兴趣 兵哥看了一眼脸色 十分难看的 姜指懒洋洋的笑了声 不感兴趣 只是怕有人要把我赶出去 柯林抓紧时间刷好赶路 裴小姐您放心 只要您愿意 这块场地的使用权都灰您 你可以选择让谁留在这里 这话一出 姜指瞬间就急了脸色青红交错 柯 柯林先生 我们主神徒大赛 刚进行到一半 怎么呢 兵哥翘起唇角慢悠悠地 走到姜指面前 眉眼斜近 不及偏偏嗓音温和 姜总可能还没习惯 在我这 我就是规矩 不听话直接给我滚蛋 你裴爷的规矩 就是这么霸气 姜指更是咬牙切齿地 看着兵哥 不知道这个女人 到底哪来的人脉 兵哥拆着糖纸 慢条四里的笑 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延迟几天 在这里打比赛好 还是现在被丢出去好 姜指咬着唇死 盯着兵哥一双眼睛都红了 裴小姐 比赛可以延迟 秦神也可以任意 调整人员名单 但延迟最长 不能超过七天 不然我们真的很难 姜指不以为然 就算延迟又怎么样 短短七天 秦浪怎么可能完全回復 却没想到兵哥 想都没想就应什么 落邪实验室 落邪眼神 有些耐人寻味地 看着兵哥 裴大小姐胆子挺大 什么人都往我实验室带 居然敢带的男人来 就不怕他告诉过时度 秦浪感觉到 落邪眼神的诡异转头问 兵哥 这是你朋友 却没想到兵哥 想都没想就否认 落邪眼皮一跳 兵哥感觉到气氛 有些诡异 尽量客气的解释 这是我三哥秦浪 手受伤了 麻烦洛医生看看 像是怕洛邪拒绝连忙 将自己的筹码丢出 史蒂文的研究所 最新那批医疗器材的 引进盒头 已经发到了洛医生的邮箱 话落落邪浑身一顿 立马不管兵哥他们 他要去看自己的器材了 随即转头 就跑进办公室 打开邮箱查看起来 而就在此时旁边 传来一个欢快的声音 落邪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女孩很漂亮 落邪冷冷地扫了眼她 这不是废话吗 要是不漂亮 这女人怎么能 那么蛊惑人心 随即就看到窗边 一个年轻男人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陪兵哥 朝着落邪大声宣布 这个女孩我想要他 片刻后 秦浪手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落邪正安排他住院治疗 受伤了 手术成功至少也要三个月 闻言兵哥眉头紧促 那勤浪的比赛怎么办 而就在此时 刚刚那个年轻男人 突然冲了出来 落邪才皱了下眉不悦地 扫了眼自己的朋友 年轻男人眼看落邪 不为所动 联盟手舞足蹈地开始抵挂 落邪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问 裴小姐有时间吗 裴允哥扫了眼这两人 有些好奇 那年轻男人究竟是谁 明天我有事 年轻男人文言一把 将落邪推开高兴开头 今天也可以 落邪注意到 允哥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无奈地只能开头解释 他叫布伦南市的导演 最近受聘于一个香水广告 他想请你当女主角 裴也被人哄骗去拍广告 最后关头度也感到解救 允哥只是带三哥去看守 就被导演看中 想要他去拍广告 这导演的来头可不小 出道十年造就过 无数影币影后 还曾三次获得 影视界最高奖项 梅耶克金像奖 布伦南双眼发亮地 盯着他急切询问 请问 裴小姐有演戏的想法吗 在他看来 允哥不仅找个惊艳 还很有灵气 不止名艳慵懒 没稍一条件 还一气风发 只要他肯做自己的女主角 自己肯定能做出 最令人惊艳的作品 却没想到布伦南的话 还没说完 允哥就直白地拒绝了 没有一点婉转 眼看无望布伦南 只能可怜兮兮哭求允哥 给自己拍个广告 洛邪看着朋友 那痛哭流涕的样子 也知道他是个戏痴 要是允哥不肯拍广告 麻烦洛医生的事 洛医生能帮忙吗 看着自己的广告有希望 布伦南立马上前 一把捂住洛邪的嘴 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裴小姐放心 我替他答应了 绝对没问题 随即一脸泪眼婆娑地 看着洛邪 是兄弟就帮个忙 人家一个小姑娘的要求 你都不敢答应 洛邪脸色很不好 这小姑娘的要求 是正常要求吗 那是让他帮忙 忽悠霍时度的事 随后允哥跟着布伦南 去拍广告的场地 然后给霍时度 发了一条定位消息 富丽堂皇的穹顶 大厅月光朦胧 兵哥一身华丽的长裙 握着折扇蓝蓝挑眉 身后的喷泉波光灵灵 将月光与允哥交织成一副 让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卡 布伦南激动不已 裴小姐 你太有灵气了 第一次拍摄的纯星人 居然就能一条过 这样的天赋 真不考虑进娱乐圈吗 我一定 却没想到允哥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男人 眼前一亮 可在等他对着缓缓走来的男人 瞬间整个犹如雷击 怎么会是杜爷 男人淡色的铜眸落在他的身上 目光的暗色稍纵即逝 喜欢拍戏 允哥勾纯到 一般 眼前的女孩无法沾着诗意 水珠贴着修长白皙的 薄梗滑落至松垮垮的领口 男人看到这场景猴结滚动 眼里压抑着男人对女人 最原始而又直白的欲望 杜爷拿起披在允哥身上的毛巾 给允哥擦了擦头发 让他去后面吹干头发 看着允哥离开的背影 布伦男将着身还不知道怎么问 就看到男人此时似笑非笑地看他 布伦男 你找演员找到我家属上了 布伦男瞬间实话 杜爷 我不知道 洛鞋那小子也没跟他说 裴小姐是杜爷的人啊 此时的布伦男恨不能杀洛鞋 这次拍摄所有东西 我不希望泄露出去 或是杜冷冷地吩咐完 就准备转身离开 布伦男眼睛瞪得老大 满脸不可思议 不是 杜爷 这可是艺术品 怎么呢 男人不置可否的唇角一勾 是吗 布伦男一听以为有了希望 立马一脸激动的不停点口 却没想到杜爷后面的话 直接让他一名 那原件给我 其他都上了 性感陪爷妹获杜爷 不过好像没有成功啊 拍完广告允哥刚化好衣服 就接到德莱尼的电话 他也是刚知道比赛区的事情 立马给自家财神也打了个慰问电话 YG老师 您这什么时候去的K州啊 德莱尼小心翼翼地解释 秦先生这是突发意外 也是他们主办方导致的 允哥要是有什么要求随便提 允哥倾效了生嗓音 却没了温度 治疗需要做三次手术 最快也要三个月治疗 你觉得我现在需要什么 德莱尼文言之道果然还是惹到了 立马按时加表忠心 您可以换任何人去参赛 选手名单我来处理 文言允哥的语气才好点音声答应 他知道RS在国内还有个副顿 只要能加进名单 现在过来应该还来得及 挂掉电话允哥才走出去 就看见布伦男一副抑郁的样子 不由的挑了挑没有 有些好奇是杜爷跟他说了什么吗 布伦男先生 没问题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布伦男牵强地扯出一抹笑容 嘿小姐 再见 心里内流满面的布伦男 再也不想见他了 车内允哥翘起唇角不自觉问 你不喜欢我拍广告啊 霍家对家里男性一直以来的教育 都有尊重女性这一条 如果允哥真的喜欢拍戏 霍时杜也会尊重他的意见 但看着拍摄场地的其他男人 目光直直地看着自家小姑娘时 他就忍不住想将他藏起来 甚至还有把布伦男 给收拾一顿的冲动 活了二十多年霍时杜也没想到 自己还有这么莫名其妙的时候 允哥看了眼旁边男人一眼不发 以为霍时杜还在因为他的那句话 不搭理自己 突然允哥就一手搭在某人书上 轻身凑过去眼烧弯弯地看着霍时杜 我发声好像丢了 允哥的长发缓缓地扶过霍时杜 就像是扶过他的心里酥酥麻麻的 瞬间就让他想起了 之前拍广告时看到的场景 小姑娘前面清晰的锁骨 和白皙的后脖梗往下的风光 男人眼底是半遮半眼的灰暗 手中用力一揽将小姑娘揽入怀妹 允哥瞬间一惊身体有些僵硬 过时杜注意到吃笑了生丸味的语气有些浑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呀 不等允哥开口说话 杜也就将允哥身体推了推 让他转过去 他背对着男人心里还有些猛逼 男人修长分明的手指 撩起允哥的长发 动作无比温柔 他轻咬着发声 允哥有些震惊 一时间没想过男人会给他扎头发 让他一阵莫名的面红耳饰 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破了气氛 杜也给小姑娘扎好马尾 这才拿起手机查看起来 信息是周月发过来的 告诉他崔恒川来了佩州 而且已经确定了 的确是唐德那院长给他的消息 或是杜眼底危机似乎 却是轻描淡写回复 既然来了就准备早点收网 高冷不可一世的落邪 居然是歪智的狂热粉丝 上赶着求着要为他治病 却没想到惨遭拒绝 一日 允哥按照约定来找南希 刚到就看到南希一脸疑惑的那 奇了怪了 我还没开始办他 这唐德那怎么就被革职了 允哥抬了抬眉梢 什么革职 南希拿出手机给允哥看 原来今天一大早就传出消息 说唐德那今天突然被 K州学院的校董会革职 副院长转正 这消息已经传遍了业内 还真是遭报应啊 都省了自己动手了 南希忍不住叹息 允哥拖着下巴暗暗沉思 这事情是谁动的手呢 随即眸光一按 忽然就想到那天 周月匆匆忙忙地避开他 带了份文件离开 猛然间南希的声音 响起打断了允哥的思绪 允哥 我听商业说 你不想要钟圣灵那边找的医生 那不如试试我找的怎么样 说着拿出一个文件夹 递给允哥 只是文件内的照片介绍道 这个小伙子医学造诣很好 而且小伙子可喜欢你了 允哥看清照片里的人 不由地眼皮一跳 居然是洛鞋 而他怎么不知道洛鞋喜欢他 啪的一声允哥将文件夹盖上 冷漠无情地拒绝了 南希一脸看好戏的提醒 那小子可不会善罢甘休 我看他对你态度狂热得很 允哥眼皮又跳了下 完全无法想象洛鞋那高冷形象 变得热情如火的样子 想到那场景允哥的脸色铁青 大可不必 南希考虑了很久终于问了出来 对了允哥 你来的这两天 没人找过你 怎么了 允哥抬眼看向他 南希眉毛都快紧扭成麻花 还是叹了口气开口 是邦连D191实验室 邦连D191实验室是俯瞰全世界的存在 他们目前有很多没有曝光的各种实验数据 对允哥有很多好处 但是那个地方阴暗丑了 那里所有的人连心都是脏的 允哥懒懒的挑眉 他知道南希不希望他去191 允哥也很是爽快地答应自己不会去 南希随即想到了邦连191 他们有个训练营 对所有人公开招募 只要你进最后一轮的训练赛 就可以有进入他们图书馆的机会 南希突然眼神贼兮兮的 邦连191前些年的数据 通过管理员的主机进入 允哥就可以全部获得了 到时候还不是他能弄出来多少 就弄出来多少 南希为老不尊 怂恿允哥去偷邦连191 允哥被南希打动 对邦连191也是好奇不已 南希让允哥去偷前几年的资料 允哥有些好奇 为什么不是这几年的 这几天他们有个锤子研究 要不是早些年还有诗 说到这里南希居然顿住 这几年邦连191正在走下坡路 没什么好看的 但邦连191的根基很深 他叫允哥怎么去弄他们的文件 允哥知道南希有很多不被知道的过往 他当当应该是隐瞒了什么 他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允哥有些好奇不已 而就在这时允哥的手机铃声响起 拿出手机居然是德莱尼 难道是RS战队的事情 刚接通电话就听到那边 传来德莱尼激动的声音 乖之老师 RS战队的成员跟人打起来了 而另一边晴朗的对手 萧直这边 萧直的队员兴奋不已 RS战队没了晴朗 现在还一起进了橘子 我看他们怎么比 教练心事重重莫名 有种不太好的遇见 上前拉着那个队员劝住道 毕竟是RS战队 我们还是注意一点 谁知萧直讥讽地笑着语气格外高傲 一群残兵败将 有什么好怕的 说完就朝外面走去边走边 拿出手机给那个人打电话 电话接通 萧直不等那边说话 就咬牙切齿喊道 你既然都帮我设局 把那些人弄进了局子 为什么不帮我让他们曝光 他可是连记者都叫好了 谁知他的话 还没说完那边传来一声视效 萧先生还是安分守己一些 如果不是你还有点利用价值 你以为你有多大的面子让我帮你 萧先生若是想法太多 能不能安全回云城 这可都是个问题 对方是笑着说的 可落在萧直耳中却头皮发麻 萧直只能忙不迭地挂断电话 而他不知道刚刚跟他打电话的人 就在不远处 他刚刚愤怒恐惧的表情 都已经落入了对方的眼中 二楼的玻璃墙后 将纸眼底透着讽刺 主人 这种废物不如让我解决吧 沙发上坐着正式崔恒川 崔恒川倾笑像是在等待猎物的猎手 我做这些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看看 裴允哥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出手 落鞋化身YG的狂热粉 上赶着要给YG治病 可人家看不上他 落鞋粉丝心太烈了 南希的实验室 落鞋迫不及待来等消息 却没想到YG不答应 南希脸部红心不跳的找理由 YG觉得他不太合适 落鞋抿了抿唇 那他看中了谁 南希喝了口茶 开始一本正经忽悠落鞋 YG谁都没看上 年轻人听我一句劝 那YG就不是个好人 可落鞋目光却注意到 桌上的糖纸和煤柴的糖 不油的皱眉 这糖室 落鞋眼底透着浓浓的咸气 在落鞋看来实验室这种地方 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痴实的 太不尊重科研了 南希看到冷了一下 你喜欢 南希恰好捕捉到落鞋眼底的情绪 浑浊的眸底划过一抹金光 这就是YG吃的 落鞋浑身一顿猛地抬头 目光却格外地冷 仿佛南希侮辱了他的偶像 在他看来 YG应该是那种狂傲不羁又高冷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吃糖 还都是草莓味的 想到高冷女神爱吃糖 就让落鞋有些接受不了 落鞋精神恍惚连身影都摇摇欲坠的 仿佛遭受到了欺骗 而南希看落鞋的眼神分外怜悯 又想到了终胜灵教党思成年的话 点离偶像思生活 不然你永远想不到 你偶像不做人的样子有多野 南希也看不下去了苦口婆心的劝诊 哎 实话跟你说了 小子 那个YG根本不是你幻想中的那样 他嘴笋脾气差还爱记仇 南希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落鞋冷冷地打浪 前辈您就算看YG不顺眼 也不能这么侮辱他的名声 南希老先生既然您不愿意帮我 那我就先回去了 您当年天资卓越 可我也相信YG很快就会超过您的成就 说完落鞋直接甩脸走人 南希背对的无话可说 死忠坟惹不起 他要再说什么落鞋的拳头能对到自己脸上来 抑郁主神徒K周决赛开始了 RS队没有了情了 刚开局就连输了两场 这应该是RS战队有史以来 输得最惨烈的一次比赛 赢了比赛 肖直战队开始叫肖 这也赢得太没意思了 只要再来一局我们就彻底赢了 而肖直却心里扣着强烈的不甘心 究竟是谁把RS的人保了出来 不过就算出来又怎么样 他一样会把这群人横横踩在脚下 RS对此时群龙无首又连输两场 此时队内的气氛一片愁云惨雾 教练眼底滑过的情绪没人捕捉到 他突然递了一瓶水给队员 喝了他会提高专注力 队员浑身顿住看着教练的眼神 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什么 禁药 晴浪是明确告诉过他们所有人 敢偷用禁药的 一律都得滚出RS战队 这个教练是其他队派来的卧底吧 居然让自己的队员使用禁药 主神徒大赛可是明确规定不能使用禁药 而且晴浪是明确告诉过他们所有人 敢偷用禁药的 一律都得滚出RS战队 那队员立刻就拒绝了 他不想断送自己的职业前途 也不想让RS战队以他为耻 教练怎么肯就这样放弃立马开始分析 总部很早就顾虑到了晴浪的手上 如果这次比赛赢不了 秦神很可能会被替代 你难道想要秦神因为你们走 队员文言情绪很是激动 可是秦神带我们赢了那么多比赛 总部 所以你更要赢 教练的话一步步击垮戴成的心态 这个队员是晴浪一手培养起来 天赋最强的选手 可也是RS战队里 也是最容易因为晴浪而慌神的 教练继续循序善诱着 戴成 只有你能救得了秦神明白吗 放心 我不会让别人发现的 此时戴成内心犹如天人交战 最终还是不能让晴浪离开的想法战胜了一切 就在他伸手要去接过水时 忽然身后一个猛的力道 直接把他给往后狠拽 戴成一抬眼睛睁地看向那人 那个压着帽颜的人 眼底续着似笑非笑的力气 你的账我一会跟你算 说完就将那教练狠揍了一顿 揍完人走允哥就朝外面去 经过戴成时提醒地上台 二楼崔恒川经过监控看到允哥 不由地开心倾笑像是首到的猎物 他还是来了 崔恒川胸有成竹对身后的僵纸奔骨 等他打完比赛 我们再去守他 允哥换好衣服就上台坐在电脑旁边 赛场上不少人都在抱怨火大 都觉得战队这是疯了 上一个不认识的队员当主力 都以为他们是打得太烂 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 而此时对面的萧纸眼神音质 并不在意突然冒出来的允哥 萧纸冷嘲热讽地结笑着 可惜了 小妹妹只能玩一局就得下场 允哥里都没有理他 戴上耳机就准备开始 他想早点把他打醒 萧纸咬牙切齿地冷冷一笑 狂妄自大 没有了秦浪 这些不知道哪里凑起来的人还想翻牌 而就在此时 众人发现允哥压根没有动手 一直在B站 其他人都已经残血大半了 气得RS粉丝破口大骂 戴成看着快输的比赛心里难过不语 感觉自己很对不起秦神 却没想到就在此时 允哥的声音在耳麦里响起 裴也替秦浪打比赛 眼看情况不对众人都以为RS对B说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允哥的声音 从耳麦里传来 戴成 JIN 25秒 其他人继续守 经常和秦浪打配和几人怎么会不知道 这是秦神打配何时常用的暴时 可是25秒 即便是秦浪都很少暴时在30秒内 不过眼下这情况 只能相信他了 RS战队全体沦陷 这是最后翻盘的机会 此时众人都知道RS战队在做最后尝试 戴成和真都冲上去了 可RS的新队员运去那里 众人就见戴成和真坚持到15秒时 并出现了 谁都没能察觉 刚刚RS战队主位上的人 键盘上的操作已经快如急影 一个蛇形走位 几乎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游戏特效之下 快得根本让人看不清操控 从首杀到四杀一气呵成 更是在最后3秒5杀和催赢 让这场游戏直接3秒结束战斗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弹幕和现场观众都快疯了 这是戴飞效果比秦神还跌啊 这是什么极限翻盘的神仙教科书 肖直音这脸差点丢键盘 你到底是谁 他明明就差一点就能赢了秦浪 允歌文言谋底是懒洋洋的放肆 用不着知道我是谁 被打趴下的也只能喊憋了 很快RS战队就连赢三局 拿下了本次胜利 队员兴奋不已 都不知道秦神从哪里找到的帮手 居然这么强 比赛结束后 戴成拿下耳麦想要跟允歌聊聊 却发现他的位置早就没有人了 心里不由的疑惑不已 并他人呢 此时被他念叨的允歌正在走廊上 实际上他一直知道有人在观察他 允歌算着时间懒洋洋的等着 眼底却没什么温度 此时他也好奇不已究竟是谁呢 而这时候崔恒川正好从二楼下来了 目标明确地朝允歌走去 身边跟着四个黑衣人 一路上过来没人敢来 可就在李允歌最近的转角时 崔恒川忽然看见面前走来了一个人 男人弯唇是一贯的斯文有礼 崔先生 我们先生找明续个叫 四个黑衣人目光一狠 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看到男人叔弟用枪对准崔恒川的眉心 先生 请吧 崔恒川笑意一散 脸色有些难看 到底是谁能在K州社局抓他 男人胆大包天 居然敢朝杜爷的人下手 自信满满以为自在必得 却没想到阴沟翻船 被杜爷抓个正着 而此时被抓的崔恒川还满脸迷惑 究竟是谁在K州社局抓他 被带到房间就看到落地窗边 男人漫不经心地夹着根烟看着外面 这时候崔恒川脸上的从容已经没了 他不明白到底是哪一步出的问题 难道之前唐德纳突然出事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人出手了吗 窗边的男人微微转头 刚好让崔恒川看见 看清男人的样子 崔恒川脸色大变 怎么会是他 崔恒川牵起脸上的笑语 只是温润俊雅的面容隐隐扭曲 霍先生找我 有什么事 不知道 霍石杜轻描淡写地问 但是好看的桃花眼蓄着深光 优瑟尔危机四伏 崔恒川还想要解释 却没想到杜爷根本没给他机会 上前又凶又狠的一拳 就直接往崔恒川的脸上挥去 崔恒川猝不及防地被打倒在地上 四个黑衣员下意识 想拿出腰间的武器 可一个个却都被 旁边霍石杜的人给摁住了 崔恒川只能艰难地爬起来 可刚弯着腰准备直起绅士 面前金贵轻近的男人长腿一抬 狠踹上崔恒川的腹部 他整个人都直接撞上了墙面 崔恒川痛得骨头仿佛都碎裂了 连额头都冒起了青筋 可对面的男人姿态随性至极 漂亮的桃花眼仍是轻慢 只有某底设着浓郁的攻击性 怎么 很疼 他漫不经心地问 气氛却恐惧到让人不敢大气而喘 随即霍石度慢调思理地笑 眼底却没任何温度 那怎么敢碰我的人 而此时的允哥也觉察出了不对劲 刚刚他明明感觉有人在观察他 如果真是想对他动手 这会儿他就能见到人 可却在二楼时就消失了 不对劲啊 允哥准备去二楼看看 在楼梯口就听到有人喊杜爷 走上去就看到杜爷旁边站着两个熟悉的人 是洛邪和赖云青 赖云青即便喜欢落邪 但对着面前这轻贵俊美的脸 也止不住地心跳快了一拍 杜爷 您什么时候来的K州 杜爷轻量地黑眸淡淡地去向他 还没开口就忽然听到有人懒洋洋地问 哥哥 买糖吗 赖云青听到熟悉的声音后立刻转头 没想到还会碰到裴允哥 忽然他就笑了 这个裴允哥知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谁 别敢乱勾搭 自找苦吃 旁边的男人朝着允哥走去 这让赖云青眼底的讽刺越来越浓郁了 那哥哥先试试 男人语调不紧不慢的 还没等允哥回神 修长如玉的身影就已经半分下来 暧昧的鼻息附在脸颊边 男人的薄唇再稍微近一点点 就能贴上他的唇盘 允哥浑身一顿 脸颊抱红耳朵发烫 男人缓缓起身 暧昧地舔了舔唇半 随即男人低耳的轻笑声就飘入他的耳中 简直犯规地勾人 嗯 是挺甜的 杜爷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秀恩爱 允哥被撩得面红耳赤 杜爷唇角一勾 修长分明的指尖 慢条丝里地把白皮夹塞进小姑娘的口袋 允哥看着那个钱包有些惊讶 下意识抬手就想把手里的糖递给他 就听到杜爷低笑声透着不太震惊 却又轻易地让人脑子发热 小富婆 喂哥哥一个吃 不等他反应男人 却伸出手扣住了他细白的手腕 轻轻咬上他刚拆好的草莓味软糖 允哥感觉到指尖的湿热 长而卷翘的睫毛很颤 一抬眼就看到男人舔了下薄红的唇 简直欲得要命 而这一幕落在赖云青的眼里 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红 满脸不可思议 杜爷怎么会和陪允哥认识 还这么亲近 他转过头想要问身边的洛鞋 却没想到洛鞋随眼一片 看见允哥手里的糖纸后 忽然浑身僵住 这不是他在南西实验室看到过的那种糖纸吗 洛鞋眼中满是震惊 脑子里有了个非常可怕的猜测 他猛地冲到允哥面前就想要说什么 突然被人打扰好事 允哥有些尴尬忍住想要轻度爷的冲动 询问洛鞋找他什么事 洛鞋伸手想要抢允哥手里的糖纸 突然感觉到旁边传来的死亡凝视 立马就缩回了手 允哥眼底划过一抹暗色 知道他应该是在哪里见过 猛然间想起他之前将这个落在南西那里 允哥灵机一栋慢条斯里道 从南西那拿来的 怎么了 洛鞋心里不自觉松了口气 立马觉得是自己疯了 陪允哥才二十不到 YG怕是要比自己还大几岁 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 肯定是自己想太多了 忽然允哥于光瞥见度也指节背部微微放红 你手怎么了 允哥牵起来仔细地看心疼不已 疼不疼 或是杜低眸看着面前紧张他的小姑娘 手上也被他温软地手轻柔得心愿一马 他唇脚一弯 嗯 是挺疼的 一旁知道真相的周月很是无语 要说疼还是刚风过去 被拖进医院的崔恒川更疼 心惊于想要挖坑坑允哥 却没想到这郑重允哥下怀 赖云青将这脸上潜套近乎 郭先生怎么会和裴小姐认识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 男人好看的桃花眼蓄着声光 优岁而危机似乎 赖云青立马脸色大变 他怎么忘了 杜爷最不喜欢别人打贪他的事 立马扯起一个牵强的笑 真没想到原来裴小姐也身份不一般 之前他还来听我的讲座 我很荣幸 杜爷没有理会他 对着允哥伸手指负 轻易地点了点下小姑娘的眉心 残留在他皮肤上的温度 暧昧似有若无 云云 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回校了 在这要不要找个补习老师 文言赖云青眼底划过 一抹鬼光笑容愈发浓郁 郭先生 其实第191号实验室 最近有个训练营 赖云青看向允哥的眼神藏不住几分 现在允哥攀上杜爷 他不敢动他 但到了191实验室那种地方 他这话说完 洛协忍不住开口了 他怎么可能去那里 而且今年已经停止报名了 洛协清楚那个训练营 一直以来敢报名的 都是世界各地的科研精英 听说每年都有人 狠狠被打击的一蹶不振 丙哥一听191训练营 真是瞌睡送枕头 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众人吐血 可是哥哥要开后门送我过去 万一我拿的第一步太好吧 这种快爆棚的自信心 让众人很是无语 赖云青文言笑意 一将眼底藏着讥讽 如果裴小姐担心这个的话 其实我可以邀请你去 赖云青眼底深处满是冷笑 汪慧英可是出了名的 喜欢羞辱废物 彰显一下自己的优越了 到时候裴允哥 一定会被汪慧英耍得团团转 赖云青却没注意到 允哥唇角勾起诡异弧度 这还是他第一次觉得 赖云青像个正常人了 就见允哥突然一反常态 热情地要请赖云青示范 赖云青目光阴郁 但很快也洋装诧异的笑容 是不是太破费了 可当允哥拿出肚爷 刚放在他口袋的钱包嘚瑟不行时 赖云青脸上的笑意隐隐扭曲 一日 方连第191号实验室 处于K州偏远的一座补宝建筑 允哥一路进去倒是都挺顺利 允哥近来是为了去图书馆 看到前方有人忍不住上前询问 这边的图书馆什么时候能进 青年皱了皱 没用探究的目光扫了眼他 还挺努力家里干什么的 允哥拿出手指边扳手指边说 大哥赚钱 二哥唱歌 三哥喜欢打游戏 青年听到这话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一家子日子都挺浑浑噩噩噩的 看来是个贫困生了 去三楼3012会议厅集合吧 陪允哥眸光微动 直接去了三楼的会议厅 而这时候参加训练营的选手们 也来得差不多了 允哥瞥了眼后面 乌泱泱坐满了的席位 便台步走向第一排最后两个空座 刚坐下就听到身后一声大喝 站住 那个女的 你什么身份也敢做第一排 允哥眼底翻滚起不耐烦的勃寒 但片刻后悉数脸去 而就在此时 一个听上去很温和大方的声音响起 坐第一排怎么了 座位不就是给人坐的 都是参赛选手 没人可以刻输 跨落女子缓缓走过来 看着允哥 脸上是轻松的笑意 你好 我是汪慧英 培业掠师小记 就让赖云青将他送进帮连 D191号实验室 却没想到刚到的培业就被针对了 而没想到的是 给培业解围的居然是汪慧英 而汪慧英的出现 也引起了众人的热论 25岁就提名诺里哈德甲 这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他还是帮连D191号实验室 继承人之女 被称为小诗男女 科研圈的顶级天才 更是有人认为 这汪小姐以后 是能抵战A国的YG的存在 不过他们这个 本来就是物理训练营 YG说不定还比不上汪慧英了 这时候允哥目光悠悠地回转 他抱的不是计算机吗 怎么变成物理呢 随即连忙拿出手机查看 果然手机上写着学科物理 汪慧英听到众人赞美的话 与脸上是轻松的笑容 而他身后的女孩 眼高于顶不屑的绩效 别拿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跟英姐姐比 30多岁的老女人也配 允哥文言不由的眼中 还忙闪过 正想要说什么 却没想到另一个娇俏的声音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力 有意思 YG童年双提名 法里兹克和布萨卡甲 千八题目前第四道 也被他解出来了 请问到底是谁不配呢 允哥是挺意外的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见过的 那个亲苏玉 被他错拦下来的女孩 苏芷欢 汪慧英身后的女孩 气急败坏 想要说什么 却像是有所顾忌 最后什么都没说 汪慧英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真没想到 苏家大小姐也会来训练营 苏芷欢懒得 跟这个伪善的女人废话 冷哼一声 直接往后面走 而汪慧英也没管苏芷欢了 只是笑着对允哥开口 如果小姐想做第一排 却没想到她的话 还没说完 就被允哥干脆地拒绝了 说完允哥转身就离开 这薄了她颜面的行为 让汪慧英温和的面容一娇 眼底的阴沉一闪而过 苏芷欢就算了 这个女人又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不给她面子 允哥就坐在苏芷欢的前面 听着她在后面嘀嘀咕咕 这姓汪的还真是跟她霸一德行 一个装身情 一个装和善 都拿诗男意当店饺食 允哥文言有些好奇 这是男意究竟是什么人 而就在这是一个威严的声音 拉回允哥思绪 人都到齐了 众人一抬头就看到了个 六七十岁的老者走进来 你们很多人可能都互相认识 那这样你们先自己组队 剩下的我在随机分配 老者笑眯眯地说道 文言绝大多数人双眼发亮心理 蠢蠢欲动 这岂不是有抱大腿的机会了 除了汪慧英 还有曾启义 唐丰迎这种大佬呢 要是大佬代代他们 只有苏芷欢恶狠狠地吐头 这还比什么比啊 比抱大腿吗 其他人都是炮灰呗 就在苏芷欢懊恼的时候 允哥好整以侠地拖着塞 弯着漂亮的眼梢看他 小炮灰 那你要不要将就一下抱我试试 苏芷欢瞪大了眼睛 脑壳卡了一下 瞬间就有被撩到了 陪爷聊妹小能手一撩一个准 苏芷欢被撩得小心脏砰砰乱跳 下意识看过去 没想到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你 在看到是允哥后不由的有些懊恼 就算是追不上苏芋 也不至于总对一个女孩子放花吃吧 办公室内马老正在看着队员组队情况 让马老没想到的是 唐风宁和曾启义都和汪慧英一对 三个最厉害的大佬居然不神仙打架 反倒主动求和 而就在此时汪慧英笑着走进来 马爷爷 您在做什么呢 马老看是汪慧英也没有隐瞒 直接告诉他在安排随机分配名单 汪慧英这时来找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汪慧英看着电脑名单有些好奇 苏芷欢会跟谁组队 很快汪慧英就在电脑系统里看到 苏芷欢和裴允哥的名字列在一起 排名都在一集 汪慧英看到这里眼底划过一抹差异 刚刚那个女孩就是裴允哥 还和苏芷欢一个队了 汪慧英眼底划过一抹暗鬼 这两人在一起到时方便很多 随即对着马老笑咪咪说道 马爷爷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很快随即分配出来了 允哥这组多出来三个国选手 其中两个男生看上去很不情愿 刚进房间就开始抱怨 训练营什么意思啊 给我分配这种队友 那我不是赛前就要淘汰了 苏芷欢本来就是大小姐脾气文言当下就咋 你要看不起谁 现在就滚怎么样 那人文言立马起身走前 还不忘拉走另一个人 你们这种垃圾队员 我还不想要呢 走就走 反正也有没组队成功的 而此时刚找到房间号的允哥进来 就看到那两人气呼呼地离开 而看着他们离开的苏芷欢气得脸色铁青 允哥被这状况搞得有些猛逼 瞥了一眼房间内的两人好奇地询问 我们队就三个人 苏芷欢看到允哥一瞬间就心虚了 留下的唯一新成员看了眼苏芷欢上前替他解决 没关系 三个也够了 后面的比赛也用不着 这话还没说完 女生就被电脑的内容整猛逼了 他们报的不是物理吗 为什么这次考核是编程攻防 苏芷欢连忙冲过来查看 电脑里正是马老发的通知 由于最近实验是盲人手不够 所以今年物理和计算机赛合并 随机分配时他们已经考虑这个状况 每个队伍应该都有两三名计算机选手 不用担心 而此刻苏芷欢清醒过来 下意识抓起了自己的队员名单 又看向新成员有种恐怖的预感 你叫胡成忠 还是编少谈 那女生脸色同样不太好看 扯出一抹难看笑荣耀的摇头 来了来了 裴叶的高光时刻到了 跟裴叶比计算机那真是茅厕点灯找死 苏芷欢一时冲动将队伍里两名计算机选手赶走 等知道这次比赛计算机的选手 还是关键时为时已晚 苏芷欢一脸可怜兮兮的跟允哥道歉 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他就是求也要把那两人给求回来 绝对不能连累允哥他们 说就朝外冲去 却没想到刚跑出去就被允哥拉住了 让他不用去了这些东西不难 而此时另一头汪慧英在走廊上 刚好碰见被苏芷欢赶出来的两人 两人此时脸色难看边走边抱怨 那个苏芷欢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人 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本事还敢我们走 没想到是这样的考核看他怎么办 汪慧英看到苏芷欢把两个计算机选手赶走 嘴角的弧度更深了 原本他是挑了两个看上去 最弱的计算机选手给苏芷欢 却没想到苏芷欢会主动把人赶走 随后汪慧英心情很好来到自己的房间内 刚走进来就听到唐峰迎恭维的声音 我记得汪小姐和我一样都学过计算机 汪慧英文言轻松一笑满脸自信看着他 是啊 我们有五个人可以同时进行优势很大 只要拿了第一 接下来的处境会对我们很好 很快比赛开始了 只有一个人行吗 尹哥边操作电脑边给他们解释 小游戏挺简单的 九个战区难度依次提升 通过Bug进战区 抢Flag排名由积分来定 尹哥扫了眼九个战区不停地敲键盘 而此时汪慧英房间内众人也是在不停地敲着键盘 很快汪慧英的面上一起 成了 随即就听到播报声响起 汪慧英队 第一个拿到第一战区Flag 积分1000加500 而在后台正在观察的导师们十分满意 今年的训练营情况 慧英的天风一饼 估计在场除了他 没人能把物理和计算机运用到极致了 导师看完汪慧英这组随即又看了一下其他组 这边这组也不错 连续看了好几组导师都很满意 让其他导师好好看看 有资历的可千万不能放过 猛然间视线一撇看到尹哥那对心里一惊 怎么回事 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居然还有队伍还是零分 而此时的苏志欢也是一脸疑惑 不是说难度一次提升吗 为什么尹哥要从第九区开始 而且后面五区都已经进过来 可一直都没有得分真的没问题 此时的苏志欢心里坠坠不安 都快被允哥逼崩溃了 而就在此时初步排名就已经出来了 汪慧英这队已经在第二战区的积分有145500排第一 第二名9800 而允哥组还是零分 倒数第二也有9500分 汪慧英看到这个分数眼底划过了硬的积讽 原本还以为赖云青塞进来了什么不得了的人 原来只是个废物 在最简单的一二区都没能拿到一分 早点淘汰也能少吃点苦头 却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就在此时广播播报声不停地响起 裴允哥对第一个拿到第三战区 Flight积分1万加5000 裴允哥对第一个拿下第四区Flight 积分1万5000加5000 裴允哥对第一个拿下第五区Flight 积分2万加5000 听到这接连不断的播报声 汪慧英脸色一变 裴叶啪啪打脸众人 骚操作瞬间将众人整蒙 随着广播不停播报允哥获得积分 汪慧英就越是着急 而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系统自动将他退出了第二战区 这让汪慧英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可此时也容不得他多想 不能再留在第二区了 只能去后面的战区拿更高的积分Flight 可不论汪慧英怎么操作 都没办法进入第三战区 随即就听通的一下砸桌子声 唐峰迎愤怒地发现第三区的Bug消失了 众人都惊呆了联邦191这么久 可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 而此时培夜这边苏纸欢有些慌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炳哥没稍一条慢悠悠的勾纯 他只是把三到九区的Bug修了下 然后写了个程序同时进七个战区拿回来 苏纸欢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 七个战区能一起进 另一个队员也惊呆了 你把七个战区的Bug都修了 别人都进不去了 炳哥没有回答 只是拿了桌上的汽水默默地打开 瞬间两个队友脑壳一卡 显然没想到自己队友是个挂王 他把Bug都修了别人怎么进战区 他们这样会不会被禁赛啊 很快考核结束了 众人纷纷离开房间讨论起来 都在猜测是哪个队积分疯的 第三区也太难了根本找不到Bug进去 炳哥和苏纸欢也很快地来到了大教室 苏纸欢开始怀疑 裴爷真的是物理选手 炳哥文言不由地陷入沉思 是的吧 上一世他母亲就是世界知名物理学家 还希望自己能接他的班 可和物理对比 自己更喜欢计算机 苏纸欢突然抓住裴炳哥的手紧张地问 那你物理没计算机那么一天吧 炳哥看了会苏纸欢 但想才挤出几个字 也还行 苏纸欢听言就松了口气 对着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这就好 那接下来的物理考核 你就放心让我照着吧 炳哥默默地推开他的手没说话 很快最后的考核成绩出来 众人一出去就看到导师们居然都出现了 第三名莫雷队 共八万九千积分 第二名王慧英队 共二十一万积分 导师刚说完其他选手就一阵道细口凉气 王慧英还是王慧英 这第二名居然直接断层了 王慧英听到这里脸色极差下意思捏紧一拳 他本来应该是第一名的 刚刚到底是谁完成了攻防 下一刻导师就接着宣布 第一名 裴允哥队 共计五百零九万积分 导师四处看看了像是寻找什么 他是计算机导师 想看看他们哪名物理选手参加了这次考核 允哥眸光微动看了眼这位计算机导师 这是好奇还是觉得他们作弊 却还是举手表示是自己 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居然挑衅裴业 你裴允好好的教你做人 王慧英极度裴允拿了第一 不管不顾当众对着他发难 裴小姐很厉害 第三到第九战区的bug应该都是你修好了吧 但你这么做 其他选手都没办法进去拿积分 是不是违反比赛规则了 话落所有人目光集中在了裴允哥的身上 是他修的漏洞 难怪根本就没有漏洞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他根本就是作弊 众人一想到裴允哥的积分就心态扭曲了 允哥看着众人那个猙獰的变现慢悠悠的开头 谁说没有吧 没有包括我又是怎么进去的 汪慧英旁边的唐峰宁冷冷凝笑 骗谁呢 老师既然他嘴硬就让他自己攻进去 攻不进去他们组都该滚出比赛 导师你没这么好的苗子怎么能退出 但接下来不等导师说什么 允哥却笑不达眼底的开头了 怎么 要是我进去了 你们滚 唐峰宁双手还胸咬牙切齿的冷笑 退就退 马老你也听见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导师一脸为难还想要说什么 却没想到允哥已经一口答应了 随后舅舅走到电脑边坐下 开始敲击电脑 旁边的导师此时脸色很难看 讨核的时候他就是过了 找不到半 他现在嘴硬到时场面就不好看了 可没多久众人就看到界面打开了 导师脸色经变书弟难以置信地看向允哥 这个女孩真的留了半 计算机选手在看清电脑的页面更加震惊了 什么情况 七个战区同时开了 汪慧英也很是难以置信 没想到他真的留了入口 连自己都没发现 而这下汪慧英身边的唐风银脸色发白声音都发颤 这怎么可能 允哥没有给他机会再想拥懒戴笑的嗓音 透着点力气 想好了该怎么滚吧 眼见场面有些失控 导师连忙笑咪咪上来劝 考核中没有作弊行为 现在继续宣布其他人的成绩 而此时最担心的没过汪慧英 一个物理选手计算机能达到这种水平 会是自己在圈里的一个威胁 随机导师就爆出一连串的名字 请以上成员立刻离开实验室 而之前从允哥队伍退出的两人也带名单 此时他们心里后悔不已 早知道还不如跟苏纸欢他们一队 至少不会连赛前考核都过不了关 汪慧英害怕陪爷会是自己的劲敌 忍不住就上前试探允哥 你是物理选手 但计算机水平似乎也不错 你的老师究竟是什么人 却没想到这话问完苏纸欢就冷笑出声 汪大小姐输了一局 就怕一个计算机出身的选手 威胁到汪大小姐的地位 苏纸欢也清楚汪慧英成府击中 如果他把允哥看作威胁他的对手 那就很容易出事 可汪慧英文言反而放松了下来 原来这个裴小姐是计算机出身 在他看来一个计算机出身的科研者 再怎么样也不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于是汪慧英看着允哥端庄大法 却处处凑着居高临下 仿佛是在对陪允哥施舍 我也觉得你还不错够资格加入帮连191 这话一出旁边的队员立马羡慕 极度地看着允哥 这可是连帮191的名额呀 才一个出考核就获得了这种机会 汪慧英也以为允哥会答应 正等着允哥跟自己说谢谢他的时候 却没想到允哥只是勾了下唇角 霸气又略在挑衅的开口 可你们191不太行 容不了我 瞬间汪慧英和其他导师的脸色都变了 这是明目张胆地打他们帮连191的脸了 马老瞬间就怒了 混架 你要觉得帮连191不行 你来这做什么 却没想到允哥一脸无辜地表示 听说他们训练赢奖精挺多 计算机这种只能算科研编量 在场的物理选手可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不是你这种水平能比你的起的 马老的动怒让整个场上陷入寂静 可下一刻苏指欢就在允哥身边敌步了 允哥 你别想多 他们连帮191的前继承人 就是被搞计算机的人拐跑了 所以才这么讨厌计算机专业的人 这话瞬间让马老暴怒 苏指欢 苏指欢也不认怂语气透着隐隐的不屑 他又没说错 马老离开前那阴冷的目光 不难怀疑这苏指欢要不是苏家的人 一定会被帮连191给亲手灭了 简直是在场打脸帮连191 允哥看着齐齐变脸的众人不由的好奇 帮连191前继承人叫什么名字 失难意啊 苏指欢脱口而出 允哥沉默骗客忍不住再次询问 那那个学计算机叫什么名字 这个苏指欢就不是很清楚了 只知道是个二国人 允哥觉得这人十有八九就是南希了 难怪这么讨厌搞计算机的 这要是帮连191的人知道 允哥是南希的徒弟 还被弄来找资料怕是能气到当场去世 允哥受到南希挑唆来191脱资料 却没想到南希跟191有这么深的渊源 此时的允哥不由的好奇 这些人要是知道自己是南希的徒弟 还是来他们帮连191脱资料的 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当场去世 允哥眸光危暗 汪慧英是失难意的后辈 这话问出苏指欢立马就炸了 当然不是 失难意是191前继承人 是不是之才 只是这样精彩绝艳的人 死后却还要被一对可恶的妇女吸血 汪慧当年是失难意的未婚夫 还没结婚失难意就忽然去世了 汪慧以深爱王七终身不娶之名 赢得了帮连191的继承人之位 深爱王七 真可笑 汪慧英的母亲 可是施家的养女 一个爬上自己解雇床的女人 好在施家这么多年 也没让她真的继承实验室 每回她一听到有人称汪慧英是小失难意 就忍不住反胃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允哥若有所思 这样的地方等拿到了资料 就没有必要多呆了 很快导师就来到教室 两人也结束了谈话 但允哥对于这种简单的内容 也没兴致重复听 而是拿着iPad试图进入帮连191的图书馆系统 却发现帮连191的图书馆系统 做得还挺严密 不仅有些好奇会不会就是施难意的手笔 早就被汪慧英打过招呼的导师 刚看到允哥开小差立刻奸声道 陪允哥 你在做什么 是我讲得太简单 还是你全都会了 这么狂妄自大 允哥眼皮动了动只是抬眼看他 莫名的导师也被陪允哥看到浑身发毛 看什么 你既然不打算参加课程 现在就给我去图书馆整理资料 允哥没想到刚还想着怎么攻克图书馆系统 立马就有人送诊后 那导师看允哥呆愣在原地以为他害怕了 还威胁允哥要是不去就立马退赛 苏纸欢一听就慌了 按照允哥的脾气他肯定不会流啊 看到允哥起身连忙拉住他 怕他真的冲动退赛 却没想到允哥懒懒地抬起眉眼询问 老师 我能整理几天 导师脸都气绿了对着允哥怒火中烧的嘶吼 以后我的课你都给我去整理藏书馆 我不想再在教室里看见你 允哥唇脚一勾懒洋洋地拿起了iPad戴 那行 走之前允哥还笑秘密地向导师道谢 并善解人意地把教室门关上 瞬间教室的众人被他这波操作给整网了 就连唐丰迎都觉得允哥肯定是疯了 现在老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和后面的比赛有关的 他还真是计算机出身听不懂物理了 汪慧英眼底的冷意一傻过 话语中带着嘲弄 正常 也不是谁都有经历同时做两个科研方向 唐丰迎闻严厉马实实物地朝着汪慧英拍了一记马屁 是啊 他又不像慧英里这么厉害 猛然见唐丰迎想到什么恶劣的效果 对了 图书馆还有那个老怪物呢 那陪允哥估计得被吓得半死 允哥上课开小差 被发配到图书馆整理资料 却没想到这阵和允哥心意 他就被南希忽悠来联邦191投资料 于是允哥愉快地朝着图书馆出发 允哥走进图书馆边逛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随后拿出一本书随意地翻看去 本是随意翻看 却没想到越看越发现这里的藏书很有意思 可忽然身后一个嘶哑难听的声音立响而起 什么人 声音猛地响起让允哥有些惊讶 随即转头望去 就看到一个拄着拐杖勾搂着背 灰白的头发不剩多少的老人 此时他目光给人一种阴沉沉的不适感 老者的声音难听 嘶哑阴沉沉的眼神软弱力 你在做什么 允哥慢悠悠地把书盒上 我来整理资料 可老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 自从男一小姐离开 那有人来整理这些东西 想到这里老人再次立声询问 你说谎 你到底是谁 允哥也知道今天不解释清楚肯定不行 于是连忙告诉他自己是训练营的选手 没听客被导师发配到这里来了 允哥目光只落在他手里的东西上 你在修复书籍 老人家浑身一顿 不需要你管 可能是老人收得太快 那破落的书页就那样甩了出去 呼拉一下掉在允哥面前 允哥蹲下身子将那些书页一页页地捡起来 老先生 这东西修了挺久的吧 其实我可以帮你 允哥的话引得老人家讥讽不理 就你 允哥似乎没听出他话里的讥讽 乐呵呵向老人提出请求 要是他能帮他修复 他就将这书借给自己看看 文言老人不自觉 眯了眯眼有些惊讶 你真看得懂这些书 允哥看着手里的东西表示 有点意思 但论述都挺青涩的 允哥猜测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书吧 老人家震惊地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允哥 你怎么知道 你和联邦191什么关系 难道这么多年过去 那些人想起打男一小姐留下这些书的主意了 允哥唇角一弯笑不达眼 没有关系 我没兴趣跟邦连191脚在一起 老人间沉默片刻转身离开 让允哥跟他过来 允哥被发配到图书馆整理资料 没想到竟在这里碰到一个古怪的老人 一番交谈允哥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可以修复破粉书籍 这让老人惊讶不已 将他带到一个类似前台的地方 这里有一些修复书籍的工具 老人家十分无情地探着允哥 你要是修不好 我就让邦连191的人赶你出去 允哥扬了扬眉梢坐到一边带起了手套 我可没说我能复原这本书 老人家瞬间觉得被骗了 愤怒地瞪大了眼睛想要骂人 却见允哥不慌不忙地告诉 虽然他不能复原这本书 但书里的内容他可以复原 允哥戴上了薄薄的眼睛后 慢条丝里地翻阅着这本破旧的书 书有什么重要的 原主人更想保存的是这书里的内容 老人家看着允哥一点点 写出这本书缺失的内容时也愣住 有些好奇他难道是学物理的 他之前也试着找帮连191的一些人 来修复男一小姐的书 可没有人能做到 却没想到允哥居然是学计算机的 老人家一听先是一愣随即怒火中烧 学计算机的没几个好东西 允哥此时好奇不已 南希究竟造了什么面 这么招人恨 允哥一边写着资料一边提出要求 他需要看看这书作者的其他书籍 这样准确度才会更高 老人家文言一连果然如此 小姑娘写不下去了 这小姑娘才二十来岁 又不是学物理的 可等他仔细查看了允哥修复的部分内容 他浑浊的同谋一阵 当初南希小姐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有三十多岁 这小姑娘居然修复的没有差别 这小姑娘的天赋也太恐怖了 踏实连南希小姐都没办法和他比拟 允哥被他叹得有些莫名 就见老人突然抬头语出惊人 小丫头 你愿不愿意拜一个死人为师 允哥手都抖了下 这是什么阴间问题 还没等允哥回答老人家接着开头 他生前一直想找个天赋异禀的徒弟 我想帮他完成夙愿 那您考虑一下汪慧英 允哥虽然觉得这作者写的东西有意思 但他已经有了师父 没想到的是老人家一听语气 透着浓浓的讽刺 凭他也配当南希小姐的徒弟 不过是一个基因实验的产物而已 允哥抬脸看他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基因实验 基因实验产物几个字 瞬间将允哥的思绪拉到了前世 基因实验这种东西虽然很少见 但允哥上一世却碰到过活生生的利率 上一世允哥的母亲孟英 一直有个死对头 就是他同事基因学的助教授 助教授从小就热衷和孟英比 可却从来没赢过 从小他就比孟英努力 可不管怎么都比不过他 这让助教授强烈认为是因为孟英比他聪明 所以助教授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和自己的丈夫秘密做了一场基因实验 他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天才 可他错了允哥远比当年的孟英天赋恐怖 助教授无论怎么栽培自己的天才女儿 最后都比允哥差了一大截 这让助教授痛苦憎恨 对女儿也是各种抱怨责骂 而每几年基因实验造成了各种后遗症 他的女儿会比普通人老得更快 十四五岁就开始长皱纹 甚至雄性激素分泌失调 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生病住院 助教授这才开始后悔 比起女儿卓越超群 他更希望女儿长命百岁 助教授开始想办法补救这一切 可已经来不及了 他女儿知道了自己不过是 母亲为了赢别人的一场基因实验的产物后 选择了坠楼结束生命 就不知道汪慧英之不知道 自己是作为一个工具被制造出来的吗 允哥眸光微暗手里的钢笔一顿 底肩晕出了一个非原点 老人家急忙提醒让他专心一点 不要在这里胡思乱想 允哥这才懒懒地回过神继续书写着 老人家有些好奇 小姑娘好像对基因实验并不好奇 这样特殊的实验 可是大大的提升人类社会的进展 允哥明艳的眉眼却是平静 科研员最该有的不是敬畏之心吗 人类造就文明也该敬畏生命 老人家被允哥的话惊到了 即便他在世界最顶尖的实验室 可这样的话他却从来没听人说过 老人家不由地感叹 小姑娘被人叫得很好啊 想到这里老人家忍不住 上前握住允哥的手 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小丫头 你真不愿意做男一小姐的徒弟 如果我能让你继承帮连191呢 却没想到就算他这样说 允哥还是拒绝了 他已经有师父了 而且他肯定很讨厌难洗 就在此时门口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奥兹 奥兹文言目光一尘转身朝外走去 边走边吐槽 你师父难道能跟男一小姐比 随后又吩咐允哥在这里修书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就朝外面走去 允哥抬了抬眉 稍扫了眼不远处的黑影 有些好奇施男一究竟是怎么死的 邦连191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一直为已故事 男一守护邦连191的奥兹 不甘心男一小姐的心血 被害死他的人所占 无计可施之下向允哥求助 允哥是否会答应他的要求 此时藏书馆休息区 来了为头发花白的老人 听到楼上的动静 以为是奥兹这么多年想开了收的徒弟 奥兹缓缓地朝旁边的沙发坐下 淡淡地否认不适 随后伸出兽骨灵巡的手 用尖长的指甲剥了剥灯心开始吐槽 你们不听课的学生居然往我这里打 白发老者有些诧异 没想到是训练营的学生 连忙答应等会就让人把允哥领回去 白发老者看着奥兹这副阴沉沉的模样 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年令人一见难忘的少年天台 如今却因为诗男意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白发老者刚说完奥兹就打断了他 他可不能让人将允哥带走 果断拒绝后转移话题询问 他来到底有什么事情 气氛沉默了片刻 白发老者申请略显愧就开口 我答应了汪辉 只要汪辉英能拿下今年训练营第一我就放权 奥兹拍桌而起丑陋的脸上满是争鸣 斯雅的声音阴沉沉的 诗家主 男意小姐可是你的亲女儿 你要让一个杀你女儿的人 接管邦连191 诗家主此时也被奥兹的话惹怒 脸色阴沉的可怕 奥兹 再说一遍 你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 男意已经死了 邦连191需要新的继承人 汪辉虽然不够资格 可汪辉英却是万里飘一的天台 而且再怎么说汪辉英的母亲 也是诗家的人 听言奥兹笑了 之前他还纳闷 汪辉这种小人 怎么敢让那个养女怀孕 原来他是算好了你会因为这层关系放权 诗家主沉默片刻又深深地看了眼奥兹 此时他已经决定了 现在只是通知奥兹 方连191已经在败落 汪辉也向他施压了很久 如果自己再不放权 他会带走部分核心研究员和汪辉英 除非奥兹能找到比汪辉英更合适的人 不然这次比赛一结束 他就只能放权 诗家主就转身离开了 而奥兹脸色极差 比汪辉英更适合的人 奥兹望着楼上眼神中放着金光 最后拿着一叠书籍冲上楼 碰着一声拍在允哥面前 急吼吼地开口 丫头 只要你拿了这次比赛第一 这个人所有的书我都送给你 允哥不以为意 还能是什么人 他不是已经说了不当诗男意的弟子吗 可等他拿出一本翻了翻内容 才知道这些书的内容 甚至比诗男意留下的那些科研数据和资料 更有价值 允哥真是没想到邦连191 还会有这样水平的藏书 奥兹看允哥对这些书很吃喜欢 试探性开口 你还可以做邦连191的继承人 却没想到允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 他答应过男系不加入邦连191 奥兹也开始讨厌这丫头的聪明镜 更被他的脑贪失负气的心脏疼 这丫头的师父是哪个狗东西 居然还不让福帝进邦连191 为了得到邦连191的继承权 汪慧英不择手段想要赢得补赛 为此不惜跑到图书馆去读允哥 想要和允哥做场交易 只要允哥帮他将苏纸欢的报告混乱 他就答应能让允哥进入邦连191 而且还会得到允哥想不到的好处 允哥一听兴致盎然的勾起唇 怎么 难道苏家给不起我这些 汪慧英文言笑意一收目光变得阴沉 就算他们参加比赛 也不可能压自己一口 答应自己的要求是他最好的选择 允哥看着外墙中端的汪慧英 知道他这是在害怕 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转身就准备抖人 汪慧英捏紧了拳 看着允哥的背影鸟牙切齿 陪允哥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汪慧英此时心里恨得不行 却看到允哥朝着不远处停着的车子跑去 有些好奇车里究竟是什么人 随后就看到允哥气喘吁吁地坐进车里 车里的男人很自然地牵过小姑娘的手 又词又沉的嗓音含着令人脸红心跳的笑 这么急着跑过来啊 看样子训练营里没有比哥哥好看的男同学 允哥很是无语 这么久不见这狗男人第一句就是骚话 随后允哥发觉这条路不太对劲 有些好奇他们这是要去那 却没想到杜爷居然要带允哥去骆鞋那 允哥闻言不由的心里一紧手死死地握住 允哥走进骆鞋的实验室 就见骆鞋摆着一张臭脸 两人四目相对两看盛宴 骆鞋冷笑了声又忍不住瞥得掩护十度 这陪允哥看上去哪里像是有问题的 这么几次三番地被杜爷送过来 该不会真是有什么喜欢找人麻烦癖好 这种教育问题他可管不了 允哥闻言不甘示弱地对回去 若医生还是单身 就喜欢到处谈教育 真有什么影集不如也去看看医生 两人针肩对麦芒两看盛宴 而此时门口周月正打电话 跟杜爷汇报邦联191的事情 汪慧英跟苏志欢本来就不对 现在考核里允哥又压了汪慧英一口 而且这次考核还事关继承人身份 现在允哥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汪慧通过人联系到周月 希望周月能替他动手时 周月觉得这次是个机会 这个汪慧跟他们有利益关联还有用 要不就 这话还没说完 男人不嫌不淡的嗓音穿了过来 周月 你与举骂 感受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冷意 周月仿佛被一桶冰水浇得彻底清醒 连忙低下头承认错误 杜爷忽然唇脚一勾 伸手拿起了允哥 放在一旁的红色围巾 漫不经心的胶带 帮连191的人该清理的清理了 也给我家姑娘添麻烦 杜爷再次带允哥去落邪实验室检查 这让允哥紧张不已 却只能无奈地答应 实验室助理看着正在检查的允哥有些好奇 这姑娘看上去正常的不得了 真有什么问题吗 落邪闻言不由地嗤笑一声 有问题 被杜爷当宝贝宠着的人 能有什么问题 陪允哥如果有问题 那也是杜爷惯出来了 但没想到下一刻实验室突然传出一声巨鲜 落邪反应过来心里猛的一惊 立刻朝允哥那边跑去 可却看见允哥神色如常地站在一边 由于急着查看机器 并没有察觉允哥眼底还未完全消退的寒 再看到他最新买到的机器表面出现了一点灭物 落邪再看到这些裂痕脸上的表情也裂了 他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新机器啊 抱歉洛医生 不小心撞下 允哥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起 落邪此时怒火中烧 想掐死允哥的心都有了 他知不知道这台机器他花了多少钱 才好不容易够到的吗 眼看情况不对旁边的助理连忙将允哥拉走 裴小姐 您快出来 老大这得心疼死了 这台机器可是他们老大四处托人情才弄来的 而且专门买来给他女神用 助理小声地在允哥耳边说道 女神 允哥第一个想到的是赖云青 却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家 就见助理一脸激动地跟允哥分享八卦 原来落邪的女神就是那个提名菩萨卡的YG 而且他单身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和他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允哥闻眼脸上满是黑线 正想吐槽就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喊声 允允 莫名的允哥似乎察觉到了男人女期中的良悦 让允哥感觉有种危机感 却又觉得这是自己多心了 随即朝着杜爷走去边走边不停地揉着头 可能是刚刚检查的原因 允哥也多少有点受到了影响 此时的杜爷也发现 落邪的治疗好像会让允哥很不舒服 杜爷逼着眸望着允哥突然开口 不想看就算了 这让刚拿到报告走出来的落邪心里一惊 可杜爷却没管落邪心里的差异 拉着允哥就离开实验室 而此时落邪看着手里的报告神情 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报告里写着允哥脑部活动有异常 可能还伴有较严重的情绪失调 落邪立马将情况和数据发给杜爷 让他知道允哥的情况很严重 最好现在把人带回来 具体地再好好查查病因 杜爷看着这些谋底会案不清 随即敷衍地回复落邪就将手机收起 转头就看到允哥此时呆呆地坐着 情绪好像有点不对劲 而允哥从上车就在贫富检查机器带来的影响 将脑海里那些阴暗想法压下后 还在思索着怎么跟肚爷解释 可没想到却听到男人陈词的嗓音片刻响起 过两天我们就回云城 这话让允哥心里一惊吓意识转头询问 我继续检查了 话落却没想到男人凑上前勾勾地看着他 嗓音压得很低的笑 像是在认真地对他承诺 嘿允哥 我们以后还有很久很久 允哥不得不承认他被撩到了 心口不自然地跳动着 仓促地挪开了视线 光会因为了继承人的位置 不惜对允哥的队员出手 彻底将允哥惹脑 决赛前一天实验室大楼前 苏纸欢和唐叶两人缓缓从里面走出来 苏纸欢此时开心不已 明天就要交报告了 一会他们准备将做好的报告发给允哥看看 看到唐叶点头答应 苏纸欢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就想给允哥打电话 却没想到就在此时有人拿着刀 朝着苏纸欢身后冲过来 刚好被站在苏纸欢面前的唐叶看到 唐叶来不及多想冲过去 就将苏纸欢护在身后 自己腹部却被捅了一刀 苏纸欢也被这变故吓呆了 而此时允哥刚好听到手机响 刚接通就听到那边的嘈杂声 瞬间就知道那边出了事 可无论他怎么喊都没有人理他 很快苏纸欢也回过审来 连忙将唐叶送到医院 可唐叶他身上的伤太多 又失血过多 可能要在床上躺好几个月了 走廊里苏纸欢一个人坐在那里哭 电梯铃声一响 苏纸欢立马抬头看去 就看到苏约急冲冲地赶来 他见到苏纸欢哭的眼眶发红 下意识就张开了手 苏纸欢立马起身朝他走来 就在他以为苏纸欢要朝他怀里扑去时 苏纸欢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朝他身后的允哥跑去 一把抱住了陪允哥 对着他哭成一个小可怜 允哥下意识想把人推开 可见苏纸欢哭得伤心 也只能任由他抱着自己 让他将当时的情况慢慢告诉自己 而此时变成不警版的苏约心情很不美 他把苏纸欢送来帮连191训练营 是想苏纸欢消停几天别连着他 可现在苏纸欢直接当他不存在 苏约敏了敏唇忍不住看向允哥 允哥对他挑省有些不明白了 他不是不喜欢苏纸欢连着他吗 而此时苏纸欢也哭完了 对着允哥咬牙切齿的开口 肯定是汪慧英他们 一般人怎么能把人放进帮连191里来 而且唐叶被袭击电脑掉下来 他们实验室的数据也全部被 其实允哥也知道放袭击者进门 他要做那个继承人 实验室内允哥正不停在电脑上操作 汪慧英想要做这个继承人 也要看他同不同意啊 刚好他电脑里有前段时间写了一份告告 跟比赛的内容刚好一样 允哥不由地扫尸过后 很轻地吃笑了声 慢悠悠地删掉了最后落款YG 将其改成陪允哥队 陪允哥老老实实躺下做检查 洛旭在一旁认真地看着机器里 呈现出来的数据 小助手很是不解 这姑娘明明看上去正常的不得了 难道真有什么问题吗 洛旭冷笑一声表示 杜爷把人当宝贝宠着呢 能有什么问题 但谁知这时候机器却突然传来警报 洛旭吓了一跳 连忙问陪允哥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走到机器旁边仔细检查 难道是机器出了什么问题 谁知这一检查不要紧 机器居然出现了裂痕 洛旭顿时心痛如脚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心买的机器啊 陪允哥也很是愧疚 抱歉洛医生 是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洛旭怒火中烧 那样子看起来恨不得要掐死陪允哥 小助手连忙带着陪允哥出去躲躲 毕竟这台机器可是洛旭四处托人弄来的 是他想给自己女神用的 陪允哥喃喃自语 他女神不会是赖云青吧 小助手激动表示没错 就是那个提名布萨卡的YG 陪允哥这下真的是无语了 怎么吃瓜还吃到自己家了 小助手表示洛旭单身那么多年 就是为了和女神来一段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这番话让陪允哥一阵恶寒 还好此时或时度及时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看着陪允哥脸色不大好的样子 或时度以为是洛旭的治疗会让他不舒服 于是他干脆没让陪允哥看诊断报告 而是禁止把陪允哥拉走了 让陪允哥接着忙自己的事情去 陪允哥看着手里的诊断报告一脸凝重 报告显示陪允哥脑部活动一场 可能伴有较严重的情绪失调 上了车的霍时度很快收到了陪允哥的消息 陪允哥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最好再把人带来好好查查病因 但霍时度却说这件事以后再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陪允哥解释 霍时度表示过几天就带着陪允哥回云城 陪允哥很是意外 怎么不继续检查了 或时度表示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有很久很久 这番聊播让陪允哥悄然红了脸 很快就到了做报告的前一天 苏止欢提出一会儿把他们的进度给允哥看看 说着就给陪允哥打了个电话过去 谁知此时变故骤声 有什么东西冲着苏止欢冲过来了 金发妹子连忙上去挡在了他面前 这边陪允哥接到了他们的电话 但是电话接通却只有一声惨叫 然后不管陪允哥怎么呼唤 对方都没了动静 被袭击的金发妹进了医院的急诊 她失血过多身上都是伤 可能得躺好几个月了 此时医院电梯门打开 从电梯里面走出来个黑毛帅哥 苏止欢看到来人就哭得泪流满面 黑毛帅哥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她的拥抱 谁知道苏止欢却绕过了她 然后一把抱住了黑毛帅哥后边的陪允哥 她哭着叫陪允哥的名字 跟陪允哥哭诉自己的害怕和委屈 金毛妹子流了好多血 这实在是太吓人了 陪允哥让她不要着急 冷静下来慢慢说 苏止欢一份填膺地表示 这件事肯定是汪惠英干的 不然一般人怎么能把人放进来包连191 而且他们实验室的数据 也全部被这场袭击给毁了 陪允哥冷静思考 放袭击者进门 掐准时间销毁数据 确实只有汪惠英才能做到 她不惜伤人 就是想在这次考核里 排除一切有可能成为阻碍的对手 做她那个所谓的继承人 但陪允哥自然是不会让她如愿 她倒要看看 这个汪惠英能不能当得成这个继承人 陪允哥找出自己另一个 马甲YG的研究报告 把YG改成了自己现在的小队名字 很快就到了汇报当天 这次就连施家家主都来了 看来传言汪惠英 要正式成为继承人的消息是真的 毕竟其他组的分数都不高 连个超过六七十的都没有 还不是因为施家家主看着呢 很快到了汪惠英对上台汇报 苏指欢很是紧张地握住陪允哥的手 你确定都准备好了吗 陪允哥让他尽管放心好了 他之前随便写着玩的东西 正好撞上了这次选题 汪惠英汇报结束后 观众都对他十分佩服 佩服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这么多内容 苏指欢那组这下可惨了 听说他们不仅跟汪惠英撞了选题 还紧接着在汪惠英后面做报告 但苏指欢却气得牙痒痒 因为汪惠英居然用了他们做的内容 汪惠英丝毫不怕他 我就用了你能把我怎么打 谁又有证据呢 况且在帮连191 谁又感动他呢 评委给他打了85分 施家家主一脸失望 看来确实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但谁知接下来上场的陪允哥 彻底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施家家主看着他做出来的东西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种东西是训练英学员能做出来的吗 其他同学也对他们组刮目相看 你们组都是什么怪物 简直是深藏不漏啊 这说是帮连191的顶尖科研员写的 也会有人性 苏指欢已经晕头转向了 这就是陪允哥说的随便写的东西吗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点 一旁的汪惠英气得简直要咬碎了一口银牙 这些内容他是从哪里来的 这简直不可能啊 台上的陪允哥已经结束了汇报 为了隐藏实力 他甚至没有说太多 底下的评委压力颇大 这可是能力压二国一流物理研究院的汇报 这个评分是能随便打的吗 目睹了这一切的施加家主站起身来 亲自走上了讲台 他表示裴小姐可真是天赋过人 甚至比他最出色的女儿更着然出众 这话简直是在打汪惠英的脸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他可是一直自诩小诗男译 施加家主表示 自己一直在为诗男译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帮连191对裴允哥寄予厚望 裴允哥先是感谢了施加家主的厚爱 但他很快话锋一转 现在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不等他主动发难 汪惠英就狗急跳了墙 他主动站起来斥责道 裴允哥如果有这个水平 还来参加这种比赛干什么 唯有理由怀疑 裴允哥在公然作弊 他这番冲动之举让汪惠很是不满 这孩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但他还是顺着汪惠英的话往下说了 裴允哥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命题要求的范围 更不像这几天能做出来的 这些都太可疑了 他应该被从比赛中除名 汪惠绝不能让裴允哥把继承人坐实 他叫嚣着就要让人把他赶出去 他很是自信地想 我现在可是帮连191现任的管理者 即使失败 也不会为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当众搏我的 谁知这时门口突然出来一道爆喝 谁活腻歪了 连我的徒弟都感动 只见现场居然来了的白胡子老头 裴允哥很是惊讶 师父怎么会来这里 施家家主看到老头后很是激动 吼叫着说他不配踏进帮连191 老头也毫不示弱地回对回去 施家家主疼女婿好过女儿 又迫不及待替女婿动手了吗 两人针锋相对暗潮汹涌 施家家主表示他一个人打公棍 把施男一拉扯大 结果你却带着他私奔 现在一走了 我想给他找个徒弟接班人 怎么就错了 铸手小声提醒 可是我们的继承人 不一直都是汪辉先生吗 其他人也出来打圆场 大家表示汪辉先生 在继承人位置上 一直做得很好 但我们大家都不了解 这位裴小姐 施家家主表示 自己只是让他 赞带191的继承人管理 可从来没许诺他 他一定会继承这个位置 他毫不留情地对汪辉说 这个位置我更希望有能力的人来继承 汪辉英和你都不合适 他这话气得汪辉浑身发抖 他干脆起身离开 阴阳怪气表示施家家主有魄力 他倒要看看 邦连191在这些人手里会变成什么样 说完他便拂袖离开 汪辉英也赶紧追了出去 但谁知汪辉英没多久就把汪辉根丢了 他追到一片小树林后边 终于发现了汪辉的身影 但坏消息是他被人打昏迷了 浑身是伤的躺在那儿不省人事 四日一早 汪辉被打的消息就被人汇报给了裴允哥 裴允哥对此没表现出什么意外 谁知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打破了研究所的寂静 原来是有几个歹徒挟持了个小孩 叫嚣着不想死的全蹲下 但裴允哥却并没有跟众人给一起蹲下 反而主动提出要做他们的人质 歹徒举起枪指着他 问他是不是想找死 裴允哥丝毫不慌地摘下了自己的手表 并且表示这块儿表就值在场所有人的身价 这条件着实让人拒绝不了 歹徒也终于同意放掉小孩 让裴允哥来替他做人质 但谁知这群歹徒根本就不按规矩办事 把裴允哥拉过去之后 却并没有放过那个小男孩 歹徒狠狠挟持住裴允哥 犯着冷光的匕首在他脸庞游移 象牙塔里跑出来的富人还真是单纯了 裴允哥这才注意到 被挟持住的小男孩居然是个盲人 他危险地问歹徒是不是真的不放人 歹徒让他废话少说 赶紧把那值钱手表交上来 谁知这时裴允哥却直接把手表扔了 这一举动让歹徒暴怒非常 他觉得自己被裴允哥耍了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裴允哥狠狠打了一巴掌 裴允哥动作十分利落 一把拧断了他的手腕 歹徒的枪也随之掉了下来 裴允哥抢过他手里的枪 一把把歹徒按在了地上 但歹徒可不是一个人 他的同伙见情形不对 纷纷举枪对准了裴允哥的脑袋 但裴允哥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扣动扳机开了枪 赶在他们开枪之前 废了他们的手 这下歹徒的枪都掉在了地上 裴允哥气场全开 拿枪堵捉他们的脑袋 你敢捡一个试试 看看我玩枪子准不准 意思就是你敢捡我就敢开枪废了你 这下歹徒只好乖乖伏法 被赶来的警察给带走了 卢队看着在草地里找手表的裴允哥 心里很是担忧 这姑娘怎么这么勇呢 他们手里可都拿着枪呢 有啥事等自己来的再说呗 要是真打死了人该怎么收场 裴允哥撒娇表示 这不是没事吗 他让卢队别跟别人说 省得大家都要担心啰嗦 可惜那手表却找不到了 那可是情路严送的 居然就这么丢了 看来只能回头再买一只了 医院里的汪辉终于醒了过来 他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给了汪慧英一个巴掌 他骂汪慧英实在是没用 罔顾自己培养了他那么多年 居然连那个裴允哥都逼不过 汪妈妈很是无语 女儿好心来看你 你怎么还打人呢 汪慧英捂着脸恨恨道 我让人动手教训了他的队友 那群人一定是他找来报复的 汪慧文言更加火大 汪慧英真是个废物 好歹是个基因试验品 居然连个普通人都比不过 汪慧英气得鬼火冒 恨不得上去撕烂汪慧那张嘴 汪妈妈拦住汪慧英 表示这件事他有办法 汪慧很是不屑 汪慧英都那么废物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汪妈妈表示董社老先生 是父亲的老师 父亲一直很敬畏他 而他则一直对汪慧英 青睐有加 过几天白家有个晚宴 父亲想必会让那个 裴允哥也一起去 好在各个世家面前 露一露脸 那时候如果董老先生能出面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几天后的白家宴会 裴允哥一洗礼服 出席了宴会 他本来是不打算来的 但那俩老头承诺说 如果他去的话 帮连继承人的仪式 可以推迟半年 裴允哥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但现在他却是越想越后悔 自己怎么就答应来 这种地方了呢 他正想得出神 楼下就传来一阵交谈声 只见几个女人 围着个双辫子的姑娘 连声赞叹他 勇气可嘉 说什么真没想到 他居然会救小少爷 那几个人可都是带着枪呢 被称作阿妩的女人 冒领了裴允哥的救人功劳 想要借此攀上白家的关系 毕竟阿妩母亲身份低 童家一度想把他赶出家门 现在要是攀上了白家 那可真的就是咸鱼翻身了 众人说着说着 就注意到了他手腕上的表 都很是诧异 他怎么会有这么贵的表 阿妩表面上温柔表示 这是他母亲的救务 心里却十分不平衡 为什么有些人 就能拥有昂贵的手表 还可以随意丢弃呢 他却要和母亲 一起被赶出家门 阿妩当时也只是想把这表卖了 给母亲攒钱治病 原来这表就是 裴允哥丢的那一支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表 裴允哥看着被众人 围着奉承的阿妩 心里很是发愁 那手表可怎么拿回来才好 要不还是想办法 买个高仿的得了 他正想地入神 汪慧英就又出现找茬了 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 怎么不打算结交点朋友呢 这番动静成功把众人的注意力 吸引了过去 阿妩很是诧异 这女人是谁 居然敢跟汪慧英作对 要是自己再攀上汪慧英的关系 岂不是未来更加飞黄腾达 于是他主动上前找汪慧英搭话 甚至怀疑汧慧英朋友的身份自居 想要对裴允哥说叫些什么 但他看到裴允哥样子的一瞬间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童武看着对面的裴允哥 感觉很眼熟 却又记不清 自己是否认识这样一位人物 裴允哥扭头丢下一句 各位自便 说完他便往大厅走去 裴允哥走到厅内 就引起了白夫人的注意 白夫人感觉自己 并不认识裴允哥 突然裴允哥身后传来一句 你就是裴允哥吧 裴允哥回头看向身后的老头 老头面带讥讽 直言裴允哥与其是否南希一样 轻狂无知 当裴允哥还想着 这老头是谁的时候 汪慧英走到老头身边 挽上老头的手臂 董太爷爷您来这么早 都不招呼一声 董老直言是来给汪慧英出气的 裴允哥心想 这个汪慧英有完没完 嘴上却是立马把董老的话 对了回去 直言董老在百年元祭时 多火化出几颗舍粒子 董老拍而起 气得不行 童武见董老生气 便让裴允哥给董老和白妇人道歉 裴允哥见童武这么喜欢出头 便用手指了指手腕处 让童武归还本来属于他的东西 童武听后浑身一僵 背后发凉 心想难道那天在广场的人 是裴允哥 裴允哥两眼微眯 一脸讥讽 对着童武说 他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 童武心虚地对裴允哥说 做事还是要讲证据的 突然有一声软弱稚嫩的声音 喊了一声妈妈 转头就看到老管家 焦急地追在阿宁身后 阿宁却是直接扑到了裴允哥身上 裴允哥将阿宁扶起 并告诉阿宁自己不是他妈妈 白妇人大吃一惊 要知道阿宁平时最讨厌陌生人触碰了 现在却紧紧抱着裴允哥 裴允哥心想 难道这孩子能认出我 汪慧英面露讥讽讽的训斥裴允哥 冒充别人很无耻 董老也在帮着汪慧英说话 突然一道清冷的嗓音打断了他 什么撒谎 只见商宴坐着轮椅出现在现场 董老上前与商宴说道 今天是白妇人给童武办的宴会 却被裴允哥搅了局 商宴抬起童武的手 童武两脸通红 商宴却是一脸淡漠地看着他 只见商宴摘下童武手上的手表 表示裴允哥确实不知道童家 但是裴允哥作为西金斯集团的继承人 也不是随便让别人欺负的 随即商宴将手表递给了裴允哥 并调侃允哥 能随便丢了上一的表 却没空回集团看看 白妇人这才明白 原来那天就阿宁的是裴允哥 裴允哥表示自己那天只是刚好撞见了 不是什么大事 商宴也表示裴允哥来这次宴会是十家特邀 希望裴允哥能留在帮连一百九十一 让白妇人不用放在心上 白妇人表示虽然对裴允哥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对他却是一辈子都还不了的恩情 商宴与裴允哥和白妇人告辞后 白妇人满脸怒气地指责童武把白家当刀子使 童武也是被吓出一身冷汗 裴允哥推着商宴走到门口问道 你怎么来了 商宴说有人来接他了 只见庭院内停着一辆白色轿车 座驾旁窗户缓缓下降 露出男子清秀的侧颜 聂宇打断正在发呆的裴允哥 问裴允哥什么时候能在云城请他吃顿饭 裴允哥疑惑地问聂宇什么时候去云城 或十度上去搂着裴允哥的肩膀 表示商宴什么时候想到云城吃饭都行 商宴回到有机会一定去拜访 望着轿车缓缓离去 聂宇清楚地察觉到商宴眼里的落寞 他觉得商宴这次恐怕要栽得更深了 聂宇心想怎么商宴就喜欢上了裴允哥呢 露十度手握方向盘 但莫得说商宴挺厉害的 裴允哥也承认商宴的能力 毕竟裴允哥不在的时候 商宴能把西金寺集团管理得紧紧有条 露十度淡淡地瞥了一眼裴允哥 显然这小姑娘还不知道自己多会招风影点 这时露十度突然杀住了汽车 露允哥疑惑地问车怎么停了 谁知却听见露十度冷冷地问露允哥 商宴是不是对你很好 露允哥略微思索了一下 麻木地答道挺好的 露十度一脸冷笑地问是不是比他还好 露允哥却是慌张了起来 虽然并不明白露十度的意思 但是听他的语气很不对劲 露允哥也不傻立马转换了话题 这次回云城就要连考了 露允哥问露十度他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露十度反手捏住了露允哥的小脸蛋 问他是不是想谈恋爱了 露允哥笑嘻嘻地说这不是还没试过吗 露允哥看着露十度那俊俏的联想 他应该是不生气了 露十度却对露允哥露出了坏坏的笑容 露允哥此时一脸疑惑 还未反应过来 就见露十度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 露出那健瘦的肌肉 露允哥被露十度一把拉到怀里 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露十度 露十度看着露允哥的眼睛问道 要哥哥教你怎么玩吗 要不要打拳雷 说着露十度就把露允哥的小手 拉向了自己的裤腰带 露允哥大吃一惊 赶紧把兽收了回去 正当露十度想进一步时 露允哥急忙推开了露十度 并告诉露十度这是在车上不能乱来 露十度却在露允哥身后调侃露允哥 露允哥满脸羞红 双手不安地放在胸前 心想活了两辈子了 怎么这么丢人 飞机上露允哥戴着口罩 黑色帽子压得很低 就那样懒洋洋地躺着 突然露允哥旁边传来到贼兮兮的声音 露允哥缓缓睁眼 只见旁边的小姑娘贼头贼脑地环顾四周 轻声地问露允哥的哥哥有没有女朋友 露允哥很是奇怪 便问小姑娘说的是哪一个 小姑娘激动不已 表示就是那个坐在露允哥旁边 两只桃花眼放垫 就像十万只皮卡丘在他心上跑的那个 露允哥心想 这男人怎么这么会招风影点 随即无奈地掀起帽颜 拉下口罩问两人是不是长得很像 小姑娘双手不知所措地点在一起非常尴尬 一声借过 或十度回到露允哥身旁坐下 他轻挑地把露允哥的帽子拿了下来 问露允哥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什么 露允哥却是生气地回了一句皮卡丘 露十度不明所以 机场外空荡且明亮 还透着一股清冷的凉风 露允哥双手插兜 酷步在前面走着 露十度与曾旭 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跟着 曾旭小声地问露十度 昨天他是不是欺负露允哥了 露十度闻言冷冷瞪了曾旭一眼 曾旭识去地闭上了嘴巴 露允哥还在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自然而然地坐进了副驾驶 露十度瞅着露允哥满脸无奈地表示 小孩子生闷气真不是什么好事 一日露允哥一大早就到了学校 他刚到门口就看到乌泱泱的人群 露允哥并没有理会 静止走进了学校 突然有人伸手将露允哥拦住 提醒他没带胸牌 露允哥愣了愣 忽然想起是有这么回事 不带胸牌是要被扣分的 直日声表示 最近太多情友交的粉丝想混进去 所以没有胸牌不让进 随即便问起露允哥姓名和班级 露允哥爆出班级和姓名后 直日声大惊 猛地抬起头 看向刚摘下口罩的露允哥 裴学姐居然回来了 直日声激动得语无伦次 急忙招呼露允哥进了校园 露允哥有些意外 但还是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裴允哥进了大门 直日声看着裴允哥的背影 眼神激动 表示这么好看的女神 直接给他掰弯了 楼到年级排行榜前 众人议论纷纷 秦友娇这次又考了第一 非常生猛 自从秦友娇 从尼里回来这一个月 每周周考都是第一 比之前学校还恐怖 而且秦友娇在阴弦那 至少还能加15分 很有可能 他就是这次的省状元了 楚之行和陆远斯 一脸愁容地在走廊 思索着裴允哥到底在哪 这时却听见身后 传来到无比猖狂的声音 叫嚣着裴允哥回来 也比不上秦友娇 楚之行回过头来 与其戴朝地问 这个有点帅的麻子哥 是不是认主了 这么能替别人叫话 麻子哥却是语言轻蔑地说 何必这样跪舔 这句话激起了楚之行 和陆远斯的怒气 楚之行轻惊抱起 一把抓住麻子哥的衣领 麻子哥瞪大双眼 一脸恐惧 忽然楚之行身后 传来到轻盈的笑声 小楚最近脾气不太好啊 楚之行与陆远斯 一脸错愕地回头望去 只见裴允哥正笑盈盈地 盯着他俩 裴允哥走到楚之行面前 上下比划 微笑着说楚之行长高了 楚之行连忙点头 陆远斯却是在一旁 无奈地看着他们两个 楚哥还真是 陪爷养的小奶狗了 突然裴允哥扭头 看向麻子哥 眼神犀利地问麻子哥 是不是在评判他 麻子哥煞食一惊 裴允哥一脸音效地走上前 拍打着麻子哥的脸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随即让麻子哥鬼远点 别来欺负欺般的小屁孩 裴允哥白手一挥 只见矿泉水瓶狠狠 砸在麻子哥的胸膛 麻子哥疼得面目猙獰 整个身子将在原地 一般教室里 两位女生正谈论着裴允哥 短发女生一脸愤慨 裴允哥根本就是 学校里的女混子 上来就动手打人 秦友娇一惊 问短发女生裴允哥 是不是回来了 短发女生气愤地说 裴允哥是回来了 也不知道裴允哥 拽个什么劲 短发女生说 秦友娇这次回来 跟脱胎换骨似的 让秦友娇 每次考试 都把裴允哥比下去 裴允哥回到家里 只见霍十度双手环抱 翘着二郎腿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裴允哥勉强提起笑容 告诉霍十度过两天 就要连考了 他先上楼去了 或十度却是一把 拉住裴允哥的小手 问裴允哥 是不是还在生闷气 或十度突然将额头 贴近裴允哥的额头 裴允哥小脸 红扑扑的很是奇怪 或十度瞬间 就感觉到裴允哥发烧了 果不其然 裴允哥连续几天高烧不退 体温持续在39度以上 虚弱地地躺在床上 将摆穿该用的办法 也都用过了 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或十度一脸担忧地问 这样还能不能去考试 将摆穿提议 还是让裴允哥在家休息 或十度轻抚裴允哥的额头 轻声问道 想去考试吗 裴允哥点了点头 将摆穿觉得 让裴允哥复读一年也没关系 反正秦家和货家 都能养着裴允哥 或十度沉默片刻后 去勾了下唇 抱起裴允哥 柔声说道那走吧 裴允哥这才发现 这个意向随性轻慢的男人 也有紧张的时候 裴允哥不禁翘着唇角 却安安静静地没有说话 车厢内裴允哥喝了点退烧药 就靠在或十度肩膀上睡着了 或十度叹了口气 想着自己怎么就栽在 裴允哥手里了 不多时裴允哥悠悠转醒 或十度撇向车外 问裴允哥要不要下去看看 或十度拉着裴允哥的小手 裴允哥却奇怪 为什么或十度手里那么多汗 学校走廊里 文老师对着各位学子 加油鼓励 心里却想着 裴允哥怎么还不来 或十度为裴允哥撑着一把黑色的伞 又拿出一瓶冰冰的水 贴着裴允哥的脸颊 裴允哥极为顺手地去拿矿泉水 顺带蹭了下或十度的手 或十度轻瞥了眼裴允哥 又意味不明地笑出了声 挺好哥哥就喜欢我们 云云无所畏惧的样子 裴允哥文言立刻松开了手 满脸羞红 突然文老师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他叫了声裴允哥的名字 谁知却发现裴允哥双手捧着矿泉水 身边一位帅气的男生为其撑着伞 文老师十分惊讶 这不是裴允哥的哥哥吗 或十度微微点头 文老师和或十度打了声招呼 又发现裴允哥脸色不对劲 担心地问裴允哥是不是发烧了 裴允哥脸色通红 一副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他表示倒也不完全是 文老师却是异常紧张 慌忙问裴允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又安慰裴允哥别紧张 一定可以考好的 裴允哥从或十度手里 接过考试的工具 转过头很无奈地劝文老师 还是先自己冷静一下 裴允哥正准备进考场 手却突然被或十度拉住 裴允哥问或十度怎么了 或十度却说他紧张 裴允哥顿时无言以对 我一个带病上考场的都不紧张 他紧张什么 裴允哥也没一弯 问他要不要自己哄哄 正当裴允哥似笑非笑地 等着或十度的回答的时候 或十度却突然搂住裴允哥 还未等裴允哥反应过来 两片温热便印在了他的额间 文老师错愕地待在原地 这似乎超出了他的认知 不是哥哥吗 这走向是不是不太对 偏偏或十度若无旁人地 在裴允哥耳边暧昧出声 好好考考得好 什么都是你的 裴允哥顿时脸上羞红 急忙挥手要向考场走去 旁边的曾旭也是忍不住感慨 果然真爱能战胜一切 然而曾旭话音刚落 裴允哥转身便撞向了路人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疼得直无脑袋 考试已经进行了半小时 监考老师看着手上裴允哥的试卷 手扶了扶眼镜又望向裴允哥 无奈地叹声道 这孩子怎么这时候感冒发烧 却只见裴允哥一脸眷容地 趴在课桌上沉沉地睡着了 考试结束后 裴允哥走出考场 他摸了摸自己额头 感觉稍退了一些 庆幸自己这几天要去老宅 避免爷爷们担心 闻老师望着裴允哥离去的背影 也是几乎要抑郁了 一般的好老师轻拍闻老师肩膀 假意问候了一句 心里却是暗自窃喜 想来裴允哥这种状态 是比不过情有交了 楚之行与陆远斯在远处 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 看着裴允哥 仿佛在钦佩裴允哥身残之间 楚之行与陆远斯两人 上前轻拍裴允哥肩膀 安慰着裴允哥 表示实在不行 裴允哥可以做他们学妹 裴允哥双眼一瞇 伸手就把楚之行的手拍开 头也不回地静止走了 回到秦家老宅 秦老爷子一脸幽容地询问 裴允哥考得怎么样了 裴允哥却是一脸淡然地表示 考得还行 自己需要上楼休息一会儿 秦老爷子还想喊住裴允哥 秦陆远语气不太好地 拖住了秦老爷子 只听见楼上喷的一声关门声 秦陆远指责秦老爷子 不该提考试的事 秦老爷子这才知道自己失言 当即摊坐在沙发上 不知该怎么办 秦玉提议让裴允哥出去旅游 这样也就没人在裴允哥面前 提考试成绩了 秦朗立刻表态 秦陆远指着秦浪表示 秦浪一个路痴 不配和裴允哥出去玩 秦浪也不甘示弱地 指责秦陆远走到哪 都有人跟着 裴允哥不能好好玩 秦陆远看向秦玉 一脸谄媚地表示 还是自己比较合适陪裴允哥 话未说完 秦玉只是给了一个眼神 便直接拿起手机 让人安排一条清静的路线 只剩秦陆远和秦浪 一脸错愕地待在原地 过了几天 裴允哥病一好 便跑去了计算所 霍老夫人忧愁地 看着裴允哥的背影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孩子压力一定很大 还装成没事的样子 计算所内 钟圣林也是一脸幽容地表示 裴允哥考试的时候状态不好 要不要去找几个大学的校长 拉一下关系 司成言看着裴允哥 认真地整理着数据 觉得他肯定不需要 裴允哥整理完数据 便回到了秦家老宅 与此同时 秦老爷子正和许校长通话 表示裴允哥考试时 发高烧没发挥好 想让许校长开个后门 话未说完 忽然看见裴允哥回来 他煞食一惊 赶紧挂断电话 今天是出榜的日子 恒德学院内 高三班主任们 围在电脑面前 其他班主任 询问秦友娇的成绩 有没有刷出来 表示今年的状怨 肯定就是秦友娇 一般班主任郝老师 一脸得意地说 你们没带过状元 最高分要最后才出 文老师难过地坐在 电脑面前 想着裴允哥这么好的苗子 是自己没照顾好他 说话间成绩单 已经加载完毕 文老师瞪大眼睛 盯着屏幕 是排名第十一 居然是陆远斯 总分688 旁边老师羡慕不已 文老师却揉着眉头 往年云城的前二十 都要700以上 今年的第十一名才688 文老师觉得 可能是今年的试卷太难了 不多久又刷出一个高分学生 这次是一般的 上了700分全是第五 众人议论间是第三名出来了 是楚之行711分 郝老师盯着屏幕 想着秦友娇 成绩还没出来 应该是稳了 文老师却是眉头紧锁 担心裴允哥看到 陆远斯和楚行之 考这么好会伤心 谁知办公室里 却突然一声哗然 秦友交特长 加20分736分 但这个成绩 才拿来的第二名 各位班主任 纷纷看向电脑屏幕 只见第一名的位置上 赫然写着 陪允哥的大名 他考了749分 众人纷纷瞠目结舌 不敢相信 秦家陪允哥睡得正香 呼得被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吵醒 电话那边 文老师问陪允哥 有没有查成绩 陪允哥说没有 文老师问陪允哥 需不需要看看 陪允哥很拽地表示 没必要让亲爱的同学们 蒙上一声的阴影 文老师错愕地问 陪允哥难道不怕自己 发挥时长 陪允哥表示自己是发烧 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着就把电话挂了 好老师问当时 文老师怎么不问问 陪允哥考得怎么样 文老师说 陪允哥当时考试的时候 烧的脸都是红的 自己也不敢问 只是表示 陪允哥说自己考得一般 当时还怕陪允哥心情不好 想不开做傻事 各班班主任死死盯着文老师 那眼神要是能嘎人的话 估计文老师已经被嘎了几百遍了 此时的秦家楼下 秦老爷子正在和排搭子们 喝茶打排 许校长却大喊绝对不行 秦老爷子也是第一次 厚着脸皮脱关系 然而许校长却是以 不想砸自己招牌为由拒绝 最多给秦老爷子弄个特权分 说完许校长又觉得不对劲 表示听说北川和韵达的招生组 已经去找过秦友娇了 他还有什么必要走后门呢 话音刚落 旁边的牌友告诉许校长 秦友娇不是秦家亲生的 秦老爷子现在认回了亲孙女 秦老爷子也说自己 只有一个孙女叫陪允哥 突然门外传来指责 秦老爷子偏心的话语 老爷子回头问秦母来干什么 秦母表示秦友娇考了736分 特地来邀请老爷子去酒席 秦老爷子大怒表示 秦家只有陪允哥一个千金 秦母身为陪允哥的亲生母亲 却还要这个时候来刺激陪允哥 完全不顾及陪允哥的感受 秦母却是冷笑表示 要不是老爷子心里只有陪允哥 不管秦友娇的死活 他也不会做到这份上 并表示就算秦老爷子 不把秦友娇当孙女 秦友娇也会孝敬秦老爷子 秦友娇高考留的通讯地址 也是秦家老宅 到时候第一时间和秦老爷子分享 秦老爷子也是气得发昏 猛地咳嗽起来 大吼着让秦母出去 此时一只娇嫩的小手 轻抚上秦老爷子的背部 陪允哥扶着秦老爷子的手臂 轻唤着爷爷 秦母却讥笑道 把宁不来娇娇的酒席 是因为陪允哥考得很好吗 陪允哥却一脸淡漠地回道 还行 秦母吃了声 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 还行是多少 秦老爷子大喝一声够了没有 秦母脸色微白 也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此时门口来了两个陌生人 询问这里是不是秦老先生的家 秦母见状很是惊讶 这云大和北川怎么亲自来了 他们昨天不是给秦友娇打过电话了吗 秦老爷子只当这两人是来找秦母的 便以有客人为由 让秦母与向校长和谭校长出去说 秦母欣喜地站起身来 询问向校长和谭校长 是否会去秦友娇的升学宴 向校长与谭校长也是一脸笑意 答应会去升学宴 毕竟出了个全国状元 怎么也要庆祝一下 秦母却是一脸错愕 尴尬地询问向校长与谭校长 是不是搞错了 毕竟秦友娇全是排名第二 全国也才第四 怎么可能是省状元呢 向校长摆手示意没有搞错 他告诉秦母全国状元不是秦友娇 而是裴允哥 秦母大吃一惊 秦老爷子也是难以置信的询问 是不是真的 向校长还是滔滔不绝 在这次联考面临史无前例的难度下 裴同学居然还考了749分 突然秦母像是精神失控似的 大喊着不可能 裴允哥一定是作弊了 向校长和谭校长一脸厌恶地看着秦母 堂堂秦家主母 居然说出这种话 身为人母怎么会偏心到这个地步 谭校长满脸产效地询问 裴允哥考不考虑北川 北川的物理系可是王牌专业 只要裴允哥愿意 任意哪个教授的实验室都可以进 向校长立马打断谭校长的话语 别听他的我们云大哪个专业都好 而且讲学经也多 而许校长只能望着云大和北川 两位校长的背影插不上话 向校长和谭校长将裴允哥堵在中间 打着各种感情牌 希望裴允哥能选择自己所在的学校 裴允哥急忙躲到亲老爷子身后 对几位校长说选学校自己听爷爷的 然后把老爷子往前一推 丢下一句我约了人 一溜烟就跑了 剩下几位校长呆立在原地 秦老爷子这事上前化解尴尬 各位都会打牌嘛 来来来千万不要因为我家有个高考状元的孙女 就让我啊 秦母看着哄哄闹闹的场景脸色铁青 感觉自己被啪啪打脸了 此时秦家秦友娇正在查分直播 幻想着裴允哥在拳网丢脸 网友们也是不嫌是大 各种吹捧秦友娇踩低裴允哥 秦友娇心中欣喜 裴允哥回了秦家又怎样 还不是一样被我踩在脚下 突然秦友娇看到排行第一的热搜 全国状元749分 秦友娇虽心里不舒服 却还是点了进去 什么这个全国状元居然是裴允哥 热搜里的评论也是各种拉踩 比起秦友娇716加特权分20的水平 这位才是爹啊 高烧39度都能749怕不是神仙吧 评论区一水而的崇拜裴允哥 而他则是被打成了又露又做的小丑 网上的评论秦友娇是越看越心惊 他内心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双手颤抖手机跌落在地上 或是集团里 或十度正在悠闲地玩着手机 对面沙发上的落序一脸气愤 他指责或十度绑架他也就算了 还玩着手机不理他 或十度刚想说什么 曾旭确实巴拉巴拉地一连串嘴炮 裴小姐连考状元 全国排名第一呢 我们裴小姐可是挺着高烧去考试的 曾旭继续激动地说道 你知道吗 全国第二比他低十分 这在一分打垮一批人的全国连考 是什么差距 裴也横扫千军万马啊 曾旭话未说完 只听见身后手机重重地 拍在桌子上的声音 曾旭吓了一跳 或十度冷冷地问曾旭有完没完 曾旭也是心惊胆战 心想完了抢了杜爷炫耀的机会 这时洛旭叫曾旭先出去一下 曾旭慌忙应了一声 默默地离开了 洛旭心中感慨万分 本以为裴允哥是个混吃等死的二十组 没想到还是个学霸 或十度也是感觉洛旭有话要说 便问洛旭想说什么 洛旭问或十度对裴允哥到底是玩玩还是认真的 或十度也是放下了手机 表示自己不会浪费时间找个人玩玩 洛旭也是针对或十度给的一些背景 和既往测试对裴允哥的问题做出评价 按专业角度来说 裴允哥的问题很大 像他这样问题严重的 大多数都是早年生长环境的问题 洛旭也从来没遇到过裴允哥这种类型的病人 而且裴允哥不愿意配合 要不是有新型测试医 洛旭都没办法判断出裴允哥真的有问题 作为兄弟洛旭也是对或十度做出提醒 裴允哥是个麻烦 因为不知道裴允哥发病的时候会对或十度做出什么 或十度满脸担忧 他最怕的不是裴允哥对他做出什么 而是更怕裴允哥会对自己做什么 或十度也是感慨 怎么就在裴允哥这里栽得这么彻底 说着或十度拿起手机 安排手下人把网上的信息处理干净 他并不想因为热搜的事情打扰到裴允哥 很快热搜头条也由全国状元更换到西金斯 将在云城设立新本部 这头条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西金斯云城总部大厅内 已经聚集了不少企业的负责人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案能得到西金斯这种企业的青睐 裴允哥拿手压了压冒言 低调地从人群中走过 无意间裴允哥还听到了很久没听见的熟悉声音 众人称赞程自怀年轻有为 程自怀也是谦虚地表示 他父亲让他多出来历练 也是为了跟各位叔叔学习 然而程自怀眼里却闪过一丝暗盲 这次与西金斯的合作 他确实是在必得 至于秦氏现在秦友娇离开了秦家 他程自怀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这时一阵嘈杂的声音打断了程自怀的思绪 孙总今天总算是见到您了 放眼望去只见一堆人围着一位中年男子 程自怀看见男子 眼里闪过一丝轻松 这次的商业合作果然是孔阔爵负责 平成是与孔阔爵家自己的小公司一直有合作 程自怀对这次的合作竞争绝对有优势 而孔阔爵本来是下来找聂宇的 来到大厅后却被众人围住 也是丢失了聂宇的综艺 顶楼聂宇面对裴允哥的高压气场 感觉背后发凉 裴允哥面无表情地看了看策划书 又看了看聂宇 压着火器将策划书丢到聂宇面前 问聂宇什么意思 拿这种东西来糊弄他 聂宇尴尬地拿起策划书翻了翻 却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裴允哥见聂宇看不出来 拿起遥控器调出这次西金斯集团公益基金策划的数据 聂宇这才明白是假账 聂宇慌了总算知道裴允哥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了 急忙解释这事不是他做的 裴允哥似笑非笑 眼里没有任何温度 一字一句地敲击着聂宇的心头 叛徒和蠢货有什么区别 聂宇也是真正意识到裴允哥的厉害了 会议室里恐阔绝热情地向程子怀打着招呼 程子怀也是面露笑意回应着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 抱歉我来晚了 我是秦氏集团的秋寒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身清爽职业装的女人站在门口 旁边的人却是失笑说 秦氏就派了个女人过来 架子大得很 秋寒淡淡回了句秦总有重要会议 况且秦氏集团对这次合作邀约的诚意 不比任何人少 说完便不再理会众人 选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 静静整理着手里的文件 程子怀却亦有所指地说秦家手很长 什么都想捞一把 恐阔绝狠是一货 程子怀不是和秦友交好吗 怎么好像不是很喜欢秦家 程子怀一脸厌恶地说 秦家把秦友交赶出了家门 而那个真女儿倒是很会来世 恐阔绝也瞬间明白了过来 聂宇捧着一大堆策划书 心惊胆战地看着裴允哥 而手里的策划 没有一份能在裴允哥手里活下来 裴允哥却是拍着桌子站立而起 直言聂宇要是还想待在这里 就把公司里的烂虫和废人 全部清理干净 裴允哥走后 聂宇长舒一口气 瘫坐在沙发上 他突然想念那个 骂他没脑子的商验了 裴允哥在电梯里还在想着 商业送来的人怎么这么不靠谱 电梯门打开 裴允哥禁止走出电梯 却发现自己走错了楼层 他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却听到恐阔绝勒令邱寒离开 程自怀也看见了裴允哥 讥讽地说 邱寒在这撒泼湖来 裴允哥也在这个时候到了 邱寒一脸愤怒地质问 恐阔绝并没有看过秦氏的策划书 怎么就知道 西金斯不需要和秦氏合作 恐阔绝一脸讥笑 我们集团是不可能和秦氏合作的 恐阔绝说完拿了一根烟放在嘴里 又恶意地羞辱了一番邱寒 邱寒面对这种侮辱 也只是抢颜欢笑地说 秦氏有国内一流的研究所和最好的团队 话还没有说完 恐阔绝直接打断了他 邱小姐你的三维是多少 邱寒顿时脸色通红 他这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受到这种侮辱 旁边一道声音响起 怎么你还打算去照着龙个胸垫个臀吗 谁让你在办公室抽烟的 裴允哥扶着邱寒 眼神凌厉地斥责着恐阔绝 邱寒意识到不对 立刻拉着裴允哥对恐阔绝道歉 并准备开溜 而裴允哥看着恐阔绝 不禁感慨这是什么破公司 心想这破公司还是我的 恐阔绝脸色阴沉了下来 程自怀也是急忙呵斥 培允哥不要给秦氏添麻烦 恐阔绝更是大怒 他告诉裴允哥和邱寒 只要他恐阔绝还在一天 西金斯就不会考虑与秦家合作 恐阔绝一通吼完 身后就传来询问的声音 问发生了什么事 恐阔绝慌忙把烟灭了 并推锅给秦氏 聂总是秦氏的人在我们集团闹事 说我们西金斯是破公司 恐阔绝怒气冲冲地指着裴允哥 聂宇见到裴允哥的那一刻身体一僵 而恐阔绝还在得意地说着 也不知道秦家哪来的胆子 说西金斯是破公司 聂宇脑子里却只有死定了这几个字 裴允哥压着怒火 对聂宇笑着说上楼聊吧 旁边还在骂裴允哥的恐阔绝 还没察觉到不对劲 聂宇黑着脸直接让他闭嘴 怎么招来这么个蠢货 惹谁不好惹最不好惹的那个 说着聂宇哭丧着脸走进了电梯 看着电梯门关上 不明所以的邱寒虽然心里着急 却也只能打电话给秦璐言 上到顶楼总裁办公室 恐阔绝还在感慨办公室的奢华 转头却看见裴允哥坐在了总裁的位子上 他便大声呵斥裴允哥这么敢 还没真正扯开嗓子骂 便听到聂宇艰难地喊着小姐消消气 这次云城本部建立初期 是商宴让聂宇回来负责 却没能让裴允哥满意 恐阔绝听完犹如舞雷轰顶 他即便再蠢也猜出了裴允哥的身份 秦家大小姐是西金斯集团的bus 与此同时秦璐言也到了西金斯本部楼下 邱寒跟在其身后担心不已 聂宇现在是西金斯云城总部的主要负责人 小姐那的性格你也是知道 应该是要得罪狠嘛 小姐毕竟年纪小 只要我们拿出诚意 西金斯也不会因为这个就跟秦师翻脸 秦璐言也一脸担忧地希望裴允哥不要出什么事 看见聂宇和裴允哥下来 邱寒连忙上前跟聂宇道歉 秦璐言也急忙走到裴允哥身后对聂宇道 聂总我家根儿年纪小 如果要算账我们来算 裴允哥一脸疑惑 怎么跟西金斯对着干 而聂宇却被秦璐言的话吓出一身冷汗 跟bus的哥哥算账 那不是老兽型吃披霜嫌命太长了 聂宇慌忙间来了个180度的鞠躬 秦总开玩笑了裴小姐很好 并表示是自己疏忽 现在已将恐阔诀开除 算是给秦师一个交代 邱寒和秦璐言满头问号 这是认真的吗 开除西金斯的开朝元老 就是为了给秦师一个交代 秦璐言思绪翻涌间被裴允哥一声大哥打断 秦璐言浑身一顿 他主动叫我大哥了 裴允哥到了一声回家吧 秦璐言压抑着内心的窃喜 缓缓地低应了一声好 裴允哥转身刚准备走 像是又记起来什么 忽然拿走邱寒手里的文件 往聂总手里一塞 裴允哥漫不经心地问 裴允哥应该有空看看这份合作计划吧 聂总一脸尴尬 他连忙应了一声 室友的裴小姐 毕竟是老板亲自走后门 回到了秦家老宅后 裴允哥对三位哥哥惊讶的表情感到很疑惑 哥哥来了一句 您这穿的什么 裴允哥立马想着爷爷估计又做了什么 此时秦老爷身穿一身黄袍 金灿灿的光芒格外刺眼 爷爷很是得意 不停追问几位孙子孙女 怎么样 秦爷爷 我这身衣服可好看呢 还说等裴允哥的酒席 他就穿这个了 裴允哥补充一句 要不要给你打造一个王者皇冠 秦爷爷还照着镜子自我欣赏 喃喃念叨着还是我们哥争气 童月盈还特意地跑来炫耀他女儿呢 裴允哥见状十分无奈 秦友娇窝在沙发一脸生气 不停嘟囔着明明裴允哥是个废物 为什么到头来丢脸的却是我 秦母端着点心过来安慰 娇娇全国状元每年都有的 可你是阴邪最年轻的成员 一句阴邪让秦友娇突然想到 对他还有阴邪 他心想裴允哥肯定作弊进了阴邪 并利用这点打击他 让他翻不了身 彻底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另一边霍老夫人对着裴允哥说 这阴邪举办的演奏会里面的成员 可比那些强捧上去音乐节的好多了 听说任也会参加演奏会 还说这次估计一票难求 连任自己都不知道 竟然还有这种事 霍老夫人拍了拍允哥的肩膀 骄傲地说对啊 一票难求 霍老夫人让裴允哥放心 他们霍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实在不行 他就把音乐厅买下来 裴允哥起身跟霍老夫人说 他要去烫厕所 等裴允哥离开后 霍老夫人看到秦友娇在台上揍眼 霍老夫人帽子一扯 表示并不想看到他 想着这不是秦家的那个假丫头吗 看见霍老夫人如此不待见自己 秦友娇很是生气 他觉得是因为裴允哥 霍老夫人 才不喜欢自己 而外面裴允哥走到电梯 打了个电话 问杜会长两个月后 自己是不是参加演奏 杜会长很是吃惊 这是怎么给他提前知道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他就想着提前替裴允哥准备好 给他的惊喜 但裴允哥不懈地访问他是吗 还反讽杜会长 如果他下次提前 给自己准备好棺材 他是不是都得谢谢他了 杜会长一脸委屈 还问裴允哥是不是生气了 不想留在阴邪了 裴允哥回到不是 裴允哥知道阴邪 对杜会长有多重要 但他表示这份责任很大 他希望让比他更好人 来打理阴邪 他可以帮杜会长 找一个更合适的继承人 找不到的话 他可以帮忙管理阴邪 话没说完 旁边走廊传出挣扎的声音 你们放开我 原来是两位保安 拦住一位中年女人 女人不停挣扎 此时保安终于不耐烦了 一手推开女人 女人差点摔倒在地 幸好被裴允哥赶来扶住了 看到这番景象 裴允哥对着保安立声呵斥 你们怎么还私下动手打人呢 保安表示这位女士是来发疯的 叫他小心免得被碰瓷 只见女士突然向裴允哥跪下 裴允哥吓得赶紧叫他先站起来 这位女士拿着牌子苦苦诉说着 原来她的女儿被阴邪钢琴家萧涵强奸了 说她女儿因为萧涵已经割腕自杀了 现在还躺在医院 而且她报过案 但是律师说没有办法继续 因为萧涵是二国人 并且有很多拥护者 中年女人不停哭泣 说只想要女儿健康快乐地活着 还说要萧涵为此付出代价 裴允哥愣了一下 很是心疼地看着这位妈妈 一旁经理走了过来 看着他两双膝跪在地 就对裴允哥说 问他有什么问题需要跟他沟通的 裴允哥一手搀扶着女人 建议他停止萧涵的演出 经理想着上头交代过 门口一个疯的女人 而普通人怎么得罪得起萧涵呢 经理握住胸前领带 并客气地说道 裴小姐能代表谁呢 裴小姐很是自信 直接说代表人民群众啊 说完便拨打了110 来到了办公室谈话 经理希望裴允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裴允哥还安抚着中年女人 并递给他一杯水 经理呵斥不管小姐什么身份 都清楚即便得罪起萧涵 也得罪不起阴邪 还有他身后的势力 裴允哥反问一句 所以萧涵真的做了这种事吗 这话堵得经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场面瞬间安静了 裴允哥愣着淡定坐着不动 握住杯水坐着沙发 对着经理严厉地说道 并要求把萧涵弄下去 在警方调查之前 结束萧涵在云城一切的活动 经理很是紧张 满脸冷汗地对裴允哥回道 除非你是阴邪的人 不然我们也难办 裴允哥压了压脾气 语气却还是透着点力冷的骇人 他对着经理说道 我就是阴邪的人 并且叫萧涵滚下来认认脸 经理浑身一颤 不知道裴允哥说的是真 心想着为何要管这种事 经理连忙拿出演出听的单则书 递给裴允哥要求签字 并承诺只要是阴邪的人 同意临时换人 笔尖落在了白纸之上 经理才吃惊发现 原来他就是阴 这时裴允哥还悠哉弄了弄笔头 说立马把人弄出来 此时萧涵一脚踹开了门 黑着脸大声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 旁边的经理和女士都很震惊 原来旁边坐着这位时热 裴允哥勾唇不紧不慢地道 经理心想着传闻阴邪 不是有情有交吗 怎么这人看上去这么小 可萧涵却气急败坏 说他凭什么去调查 他对院回道 少给我管闲事 说裴允哥别以为有杜萧护着 还说裴允哥也就是 杜萧养的一条狗罢了 裴允哥对萧涵说 怎么火气这么大 就能肆意妄为了 话刚一落警察敲门询问 是谁报的警 忽然萧涵狠狠挨了一拳 场面一度冷凝下来 偏偏裴允哥眉眼急要肆意 对着萧涵肆意说 这嘴巴怎么一直喝不上 只见萧涵被打倒在地 裴允哥懒洋洋地举手 是我阴邪成员院 还说阴邪会全面配合贵方调查 与此同时 歌聚会那边人员嘈杂 前排坐着裴允哥和霍老夫人 霍老夫人亲手扶着裴小姐的腿 询问裴允哥去哪里这么久才回来 旁边有人大喊 这两人让主办方出来解释一下 裴允哥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霍老夫人说不知发生什么事情 压轴的萧涵一直没出现 裴允哥内心清楚 萧涵肯定出现不了 于是就回答可能出现不了了吧 转眼裴小姐搀扶着老夫人离开 此时秦有娇拉开窗帘 看见霍老夫人离去 刚好依奈出现在有娇的身旁 看到裴允哥和霍老夫人离开 依奈觉得奇怪 说裴允哥怎么会出现在这 秦有娇很不屑地说 裴允哥应该是拿了状元 霍老夫人带他来看表演吧 依奈好奇问裴允哥是状元吗 该不会裴允哥也进云城大学了吧 还听说云城大学邀请著名音乐教授 怎么去哪里都撞上这种货色 旁边负责人上前说道 萧涵被带去了局里 恐怕演奏会要取消了 依奈和秦有娇都脸色一变 依奈紧张到浑身发抖 可现场怎么办 依奈一脸吃惊回道 不是因为那个外面闹事的老女人说的话 事到如今 秦有娇只能想想办法 就消喊老师吧 霍老夫人拉着裴允哥走到外面 说着直压轴的都不在 这音乐会也没什么意思 还说希望裴允哥 能在住宅多陪霍老夫人几天 殊不知杜爷已经在路边等候 裴允哥便走过去问杜爷 怎么没去公司 旁边的助理还笑呵呵地说道 其实杜少爷一直在这里 等候霍老夫人和裴小姐的 杜少爷礼貌地打开门回答 等着老夫人和裴小姐接去吃饭 霍老夫人说着杜爷也太小气了 就不能让裴允哥多多陪陪我玩会 这么着急来抓人回去 现场的气氛也是十分尴尬 杜爷在裴允哥耳旁轻声嘶语 裴小姐总是多哄老夫人 也不哄哄肚言 同时另外一边 被带去的萧涵在警察局被询问事情 警察问有没有那种事发生 旁边警察心想这种人色力内察 可惜还需要证据 萧涵一脸抗拒 回答到真没有 萧涵内心想那晚跟朋友出去玩 往酒里加了点料 想着一世兴起随手抓了的女生过来玩 你懂得都去那种地方了 肯定是玩玩而已 外面的警察打开门进来说DNA拿去对比了 到时候一切事情都会明了 萧涵紧张心想着 这点破事就要完蛋了吗 电话传出说 任要求停止演出调查 可是没说完电话就挂了 旁边警察还问怎么了 警长说 迷离那边要求把萧涵带走处理 两位坐着的警员也是一脸猛圈 大声说道赶紧放人 萧涵想着出去不会放过裴允哥的 看着网络上的议论纷飞 杜会长想着如何保证裴允哥的安全 助理问杜会长要怎么才能保住云 外面议论声音太多了 助理还说这样下去恐怕连阴邪一起被抵制了 杜会长神情也是很伤老 说萧涵做出那种事 说什么也不打算让他留下的 这时外面员工大声喊道 不好了杜老 有人把任的账号给盗了 杜会长说任的账号一直是我们这边在管理的 手机显示今天十点攻击音邪官网 杜会长回到 必须把任的账号弄回来才行 但发现今天一直登陆不了 荒唐 杜萧愤怒地拍桌而起 说必须把账号弄回来 只要有人能接 价格都好谈 裴允哥写完报告 看着手机一堆信息议论纷纷 悬员想着到底给谁负责 这时电脑里Mark传来信息 对方说不要借 这青年还说除了C17 还有什么组织能跟我们对着干 这么小的单子他们不会管理的 青年正无聊地玩着手机游戏 随意一转头就发现电脑被什么攻击 病毒直接攻烂了系统 他脸色猛低一变 青年气得双目通红 想要骂人 到底是谁会攻他的电脑系统 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 至于什么大家都懂 青年深吸一口气 压下了恐惧的情绪 想登陆电脑账号 却显示密码错误 他想着这阴械他们到底找到了什么人 他根本玩不过这个人 这一夜 认得乖乖女孩们队伍还在持续庞大 杜潇看到这个回答脑子都乱了 回答能把这号弄回来的 绝对是这领域的大佬 杜会长也是不知如何解决 连C17都拒绝帮忙 杜会长叹气看着手机 惊讶地发现 裴允哥的账号回来了 另外一边警察局 这两人客气地握住手 感谢陈局长能配合他的工作 陈局长客气回答 这只是小事一桩 而下一刻 办公室传来声音 只见中年女人跪在地 发出尖锐的叫声 夹杂着痛苦的尖叫响起 中年女人不停地给萧涵磕头 恳求萧涵放过我女儿 还说原本她女儿考上那所学校 现在已经不肯收她了 萧涵一脸厌恶 说她女儿死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光是她女儿 就连裴允哥 她也绝不会放过 另外一边校园里 楚之行和陆远思说 裴小姐真是牛呀 高烧也能随随便便 拿得全国状元 楚之行和陆远思 询问裴允哥要去哪里 裴允哥回答 要去云大物理系 这两人争着介绍自己的学系 还想裴允哥还能多多照顾 突然旁边一只手 抓住了裴允哥的手 告知裴允哥要配合局里调查 谁知却被旁边人 不明所以地扔去 瓶子打开了 这警员生气地往后看了下 裴允哥说 你们为了萧涵事情而来了吗 他愿意配合调查 办公室那边已经剑拔弩张 而下一刻 只见中年女人跪在地 萧涵突然暴怒 直接狠狠踹了一脚 中年女人 这时裴允哥到了办公室 还特意说 萧涵老师火气怎么那么大 萧涵回答 以为你不敢来了 那女人抱歉地说 对不起裴小姐 裴允哥给女士擦了擦脸 叫她先去外面处理伤情 萧涵对裴允哥说 是不是真把这当自己家呢 后旁边的女警察 带着女士出去织 萧涵脸色顿时黑了 萧涵要求裴允哥下跪道歉 并表示不会与他计较 可裴允哥坐在沙发上 惬意地说着萧老师 别着急 哪天你往火葬场去一趟 多的是人给你跪挨 萧涵气势汹汹地说 你不怕那个女孩出事吗 还声称要把她的视频 传到网络上 这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只见裴允哥一手 直接按住萧涵的头 骂他不知好歹 萧涵面容扭曲地 狠狠摔倒在地 裴允哥动作极快地 抢过其中一名警员的枪 连警员也愣了下 没反应过来 裴允哥指着萧涵说道 是不是不怕死 我的底线你也敢踩 此时陈局长大声怒斥 旁边的警察也大声制止 让裴允哥赶紧把枪放下 看着萧涵惊恐的表情 裴允哥说得往萧涵脸上 狠杂一拳 还声称萧涵要是敢威胁自己 他会连自己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说说看喜欢什么样的骨灰盒 旁边的女士拦住裴小姐 叫裴小姐冷静一下 说着便拉着她坐下缓解下 裴允哥安定下来说没事 这时手机传来电话铃声 可裴允哥却没接电话 或识度问曾旭 裴允哥今天去哪了 曾旭跟他说 裴允哥好像回学校填写资料了 并问或识度之前 不是他要求不再跟踪 裴允哥的行程吗 或识度点了点头 告知曾旭随他去吧 并指着电脑屏幕 告诉曾旭 只要帮他扫除障碍就够了 一边的陈局大发雷霆 一把把手机砸向桌子 发出了啪的一声巨响 他骂骂咧咧地说着 什么混账东西敢在这动手 他倒想看看是谁家叫出的女儿 敢在这动手 并要求女下属 把女孩的家长喊过来 女警员拿起手机 发现手机被锁了 心里却想着 萧涵这种人就该被打成狗 谁心里不按叫一句好 此时女警员已经打通了电话 问对方是裴允哥的家长吗 并告知对方 这里是A国南区总管辖办公室 需要他来一下派出所 处理一下裴允哥的事 否则他就要严肃处理裴允哥 电话里屈老告诉自己 半个小时就到局里 派出所里 陈局还在指着允哥呵斥 可允哥却不屑一听 陈局长继续骂着允哥 说他做的事 足以把他送进边境国际监狱了 裴允哥反驳说 当英雄为什么要进监狱 此时屈老刚到门口 就听见陈局骂裴允哥 年纪轻轻就感兴凶 肯定上梁不正下梁歪 陈局转头过去一看 浑身紧绷下意识地叫了声曲老 曲老爷指着裴允哥的额头 问他又干了什么事 害他一起被人给骂了 裴允哥摸了摸额头 无奈地吐槽 曲老爷还是他的家长吗 曲老爷回对他怎么不行吗 裴允哥弱弱地说了句 心想这些老爷子 怎么那么爱当他的家长 曲老爷要求派出所 跟他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局的脸色更加惨白 表示都是误会 心想着这小事 要是闹到曲老那边可就大事了 旁边肖寒大声指责 并说是裴允哥三番两次对他动手 还用枪指着他 裴允哥冷冷地说 指着你怎么了 裴允哥还表示 他该庆幸那晚侵犯小姑娘时 没碰见他 不然他不会有这条命做这 肖寒怒骂回去 说裴允哥胡说八道 问他有什么证据 局长紧忙插话或悉尼 表示可能是误会 曲老爷则表示 让陈局长把这件案子交出来 让南区接手 肖寒把视频发的网上漫天都是 与警察说这样的打码视频 看不清谁跟谁 裴允哥一手高端操作 让电脑显示出了高清的画面 与警员见裴允哥一直在操作电脑 便问他在做什么 裴允哥表示 他已经把网上的录像删除干净 刚刚修复的那份已经是最后一份了 与警员让他放心 并表示这一份绝对不会外传出去的 与警员甚是惊叹 这是什么科幻片照进现实 此时肖寒刚接到家里的电话 电话里说因为他 他们才会被人弄到这个地步 原来他们家的产业已经被查封 整个公司高层一起入狱 甚至他的家人还威胁他 最好别让自己看见他 肖寒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颤抖地说着完了 曲老在外等候 问裴允哥都处理好了吗 并夸赞裴允哥技术好 怪不得之前挖他时钟老死活不放人 裴允哥谦虚地说还行 并正是和曲老打了声招呼 表示好久不见 曲老一脸疑惑地问他 自己不是给他找了个医生吗 还说要上门找他 曲老觉得裴允哥压根是不想见到他 可裴允哥记不住有医生这回事 心想着这一年我都很少有不受控制的念头了 还以为自己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他又回想起或识度跟他说的 他们的以后还有很久很久 看着发呆的裴允哥 曲老喊了喊他 回过神的裴允哥询问曲老 什么时候开始治疗 曲老惊讶裴允哥竟然答应了治疗 裴允哥搂住曲爷爷手臂撒着脚表示同意 心里想着却是为了有男朋友 月池林告诉裴允哥 他的病情有点复杂 严重下去可能会无法正常感知他人的感情 还需要观察一下 裴允哥表示配合治疗的话 是不是可以谈恋爱 画面转到霍氏集团 楚弟弟急忙跑过来 说他去附近的酒店陪顾客吃饭时 看见了裴小姐 身边还跟着个男人 楚弟弟对着霍十度说 裴允哥和陌生男士大摇大摆地进酒吧 曾旭有点担心地喊了句度爷 可霍十度一脸淡定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两人小声嘀咕着 不知道度爷这是生气了还是不生气 他这么多年 都没琢磨透过度爷 楚弟弟让曾旭别琢磨这事了 只要是有关裴允哥的事 或十度和普通男人没有差别 转眼来到酒吧 允哥在吧台坐着 问月池玲是不是要在这观察 月池玲说如果有人来找他 他就和以前一样正常聊天就行 裴允哥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方法 一鸣端着酒穿着西装的男人 在裴允哥旁边坐下 用手搭了搭裴允哥肩膀 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坐着 裴允哥本来表示想说不是一个人 却被后面月池玲的目光给冷冷地扎着后背 毛发都竖起来了 裴允哥只能反驳到一半就改口说是 西装男自信地笑了笑 表示想请裴允哥喝一杯 并说裴允哥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学生 裴允哥优雅地拿出一张卡 明朗地对着吧台服务员说 今天在场的酒由我来买单 西装男被裴允哥的豪气所惊呆 不远处的月池玲看着裴允哥的操作都带了 月池玲还想看他在放松的社交环境下会怎么聊天 甚至是婉拒别人 可他这熟练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或时度看着裴允哥和陌生男士坐在吧台聊天 心中度火中烧 后面助理连忙说 度爷别多想 说不定是裴小姐的哥哥呢 或时度头也不回地向包厢走去 抛下一句让苏玉来包厢找我 楚弟弟提醒曾旭说什么呢 度爷不也是裴小姐的哥哥吗 而一边陌生男士还在问裴允哥 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裴允哥回答要长得好看温柔 最好一米八五的 还重点讲了最好信货 说家里人给我算过命 货信能压得住我 此时曾旭在裴允哥背后 喊了句裴小姐 你不觉得这样很不厚道吗 裴允哥被曾旭的话给尴尬到了 嘟着嘴问他刚刚在说什么 曾旭迟迟顿顿地回答 起码你不能这样 裴允哥对着曾旭说 他在这那哥哥是不是也在这 裴允哥问曾旭或时度人呢 曾旭连忙说在包厢里 裴允哥一推开门 就看到男人的衬衫领口松散了两颗 指尖夹着根烟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一股子酸味对着裴允哥说 这不是我们裴大小姐吗 也不知道裴允哥给苏止欢那丫头骗子 下了什么密婚药 苏止欢就拿他和裴允哥各种比 裴允哥讨好的对货时度说 哥哥你今天也来这玩啊 刚进门的苏玉看到这个场面 心想裴大小姐究竟干了什么 让或时度舍得这么靓着他 或时度则郁闷地问 要不要玩点游戏 这时月池玲闯进来 大叫了一声裴小姐 苏玉好奇地问 他和裴允哥有什么关系 刚想回答就被裴允哥打断 说是普通朋友 月池玲以为 他不想透露自己的病情 便附和他 或时度说既然来了 不如坐下来一起玩 他转头看向裴允哥 裴允哥扯着他的衣服问 哥哥想玩什么 或时度凑近他玩味地说 可是我家小朋友 好像不是很想跟我玩啊 他抓住裴允哥的手说道 不如来比大小吧 输的人从惩罚卡里 抽一张接受惩罚 以或时度对裴允哥的战有欲 这下有好戏看了 月池玲背后一阵发凉 感觉自己被盯上了 他战战兢兢地回了一句好 结果第一局或时度就输了 苏玉一脸不可置信 按照或时度的技术 还不是想投几点就是几点 怎么会输了 或时度则一脸得逞的表情 让裴允哥去帮他抽一张 抽到了大冒险 两人同吃一根巧克力棒 裴允哥抓住他的手 难道他真的要在万人面前 玩这种游戏 或时度看着疑惑的裴允哥 问他还不松手 裴允哥掰断巧克力棒 放进嘴里 既然或时度想玩 那就陪他一起 或时度拉住裴允哥的手 扯扯他过来往自己嘴里送 两人四目相对 嘴里的巧克力棒断成两截 两人都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裴允哥害羞地挪开 或时度则摸摸他的头 叫他乖女孩 两位旁观者震惊 度爷这爷栽得太彻底了 裴允哥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苏玉取消或时度 也有被拉下神坛的一天 难道就不怕温柔相应雄种 或时度却一脸深情 这群下之臣 他做得甘之如意 月池玲被盯得有点心虚 他连忙就找了借口离开 现在也不适合观察 允哥的病情 或时度一脸不屑 就这胆量也感约小朋友来酒吧 15分钟后 裴允哥的药效发作 迷迷糊糊地坐在吧台上 或时度接着倒下的裴允哥 脸色阴沉地问道 什么时候一杯酒 也能把他喝成这样 曾旭立马解释说 是洛医生给裴小姐式的新药 不能让裴小姐知道他的病情 才偷偷放进去的 或时度不耐烦地说 要掺在酒里有什么用 说完拉着他就往门外走 看着酒醉的裴允哥 或时度猝疑大发 问他和陌生男人去酒吧 是不是很开心 或时度觉得他太欠收拾 情不自禁地吻了下去 裴允哥害羞地叫了一声哥哥 或时度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说要跟他商量一下 自己等多久都无所谓 但别让他白等 不然他会受不了 裴允哥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第二天正在吃早餐 裴允哥问曾旭 昨晚在酒吧有没有发生什么 曾旭紧张地说没有 裴允哥觉得很奇怪 自己一个从来不喝醉的人 昨晚居然一瓶倒了 而且夏春也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咬了 而罪魁祸首或时度 却很淡定地让曾旭去预约医生 裴允哥问或时度 今天是不是有饭局 或时度回答他说晚点回来 裴允哥临时起意 打开笔朝或时度走去 让他不要动 裴允哥在他手上画了起来 曾旭觉得裴允哥好勇 居然在杜爷手上画涂鸦 殊不知这位杜爷满脸开心 问裴允哥 这是不是送给他的礼物 还宠溺地摸摸裴允哥的头 表示自己很喜欢 甚至到了霍氏集团 员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或时度还得意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这里画了个表 这是在炫耀自己家里有人 提醒他准点回家 员工们都被他这一波 操作给秀麻了 与此同时 秦家老宅里老爷子怒发冲冠 他骂佟月盈要是有点良心 就应该好好补偿裴允哥 秦母不死心地说 秦友娇也是他的孙女 他怎么可以那么绝情 老爷子看着佟月盈 名玩不灵的样子 气得差点晕倒 幸好裴允哥回来 安抚住了老爷子 裴允哥让管家去叫医生 转头问佟月盈 刚才说了什么 秦母愤怒地质问 你自己干了什么不知道吗 裴允哥说 我干的可太多了 秦母生气地说 就是因为你 自己预定了一个月的酒店 被取消 现在没有人敢租给他 他原本想给秦友娇 撑场面用的 现在却输了排场 裴允哥显然不知情 难道是货十度做的吗 裴允哥有点意外 不过仔细想想也符合他的性子 秦老爷子把东西摔到秦母面前 问他是不是想和秦家断绝关系 让秦妍带着他的老婆赶紧管 这辈子都不要回来了 裴允哥正在安抚生气的老爷子 管家就进来说家庭医生到了 秦老爷子边走边说 让裴允哥不用怕 秦母要是在欺负他 就来告诉自己 等秦老爷子走后 裴允哥不耐烦地问他们来找爷爷 究竟要干什么 秦母被裴允哥的气场压到 有点震惊地说 当然是让他和货家断绝关系 阴暗的秦友娇给秦母出主意 断定秦老爷子不会让孙女和男子不亲不楚 也不会阻止秦母 让裴允哥和货家断绝来往 秦母假惺惺地说道 他到底是裴允哥的母亲不能不管 裴允哥当即回队 问他是不是缺人给他烧着了 秦母怒气中烧 抬手就要打他 说他太放肆了 既然敢这么和自己的母亲说话 太母无尊长了 裴允哥抓住他的手往地上一摔 就你也配成尊长 秦妍扶起秦母 质问裴允哥没有教养 话未说完秦露言就走了进来 怎么父亲大人是想说哥儿没有教养吗 秦妍心虚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秦母小心翼翼地解释 是因为刚才裴允哥退了妈妈 秦露言质问他 不是早就断绝关系了吗 哥儿拿来的妈妈 秦母咬牙切齿地说 是裴允哥背地里屎半子 自己只是想提娇娇讨回公道 我说过你们只要有一次 为了秦友娇对不起哥儿 我都会让秦友娇活不下去 露言警告他们 看来他们还是没记住他说的话 秦母恳求露言不要这样做 是他自己没有考虑清楚 秦露言掰开他的手 说会让秦友娇知道 拿他们来当幌子 伤害哥儿是什么下场 说完就让人把秦母请出去 露言我可是你亲妈 秦友娇是你的妹妹 秦母不可置信 为什么会这样 秦母走后 秦露言和妹妹表达感谢 她送的生日礼物 自己很喜欢 裴允哥则表示不用客气 但秦露言内心激动无比 哥儿给他买了礼物 还说了话 关系又进了一大步 这时家庭医生下来告诉他们 以后千万不要让秦老爷子 再动怒了 秦云哥坚定地说 不会再有下次了 夜幕降临刚参加完 酒会的霍时度正在回家的路上 曾旭询问她是否要考虑 有一项合作的供货商 话音刚落 洛旭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质问霍时度是什么意思 找了她给裴允哥检查身体 又找她失地 你失地就是昨晚和裴允哥聊天的那个啊 霍时度显然不知道 月池林是去给裴允哥看病的 不可置信地问 酒吧也能治疗吗 洛旭解释 可能想找个放松的地方 让病人卸下紧背状态 霍时度知道了原因后 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 不想听她碎碎念 就说要挂电话 洛旭一脸疑问 你都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霍时度问她和月池林 谁专业能力强点 洛旭激动地说当然是她 话没说完 霍时度就挂了电话 回到家里后 霍时度刚推开门 就看见了裴允哥 她鞋子也不穿 不知道在干什么 裴允哥说 试试朋友给的烟花棒 觉得挺无聊的 霍时度满眼宠溺地问她 无聊还玩 裴允哥表示 我本来以为你会很晚回来 就想看看 玩玩你会不会回来 看着一脸真诚的裴允哥 霍时度把她抱了起来 深情地看着她说 不是想玩吗 哥哥陪你玩 坐在她身上的裴允哥 有些害羞 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想玩 没想到霍时度 却温柔地说是自己想玩 霍时度点燃一根烟花 挑逗她 你看烟花哥哥看你 裴允哥被她聊得脸红心跳 意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第二天的情事集团大楼里 程自怀找到秦露颜 为秦友娇打抱不平 她认为秦总没有必要这样 秦友娇现在不仅租不到酒店场地 还被阴邪勒令退会了 为了讨好裴允哥 你是要毁了友娇吗 程自怀气不过他们这样对秦友娇 要为她打抱不平 秦露颜调侃 程自怀现在脾气大了不少 不过她作为哥哥 哄妹妹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程自怀愤怒地说道 秦家还真是指认血缘 没有感情 就算是只狗也会比秦总感情多吧 秦露颜回对 程哨也挺会夸自己的 程自怀眼见说不通就放下狠话 秦家不宠秦友娇 他们成家宠 此时的裴允哥 正和朋友一起去看美术展 宋谣夸赞裴允哥也太厉害了 听说这个门票在外面 已经一票难求了 裴允哥心想也没有很难抢 都是钟老给的门票 让他有时间就去玩玩 宋谣走到一幅画面前 轻声说道 这幅画的作者好像很出名 还引起了大家对艺术鉴赏的讨论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看到 都说画家的画只有死了才值钱 只可惜这个问题探讨到现在 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听到这陆远思又无脑发言 正常毕竟谁有能耐 还嫌得没事做去搞美术啊 虽然本人没有恶意 但这话说出来后 旁边的姑娘脸色都难看了 裴允哥余光瞥见姑娘支架缝的淡蓝色水粉 他心下了然 于是又收回了目光看了会儿画 缓缓说到寻常人鉴赏 除了能看到作者本身的功底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运营 阶级 欲望 挣扎 黑暗与共生 其实艺术家可以是浪漫的社会学家 也可以是燃烧自己 试图点亮世界角落的疯子 他抚摸着面前这幅画 就比如这一幅梦挺有意思 肉眼凡人早正菩提若具象化 就是他 陆远思一脸疑惑地问什么意思 裴允哥解释道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若见诸像非像极见如来 陆远思忍不住问他能不能说人话 裴允哥慢悠悠地瞥了他一眼 人话就是早点转专业吧 建筑也是八大艺术之一 你要去学艺术也只能被吊打 陆远思忍不住骂了句脏话 这是什么孽障 理科变态就算了 文科艺术都不给人留活路 裴允哥不知道的是 旁边有人在盯着他 廖主走过来满眼欣赏地说 小姑娘说得真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用佛经解读我的话 廖主爱才心切地问 裴允哥打不打算学美术 自己可以免费教他 不需要酬劳 旁边的小姑娘瞪大了眼睛 这位不是华协会长吗 廖会长是出了名的挑剔 能被华协会长看上 这位小姐姐看来是要走运了 裴允哥没什么兴趣就拒绝了他 廖主有些意外但也不愿放弃 给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并说如果他愿意的话 随时都能来找自己 廖主很想收下这个徒弟 问他能不能和他的家长交流一下 只要能见到他的家长 相信他们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 裴允哥沉默片刻 表示如果他有空 可以来参加自己的升学宴 然后递给他一份邀请函 廖主一听高兴的合不拢嘴 和他约定到时候见 陆远斯感叹道 他这个同桌也太可以了 随便出个门 都有人想收去当学生 裴允哥不屑地说 如果知识能装进他脑袋 他也可以 陆远斯表示十分无语 怎么又被内涵了 裴允哥拿起手机 刚好看到群里的信息 学员过几天 要和旁虎他们去云城办事 问裴允哥要不要见一面 旋远很激动 终于找着机会和大佬面积了 也不知道大佬长啥样 裴允哥觉得可以 旁虎问大佬请吃饭吗 裴允哥表示没问题 并问他升学宴行不行 旋远问裴允哥 是不小孩考上大学了 他回复说是自己考上大学 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 还在商量着 见到他家小孩该送点什么 旋远想起了一些传闻 好像是说 马克刚进CI7的时候 负债几十亿 也不知道有没有还 不如给马克送点钱 旁虎连忙附和他 这主意不错啊 大聪明 学员已经开始幻想 马克收到礼物时 感动的样子 这时 洛旭在实验室收到了消息 YG居然选择了月池林 把他刷下来了 洛旭正在郁闷当中 月池林就打来了电话 月池林说 他后天有个宴会 问洛旭去不去 洛旭面无表情地说不去 月池林说 不去他会后悔的 洛旭越想越气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后悔什么都不会后悔 和你一起参加宴会 这时 霍十度也给他发了请帖 洛旭拒绝了 霍十度的邀请 秘书说 洛旭似乎并不想参加 陪小姐的升学宴 霍十度认为 以他的性格应该不止 问他他还说了什么 洛旭说 怎么都在后天不去不去 洛旭刚刚才拒绝了 月池林的邀请 如果他刚好参加YG宴会 而洛旭却沦落到 参加一个小孩的升学宴 这会成为他人生中 无法磨灭的阴影 或十度考虑了一下 说随他吧 秘书心想 怎么会有人天天嘴欠 攻击自己偶像 我都想去把他邀请了 或十度回家看到 陪允哥坐在沙发上就叫他 谁知道他没听见 这时电话铃响了 陪允哥问他怎么了 宋遥想问他 后天穿什么颜色的礼服 陪允哥说穿灰蓝色那件 陪允哥似笑非笑地问 宋大小姐你大半夜 打电话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吗 宋遥主要还是想问 陪允哥的哥哥 现在有什么打算 陪允哥忽然往后依靠 开始无所畏惧地 满嘴跑火车 打算今年结婚明年爆俩 争取大学毕业后 就让家里小孩 去给我买蛋糕 插蜡烛过母亲节 宋遥十分无语 陪允哥继续逗他 小宋阿姨是着急了吗 别担心实在没有对象的话 以后我送你一个 话未说完 霍十度就气定神闲地 出现在他身后 陪允哥沉默片刻 直起腰板 和宋遥说先不聊了 后天再见 霍十度问他 怎么不先聊完 陪允哥反问他是 什么时候出来的 霍十度说 在他还没打电话之前 不等陪允哥控诉自己 霍十度就慢悠悠地解释 原本想提醒一下 但又怕打扰到 我们云云地学习 霍允哥不经语色 他又翻车了 霍十度对上他的眼眸 轻笑了一声说 哥哥也挺好奇的 云云是想跟谁明年爆俩 陪允哥有点尴尬地说 要去喝牛奶 刚起身或十度出口调侃 他这想法还挺能折腾人的 陪允哥迅速逃离了现场 很快到了陪允哥的升学宴 白老带着学生来参加升学宴 有人起哄说 那几个穿得这么普通 不知道是哪混进来的 旁边的人提醒他 那是科学院院士 云大前校长白明章 就他还看不上人家呢 他身边的都是电视里 才能见到的真大佬 这是科研圈的半壁江山 都来给秦家大小姐 庆祝升学了吗 还有冷老和曲老也来了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这种级别的大佬 已经不是有钱有势 就能请来的了 白明章和蔼可亲地 对陪允哥说 云大可是盼了很久 才算盼到他的升学宴 陪允哥则客气地 谢谢几位勃勃捧场 曲老率先开口 表示参加自己孙女的升学宴 那就是参加自家宴席 有什么周不周的 他这话一出 大佬们纷纷加入 抢孙女的战斗中 宴会中的其他人都惊呆了 几位大佬同时抢着 要任秦大小姐当孙女 这是什么神仙场面 不懂就问这年头 当秦大小姐的爷爷 都需要这么卷了吗 与此同时 玄园和旁虎 也到了门口八号厅 服务生拦住他们 两位先生请问有邀请函吗 没有邀请函不得入内 陪允哥正好看见他们 就让服务生放他们进来了 玄园以为他就是 马克家的小孩 温柔地问他 你就是马克家的小孩吧 长得真好看 你家家长呢 陪允哥一时被 旁虎两人的话 搞得莫名其妙 反问他们什么家长 看着两人背着一筐笋 就来升学宴 还以为他们刚挖完笋回来呢 旁虎两人听着 陪允哥说话的口吻 那不就是神秘大佬 马克的语气吗 两人瞬间反应过来 陪允哥无奈看着两人 我不太爱吃笋 下次你们可以挖点地瓜 旁虎被陪允哥的话气到了 着急解释道 地瓜开什么玩笑 我们C17 怎么可能就这点经济实力 说完便打开矿子上面的布 对着陪允哥说 大佬你看 旁虎傲娇地说 我的朋友喜欢吧 没人能抗拒他的诱惑 玄园也提着一袋东西 对着陪允哥说 还有这个也是给大佬你的 陪允哥打开袋子的瞬间 就被眼前五颜六色的宝石 给惊住了 无奈地对着两人吐槽 哪来的这些东西 旁虎以为陪允哥怕礼物太贵重 不好意思收 就说这都是我们的一点小特产而已 大佬别客气 玄园也在一旁补充 这些都是正规渠道来的 绝对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 为了让陪允哥接受这些宝石 玄园终于道出原因 毕竟您欠了几百亿 我们怎么能看着你受苦呢 旁虎搓了搓手 小心说到大佬 你可别不好意思 年轻人嘛 谁没干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们都理解的 陪允哥听得一头雾水 他连忙打断他俩 什么几百亿 我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了 旁虎慌忙地解释 您不是抢银行被人抓了 现在负债几百亿 为了还债净的C17码 陪允哥被旁虎的话尬住了 他顿时有点生气 旁虎继续解释 是局长说的 他说你很缺钱 可能是因为负债 听完旁虎的话 陪允哥瞬间黑脸 陪允哥阴冷地吐出一句 玄园原来你就是这么恼不我的 玄园听完陪允哥的话 瞬间冷住 这怕是要被陪允哥报复了 经过一番解释后 玄园尴尬地对着陪允哥说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以大佬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缺钱呢 陪允哥无奈地提起一袋子宝石 还给玄园 并告诉玄园他不缺钱 旁虎当下拒绝陪允哥 还回来的宝石 并说这些 就当我们给你的升学礼物了 秦友娇带着几位名媛 向陪允哥走来 其中一位名媛 嘲讽陪允哥 说他身为秦家大小姐 却把这种八杆子都打不着的 穷亲戚请来升学宴 完全不顾及到场宾客的身份 看着秦家两位真假千金 众人议论纷纷 吐槽秦友娇不是被赶出 还没钱租酒店吗 今天过来是要碾压陪允哥的吗 甚至有人认出 秦友娇带来的千金 是倪里圈很有名的名媛 其中一位是邦尔集团董事长独女 威拉压根看不起陪允哥 她满是高傲地对陪允哥说 陪小姐考上云大物理系了 真是不错啊 要不要我跟父亲说说 让你来邦尔的科研团队试试 毕竟像你这样的科研员角色 我们公司每年都一次性招一百名 进行筛选淘汰的 对于威拉放出的诱惑 陪允哥也只是淡淡回道 是吗这么厉害啊 威拉听不出陪允哥的亲面 而是更是傲娇地说 厉害倒算不上 不过比起A国的一些废物科研公司 还是略胜一筹的 不过陪小姐也不用紧张 看在有娇的面子上 让你敬我邦尔也不是难事 陪允哥头也不回地吐出一句 威拉小姐客气了 不过我目前有合作 进不了你公司 被陪允哥拒绝之后 威拉瞬间恼怒 继续当着众人嘲讽陪允哥 陪小姐居然看不上我们邦尔了 一旁有人补充道 陪小姐该不会是为了一时赌气 情愿选个三流公司 也不接受威拉的好意吧 真是不知好歹 请有娇假母假式地劝陪允哥 说威拉的公司是一流的科研集团 叫她不要错过 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陪允哥淡定地回问 情有交他们 所以你们想挖我 威拉扑刺一笑 继续嘲讽陪允哥 我说陪小姐你是做梦没醒吧 怎么连这种糊涂话都说出口了 霍十度淡定地听着这些名员们 对陪允哥的嘲讽 看不下去的曾序想要制止 但是被霍十度给阻止了 因为霍十度知道 在场的名员都觉得 陪允哥是依靠霍十度才有的地位 但是霍十度觉得 既然他们要招惹陪允哥 那就让他们知道 陪允哥并不是一个 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花瓶 听完霍十度的话 曾序点头回到明白 但是霍十度不会白白 让陪允哥受欺负 于是他便对曾助理说 该处理的人也别忘记处理了 让我们家小孩受委屈 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 曾序知道霍十度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那些名员估计死到零头了 这边威拉还是不知死活地 继续嘲讽陪允哥 说可以看在情有交的份上 帮陪允哥支付违约金 威拉还嘲讽陪允哥的签约的是野鸡公司 想要收拾很简单 陪允哥淡定地倒着红酒 一旁却传来一句嘲讽 是马帮尔集团好大的脸 原来是提琪和杰斯明 提琪吐槽威拉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理智气壮蛙人的 不知道威拉小姐想出多少钱 威拉知晓两人身份不简单 尴尬地解释说 只是为了帮陪允哥 离开那的三流公司 一旁的杰斯明对着提琪说 你们家什么时候变成三流公司了 听完这句话 威拉震惊了 原来陪允哥所在的公司 是他父亲一直想要争取合作的 德莱尼公司 这边提琪端着一份礼物 双手奉上给陪允哥 并告知陪允哥 他的父亲需要晚半小时才到 提琪如此尊重陪允哥的行为 让全场的人都震惊了 大家想着提琪这个贵公子 这么尊敬秦大小姐 而陪允哥却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直接问提琪 他的调研报告写完没 对于这样的死亡问题 提琪两人只能回答 可能还要两三天 听到两人的回答 在场的人更是躁动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提琪和杰斯明 是如此聪明之人 如今却像是陪允哥的学生 威拉黑着脸看着几人的互动 一旁的明媛小心议论着 威拉喜欢提琪并一直想嫁给他 可能提琪压根不鸟威拉 威拉卑微地问提琪 陪允哥是不是他们公司的人 提琪回答不是 威拉这才放心地说不是就好 可是提琪接着告诉威拉 陪允哥拥有他们集团的股份 并且还是决策人之一 之前与威拉公司合作 还是陪允哥决定的事 威拉和琪有交被提琪的话惊住了 两人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要知道威拉他们公司 也是因为陪允哥的决定 他们家的生意才蒸蒸日上的 要是得罪了陪允哥他们家 恐怕要完蛋 威拉连忙找陪允哥道歉 说刚刚的刁难 都是因为琪有交 这边钟老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冷冷地吐槽威拉 并打算终止之前与邦尔的合作 威拉看见钟老下的直冒冷汗 害怕地寒暄了一句 没想到在这能见到钟老 威拉回想起当年为了跟AM合作 他们邦尔可是求了三年 面对威拉的寒暄 钟老恼怒道 怎么我参加晚辈的升学宴 还需要你的恩准 我们计算所的解约书 明早会发到贵公司邮箱 威拉更加害怕了 她父亲求了三年才得来的合作 却被她毁了 她的父亲一定会把她赶出去的 威拉连忙向钟老道歉 叫她看在她年纪小的份上 这次就绕过她 她可以立马向她赔礼道歉 可是钟老并不买她的账 而是直接回对 是她不尊重人在先 她刚刚对裴允哥说的话 她都听到了 而威拉直接把怒气 撒到了秦友娇身上 指责是她害自己得罪那么多人 秦友娇也是一脸茫然 为什么她离开了两年 裴允哥身边就出现了那么多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裴允哥走向秦友娇打了声招呼 欢迎秦小姐 但是秦小姐还是换件衣服吧 有点碍眼 说完裴允哥便把一杯红酒 泼在了秦友娇昂贵的礼服上 裴允哥回想起原主当年穿过 秦友娇这件礼服 当时还因为秦友娇的一句话 被赶出宴会 只能吃仆人试舍的饭菜 甚至还被人当精神病乞丐一样嘲笑 如今裴允哥也只是为了上一世的 裴允哥报仇而已 裴允哥直白地对着秦友娇说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在这个场合 看着你碍眼 秦友娇被裴允哥这般羞辱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说一句话 秦友娇也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羞辱 秦友娇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想要上前打声招呼 可是此人却直接走开 留下秦友娇一脸尴尬 此人正是获识度 他走进裴允哥贴心地说 不喜欢的久到了也不可惜 裴允哥也乖巧地应喝了一声 获识度便让曾序处理后面的事 说完便拉着裴允哥的手离开了宴会 丢下在后边暗暗极度的秦友娇 裴允哥在后边叫着获识度哥哥 获识度好奇地应了一声 此时裴允哥猝亦大发 愤怒地质问获识度 你还挺会勾人的 连阿猫阿狗都被你迷住 面对裴允哥的怒气 获识度一脸开心 一旁的曾序小声提醒获识度 裴小姐这表情要吃人 获识度却淡定地说 也没说不给他吃 他反而觉得裴允哥生气吃醋的样子很可爱 而此时秦友娇还在做梦 想着如果是他在精神病院 先遇到获识度的话 就不会被裴允哥抢走获识度 宋遥在秦友娇身后冷冷地吐槽 秦小姐总是喜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秦友娇以为宋遥为了讨好裴允哥 才来找他麻烦的 便说裴允哥压根不把他当朋友 只当陪衬 可是宋遥却无视秦友娇的吐槽 直接回对秦友娇没有真正的朋友 还说裴允哥的时间很宝贵 而他的时间一文不值 可以用来打发秦友娇的这些小心眼 并威胁他要告诉程子怀 他的所作所为 边说边给他戴上了一条项链 看着宋遥给自己戴上的项链 秦友娇慌了 这不是他买通下人 放到获识度身边的吗 本想着用他来跟获识度 有点牵连 没想到却到宋遥的手里了 宋遥端起酒杯 叮嘱他下次别再把项链丢了 秦友娇这次是真的得记恨上宋遥了 看着裴允哥不高兴 陆远思便过来询问 原来大佬也有朴实无华的烦恼啊 裴允哥看着陆远思灿烂的笑容回对 还差四天就开学了 你很高兴吗 宋遥也在一旁小心地说 是因为你家哥哥吧 这么等不及 裴允哥心里却想先把人骗到手 不然开学又要住校了 他也想先配合治疗 但是他害怕或十度知道后 会觉得他是个麻烦 如果有一天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 虽然这么想 但是裴允哥还是控制不了 自己想要或十度的心 宋遥问裴允哥是不是对自己 或者对或十度没信心 但是裴允哥却起身离开 他挥挥手说去找月池林 而此时才来的洛医生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人正是说要参加外职宴会的月池林 此时月池林接到洛区的电话 洛区问月池林参加谁的宴会 月池林直接回答 你女神的你不知道吗 裴允哥的声音传来 原来他是来找月池林的 洛区看见裴允哥先是一愣 这才想通裴允哥和女神的关系 轰的一声他裂开了 洛区才想明白裴允哥的宴会 就是外职的宴会 原来他一直崇拜的人竟是裴允哥 他暗恋的女神一直就在他身边 曾旭看着失了魂的洛区 问他不是说了不来吗 洛区看见曾旭后 立马抓着曾旭问裴允哥是不是YG 曾旭惊呼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洛区质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曾旭抓着洛区的手 严肃地跟他说 这本来就是秘密 而且霍石度也一直在给他机会 是他自己嫌弃裴允哥的身份应付了事 一旁的霍石度冷眼看着两人 仿佛自己未曾做过什么 洛区被应付了是几个字给震住了 而后他又想明白了 原来霍石度叫他来宴会 就为了让他发现这个秘密 洛区恼火地质问霍石度 而霍石度却冷静地点着烟 洛区看着这样的霍石度更是恼怒 他指着霍石度质问他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话刚说完裴允哥赶来 抓住了洛区伸出的手 警告他这是他场子 而霍石度更是无视洛区 挑起霍允哥的下巴暧昧地说 云云洛区应该是找我有事 霍允哥这边也叮嘱他 早点回家别喝酒 霍石度甜蜜地回应了一声 霍石度看着两人甜蜜地互动 瞬间心痛到吐血 边哭边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的女神怎么就被他的兄弟拐走了 几天后云大开学了 霍石度理所当然地 送霍允哥去学校 在车上霍石度牵起霍允哥的手 问他还有什么要跟自己说的吗 霍允哥却想着让霍石度来哄自己 霍石度伸出手指 勾着霍允哥的下巴不舍地问他 真的非助效不可吗 霍允哥无奈地说 总不能搞特殊吧 霍石度问他家属可以陪住吗 霍允哥无语地说 你家大学陪住 霍石度扯了扯霍允哥的袖子 告诉霍允哥 他在巴黎上大学不懂云大规矩 霍允哥却觉得他是装作不懂 霍允哥扯着他的领带 饶有兴致地诱惑他 哥哥不是说考好了什么都是我的吗 我想要什么 哥哥不清楚吗 霍石度不禁喊出霍允哥的小名 霍允哥告诉霍石度 自己已经二十了 早就展开了 霍石度制止了霍允哥不安分的手 并说他肯定是故意的 没了兴致的霍允哥 转身走向学校 并丢下一句 是不是哥哥不是最清楚吗 方家贱 一边的曾旭 想要帮霍允哥拿行李 但是被霍允哥拒绝了 曾旭小心翼翼地叫着霍石度 却发现他现在的样子像要吃人 霍石度问曾旭 那些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曾旭说 还有半个月并询问霍石度 此时还好吗 霍石度催促增续尽快完成 他怕裴允哥等不急 裴允哥来到宿舍之后 里面传来社友的声音 原来他们都在比着高考成绩 而且还有个是物理系最高分 裴允哥打开门 向未来的社友们打了声招呼 起先是这个杜明廷的自我介绍 接着是这个海宁 徐夏宁看见裴允哥很是惊讶 惊呼他竟然会选择物理系 裴允哥嘲讽他说 总不能因为他吧 杜明廷问徐海宁 是不是认识裴允哥 徐海宁尴尬地说 裴允哥是今年高考状元 这倒是把杜明廷和海宁吓了一跳 直接问裴允哥高考多少分 徐夏宁直接说 749裴允哥作文只扣一分 心里却想着裴允哥 是宋谣带写出来的状元 徐夏宁问裴允哥 怎么做到作文只扣一分 裴允哥冷冷地说 作文少写一百字就行 平板里四言成留言 请裴允哥吃饭 三人同事惊呼 少写一百字就行了 海宁远以为自己是物理系的第一名 谁知道今年出了个这么狂的状元 杜明廷殷勤地邀请裴允哥 到楼下逛逛顺便吃饭 但是被裴允哥拒绝了 而后面的徐夏宁 不死心地追问裴允哥 这可是他们宿舍的 第一次集体活动 海宁酸酸地说 裴允哥是状元 不屑与他们玩 但是没想到徐夏宁 也不屑搭理他俩 徐海宁直接说自己有事 就下次约了 杜明廷安慰着海宁 别在意这事 他还跟海宁说 自己给大家带了 很贵重的礼物 是在国内买不到的 可是海宁却暗暗生气 吐槽裴允哥和徐夏宁 两人学习好又怎么样 在大学里最重要 还是搞好人际关系 这边思言成正和裴允哥 吃着饭 思言成问裴允哥 什么时候去实验室找他玩 裴允哥直接说没空 思言成问裴允哥 为什么 裴允哥却吐槽自己 为什么没有和宋谣 一个寝室 思言成却说 因为哲学系 刚好凑够三个寝室 他一个物理系 挤进去太明显了 下个学期再给他安排一下 两名学生看见思言成 竟然和新生一起吃饭 满是惊讶 以为思言成喜欢这个学生 其中一个 正是哲学系的 新校花宋谣 旁边正在吃饭的学生 甲乙丙丁 发现他正盯着裴允哥 以为宋谣要跟裴允哥 抢思言成 他们不禁感慨 这两名新生 好漂亮啊 可是他们的情敌 思言成也太强大了 宋谣往思言成那边走去 那群人以为 哲学系的校花 要与裴允哥打起来 起哄着说要拍视频 没想到宋谣却很是开心的 从背后抱住了裴允哥 温柔地喊了一声歌儿 这下把在场的人吓傻了 他俩不是情敌吗 怎么举礼举弃的 原来女神和女神才是官配 自己才是小丑 忽视周围锅躁的声音 裴允哥问宋谣 为什么只吃素菜 宋谣说 这都是他排了很久的队 才买到的 但是裴允哥 还是觉得太素了 裴允哥叫思言成 拿职工卡去打点好吃的 思言成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另一边一直在看着 宋谣和裴允哥的路人甲们 看着两人的互动 直接变成俩人的CP粉 思言成和裴允哥 在饭堂的事 在学校论坛疯传 看着手机里裴允哥的身影 海宁甚是嫉妒 指责裴允哥 是个很有心机的人 不愿意参加宿舍聚会 原来是去勾搭司教授去了 此时 学生宣传部部长 魏金敏来到裴允哥等人的宿舍 见到魏金敏的杜明廷 很是惊讶 他转头看向海宁 以为是海宁把魏金敏请来的 海宁傲娇地说应该不是吧 心里却看中魏金敏的身份 想要拉拢这个人脉 海宁问魏金敏为什么来这里 魏金敏却说没什么 并问他裴允哥是不是这个寝室的 听到裴允哥的名字 海宁瞬间僵住了 原来魏金敏是来找裴允哥的 他故作淡定地回答 魏金敏 裴允哥不在宿舍 魏金敏却说 他知道裴允哥正在和司教授吃饭 他是来送入回申请表的 他把申请表递给了海宁 让他转告裴允哥 希望他能加入宣传部 海宁只能接住申请表 并答应魏金敏的请求 海宁心里又犯起了嘀咕 裴允哥为什么会有 司成岩这样的人脉呢 办完事的魏金敏 跟两人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杜明廷生气地跟海宁 吐槽裴允哥 说他身为室友 却不跟他们一起吃饭 认为裴允哥把自己当作麻烦 还说裴允哥第一次宿舍活动 都不参加 希望裴允哥别回宿舍了 而海宁也在心底 想着裴允哥最好别回来 晚上九点半 裴允哥回到宿舍想要开门 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他毫不犹豫地打通宋遥的电话 叫宋遥收留他 宋遥听得一头雾水 心想裴允哥宿舍应该是出事了 第二天409宿舍里 徐夏宁几人吐槽裴允哥不回宿舍睡 难道是因为宋遥的宿舍更香吗 裴允哥无辜地吐出一句 昨晚宿舍反锁了 不明就里的徐夏宁惊呼 怎么可能 他可是最后一个回宿舍的 门根本就没有反锁 这时海宁回来了 徐夏宁就问他 昨晚是不是他所的宿舍 海宁含含糊糊地说 或许吧 并反问徐夏宁 这个问题很严重吗 徐夏宁却生气地说 他人没到起锁什么门了 要是传出去 会说我们宿舍抱团排挤人呢 杜明廷站出来为海宁说话 说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不需要那么夸张 更是想制开海宁打员场说 院长找他 好像有什么好事 海宁捋了捋头发 骄傲地说也没什么 只是让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之前他还以为 校长打算选裴允哥 做新生代表呢 裴允哥对着海宁 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恭喜 说完便转身离开宿舍 杜明廷却在背后说 裴允哥因为这心里不舒服 真是个小心眼的人 宋摇轻蔑地说不舒服 其实他知道是裴允哥 连云城大学代表都拒绝了 司教授肯定不会问他 愿不愿意当新生代表了 宋摇回对杜明廷说 是啊 谁知道有人心里不舒服 会干出什么事呢 杜明廷被宋摇气到瞪大双眼 这边徐夏宁警告杜明廷 别乱招惹人 免得哭都没地方哭 徐夏宁可是知道裴允哥不好招惹 把他惹烦了 那可是要掉成皮的 杜明廷压根不听劝 还向海宁吐槽裴允哥 觉得他只是学习好压根比不上海宁 海宁安慰他说自己没事 不会跟他计较的 但是私下的海宁却是暗下决心 想要让瞧不起他的人 都知道他是多么的耀眼 而这次新生致辞就是一次机会 第二天新生大会 广播里提示新生大会 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了 新生代表到了吗 一个学生指着海宁对会长说 新生代表正在准备 海宁一直看着发言稿 一旁的两个男生 吐槽海宁的演讲水平 网界新生代表虽然带稿 但人家是双语演讲 而海宁只是国语演讲 都还脱不了稿 水平不是一般的低 此时的海宁依旧想着 要扬名立万绝对不能丢脸 他看着前面的裴允哥 心生遗迹 他立马找上学生会长 海宁跟学生会长说 自己的外文不好 希望找一个外文满分的学生 与他一同演讲 他内心希望有人比他更出丑 这样就不会有人质疑他了 学生会长反问他是否 真的要与人一同演讲 海宁肯定地回答 并说他可以一段一段地脱稿 他的搭档只要能翻译就好 他还保证自己 不会一下说的太多 学生会长也觉得 这个主意不错 但是又质疑这些新生 有外文满分的吗 海宁担心学生会长 取消这个念头 直接肯定地告诉他 今年的高考状元就是 一旁的魏金敏担心会出事 就劝告学生会长 还是不要这么做 他心里知道 海宁只是想拉 培允哥下水当垫背 但是学生会长 却是一意孤行 并狠狠斥责了魏金敏 劝告他以后 要以活动为重 绝对不能让云大的名声 砸在这里 魏金敏只好上前 向培允哥求救 希望他能救个急 并向他解释 因为海宁 想要脱稿双语演讲 但是外语暂时脱不了稿 希望他能帮一下海宁 培允哥直接问魏金敏 是否想让他做翻译 但是宋谣直接质问魏金敏 明知道双语致词 外文翻译是最难的 为什么要把培允哥 当人工智能 宋谣知道 要是培允哥在台上 出点差错 就想把他架在火上烤 魏金敏只能安抚他们说 海宁会一段一段说 培允哥只需要 简单的翻译就好 不需要那么严谨 培允哥双手交叉 饶友兴致地说翻译也行 但是他也有个条件 就问魏金敏帮不帮 魏金敏立马问他什么要求 培允哥直接说 让魏金敏帮他和宋谣 挡住那些 想要拉他们进学生会的人 魏金敏觉得 培允哥太狠了 要知道 今年大家都想要他这个新人王 魏金敏突然对比起 这次活动重要 还是让这位新人王 进学生会更重要呢 思考一番后 魏金敏答应了培允哥的要求 心里想着 这么过分的事 培允哥都答应了 他当的挡箭牌没什么 一旁的宋谣拉住培允哥 提醒他演讲是要上热搜的 培允哥摸了摸宋谣的头 安抚他说没事 并叫他等自己回来 魏金敏走向两人 问培允哥 为什么还在这坐着 而不是去熟悉一下稿子 培允哥反问他 有稿子看吗 魏金敏顿时怒斥海宁 为什么不把稿子给他看 海宁只好一脸 尴尬地拿出稿子 让培允哥先看 培允哥问他是否被好稿子了 他硬着头皮表示自己背好了 怀疑对方知道自己是在拖延时间 魏金敏担心培允哥来不及做准备 会把事情搞砸 于是很生气地问海宁 真的能做到脱稿吗 海宁嘴硬地说可以 魏金敏叮嘱他 记得念一段停一段 好给翻译留时间 一边的成子怀则觉得 海宁是绝对背不出来的 这下培允哥肯定会出丑 两人被邀请上台后 宋谣在底下 为培允哥加油助威 培允哥的神言 在大屏幕上闪闪发光 底下观众对他无不倾献 海宁一开始演讲 就紧张无比 说出的话 也是三三两两的 惹得底下一片唏嘘 他紧张得直冒冷汗 学生会长听着海宁的演讲 更是生气 他竟然乱改稿子 这么做 会让培允哥无法翻译的 海宁硬着头 自己编了一堆 但是这停顿式演讲 让底下嘲笑声不断 魏金敏脑他一下子 把稿子都说出来了 这样培允哥就翻译不过来了 更确信 他在陷害培允哥 演讲完的海宁 觉得自己的计谋成功了 这下培允哥肯定要出丑 可谁知 对方一拿起话筒 就流畅地翻译起来了 而且 发音非常的地道 更加凸显他 优雅的气质 培允哥的英文能力 狠狠地惊艳了学生会长 魏金敏吐槽 好在是他当翻译 不然 大家就都被海宁给连累了 海宁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本以为自己的奸计能得逞 但现在一切都白费了 他觉得 培允哥一定偷看过自己的稿子 不一会培允哥就翻译完了 然后看向海宁 等着他继续说 但海宁刚刚一直在思考 陷害培允哥的事 把稿子全忘了 愣是讲不出几个字 台下观众又是一片哄笑 都说他陷害不成反丢脸 真是自作自受 听到大家的嘲笑 他在台上 更是大脑一片空白 吐不出任何字 这时培允哥拿起话筒 开始用中文演讲 讲完过后 他又用英文翻译了一遍 这下底下的观众 直接录转粉 更有人直言 培允哥以后就是他爹了 培允哥演讲结束后 给观众鞠躬感谢 底下一片掌声响起 海宁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忘词了 他是在给自己救场 意识到这一点的海宁 非常惶恐 觉得自己丢脸的事 很快就要上热搜了 下台后 培允哥得到了 魏京敏的一顿猛夸 他扯了扯铃口放松了一下 谁知后面 突然出现 一堆羡慕的眼神 培允哥不禁为之汗言 觉得这些人 有点太夸张了 魏京敏转头 对海宁一顿斥责 海宁低着头道歉 魏京敏 让他去感谢 培允哥救了他 周围 一片嘲讽地笑 海宁硬着头 对培允哥表示感谢 对方却只简单 应了一句 随即就对魏京敏说 自己的事 就拜托他了 学生会的人 都问魏京敏 答应了什么事了 魏京敏哭着说 是帮他 挡住学生会的邀请 一旁学生会的同学文言 瞬间实话 学校门口 培允哥看着 霍允哥的信息 心里一阵悸动 他走出校门时 引起一阵骚动 霍允哥温柔地喊喊着 小同学晚上好 培允哥彻底无语 这家伙 还真是不顾后面 花痴的死活啊 霍允哥上前 安抚着生气的他 花痴们看到此情此景 心都碎了 也奈何自己 比不上陪允哥 陪允哥问他 来找自己有事吗 对方拖起他的下巴 把自己的打算 都说了出来 说着便牵起他的手 往新买的公寓走去 霍允哥让他 陪自己一起住进去 陪允哥红着脸 喊他冷静点 心里却觉得自己 好像在跟他偷情 可是对方 根本不放过他 牵起他的手 继续调情 让他更加招架不住了 霍允哥偷偷地 把钥匙放进他的口袋 靠近他暧昧地说了句 哥哥等你 陪允哥顿时被吓得 落荒而逃 霍允哥抽着烟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觉得自己就快 控制不住自己了 陪允哥红着脸 回到宿舍 徐夏宁问他 是不是天太热了 才会脸红 说着便把军训符 递给陪允哥 陪允哥惊讶不已 居然还有军训 徐夏宁告诉他 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 而且给他们军训的 是精英部队 听到军训部队的名字 陪允哥实话了 第二天 来到军训地点后 同学们都被军官的 颜值和气场给惊艳了 几名军官 却愤怒地看着陪允哥 一名教官 大概讲了一下 军训的内容 后边的花痴 又开始躁动了 直言有帅哥看 往后日子 一定很滋润 可只有陪允哥知道 未来的日子不好过 教官安排他们 去射击打把测试 不通过的 要跑三千米 花痴们顿时响起 一声声尖叫 喊着自己不会射击 这是故意想让他们跑步啊 陪允哥却觉得 这只是他的正常操作 一旁的海宁觉得 自己从小积累的射击经验 可以再这次 狠狠碾压陪允哥 陪允哥回头看了看他 觉得他又要耍什么花招了 来到靶场后 陪允哥和海宁分到了一组 两人举起枪 一声开始指令落下 他们开始猛地射击 打完后 陪允哥还来了个花式收枪 教官抱着他俩的环术 陪允哥61环 海宁81环 旁边同学顿时对海宁一顿猛夸 他表示没什么 只是自己喜欢射击而已 还假惺惺的关心 陪允哥会不会失落 同学们顿时觉得 他太善良了 居然还关心他人的心情 一边的教官觉得 陪允哥在搞废材人设 另一位教官告诉他 陪允哥上次打靶 是5秒99环 把他惊艳得不行 这可是三年正规军都做不到的呀 他安排下属继续观察 一星期后安排比赛 一声巨响 同学与教官开始了比赛 另一边有两人操作着地雷 他们需要想办法 引爆对方的地雷 且保护队友不受伤 一声爆炸过后 教官赢了 陪允哥看到楚之行时有点震惊 陆远斯走了过来调侃他 他告诉陪允哥 楚之行现在已经是万人迷了 宋谣见状跑了过来 也数落了陆思远一番 下一回就到陆远斯上场了 一名教官坐在操作台上吐槽 今年的心声太差了 喊着要找一个和自己能匹配的对手 一边女学生提议要陈子怀上场 他问哪位是陈子怀 陈子怀在女生的簇拥下走出来 秦友娇也在一旁给他加油打气 这一幕让大家都对两人青梅竹马的感情 羡慕不已 陆远斯知道他要上场 直接拒绝与他同队 陈子怀知道 他因为陈允哥才讨厌自己的 一名傻白甜学生举手 表示自己要跟陈子怀一起比赛 教官也同意了 比赛开始 陈子怀一顿操作 他的队友在不停奔跑着 一旁的对手问他行不行 陈子怀很生气 但也只能沉默着继续操作 不一会比赛结束 教官再次赢得比赛 女同学们都没想到 陈子怀会输 而且还是碾压式的 教官安抚着陈子怀 觉得他至少比上一个新生强点 陈子怀听完他的话后 更是失落 宋遥也觉得 这位教官很厉害 陈允哥表示 陈子怀学了两年 竟然一点长进都没有 的确没用啊 听到他的评价 陈子怀很是生气 他不过是个废物 也配评价自己 海宁数落陈允哥 不懂装懂 他们都是外行 就别乱评价别人 女同学在一旁硬喝 说陈允哥既然那么厉害 怎么不去当计算机教授呢 宋遥见状 连忙跟他们争辩 另一边的陈子怀 提了个阴险的建议 他推荐陈允哥上去 跟教官比赛 了解陈允哥实力的教官 被吓了一跳 这小子竟然敢找YG的麻烦 真的是在找虐啊 而其他教官不知道 陈允哥的真实身份 不知死活的 让他上来跟自己比赛 还让他别怪自己 欺负外行人 见着教官不知死活的叫嚣 陈允斯心里乐开了花 期待着陈允哥 把教官打趴下 教官问他 是不是害怕了 他说自己赢定了 他却让他别说大话 程子怀就是个例子 陈允哥细血地看着程子怀 让他好好看着自己 是怎么赢得比赛的 见他如此狂傲 后边的同学 都觉得他疯了 程子怀心里很是看不起他 觉得自己都赢不了 他怎么可能 另一边的教官 却给陈允哥加油打气 看着队友给新生加油 教官无奈地吐槽他 不帮自己人 居然去帮新生 随即让陈允哥 自己选个队友 陈允哥选了陆远思 但对方却不想上去 最后还是被陈允哥 一顿饭给收买了 比赛开始时 他们被总教官叫住了 说是要把实弹 换成粉末弹 众人都在惊叹 教官的这一决定 觉得陈允哥凭什么 值得教官这么安排 难道是他真的很强 所以教官才那么爱惜的吗 比赛重新开始 有人觉得 陈允哥肯定会输 也有人担心 陆远思的脸 被粉末弹炸到 这时 粉末弹突然在陆远思旁边炸开 他没想到 比赛才开始 就被轰炸了 这也太危险了吧 两人震惊地看着 刚刚被引爆的障碍到 发现 刚刚被引爆的是 教官的障碍到 幸好刚刚换了安全弹 不然那教官就要躺几个月了 不过操作台的教官 也太菜了吧 连一个物理系大义心声 都弄不过 那教官惊觉 自己的障碍到被炸 早已没了刚刚的自信 满脸都是惊慌失措 但接下来的地雷 都被接二连三地引爆了 他难以置信 这心声的实力 竟然那么强 后面的人 迟迟不见教官 炸陈允哥的障碍到 纷纷替他着急 但此时的教官 不仅愤怒 也很尴尬 他也很想炸 但现在守住自己的 都很难 陆远斯后面的地雷 不停地在炸 他只能不停地跑 教官也很惊讶 陆远斯的地雷 为什么自己炸了 他还没时间 去攻击陪允哥的障碍到 而对方已经拿起话筒 对着陆远斯说 要是他再像大爷散步一样 就拿粉末 弹给他洗个澡 大家都被他的痕镜给吓到了 没想到他连自己人都炸 输掉比赛的教官哭诉着 这水平还说是外行 教官不懂陪允哥 为什么要选物理系 对方告诉他 这是家里长辈给选的 教官觉得 他计算机那么厉害 应该选计算机系才合适 陪允哥回了句 选什么都一样 说完按下键盘 整条长道都被点爆 教官这才发现 原来他早就可以一键点爆 所有引爆点 只是没让自己输得太难看把了 这边两个教官 见状狗腿地给陪允哥鼓掌 秦友娇和程子怀都不敢相信 陪允哥竟然能赢了教官 两人震惊到害怕 这同时也让程子怀对他的仇恨值 直接拉爆 但对方此时却转头看着他们俩 轻蔑一笑 赢得胜利的陪允哥 被新生们围了起来 一群人都是满脸的崇拜 这边海宁两人 觉得自己被打脸得太快了 有点绷不住了 海宁打算找新的机会细耍陪允哥 他觉得自己能在射击赛上赢了他 考核当天 海宁射出83环 周围围了一群小迷妹 说他差点就是女生第一了 海宁表示自己 只是运气差了点 等下陪允哥会给他们搬争光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 陪允哥没那个能力 一边有女学生觉得 这是因为 他们根本不知道陪允哥的厉害 居然还敢贬低他 真是不知死活 有人好奇陪允哥的身份 女学生也不敢说出来 怕自己被封号 于是让那人去查一下云城秦家 说完便立马避开了这里 留下后边众人不断追问 陪允哥吃着冰棍走在路上 对面走来的男生 吐槽女生组的射击水平 还嘲笑女生不适合射击 徐夏宁直接骂了回去 说男生的爸爸 把他生出来时没带脑子 让陪允哥给他们点教训 男生闻言更起劲了 表示自己也想好好瞧瞧高考状元的厉害 随即透露 新生圈早就传开了 陪允哥其实什么都不行 徐夏宁愤怒地骂回去 但是又想起 自己跟陪允哥的关系 好像很差 男生疯狂戏谑他们 还伴着鬼脸 怒斥徐夏宁多管闲事 只会动动嘴皮子 徐夏宁顿时被气疯了 看不下去的陪允哥 威胁着他们 让他们小心点 旁边女生也觉得他教训得对 他们早就看这群男生不爽了 现在有人知他们正好 陪允哥抓起一个男生的衣领 冷声问他们想干什么 对方被他的语气吓得不敢说话 这时远处传来叫陪允哥过去考试的声音 男生立马嘚瑟起来 让他赶紧过去考试吧 还嘲笑他是只会动动嘴皮的直老虎 两人毫无下限 还想把他出丑的画面拍下来 考试现场 陪允哥举起枪猛地连环射击 那男生看见他与教官在交谈 以为他想收买教官作弊 教官爆出陪允哥三十环排名第二十四的成绩 陆远思惊呼 他们班也就二十四个人 那他不就是倒数第一了 真是实质罕见 这下那俩男生乐开了花 对着陪允哥又是一顿嘲笑 还说他赢不了自己 徐夏宁站出来立下赌约 要是陪允哥输了自己就表演胸口碎大石 陪允哥没想到关键时刻是他在支持自己 对方当场射死 他俩不应该是死对头吗 自己在做什么啊 陆远思作妖地问陪允哥 这下该怎么办 他举起枪查了一下 冷冷地表示毕竟同学一场 不该让他表演胸口碎大石 徐夏宁有些羞愧 觉得他这是在闹自己 毕竟他俩还是死对头 男生嘲笑陪允哥在说大话 一个雀斑男撸起袖子 准备要上去与他PK 一个教官却让陪允哥跟自己比 觉得他跟新生比太没意思了 新生顿时被激怒了 觉得教官眼神有问题 他可才打了30环 教官不管他们 举起枪就开始射击 他的成绩是35个 用时20秒 报成绩的教官直言 他有进步了 随即威胁陪允哥 要是进不了前三 就把他的成绩清零 陪允哥无奈只能应战 他快速装好子弹 飞盘一个个飞出 他一个瞄准 扣下扳机 立马听见 砰砰砰的枪声 和盘子碎裂的声音 教官难以置信地 抱着他的成绩 35个 用时9秒 击中率100% 旁边那男生 快要吓死了 没想到陪允哥 竟然能全打中 普通学生 只是看都看不清 他们不相信 觉得他30环的烂成绩 怎么能赢得了教官 一名教官表示 他成绩是30环 是因为 他只开了三枪 男生顿时被教官的话 给吓傻了 后边的徐夏宁才发觉 原来陪允哥 一直在故意装菜 陪允哥问那男生 还要继续比赛吗 那人不回答 他就让他表演个钻火圈 否则不会放过他们 三个男生都羞愧无比 只能认怂说自己 有眼不识泰山 看着三只小耸 女生纷纷叫好 徐夏宁也庆幸自己 没找陪允哥的茶 这时 陪允哥却突然 对他抛了个媚眼 他顿时心虚到脸红 觉得这行为太幼稚 这边教官下令 集合所有心 声 刚刚跟陪允哥比赛的教官 当众输了比赛 也是一点底气都没了 随即搭着他的肩膀 要请他去喝酒 陪允哥疑惑不已 这边不是要敬酒吗 对方表示自己休假 喝点酒没事 这话让陪允哥动容不已 毕竟大家也很久没见了 喝点酒续续旧 也没什么 但是当晚他就后悔了 这些人发酒疯般的唱功 让他直接想顿地 这时电话响起 陪允哥起身出去接听 那边传来 或十度魅惑的声音 问他军训准备结束了吧 还说他是个骗子 陪允哥对这个控诉 很是疑惑 对方翻起旧账 之前他可是答应了 第二天会给他答复的 但现在看来 明显已经全忘了这回事 陪允哥这才想起什么 脸瞬间通红 解释第一年 都是要求助校的 不能搬出去 霍十度烦闷地点起了烟 猛吸一口 问他跟自己一起住不好吗 他想要什么 自己都可以答应 陪允哥这下脸更红了 问他是不是喝醉了 霍十度表示自己舍不得 把他放在学校 让别人关上 也不想他到时被人勾走 抢下自己 陪允哥只能妥协 表示回去会跟老师申请一下 听到这句话 对方才满意地放过他 后边人问 霍十度不喝酒再干嘛 他解释说 在跟自己的小女孩聊天 他的小女孩 可不好伺候 这边的陪允哥 被他的话聊得满脸通红 突然 手机又来了电话 是钟老的 陪允哥一脸疑惑 都这么晚了 会有什么事呢 钟老告诉他 双子系统机器人完成了 他震惊的同时 也很开心 对方问他 要不要过去看看成品 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接他过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陪允哥就来到了研究所 钟老展示着自己的机器人 说他是国内最顶尖的 但陪允哥却觉得 这个机器人看起来有点蠢 于是重新给他设置了新的程序 机器人随即重新 跟他打了招呼 这一下他才觉得满意了 钟老告诉他 有两名知名科研家失踪了 其中一个 已经因意外死在飞机上 陪允哥问是不是计算机领域的 钟老点点头 同时也担心 这事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不过好在没多少人知道陪允哥的身份 陪允哥追问钟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方解释这事 与一名阿尔国的女政治家有关 失踪的科研家叫何靖山 陪允哥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在一个无边界小镇 失踪的两名科研家 都被绑在了这里 有人摘下何靖山口里的棉布 他问绑匪 知道自己是谁吗 对方却说 自己不想动手 劝他们都配合点 原来是霍石渡 他追问何靖山二十年前发生的事 对方却装傻当不知道 还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霍石渡于是提起了霍靖的名字 何靖山在想 他与霍靖的关系 霍石渡威胁他 今天是最后一晚 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满意的答复 要是让他不满意 格杀勿润 何靖山知道 这里是无边界小镇 是个法外之地 自己恐怕凶多吉少了 霍石渡问助理 发生什么事了 助理说 有人盯上他们了 查他们的人正是裴运哥 霍石渡一时沉默 问是否被查到了什么 助理表示 应该查到一点了 霍石渡文言 嘴里含着烟 无奈地想着 这下麻烦了 助理建议 给对方提供的误导性的消息 担心这种事 会影响霍石渡的形象 霍石渡点着烟 轻松地表示 让他尽管查 比起形象 他更不想欺骗 不然以后更不好哄 新生开课的第一天 裴运哥 依旧被这些社团包围着 他们都想让他加入自己的社团 裴运哥被吵的头都要炸了 魏金敏 还没有阻止这些人吗 他躲在门口 表示自己没兴趣加入 随即到了聚 晚安就把门关上了 吃了闭门羹的学长姐们 都觉得他太难搞了 室友们很是羡慕他的人气 可裴运哥很是高了 完全不搭理他们三人 海宁健壮故意酸他 觉得他很傻 有学生会的邀请都不加入 过后他拿出自己的报名表 给许部长 对方应付地接过去 寒暄了几句就转身离开了 海宁却觉得自己被许部长认可了 以后肯定可以把裴运哥踩在脚下 无边界小镇里 两名科研家被丢了出来 何进山祈求着霍氏度保护他俩 因为他知道 出来就没人保护自己了 这里都是亡命之徒 还没有法律 有人拿着刀准备对他们下手 霍氏度一脚把人踢倒 随即 这两人又被带回了密室 被吓了一遭的何进山 立马说出了霍靖的死因 坦白是 纪玲玲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并带走了霍靖的研究稿 当时霍靖 想要阻止他们 搞编一体的研究 觉得这对人类生存 是有威胁的 欧阳醒看着眼前的情况 压根不把这个放在心上 还让他拿出证据来说服自己 霍靖立马拿出许多证据 想要公布于众 但是这些证据 会毁掉他们十几年的研究成果 所以 纪玲玲为了实验成果救 他突然停了下来 霍氏度帮他补充 为了实验成果 杀了霍靖 然而 他们默许了纪玲玲的行为 还篡改了霍靖的理论稿 发表在国际科研圈 企图让世人相信 他们的实验是在造福人类 但实际上 他们的实验 却害死了整整一个岛的人 甚至还妄想 拿霍靖来顶罪 听着霍氏度的话 两人瑟瑟发抖 霍氏度觉得他们很是可笑 把脏水泼给别人 自己却背着好名声 好好地活着 何靖山T4横流 要是早知道会这样的 当年他就会制止 他说 当年一起参加实验的32名研究员 如今还剩7名活着 助理纠正到是6名 有一名前几天坠机身亡了 霍氏度问何靖山 霍靖的研究稿在哪 得到在二国的议员 莫埃拉手里这个答案 他很是惊讶 另一名科研家表示 自己有复印版的 如果他放了他们 自己就拿出来 或识度问他们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吗 事到如今没想明白 那位为什么会意外坠机吗 有人想要 买他们的命 何靖山问是纪灵灵 还是莫埃拉 他知道自己不能独善其身 随即表示自己 虽然没有复印稿 但是在191号 实验室藏书楼的电脑 里有一份手稿 助理惊觉 裴允哥有191号实验室藏书楼 所有的导建 担心这是要是加上他 霍石度绝对不会理智下去 他担心裴允哥 不会站在他们这边 可霍石度为了他 连命都可以不要 这样的话 复仇的计划就会被影响 来到云大计算机实验室内 外面的同学 在围观里面的两人 只见思成岩 看着裴允哥的电脑 在看什么呀 你该不会在看什么 乱七八糟的杂书吧 裴允哥斜眼看了他一眼 再过20年 你也不一定有他这水平 这给外面围观的人 着实吓了一跳 这新生是哪来的神仙 居然这么跟斯教授说话 裴允哥突然问他 把我一直留在这 我的物理课怎么办 你还需要他们教你物理 不过你们系黄教授 确实喜欢布置大作业 基本一周一次 新生刚开始的话 可能两周教一次吧 裴允哥在听完他的话后 用一种疑惑的表情 看向了他 今天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吧 思成岩文言 心头一惊 我竟然把这茶给忘了 姓黄的那个老图驴 可是个事儿惊 允哥要是因为我没教作业 他得把计算机系给现场炸了 裴允哥眨巴着个大眼睛 看着他 我不知道作业是什么东东 就这样过了五分钟之后 裴允哥将物理作业拿了出来 思成岩在一旁打气了起来 裴爹 写快点 可把门外的一众人给羡慕坏了 因为他们第一次看见 思教授竟然这么好说话 还让人在实验室补作业 然而过了没多大会儿 裴允哥便将作业给写完了 连思成岩都直呼太快了 裴允哥表示 是写检讨链的 随后便站起身来去交作业了 看着门外的人 瞬间露出崇拜的目光 这位是什么神仙啊 物理大作业 竟然写得跟超书一样轻松 在来到老黄办公室楼下时 裴允哥遇到了一个 正在阴谋的小哥 小哥告诉他 交作业的时间已经过了 看着裴允哥露出失落的表情 随后便安慰了起来 同学 你不要沉浸在悲伤里 我们伟大的高考状元曾说过 追忆只是无能的逃避 面对现实才是人生常态 裴允哥文言 这话确实是我说的 我之前写的检讨书的内容 听说现在还挂在 横格高中的展览栏里 没撕下来 小哥一下子不淡定了 啥 你是高考状元 难怪黄教授这几天 发了老大的火 一般就你没给他 汇报大作业进度 裴允哥件事情这么严重 急忙上了楼 却被告知黄教授已经走了 下来之后 将此事告诉给了小哥 小哥则劝他 去给黄教授道歉 还悄悄地告诉裴允哥 自己因为没来上课 已经和班里最差的学生 分到了一组 在面对小哥的劝解 裴允哥最后也是礼貌地道了些 小哥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也是不禁地感叹 不知道是谁这么分组的 这完全是把状元爹架在火上烤 然而那黄教授 此刻就在办公室里并没有走 只是单纯地不想见裴允哥 几个教授正在讨论这一届的学生 他们一致认为海宁 算是个可造之才 另一边的海宁将自己拿到 黄教授推荐表的事情 告诉了他爸 表示他很快可以进实验室 老爸也是为他高兴 决定带他庆祝一番 转而问道 我听说秦家大小姐在里面戏 秦家 我倒是没遇上什么姓秦的 秦家大小姐不姓秦 他叫裴允哥 是秦家第四继承人 在得知这消息后的海宁 不由得心头一惊 我还以为裴允哥 只是个死读书的穷人呢 没想到居然会是秦家的大小姐 随后告诉自己的爸爸 这裴允哥正是自己的室友 不过关系不太好 老爸对此很是气愤 秦家的人还真是这个德行 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这些年 自己一直在舔秦家 然而秦璐言压根没吊过他 发泄完之后 直呼自己的女儿争气 转而又问裴允哥 有没有拿到黄教授的实验室名额 海宁表示目前 就只有自己拿到了名额 黄教授压根不待见他 把他放进成绩最差的小组里 在听到裴允哥不被待见后 老爸很是高兴 秦璐言那么高高在上 可结果呢 自己妹妹 连我女儿都比不上 另一边裴允哥再回去之后 将自己被拒之门外的事情 告诉给了司成岩 气得司成岩直跺脚 姓黄的那个家伙也太倔了吧 物理系好不容易有个宝贝 不供着不说 作业都不给你延迟交 司成岩愤怒地说完 转头一看 就对视上裴允哥 凉嗖嗖的视线 好吧 这件事也多少有他的责任 裴允哥突然问 最近出世的科研家 是不是都互相认识 成岩那了一声 是吗 我没注意过 不过好像也都是同龄人 裴允哥淡淡地瞥了眼司成岩 倒也没有对这件事有多大兴趣 裴允哥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站了起来 司成岩 我先出去一下 说着拿起桌上的手机 打了个电话往外走 在门外 他随意地已在教学楼边 手里把玩着获实度送他的钥匙 不久电话就通了 男人的嗓音低沉 而又让人愉悦 云云 裴允哥有些疑惑地问道 哥哥 你怎么没来找我呀 对方先是没有说话 接着才开口道 明天哥哥 接你去吃个饭 获实度不自觉 滴滴地笑出了声 那你今天是跟别人吃饭 裴允哥多少听出了男人的笑意 下一刻 他随便丢了句话 就干脆挂断了 骗子 裴允哥红唇缓缓吐出了两字 又没由来的造诣 此刻的他能感觉到 他现在有多在意这个人 更清楚现在的大多数不安和猜疑 不是因为男人做了什么事 而是因为他自己 他刻进骨子里的造诣和不安 是和梦英如出一辙的基因 他才是疯子 裴允哥不自觉蹲下 低着脑袋 随意撩了一把微卷的乌发 脸去眼底的偏执 但眼烧仍是隐隐泛着薄红 力气刚退 他看着走出来的司成岩 问他有烟吗 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 司成岩随后递过来一颗糖 并告诉他 半小时后 你们黄教授有课 要是再不去上 他说要来炸了我实验室 裴允哥咬着根糖 看了眼时间 就准备去上上他们戏的课 当他们看见裴允哥 走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神色惊讶 状元爹这是终于来上课了 徐夏宁更是喝笑了声 裴同学还舍得回来呢 裴允哥抬了抬眉梢 慢悠悠地问 鬼才找你 徐夏宁翻了个白眼 坐在第二排的时候 旁边的男生却小声嘀咕 不找状元爹 那你还给他寄作业干嘛 忽然 有人试探地对裴允哥招了招手 裴同学 我们组在这 裴允哥确定班里 没有第二个姓裴的后 也抬不走到了最后一排的靠窗组 男生推了推眼镜 看上去有点内向 黄教授说 以后我们就是一组了 今天是第二次小组作业 裴允哥问 需要我做什么吗 男生胆怯 像是怕裴允哥生气 这个 刚刚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已经分配完了 裴允哥眼皮一跳 第一节课上不课了 司成言 这是从哪 瞎听来的消息 旁边的女生耸了耸肩 眼神都透着几分愤愤不平 状元吗 我们当然理解 你不想跟我们一组咯 男生感觉到气氛很是尴尬后 就连忙打断 小组作业 还差一个人来总结 但却瞬间被那孟文文抢过去了 男生都怕裴允哥一个脾气上来 直接对孟文文动手 那好像也没什么工作了 除了还要跟黄教授 商量这个主题 裴允哥随便翻了下 应该行 孟文文一听 忍不住讥讽的笑出声 既然裴同学觉得可以 那一定能让黄教授 通过主题吧 不然呢 跟你打嘴炮玩呢 说完 裴允哥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周围瞬间传来吹捧声 状元爹好撒呀 孟文文注意到后 心里更加不平衡了 凭什么裴允哥 可以受到这么多人喜欢 随后又冷笑了声 黄教授这次 连海宁他们的作业主题都没通过 还给他通过 此刻就等着看裴允哥的笑话了 裴允哥刚到门口 就碰到第三次主题被退的 海宁和明廷 海宁脸色不太好 明廷像是对海宁说了什么 但很快就注意到裴允哥 你是来递交主题的 我劝你还是别费心思了 拿回去再改改吧 黄教授手里 可就没有一搞过的主题 裴允哥语气敷衍的来了剧 是吗 知道了 气得明廷脸都绿了 海宁你看他 也太拽了吧 要是我旷了黄教授那么多节课 根本没脸凑黄教授面前去 状元嘛 总会以为自己有特殊待遇的 等吃过亏就知道了 裴允哥没再理会他们 而是推门走进了办公室 黄教授 我来给您神主题了 您看一下 此刻的黄教授 正在黑板上忙着书写 随口来的去不看 裴允哥文言 扭头就往外走 行 那我就当您通过了 气得黄教授连忙去来 你拿过来 一旁其他学生 看得都惊掉了下巴 这是哪来的神仙 这路子真野啊 黄祖义在结果看了几分钟后 却皱着眉头 高考状元 就这个水平 和海宁那足比 简直差了太多档次 你不如考虑转系吧 计算机系也挺合适你的 实验室的研究生们文言有些失望 原本还以为裴允哥是个大佬呢 没想到 直接被黄教授劝转记了 只见裴允哥抬了抬眉梢 这个主题也还行啊 这两年二国物理研究所 不是一直在研究这个方向 黄教授很是惊讶 你居然会知道这些 紧接着裴允哥看向黑板 不过教授 您黑板上的东西写错了呀 那老黄文言一下子炸了毛 你胡说什么 只见裴允哥突然走上前去 将一部分内容给擦掉了 从这里开始都错了 随后又在上面重新书写了内容 这操作可给一旁的人吓得不轻 这学妹怎么回事 虽然敢擦教授写了半个月的东西 小助理更是被吓得魂都没了 连忙劝允哥道歉 面对周围的唏嘘声 老黄示意他们安静 随后盯着黑板上的内容打量了起来 这答案是怎么算出来的 竟然和恩师发给我的答案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大义学生 该有的水平 然而他哪里知道 允哥从小跟着孟女士 差不多地提算过无数次 早就信手拈来了 正当老黄迟疑的时候 允哥将目光看向桌子 还有 你这里也错了 这里应该直接用 复利液变换公式 老黄一下子猛逼了 我是谁我在哪 为什么一个学生都能比我强 我真的是他老师吗 允哥在讲述完之后 眨巴着个大眼睛问他 教授你听懂了吗 老黄清了清嗓子略显尴尬 刚才走神没认真听 要不你再给我讲讲 此话一出 可给周围的一众人吓傻了 教授居然在向大义心声不耻下问 半天之后 老黄在允哥的讲解下 终于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此刻的他很是兴奋 难道我终于要有一个 天赋惊人的学生了 兴奋之余 只听允哥开口 教授 那这次作业主题 算我过了 不行 文件夹里的东西全都不行 都给我按照你说的那个方向感 最后 允哥也是接受了他的要求 再看另一边的孟文文 此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裴允哥没有过稿 肯定就不回来了 你们不信 眼镜男不解的看着他 你觉不觉得 你对裴允哥的态度很差吗 怎么了 他是高考状元我就要供着他 你们想供就去供着 我可没这个时间等他 就在孟文文提包要走的时候 允哥此时突然走了进来 这么急着走啊 只见他拿出文件来告诉两人 主题通过了 但是这个主题细节得改 眼镜男问他改多少 全改 这一下子给眼镜男整猛了 那这个主题稿是怎么过的 一旁的孟文文突然插话进来 凭什么你说改就得改 你可什么都没做 能一搞过也不是你的功劳 允哥斜眼看了过去 难不成 你还觉得黄教授 看上的是你稿子 那孟文文紧接着冷哼一声 这个主题是我选的 能过稿难道还能是你的功劳 眼镜男连忙打起了圆场 大家别吵了 我们改一半 这样好不好 裴允哥只是轻描淡写的来了剧 改不改随你们 那孟文文被气得破了大方 改什么改 一个字都不准改 我才是组长 允哥见他大吼大叫也没说话 而是一把将手边的椅子推了过去 随后 看着那孟文文霸气的开口 我是给你灌着了 啊 又我教你怎么闭嘴吗 那孟文文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差点没给吓尿 惊慌地给允哥道了歉 允哥没在理他 拿起书包就往外走 记住了 我不希望再有下次 就这样 孟文文沮丧地回了宿舍 刚一进门 便看到明廷在自己宿舍了 孟文文在看到他后 连忙在自己的储物箱里 翻找了起来 片刻之后将一套 价值七八千的护肤品递了过去 明廷 你能不能帮我 把这盒护肤品给海宁 我想换组 我不想和那群人一组 尤其是陪允哥 明廷在听完他的话后表示 其实 海宁用的护肤品都很贵 用不到你这一套 不过我可以帮你说说看 孟文文也是反应很快 那我这套送你吧 那明廷很是开心地收下了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很快那明廷便去找海宁了 明明 不如我们换个组员吧 你觉得 孟文文静 我们组怎么样 孟文文 什么都不会的那个 他进来带什么 跟你一样当百贱吗 但因为 隔音徐夏宁和允哥的关系 最后大英等到大作业一结束 就将两人换组 太好了 那等大作业总结结束 我就让他换组 时间来到作业汇报当天 徐夏宁问旁边的陪允哥 你们组要开始汇报了 听说交题那天 你就跟你们组长吵了一架 你们组能行吗 陪允哥擦拭着手里的棒棒糖 严谨一概地说道不行 那你还这么淡定 坐在这隔岸关火 大作业两次不及格 就得留级的 这你知道吧 陪允哥却慢悠悠地问 不是说 个人成绩够了 怎么都不会挂科吗 你还打算个人作业晚分吗 陪允哥看他 不行 徐夏宁瞬间无语了 他只觉得没办法 和陪允哥正常交流 在看讲台上 孟文文报告完后 落到黄祖一点平时 孟文文的眼神 都带了点小心翼翼和期盼 黄祖一眼神一沉 看上去比前几组报告时的脸色差多了 大作业就这个水平 某些人还好意思吃棒棒糖 某些人提案的时候 跟我说的天花乱坠 可交出来是什么东西 听到这 孟文文脸色发青 眼眶也慢慢红了 只觉得狠狠丢了次脸 再交这种垃圾 你们整个组都可以一起离开实验室 F组 陪允哥60分 其他人全都30分 下课 就在老黄离开后 眼镜男对此懊悔不已 陪允哥是对的 他让我们内容全改 可我们却和孟文文站在一边 只见那孟文文 气呼呼地跑到允哥的面前 整个组就你一个人及格 你满意了 早告诉我们 讨好了黄教授欢心不就好了 还努什么力啊 说吧就跑了出去 他不觉得自己 比陪允哥差 可偏偏陪允哥却人缘好 连黄教授都偏爱他 其他人也一阵心情复杂 但不认为是陪允哥讨好了黄祖义 他要有那么好讨好 也就不是云大有名的魔鬼教授了 就在那孟文文跑走后 突然老黄的助手 来叫允哥去办公室 进去之后 允哥还没开口 就听到黄祖义缓缓问 你脾气这么好 我看过你的档案了 这么能打架 小组其他人敢不听你的 小组作业总要给别人机会的 我总不能真打小姑娘吧 老黄诧异地看着他 没想到啊 你还挺怜香惜玉的 不过今天孟文文跟我提了换组 想把徐夏宁调你组 我同意了 以后你当组长 他们要是再不听你的 让他们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允哥听罢 脸色露出了一抹笑容 您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听您的 那老黄见他高兴 突然话锋一转 你来加入我的实验室吧 我实验室还挺好玩的 偶尔还不用考试 允哥文言淡定地吃着棒棒糖 可以 我考虑一下 黄祖义还来不及高兴 就被陪允哥后半句话 堵得一口气上不来 这换别人 早就高兴地手舞足蹈了 就他还要考虑一下 行 那你慢慢考虑去 黄祖义以为他这是欲擒故纵 随后打算先斩后纵 在看教室里 大家都在看高考状元 拿了倒数第一的笑话 突然 一人扯着嗓子喊道 黄教授刚刚宣布 裴允哥是实验室成员 海宁顿时脸色一变 他当初能进实验室 也是因为部长极力推荐 黄教授犹豫了一段时间 才接纳他的 可裴允哥 为什么能直接进实验室 周围人也怨声载道 这状元特权 是不是过分了 大家熬了一两个星期 做大作业 结果还比不上 拿倒数第一组的裴允哥 此刻的海宁心里在想 就算让你进了实验室又怎么样 我照样有一万种方法 把他从里面赶出来 裴允哥对此也没有任何察觉 照常上完课 看到陆远思的消息后 就去了文体中心 陆远思看见裴允哥后 忍不住叹气道 裴允 请你过来也太不容易了吧 学校文艺会演 也不知道谁透露的 我会拉小提琴 就把我弄上来的 还有姚妹 她被推荐钢琴和我合奏 你不帮忙 秦友娇也参加文艺会演 据说他还请了当红男团 一起排练 还有个叫鱼灵的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允哥在听到这个名字后 思索了起来 傅言白当初为了一个女人 把宋家搞得家破人亡 那个女人好像就叫鱼灵 宋摇突然走上前来 没关系的 一个演出而已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裴允哥就打断道 我怎么帮忙 陆远思直接插话进来 你和姚妹四手连弹 不过 听说秦友娇那组的曲目 是阴邪大师星座 允哥文言当即表示 曲谱我来写 陆远思内心也是无语 忘了这位爷的极度自信 秦友娇都去请阴邪大佬来编曲 这位祖宗怎么还敢自己上 允哥呀 是这样的 咱们这次会演 可以认真一点 毕竟 允哥再度打断 我明白 我会认真编曲的 两人见允哥这么执着 生怕他不高兴 最后也是无奈地答应了 让他来编曲 另一边在允哥加入到实验室后 老黄下意识的义友工作 都会交给允哥 但一直找不到人 这无疑是抢了那海宁的风头 他便将陪允哥 忙着搞文艺慧眼的事情 告诉了老黄 然而 一向对文艺慧眼排斥的老黄 却一反常态地 对其赞赏有加 还表示自己会抽空去看 那海宁也在没了臭屁 突然老黄接到一个电话 对面的那人 先是对他工作能力一番吹捧 随后又问他 物理系一年一度的辩论赛 想好让哪些学生组队辩论了吗 老黄文言扶着眼镜 念出了海宁 徐夏宁的名字 但还缺一个 一旁的海宁文言 突然走了过来 教授 不如让陪允哥一起吧 老黄思索了一番 害怕他太忙 决定到时候问问 看他愿不愿意 海宁却着急地 把询问的活接了过去 之所以他这么推荐允哥 是因为他想看允哥当众出球 晚上回到宿舍 在看到允哥之后 海宁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过去 你想参加物理辩论赛吗 然而允哥却直接 从他的身前走开了 淡淡地说了句不想 搞得海宁很是错愕 但他还不想放弃 黄教授为了你 让你进实验室 现在新生群都在说他不公平 难道你不想为了黄教授证明吗 陪允哥不嫌不淡地吃笑了声 黄教授会在意这种 乱七八糟的留言 堵得海宁几乎是 一句话说不出来 一堂的徐夏宁 发冷地笑了声 毫不留情地点破了 海宁 你想让陪允哥参加 就直说呗 费这么大的力气干嘛 海宁拧着唇 语气露出讥讽 难道不是陪允哥不敢参加吗 徐夏宁直接就往人心口扎针 海宁 明明就是你怕陪允哥 海宁声音忽然尖锐起来 一把拽住徐夏宁的胳膊 你胡说八道 我有什么好怕他的 一旁的允哥健壮 行了 我参加 你可以开始忙了 海宁在看到他的眼神后 浑身僵固 因为他从眼神里看到 允哥在嘲笑他不自量力 时间稍纵即逝 被选中的六人 也开始准备答辩赛了 但是他们却始终不见允哥的身影 这不由得让一众人 对其鄙视了起来 还将那海宁推选位了 小队的队长 让允哥成了替补 一日 答辩赛正式开始 参赛同学们看见台上赛况 也都忍不住开始紧张 尤其是教授席上的大佬们 对选手一顿夺命连环问下来 几乎没人不慎的慌的 然而这只是他们大学组 隔壁的研究生组 更是练域级别 离大的参赛队伍里 有两个人还是YG的学生 夏宁在得知这消息后 下意识地捂住嘴 眼睛瞪得老大 脸颊却有点放红 然而他们第一轮要面对的对手 就是老黄亲手带的舞班 就在众人慌张之际 那海宁却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然而此刻允哥正在慢悠悠地赶来 一个等在楼下的同学看到他后 在确定他是替补选手后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拉起允哥就往里跑 此刻研究生组的比赛 已经进行到两个极端了 云大物理系在国内 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 但没想到这次面临离大的学生 是被活生生地碾压 而在这之前 也已经气得其中一个 熬了几天夜的学生 突然两眼一黑倒下了 这才让人去找替补回来顶上 老黄对此也是尴尬万分 然而令他更不淡定的是 云大做不出来的物理题 竟然还是人家计算机细处的 就在场上陷入僵局的时候 云哥被莫名其妙地拉了进来 他打量着周围不见自己的队友 这是答辩赛 这摆布 不像新生辩论赛 会有的格局 还没等云哥整明白是怎么个事 就被那人给推了过去 离大的人打量着他 你们云大到底有没有人形啊 该不会是随便找了个人来应付吧 连教授都猛逼了 不是让郑轩来吗 这怎么来了个不认识的学生 一旁的老黄 自然是认识云哥的 猛逼的他开口问道 你怎么在这 心想 这时候 他不应该在新生达辩赛吗 怎么跑到研究生组的达辩赛来了 允哥文言谈了谈茂言 不是你让我来的 然而离大见状嘲讽了起来 不会吧 还真是凑数的呀 做不出来 不如就 然而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 允哥突然拿起粉笔 随后干脆利落的 在黑板上书写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写完了 随后 来到那离大的学生面前 将粉笔一丢 什么破题这么简单 你教授除了教你说废话 还有别的吗 片刻之后 全场一片哗然 这是什么神仙候补 允大的研究生参赛队员 盯着眼前的 这人打量了起来 很快认出了 骑士新生状元的身份 周围的队友文言 全都大惊失色 今年的高考状元 那不是才大一吗 怎么来给研究生当候补了 面对一众人的询问 允哥表示自己是被你拽来的 队员们也是不住的唏嘘 王云 让你拽个人 你还能把男的拽成你的 允哥在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后 扭头就要回到自己的大学组 老黄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 来都来了 你就在这比赛好了 不用走 那对面离大的学生 经过刚才一回合的过招 自然对允哥是不服气的 只见他摩拳擦掌 心生是吧 来 快点来进行下一轮答辩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允哥文言 扭头看了过去 急什么 等会儿有人给你上香吗 一句话下来 差点没得那人噎死 但很快比赛回归正轨 是一道关于光线照射的物理题 云大的研究生 在看过题目之后 全都面露蓝色 直呼超纲 那离大的学生见状 在一旁嘲讽了起来 你们行不行了 一分钟倒计时了 然而话音刚落 只听允哥缓缓开口 对这道题目的解析 侃侃而谈了起来 然而 允哥在解析完之后 还写出了相对应的物理表达式 看那一旁的导师是直呼漂亮 这才是我们云大学子的风采啊 这个女生还真是好样的 于是乎云大这边 在允哥加入后 成功地开始了逆袭之旅 就这样过了四十分钟 允哥一路高跟猛进 竟然靠一己之力 追平了二十分的分差 那离大的学生在他面前 竟然连一分都拿不到 压力倍增的他 不得不将之前提前离场的 杰斯明和提琪叫回来 这两人是那YG的学生 之所以提前离场 因为觉得对决没有高手 很是无趣 这个大一的女生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比得过YG的学生 老黄见他们摇人 也是给允哥指挥了过去 下场比赛 如果你觉得不行 随时可以退出来 因为他觉得 现在退还有台阶下 万一等会被架在台上 进退不得可就难受了 然而允哥却没明白他的暗示 依旧自信地坐在台上 半天之后 杰斯明提琪 两人被叫了回来 他们刚一进门就抱怨了起来 我说 这个物理竞赛有这么难吗 一个物理竞赛 作弊找我们参加也就算了 听说他们连物理系的心声 都弄不过 吐槽之际 两人惊讶地发现 这个物理系的心声 竟然是自己的老师 看着周围打气的声音 两人心里慌得一逼 那杰明斯颤颤巍巍的 走到允哥面前 老师 那还要比吗 一想到要和自家老师比赛 他都想直接现场昏倒了 只听允哥语气不耐烦地说了句 准备好赶紧 吓得两人急忙去准备了 众人看着台上的杰斯明两人 和陪允哥聊天的样子 就像是秒变乖的大型宠物犬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而接下来的比赛 两人在台上颤颤巍巍地问出问题 允哥内心很是不解 我是这样教他们的吗 怎么这么简单的题 都能问得出来 随后开口直言 你们老师就教你们这些了 两人听的是一个机灵 果然是我表现太差了吗 老师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其他人顿时一片哗然 这高考状元胆子也太大了吧 居然点名 挖一句授业不惊 就在众人以为 两人要反虐允哥的时候 那杰明斯突然表示 那我换个问题 允哥也是无语 算了 就这样吧 不会 下一题 他心想 总得给自家学生留点面子 不能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两人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虽然老师平时 总嫌弃我们脑子不好使 但关键时刻 他还是护短的 于是呼允哥 便开始了一道接一道的放水 这可给老黄他们 看得不淡定了 怎么回事 我们学校出叛徒了 这个放水的样子 怎么这么像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听学生答辩一样 就这样 很快比赛结束了 云大和黎大比分 分别是58比55 云大获得胜利 云大这边参赛的其他人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去 太险了 差三分 就输给黎大了 我看怎么不像是险胜的样子 那位裴大神仙 好像全程在放水 事后老黄也是 找到了允哥 你是怎么和对手分数 这么接近的 心想 难道是裴允哥比较实大体 知道不让其他学校太丢脸 没成想 允哥直接来了一句 他们脑子里有几根筋 我都一清二楚 听得老黄都感觉离谱 再看另一边大学组的对决 海宁他们已经被对方揍了 抬不起头来了 面对眼下落后的大比分 徐夏宁想到了允哥 但却被那海宁直接给拒绝了 陪允哥来有什么用 他只是一个替补 还指望他扭转局面吗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很惊讶 不会吧 高考状元 竟然只是一个替补 就连隔壁的教室里 五班的领队都在问 都到这个地步了 还藏着掖着你们班高考状元呢 怎么着 我们不配和你们班状元比 这话可给海宁气的不轻 明明他只是一个替补 根本没资格直接出场 可别人却以为 他是我们队的杀手锏 很快允哥便从隔壁赶了过来 徐夏宁很快围了过来 允哥 你还不上去 不上 替补也替过了 再来不是欺负人吗 徐夏宁听得满头雾水 替过了 他不是刚刚才到的吗 一旁的教授席上的老师 给老黄打去了电话 你来不来啊 你学生都快全军覆没 老黄却表示 此刻正在安慰黎大的学生 随后又问 裴允哥是不是在你们那儿 让他坐我的位置 帮我打个分 什么 他不是你们班的替补吗 老黄无语地来了剧 他在替补 我们班赢了也不光彩 少废话 就按我说的办 于是 忽奈教授挂了电话 将允哥给叫了过来 再对他讲了几分钟后 那允哥突然坐在了老黄的位子上 周围瞬间议论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不是替补吗 怎么坐在黄教授的位置上啊 面对周围学生的质疑 那教授开口解释了起来 各位同学 黄教授有事抽不开身 所以 接下来黄教授的评委一职 由裴同学代为担任 此话一出 全场瞬间沸腾了 这状元爹也太强了吧 看了那海宁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我以为我拿到了领队的位置后 总算压他一筹 结果呢 裴允哥居然代替黄教授做评委 两个五班的同学见状 相视一笑 一般来了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做评委 那咱们岂不是可以 就在两人目的达成一致后 只见一人突然开口 一般选手 请你们说一下 你们公事的原理吧 海宁被问得说不上来话 心里在不住地抱怨 该死的贱人 他没看到我们正在被刁难吗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让他代替黄教授又有什么用 我们班的分数 都被恶意扣到只有基础分了 不仅如此 就连评委教授 都在向着五班 问到他们的答辩问题 几乎都是白送分一样 一般的学生 全都开始躁动了起来 裴允哥坐在上面是吉祥物吗 什么都不做 就看着我们被欺负呗 随着周围的议论声 允哥突然开口了 我能提几个问题吗 五班的学生直接答应了 因为他们觉得 一个大义新生 不可能提出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五班的领队更是自信 就算让他坐在教授席上又怎么样 大家都是新生 他还能比我强到哪里去 于是忽允哥一开口 便指出了他们用错了定律 随后又让他们减述一下 参考曼德森论文的解题思路 刚还在嘚瑟的五班的人 一下子猛逼了 这叫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大学生 能回答上来的吗 连一旁的教授都面露难色 但允哥却开口表示 教授们对我们班这么好问 应该喜欢我这种热爱发问的同学 不会生气吧 我就是个学生 教授们别跟我计较啊 周围的观众都忍不住地赞叹 状元爹这是什么狠人 连本系教授都明智康 那两个教授被允哥的一席话 对得哑口无言 心想 比起一言不合 就发脾气的老黄 这个学生简直邪门 允哥见到五班半天没有动静 这几个问题答不出来 看着那领队支支吾吾 允哥随即拿着话筒 当众为他们解析了起来 教授很快听出了 这是他们班主题的国外经典文献 令他没想到的是 允哥竟然能轻松对送 要知道普通人 想要研习都非常困难 连周围的研究生 都不住地感叹 这就是这些状元 比我们这些状元还强的离谱 此刻的大义心生论 方才反应过来 原本以为这些状元最不行 校友群全都是黑陪允哥的言论 结果人家根本 不跟我们占同一个纬度 周围的教授更是气得不轻 因为他们的连基础分 都给不了自己班 只能将这笔账 记在了老黄头上 很快比赛结束了 五班以一分之差 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一名 一般则是第二 赛后五班的领队 头疼地表示 这第一名拿得比杀了我还难受 如果不是裴允哥刁难 我们怎么可能就这点分 随后突然站起身来 各位教授们 我认为这很不公平 为什么有些人连奖都没拿过 就有资格代替教授当评委 下宁文言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有本事 就把裴允哥问的问题答出来啊 人不行就怪路不平 我们的主题本身就有上报过的 想要背点外文也不难吧 说不定 他早就准备好刁难我们 故意提前背下的呢 允哥文言直接反问他 背点外文确实不难 你准备了半个月 怎么还背不出来啊 是不想背吗 海宁见有人针对允哥 急忙上来落井下石 难怪裴允哥作为替补 一次都没来参加训练 原来他逝去 真是让人没想到啊 周围的人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这么说 裴允哥都是靠讨好教授 坐上这个位置的 最讨厌那种走后门的了 不公平 就在众人对允哥声讨的时候 突然那离大的物理教授走了进来 什么走后门 裴允哥那是我们 正儿八经争取的天才 说着将目光看向允哥 你高二的时候 我们离大物理系 就给你发过offer吧 没想到你还是上了云大 允哥则是表示 离大太远不想去 于是乎那离大的教授 便再度挖起了允哥的墙角 校长院长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雷布斯教授 您这当面挖人 是不是不合适 雷布斯瞥了他一眼 为什么非要暗地里挖 在我眼里 这不就是 天才该有的待遇 既然贵校不尊重天才 那不如让他去更合适的学校 两方的争执气的海宁甘藤 离大居然会提前发offer 给高二的裴允哥 随后因这个脸开口问道 裴同学高中就这么厉害吗 那看样子是裴同学太低调了 我作为室友都一直没发现 我也真想亲眼见识一下 裴同学的能力 雷布斯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刚才的答辩赛上 裴允哥一人 能赢过我们离大的研究生 这还需要怎样去亲眼见识 瞬间 海宁的脸色煞白 什么 裴允哥赢了离大研究生 刚刚不是 还有人说 我们云大被离大的虐着打吗 台下也如炸开了光 是杰斯明和提气吧 听说这次云大被离大碾压得很惨 状元爹还是状元爹 那选择海宁的孟文文 脸上也是很难看 怎么可能 裴允哥竟然连名校中的天才都能赢 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去海宁族 我会不会借着裴允哥的光环 在云大混得不错 都怪海宁 如果不是他这么瞧不起裴允哥 我又怎么会得罪裴允哥 在这场闹剧结束后 回到宿舍的海宁 哭得死去活来 寧停在一旁努力地安慰 不一会儿的功夫 门嘎吱一声被打开了 允哥从外面走了进来 海宁在看到他后 将今天当众丢人的气 全都撒到了他的身上 越说越激动的他 竟然还起身对允哥叫嚣了起来 允哥哪里会惯着他 只见他一把推了出去 强大的力道将其 按在了凳子上 一旁的明廷见他动粗 陪允哥你疯了吗 赶紧放开 允哥在听到后 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放什么 那明廷当场没给吓尿 再也没了声音 允哥见两人都不说话了 直接伸手拍打起了海宁的脸 觉得我是疯子啊 那你知不知道疯子疯起来 是没底线的 就在允哥教训海宁的时候 徐夏宁突然走了进来 你们什么情况 大佬训话吗 陪允哥 你干嘛呢 允哥文言也没再为难那海宁 直接将其放了 不过那海宁魂都给下眉了 就在允哥洗完澡后 看着空旷的宿舍 问向徐海宁 就剩你一个了 他俩呢 你还好意思问 海宁说他准备搬宿舍了 你刚刚收拾他了 允哥懒洋洋地擦着头发 可能吧 看来他脸皮 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厚 我等会下楼买点东西 你想吃什么 徐夏宁直接一句芒果脱口而出 却被允哥拒绝了 我不想明天又听到 你痛得在我边上哭 跟我干了什么事的 徐夏宁对此很是惊讶 你怎么连这都知道了 好像 上回我就是因为吃了芒果 才痛得在被窝里 没出息地偷偷哭 我以为这事儿 没人听到来着 想到这的他 开口表示 那算了 不要芒果了 我要点你上次买的姜茶 在说完姜茶之后 夏宁就是一阵害羞 之前他说隔壁超市搞活动 给我带的一周的红糖姜茶 原来是他刻意给我带的 以前读高中的时候 我还那么针对裴允哥 没想到他一点都不计较 裴允哥出门后 脑海里想的却是 这次难以更进的项目 裴允哥这两天 的确心情不太好 因为瓶颈期 任何人都有瓶颈期 他也不例外 上一世他瓶颈期 只停了半年的实验 外界就已经有人在传他 江郎才敬 而这次 钟圣灵的意思 是让他放松个一两年 再回来突破瓶颈 裴允哥闭了闭眼 心里多少有点茫然 一两年 如果放下科研 那么他还能有什么事可以做的 就在他苦恼时候 阿拉斯突然汪汪地跑了过来 裴允哥往后一看 看见了纵狗行凶的男主人 正是那霍石渡 他的背后还藏着一捧玫瑰 允哥在看到他后 急忙冲上前去 将其一把给抱住了 叫了声哥哥 霍石渡摸着他的头 七天不给哥哥打电话 还见面就占我便宜啊 云云 允哥小声嘟囔道 你在国外不是有事要忙吗 霍石渡弯腰凑近了他 杨装没听清 允哥看他这个样子 很像外国的亲吻礼 随后吃醋地开口问道 你在费尔南斯家族的时候 就是这么跟人打招呼的 嗯 普通亲吻礼吧 你亲过几个 不记得了 没数过 此话一出允哥的醋火更大了 霍石渡见他生气 一把撩起了他的下巴 一下子亲在了他的侧脸上 亲完之后 还在擦拭着自己的嘴唇 不过哥哥成年后就没亲过了 都不太记得怎么亲了 是这样亲了吗 云云 吃了亏的允哥 摸着自己的脸蛋 霍石渡你不知廉耻 没成想 霍石渡再度凑了上来 这样就不知廉耻了 你看看周围 谁比哥哥更守规矩 云云 你对我太言了呀 说吧直接一口 咬在了允哥的耳朵上 允哥闻言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发现此刻的自己 正身处在云大情侣的约会圣地 周围在亲吻的情侣 也注意到了允哥 我的天 这不是我们这界的新生状元吗 他身边那个帅哥 竟然要送给他花 就在允哥回头的瞬间 那霍石渡已经把鲜花 递到了他的面前 送你 试想有几个女人 能抵抗住鲜花的魅力 允哥更是小脸一红 怎么突然想起送这个 然而激动的他 突然脚下踩到了一颗小石子 一下子滑到了霍石渡的怀里 霍石渡见状 在一旁挑逗了起来 允允 哥哥理解你年轻气盛 但这也太心急了 允哥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我室友要喝红糖浆茶 我回寝室了 哥哥 我明天再找你吃饭 说吧 允哥便落荒而逃了 霍石渡扯了一下手里的缰绳 你说 怎么跟了这么个小渣你啊 当天 关于裴允哥和绯闻男友的照片 就在论坛里传风了 允哥在回到宿舍之后 将将茶给夏宁递了过去 此时正在扒拉手机的徐夏宁 突然刷到允哥的绯闻消息 随后惊讶地坐起身来 裴允哥 桌子上那玫瑰花 是你男朋友送的 允哥反问他 有事 徐夏宁心想 不否认 不就等同于默认吗 那你男朋友人呢 让他回去了 不是得给你带姜茶 徐夏宁闻言 怎么突然觉得 我有点像破坏别人感情的坏人 随后开口八卦了起来 裴允哥 你男朋友哪个大学的呀 读大吉啊 早毕业了 黎大的学生吧 徐夏宁打量着照片上的男生 我估计 你男朋友 在黎大 也是校草级别的 不过他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允哥突然一把 将他的手机按住了 不要对他过分关心 他是我的 徐夏宁再度审视起了眼前的允哥 看来他也不是 完全斩断爱情的科研大佬 放心 我只是想吃瓜而已 而且 我是有订婚对象的 我对象可是霍氏集团的 当提到霍氏集团时 徐夏宁突然心里咯噔一下 等下陪允哥 你对象名字叫什么 只听允哥嘴巴里 淡淡地说出三个字 霍氏度 徐夏宁闻言 直接下了床 霍氏度 他竟然是你男朋友 他也不算我对象 徐夏宁听得很是激动 扯着允哥的肩膀 就摇晃了起来 还不是你对象 陪允哥 你长得一张妖精脸 是白长的吗 上啊 给我冲啊 你再不冲 有人就冲你前面了 你看看你男朋友这人气 毕业这么多年 还有人念念不忘 允哥接过手机 看着霍氏度照片下的评论 全都是想要给其生猴子 我老公之类的 而且 只是一张照片的点赞 就有将近十万 允哥在看到这些之后 连忙给霍氏度发去了消息 哥哥 下次别来我学校了 多少有点伤风败俗 霍氏度看着消息 很是猛逼 这小孩成天脑子里想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几天后 晚会的曲谱允哥 已经写好了 正走在去找宋谣他们的路上 然而在路上却碰到了 有人正在当众 向宋谣表白 周围的人更是不住地起哄 让宋谣答应 然而只听宋谣为难的开口 很抱歉 我目前对感情方面没有想法 不知何时那情有交 突然出现在了人群里 宋谣 不如你先答应吧 当众拒绝人家 这也太不好了 表白的可是学生会主席胡吉 然而宋谣文言 却直接将头扭向一边 花我是不会接的 人我也不打算要 胡学长 你听懂了吗 这搞得那胡吉很没面子 该死 之前我还跟朋友打赌 一定能拿下宋谣的 他看不上我 也该看得上我的家是吧 越想越气的他 竟然直接起身 将宋谣抱在了怀里 反正这东西是给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女朋友 秦友交还在一旁 说着风凉话 宋谣 胡吉是真的喜欢你 你别不好意思啊 胡吉见口风都向着自己 谢谢大家的祝福 我能跟宋谣在 然而话还没说完 突然就被赶来的允哥 一脚踢飞了出去 宋谣在看到他后 很是惊讶 哥 你怎么来了 下一秒允哥 就从宋谣的手上 将鲜花给要了过去 来到那胡吉的身边 一巴掌抽了上去 同学 你知道他跟了我多久吗 跟你在一起 我答应了 周围瞬间一片哗然 我去 这位是谁啊 竟然这么嚣张 敢在云大动手打人 然而允哥并没有就此停下动作 对着那胡吉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那胡吉身为一个大男生 竟然一时之间 被揍得找不找北 嘴里不停地嘟呢 陪允哥 我是学生会长 我爸可是跟秦家关系 然而允哥根本不想听他废话 拎起他 走向了一旁的水池 直接将那胡吉的头给按了进去 你爸谁 再说一遍 那胡吉在享受完窒息的感觉后 疯狂地摇着头 没 我爸谁也不是 见那胡吉这么乖 允哥也没再难为他 很好 记住你说的话 随后一把将他 推到了秦友娇的面前 我没同意 宋谣想跟谁在一起都不行 但秦友娇同学这么恋爱他 不如在一起得了 秦友娇看着他的操作 陪允哥 你不要开玩笑 然而允哥并没有因此停下 不好意思什么 当中拒绝人家 这也太不好了 我家田田不能答应他 不如秦同学发发善心 此刻的秦友娇 内心清楚地知道 他这是故意用刚刚的话读我 允哥见他不说话 抬头看向周围的一群人 或者秦友娇同学不愿意 刚刚人群里喊着答应的 来凑个队 怎么 刚刚不都是一个个 从尿里爬出来的活菩萨吗 轮到自己不乐意了 还有人看上我家田田吗 他忙 以后也不用问他 干脆来问问我就行 众人文言大气都不敢喘了 小声嘀咕了起来 问他 刚刚那凶残地打人的那场面 谁还敢去追宋谣啊 就在陪爷训话的时候 那陆远思突然走了过来 陪允哥你干嘛呢 这么多人围着 求婚呢 当他看到一双双恶狠狠的眼神 全都锁定了自己 瞬间黏罢了 我开玩笑的 允哥也没在管那群人 而是拉起宋谣的手腕 走吧 曲谱我写好了 你们来听听看 有哪里需要改的 一旁的秦友娇文言 冷笑了一声 原创曲谱 陪允哥 既然你这么喜欢跟我争 那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半天之后 允哥三人来到情房 允哥看着他们俩 你们什么意思 推脱了半天 就是不打开我的曲谱看 觉得我写的曲谱很差 美美 陪业你无所不能啊 我怎么会那么想 只不过 陪业这次的晚会 还是比较重要的 咱们不如还是换个曲 然而宋谣却迫不及待的 将其打开了 我们先试试允哥的曲谱吧 搞得陆远思很是慌张 姚妹 这也太纵容陪允哥了吧 鬼知道 她能写出个什么玩意儿 还试试 允哥见两人信不过 索性自己做了上去 我先谈一段 你们听听 嘴上说着 便演奏了起来 随着一段美妙的音乐结束 那陆远思突然改变了态度 虽然我不懂什么编曲 但这段音乐听起来 感觉都不比音弦那群人差呀 允哥却是直言 最近没什么时间 所以只拿以前的就曲改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不喜欢我过两天再出一版 那陆远思文言大惊失色 等一下 这居然是你写的 然而令他们不知道的是 刚才的这段演奏 已经被人给偷偷录了下来 然而 这人竟然是于林指使的 他转而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了秦友娇 于是乎 那秦友娇 便将录制的内容给打开了 随着声音的响起 于林在听过之后相当惊讶 这真的是他的编曲 这首曲子听起来 似乎比音邪的作品都要好啊 秦友娇心里一下子慌了神 因为自己长达两年半的练习 竟然完全被允哥调打 就连突然走进来的音乐教授 都对这首曲子赞不绝口 秦友娇面对教授的询问 只能谎称是自己一个朋友写的 教授当即表示 这曲谱的水平听着 可不像是你的同龄人 能写出来的 那秦友娇文言 嘴都要气歪了 于林突然插话进来 不过我怎么觉得 这首歌好像有点耳熟 教授文言追问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你在哪里听过 好像是一个 叫方士云的女歌手吧 最近挺火的 秦友娇内心很是疑惑 方士云 不就是我之前 在音乐班的师妹吗 我记得 她根本没什么音乐细胞 不过是有几分姿色 几年没见 她能写出这样的歌了 教授在从他们口中得知 这首歌是抄来的 也是大失所望的离开了 就在教授走后 于林看向那秦友娇 不如我们现在 就去揭发裴允哥抄袭这件事 我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裴允哥 和宋姚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了 然而秦友娇相对于她则更坏 她打算在晚会的当天 当众揭发允哥 再看另一边 陆远思根据允哥的曲谱 练了半天 已经找到了感觉 然而允哥却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着急忙慌地走了出去 那么是谁呢 当然 是她的秦哥哥霍石渡 只见那霍石渡一把抓过她 将她壁冬在了墙上 之所以会选择没人的地方 因为允哥上次给她发消息 说她出现在学校伤风败俗 没成想给那霍石渡记在了心里 但突然那霍石渡手上有了动作 只见她将自己的手指 扣在了允哥的手指里 随后又撩起允哥的下巴 来跟哥哥偷个情 此时允哥的小心脏 紧张得已经快要跳出来了 但很快 两人的亲密举动 便被人围观了起来 觉得丢人的允哥 慌张地跑了出去 然而霍石渡却还在身后 对她撒着娇 允允对哥哥温柔点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 直呼太酥了 状元爹这是在宣誓主权吧 大佬居然也有傲娇的时候 允哥面对这种场面 拉起霍石渡 狼狈地逃走了 半天之后允哥气喘吁吁的 在一处没人的地方停了下来 心想 这狗男人是吃错药了 骚起来怎么一点底线都没有 随后回身看向那霍石渡 哥哥今天干的事 不觉得丢份啊 霍石渡文言突然凑近 头次干这种事 是觉得挺丢份的 哥哥再多适应几次就好了 毕竟追我家小姑娘 哪能拉不下脸啊 就在挑逗的时候 突然霍石渡的电话声 打破了这一切 在接完霍石渡问允哥 明天有个局 要一起去吗 允哥很是错愕 一起去 哥哥以前不是从不带我去吗 霍石渡拉起他的小手 以前我们云云还小 但现在 我们云云也长大了 陪陪哥哥 去看看吧 心想 以前他还在上高中 也怕他不喜欢那样的地方 但现在 面对秦哥哥的阴阴阴 允哥最后还是答应了 于是乎第二天 两人结伴来到了一处高尔夫球场 有人见两人在一起 便过来打招呼 这位小姐是杜爷您朋友啊 或是杜一把搂住允哥的肩膀 不是朋友 是家里的祖宗 此话一出 周围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震惊的不要不要的 但很快引起了几个名人的不爽 什么祖宗 不都是跟我们一样 靠男人吃饭的女人吗 说着就要给允哥来个下马威 只见他们将一人给推了出来 让齐去跟允哥打招呼 那女孩名叫钱乔 允哥对他也没有恶意 很快两人便握了手 相互做了介绍 或是杜因为还有事 他告诉允哥 你去阴凉的地方玩会 我谈完了就来接你 那钱乔听吧 裴小姐 我们去那边一起玩吧 我带你打球 几个名人见两人玩在一起 在背后议论了起来 那个女大学生 还真的跟钱乔一起玩了 真丢人 浅乔也是女大学生吧 难怪能在一起玩呢 施云则表示 可都别搞错了 货家可不是一般的名门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大学生 想嫁进豪门 痴心妄想 不过他这么不懂事 我倒是可以给他点教训 再看另一边 允哥和钱乔 来到更衣室里换衣服 当得知允哥在云大上学后 那钱乔很是惊讶 那你高考成绩岂不是很好 还行吧 见允哥反应平淡 以为他是压陷过的 那钱乔转而对着允哥安慰了起来 那也很好了 以我的脑子 复读三年都不一定能上云大呢 刚说完 那钱乔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剩下一旁的状元爹 内心很是复杂 因为他没想到 自己也有被安慰的一天 思索艰难失云 突然出现在了他眼前 只见他抽着香烟 你也算有本事 能伺候杜爷 不过女人的青春 可是很短暂的 劝你年轻 还是多捞点吧 允哥抬头看向他 小姐 你也抽烟了 我以为你跟营销号里 说的一样 是个不抽烟的青春小花呢 那诗云率先慌了 裴小姐 你是不是是太多了 允哥则是反讽 你也知道是多呀 紧接着那诗云话锋一转 裴小姐这么介意别人知道 你和杜爷之间的事 允哥反问他 怎么 做爱做的事 小姐也感兴趣听啊 一下子 对得那诗云哑口无言 这就是裴小姐的教养吗 难怪网上对你的评价 一直都不怎么样呢 允哥聊起自己的头发 的确不如方小姐好 不过我也挺好奇的 方小姐是一直都喜欢 用英的风格拼歌曲吗 之所以允哥会这么说 因为前桥刚才 将诗云高开低走的经历 告诉了他 那诗云直接被说红温了 创作的事 你懂什么 话不投机半句多 懒得跟你聊 说罢便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走在路上的他 不住的心想 我的成名作 是借用了 英的断旋律拼出来的 全靠 英在国内粉丝少 才没有爆雷 绝对不能让这个 陪允哥质疑我 思索间突然收到了 秦友娇的电话 至于找他什么事 暂且按下不表 再看另一边 允哥在走出更衣室后 来到了大街上 突然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 走进之后发现 那浅桥也在其中 浅桥看着他无奈地开口 我替我家先生 选了一家餐厅 原本是想邀请大家吃饭的 却没想到 这家餐厅 还有别的要求 然而这要求 竟然是高考的分数线 这可给状元爹整猛了 他也是第一次见这操作 只见他四下打量了起来 我家杜爷呢 霍总好像有事 在外面接电话 允哥看着前面 愤愤不平的一众人 开口问道 进去吃饭要多少分 浅桥告诉他 550分可以订包间 600分可以在二楼用餐 全国前十可以进顶楼 那浅桥的分数是549 刚好卡着 不能订包箱 允哥在得知后 思索着 刚想有下一步的打算 一旁的诗云 见霍时度打电话回来 急忙掏出了自己的学生证 这显然是 想在霍爷面前 表现一番 随着分数的爆出 那世云当年的高考成绩 竟然是657分 瞬间 引起了周围人的惊叹 不愧是乐坛才女 方小姐从方方面面都在碾压呀 世云看着刚走过来的霍时度 当年发挥失常 原本目标是云大北川的音乐系 现在只能带大家进三楼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啊 周围人也问霍时度 那霍总 我们一起去三楼用餐 您皆不介意 只见霍时度挥了挥手 不了 时间太晚 我得送我家姑娘回学校了 气得的那世云咬牙切齿 该死 都这样了 霍总为什么还只盯着他看 不行 我觉得让他这么轻松的 从这里离开 想到这的他 来到允哥的身边 冒昧一问 不知道裴小姐哪个学校的 杜爷身边的人 应该也是个学霸吧 不如就让大家也看看 裴小姐的高考分数 然而话音刚落 突然从餐厅里走出来一个男生 他正好是允哥的校友 和允哥打起了招呼 那世云也听出了允哥是云大的学生 但此刻的他 却还不死心 以为允哥只是不露简陋镜的云大 再度开口刁难 既然裴小姐这么厉害 不如这顿 就让裴小姐来请吧 允哥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事 眼下也不打算惯着 直接接受了世云的提议 转而来到服务员的跟前 将自己的学生证递了过去 随着学生证在仪器上检测 丁的一声爆出 允哥749分 全国第一的消息 周围的前桥世云等一众人 全都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全国高考状元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那位 差一分满分的那天学神 天啊 偶像静在我身边 长得好看成绩还好 天哪奇猛啊 看见仙女下凡了 他高考当天还在发烧 要是状态好能拿满分 好厉害 就连服务员对他的态度 都变得恭敬了起来 不仅给允哥预定了VAP包厢 还将酒水餐饮 全都给免费了 眼下就数世云的脸色最难看 此刻差点考上云大的他 才是最大的小丑 于是乎 在服务人员的带领下 他们一众人 朝着餐厅顶楼走去 走在路上获实度 对允哥夸赞了起来 我们云云做得很好 比哥哥厉害多了 允哥的心里很是高兴 因为第一次被人夸 上一世 孟女是从不夸她的 天才就应该比别人出挑 虽说心底里高兴 但是还是装出不悦的样子 这是哄小孩吗 霍实度摸了摸他的头 不喜欢啊 哥哥哄人的水平 有这么糟糕 说着将脸凑了过去 可哥哥家就一个小孩 以后哥哥多恋 总能哄我家小孩高兴的 走在后面的诗云 还在对刚才的事情耿耿于怀 眼下对允哥的恨意 已经来到了顶峰 越想越气的他 给那秦友娇打去了电话 友娇今天已经看过 你说抄袭我哥的人了 你说的计划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他是怎么从云端里跌下来的 时间过得很快 眼下距离云大的晚会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 允哥他们 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路遥他们看着允哥 带来的 Goth衣服很是惊讶 因为这Goth 一向是高定圈里的天花板 一件高定光式刺绣 都需要七百小时 而此刻他们手上的这件礼服 比之前他们见过的 更加精美 Goth的高级定制 一件至少都得七百万 路远斯看着手上天价的衣服 即使他陆家有钱 也表示烧不起 然而令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礼服并不是允哥买的 而是杰斯铭记来的 不是一件而是一堆 还是婉拒不掉的那种 路远斯果断表示 这种礼物送的他偿还不起 随后提出 让允哥去他家跳一套房 允哥对此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从嘴巴里淡淡地吐出几个字来 父爱无声 另一边的秦友娇 也是给自己的伴舞 借到了价值数十位的WQ礼服 引得一众人吹捧 自己身上穿的更是WQ的新款 他自信满满的 想要在明天晚会上力压裙方 只不过让他可惜的是 原本是想花大价钱买Goth 但是因为自己被赶出秦家 Goth取消了他的会员 害得他现在只能穿WQ 不过好在WQ 这几年的发展也不错 也算勉强拿得出手 于林更是对此自信满满 他已经等不及 要看宋谣他们的笑话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来到这天晚会的晚上 现场更是坐满了人 那秦友交代对率先登台 不得不说 这十几万的衣服确实亮眼 一下子成为了全场人的热议 在于林的衬托下 犹如公主一样 场下秦友交的支持声 络绎不绝 然而令他们不知道的是 宋谣和陆远斯的王诈组合 已经在后台准备就绪 再去看允哥的打扮 一袭红色的礼服 更是撒到了极点 就在几人准备的时候 突然一人抓起允哥的手腕 将他拉到一边 没错 正是他的秦哥哥获识度 允哥对他的出现很是紧张 但不过好在周围没人 看着这么撒的允哥 他哪里把持得住 迫不及待的 对着允哥又吻又抱了起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秦友交他们的表演 很快结束了 他们的这段演出 很快便被人拍了下来 发到网上 一经发出瞬间爆火 霸占了整个微博的头条 秦友交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对此很是满意 队员们也是送去五香彩虹麻辣屁 扯着手上的礼服爱不释手 秦友交面对夸赞 查理查气地表示 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 接下来允哥的那组表演 应该更值得期待 听说他们也是自己编曲 应该也很厉害 然而一众人文言 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友交也太谦虚了 那也不可能跟你比啊 你可是国内唯一一个 阴邪的成员 秦友交对此也是自信满满 这次 陪允哥无论想拿什么跟我争 都得被我踩进土里 永远抬不起头 伴随着他们的讨论声 晚会很快来到了最后一场表演 那便是允哥他们 临上台之际 宋谣和陆远思 却怎么也不见允哥 就在打算先行上台的时候 允哥和秦哥哥约完会 从外面缓缓地走了进来 宋谣看着他的状态 跟平常不大一样 允哥 你干什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一提到这个允哥 他就想把某个不知廉耻的狗男人 关进南德学院 在简单调整情绪之后 只见允哥大步向前走出 带着两人向台上走去 不久后来到台上 台下的观众在看到后 欢呼声竟然比秦友交他们还高 当他们看到允哥的打扮 更是被迷得不要不要的 直呼要被陪爹这一身撒死了 陪爹这是什么万能搭配 无论是跟宋谣 还是陆远思都好好磕 在伴随着众人的欢呼声中 表演开始了 允哥和宋谣合作钢琴 陆远思则在一旁优雅地拉着小提琴 这样的配合 让观众直呼太绝了 这组杀疯了杀疯了 这首歌也好好听 艺人血书求更名 就连裁探席的院长都表示 这首歌可以啊 比秦友交那组的表演都要好 不愧是我花光小金库 迎来的状元爹 只有那音乐系的教授面露男色 很快他便找上了秦友交 立生质问了起来 他们这组怎么还敢用这个曲子 云大的公开活动 哪次不是以媒体注目 他们是想拉云大一起下水吗 告诉你朋友 盗窃曲谱这种事 如果被发现了 一定会被处分 甚至退学 那秦友交面对呵斥 表情显得惶恐 内心却是开心的一批 老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跟允哥说了 让他最好不要用别人的东西 教授文言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算了 这也不是你的错 他的错他就要自己承担 你回去吧 我去把这件事告诉校长 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秦友交看着教授气愤的背影 内心很是兴奋 这次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怎么翻身 回到座位的秦友交 很快听到周围的议论 裴允哥那组可太强了 简直是神仙原创 吊打秦友交组 而且 宋摇他们组的礼服 也不比秦友交组岔 秦友交哪里受得了这些 心想 他们也配跟我比 显然一旁的鱼灵听不下去了 友交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 怎么还不出手 只见秦友交突然拿出手机 你急什么 我会让他们站得越高 摔得越惨的 就这样过了十分钟 宋摇在表演完之后 在化妆室里卸妆 突然收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只听电话的那头很是急躁 你怎么还一点不急啊 祖宗 你知不知道国内时尚圈 都快封杀你了 有人要搞你 投稿说你今晚表演穿的衣服 是抄袭Gas的假高定 现在 你已经被弄上了热搜 听到这个宋摇 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而紧接着 经纪人又告诉了他 陪允哥的事情 方世云转发了 陪允哥的表演视频 指明抄袭了他的作品 听到这个宋摇 一下子不淡定了 连忙打开了微博 发现下面的评论 全都在方世云的节奏下 全都一边倒地指控允哥 就连那鱼灵 也跟风地转发了起来 一时之间 整个互联网平台 全都在声讨允哥 然而 在思成岩实验室 帮忙的陪允哥 一整晚都在做实验 并不清楚 外面掀起的腥风血雨 早上五点半 思成岩刚醒 就看到陪允哥 还在做数据调查 陪允哥做完实验 刚准备出门去吃早饭 这才突然发现 手机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都是于寒然和宋摇打的 陪允哥刚想回播过去 于曼然正好又打来了 他刚接通 就听到于曼然急气的声音 我的祖宗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接啊 急得我一大早就起了 于是呼 便监方思云指控允哥 抄袭的事情 给讲了出来 方思云 陪允哥思索了下 记得自己是见过这个人 在那次他家哥哥的聚会里 于曼然深吸一口气 说道 允哥 这样吧 我去找我哥雪藏妹女的 然后让人压消息 只听陪允哥语气散漫 却飘着嗖嗖良意 压消息干什么 我像是来干慈善的 有点意思 作妖到我头上来了 不着急 没牵扯到其他人就行 陪允哥说完 于曼然皱了皱眉 才缓缓告诉陪允哥一件事 送妖被指穿 Gas甲高定 目前还有人在查 你当天穿的是 什么牌子的礼服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让我哥去处理这件事了 肯定不会 然而话还没说完 允哥忽然不明意味地笑了声 不用让我哥哥处理了 这是会有人来解决的 另一边 宋谣经纪人甚至被上头要求 宋谣在发布会上道歉 这是迫于舆论压力 要逼着宋谣承认了 最后在经纪人苦苦地哀求下 上头给了两个选择 要么乖乖去道歉 要么付违约金一千万 现在就滚出公司 宋谣沉默不久 忽然笑道 王总监 你这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 我前公司是为了来道歉的吗 总监怒火中烧 起身斥责了起来 宋谣 你是以为我治不了 话还没说完 总裁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进来就问 姚姚 听说你上了云大的表演晚会 那王总监看准时机 连忙将晚会的风波 一股脑地全告诉了总监 还扬言要宋谣付出代价 然而那总裁 完全没有理会王总监 突然跑到宋谣的跟前 嘘寒问暖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经纪人都看猛逼了 怎么回事 老板昨晚上不是还跟疯了一样 恨不得劈头盖脸地骂一顿宋谣吗 宋谣看着他反常的操作 开口问道 老板 你是想跟我谈解约的是吧 然而 吓得那总裁连忙给否认了 王总监看着总裁一反常态 老板 您这是怎么了 宋谣他昨天穿假高定的事 您难道 那总裁文言 历声呵斥了起来 王总监你说话注意分寸 什么叫假高定 你们自己上网看看 被骂了一顿的王总监 连忙拿出手机扒扒了起来 突然看到 格斯总部 竟然为宋谣发声了 不仅关注了宋谣的社交账号 还主动认领了那套礼服 此时的王总监拿着手机 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假的吧 总裁则是提醒他 主总监 注意你的言辞 格斯总部 刚刚亲自打电话来 承认的超级款高定 怎么可能有假 那王总监文言 换了一副态度 看向宋谣 谣谣 既然不是假的 你怎么都不跟我解释 只听宋谣尴尬地表示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格斯的超级款 您信吗 与此同时 网上更是炸开了锅 能让格斯总部 通过审批的大佬 国内好像就三位吧 宋谣这是什么大佬后台 格斯总部 面对着这颇天的热度 再次放出重磅消息 那边是允哥的礼服 认领声明 下面的评论更是直言 我愿把秦家真千金 称之为打脸狂魔 另一边方世云 看着网上的事情 愈发不安地找到秦友娇 怎么办 网上对陪允哥的舆论 好像逐渐转好了 秦友娇对此就淡定 你手上不是有证据吗 现在放上去 也是炒了一波热度 你在怕什么 方世云 你现在当红不错 但如果被抓到把柄 你以为秦玉他们会放过你 方世云一直拿他当盟友 没想到秦惠说出这种话 正当那方世云惊恐之余 秦友娇再度开口 你只要听我的 就不会有任何事 给你半个小时 立刻发出去 不然我可不保证 秦玉会不会找上门 那方世云瞬间被搞得破了大房 秦友娇 你坑我 心想 秦玉出了名的户短 要是被他知道了 我绝对会被公司血藏的 可我现在已经上了秦友娇的船 如果不按秦友娇说的做 我又能怎么办 然而仅仅十分钟过后 方世云再次在微博上爆料 将声称允哥抄袭自己那首歌的手稿 给发了出来 而此刻 网上黑陪允哥的风向 显然是有团队操作的 网民的情绪高涨 甚至殃及到了秦家的产业 允哥面对对方打来的太极拳 先是动用黑客技术 将自己大哥二哥的社交账号给封了 避免他们牵扯进来 随后 又在手下的口中得知 最近方世云和秦友娇走得很近 允哥文言 眼神闪出一抹力气 不给这两个小废物一点惊喜 又怎么知道听话呀 到了晚上八点半 某个五年没发动态的 海外企业账号突然动了 一上来就是猛了 他指控了方世云抄袭 英女士的事实 看到 K律师事务所贴出来的证据 众人都惊呆了 这可是死锤 谁都没想到 舆论会反转 方世云竟已经成了 人员喊打得过街老鼠 方世云滚出娱乐圈 这词条也直接被晕粉 顶上了热搜榜首 看完热搜榜首的方世云 忍不住尖叫一声 直接把手机丢了出去 看见经纪人走过来 立刻抓着他质问 不是说可以解决吗 为什么这事还会被爆出来 经纪人脸色发白 这件事现在闹得很大了 法务部传来消息 对方准备用二国法 申诉我们的侵权行为 而且对方律师是K的杨淑莹 她接下来的案子 从来没输过 方世云瞬间新凉 到了极致 你什么意思 杨淑莹不是什么金牌律师吗 她会接这种小案子 经纪人则是劝去求运 不然硬碰下来 恐怕你这么多年得到的积蓄 都要全部赔出去 方世云不停抓头发问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能找到人 帮我跟她打官司 对了 情友交代一定可以帮我 像抓住救命稻草的她 突然拿出手机 然而电话还没打出去 却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方小姐不看看手机短信吗 我拍了那么多方小姐的精彩照片 不一起欣赏 方世云下意识地打开手机 看到自己和情友交 聊天的场景被人偷拍 你不会以为 这几张照片就能威胁到我吧 我和情友交是老同学 见个面又怎么了 电话那头见她 还在死鸭子嘴硬 是吗 方小姐和老同学见面 都喜欢讨论 怎么说是自己看不顺眼的人 说着就要将 两人谈话的录音发到网上 那方世云文言 一下子慌了起来 连忙问起 是什么录音 对面的那人 却是狮子大开口 问她要两千万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对方是赤裸裸地敲诈 可这时候 方世云却没法拒绝 只见她心一横 账号给我 对方像是有意无意地点拨她 方小姐 是又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别让自己太辛苦 等挂断电话后 方世云才记起来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明明就是情友娇 凭什么情友娇能独善其身 想到这 方世云立刻给情友娇打电话 此刻的情友娇 正在房间里看书 当她看到方世云打电话 便没好气地开口道 方世云 你是蠢货吗 你居然还敢给我打电话 方世云却直言 你和我见面的时候 被人拍到了 也被人录音 有人敲诈我两千万 你帮我转她 情友娇文言心头一惊 我哪来这么多钱 那方世云却不管这么多 账号已经发电你了友娇 你要记得我们 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要是不转 我绝对会拉你一起下水 说罢便挂了电话 气得情友娇一把将手机摔了 但很快 那情友娇最后还是付了款 然而大出血的她 又怎么会善罢甘休 此刻的她 正在情妇耳边吹风 直言允哥的抄袭风波 已经影响到情家企业 情母文言插话进来 我就说那个丫头 根本就是灾心 当初生她的时候 我就该一手掐死她 省得现在丢人 情妇听到后直接站起身来 月盈 子不教父之过 哥如果干出这种事 你以为是谁的过失 娇娇说得对 她不承认 影响的是我们情家 她要是不道歉 就让她滚出情家 气得那情妇一把 推了上去 还滚出情家 童月盈 那是我女儿 随后便转身上了楼 一旁的情友交见状 随即开始了煽风点火 妈 你别怪爸 爸只是心疼姐姐 都怪姐姐 她不省心 要不您打个电话 劝劝姐姐吧 情母文言冷哼了一声 劝 她早就把我手机号拉黑了 既然她不愿意道歉 那就我帮她道歉好了 于是乎 那情母竟然在微博上发文 对着允哥控诉了起来 情友交还将其给转发了 网络上 也因为情母的发言 热度一度高涨上去 毕竟谁不喜欢看豪门大戏 而裴允哥刚回到学校 就听说了音乐系教授 因为他抄袭的事 在和校长对峙 因为他让 云大音乐系的名声很不好听 所以教授们一致要求裴允哥退学 裴允哥坐在大教室的后排 漫不经心地一点点往上滑 谋底却逐渐深寒 直到聂宇的消息发过来 Buff 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吗 裴允哥漫不经心地勾起唇 回复了他的消息 嗯 三分钟后 忽然有人也转了情母的那条动态 正是国际音乐家协会 感谢大家对音的关注 同时 也代表我些成员音 正是向秦泰童月英女士 发出律师韩声明 本人借用本人的作品 又何时存在抄袭说法 请造谣者删除 并且向殷女士道歉 不然我协将 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 音乐系教授 在看到这条微博后 一下子猛逼了 他居然是殷邪首席 他才21岁吧 校长听得不明所以 什么首席 秦友焦同学 什么时候升首席了 思成言文言 急忙将手机递了过去 不是秦友焦 校长 你看看这条热搜 校长在得知此事后 很快便找人找来了允哥 音乐系的教授 在看到他后 可谓是慌得一逼 怎么办 我好像为了秦友焦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网上此事持续发酵 更是将秦友焦母女二人 喷得面目全非 另一边的秦友焦 在得知此事后 更是在房间里 撒泼打滚了起来 陪允哥绝不可能适应 明明我只在二国 见过陪允哥一次 明明我一整年 都在殷邪进修 还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陪允哥什么都比不过我 为什么他就是愿 我 我还没有说 一定是他贿赂了殷邪会长 让他后门进了殷邪 还替他代笔写出春夜宴 但紧接着 他跟方世云密谋的事情 也被爆了出来 自己的两千万白花了不说 还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秦友焦呆呆地看着手机 狗仔不是说收了钱 就会引脑证据的吗 猛逼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声音 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吓得秦友焦急忙跑了下去 此刻他看到一群人 西装革履的打扮 正在收拾家里有钱的东西 那几人在看到秦友焦后 直接将其给抓住了 不好意思了秦小姐 这是秦家的家产 不是你该带的地方 说罢也不不顾外面的大鱼 直接将他给扔了出去 受此凌辱的秦友焦 还想起身反抗 突然看到了大哥 大哥一副失望的表情看着他 秦友焦 你没有资格住在这 气得秦母在后面大吼 秦露言 她是你妹妹 你非要做得这么绝 老公 你去劝劝儿子 娇娇不住这 他还能住哪 只见秦父缓缓地走了过来 秦友焦 你是我引以为傲的女儿 你回答我 两千万从哪来的 还有买水军黑格的钱 又是从哪来的 面对秦父的话 秦友焦一时之间说不出来话 秦母则还在袒护 秦婷 难道你也要针对娇娇 你要是把娇娇赶出去门 就离婚 秦父没有理会她 转而看向秦露言 娇娇的事 是我纵容的结果 我也有错 今晚我和你母亲 就去二国 那秦友焦瞬间哀求了起来 爸 我错了 我给裴允哥道歉认错 求您别让我走 然而秦父对此 却没有半分的怜悯 秦友焦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 只要撒娇装可怜 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你 从始至终 你都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的错 我已经受够了 那秦友焦转 又将矛头对准了秦露言 大哥 求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你原谅我 只见秦露言突然拿出一副手帕 伸手为他擦拭起了眼泪 还没等秦友焦反应过来 秦露言突然靠近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秦友焦 想死在我的手上 吓得秦母慌忙上来扒拉 秦露言 你在做什么 你给我停下来 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事吗 好 我答应你 我今晚就出国 接受你的安排 你快放了焦焦 那秦露言文言方才罢休 妈 记住您今天说的话 只要您偷偷回国见他一次 我就让人打断他一条腿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秦友焦刚刚已经被云大退学了 殷邪也已经把他清退了 希望你们在二国过得开心 秦母连忙搀扶起地上的秦友焦 嘱咐了起来 我们走后 妈妈就没办法再保护你了 照顾好自己 不要招惹他们 再看另一边 校长面对允哥提退学 连忙好言相劝了起来 允哥呀 咱们有事好好谈 秦友焦我已经给出退学的惩罚了 允哥看着他眼神坚定地表示 跟秦友焦无关 是我没空读了 校长自然是不会放走状元爹的 不然他的小金库可就白拿了 最后校长决定 这个学期结束后 你可以不上课 但系内考试 必须以前二十名成绩通过 不然只能留级 说完也不听允哥的辩解 说今天还有个撰学生要来考试 直接一溜烟跑走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汪关辰 在接受着云大计算机的考核 自诩天才的他 很快通过了测试 还不将云大放在眼里 因为他自身也算有点实力 来自K州施加 掌控着邦联191实验室 然而思成岩 因其太狂妄 并不想把他收到自己班 那汪关辰在得知后 也是气呼呼地找了过来 你就是思成岩 你不想教我 汪同学 没人不喜欢有天赋的学生 不过 天赋好歹也要 和天才并成正比啊 云大最不缺的 就是天才 校长 我去找我们裴同学了 那汪关辰文言很是气愤 思成岩 你这是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最后那汪关辰 跟了学院里的潘教授 因为之前思成岩提到 裴同学的缘故 汪关辰好奇地问向了校长 裴同学是谁 物理系的学生 没什么事 大家就散了吧 但紧接着女教授告诉他 裴同学是本届最优秀的 高考状元 希望你们以后能多多交流 汪关辰在听到高考状元后 很是不屑 高考状元 只会读死书的傻子 有什么用 等我入学后 自然会让这群相巴佬见识到 什么叫真正的天才 很快 汪关辰入学来到了教室 周围的人对他很是 同桌在知道他的背景后 也是对其一番吹捧 然而人群里却有人说到 听说今年计算机重点实验室 只有一个名额 是预留给高考状元陪允哥的 那汪关辰文言 一下子火了 什么意思 我也不能拿这个名额 直接内定了一个物理系的 同桌见他这么激动 也说不定 没准校方会专门为您 增加一个名额 我可不喜欢 跟书呆子一个实验室 就在两人说话间 只听一个声音响起 潘教授 介意多个旁听声吗 我不空手白来 来人正是允哥 只见他抱着一捧花 众人在看到他后 瞬间欢呼了起来 陪允哥好绝啊 长得好看就算了 还有撩又有礼貌 这是什么人间班首 那坐在后排的汪关辰 看得很是恼怒 陪状元 陪允哥居然是个女的 高考状元不应该是 眼睛厚度堪比啤酒瓶底的书呆子吗 怎么会这么漂亮 怎么还这么好看 做梦都没想过 我的风头 居然被一个女人给抢走了 潘教授接过允哥递来的花 乐呵呵地表示 天天来蹭客 也不见得你转系 快去找个位置做 周围瞬间传来赞叹的声音 哎呀 状元爹也太会了吧 连我们最严厉的教授 都被他逗笑了 再看那汪关辰 已经被气得咬牙切齿了 这个姓陪的 凭什么把我的风头抢走 我才应该是 被所有人关注崇拜的人 嘟囔着便去拿抽屉里的电脑 得找个机会 让这群蠢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天才 然而属于他的机会 很快就来了 潘教授突然告诉大家 三天后 戏里有个和K大的比赛 有想参加的同学吗 然而就在说话的时候 那潘教授讲课的电脑 突然被汪关辰给攻破 只见他很是自信地 开口嘲讽道 怎么不讲了教授 不会是这种水瓶的攻击 都修复不了了吧 允哥见状突然站起身来 教授不如把优盘给我试试 此话一出却遭到了 那汪关辰小声地鄙视了起来 没脑子 优盘里携带了我种下的病毒 只要连接电脑 三秒就会系统崩溃 然而下一秒 随着允哥将优盘插入 电脑不仅没有系统崩溃 还正常地打开了课件 那汪关辰看着眼前的状况 简直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亲手写的病毒 他的电脑怎么可能没有异常 既然优盘不行 那我就亲自动手 说罢便在自己的电脑上 一顿霹雳啪啦的操作 很快允哥电脑的防火墙 便遭到了攻击 允哥只是冷笑一声 没想到 还有人喜欢在我手上找死 随后便在键盘上 一顿霹雳啪啦的操作 很快 那发出攻击的汪关辰 电脑CPU突然过载 碰的一声当众爆炸 允哥听到动静后 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周围的人也都八卦了起来 我去 什么情况 谁的电脑炸了 好像是汪关辰的电脑 就在讨论声中 允哥将电脑递给了潘教授 教授 现在你可以安心地讲课了 那汪关辰看着自己爆炸的电脑 内心很是不解 就算是邦连191的顶尖高手 也做不到几分钟内 报废一台机子 他真的只是物理系的学生吗 就这样带着疑问 下课后的他主动找上了允哥 站住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允哥文言 拍打着他手里的电脑 不管你是谁 下次再惹到不该惹的人 废的就不是他了 说罢便扬长而去 汪关辰看着他的背影 拿出了手机 将电话打了出去 喂 姐 你认不认识云成的人 他的姐姐正是那汪慧英 他告诉自己的弟弟 半年前 云成有个人 参加过我们帮连191的训练营 而且还拿了第一名 他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计算机领域 汪关辰文言 等等 也就是说他 不可能是物理系的 我竟然被一个外行人给羞辱了 汪慧英直接斥责了起来 废物 三天后 我带队去云大比赛 到时候 我要看到你 把汪家人的脸面震回来 那汪关辰 对此很是自信 完全忘记了允哥的警告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三天过去了 这天汪慧英亲自带队来到云大 校领导对他们很是客气 欢迎各位来我们云大交流 希望汪小姐不吝较 多提点宝贵意见 谁承想那汪慧英 竟然阴阳了起来 像贵校这些没有科研天赋的学生 即便走运进了K大 我也会进行劝退 此话一出 思成言和允哥 便走了过来 难怪汪小姐人称小YG 不过 我们家YG的年龄也不大呀 这头衬得我们家YG都老式的 汪慧英打眼看了过去 YG确实厉害 不过最近好像都没听到YG的消息吧 难道江郎才进了 只听一旁的允哥 淡淡地开口 年纪到了 总要花时间谈个恋爱 汪慧英文言看了过去 不由得心头一惊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K州的汪家 除了擅长吃软饭 什么时候还开始 擅长多管闲事了 思成言 见两人这么说话 你们俩认识 允哥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 一个手下败将罢了 思成言文言 看向了那汪慧英 原来汪小姐和我们裴同学 也是不打不相识啊 裴同学是我们云大的新生状元 汪小姐看裴同学 算不算有些科研天赋 汪慧英文言 直接破了房 原来云大 请我们K大过来 交流是假 冷嘲热讽是真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就走 校长见他吃饼 便转移了话题 对了 我带汪小姐参观下实验室吧 思成言见他红温 显然锐气已经被搓 便跟允哥离开了 但是那汪慧英 心里可就难受了 见人 居然在众人面前羞辱我 接下来的比赛 我一定要让你颜面尽失 但很快汪关城 来自191实验室的消息 便传到了允哥的耳朵里 这几天 汪关城和施家主的人都在找他 汪关城是想来羞辱他 而施家主想找他回K州 举行继承人大典 不过允哥觉得 管理实验室太烦 还是避开点好 然而刚做好思想准备 那汪关城便找了过来 喂 裴允哥 你躲着我 是知道我的身份 怕了 允哥拖着下巴看着他 怕你 你就是K州那个吃软饭 是绝户的汪家人吧 怎么 云大的饭吃的习惯吗 汪同学吃了 会不会消化不了啊 我说 你记得慢慢吃 小心别伤到胃 那汪关城直接被 三言两语搞破防了 裴允哥 你说什么 无从下手的他 眼下只能拿凳子撒气 徐夏宁还在为允哥担心 据说他解释明天交流赛的裁判 你不怕得罪他吗 怕什么 我又不参加 徐海宁文言很是不解 不参加 为什么 你不是很厉害吗 今天班倒下了死命令 全年级都得回去看比赛 再忙你也逃不掉 允哥也是无奈之好 跟着去了 两人很快来到比赛现场 看到简西 在对K大的学生玩虐 一会儿的功夫比赛都7比0了 那汪慧英 再也沉不住气了 不能再让他赢下去了 你去后台把答案偷出来 在经过汪关城的黑客操作后 比赛的比分很快被追平 K大的学生问汪关城 我们还要继续这么做吗 比分已经追平了 少废话 我姐待比赛从来没输过 然而他们的对话 全被出来上厕所的徐夏宁给听到了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得逞 夏宁连忙拿出手机 给允哥打去了电话 允哥在接听电话后 听到里面夏宁在和人争执 他很快意识到了危险 此刻那汪关城 正按着夏宁在地上面摩擦 想要抢回去 他偷来的答案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你们在干什么 住手 然而来人竟然是那汪慧英 你们云大的学生 都这么胡搅蛮缠的吗 居然还在比赛期间公然打架 说话间 那汪关城脚上一用力 两人配合着 便将答案给抢了回去 只见那汪慧英 将答案顺手给撕了 如果你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我保证 你会因为挑事造谣 而被退学 看着他嚣张的模样 夏宁喷了他一脸口水 靠着作弊赢比赛 学术圈有你这种人 真丢脸 那汪关城健壮 抓起夏宁的头发 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不能继续嘴硬下去 正当要动手的时候 突然被人一把抓住了 姓汪的 我说你挺不要脸的 连女生都打 抬头看去 没错 正是裴爷 那汪关城还振振有词 他刚刚对我姐姐不敬 我怎么就不能 然而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允哥一脚踹了上去 汪关城是吧 怎么办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 喜欢到开始在想 要把你葬在云城哪块地了 那汪关城看着允哥的眼神 被吓得魂都快没了 挣扎着想要爬走 允哥哪里会放过他 将刚才他对夏宁做的事情 加倍地还给了他 汪同学 我们来讲点道理好不好 平时啊 我的人被谁摸了脸 我都会卸了他只手 但这次费一只手 好像不太够啊 你说我该怎么招呼你啊 看到自己弟弟被人蹂躏 那汪慧英冲了上来 姓裴的你疯了吗 光天化日的 敢打我汪家的人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校长突然赶了过来 住手 这是怎么回事 裴允哥 为什么又打架 允哥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啊 打架 汪同学 你在跟我打架吗 气得那汪慧英大喊 裴允哥 你不要太嚣张 校长也要带允哥回办公室 然而下一秒 只见允哥突然抄起一旁的拖把 一下子呼在了汪关城的脸上 完全不给院长面子 汪慧英刚才还说嚣张 这下面对更加嚣张的允哥 肺都要气炸了 允哥擦着手看向他 我如果是你 这时候就夹起尾巴 乖乖闭嘴 毕竟你应该很清楚 我打他是因为你们在作弊 院长听这话里的意思 显然此时还有隐情 那汪慧英直接抢过话茬 打我弟弟就算了 海党污蔑我 如果贵校不给我一个妥当的处理 我一定将这件事传报上去 校长心想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对陪允哥也会造成威胁 于是虎先将两人打发去了医院 之后再去办公室详谈 两人走后校长告诉允哥 陪同学 你现在就去给家长打个电话 记得让秦老爷子来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秦家当年 是从K州发展过来的 现在只有秦老爷子 才能有机会保住允哥 然而还没等允哥叫的人过来 那汪慧英已经送完人回来了 嘴里吵着要允哥道歉 允哥文言淡定地看着他 汪小姐是不是忘了 以后帮连191 要不要养几只狗 可是我说的算 那汪慧英见自己嘴上说不过 来到校长身边告状 校长 你难道还要想包庇这个人 你别忘了 是谁向K大邀约五年 就是为了求这一次合作机会 然而校长却直言 让他对作弊做出解释 见两人穿一条裤子 那汪慧英早就将一条实名举报消息 发到了微博上 还登上了热搜 他举报允哥校园暴力留学生 还花钱雇了大量水军 允哥拿过手机 看着上面的内容 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 汪慧英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近开口嘲讽了起来 陪允哥怎么样 你真的以为我就斗不过你 心想 要是再让他发展下去 将会对我有很大威胁 允哥文言扭头看了过去 你是想毁了我吗 是又怎样 允哥摸了摸自己下巴 那我可不爱养会咬人的狗 说话间 一个老头推门闯了进来 陪允哥 你真的在这里 汪慧英很快认出了来人 施家主 他们怎么会来 校长见状也是连忙去赢 心想完了 191的当家大佬 怎么会亲自过来 看来就算是秦老爷也没用了 施家主凝重地看着校长 这次过来 不是找校长你闲聊的 吓得校长连忙解释了起来 施家主您别急 允哥他也只是个孩子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允哥突然插话进来 来了呀 挺快的 那施家主抱着肩膀 冷哼了一声 这不是怕你跑了 说说看吧 什么时候跟我们回去举行继承人仪式 此话一出 直接给校长 还有那汪慧英吓傻了 施家主 你什么意思 继承人仪式 这什么情况 然而允哥因为嫌麻烦 根本不想接 施家主围着他 竟然求爷爷到奶奶了起来 到底谁得罪你了 说句话呀 校长的世界观瞬间被干碎了 我不是做梦吗 我好像看到邦连191的家主 在我办公室里 开启他陶锥的继承人大戏 允哥将手机递给了施家主 得罪谈不上 只是有个得罪不起的人而已 我怕真等我继承191 事情还不知道要怎么呢 施家主在看过微博上的内容后 对那汪慧英斥责道 多大的事你就要闹到全网皆知 现在就上网解释清楚 不澄清也可以 只要你想清楚脱离了邦连191 你们汪家到底还剩什么 汪慧英脸色很是难看 你为什么偏偏要选他 明明我才是您最亲近的人之一 191一项传贤不传清 只要允哥想要 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至于汪家和K大 你们都是依附谁活下来的 好好想清楚 那汪慧英瞬间没了脾气 只好拿着手机去发澄清视频了 但是他心里对允哥的怨念 则是更深了 我一定不会让陪允哥好过的 事后老黄找到允哥 想让其帮忙参加比赛 给出的奖励则是 给校长求情 消除允哥今年的处分 因为那次在施家主 来解决了汪慧英之后 校长为了表现公平 也给允哥罚了个处分 允哥根本不害怕什么处分 他害怕的是那三干字的检讨 想想他都头疼 所以才会答应老黄的条件 就这样允哥 再次被当成替补选手 来到了K大和物理系的对决 起初 K大的学生还很自信 当看到允哥后 瞬间不淡定了 裴允哥 你居然是云大派来的选手 他不就是抢了汪慧英的冠军 把汪慧英踩在脚底下 反复碾压的那个天才吗 我的对手 居然是这种大佬 允哥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 贵校昨天把我送上新闻了 说我们云大赢不了比赛 此时三人见允哥还在计较这事 真的可谓是欲哭无泪 很快主持人走了过来 来采访一下学妹 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还没想好说什么 等赢了再说 众人再见允哥上场 全都欢呼雀跃了起来 挂跌又开始了 就这样比赛开始了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 K大硬是一分没拿到 观众席上的老黄 都为K大心疼了起来 校长却毫不欣然 用不着给他们面子 昨天他们靠什么拿的高分 大家也心里有数 此刻观众席上的汪慧英 虽然心急 但因为昨天的事情 此刻再也不敢搞事情了 汪教授 再借我挤了191实验室的人吧 万一输了 我还怎么有脸回K州 然而助理却突然找上了他 汪教授 刚刚接到通知 关于您点赞云大学生商人的事 学校要求您立刻发澄清声明 并且亲自向裴小姐登门道歉 校长还说 若不道歉 那么您申请郑教授的事 那汪慧英文言大惊 为了一个培允哥 联邦居然向K大石压 逼我向他低头 他就真的这么重要 但他也只能发发牢骚 最后还是表示前去道歉 说话间比赛已经结束 云大20比0 K大被吊打的 像泄了气的皮球样 连骂都不敢 看来这次是真服了 出来之后 那汪慧英因为要道歉 等了半天 却不见允哥的踪影 然而此刻的允哥 正在擒哥哥的沙发上睡觉叫 之所以汪慧英等不到 因为允哥一比完赛就过来了 或是杜剑他睡着 没有忍心将其叫醒 而是贴心地为他盖了一条毯子 允哥突然醒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带 随后将头凑了过去 哥哥 真以为我是来睡觉的呀 霍氏度文言握住了他的手指 那允允替哥哥把眼镜摘下来 面对秦哥哥的命令 允哥缓缓地抬手 将眼镜给摘了下来 霍氏度看着他轻笑了一声 想要让其继续睡觉 然而允哥却一把挽住了他的脖子 顺势往怀里一拉 一个人怎么睡啊 哥哥 这把杜爷都给整害羞了 眼见不发生点什么 都说不过去的时候 突然周助理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霍总 刚拿到消息 您父亲已经 当看到两人奇怪的姿势后 周助理大脑突然荡机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裴小姐什么时候来的 曾旭怎么不告诉我 然而霍氏度却让他继续汇报 手下再度开口 您父亲已经找到了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允哥看着他吐槽了起来 周助理 重要时刻都调出来的你 你是装备吗 周助理一下子犹如晴天梯立 只能表示抱歉 目光看向霍氏度 试图求救 然而霍氏度却是果断的 将自己目光给遗开了 此刻周助理的心理 可谓是叫苦不迭 因为他已经确认 杜爷已经沦陷在爱情里了 闹剧告一段落 眼下霍氏度正躺在医院里 霍氏度带着允哥 很快赶了过去 这么久不见 我没想到你能活着 霍氏度愧疚地看着他 石度以前是罢错了 罢那时候只是单纯不知道 怎么面对你妈 说着霍氏度打断进来 是吗 你要真对他有那么多歉意 待会儿我就让人 送你去墓园好好聊 看得允哥在一旁也颇为惊讶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他 对长辈这样的态度 看来哥哥不怎么喜欢这人啊 思索间霍夫也是注意到了允哥 允哥也紧接着做了自我介绍 霍夫对他很是惊讶 你就是陪允哥 心想 这么模样明艳的女孩 就是齐无休让我找的那个人 之所以霍夫被放回来 就是那齐无休让齐来接近允哥的 他用霍静的死因作为要挟 说起那齐无休也是变态 明明以前是个备受敬仰的高僧 却突然烧死了全寺的人 走上了恐怖组织这条路 就连霍静的死都和他脱不了关系 当初霍夫被怂恿和齐无休合作 主动追求霍静和霍静结婚 但没想到 齐无休让他接近霍静 竟然是为了杀他 夺走他私藏的一份人体数据研究稿 霍静死后 他也被齐无休抓起来 囚禁了十几年 眼下的他除了再次答应齐无休 没有别的办法 略敢自责的他 再度开口问道 裴允哥 你跟我儿子多久了 允哥被老丈人问得有些发猛 不知道这个根字该怎么理解 紧接着霍夫又道 男人嘛 往往可以 你要是喜欢 养在外面也行 但不要太走心了 霍氏度反讽 怎么 你活成这样 也要向我传授人生经验 霍夫文言 打起了感情牌 石渡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你怪我可以 但你要知道 天下没有父母 是不爱自己孩子的 霍石渡突然话风一转 行了 你以为我是来叙旧的 说吧 他们为什么肯放过你了 霍夫被问得心头一惊 石渡 你在说什么 是我自己逃出来的 霍石渡带着质疑的语气 是吗 那他可真是个废物 对了 我家姑娘年龄小 对婚姻也没什么概念 我不希望有谁来给我添麻烦 说完 便拉着允哥离开了 霍夫看在眼里 气在心里 他的前台词 不就是说 我很糟糕 让我远离陪允哥吗 我作为亲生父亲 还比不过一个外人 越想越气的他 将见到允哥的事情 告诉给了齐无休 再看另一边 霍石渡上车之后 手下将霍夫打电话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还有他当初被救回来 也没遭遇多大波折 种种原因指向 他是被派过来的间谍 霍石渡之所以恨自己的父亲 是因为这么多年 他就没负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甚至还被霍女士抓奸在床过 霍女士死后 他甚至直接人间蒸发了 霍石渡也是提醒允哥 其无休一贯的作风 只要还能用得上的东西 就喜欢藏着 最近注意点 网放了这么多年 可不会只有一条鱼 就在霍石渡嘱咐完后 允哥突然拉起了他的衣角 随后伸出手 问哥哥要起了抱抱 霍石渡也是宠着 怎么突然要抱了 允哥直言道 来哄哄我们家杜爷啊 霍石渡看着他戴着卫衣的帽子 你把这盖头上干什么 允哥害羞地表示 我还要脸 毕竟还有这么多人 你要吗 霍石渡一把将他拖了起来 不要了 先要命吧 看得周助理是羡慕不已 好感人 杜爷真是把裴小姐当祖宗惯着 与此同时 他也收到了消息 费尔南斯已申请 前往云城的私人飞机航线 预计两天后 会为汤先生举办盛大宴席 于是乎两天之后的杜爷 叫上了允哥一起参加 临近去前 还在不住地嘱咐允哥 等会霍家的宴会 不用太在乎他们 要是不高兴了就告诉我 我带你走 听得允哥心里暖洋洋的 这么宠我呀 不怕我恃宠而骄骂哥哥 然而 这正是霍石渡 想要看到的样子 另一边霍夫也西装革履地赶了过来 在手下的口中得知 老爷子对隔壁西金斯集团很是看重 因为西金斯的心计成人极其神秘 上任仅一年 就让集团重灯辉煌 老爷子还打算让其过来喝酒 霍夫冰雪聪明 父亲的助理都如此看重 看来西金斯集团 是我必须要争取的 不过今晚的宴会 重头戏可是要 给石渡身边那个女人下马威 思索间就遇到了靖乔 霍夫对他印象很好 因为他觉得 姓陪那个女人和霍靖一样 都是搞科研的他不喜欢 还是靖乔 这样的大家闺秀和他心意 那靖乔也是机灵 看霍夫对自己的认可 也打算今晚找允哥的麻烦 两人说话间 便看到霍石渡跟允哥走了过来 霍夫连忙开口 石渡 你到得正好 来认识 一下这个是乔乔 比你小几岁 可以喊你一声哥哥 那靖乔连忙来到了霍石渡的面前 叫了一声石渡哥哥 霍石渡健壮 疑惑地看着霍夫 这也是你的私生女 霍夫的脸像双打了茄子一样 石渡 你在说什么 然而霍石渡却扬长而去了 如果真是私生女 记得早点带回尼黎 霍夫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靖乔啊 也不是所有小姑娘都跟你一样 有的人啊 从高中开始就往男人家里钻 走在前面的允哥听到后 他这是暗讽我呢 这种手段在我这里 太低级了 想到这允哥秒变蒙妹子 哥哥 汤伯伯似乎在说我勾引你 霍石渡一把将他抱进怀里 有吗 难道不是我在求着供着我家小祖宗吗 后面的两人一下子猛了 什么 居然是石渡在主动勾搭着他 两人惊叹之际 默默牵着狗走了过来 没错 就是哥哥勾搭允哥姐姐在先的 允哥姐姐明明就应该嫁给我 是哥哥偷偷威胁我 让我离姐姐原点 那靖乔是最怕狗的 一时间被吓愣在了原地 默默这小孩也是机灵 像知道谁是敌人似的 牵着狗狗围着薄镜桥转了起来 霍夫在一旁斥责 默默 把畜生带出去 别吓到客人 谁承想默默却是 死死地抱着那镜桥 我不 我一个人害怕 要抱看着姐姐和二狗才能好 霍夫被气了得够呛 好啊 我生的儿子 竟然一个两个都不听我话了 石渡 跟我过来一下 有话跟你说 那靖乔再度跑到霍石渡跟前 叫起了石渡哥哥 然而霍石渡压根没有吊他 靖乔觉得很没面子 我讨好他这么久 都对我爱达不理的 不行 我必须要拿回属于我的场子 明明我才是汤伯父 清定的儿媳妇 于是乎 他便找来了一群名媛 来帮他演戏 在允哥经过的时候 两人假装聊天 透露出霍夫对他的关照 紧接着便是其他一堆名媛的吹捧 几人稀里糊涂的 就敲定了靖乔 将来是肯定能进费尔南斯家的 那靖乔还茶里茶气的 问向一旁的允哥 裴姐姐 大家这么说 你应该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生气呢 我还要恭喜你呢 虽然汤先生年纪是大点 但真爱不分年龄 允哥面对甄嬛来了 都得到西一口凉气的场面 一句话给那靖乔搞破防了 气得靖乔心里大骂 这个牙尖嘴利的贱人 不行 不能被他记得失了一态 于是忽他又将主意 打在了默默的身上 默默 来跟姐姐一起玩好不好呀 面对这个黏坏的女人 默默手里的缰绳 不知道怎么就松开了 狗狗煞时间 朝着那靖乔冲了过去 吓得他一阵疤了 将桌子上的甜点 给打翻在了狗狗的身上 允哥连忙抚摸着 收到伤害的狗狗 靖乔对这无心之举 还很傲娇 因为这让允哥心疼了 裴小姐 真不好意思 听说这是你的狗 要不狗的所有医药费 我来陪吧 毕竟裴小姐 应该不会为了一只狗 在这种场合 跟我闹不愉快吧 他心想 就算能得到 或十度喜欢又怎么样 只要没有十度的保护 我随便都能整死他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允哥突然走上前来 一把掐住了他的下巴 随后用力给丢了出去 保小姐只要我想做 就没什么不合适的 那靖乔被这强大的力道 一下子扔到了一旁的游泳池里 允哥看着在里面扑腾的他 保小姐 咱们聊聊看 你觉得你又值多少丧葬费啊 说吧 便带着默默离开了 剩下那靖乔在泳池里挣扎 救命 我不会游泳 就在他快要隔屁的时候 没成想霍夫突然赶到 将那靖乔给救了下来 好一副忘我的爱情故事 霍夫看着受到惊吓的他 在不住的安慰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心爱那个 伯靖乔是我看重的人 陪允哥欺负他 就是在打我的脸 在看允哥在离开之后 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玄元 帮我查查汤博样 这几年到底在哪 玄元不解的问 可你对象 不是费尔南斯家的继承人吗 那他不是你未来公公 是啊 所以他最好祈祷自己 没有再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不然我也省了 送他去养老院 直接送进警察局就行了 另一边的靖乔在赤扁后 跑去跟一个油腻男人撒娇去了 这人竟是西金斯高层的副总 在得知此事后 勃然大怒 让他滚过来 敢欺负乔乔 他应该也做好了 被我博家报复的准备了 然而根本不用人叫 允哥此时自己走了进来 你说的对 既然赶过来替他出头 看来副总也准备好 替他向我的狗道歉了 气得豁富在一旁大骂 陪允哥 你是毫无歉意吗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 脸后新郎 毫无教养的女人 副总当即表示 只是道歉 未免太便宜他了 跪下磕头 跪到乔乔原谅你为止 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们情家破产 允哥听着他的发言很是惊讶 你是西金斯的副总 我怎么不知道 聂宇什么时候 招了个这么蠢的手下 那人越听越气 见闻的不行就要动手 来人 给我把这位裴小姐按住 今天不磕十的头 他就别想走了 话音刚落 只见两个大汉 冲着允哥围了过去 正当要动手的时候 却被允哥一把给抓住了 一个镖形大汉 就这么被允哥 三下五除二给放倒了 打完之后 还不忘嘲讽 这就是西金斯副总的手段 我的手段如何 还轮不到裴小姐来评价 其他人还愣着干嘛 赶紧上 就在要到动手之际 突然一个老头 不顾保安的阻拦闯了进来 来人正是云大教授孙嘉平 此刻的副总正在气头上 不过显然是认识着孙嘉平的 怎么又是你 保总 听说所有项目书 都必须买了您儿子的产品 才能给聂总过目 可我实在买不起了 说着那孙嘉平递上来一堆文件 求您大人大量 给我一个机会吧 那副总突然一把夺了过去 转而将气给撕了 老东西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你一个云大的普通教授 穷得要命 也好意思跟我们西金斯合作 那孙嘉平看着自己的心血 被尽数地摧毁在面前 内心是充满绝望的 那副总再次一把推了上来 滚 再有下次看我不直接打死你 见此人这么过分 一旁的允哥实在忍不下去了 在扶住孙嘉平之后 一脚将内副总给踹飞了 西金斯的规矩 工科院院士提交的项目 必须由高层负责人审核 以你的身份 没资格拦截这份项目书 那霍夫见内副总受伤 再次斥责起了允哥 毫无教养 目无尊长 别以为十度护着你 就能随便乱来了 那生气的伯总很是生气 见丫头 敢得罪我 你知不知道在云城 我就是西金斯的规矩 我一声令下 没有实验室敢收留你 允哥文言反问 是吗 那聂宇真是连群废物都管不好 得此羞辱 内总恼羞成怒 竟妄想对允哥动手 但却被一人 突然给挡了下来 强大的力道 让那伯总小猪蹄子 一下子缩了回去 来人正是霍食度 只见他开口呵斥道 我的人 这么让你们欺负的吗 霍夫见状 连忙恶人先告状 十度 你不知道他今晚都做了什么 他把静桥推下水 差点溺死 还把伯总打成重伤 把大家闹得鸡犬不宁 杜爷文言看向允哥 是吗 教训这些蠢货 怎么还自己亲自动手 累吗 允哥缓缓抬起自己的仙仙玉手 是有点累哥哥帮捏捏 收到命令的杜爷 小心翼翼地帮他揉搓了起来 这操作可把内副总给气坏了 好啊 合着货总过来 是准备给施暴者撑腰的事吧 西金斯的聂总 就在隔壁宴会厅开庆功宴 我现在就请他过来看看 要合作的货家都是什么德行 然而话音刚落 聂宇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用了都看到了 副总看到他像看到了亲爹一样 聂总你来了 他们也实在太嚣张了一点 都没将西金斯放在眼里 您必须给他们点教训 心想 公司有三条生产线都捏在我手里 聂宇一定不会为了 区区一个裴允哥而得罪我 等会我必须要裴允哥 跪下磕三个头 才放他走 静乔也在一旁告状 霍夫更是直言 要不直接让情家破产 回家教孩子吧 让他们自己看看 教出来些什么头没表知的千金 就在众人声讨的时候 聂远看向那副总 够了 刚才我不但看到了裴同学打你 还看到了你对云大教授的欺辱 转而又来到允哥的面前 抱歉陪同学 是我没管教好下属 丢了西金斯的脸 从现在开始 西金斯将正式开除保总裁 并将汤先生的所有企业 拉入黑名单 永不合作 允哥看着他的道歉 便在一旁斥责了起来 西金斯的规矩 工程院院士的项目 必须高层清审 聂宇你不会忘了吧 看得霍夫是极为震惊 怎么回事 聂总很明显在忌惮陪允哥 可一个勤家千金友 哪里值得西金斯集团的负责人忌惮 只见那聂宇在跟允哥道完歉后 来到了孙家平的跟前 先是道歉 表示项目的事情 明天会亲自跟他谈 孙家平最后也是跟两人道了歉 在处理完事情后 允哥将聂宇单独叫了出去 只见他吩咐道 通知下去明天西金高层 所有不达标的人 以后都不用来了 今晚的是 我给商宴一个面子 你回泥泥跟着他 云城部我会找其他人管 在吩咐完之后 又不由地思索了起来 不过孙教授 怎么会突然给西金斯帝项目输了 我记得他一向 只喜欢潜心研究学术 带着不解的他 晚上回去之后调查了起来 学员告诉他 多年前孙家平曾带着学生 参加了一场海岛学术会 一年后回归云城 开始莫名屡次被圈内的大人物打压 最后孙家平只能带着学生 去了当时国内最危险的核技术实验室 海岛学术会 曾聚集了全球顶尖的科研家 由GH带头 齐吴修也在其中 等30名科研家 但由于那次的学术研究 导致海岛千人死亡 最终GH畏罪自杀 30位科研家也陨落大半 如今只存活下来6人 失踪2人 隐格看着上面的信息 我拿到的GH手稿 和海岛实验室的研究结论 根本就截然相反 怎么可能会畏罪自杀 看来又是一群学术败类啊 不过孙教授竟然是 当年海岛学术会存活的6人之一 感觉他或许会知道 20年前的一些秘密 与此同时 霍氏度的办公室里 聂宇在对着他吹捧 杜爷 你家那位可以啊 已经查到了海岛学术会 不过 你俩也真够厉害的 同住一个屋檐下 居然还互相披马甲 他恐怕还不知道 你其实是C17的真正掌权者之一 连关于海岛学术会的资料 也是你同意授权透露的吧 霍氏度面对吹捧 忧心忡忡地抬头 海岛学术会 他查这个做什么 聂宇摇列卓手里的红酒杯 我可猜不出你家姑娘 想查这件事的原因 不过孙家平 可是20年前唯一一位 干干净净走出海岛的科研家 至于其他人 谁手里没沾过别人的血 他因为反对那些人的研究实验 不愿与其为伍 这才落得个被孤立的下场 至于其他人 说着来到霍氏度的面前 对了 你家姑娘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仅凭C17的那些资料 会不会误会你 不会 他手里有真正的实验稿 不是我给的 我家云云刚好拿到了 听得聂宇也是心头一惊 我来蛋个是都要看人秀恩爱吗 就在吐槽的时候 霍氏度突然要去安慰云哥 聂宇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狗粮 线上宠完线下还宠 没完了呀 我在这就是个多余的人是吧 杜爷文言回头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 可真的是吓人诛心啊 在看此刻的允哥 正在看着手机上的监控 原来那被开掉的副总 还在门口纠缠着要见聂宇 那靖乔也在其中 还给霍氏度打去了电话 得到的回复 却是 伯靖乔 你好像还没弄清楚状况 你们家离了西金丝 就是个没有用的废物 别再来找我了 就在允哥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霍氏度突然走了进来 在看什么 看热闹 好看吗 等会想回学校 还是想回家 就在允哥漫不经心回复的时候 下意识的一个抬头 突然看到霍氏度 显然有被吓到 霍氏度直接坐了过来 允哥却是下意识的躲避 胆小鬼 离四哥那么远干什么呢 说着抚摸起了允哥的耳垂 允允 勇敢点啊 以前看哥哥的眼神 不是跟要吃了我似的 允哥顿时小脸羞的通红 心想 狗男人也太会了 我对这种表面震惊 被地里勾引的招数 完全吃不消啊 最后霍氏度也是放过了他 离学校门禁还早 哥哥最近新开了一家商场 带你去玩玩 闲来无事的允哥 最后也是表示同意 但是巧的是 秦玉此刻也在商场里 就在他吐槽 十度他八百年 都铁树不开花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两人 秦玉偶遇自己的妹妹 连忙兴奋地打招呼 秦玉看着两人轻易的举动 总觉得哪不对劲 然而令他猛逼的还在后面 正当他凑过去打招呼的时候 两人突然转身走开了 气得秦玉怒火中烧 靠 这个畜生 把我给骗了 当初他还暗示我 小心哥早恋 还怂恿 我跟老爷子说 别让裴允哥 和圈里的年轻才俊走太近 结果 我千房万房小心翼翼 没想到万年不开花的铁树 偷了我家的小白菜 更气的是 当初我还居然求着他 帮忙照顾哥 亲自把人送他家去了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狗东西 越想越气的他 问向一旁的经纪人 林大现在应该 已经到门禁时间了吧 你现在就跟我过去 掀了霍石渡这老狐狸的皮 在允哥回学校后 秦玉怒气冲冲地 来到霍石渡的办公室 只见秦玉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霍石渡 你还是个人 霍石渡对此并没有生气 知道了呀 还想来几拳 今天让你打个够 但别往脸上来了 小姑娘看到了不好解释 说着便起身 去脱自己的外套 秦玉闻言 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有你这么畜生的吗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居然连兄弟妹妹都拐 你是从什么时候 对我妹有这种想法的 不清楚 等我发现的时候 我已经喜欢她很久了 只见秦玉捂着自己机智的脑壳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你做我妹夫的样子 想想我都要做梦 你们什么时候能分手 霍石渡挣了挣自己的衣领 秦玉 这事是我对不住你 没提前跟你说 我给你道歉 但我也没那么畜声 更没有什么打算完完的心思 我理解你一时接受不了 但为了以后一家人的气氛 还是人人比较好 秦玉闻言一句 我草脱口而出 霍石渡这个该千刀万剐的 为什么能这么厚颜无耻 说话间突然听到二楼 有哗啦哗啦的声音 秦玉听到后 连忙朝着楼上跑去 好啊 霍石渡 你不但拐走我妹妹 居然趁我妹妹不在 养了别的女人 当她走进去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眼了 发现允哥正在里面涂脚指甲 就在秦玉猛逼的时候 身后的霍石渡走过来 也跟着猛逼了 吓得她咽了一口口水 短暂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随后砰的一声 叫门给关上了 那秦玉的鼻子还被夹到了 你把我当贼房着呢 霍石渡看着她狼狈的样子 要不要挑点酒带回去 渡爷 几瓶酒就想收买我呀 转念一想 虽然霍家的酒 都是有价无事的真品 一瓶就能换市中心的一套房 但这也不是她拐走我妹妹的理由 霍石渡见她心动 我不太喝酒 你要喜欢 下次让曾旭都给你搬过去 就在秦玉直呼她大方的时候 允哥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霍石渡 你脸上怎么回事 怎么弄的 说着说着 还上手啊 霍石渡面对关心 还伸手摸了上去 表示自己没事 那刚被收买的秦玉 呆呆地看着两人 我活了这么多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霍石渡对人骄纵放任的样子 很快 允哥便注意到了她 你怎么在这 我来看看她 那她是你打的 秦玉被问得大气 都不敢喘了 她用求助的眼光 看向一旁的霍石渡 我那么大一个狄亲妹妹 可是在为了你而凶我 霍石渡一眼瞄懂 只见她连忙转移话题 允允 先去换身衣服 下来再说话 允哥很是听话 转身回了屋 秦玉也长舒了一口气 自己的狗命眼下是算保住了 但下楼的时候 对着霍石渡 又硬气了起来 我可警告你 我不是好收买的 今天这事不解决 我就不走了 霍石渡面对眼前的这个大舅子 也是无奈 行 那等允允下来了 再一起送你 此话一出 大舅子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随后一溜烟跑走了 霍石渡 这事可没完 我们秦家的门 可不是好进的 就在秦玉走后 允哥拿着医疗箱 从楼上走了下来 你倒是挺护着她的 霍石渡将她手上的医疗箱接过去 这不是怕以后秦家的门不好进 允哥闻言心想 当初我占了这具身体 便想替原主完成意愿 可原主的意愿并不是报仇 而是得偿所愿 原主在渴望亲情 可今天秦玉无缘无故打了十度 让我多少有点烦躁 想到这责备了一旁的霍石渡 他打你 你就给他站着挨打 的确是对不起他 这不是于心有愧 允哥擦拭的手停了下来 这也没办法了 心想 的确是欠了原主的 然而正在思索的时候 霍石渡一把将他抱住 怎么 还想跟哥哥私奔啊 见他这样 允哥心里吐槽了起来 这个挨了打还不老实的狗男人 就在两人亲密的时候 情侣又慌张地跑了回来 嘴里大喊着不好了 哥 老爷子出事了 刚刚大哥打电话来 原本身体已经恢复的老爷子 不知怎么的突然昏迷不醒 医院束手无策 本还想怪他扫兴的允哥 一下子慌了神 于是乎三人 便迫不及待地赶去了医院 允哥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 显得很是揪心 只见他迟疑了片刻 便转身朝门外走出 并嘱咐晴玉他们看好老爷子 来到门外的他 很快打听到消息 老爷子是遭云城人暗算的 得知消息的他怒火中烧 当即发出了悬赏令 谁先查出来 我账户 划走十个亿给他 当允哥在回到病房的时候 突然发现 护士在给老爷子换药 心思缜密的允哥 当即给叫停 问护士要去了药水袋 结果还真在上面发现了针口 这输液袋有人动过 加过什么药剂吗 护士被吓得慌了神 疯狂地摇着头 绝对没有人碰过 晴玉看到说话的两人 忙开口问怎么回事 允哥也没将此事声张 心想 还真有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呀 与此同时另一边 只听一人在汇报 老板 我们的人已经得手了 那人看着手上的药剂 很是兴奋 齐无休寄过来的东西真不错 竟能让人陷入昏迷 造成自然死亡的假象 原来这一切都是霍夫指使的 他觉得只要控制了裴允哥 霍家迟早会在他的鼓掌之中 算算时间 现在秦老爷子的尸体 应该也快凉了吧 得意的时候 突然齐无休打来电话 问事情的进度 霍夫给他同步了事情的进度 甚至还自信的 半场开启了香槟 就连身为恐怖分子的齐无休 都直呼他变态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儿子 霍夫则恶狠狠地表示 既然霍时度不能及时止损 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坏人 让他丫头知道 别痴心妄想 再看另一边的允哥 他将史蒂文给摇到了云城 但是爷爷一天没好起来 允哥就一天不会放心 秦露言看着自己的妹妹 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爷爷出事后 哥看着似乎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但其实他没一秒是放松的 浑身都是生人墨镜的冷漠 但很快霍时度 就将投毒的凶手给挖了出来 此刻正在Muse酒吧的地下一层审讯 当那凶手面对到霍时度 能抓到我 算你有点本事 如果我告诉了你 那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霍时度文言只是一声冷笑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清楚 应该怎么回答我 说着手上拿出几把飞刀 既然这样 我们先玩个游戏放松一下 第一个问题 齐无休为什么要害秦老 话音刚落周助理 便转动起了杀手的背后的转盘 紧接着便是一把飞刀扎了过来 索性的杀手命大 不过裤子还是被吓尿了 一下子全给招了出来 求你别再继续了 我说 我都说 是齐无休 他想对裴允哥 刚说到这那凶手突然惨叫了一声 便没了反应 周助理一番检查过后 他的心脏上有一个 被改装过的心脏起泊器 有人远程释放了起泊器的电流 可裴小姐那儿怎么办 按照裴小姐的脾气 汤先生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可说到底 汤先生还是霍总的父亲 霍时度文言转过身去 去医院看看 老爷子那边 让他们记得管好嘴 半天之后 霍时度便带着鲜花 来到了医院 允哥在看到他之后 下意识叫了一声哥哥 秦家的哥哥立马竖起了耳朵 以为是在叫自己 但很快他们便看到 霍时度撩着允哥的头发 晚饭吃了吗 等会儿跟我回去 三人看到自己的妹妹 对眼前的这个男人言听计从 全都很震惊 那秦露言率先走上前去 霍总怎么来了 秦家的事也算是我的事 听说秦老住院 我让人去拿秦老的化验单 想帮忙联系其他医学所 秦露言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 霍总客气了 对我家事这么上心 还帮我照顾妹妹 允哥见状一把 按住了他的胳膊 大哥 这是他应该的 搞得秦露言 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然而还没完 紧接着允哥便拉起霍时度 哥哥 我们走吧 秦家的三兄弟 瞬间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这是被自己的亲妹妹 给抛弃了呀 秦玉更是气得原地直跺脚 早知道我就不把哥 送去霍家住了 另一边允哥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玄元的消息 已经查清楚了 凶手得手后 另一位是个K州人 但具体是谁还没查到 当看到汤博样的名字后 允哥的心里咯噔一下 随后看向身旁的霍时度 哥哥 我不会放过害老爷子的人 哥哥不好奇 他是谁吗 万一他的身份特殊 而霍时度 则是认真的告诉他 不管他是谁 允允 没人能让你低头 有哥哥在 你也不需要顾忌任何人 明白了吗 允哥看着他诚恳而又坚定的目光 莫名感觉 他好像知道了所有事情 却还是站在他的身边 依旧坚定不移 随后开口问道 霍时度 你是不是欠我什么 怎么对我这么好 霍时度文言摸了摸他的头 这不是想让允允先欠我点什么 好让我们允允以后 说不定想反悔的事 不得不答应 允哥也是简单地看向他 我不会反悔 哥哥想要什么 我都给 霍时度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小姑娘 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心想 怎么办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忍不住把他回家了 与此同时 医院那边传来消息 秦老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那个给秦老注射药剂的人 是抱着让秦老不死 极残的决心 如果用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秦老未来三年 一定会出世 要想彻底根除 可以周谢家的医学所 有研发秦老需要的这类药剂 但想拿到 没那么容易 允哥在得到消息后 于是乎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要光明正大的去谢家抢药 可给史蒂文吓得不轻 于是乎 允哥晚上回去做了被调 第二天他告诉史蒂文 我查过了 谢家是老爷子的本家 以前闹得不太好看 我不能拿老爷子冒险 手下面对这么任性的允哥 最后也只能表示支持 挂了电话之后 允哥心不在焉地 捡着院子里的玫瑰 不管我再怎么做 秦家的这个结果 还是改变不了吗 我要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凭什么占用别人的身体 不行啊 这回 谁下地狱 是我说的算 不过敢打我家老爷子的主意 这层皮他也脱定了 然而 好巧不巧的是 谢家的谢家也前来攀关系 被秦璐言拒绝后 转而将目光锁定在了允哥的身上 于是乎 他主动找到了裴允哥 裴小姐 我们来聊聊 允哥看着他心里 很是兴奋 谢家的人 这还有送上门来的呀 谢家也诚恳地看向允哥 可以和裴小姐聊聊吗 秦总可跟你提过 我们在十年前 应该也算是一家人 我姓谢 允哥听出了他攀附的意思 既然都是亲戚 那你打算送我点什么见面礼吗 裴小姐 想要什么见面礼 只要能讨得他喜欢 小姑娘喜欢的东西 也不会跪到哪里去吧 允哥很是淡定地开口 我大二想转个系 就学医什么的 你能送我一家医学所吗 一句话 直接给那谢家也干出了内伤 他是怎么用这个轻松的语气 要医学所的 秦家都是这么养着小姑娘的吗 允哥 你还年纪轻 科研这条路不一定走得下去 允哥文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谢总舍不得送 那谢家也虽说表面上淡定 但是心里却是抓狂的一批 是个人都不会舍得送好吗 医学所可是谢家 在K州的立身之本 这个臭丫头 在简单调整好情绪之后 他打算将允哥管回家 允哥 要不你先去我们谢家的医学所玩 说不定没两个月 你就玩腻了 允哥自然是听出了他的小九九 医学所不行 那我想要几管药剂呢 当然可以 尽管药剂对谢家来说不算什么 不过 你得去K州玩一段时间 这显然是送到了允哥的脸上 这下请老爷子可是有救了 于是乎他便果断答应了那谢家也 谢家也见此事谈得这么轻松 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但转念一想 他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 能给我捅出多大的窟窿 就这样两人愉快地达成了约定 但临走之前 害怕其无休再有动作的他 转而吩咐手下 将他在国内的四个根据点 全都给围剿了 很快其无休那边 便察觉到了异常 被国根据点的人一个都没有消息了 手下跪在地上回复着他的问题 全都中断了 只有二国那边有消息 说我们的人全都暴露了 不知道是谁给二国国际负责人 发了一份名单信息 全部都是我们根据点的 其无休文言颇为惊讶 真没想到啊 有人敢这么和我作对 你们这群废物 连背后搞鬼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手下被吓得战战兢兢 那位说 抄送信息的人除了他提供的信息 根本就搜寻不到任何踪迹 其无休文言 被过身去推理了起来 我前脚让汤伯样动了 秦家的老家主 后脚就发生这种事 难道一个黄毛丫头 真有本事能动我 一个根深蒂固的地下组织 想到这立马吩咐手下 你去派人查培允哥 好好查清他的底细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很快此事便被卢中周洞悉 他转而告诉了允哥 K周有组织点名要买你的消息 咱们抓捕汤伯样的行动 需要先暂停吗 用不着 反正过几天 我会去K周亲自会会他 无论是其无休 还是那个姓汤的 敢对老爷子动手 就别想逃 那卢中周看到允哥护起独子来 简直太萨 他都开始同情其无休和汤伯样了 但谁都没想到 费尔南斯的家主之子汤伯样 会明目张胆的 来西金斯集团 抢情是洽谈的项目 而且还带来了自己的小辈汤叔 然而 就当双方即将达成合作之际 卢中周突然带人喘了进来 不好意思 这次恐怕要让二位失望了 恐怕汤先生是没这个机会了 汤伯样在看到他后 很是震惊 卢家众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而且这卢中周 还是云城侦查队里有名的冷面阎王 他怎么来了 然而卢中周突然将他靠了起来 抱歉汤先生 这两天我刚拿到了 秦氏集团老秦总的被害证据 种种迹象表明 都与您脱不了关系 请跟我走一趟吧 汤伯样一下子慌了 你胡说什么 心想 这怎么可能 秦家不是连秦老爷 中没中毒都没查出来吗 他们又哪来的证据 查到和我有关 然而卢中周 却没停下手上的动作 我是不是胡说 汤先生心里有数 汤先生要有什么委屈 也可以回去慢慢说 汤叔在一旁看了半天 突然走了过来 这位队长 抓人也要有让人信服的证据 更何况 汤先生可不是云城人 然而汤叔之所以这么自信 是因为他有着另一个身份 那便是C17的成员 很快 卢中周便收到了上司的电话 让他当场放了汤伯样 显然是这个汤叔搞的鬼 卢中周也是无奈 或于顶头上司的压力 只好选择服从 那汤叔见 卢中周面露难色 显然是猜出了结果 跑到他的面前 嘚瑟了起来 手下见状也是 问起了卢中周 卢队 得要放吗 裴小姐还在下面等着呢 这话 自然是被那汤伯样听到 又是裴允哥 可真没想到啊 时度还真是把这女人 宠得无法无天 阿叔 这裴小姐 可是你的校友 改天也应该 让你们见见 那汤叔文言 语气里带着轻蔑 裴小姐的胆量 的确不小 然而话音刚落 云哥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样子 又有人很想了解我 那汤叔再见到 云哥的真容后 也是颇为惊讶 不得不说 这个人的确 有让男人 为他着迷的本事 惊讶之余 竟主动上去打招呼了 裴小姐久闻大名了 我是 C17云城部的汤叔 然而 云哥压根没有屌他 卢队 现在下午五点半 还没到下班点 不抓人 那汤叔文言 自信地插话进来 不好意思了 裴小姐 有我在 无论如何 你都逮捕走汤伯父 另外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裴小姐的冒犯 也很容易给自己 戴上那个银手铐 然而云哥再次将他无视 转而将一份文件 递了出去 薛总是有个事 请帮我 但薛总在看过 上面的内容后 一下子惊呆了 文件是关于 逮捕汤伯样的 云城战区红头文件 和国际刑警的 红色逮捕令 那汤叔文言 自信的镜头 瞬间没有了 他这是从哪里 找来的关系 能开出这个 级别的逮捕令 云哥看着他 吃惊的表情 很不幸 汤先生汤小姐 今天我想带走谁 谁都拦不住 卢队 领活了 说吧 便转身离开了 气得那汤伯样 在背后大吼 裴云哥 你别以为这样 就能赢了我 我们之间还没完 云哥文言回过头来 是吗 那在场的人 可别在我家 哥哥面前乱说话呀 我这好不容易 把人骗到手的 不想因为这点事 跟谁找麻烦啊 于是乎在云哥赶到 那汤伯样 最后还是被抓走了 此时的汤叔 可真未是颜面扫地了 他愤恨地对着云哥大吼 裴云哥 你别以为这样 就能赢了我 我们之间还没完 然而云哥对此 依然选择了无视 这不免引起了 汤叔心理上的不适 他竟然连一个眼神 都懒得施舍 他就这么看不起我吗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他知道 谁才是真正有资格 站在十度身边的女人 半天之后 卢中舟 将那汤伯样押回的警局 上司看到后 很是不解 卢队 你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收队吗 你还把人给带回来了 你是嫌自己 升职太快呢 我可听说了 这汤伯样找来了 C17的人 我们犯不着 冲动惹事啊 于是乎 卢中舟将红色 逮捕令递了过去 上司看到后 差点下巴没给惊掉 急忙问他哪来的 卢中舟看向一旁的云哥 这要问问那位爹了 问他怎么认识战区 和国际刑警组织的人 但与此同时 那汤叔也没闲着 只见他先是给警察局的 江局长打去了电话 又找到杨局长 杨局长 因为汤叔背景的缘故 对他很是客气 因为一会儿 江局长要来的缘故 这杨局长打算 在两人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于是乎 两人很快来到大厅 当着众人的面 就勒令卢中舟放人 卢中舟去把汤先生放了 汤先生又不是我们云城人 你知道这样做 我要背多少责任吗 只见云哥缓缓地站起身来 这个责任我担 你担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只见云哥不慌不忙地 拿出一堆文件 杨局长 说说看 这是什么 然而那杨局 却连看都没看 不过是两张破纸 我看都懒得看一眼 难道你还想拿着鸡毛当令箭 陪云哥 希望你不要任性 不要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云哥文言扶着下巴 不紧不慢地说道 杨局长急什么 我检举的人是汤伯样 又不是你 那杨局长 一下子红温了 你胡说什么陪云哥 诬陷在职人员 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就在他大吼的时候 突然一人身着一系白衣 从外面走了进来 哦 什么下场 那杨局长 像是哈巴狗一样 连忙舔了上去 姜局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 我好煎灵啊 不用接了 我是监警 你亲戚被关哪 于是后面杨局长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讲了出来 但说话间 姜局 突然注意到 一旁的允哥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Math他怎么会在这 杨局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连忙表示 裴小姐妃说 他老爷子的病重 和汤伯样先生有关 这不 惹得汤中小姐 不得不找您过来 我可以让你承诺 等下来 我先走